华国 川省 龙阳市 川平县 一座老旧的小区附近 此时夜色刚降下帷幕 抢劫啦 伴随着一声中年女性 七里带着求助的呼喊声 只见两刀戴着黑色头套的男性身影 一路狂奔 其中一个人手上 拿着一个方形黑色塑料袋 看那厚度和形状 里面应该包裹着约五万的纸币 后方一位中年妇女 红着眼在后面追随 而距离却离前方 那两个男性越来越远 有没有人帮帮忙啊 眼见那两个男性 将那中年妇女甩得越来越远 中年妇女却实力有不足 企图呼唤求助帮忙 往那里走 却见一个男性指了指前方的巷口 两人拐入了一个胡同 即将在那妇女的视线中 彻底消失不见 砰的一声 突然在那两个男性前方 另一个拐角处 出现了一个约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 撞在了两人身上 哎呦卧槽 两中年男性 冷不防被一屁股撞在地上 却是不敢耽搁 马上起身 准备再次逃跑 毕竟刚入夜 刚才那妇女的呼喊 导致附近有好几个好心人 往这边过来 其中包括了几个男性 那刚撞倒两人的小伙 也是被那冲击力撞倒 然后快速起身 抱住了那拿着黑色塑料袋的男性 滚开 别多管闲事 两人见状挥着拳头 往那小伙身上挥去 砰砰砰 转眼间小伙身上 被打了十几拳 却见他紧咬着牙关 坚决不放手 找死 两男性估摸着也是惯犯 情急之下 一人从怀中掏出一把短笔连续 刺在了小伙背上 阿小伙一连背上被刺了五下 手臂上也被刮了两下 坚持不住松开了手 砰另外一人 又是一拳打在了小伙的太阳穴附近 然后将小伙一脚踢开 终于摆脱了他的纠缠 也不知道 是不是小伙的运气差 在他倒下去的时候 附近有块红砖 只见他脑袋重重磕在上面 顿时鲜血流了出来 快上车 两中年男性摆脱小伙之后 奔跑了百米路程左右 前方出现一辆面包车 两人立马上车 随后车辆引擎加速 在那漆黑的夜里 面包车拐了好几个弯之后 消失在夜色中 快叫救护车 在小伙拖住 那两中年男性十几秒的时间 此时不少路人已经围了上来 有人拍照记录了 那面包车的信息 并迅速报警 有人拨打120 急救帮小伙止血 要死了吗 小伙由于中刀流了不少血 主要是脑部受到两次重创 感觉自己的意识越来越弱 过了大概十分钟左右 县里的救护车赶到 将小伙抬上了担架 送往医院急救中心 后悔吗 小伙的意识弥留之际 忽然脑海里 响起了一道声音 他却已经没有什么思考的意识了 凭借着本能 在脑海中微弱地回答了声 定 查询审议三生评履历 复合系统筛选要求 系统绑定 检测到宿主 强烈求生意愿 开始强化身体 开始恢复损伤 醒了 终于醒了 只听见一道声音 在病房中响起 救人的年轻小伙 名为沈亿三 此刻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但是 他的目光却有些呆滞 哥 你怎么样 一道脆脆的女声响起 只见一个身高一米六八 虽是素颜穿着朴素 却仍旧看得出来 颜值很高的一个女孩 关切地问道 却不见沈亿三回话 说 哥没事吧 醒了怎么不见反应 过了几分钟 见沈亿三还是没有反应 他有些慌张了 看了眼神旁的一个年过半白 有些许白发 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 手上伸着老茧衣着朴素的 国字脸男子问道 我也不知道啊 叫下医生和护士来看看什么情况 男子也非常焦虑回道 哦 好的 说完女孩便跑出了病房 去呼唤医生 然而此时的沈亿三 只是有些震惊 导致并没有关注外界 她的脑海中 出现了一个虚幻的界面 显示出一些东西 她正在消化反应罢了 021财富值0 体质65 精神65 技能5 道具5 等级1 升级经验0100 每日礼包 初级钱币盲盒盒一可随机开出 100万1000元 每周礼包 终级钱币盲盒一可随机开出 1000元或技能卡道具卡随机一张 主线任务 为开启开启后 根据完成情况获得评分 获得大量经验 经验可用于升级并获得奖励 直线任务 未开启开启后 根据完成情况获得评分 获得一定经验 经验可用于升级并获得奖励 新手礼包3 已发放至宿主空间 可随时提取 新手礼包可开出体制卡 精神卡 钱币 技能 道具等等 沈亿3看着脑海中的界面信息 过了好几分钟才消化了大部分内容 以至于刚才都没时间回应 简单来说 就是沈亿3 获得了系统 我这也是成为 天选之人了 沈亿3心中 此刻激动了许久 最终慢慢平静了下来 作为社会无好青年 他在读书期间 也是看了网上各种爽文 没想到书中 本不应该存在的传说中的系统 真的能出现 而且就落在了他身上 此时正值华国 224年7月 他作为一个985重点大学的准大三在校生 正放假回家休假 并做了一份兼职赚钱 没想到那天 下班之后路上 发生了抢劫的事件 按理说 路见不平 见义勇为这种事 应该量力而行 但是身为热血青年的他 当时也没想太多 就冲了出去 结果进了医院 系统系统 能听到病回花吗 沈亿三虽然大致看了下系统 虽然了解了些基本的东西 但是希望系统最好能沟通 宿主我在 只见他的脑海中 出现了这几个自算 是系统的回应 还真能沟通啊 沈亿三惊了一下 却是不自觉咧嘴 笑了起来 我这是算重生了吗 他再次问道 不算重生 只是短暂 提供给了你强大的恢复力 和精神力 让你能度过危险期 警官拉回来了呗 还得算你救了我 谢谢 沈亿三忠心地回道 不客气 系统择主本就随机 或许选择了你 也是一种宿命 系统的回答 在沈亿三脑海中 以文字形式浮现 不管如何 还是要谢谢你 沈亿三现在 也是有些后怕 当初的热血澎湃 所做出的选择 要是没有系统救赎 说不定自己现在 真的糖版版了 请多指教 沈亿三再次回道 如果给你再来一次机会 你还会选择那样做吗 忽然系统 忍不住问了句 文字浮现在脑海中 沈亿三愣了一下 难道这系统 也是有感情呢 竟然还会问这种事 系统不应该是 不掺杂情感的存在吗 他想了想 路见不平的选择 似乎有点嘲笑自己 又带着一丝庆幸 毕竟没有经历过 社会的毒打 年轻人很多时候的选择 只是受到良好的义务教育 让我们勇于这样去做而已 但他这次的做法 差点葬送掉了自己 原来做好人好事 不是那么简单 即使最后有好报 但是人都凉了的话 又有什么用吗 过了大概十秒 他还是回答会 系统能感受到 他的意识和真实的想法 不是虚伪的回答 再次显示出几个字 为什么 随心随性 沈亿三简单答道 做就做了 何来后悔 仅此而已 他答完之后 双方陷入了十几秒的沉默 定 鉴于对于宿主的 首次选择回答 奖励恢复卡一张 恢复卡可在十分钟内 迅速恢复宿主 身体受到的创伤 持续时间一小时 提取使用 我去 系统你真给练 看了突如其来的这恢复卡 沈亿三大喜 本来他的伤势住院 至少半个月才能出院 还不包括后续的休假养伤 这样算下来 没有一个月的时间 根本痊愈不了 系统的这张恢复卡 却能将原本需要 一个月的恢复期 缩短至十分钟 简直是创造医学奇迹 不过 毕竟是系统嘛 也是挺合理的 沈亿三想了想开心极了 这时 听见门外 传来了几道急匆匆的脚步声 打开了沈亿三所在的病房 迅速出现在他的床位边 医生你看看 我哥他 只见一名中年男性医生 和一个护士 来到了沈亿三床前 听了汇报赶过来的他们 正要做检查 我哥他当才睁开眼 到现在一动步 忽然 只见沈亿三一个鲤鱼打挺 从床位上起身坐直 大口大口喘气 这情况 将边上一众人吓得不轻 哥你吓死我了 那女孩 忽然扑到沈亿三怀里 眼泪不自觉流了出来 没事了珊珊 我这不是好好的 感受到怀中的少女轻轻地抽搐 沈亿三抱着她轻轻地拍着背 显得宠溺而又自责 女孩名为沈珊珊 是沈亿三的亲妹妹 Sara 你可担心死我们了 与沈珊珊刚在一起的男子 名为沈豆光 是沈亿三他们的三叔 沈亿三和沈珊珊的父亲 排行老二 却是早就不在人世了 自从沈亿三十岁开始 就是沈豆光 在照服他们两个 把他们两个抚养长大 沈亿三他们的母亲 也在沈亿三的父亲离世之后跑了 至今未回来 找过他们 沈豆光由于自身的原因 现在也是孤家寡人一个 未成婚也没有儿女 因此这么多年 早就将沈亿三和沈珊珊 当作自己的儿女看待 只是他们 也就普通农民家庭 沈豆光帮别人 干些劳务工赚点钱 赚来的钱 要供养沈亿三 他们两个读书上学 还有家里的开销生活 一年到头 也存不下钱 看着沈豆光 关切的眼神 和微微颤抖的身体 沈亿三也是两眼一红 说道书 我没事了 让你们操心了 沈亿三和沈珊珊 这么些年 和沈豆光的感情 早已比肩父子 他们两个 一直想改口 叫沈豆光为父亲 只是 毕竟沈豆光 那个年代的思想 还是保守 本就是他们的亲书 改口叫爸沈豆光 始终接受不了 所以一直就称呼为书 小伙子 别这样乱动 你身上伤口处比较多 这样动伤口 撕裂会影响你的身体 男性医生 是他们这边 外伤科室主任 都称呼为张主任 此刻眉头一皱 想让沈亿三 躺下休养 沈亿三看了看 张主任胸前 象征着他身份的名牌 说道张主任 我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能申请出院吗 胡闹 你这伤什么情况 我还不清楚吗 你的外伤 缝合手术 都是我亲自做的 起码需要在医院 休养半个月 换两次药之后 才能回家观察疗养 张主任 听到沈亿三的话 眉头一皱 随时可以出院了 沈亿三坚持说道 哥 别乱说了 安心养伤吧 你的伤好几处 我们都知道不可能 那么快好的 沈珊珊红 着眼劝说道 是啊仨 听书和医生的话 等痊愈的出院 不用担心住院费 半个月的住院费 咱还是交得起的 沈豆光也说道 他以为沈亿三 这么急着出院 是想省着住院费 虽说是他们县里的医院 但是这个单独的病房费用 加上每日的 患药营养费等等加起来 每天少数的花费个 一千以上 半个月下来 估摸着起码两万 对沈豆光来说 他每天帮别人做劳务工 才能赚个三百左右 还不是 每天都有活能赚钱 平均每个月 有个六万七千 能赚就不错了 要存下两万块钱 就算不吃不喝 也需要将近三个月时间 算上各种开支 半个月的住院费 得花 去他将近一年的工作时间 才能攒下来 听书的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养好了伤最重要 钱乃身外之物 沈豆光怕沈一三固执 带着一种父亲的 威严口吻吩咐道 他知晓沈一三的脾性 自从他父亲走了之后 他不仅变得 更加听话懂事 而且人也机灵聪明 成年了之后 有空余时间 就出去自己打零工赚钱 为了减轻沈豆光的压力 不仅将自己 上大学的学费生活费 都给赚了 还经常给妹妹沈姗姗和她钱 美其名曰 让他们帮忙存着 怕自己乱花 实际上 就是给他们钱花 该省得绝不乱花 这就是沈一三 这十年来的生活习惯 不是说 我真的感觉好了 能出院了 沈一三苦笑道 你感觉有什么用 我和你说 你这伤口 要是现在出院了 到时候出了问题 人家说我们医院的照顾不周 没治疗好病人 就让人出院 导致我们医院口碑不好 你担得起责任吗 只见一旁的护士 见沈一三那明完不灵的样子 也是急了指责道 小徐 不要这样说病人 我们医生 切记言语上和病人冲突 这样对病人的心情 和疗养都是不利的 张主任虽然不喜欢沈一三的顽固 却依旧对徐护士说道 哼 老实点该换药的徐护士 白了一眼沈一三 虽然也很不爽 但是主任发话了 还是不敢多说什么 走到沈一三床头跪边 拿起来镊子和纱布这些东西 准备给沈一三换药 沈一三心中苦笑了下 也是觉得 毕竟人家都是为自己好 也没说什么 就半躺着准备 接受徐护士的换药 系统 你说我的伤口应该好了吧 沈一三脑海中问道 接下来本系统 除非重大更新事件或者任务 一般不会和宿主进行沟通 一些具体功能和情况 由宿主自行熟悉探索 系统的文字出现 看得沈一三一了 喂喂 沈一三脑海中呼唤着 却不见系统半点反应 真是的 以为以后能和系统经常聊聊天 培养培养感情了 搞了半天也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沈一三吐槽道 仍旧不见回应 不知道恢复卡的效果 有没有系统所说的那么神奇 虽然拥有了系统 不过对于这种充满玄学的事情 他仍旧保持着那么些怀疑的态度 没错 在他刚才起身之前 他和系统沟通完之后 就使用了恢复卡在自己身上 现在 差不多也刚好过去了十分钟左右 只见徐护士 正有条不紊地 将绑在他脑袋上的纱布 一圈圈拆开来 过了一会 徐护士准备左手拿新纱布过来 右手扯下 沈一三头上的最后一层 没来得及看他头上的伤口 确实见房间那几人 都瞪大的眼睛 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这怎么可能 张主任瞳孔收缩 不可置信地抓住 沈一三双臂 面孔贴近了沈一三的额头 仔细盯着 怎么了张主任 徐护士还不知道情况 听见主任的声音回头看 搁你脑袋上的伤口 怎么没了 沈姗姗也是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徐护士闻言 看向沈一三的脑袋 也是瞬间惊呆了 只见沈一三摸了摸额头 就感觉原来的伤口处 已经没有的伤痕 除了跟缝合的线头 还裸露在外 只见他双指捏住线头 然后轻轻地将线头抽出来 虽然线头抽出来的时候 伴随着阵阵刺痛 但是等线头出来之后 还没来得及流出血 那线头处的细小伤口 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愈合直至消失 张主任死死盯着 看到了沈一三愈合的速度 仿佛看到了奇迹 这种伤口恢复速度 简直是闻所未闻 虽然仍旧有些不敢相信 但是张主任 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 是吧 我就说我感觉没问题了吧 张主任现在相信了吧 沈一三正视了恢复卡的作用 虽然不能说出来给他们听 但是心中却无比的高兴 但是这怎么可能这种恢复速度 我从未听闻过 张主任说道 Sara 你不会是中邪了吧 难道是我们的幻觉 或者你中了什么邪数 沈窦光也不敢相信 他们川省偏远地区一些 少数民族那里 有些一些部落 也听说过那里有邪数 被称呼为骨 有着各种奇特的力量和作用 不过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他以为沈一三 是中了什么邪数 能让他在短时间内 快速恢复 但是会给他后面 带来数不清的麻烦 叔 我很好没事的 我就感觉昏睡过去的 这段时间里面 我的血液 提供给了我超强的恢复力量 就是现在我感觉 非常的恶 沈一三 只能这样 善善解释到 毕竟在不能暴露系统的前提下 他对自己的说法 也是不大相信的 或许奇迹也是存在的 人体的恢复 包括伤口本身就是 新陈代谢循环的作用 有可能沈一三的情况 就是他身体的自愈 带动起来的 这也导致体内 能量用完之后 他此刻饿了急需补充能量 张主任 若有所思地说道 主任 要不要查看一下 他背后手臂的那些伤口看看 徐护士 也缓过来了 开口问道 众人闻言也是 反应了过来 想看看 是不是他身上 若有的伤口 都像这个一样恢复了 随着一圈圈的纱布解开 原本几道深浅布衣的伤口 呈现在众人眼前 果然度恢复了 众人再次惊叹道 过了一会 见众人久久无言 沈一三开口道那张主任 现在我可以办理 出院手续了吧 可以 张主任沉思了下 缓缓开口道 众人详细检查了后 见既然病人都已经恢复了 没有伤口了 自然也就不需要 再要求沈一三继续住院了 沈一三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还没来得及开口 见张主任再次开口道 有个不情之情 张主任你说沈一三道 给你处理伤口时候 我们也保存了点你的血液 样本 希望你能授权 让我们送到省里的研究所进行研究 看能不能分析出来什么物质 或许 这会是医学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而且 我会保证仅仅用来做医学研究 不会用做其他 这个我会和上面 打报告提交申请 我想院长 和上面的领导都会批准 听了张主任的要求 沈一三也是意识到他的恢复情况 使得见多识广的张主任认为 他的血液中 可能存在能够促进恢复的物质 若是能研究提取出来这种物质 并做出临床实践运用于医学领域 确实会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 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见沈一三沉思 张主任还以为他不同意 开口到这样吧 我再帮你申请此次 你来医院的所有费用全免 已经交付的费用全部退还给你 其余不再支付 若是真的研究出 有益于人类的成果 省里 甚至国家 肯定不会亏待你 听到张主任这样说 沈一三连忙到主任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们尽管去研究 我同意了 好既然如此 我刚说过的话你放心 我马上去院长那里 打报告 把费用退还给你 麻烦稍等我一会 小徐 你陪护下他们 顺便给办理下出院手续 等我去了院长那里 回来签字 张主任还不等他们回话 便火急火燎地跑出了病房 约过了十分钟 只听见沈窦光怀里的手机 响起了一声短信铃声 他拿起手机一看 宁伟号6671的银行卡 收到川平县医院退款92元 真的把医疗费退回来了 沈窦光有些不可思议 从没听说过 在医院还能免费看病 他以为刚才张主任的话 只是让沈一三答应 而找到说辞 却没想到张主任的效率 如此之快 而且马上兑现了 又过去了五分钟左右 只见张主任冲进了病房 喘着粗气瓶付了好久 款项你们已经收到了吧 收到了 就是这是沈窦光道 没事 这是我和院长已经谈过话了 院长也非常重视 并和省里做了汇报 已经叫人在整理相关资料 文件上传了 这是说 不好国家中心部门的 也会关注 张主任也意识到 这件事的重要性 他也再次保证了 刚才说的那些话 并已经和有关主管部门报备 且那边也口头上答应了 并让人去补办书面手续 说 既然张主任都这样说了 我们也别辜负了人家 而且他们医院 也不缺你这么点钱 你就放心拿着吧 沈一三道 虽然对医院来说 将近三万的医疗费没多少 但是还给他们免去了 本来留院查看的后续费用 这样算下来 他们能省下来将近五万元 对三年 才存了五万元的沈豆光来说 可不是个小数目 沈豆光双手握住张主任 连连感谢 张主任也是微笑着回应 毕竟这事 要是真能出什么结果 他绝对算得上是大功一件 不过结果 却是注定会让他们失望 毕竟系统这种 不能以科学衡量的存在 创造出人类认知以外的东西 他们怎么研究 都研究不出结果来 沈一三的那些血 只是最普通不过的血液 哥 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 咱们可以出院回家咯 沈珊珊此刻 脸上退去了刚才的阴霾 心里无比的放松 露出了那还未完全长开 却又娇美无比的脸蛋 要是说 沈家的基因确实不错 按照颜值十分满分 来算的话 沈珊珊上高二 还未完全长开兜 已经能达到九分的颜值 等再过两年 估计能提升到九点五 沈一三虽是寸头 但是脸上棱角分明 且阳光坚毅 称不上非常帅 但是也绝对能凭个帅气 达到八分以上 沈窦光年纪大了 而且经过岁月沧桑洗礼 却依旧五官端正 身着朴素 又不失威严 年轻时 也必定是帅小伙一个 沈一三此刻也是 穿好了一件干净短袖 一条七分裤 一双四十二码休闲鞋 结果 沈珊珊手中的袋子 张主任 这是沈一三的出院单 没问题的话 麻烦这里 签个字吧 结果徐护士 已经给沈一三 办理好的手续单 张主任 看了一眼沈一三 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样 沈一三能正式出院了 沈一三接过单子 看了眼上面的 诊断病例记录 终于知道 自己在医院待了几天 他是7月15号晚上 被紧急送过来的 现在是7月18号下午 三点左右 在医院里 待了不到三天时间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出院以后身体 万一有什么事情 可以联系我 张主任递出一张名片 给沈一三 收下了名片 和张主任他们客套了下道别 沈一三他们三人 就走出了医院病房 准备在医院楼下 打个车回家 沈一三原本还不想 浪费打车钱坐公交的 突然想到了自己 也是有系统的人了 就不再坚持 让沈豆光叫了车三人 坐上回家 贵院小区 这个小区 是沈一三他们居住的地方 十几年前 大搞房地产事后 他们老家 被拆迁分到了这里 这个小区 共13栋楼 每栋楼共10层 每层两户人家 自从父亲走了母亲 离开之后 沈一三兄妹 原本是有父亲 留下来的一套房产的 虽然小户型 只有70多平 但足够兄妹 两人住了 只不过住了没多久 当时家里来了一帮人 强行把房子要走 沈一三才十岁出头 只能眼睁睁 看着那帮凶神恶煞的壮汉 将他们强行赶出了家门 要不是沈豆光 听到这是赶来收留了他们 他们兄妹二人 也就成了流浪了 后来 从沈豆光的口中得知 他们的父亲 因为好赌 欠了县里 一个黑老大 将近百万的赌资 不仅将他们补偿的拆迁款输完 就连房子都抵押给了人家 后面某个冬天早晨 沈一三的父亲 沈敏光被发现 死在了野外一片农田里面 经鉴定 说是饮酒过度导致骑车 不慎撞到路边马路崖子 没人搭救活生生的冻死 在外面 之后债主拿不到欠款 自然就上门 来将他们父亲名下的房子 给收走抵债 他们的母亲 也是在沈敏光 没了的当天就跑了 没有带上他们 沈敏光的葬礼 都是沈窦光 和他们的大姑亲戚 过来帮忙操办的 沈一三和沈珊珊 有着这么悲催的经历 却也让他们成长了许多 幸好 后来沈窦光 将他们接到了自己家里住 供他们上学读书 他们才不至于流落在外 贵院小区六栋502 这就是沈窦光的房子 也是沈一三 和沈珊珊居住的地方 开门之后 是一条比较拥挤的通道 两边放置着许多干活的工具 还有一些纸箱废料 进去之后 是一个小小的客厅 放置着一张简单的布料长椅 和一张老旧木桌 一间简陋的共用卫生间和淋浴 餐厅和厨房连在一起 虽然沈一三他们每人 有个自己的卧室房间 但由于总共也就70几平的房子 沈珊珊的房间 还是由当初的杂物间改造出来的 他的房间总共就五个平方不到 除了一张床 一个简陋的衣柜外 几乎放不下其他的家具 沈一三和沈豆光的房间也不大 一个八平多点 沈豆光的也就十平出头 沈豆光原本想将自己的房间 给沈一三或者沈珊珊住 他自己住当初的杂物间 但是二人死活不同意 沈豆光能收养他们 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就已经足够了 可不能纠占雀巢 这个三人居住的小家 虽然拥挤又简陋 但是对他们来说 却是避风的港湾 精神的寄托显得十分温馨 Sara 晚上想吃什么 书给你买菜去做 出院了 可得好好吃一顿 沈豆光对沈一三说道 还是按照家里 经常吃的随便买点吧 别太浪费了 我不要紧吧 那不得见 我给你出去买菜 咱医院都没花钱 也不差这几个买菜的钱 说完沈豆光就出门了 哥 你休息一下 我去帮叔一起 沈珊珊从自己的房间刚出来 见沈豆光出门也跟上去帮忙 一下子家里留下沈一三一个人 他坐在长椅上 估摸着他们俩出去 每个半个多小时回不来 还是回家的感觉好啊 他长舒了一口气 经历了地狱和天堂的转变之后 感慨不已 对了 好像系统那里 还有东西 没来得及看呢 想着他连忙起身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系统空间中 只见悬浮着三个白色的光球 这是系统赠送的三个新手礼包 是否全部开启 系统不含感情的机械声 在空间内响起 全部开启 沈一三默认说道 恭喜获得出击钱币盲盒时 恭喜获得出击体质卡三张 恭喜获得出击随机技能卡两张 三道提示显现在系统空间内 使得沈一三 往那三样开启出来的东西看去 初级钱币盲盒之前系统已经提示过 能开出100-1000的钱 至于初级体质卡的介绍 能开出一点体质 可使用体质卡 提升自身身体各方面强度 初级随机技能卡 则是能开出一项技能 宿主可通过使用该卡 并瞬间学会该技能 另外还有个每日礼包可以领取 沈一三将一个初级钱币盲盒盒 给领取了之后 加上刚才新手礼包开出来的盲盒 总计11个初级钱币盲盒 全部开启并使用 沈一三再次说到 获得288元 获得605元 获得866元 获得399元 11张初级钱币盲盒开完以后 沈一三总计共获得7336元 相较于这种随机金额 能在1100支援的区间内 开出7336元的钱 连也不算黑 所获得的金钱 会打质系统给宿主特办的银行卡中 且该卡不会有任何金融监管风险 今后通过系统 所获得财富来源 全部转化为正当收益 转入宿主的账户卡中 系统温馨的提示显现 看得沈一三心花怒放 随后沈一三发现 自己的口袋中 多了张黑色流金卡片 该卡是由华国龙航发行的卡 卡片尾号8888 叮的一声 您尾号8888的龙行 特别黑金卡 收到转账7336元 当前卡片余额7336元 掏出手机 看着这短信提示 沈一三一愣 没想到系统 一下子把他的手机号 和这张卡直接绑定了 省了他不少事 有系统就是方便 他在心中感慨到 三张体质卡 则是开出了固定的三点体质 沈一三将其使用后 感觉身体莫名 涌出一种能量 约过了两分钟 这种能量散去后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 各方面素质都提升了不少 最后两张 初级技能卡片 则是一张初级推理技能盒 初级追踪技能 不得不说 这两个技能 都是偏向于警方人员才具备的 使用后 就有了相当于 办案组资深专员的经验 对破案和追查犯罪分子 有着极强的敏锐性 看了介绍后 沈一三觉得 这两个技能有些鸡肋了 他又不是警方人员 要这两种技能干啥用 定 发布第一条主线任务 主线任务 在一个月时间内 协助川平县公安解决 目前登记在案的案件 根据完成比例 及难度系数 获得对应评分 经验奖励 根据任务评分 获得30万零500点经验 固定奖励 初级体制卡三 初级精神卡三 终极钱币盲盒时 随机奖励 根据系统奖持 随机抽取三件 任务道具 超级记卡时效30天 因果定位 卡时效30天 发布支线任务 支线任务 将当天与宿主冲突的抢劫 犯罪分子抓捕归案 实现三天 经验奖励 100点 固定奖励 体制点2点 精神点1点 信息预知卡一张时效15天 看着突然出现了一个 主线任务 及支线任务 沈亿三猛了 这么快就有任务了 而且这支线任务 明摆着 是让我报仇血恨 沈亿三回过神来 看着任务 介绍奖励信息 消化了一会也明白了 该怎么做 这是让我 把刚抽到的推理技能盒 追踪用了 沈亿三 使用这两个技能之后 感觉脑袋中 瞬间多出许多 推理方面和追踪方面的知识 这些知识 不仅仅包括按键方向的 就算是平常生活中和学习中 能用到需要推理 和追踪方面的 也都包含 可以说一张技能卡 直接让沈亿三 有了专家级别的工作经验 这体质点和体质卡 有什么区别吗 沈亿三疑惑道 体质卡可给宿主 自己使用 或者给指定的人使用 并可放在系统空间中 随时提取 体质点 只能给宿主提升 当完成任务时候 直接作用倒宿主身上 没想到系统 竟然解释了下 根据你们人类的体质划分 60分算 刚刚满足健康的身体标准 6070分 是正常成年人 比较健康的标准 7080分 是需要经常锻炼运动 才能达到的体质 8090分 是一些特殊部队训练之后 才能达到的 90分以上的人 很少很少 在普通人生活中 基本上不会出现 毕竟正常情况下 体质点越高 后面提升的难度越大 系统 给贴心地解释了一番 神医三理解了以后 看了下 主线任务道具卡 这是出现主线任务之后 才会产生的任务道具 仅限任务持续期间内使用 一旦任务完成后 就不再持续 超级记忆卡 简单来说使用后 能够拥有 真正过目不忘的能力 宿主视线 关注到的东西 会像视频画面一样 保存在脑海中 可随时翻阅提取信息 因果定位卡 则是能根据 与对方关联的存在 因果关系的物品 显现出 因果双方的位置信息 只不过 每天只能使用一次 每次持续显示 定位时间十分钟 反正是临时性的任务 时效道具 沈一三马上使用了 超级记忆卡 瞬间沈一三 感觉自己的脑袋 像是要炸裂般 一股股强大的能量 冲击着他的大脑 痛得 他在床上抱头打滚 过去了五分钟左右 疼痛感终于消失 沈一三的身上 和脸上布满了汗水 尼玛的 这超级记忆卡要命啊 沈一三只感觉自己的脑袋 此刻空灵无比 望眼放去环视房间一圈后 发现所有的物品位置 包括细节等 都被牢牢记住 要是有足够的材料 他能够将自己的房间 完全还原一遍出来 丝毫不带差错的 宿主的精神力不够强大 超级记忆卡生效 带来的疼痛 也会提升宿主相应的精神 请宿主后续注重提升精神 系统再次解释了下 呼了一口气之后 沈一三看了看此时 自己的系统属性面板 宿主 沈一三 年龄 21 财富值 7336 体质 68 精神 68 技能 初级推理 初级追踪 道具 因果定位卡零食 等级 1 升级经验 0100 原本自己的体质和精神 都是65点 自己新手里包开了体质卡使用后 变成了68点 没想到精神 也突然涨了3点 想起来系统的说辞 用短暂的疼痛 换来自己长了精神 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 由于因果定位卡 是任务道具 因此后面 被标注了零食二字 如果任务到时间没完成的话 会怎么样 沈亿三突然想起来 既然是任务 有可能失败的 如果完不成 有什么惩罚奖励的话 那他不得哭去 任务失败并不会有惩罚 只不过 支线任务连续三次没有完成 接下来一年之内的支线任务 奖励减半 主线任务 应根据评分0100 进行奖励结算 若完成度为0 则下调主线任务 后续奖励 评分越高 后续主线任务奖励 也会提升 系统给了说明之后 沈亿三则是放下心来 不过他思考了 会还是觉得 尽力去完成的好 主线任务 完成固定奖励里面 体制卡和精神卡不算 哪怕只有10个 终极钱币盲盒 他也得去努努力完成 毕竟就算他脸再黑 一个终极钱币盲盒保底 都有一千的收益 10个都保底一万了 运气正常点 这个任务 完成了开个五六万 都够他赚几年了 毕竟他暑假期间 接的兼职 平均一天下来 更加不能当一条咸鱼了 看来得先去一趟警察局了 不知道 那天的那几个抢劫犯 会跑哪里去 回来路上 沈豆光已经和他说了 川平县的民警 正在调取各路段 监控寻找犯罪嫌疑人 那两个人当天 情急之下丢下的匕首凶器 被警方带回去之后 检测了指纹 对比数据库后 发现竟然还是有命案的 载逃人员 那两人还有一个开车的司机 总共三人 从西广省那边犯案后 一路逃窜来到川省 目前 川平县已经和西广省的公安部门 获取了各项信息数据 联系了市里的专案组 派人赶往这边 协助抓捕逃犯 由于川平县附近多山川 而且监控覆盖率 也不是特别高 那几个逃犯之前 肯定策划过路径 监控拍到的最后画面 是那天晚上那辆面包车 在川平县和隔壁川江县 中间一条岔路上 便消失不见了 消失的地方附近 零散分布着大大小小的 一些部落村庄 公安正在走访排查中 希望能获取线索 追踪到逃犯 原本这对公安来说 也是一件比较麻烦的案件 不过沈一三思考了一会 便已经知道了 自己如何能快速抓到逃犯 毕竟背靠系统 就算是猪也能上述 哥 我们回来了 沈珊珊和沈豆光进门后 提着一大包食才放在了厨房 鱼虾蟹肉 还有好几种蔬菜 林林总总够他们 做十个菜了 通常买这么多菜 也就是过年过节时候 会花这么些钱 不然他们谁都不会浪费 沈一三正在屋内 思考着后续的任务计划 听到妹妹的喊声 便出门帮他们拾多了起来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他们这种虽然不算贫困家庭 但是也算不上小康 沈一三和沈珊珊 这些年各种家务活 都已经清车熟路 烧饭做菜这些事 也是也是信手拈来 三人约忙到下午五点半 烧了八个菜 做下来大块朵鱼了起来 几人好久没有在家 吃过那么丰盛的菜 都埋头苦干 珊珊 明天上午你去补习路过时候 张阿姨的店里帮我说下 我接下来暑假 不去那里兼职了 沈一三说道 暑假期间 她就在妹妹就读的 高中附近快餐店 兼职送外卖和店里帮忙服务 那家快餐店名为平价快餐 店主是个年纪五十不到的大妈 开店十几年了 由于味道和口碑都不错 加上店里也卫生干净 附近的住户和学生 都爱吃他们家的快餐 生意也不错 因此 学生都亲切地称呼店主为张阿姨 沈一三当初也偶尔去光顾平价快餐 沈珊珊在那里上学也经常路过 也和张阿姨熟络得很 你出事那天 张阿姨就知道了 她和我说过 让你好好养伤 不用担心工作 你不在的这几天 工资也照常给你付 等你什么时候不做了 一起结掉 沈珊珊边吃边说道 那怎么行 你明天和张阿姨说下 就帮我结算到15号的工资好了 这个暑假我 暂时不会再过去兼职了 替我说声抱歉 沈一三想到了 自己接下来要去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 主线任务结束 都将近8月20号了 他们学校9月初开学 他还得提前几天返校 因此 就算完成了主线任务 也没几天时间去兼职了 索性就这样决定了 而且他现在每日礼包都能开出来 100万1000块钱 等于躺着也能赚到自己 每天辛苦兼职的工资 也就不用担心 自己上学没钱花了 啊 那我和张阿姨去说声 不过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不去兼职的话 你的钱接下来上学不够用吧 没事吗 沈珊珊问道 放心吧 我只是不去那里兼职了 接下来时间 我有其他的安排 能赚点钱 沈一三微微一笑说道 珊珊啊 没事输有点钱 三儿就是因为兼职工作 才出了这事 现在出院了 也该休息休息了 大不了接下来输给生活费 沈豆光拍拍胸脯道 沈豆光这些年 存了有十来万 毕竟沈一三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沈珊珊又花费得少 这趟医院原本以为得花光至少一半的积蓄 没想到竟然一分钱没花 不用说 你们就放心吧 我有安排的 不缺钱 沈豆光信心满满 毕竟系统刚开出来了七千多块钱在卡里 原本自己的卡里还存了两千块左右 现在总共资产将近万把块钱 对于他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这还不包括接下来每天和每周的礼包 完成任务之后的收益 开学前不得存下个好几万块钱啊 这样一想 沈一三觉得自己马上就会变得好富有啊 对了珊珊 我出院的事情也别去说 毕竟伤势那么快恢复 会让人觉得奇怪 也是个 那我就和张阿姨说你不干了的事 然后告诉她 你要安心休养一段时间 沈珊珊也是个聪慧的女孩 回到 这餐温馨的晚饭 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结束 几人收拾干净 便各自忙去了 沈珊珊马上就高三了 学业压力大 正在客厅的小书桌上 奋笔集书学习 前几天沈一三的事情 导致她好几天没睡好 学习也落下了几天 沈一三当初成绩 一直在县里的高中年纪段 名列前三 市里重点高中 本来想让她转学过去那边就读 她考虑到离家太远就没过去 最终以他们学校高考第一的成绩 考入了位于大海市的一所 国家985重点大学 这所大学在全国排名 也有前十左右 当初可把沈逗光到了好一段时间 沈珊珊的学习成绩也不错 而且和沈一三上的同一所高中 也是同一个班主任 他们的班主任先交出了沈一三 现在沈一三的妹妹 又有沈一三当初的学习实力 可把班主任给乐坏了 因此对沈珊珊也是格外的照顾 暑假补课原本就是学校额外的安排 沈珊珊前两天就和班主任 说了沈一三的事 缺席了两天的补课 班主任也是完全的同意的 要不是教学任务繁重 他们的班主任都打算空下来 亲自去医院看望沈一三 看着妹妹如此努力 沈一三也是非常开心 然后打开了房门 准备去楼下散步 刚准备下去 她想到自己出院的事 小区邻居都不怎么知晓 也就索性回了自己的房间休息去了 第二天一早七点不到 哥 我出门去学校了 沈珊珊隔着房门和沈一三招呼了下 拿起了手提布包 出门去学校参加补习了 沈豆光几乎每天上午六点左右 就出门找工干活了 怕吵着孩子们的休息 从来不打招呼 过了约十分钟 沈一三也走出了房门 看了下手机的时间 带来的口罩和帽子 也出门了 她一早就将今天的钱币盲盒盒给抽了 获得了340元 现在她的龙行账户里面 金额有7676元了 沈一三戴着帽子和口罩 出门时候 小区里面的邻居都没认出她来 她先往那天案发现场过去 企图寻找到什么线索或者物品 毕竟要是有着逃犯落下的物品 或者其他东西 她可以凭借因果定位卡 锁定他们的位置 只不过搜寻了十分钟左右 她还是一无所获 这也在她的意料之中 因此 接下来她直接前往他们县的公安局 骑了公共单车将近一个小时 她终于到了他们县的公安局 此时正好属于公安局的白天工作时间 你好同志 请问你来公安局需要办理什么事吗 进了办事大厅 接待人员找上了沈一三询问道 你好 是这样的 7月15号当天我在 沈一三简单描述了下那天案件的事情经过 这事情我也知晓 毕竟这种跨省的逃犯追捕 本来就作为重点案件 而且他们又在本县犯事 这几天 我们局长和队长也都在操心这起案件 请问您是有什么线索需要提供吗 接待的人员名为张翠翠 按照沈一三的判断 应该是个刚毕业进来工作没多久的职员 张警官 我暂时没有什么线索提供 沈一三答道 那你来这里是 张翠翠礼貌地问道 只见此时 沈一三摘下了口罩和帽子 露出了他那帅气的面旁 因为我是那起案件的受害人员 想要来这里获得些信息 张翠翠冷不丁没反应过来 然后疑惑地问道 可是我听我们李队说了 这案件的受害人员 因为伤势较重 在县里 医院急救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了 但至少需要半个月才能出院 他有些不信沈一三的话 毕竟沈一三出院的是 除了医院的少数几人和他家人 没有传播开来 就连公安局办理这起案件的相关人员也不知晓 诺 这是我的身份证 麻烦拿去查询下我的信息 是不是当晚受害者就是了 沈一三递过去自己的身份证 出于良好的职业素养 张翠翠拿着他的身份证 去相关人员那查询匹配沈一三的个人信息 是否和医院上的一致 医院的后台数据是和公安系统联网的 因此 查询对比一下 很快就能出结果 过了约五分钟 张翠翠看着同事显示屏上的查询结果 十分惊讶 还真是他 怎么了翠翠 负责查询的同事王力好奇道 刚张翠翠进来 让他帮忙查下沈一三的个人信息 说是案件需要 他帮忙 查询时候没有问具体的事项 张翠翠简单说了下情况 王力也是比较惊讶 不过也没多想什么 无非就是出院恢复了快点 他以为沈一三其实也没伤得那么重 沈一三在接待大厅等到张翠翠出来 笑着问到张警官 查询过了没有问题吧 身份是没什么问题 不过你来的目的 如果是询问案件信息的话 我得问下我们李队了 这起案件他是负责人 而且牵涉到跨省追捕 已经将犯罪人员之前的案件 合并处理了他回到 那你能带我去找下你们李队吗 李队因为这起案件 昨天带人去川平县和川江县周边巡查访问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 我也不知道他具体什么时候回来 如果可以的话 要不你留个电话先回去 等他回来了 我通知你 张翠翠问沈一三 沈一三没想到那么不巧 想了想要不要改变下计划 刚想回答 哎 这不是李队他们的车吗 你运气真好 他们回来了 张翠翠忽然见门外一辆商务车 进了他们公安局 那车辆正是他们李队出去执行任务开的 一眼认了出来 指着外面对沈一三说道 沈一三循着张翠翠的目光看去 过会见那辆车上下来了四个人 走在最前方的是一个约四十岁左右的男子 身高一米八三 眉眼坚毅 身材魁梧 一看就是锻炼过的 这正是他们这边的李队 名为李虎兵 后方跟着二男一女 应该都有二十来岁 看样子是李队带的新人 只见李队四人进来之后 沈一三先迎了上去说道李队你好 冒昧打扰下 见突然在自己面前的青年拦住自己 李虎兵有些不悦 这几天因为案件的事 他忙得不可开交 时间可以说是非常宝贵 不过他也不好将脾气发给民众 淡淡地说道这位小同志 有什么事 可以找我们其他公安人员 我这两天有些忙 怕是没法为你服务 他很委婉地说出了自己没空的话 正准备带人往前走开 这时 张翠翠走过来连忙说道李队是这样的 这位沈先生 和你负责的这个案件有关 他简短地叙述了下 沈一三过来的目的和他的情况 说完之后 不仅仅是李队 包括他后面的两男一女 都十分惊讶 他们前两天 看过关于沈一三的伤情鉴定报告 明白眼前突然出现的男子是沈一三 且那么快出院后 就停留了下来 沐晴 小刘小剑 你们将沈同志带去我的办公室 我上去找下局长 简短汇报下工作就过来 李虎斌还是决定 接见下沈一三 对身后的三人说道 好的 李队 三人同时回答道 沈一三跟随他们 进入了李虎斌的办公室 并在几人的要求下坐下来 等李虎斌过来 简单地和几人聊了会天 沈一三得知了三人的信息 小刘名为刘志伟 24岁 进入县公安局两年左右 一直跟随着李虎斌学习 学习进步十分快 小谢名为谢东东 比刘志伟大一岁 而且早一年进入公安局 目前算是李虎斌的助理 被李虎斌称为穆勤的女孩姓陈 而且是李虎斌的外甥女 和沈一三一个年纪 目前正在上警校 被家里安排暑假 跟随着李虎斌实习一段时间 陈穆勤此刻穿着制服 一米六九的身高 配合上一百斤左右的体重 身材十分亮丽 素颜的脸庞 也显得十分清秀动人 正常打扮下 肯定也是个高颜值美女 几人稍微熟络了下 见办公室的门被打开 李虎斌快速走了进来 并坐上了半公里 他先是在电脑上 噼里啪啦地输入了一回 然后查阅了观看了一回 才转过身来 沈一三同志 你的情况我基本了解了 作为这起抢劫案件的 直接受害人 你有权利 知晓你所属案件的相关信息 但是你应该也听过了 这起案件的作案人员 属于再逃罪犯 目前已经由市里的刑侦队 联合我们公安共同办理 关于犯罪分子的其他案件信息 我们无权告知 李队 我理解你的难处 能告诉我 案件的相关信息我感激不尽 沈一三说道 这是我筛选出来的案件过程信息 你自己看一下 随着打印机的启动 一页页空白纸张被染上了油墨 过了一会 一份十几页的文件形成 还有推理追踪的技能 仅仅用了一分钟 就浏览完毕这起抢劫案件的详细经过 及犯罪人员的信息 那天 沈一三拦住的两人名为王强强 陈大力 接引他们的人名为赵家明 三人之前在西光省那边 从事高利贷放贷 在讨债过程中 殴打两名欠债人 由于下手太重 致人死亡 案发后几人便跑路了 一路走乡间国道 逃到了川省 案发后 他们的各种银行账户被冻结 逃至川省后应该没钱花了 便想抢点钱 就产生了当晚的事情 被抢的中年女性 名为何花记 也是川平县本地人 当晚取钱是为了急用 想拿到市里 给自己的丈夫 做个重要的手术使用 那五万是他仅剩的存款 却不料 被抢至今未追回 由于人命关天 由公安局出面 联系市里医院 将何花记的丈夫 手术先做了 并先行垫付了五万 带犯罪人员抓捕回来 追缴回款项之后 再将钱还给公安局 剩余的一些材料 主要是介绍了那几个罪犯 最近能拍摄到的行动动向 和接下来的猜测路径 李队 当天我受伤的案发地方 你们应该有收集到 犯罪人员遗留的物品吧 沈亿三收起了资料 不经意地放在一旁 其实他刚才已经 凭借推理和追踪技能 结合这几天的警方排查走访 脑海中迅速形成了 那三人接下来 最有可能的落脚区域及范围 不过他没有直接说出来 毕竟和他们刚接触 不了解几人的性格 而且目前来说 最简单找人的办法 不就是借用下犯罪人员的物品 使用因果定位卡 直接把他们找出来吗 我们现场收到了一把匕首 一张五元纸币 还有一根两米左右的细绳 这些应该都是那天 几名犯罪人员 匆忙逃离丢下的东西 李虎斌解释了下 能不能带我去看一下 沈亿三试探着问道 你要看那些东西做什么 陈木晴见他那么快 翻看案件资料 好奇他这个要求 那把匕首 应该是伤我的那把吧 差点送我去见阎王了 总要认识一下嘛 沈亿三打句道 他当然不能告诉他们 直接的原因 鉴于这是犯罪人员 遗留下来的物品 虽然我们已经鉴定整理好了 不过由于你非警方人员 我的权利只有带你去看一下 而且你不能接触那些物品 李虎斌沉默了 会答应了 倒不是说 他给沈亿三走后门什么的 毕竟人家那么年轻的热血小伙 因为见义勇为而受伤 这点小小的要求他 还是能做主答应的 谢谢李队 小刘你带他去证物那里看一下 慕青小县 我和你们说点事 李虎斌一分钟都不愿意浪费 安排吩咐下去 沈亿三跟随刘志伟 来到存放证物的地方 只见三个风口的塑料膜中装的 正是刚才李虎斌说的几件物品 使用因果定位卡 沈亿三这是第一次使用这张卡 心中有些紧张 忽然 他的脑海空间中出现了一张地图 地图中间显现出一个红点 这个红点 是他自己此刻所在的公安局位置 也是证物的位置 从红点向四周扩散开来 怎能清楚看到 一条条粗浅不一的红线 这幅地图逐渐扩大 浮散到川平线川江线区域 而后再次辐射到西广省 东广省等地方 因果定位卡的因果关系 可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因果 红线会根据因果的大小 显示出不同的粗细 越粗的红线代表着因果越重 而越细的代表因果关系越轻 沈亿三瞬间明白了 其中显现出来的问题 看到了其中一根最粗的红线 红线的另一头红点所在的位置 应该就是那三个人此刻的位置 他也不敢耽搁 默默记住了脑海中那红点的位置 根据他刚才看的 案件信息地图对比了下 发现那几个人 此刻位于川平线和川江线 约20公里外的地方 距离那里最近的地图上 有标记的 是一个叫洪家村的地方 大概也有个两公里距离 事不宜迟 沈亿三迅速在心中 准备好了一番说辞 便和刘志伟道谢 然后奔着李虎兵的办公室而去 喂 你要干嘛 刘志峰大喊着跟了过去 李队 冒昧了 沈亿三没打招呼闯进去 使得正在和下属谈话的李虎兵 有些恼火 小伙子 请你注意纪律 这里是公安局 李队 再次抱歉 不过 我确定了那几个罪犯的大致位置 所以有些情景 沈亿三也是急忙到 因果定位卡每天使用一次之后 再次使用得等一天 但是罪犯的位置 可能随时会变 若是不及时追踪 虽然有了大致范围 但找到人 就不一定需要几天了 他可不想拖延时间 万一任务的三天时效果了 他任务失败了 哪里哭去 嘿 沈兄弟 我们公安局讨论了好几天 包括和市里的行政专家开会讨论 也只是定下来了几个 最有可能的出现地点 你这话 我咋那么不信呢 谢东东调侃道 你知道浪费警力 或者消遣公务人员 可是涉及犯罪的 陈木琴促眉说道 他对刚才的沈一三 还是带着些同情的 听了沈一三这吹牛的话语后 难免生出一种厌恶之感 打扰你们两分钟时间 听我给你们解释推理 沈一三早就准备好了说辞 李虎兵也是暂时压下了火气 盯着沈一三 为了获得他们的信任 沈一三也是不敢打花 他根据 推理追踪技能经验 组织下语言 结合案件情况和罪犯动向 将罪犯的走向一步步缩小范围 甚至后来拿起了笔 直接在案板上画图做了标记 对于那些专案组刑侦人员 给出的几处可能的地点 他也是用编排好的理由 给一句句推敲 然后插掉 最后只留下了定位卡给的位置 起初众人还是听得有些心不在焉 不过越到后面发现沈一三的推理和追踪过程 简直堪比那些经验非常老道的专案组人员 而且理由和解释 也是最能够说服大家的 两分钟刚好过去 沈一三也结束了自己的演讲 指着案板上标记得醒目红点 来谢东东性格比较跳脱 有些风趣地说道 对不起 陈木琴忽然对沈一三道歉道 难道你也是警校学侦探推理专业的 他有些不解 按理说陈木琴的家庭条件 使得他有更多这方面专业学习的时间和资源 但是沈一三刚才的一番推理和追踪技巧 确实让他也自叹不如 甚至有些怀疑自己 我在脑海中根据你的推理再次复盘了下 竟然也没发现什么明显的问题 小伙子你有一套啊 李虎斌忽然笑了笑 丝毫不吝啬夸赞 我平时的兴趣爱好 就是看看推理悬疑类型的书 而且我的记忆力不错 对细节的反应更加敏锐 沈一三谦虚了下 不过这件事并没有被证实 众人也没高兴什么 只是按照沈一三的推理 将目标定在了洪家村范围那块 小谢你去准备下申请调动 小刘我们立马准备出动 这次你来开车 我先上去将沈同志的推理 跟局长包括专家们汇报下 请求增加部分警力 对洪家村附近重点排查 当然 其他几个之前关注过的位置 暂时不撤人 以防万一 说吧 李虎兵也是丝毫不拖泥带水 李队 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 沈一三连忙问道 不行 你不是我们警方人员 我们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和风险 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就行了 李虎兵想也不想就拒绝了 不等沈一三再次开口 李虎兵便出了办公室 那个能不能带上 我想过去一起参与下 沈一三只能求助 其他几人期望的问道 虽然系统不要求 他必须自己抓捕罪犯归案 只是要求他三天内完成任务就行 但沈一三还是想亲自参与 能告诉我 你的推理和追踪知识技巧 跟谁学的吗 陈木琴突然问道 没人叫啊 我就是自己摸索的 沈一三善善笑道 且 有些追踪和推理的方式技巧 是那种专家级别的 才能够习惯掌握的 我学了那么多年都才入门 你觉得我会信 陈木琴白了他一眼 显得有些不服 既然沈兄弟不愿意说 咱们也不能强制性问 人家也不是犯人吗 刘志伟打去的帮两人收场 那个刘哥 能带我过去一起参与一下吗 我觉得 我还是能帮上点忙的 你能帮上时 想到沈一三刚才侃侃而谈的经过 刘志伟憋了半天 却也说不下去了 既然你那么想一起去 我可以带你啊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而且一路上都得听我的 不得擅自乱来 陈木琴忽然眼前一亮 像是想到了什么 对沈一三道 什么条件 只见陈木琴忽然凑近了沈一三 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句话 刘志伟并没有听到 沈一三挣了几秒 用一种异样的眼神 看了眼陈木琴 然后笑着说道 好啊 喂 你们两个当着我的面嚼舌根不好吧 刘志伟有些懊恼 而且木琴你可不能乱做主张 理对会 好了 舅舅那里我会去说的 刘哥你就放心吧 陈木琴在舅舅二字上加重了语气 刘志伟顿时泄气了 好了大小姐 我听你的就是了 反正挨骂别带上我就是了 刘志伟说完便出门开车去了 约十分钟之后 李虎斌匆匆忙忙下来 拉开了副驾的门坐了上去 司机正是刘志伟 我们先出发过去 木琴想 李虎斌忽然注意到 后排原本应该是谢东东做的 但是谢东东被安排去协调调动人员了不在车上 竟然是沈一三跟着一起 胡闹 我不是说了吗 李虎斌瞬间身上一股军人的威严显现 舅舅 是我让他上来的 他刚才的推理和追踪技巧也看到了 我想对我们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陈木琴劝说道 我的小姑奶奶 我们是去抓捕罪犯执行任务 不是去玩啊 李虎斌对自己的外甥女有些无语 他们身上又没枪 到时候不让沈一三靠近罪犯 边缘指挥不就行了 实在不行 我来保护他们 陈木琴挺了 挺胸脯拍了下 看得沈一三脸上一红 好凶啊 他感叹道 真是拿你没办法 回去了 给我抄写守则十遍 李虎斌最终还是同意了 却给陈木琴下了惩罚 陈木琴顿时粘掉了 驱车行驶了约一个半小时 他们已经离开了川平县十几公里 来到了地图上标注的洪家村 小刘 去走访询问下 李虎斌吩咐道 之前他们的办案人员还没来过这边走访 只是作为疑似的区域 今天几人也是第一次过来 对这种询问事项 刘志伟自然轻车熟路 带上笔记本和相关设备 拿上了证件 进入了洪家村走访 这个村子的住户并不算多 约莫着一百来户人家 多以居住平房和瓦房为主 两层以上的楼房 这个村子也就十几个 约莫半个小时后 刘志伟回来了 果然带上了线索消息 从一个大爷口中得知 大约昨天下午八点左右 有一辆面包车开到这里 在村头的小卖部 买了些水和食物 待了还没五分钟就离开了 黑灯瞎火的 大爷也没看清车牌 只是在大树下乘凉 看到注意了下 刘志伟从小卖部的老板那里 也证实了 根据最后 他们开车离开的方向 和沈一三推测的位置 几乎完全一致 走吧 那个方向再往前 应该没有什么公路了 几人就算往那个方向跑 也跑不了很远 李虎兵说道 众人再次去车追赶 你说他们会跑多远 陈木晴在后座问沈一三 沈一三沉思了下 在因果定位卡 那十分钟的持续时间里面 三人应该是 没移动过位置的 现在距离因果定位卡 效果结束过去了不到两个小时 他们几人就算跑 也不会偏差太多距离 我们往那个方向过去 大约两公里 我觉得他们接下来 会走山路为主 避开警方的视线追捕 距离应该不会有太远 毕竟没有公路情况下 山路可是难走多了 沈一三再次做了分析 听得众人一起点头 开了一段路之后 沈一三皱了皱眉头 发现这条小路 竟然有些偏离了定位卡 显示几人所在的位置 队长 前方好像有面包车的痕迹 刘志伟激动到 等待靠近下车后 确实发现一辆面包车 停在小路的边上 这条小路上面杂草丛生 再往前方开不到500米 估计就彻底断了 面包车的车牌信息 正是警方确定的犯罪人员车牌号 只不过里面已经没有了人 一些东西也被收拾给带走了 应该是汽车逃跑了 陈木琴说道 肯定是再往前没路了 他们带上东西往那里跑了 想从山里绕到别的地方去 刘志伟也是激动到 感觉就要抓到人了 不对 他们应该往另外一个方向跑了 沈一三开口道 哦 是吗 李虎兵饶有兴趣地问道 应该没错 虽然车停在这里 但是我看了下前方 没有人行动过的痕迹 反而是我们过来的方向路上 约600米左右那边 另外一个山坳口 过来时候 我发现 那里的草丛 有部分生长不自然 应该受过压 形成了一条断断续续的路径 过来路上 我们一直在车里 你哪有时间查看路边的草丛 陈木琴有些惊了 嘿嘿 我不是说过我记忆力很好吗 刚坐车的时候 我一路上都在观察 能记住这些细节 沈一三此时的脑袋 简直就是一栋摄像机 一路上看到的东西 全部印在脑海中 或许这就是天赋吧 就连李虎兵也不得不感慨到 我觉得沈一三的推测没有问题 这是典型的声东击西 那还等什么 赶紧过去吧 刘志伟立马启动车辆 将几人带到了沈一三说的岔口位置 果然发现了蛛丝马迹 这下对他上了 沈一三看着脑海中三个罪犯之前的位置 之前距离他们还有一公里左右 就是不知道现在还剩多远 接下来小心行事 说吧 李虎兵准备好了枪械 对几人再次交代了下注意事项 率先往那条路径走去 你要小心点 罪犯有可能不会束手就擎 我们公安部门的几人 平时都经常训练 单对单的情况下 对付普通人还是没问题的 你等会注意 千万别靠近 陈沐晴对沈一三说道 七月中下旬的正午烈日格外刺眼 几人 还没走一半都已经被毒晒的汗流加倍了 这种天气 他们应该不会跑很远的 沈一三轻声说道 我觉得也是 陈沐晴也同意 此刻娇嫩的面庞 布满了汗水 被晒得一片粉红 这种天气 走没有开垦过的山路 不死也得中暑 刘志伟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愤愤道 只有李虎兵 专心致志地开路 并注意周围环境 显得格外的专注 发现目标了 忽然 最前方的李虎兵 双目注视着前方 可以有效地遮蔽视线 李虎兵敏锐的目光发现 前方二百米开外 一颗歪脖子树下阴凉处 休憩着两个人 两人身旁放了些水和食物 正在擦着汗水 却不见剩下另一人 李虎兵用眼神示意几人前方状况 将枪上唐涅布逐渐靠近 蝉蛙的鸣叫 很好地掩盖住了几人的行动脚步声 并逐渐逼近两人 沐晴 注意下另外一人的踪迹 找到了马上回报 李虎兵示意刘志伟 跟着自己抓捕两人 让陈沐晴去看看 附近另外一人的踪迹 应该是在哪 沈一三虽然没有 直接看到另外一人 但是根据种种细节 发现歪脖子树的不远处 有条刚被清理出来的小径 剩余那人 肯定是去探路了 行啊你 陈沐晴夸道 两人的身体靠得很近 出汗的他 却散发出一丝丝体香 飘入了沈一三的鼻腔 定 直线任务开启 直线任务 在主线任务持续期间内 将陈沐晴对宿主的好感度 提升至80以上 任务奖励 一经验100点 二好感度探测仪 三随机技能卡一张 四前臂 王和倍数卡一张 时效30天 听到忽然出现的系统任务 沈一三恍惚了下 没想到系统在这时候发布任务 看了下介绍 好感度是针对异性的 80点相当于 友达以上恋爱未满的程度了 80点以上 完全就是可以考虑表白 做情侣的那种了 沈一三从小到大没谈过恋爱 高中时期有过暗恋 但从未表白过 系统这个任务 简直让沈一三怀疑 是在针对自己 任务发布后 沈一三忽然发现 陈沐晴的头上 显现出了虚幻的字 好感度 62 看来目前的好感度 只是刚好达到朋友的好感标准 要在一个月内 发展到80点的好感度 沈一三感觉压力山大 至于任务的奖励 倒是暂时被他忽略了 几人在眼神配合试一下 慢慢接近各自目标 沈一三和陈沐晴稍微绕了下 也发现了另外一人的位置 那人正拿着一把镰刀 清理前方不好走的灌木 忽然只见陈沐晴一个剑步 冲到那人身后 一个侧踢在他腰部 那名罪犯在高温下 原本就有些精神疲惫 感应到了有人接近 却还来不及做出反应 就中招了 只见他拿着手中的镰刀 往后面一轮 陈沐晴见状不慌不忙闪躲开来 那人见状 再次挥舞着镰刀 朝着陈沐晴挥去 罪犯身上有武器 陈沐晴虽然会格斗体术技巧 却也不敢被镰刀划到 小心 沈一三忽然间打斗过程中 那名罪犯左手藏了一把匕首 准备给陈沐晴一个埋伏 只见沈一三在陈沐晴与罪犯交手中 找准时机上去 扣住了罪犯的左臂 陈沐晴见状一个肘击 让罪犯右手吃痛 丢下了镰刀 沈一三见状 配合着陈沐晴一脚踢开镰刀镰刀 双手用力锁住罪犯左手 陈沐晴也不含糊几下 就让那人失去了战斗力 二人的配合几招 就把那人给制服了 另一边李虎兵 也是和刘志伟 将另外两人抓获 毕竟被人拿枪顶着脑门 那二人根本不敢做什么反抗 说白了 这三人毕竟不是 真正的亡命之徒 做杀人放火的勾当 只是失手杀了两个欠债人之后 慌忙逃窜的流浪罪犯而已 心理素质和各项身体能力 都达不到汉匪的标准 哪里能是公安人员的对手 陈沐晴抓获的是那个司机赵家明 李虎兵抓获的二人 则是陈大力和王强强 将三人全部靠起来之后 便押送几人往回走 期间 李虎兵还不忘给他同事电话 让人派车支援 那三人虽然垂头丧气的样子 回去过程中 王强强和陈大力 不忘给沈一三 投入了凶狠的眼神 沈一三可不会客气 对他们说道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想报复我也得等 你们能出来了再说 沈一三知道三人心中的想法 只不过几人犯的事 包括放高利贷 杀人逃窜 抢劫这些罪名 不说人头落地 判个老底坐穿 还是没问题的 下半辈子能不能出来 都不好说了 酷暑下 几人找了个阴凉地方 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 才等到公安车辆的支援 将犯罪人员押送上车之后 沈一三也是坐着 李虎兵那辆车一起回去了 支线任务完成 任务奖励已发放 请注意查收 另外 支线任务完成时间 短完成效率高 额外奖励一张 好感度提升卡 系统的电子机械声响起 提示着这个支线任务 已经完成 额外奖励的好感度提升卡 可对一名异性使用 提升对方 与自己的好感度五点 系统空间内 此时沈一三的任务奖励 发放到位 同时 他的身体被奖励了 两点体质点 和一点精神点后 又有所提升 感觉自己的身体素质 增强了不少 库属下的思绪 也不再疲惫 宿主 沈一三 年龄 二十一 财富值 七千六百七十六 体质 七十 精神 六十九 技能 初级推理 初级追踪 道具 因果定位卡零时 好感度提升卡一 信息预知卡15天时效一 等级 二 升级经验 0200 看着自己的最新信息 发现等级提升到了二级 升级经验则是变成了200点 至于新的两张卡 审一三 暂时放着没去用 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 好感度提升卡 需要等这个支线任务 最后几天 要是完成不了 再看情况使用 回到公安局后 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 各位辛苦了 多亏了你们这个案件犯罪人员 终于落网 此时 公安局的大厅内 站着一个年约五十 有些白发的男子 这是他们的局长 名为杨文祥 正在迎接他们归来 实则所在 李虎斌与杨文祥握了握手 我详细汇报了下 杨文祥也已经清楚了 这几天这个案件 辛苦大家了 也不耽误大家下班时间了 今天大家早点回去 好好休息休息 杨文祥笑着对众人说道 引起一阵欢呼 都各自回去收拾 准备回家 参与案件的几个人 都如释重负 这几天的工作量 可把他们累得不轻 但毕竟 这是他们的责任 向他们献成 难得出现跨省逃犯 这种命案 对他们来说 绝对算得上是一件大案件 因此绝对不能放过 这一个立功的机会 这位就是沈一三小同志吧 杨文祥走到了沈一三面前 杨局长您好 不错小伙子 毕业以后 可以考虑来我们公安工作 杨文祥知晓案件的详细经过 自然知道 沈一三的推理追踪能力 才能将那几人这么快抓不到 不令赞赏 对于案件报告 还要等我们和市里刑侦支队 开个会做个总监 到时候的奖励 我们会联系你的 杨文祥提醒道 奖励 沈一三遗症 是的 像这种逃犯人员 国家都是会给广大人民举报 参与者一些奖励 来激发每个公民的积极性 这个案件的奖励分配等 我们商量完了 会致电通知 肯定不会克扣你的 杨文祥拍了拍 沈一三的肩膀保证道 谢谢杨局长 那我回家去了 虎兵 你辛苦下再陪我会 稍微晚点回去 杨文祥挥手示意后 对李虎兵说道 随后相关的几人一起 消失在了沈一三的目光中 你怎么回去 我送你吧 沈一三正准备出门打个车 忽然听见后方 传来了一个清脆的声音 定睛一看 却是陈慕琴出来了 此刻的她 退去了一身工装制服 身上一件白色短袖 衬托出她的细腰和C类胸气 一条紧身牛仔裤 衬托出了她的修长身材 肩上背了个小方包 一头绣发垂在肩上 配上那娇美的面庞 简直就是一枚女神 果然上班和下班的女人 是两副面孔 沈一三也看得心脏不停加快 虽然自己的妹妹 也是极品美女一个 但毕竟长期接触下来 已经免疫了 陈慕琴是她上学以来 接触过的极少的美少女 而且 现在主动和她打招呼 沈一三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怎么回答 喂 你住哪里 我带你回去吧 见沈一三不回话 她再次问道 嗯 我住桂院小区 不过 我还是坐公交回家吧 不耽误你时间了 沈一三有些不好意思 桂院小区啊 刚好顺路不远哦 我住在九龙阁那块 距离你那开车 都用不了三分钟了 你把我们那么快抓住了犯人 我本来就该好好谢谢你 不然这几天少不了天天加班 我得累死 陈慕琴怕沈一三不同意 赶忙解释道 沈一三知道 九龙阁那里 确实顺路 而且不远 但那里 是这县里 有名的高房价楼盘 里面的 都是连排别墅房屋 都是给县里有钱人 买来住的 看来陈慕琴的家庭条件很好啊 弟弟 只见陈慕琴 已经从车库 将他的车开了过来 竟然是一辆白色的宝马七星 上车吧 沈一三 也不在婆婆妈妈的 打开副驾驶的门 坐了上去 车里有着 一股淡淡的清香 让人闻着十分舒服 陈慕琴驱车 离开公安局 像是一下子轻松了起来 身体显得格外放松 看不出来 你家庭条件 还挺好的吗 见上车之后 陈慕琴一直没有说话 沈一三 打开了话题 你也知道 我和我舅舅里对的关系 我爸是大海市人 我妈以前是这边的 后来驾到大海市 跟着我爸以后 在大海市也打拼出了一点产业 由于这个假期 他们二人 一起出国去谈合作业务了 怕我在家无聊 刚好就把我安排过来这边 跟着我舅舅学习了 我外公以前 上过战场的 我舅舅也是 继承了外公的一波 不过由于早些年 在前线受了伤 就推到了公安部门这边了 这边九龙阁的房子 是我爸妈以前投资的 给我舅舅 他们也不住 只能空在那里 这不我刚好回来了 有个落脚的地方了 陈沐勤简单解释了下 那我得赶紧抱紧富婆的大腿 沈亿三打趣地说道 气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话说 你刚才答应我的事情 可不能来账哦 陈沐勤狡黠地说道 放心吧 我暑假 刚好接下来也没什么事 自然愿意帮你 其他麻烦 你还搞定 其实刚才陈沐勤在办公室内 对他说的要求 沈亿三检 只求之不得 陈沐勤让沈亿三 在暑假期间 协助他处理完五起案件 这样他能顺利拿到这边的工作 实习证明外 还能从家里得到奖励 这也算是他家里 给他的激励 不一定需要沈亿三 天天去公安局帮忙 就是陈沐勤 需要他协助的时候 过去下就行 由于主线任务的要求 沈亿三正找不到 合适的理由 去公安局帮忙 这下陈沐勤 可算是帮了他忙了 我明天就能过去 最近感觉自己 适合干这个 想趁热打铁 沈亿三有些迫不及待 不用吧 我都没那么急 而且一些案件 我整理就要花费 好些时间的 等我碰到棘手的案件 有需要的通知 你帮我忙好了 还是我帮你吧 有我帮你整理 肯定会进度 加快不少 我待在家里 也没事 不如给我找点事情做做 而且谁不想和 那么漂亮的景花 天天碰面呢 沈亿三哈哈说道 有嘴滑舌 那随便你吧 陈沐勤面色一红 有些称怪 递白了他一眼 沈亿三定睛一看 发现从回来之后 陈沐勤对自己的好感度 已经上升了五点 达到了六十七点 这个好感度 已经算是不错的 朋友标准了 开开玩笑什么的 还是没问题 陈沐勤的驾驶技术 还是非常不错的 开车约半个小时 就把沈亿三送到了 桂院小区门口 明天七点半左右 我到这边来接你吧 下车前 陈沐勤对他说道 沈亿三重新戴上了 口罩和帽子 想了想也就点了点头 有便车 不坐何必挤公交呢 时间又长又颠簸 而且 他发现似乎挺享受和美女 待在一起的感觉的 明天见 他下车挥了挥手 对陈沐勤说道 陈沐勤点了点头笑了下 便一脚由门离开了 好香啊 沈亿三进门 已经六点出头了 见家里厨房 传来食物的阵阵飘香 去厨房拿了碗筷 哥 就等你开饭了 今天你去哪了 沈杉杉刚洗完澡 擦拭着湿漉漉的长发出来了 去了下工安局 而且将那天 那几个伤我的罪犯 抓到了 沈亿三给他和沈窦光成好饭 坐下来说道 抓到就好 那种人可不能放在外面 让他们再犯暗祸害别人 沈窦光坐下来后 则是愤愤说道 他作为老实了一辈子的 守法功名 最看不得那种破坏 社会秩序的犯罪人员 这种人真该死 差点害死我哥 还是公安局的办事人员给力 沈杉杉挥了挥拳头说道 他们两个并不知道 是在沈亿三的协助下 才那么快将罪犯抓捕归案的 沈亿三也没有必要和他们解释 省得两人担心 哥 今天放学我 已经和张阿姨说了 她同意了 而且让我转告你好好养伤 诺 这是她给你结的工资 沈杉杉说着 去自己的手提袋中 取出的一落百元钞票 交给沈亿三 沈亿三数了数 共有二十张 也就是说有两千元的工资 这金额不对啊 我算了下 从七月一号到十五号 总共就十五天的时间 原本谈的一百元一天的 给我一千五百元就足够了 怎么还多给了五百呢 还有让你住院买点水果吃的 她这几天人手不够很忙 没空去看你就让我带给你了 沈杉杉拍了拍吃饱的肚子说道 既然如此 明天帮我谢谢张阿姨了 沈亿三也不是矫情的人 不会跟钱过不去 放心吧 已经谢过了 她说 让你好了有空过去坐坐 那只能等过段时间再说了 对了 这钱就给你了 你拿着吧 沈亿三将这钱折好 放进了沈杉杉的口袋 干嘛 你自己马上要上大学 还得交学费生活呢 我可不能要 沈杉杉立马退还了回来 听歌的 拿着就是了 而且我找了个新工作 接下来会有不少的收入 不缺这么点的 沈亿三对着她神秘一笑说道 啥工作啊 撒尔 违法犯罪的事情 可千万不能做呀 沈窦光提醒道 放心吧 说和公安那边有关的 你还不了解我的为人吗 沈亿三保证道 巧妙地将系统 能获得工资的事情 和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结合了下 沈亿三算是 为自己接下来 开始变富的未来 找好了理由 能赚多少钱 沈杉杉一副财你的样子 估摸着假期结束之前 怎么的 也能挣一个W以上吧 沈亿三保守地说道 虽然自己资产 已经快过万了 哇 真的啊 那到时候 你要请我吃大餐 沈杉杉抱住她的手臂 撒娇道 必须的 到时候我们 去好好错一段 随后几人收拾了下 就各自回房间休息了 几人的平常生活 就是这么简单 而又温馨 躺在床上 沈亿三看着系统中的界面 显示着 还有一个升级的奖励 没有领取 今天忙活了一天 现在终于有时间静下来 获得等级奖励 中级钱币盲盒1 初级消费反线卡1 初级随机技能卡1 没想到 升一级奖励了三个物品 沈亿三还是很高兴的 领取了之后 沈亿三立马 开了钱币盲盒合技能卡 获得8050元 获得车辆驾驶精通技能 没想到 首个中级钱币盲盒开出的钱 比它系统里面的钱 都要多了 沈亿三脑中 涌现出各种车辆的知识和性能 瞬间觉得 自己的驾驶技术 能达到老司机的标准了 虽然他现在连驾照都没考过 而且也没有车 车辆驾驶精通技能 只是初级的技能卡 而且还有提升的空间 只不过 这里的车辆 指的可不仅仅是普通的私家车 包括各种跑车 越野车等等 甚至坦克 只要是在陆地上开的车 管你是什么车 沈亿三都会开 而且都达到精通 这个技能好啊 他感慨道 初级消费返现卡 能将他的一笔消费金额 以五倍的金额返还给他 花得越多得到的越多 不过消费的上限不超过五十万 不然无法使用 宿主 沈亿三 年龄 二十一 财富值 体质 七十 精神 六十九 技能 初级推理 初级追踪 车辆驾驶精通 道具 因果定位卡铃时 好感度提升卡一 信息预知卡一时 效十五天 初级消费返现卡一 等级 二 升级经验 零二零零 看着龙行黑金卡到账的钱 达到的财富值 沈亿三感慨了一会 他的口袋从小到大 没有这么富裕过 而且 初级消费返现卡在 他准备假期结束前 找个时间 好好花一笔钱 还能让自己瞬间报复 一夜无事 第二天一早醒来 和往常一样 妹妹和沈豆光 已经出门了 沈亿三 开了每日的钱币盲盒 获得了503元 财富值达到圆 忽然好想 当一条不用努力的咸鱼啊 他忍不住感叹道 不过 这辈子是不可能了 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 催促他整理好一容仪表之后 在约定的 七点半碰面时间 提前十分钟 到达小区门口 身为一个优秀的男生 不可能让女生花时间 等自己的 更不可能 让一个美女等自己 沈亿三现在 口袋富裕了 买了十几块钱的 豪华早餐 顺便给陈沐晴 也带了一份 过了几分钟 陈沐晴的车 出现在小区门口 上车吧 陈沐晴摇下车窗 对沈亿三打了招呼 沈亿三打开车门 坐上车之后 两人前往公安局了 这是谁家的孩子 刚才接他的 那个女娃推水灵了 几个上了年纪的大妈 买完菜回小区路上 看到这一幕 开始脚耳根了 早晨这个点 可是小区情报局 人员活动高峰时间 虽然沈亿三 戴了口罩和帽子 但是在小区门口 出现一辆好车 开车的 还是那么漂亮的女孩 顿时引起了 小区情报部门的八卦 甚至有好心人 还拍了照片 和视频记录了下来 吃早饭吗 给你带了点 沈亿三递过手中 满满的一袋小笼包 还有一杯豆浆 不用了 我早饭吃过了 陈沐晴拒绝道 于是 沈亿三自己吃了起来 秉着不能浪费的原则 满满一袋小笼包 都被他消灭 两杯豆浆 则是喝了一杯 剩下的等晚点再喝 打了个宝格 沈亿三问道 你在局里 实习的主要任务 就是整理案卷吗 对的 虽说有我舅舅这层关系 但毕竟 我是来实习学习的 局里也不好派发什么 复杂危险的任务 让我去处理 就给我安排了这么个差事 那昨天 李队还把你带上 沈亿三有些不解 这不是最近 因为这个案件 局里面人不够吗 听舅舅说 刑侦组的人过来 就调了五个办案人员 要过去配合 并全程听指挥 鉴于对方是 市里派来的专家 而且有一定的经验实力 就只能听上面安排 这就导致了 局里面人手不够了 只能临时抽掉 我过去帮忙 毕竟跟着我舅舅 我还是比较安全的 就是这几天 可把大家累得够呛 昨天我们回去 路上听到犯人 已经抓获之后 那个专家 似乎有些惊讶和生气 还莫等我们 到达就急匆匆走了 这些都是谢东东表哥 昨晚手机上聊天 和我说的 陈沐晴还专门解释了下 理解 不过看你昨天 不像是新人的样子 沈亿三想起 昨天陈沐晴干练的样子 有些怀疑的问道 哼 那是 本姑娘从小就喜欢这方面 小时候跟着我外 工学了不少本事呢 而且在大学时候 还是我们学校女子 搏击队的冠军 没两把刷子 我舅舅怎么敢带着我 陈沐晴有些自豪地 挺了挺胸 并露出那修长的搏梗 看不出来 你还是个高手啊 沈亿三称赞道 感谢夸赞 不过 只见他 突然一个急刹车 原来前方红灯 差点就闯过去了 然后 他扭头看着沈亿三 你的推理能力 和追踪能力 让我太佩服了 虽然我也听过 许多厉害的专家讲座 但感觉 还是你对细节的把控分析到位 而且昨天 也确实根据你的判断 迅速抓到了罪犯 要是那种经验丰富的刑侦 办案人员 我也不会佩服他们 关键你 和我一个年纪 而且还不是学的这方面专业 我感觉自己前些年 都白学了 说吧 你到底是怎么学的 能教教我不 陈沐晴有些期待地问道 喂 不带你这么忘恩负义的呀 我帮你 去处理整理案件 你还想让我给你免费 教学打白工啊 沈亿三直瞪瞪 看着陈沐晴打去道 陈沐晴也是被 不教就不教 这几天我偷偷学总行吧 这倒是可以 就看你的本事了 不过 我可没特意学过这方面的东西 看看书 看看悬疑句 推理句自然而然 有思维判断能力 沈亿三只能这样糊弄别人 系统给他的能力 他也没法说出去 歉 不说拉倒 有没有那种 可能我就是 那万中无一的天才 沈亿三突然自恋道 呸 看你那嘚瑟的样子 陈沐晴忍不住有些唾弃他 这时 沈亿三发现陈沐晴 对自己的好感度显示 竟然又涨了一点 达到了68点 这样相处的方式 看来最容易获得 陈沐晴的好感度 沈亿三感慨道 就在两人愉快的闲聊中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公安局 停好车 距离上班时间 还有十分钟左右 陈沐晴带着沈亿三到 自己的办公室 对着他这个办公室的 另一个女孩说道 萱萱姐 我今天找了个苦力 来帮我们分担工作 叫沈亿三 陈沐晴的办公座位旁 是一个约30岁左右 有些胖胖的女生 叫做郑萱萱 陈沐晴来之前 都是她在负责案件的资料 这块东西 有可 还是个帅小伙 沐晴还是你厉害 看来 我接下来几天 能打回酱油了 郑萱萱也是个风趣的人 和沈亿三 打过招呼后 算是认识了 实习生 郑萱萱到了杯水 给沈亿三问道 不是 免费的苦力 沈亿三笑着回道 这年头 还有免费干活的 沐晴这是你 和上面说了吗 郑萱萱问道 这不就上去说这事吗 放心吧 大不了我自己 付工资嘛 陈沐晴一点也不在意 真是个小富婆 郑萱萱回头 对沈亿三说道 看上她了 噗 沈亿三一口水刚入口 忍不住喷了出来 八字还没一撇呢 我们昨天刚认识 咋可能吗 哈哈 弟弟害羞了 放心吧 姐不会乱说的 郑萱萱拍了拍她的肩头 给她一个 你懂得的眼神 姐你可别乱说 我们两个真没事 沈亿三 接着跟她简单地说了下 他们认识的情况 和过来的原因 这样 不过沐晴人又漂亮 家里条件又好 追她的人可多着呢 你这几天和她相处时间那么多 可别放弃了这个机会哦 郑萱萱不断教唆着沈亿三 沈同志 听沐晴说 你要帮她过来处理案件 这时 李虎斌忽然出现在门口 身后跟着沈沐晴 不断对她眼神示意 是的李队 可以吗 自愿的 非常自愿 这是我们公安局 没法提供你报仇的 我不需要的 重新拉出 了是我负责 陈沐晴保证道 有个要求 李虎斌开口道 李队你尽管说 关于这里案件的东西 不得泄露给案件无关人员 需要签署一个保密协议 不然可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这个没问题 沈亿三回道 他知道这么说 李虎斌已经同意 他在这帮助陈沐晴处理案件的事了 李虎斌一方面 是给自己的外甥女一个面子 另一方面 他也在昨晚详细调查了 沈亿三的个人信息履历 发现沈亿三确实没有什么污点 从小到大都是好公民 在学校中都一直被评为三好学生 甚至是县里两年前的高考第一名 李虎斌当然愿意 让这么一个有能力的人来公安局帮忙 轩轩就安排他暂时坐那个位置吧 李虎斌吩咐道 好的李队 我给收拾下 不久后 一张空的办公桌就整理出来 当做沈亿三的临时办公的点了 李虎斌见状也就离开忙活去了 好了 可以开始今天的工作了 陈沐晴此刻心情不错 随后从档案柜里面 抽出了一个个纸质档案盒 这些是经济纠纷类的案件 这些是积压的老案件 双方一直达成不了协议 老难办了 这些是一些刑事案件 陈沐晴一口气 搬出了十几个案子文件给沈亿三 然后说道 这些我都已经看过了 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好的处理头绪 你看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反正不管怎么样 提意见就是了 能解决掉最后 解决不掉也无所谓 沈亿三看着这部分案件 扫了扫剩余的 估摸着这里应该有百来个未解决案件 我先看看吧 沈亿三也不耽误 开始浏览了起来 只是他浏览的速度过于快 还没五分钟 就把厚厚的一本案卷翻完 接着看下一个了 前面几个还好 陈沐晴和郑萱萱也没当回事 在沈亿三还没过去二十分钟 就要翻完第五个案卷时候 郑萱萱忍不住了 沈弟弟啊 你这是看了个寂寞吗 怎么了萱萱姐 这几个我都看完了 沈亿 三回道 不是 你这速度也太你看完了 了解这几个案卷的具体情况吗 都记住了 放心吧 我来看看 问你些案件的有关问题 考考你看 陈沐晴也有些不信沈亿三的效率 想要确认下 问吧 沈亿三一点也不担心 开玩笑 超级记忆卡的能力 早就将这些案卷信息 看看烙印在闹钟 就算让他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都没问题 这个劳动合同纠纷案件 假方观点是 乙方证据是法院的判决 双方不服上诉的诉求 这个商人案件 协调双方的接受程度 目前公安的意见是 一个个问题 被陈沐晴抛了出来 沈亿三装作思索了一会 然后将那一个个问题 一一解答 过程中 他还时不时提出了 新的观点和想法 对于案件的处理 和各种想法 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听完他的话后 两人目瞪口呆 开玩笑的吧 郑萱萱有些不敢相信 我的记忆力可好了 这些东西过一遍就记住了 沈亿三有些得死地说道 这哪里是好 过目不忘 都没有你这样变态的 陈沐晴也忍不住吐槽 你能不能把你刚才说的 观点和想法给写下来 刚说得太快记不住 但是我感觉 你提的那些意见 似乎很有道理的样子 可以啊 沈亿三说完 找了张纸 根据几个案件情况 写下了自己的判断和方案 杀杀杀 只听见落笔书写声 两人谁都没敢打扰他 办公室忽然出奇地寂静 过了许久 沈亿三将每个案件 在自己脑中推理了一番后 写了总共十几张而四纸 他的推理技能 对所有的事件 都能给出合理的预测方向 有些难以解决的民事问题 还能给出一定的建议 正所谓 清官难断家务事 一些涉及到亲戚家庭纠纷的 就算公安协调 也有心无力 双方不达成和解 也只能一直将在那里 一直执行不下去 不知不觉 时间来到了上午十点多 沈亿三将这些分析整理 和自己的看法 写了下来后 交给了陈沐晴 你看下这些 有些东西 也是我写的时候临时想到的 我也给加了进去 陈沐晴快速过了一遍之后 用一种怪物的眼神 看着沈亿三 给我看看 郑萱萱也迅速看了起来 许久 沐晴 我觉得她比我们更适合这份工作 要不我去找杨菊提提 郑萱萱也是梦啊 没看见过这么离谱的 从她的这些想法中 比起那些专案人员 都丝毫不差 甚至更好 你在这继续看看这些案件 我拿着这些 找舅舅去谈谈 陈沐晴脸红了红 见沈亿三点头 便拿着她刚书写的资料跑出去了 不知不觉到了十一点 沈亿三已经将早上陈沐晴 交给她的这些案件 全部看完了 她靠在椅子上 脑海中用推理和追踪技能 不断整理不同案件的线索和方案 忽然 陈沐晴她踏踏的脚步声 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身后跟着 不仅仅是李虎兵 还有杨文祥这个局长 沈小同志 这些案件 都是你给的建议方案 杨文祥激动地 拿着沈亿三的手稿问道 确实是的 好几处建议 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我相信 根据你这些方案 我们绝对能节省很多办案时间 这些案件能迅速处理完结并结案 也不怪杨文祥那么激动 档案室的这些案件 积压在这里 有些时间比较少 有些却是一些陈年就案了 其中有些事件牵扯到的方面太多 很难做出有效的处理 哪怕是法院判决下来的 让他们公安执行 都不一定能百分百执行 社会是复杂的 人性更是复杂 解决问题的困难 也是各种各样 配合不配合的各种人都有 但是沈亿三提供的思路和方案 对他们县里面 绝对是巨大的帮助 开始我还以为 沐晴只是想偷懒 才让你过来帮忙 现在看来是我们错了 局长 我建议沈亿三参与的案件解决的话 局里给他一些奖励 李虎兵开口建议道 这是自然 对了昨天那几个罪犯案件下来了 我们赶紧去开个会 把奖励的事情落实下来 杨文祥此刻满面春风 招呼着李虎兵离开 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这些是我上午整理出来的 给你 但杨文祥他们走了之后 沈亿三将其余的案件 又写了标记和建议 给了陈沐晴 这才一个上午 那么多 陈沐晴看着自己给他的案件 似乎都已经给他解决了 心中不由一阵起伏 习惯就好了 我刚才坐在这里 已经目瞪口呆的好一会了 现在麻木了 郑萱萱随手抓了把零食塞自己嘴里 吐槽道 这家伙简直不是人 要是他以后来这里上班 我肯定得实验 那不一定 凭我的能力 肯定会马上升职掉走 到时候不还是得你来干 沈亿三丝毫不谦虚 嘿 沐晴这小子 有些欠揍了呀 郑萱萱给沈亿三一个白眼 几人调侃了一会 接近了饭点 倒点了吃饭去 郑萱萱看了眼时间 准时在十一点半 和他们说道 他们公安局没有设置食堂 吃饭平时 几人都是在门口的餐馆吃饭 行啊 我来请 陈沐晴主动提到 我就喜欢吃软饭 沈亿三哈哈一笑 那要不让沐晴给你吃一辈子的软饭 郑萱萱补叨道 萱萱姐 陈沐晴登了灯脚 沈亿三注意到 一上午过去 陈沐晴的好感度 竟然又涨了 达到了七十二点 这么快的 还有一个月的话 看来支线任务这个应该稳了 沈亿三内心道 有了一张好感度提升卡 他只需要把 陈沐晴好感度提升到七十五点就行 就差三点 还不是轻轻松松 郑萱萱也没在开玩笑 明白适可而止 却给了沈亿三一个鼓励的眼神 几人来到公安局门口 一家叫做百姓饭店的餐馆 这里做的饭菜 符合公安局这边工作人员的口味 很多人经常在这边吃 或者打包回去的 几人点了几个菜之后便就做 期间还有他们公安局的人过来买饭 陈沐晴和郑萱萱也打了打招呼 这顿饭吃到将近十二点半结束 陈沐晴买了单后 便火速回到了办公室休息 花费的并不多 三个人也就吃了一百多块钱 这对陈沐晴这个小妇婆来说 毫无压力 7月下旬的天气格外炎热 哪怕是他们公安局 也是下午两点才正式上班时间 刚上班 陈沐晴便将沈亿三上午 整理出来的其他资料 交给了李虎斌 那边也是这么好一会 接收过去之后 开了个临时会议 下午四点出头 陈沐晴接到李虎斌的电话 说经过会议研究 准备分成几个小组 根据沈亿三的建议 去处理这些案件 经过讨论 沈亿三跟着陈沐晴 与谢东东一组 明天早上开始 就可以根据案件地址去办案了 不用来公安局 几人在办公室简单整理了会 沈小同志 门口传来了杨文祥的笑语 杨局长 你有什么吩咐 沈亿三赶忙出门迎接 没什么吩咐 就是会议开好了 关于那几个逃犯的奖励分配 已经下来了 这不是给你发奖励来了 只见杨文祥身后 一个身着白色衬衫的 受伤男性走了过来 手上端着一个托盘 这人是杨文祥的秘书 叫做邵君 托盘上有几肯现金 还有一面锦旗 这是我们公安局和上面商讨后 公平公正地给出的奖励方案 杨文祥笑着说道 这是五万元的现金奖励 给你个人 这个案件上面 给予提供重大线索 并抓捕罪犯的人员奖励十万 由于抓捕 是我们公安部门负责完成的 就只能给你一半的现金奖励 这个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 不过这也太多了吧 沈一三可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多钱 心跳不由地加快 哎 一点都不多 剩余的五万 也需要给予其他参与人员一些奖励 所以分给你的就一半 当然了 为了表彰你的行为 我们还做了一面锦旗给你 谢谢杨局长 我真是受之有愧 沈一三看着邵君 带着微笑 把托盘递给自己 也是双手接过 将五万元现金收起来 将口袋塞满之后 他打开了锦旗 键上面写的建议永为几个赠年 落款单位 正是川平县公安局 好了 邦沐勤的事 你也多费心了 这孩子虽然聪明 但是心高气傲 我很难看见他有福气的时候 我可得和他外公去唠唠 杨文祥爽朗地笑了笑 便带着秘书离开了 身上一下子多了五万 沈一三捂了五口袋 可不能把这钱给丢了 哟 咱们的少年英雄 是不是得请搓一顿啊 郑萱萱丝毫不放过 这打土豪的机会 当然可以 就这周六晚上 我请你们去川平路那边吃晚饭 感受着鼓鼓的口袋 沈一三感觉自己 终于不用因为钱而小心翼翼了 那就这样说定了哈 沐勤 沈弟弟要请我们吃饭 你应该不会不去吧 郑萱萱笑着说道 行吧 周六我也不用值班 正好有空 陈沐勤并不排斥 而且经过两天的相处 他发现对沈一三 也是越来越感兴趣 越来越好奇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今天是星期四 后天晚上川平路文化广场那里会合后 再看看去吃什么 沈一三也不知道两人的口味 也没决定好请吃什么 反正那边算是他们县里的中心商业街 吃喝玩乐少不了 到那边再跳就是了 行 你们两个明天要出去办公 估计也不会来这 那就后天见了 郑萱萱看了看一眼手机时间 正好快到下班时间 立马收拾了下 去衣帽间换上了自己的衣服 简直一个标准的打工人 沈一三看着彩点离去的郑萱萱 有些无语 哈哈 按照萱萱姐的说法 下班都不积极 肯定思想有问题 陈沐勤抿了鸣嘴笑道 走吧 我们也下班了 把一件老赖的案子给协调下 看能不能解决 陈沐勤将三份档案抱在怀里 这是他们局分好了任务之后 分组派发的 对于陈沐勤这组 虽然是谢东东带队 局里给他们分配的 也是难度相对简单的三个任务 至于涉及到危险的案件 则是由局里面经验丰富的组长带队 下班出了公安局 陈沐勤驱车载着沈一三 回到了贵院小区 今天到家 比昨天早了将近一个小时 沈一三下车之后 小区门口的情报部门人员 又启动了 看得出这是谁家的娃婆 那开车的姑娘 肯定不是咱们这的 没这车牌号 小伙子戴着口罩戴着帽子 认不出来 看来有情况 不然早晚还接送吗 沈一三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小区情报组盯上了 对于华国最神秘的情报部门 以家里为原点 小区为直径 没有什么八卦 是他们不知道的 静止走向自己家所在的楼 并上了电梯 今天她是最早回来的 不过还没过多少时间 沈珊珊和沈豆光也是陆续到家 哇 哪里来的五万元钱 沈珊珊看到沈一三坐在场椅上 眼前是厚厚一摞钞票 眼睛发亮 我赚的 沈一三神秘一笑说道 哥 你说 你去找了个什么工作啊 这刚去一天 就带回了五万元 沈珊珊有些不幸 啥工作能这么赚钱的吗 Sara 你这工作正经不 叔怕你出事啊 沈豆光也是有些慌 哈哈 叔瞧你说的 你放心吧 我这钱来路最正常不过 而且是公安局给的 啥 公安局不抓你 还给你钱 沈珊珊瞪大了名谋 不可思议道 你看这是什么 说着 沈一三摊开了眼前的锦旗 只见见义勇为 那表彰的大字 出现在他们面前 哇塞 公安局发的锦旗哀 沈珊珊有些崇拜道 是这样的 沈一三给了沈珊珊一个摸头沙 然后将钱和锦旗的来历 简单说了下 他没有阐述的很详细 就和他们说了 帮助公安局抓住了逃犯 上面有奖励金额派发下来的 两人听了沈一三的解释后 心里的疑惑也是荡然无存 沈窦光满脸笑容 为沈一三感到骄傲 自己内心也是无比自豪 说 这钱你拿着吧 给家里补贴点家用 珊珊的生活费 也可以涨一些了 沈一三将这笔钱 交给了沈窦光 书帮你存着 给你以后结婚用 沈窦光小心翼翼地存了起来 生怕弄丢了 哥 不用给我涨生活费 我够用了 沈珊珊也是十分懂事 以后赚的只会越来越多 家里不用再那么拮据地过了 沈一三想要将最好的生活 带给他们 在心中默默下了决心 一夜无话 第二天 沈一三如约和陈沐晴 出发到达了幸福小区 这是一座建成没多久的小区 几人负责的案件 是因为一起拆迁分配纠纷过来的 他们三人 和这起拆迁案件的相关人员 磨了将近一个上午 最终 还是因为分配问题 达不成协议 其实之前也是这样 而且这个案件的相关人员 都没什么错误 只是由于原本的户籍政策不完善 导致谁都不想吃亏 谢东东和陈沐晴 口水都快说干了 那几个案件相关人员差点上头 在他们面前 就要动手货 没错 就是动手货 也就是这样 才进了他们公安部门的档案 由公安负责出面调检 看着那些接溜子 沈一三算是明白 这案件难解决的点了 不过他在谢东东协调的过程中 根据推理分析 逐步掌握了几个人员的性格 和微妙表情 对于他们的底线 应该猜测出来了八成 最后他出面 张口就强硬地说出了解决方案 给谢东东 陈沐晴打了个眼神 示意他们唱双簧配合 于是后 他用妨碍执法的罪名 和寻衅滋事罪 配合着套出几人能接受的底线 把几人唬得一愣一愣 最终 三方相关人员都服软了 表示愿意接受方案 这可把陈沐晴乐坏了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调解书 让他们几人签字确认后 这个案件便宣告完结了 出了幸福小区之后 陈沐晴忍不住露出甜美的笑容 这就半结了一个案件 还有两个案件 今天不知道能不能办完 他期待地说道 顶着炎热的酷鼠 谢东东给他们买了几只冰棒姐姐鼠 辛苦了 找个地方吃个饭休息会 下午出发永会广场那里吧 谢东东一点没有架子 领着两人 就近找了个餐馆 吃了个便餐 下午一点不到 几人到达了永会广场 这里有个商户店面租赁合同产生的纠纷 因续租谈不拢 租户一计之下将业主给捅了 因此涉及到了刑事责任 虽然犯案人员已经得到了法律的处罚 但是在业主谅解和赔偿这块 在执行完毕之后 却迟迟得不到解决 这家商户的两人都是酱脾气 两人都长得五大三粗 一看也都是社会人 在交涉过程中 也是经常被他们的眼神震慑 沟通效果并不理想 沈一三顶着威慑 最后竟然差点和对方掀桌子 对方才勉强同意协商方案 在签署了和解书之后 三人长嘘了一口气 终于离开了这里 沈一三此刻掌心中布满了汗水 刚才差点就顶不住压力 陈沐晴看着刚才沈一三的果断冷静 心中似乎有些萌动了 沈一三瞥了一眼陈沐晴好感度 不知不觉已经上升到了74点 距离完成任务要求尽在咫尺了 萨儿 以后毕业了 你一定要来我们公安局就业啊 谢东东感慨到 他在单位工作这里面 也没听说过这么变态的人 不仅会推理分析 追踪能力也强 办事沟通效率更是令人惊叹 不是学相关专业的 却比专业的人员显得还专业 简直恐怖如斯 沈一三哈哈一笑 敷眼过去了 开玩笑 有系统的存在 以后天高任鸟飞 无非就是时间长短问题 沈一三的心态正在逐渐转变 接下来 他们又去了手上分配到的最后一个案件地方 这是川平县一个边缘村庄 名为牛头村 村里发生过一件灭门命案 前几年在县里也算是轰动一时的 由于村里位置偏僻 当初受害者一家被发现尸体时 过去了将近三天 虽然警方迅速锁定了凶手 但当时在抓捕的途中 由于凶手强烈反抗 遭到警方疾病 受害者家里的三具尸体 是一对中年夫妻和他们十岁的儿子 经调查 这对夫妻还有一个在外地刚上大学的女儿 发生了这么件事 再怎么难以接受 警方也得把这个事实告诉那个女孩 最后却发现联系不上那个女孩 警方调查后发现 那女孩在那户人家出事的前几天 有购票记录回家 可能当天回来的匆忙 村里人都还不知道而已 这可把警方给吓坏了 发现怎么也联系不上对方之后 定位了失踪人员 最后经过办案民警的社会人员关系排查分析 那个女孩上大学 时候就与那凶手有过频繁的接触 经过不断的走访调查 警方最后定案 这是一起情杀案件 凶手应该是跟着女孩回到了他家 接下来发生了惨案 只是女孩的尸体一直没有被发现 成了这案件迟迟不能结案的一道枷锁 几人到了牛头村当初受害者的家里之后 看着破败的门楣感慨万千 这个案件咱们尽力而为吧 这个案件没有危险性 但是寻找尸体的难度 却可以说是咱们局里面最高的 谢东东也是不抱希望 带他们过来看看 能不能发现什么新的线索 就算没有也再正常不过 沈一三确实眼神一亮 有因果定位卡 找任何人哪怕他死了 只要存在因果关系 就能定位 好一件作弊神器 昨天因果定位卡没有使用浪费了一次 今天刚好能派上用场 当初那个女孩居住的房间是哪个 谢东东给他指了指方向 沈一三小跑几步来到了女孩当初的屋子 里面已经落满了灰尘 很久没有人进来并打扫过了 他环顾了四周 见也没什么显眼的物品 主要就剩一张老旧的木床 还有几张桌子椅子 陈木晴跟在沈一三身后 好奇地问道 这次不会又让你发现出什么线索了吧 只见沈一三神秘一笑 说道 心中默念对着那张床使用了因果定位卡 瞬间 几根红线沿着这个红点发散开来 这次红线显示的并不多 几条稍微淡点的连接终端是一片公墓 应该就是那受害者一家埋葬的地方 还有一条粗点的红线 竟然显示位置 就在受害者家里 这个位置 是他们家一层得柴火灶 不出意外 那个女孩的尸体应该被埋在了柴火灶 沈一三虽然发现了位置 但也不能直接说出来 不然就太离谱了 走吧 去其他处看看 他假装在老屋内观察 走着走着没一会 就来到了柴火灶所在的厨房 厨房面积并不大 柴火灶的空间就占据了一半 找了个木棍 他在近火的地方不停波动翻找 一层厚厚的草木灰布满了底部 积累了约二十分钟的厚度 也顾不得多脏多累 过了不久 他将那些草木灰清理了出来 草木灰的下方显露出几块不规则形状 不平整的瓷砖 你在这里干什么 陈木灰不由地好奇道 只见沈一三转过头 对他抛去一个莫名的眼神 当初警方查过这里吗 这个我不清楚 我也没来过这 陈木灰老实道 难道你是说忽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瞪大了眼睛 如果我没猜错 应该就是在这了 沈一三虽然是猜测的话语 但他语气却有无比的肯定自信 谢东东也听到了他们交谈的动静 赶了过来 听了沈一三的说法之后 他也是不可思议 当初我刚入职 恰巧参与过这起案件 当时调来的警犬追踪 却没有发现这里的异常啊 他非常疑惑 首先 当初作案人员犯案时间短 如果他将女孩尸体 带出去其他地方处理 难免动静和痕迹 容易被人发现追寻 其次 柴火灶下方的草木灰 积累那么厚 能有效掩盖这种痕迹气味 加上尸体上方给砌了瓷砖 警犬都不一定能够有效追踪到 甚至有可能尸体 已经被焚烧了 埋在这 他推测到 而后又跟他们编造了下 自己屋内的发现 和这里异常的猜测 根据答案提出问题 很难吗 两人被他的推测 震惊了许久不能说话 还是谢东东律先反应过来 你说的很有道理 这里也确实异常 只见他迅速拿出手机 去请求支援 没过两分钟 便对二人道 增援人员和设备 已经安排出发 我们在这稍等会 虽然已经临近四点 这么一来下班时间 又得推迟 但是几人 没有丝毫的不耐烦 随着一声声持续的警笛响起 有两辆警车 到达了他们所在的房门口 下来了八个人 都是身体力壮的男性 其中几人 从后备箱中 取出了开凿的工具 领头的正是李虎兵 小谢 你刚才说的有把握吧 李虎兵内心也是十分激动 这个案件 要是能顺利结案 他们绝对能记上一攻 一半的把握 谢东东保守说道 对于他们公安人员来说 一半的把握 就足够特事特办了 在带领下 他们来到厨房柴火灶前 随着李虎兵一声令下 哐哐哐 众人化身为拆迁队 将弃柱的柴火灶 全部拆除 露出了 小心翼翼地 撬开这些瓷砖之后 赫然 一具尸骨 显露在众人眼前 陈木琴竟然不自觉地 抓紧了沈亿三的手臂 显得内心十分不平静 沈亿三背着突如其来的一下 身体一僵 陈木琴也察觉到自己的动作 胆忙松开 翘脸微红 低下了头 好感度值76 又上升了两点 不过沈亿三 也没有急着使用提升卡 反正距离任务时间还早 他想自己努努力 看能将好感度提升到多少 这里被迅速当作 重要现场保护了起来 李虎兵拨通了电话 请求专业人士 过来进行收集采集尸体 接下来的事情 便交给我们吧 辛苦你们了 等我们将尸体鉴定之后 如果生的女孩的 定会祭你们一笔功劳 李虎兵难得露出了笑容 对陈木琴和沈亿三夸赞道 那李队我们可以走了 沈亿三看了眼时间 却是接近五点了 当然 后续事情由专业的来做 你们就回去休息好了 小剑你稍微留下 帮我做点事 好的李队 谢东东作为李虎兵的助理 有自己的责任 待陈木琴和沈亿三驱车离开之后 谢东东问道 李队还有什么安排吗 你觉得他俩怎么样 谢东东一脸问候 随后反应了过来 这是要点鸳鸯谱了 不考虑家庭条件下 很般配 谢东东笑了笑回道 木琴是个优秀的女孩 要不是我和我女朋友 感情那么好 我都想追求 至于沈亿三 光这几天她的能力 就令我惊叹不已 其他方面 目前我也没深入接触过 也没法挑剔 谢东东如石道 木琴这孩子 一直崇拜强者 至少在这块领域 沈亿三值得她追赶学习 我也看得出来 这孩子这几天 对沈亿三有好感 至于后续发展 看他们自己年轻人了 李虎兵露出一副 老谋深算的笑容 合着队长留我下来 是不想让我当灯泡是吗 谢东东拍了拍脑袋 似乎反应了过来 哈哈 你现在可以走了 李虎兵说道 谢东东挪了弩嘴 而后也驱车离开了现场 今天既然三个案件 都完成了 真是不可思议的效率啊 陈木琴一路上不断感慨 用充满崇拜的目光 看着沈亿三 即使她平时 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但是在碰到 比自己能力更强的人之后 也是会呈现出 一副小女人的姿态 好了 不用崇拜哥 沈亿三自恋 而又自信地回道 明天别忘记请我们吃饭 将沈亿三送到小区之后 她不忘提醒 沈亿三打开车门回道 放心吧 不会迟到的 随后只见她一个转身 就要往小区里面走去 在她刚转身的刹那 哥 冷不丁地被这叫声 吓了一跳 你怎么在这 沈亿三一个机灵 看着忽然出现的妹妹问道 我怎么不能出现在这 这都补习结束了 我这个点回家 不是很正常吗 沈珊珊一脸坏笑 然后美眸一转 狡黠地说道 倒是你那个 送你回来的女生是谁 她呀就公安 沈亿三还没来得及解释 又被沈珊珊堵住了嘴 是不是你找的对象 我看人家长得很不错哦 而且开的可是宝马 哥 你找到白富美当对象了 沈珊珊急切 而又期待地 拽着她的手臂 企图听到她的承认 沈亿三一把拉过沈珊珊 而后飞快地朝着家里走去 路上人那么多 别乱说 而且 我和她没有什么关系 你可别乱点鸳鸯土 她否认了 那人家送你回来干嘛 我看你下车 和人家有说有笑的 肯定有状况 沈珊珊才不信她的说法 我这不是这几天找了工作吗 她是公安局的 我现在帮她打下手吗 沈亿三见 自己妹妹的八卦的样子 简单地给她解释了下 沈珊珊听了之后 还是不死心地说道 现在不是 以后就说不定了吗 哥你不会还想着以前高中时 别乱说 我们都失去联系很久了 早就忘了 沈亿三像是回忆起了什么 而后在心中轻轻叹息 哥 对不起 我不该提的 不过过去的是过去了 你现在 可是要珍惜眼前的哦 叔他还盼着你 赶紧结婚呢 好了 真是拿你没办法 二人聊着 聊着走到了家里 见沈豆光已经在厨房忙活了 叔 我们回来了 两人不约而同地喊道 沈豆光便吩咐他们 洗手准备吃饭 叔 我刚才回来时候 看到哥坐着一个 漂亮女生的宝马车回来的 沈珊珊管不住嘴巴 马上进行了汇报 餐桌上 沈亿三冷不防被噎了一下 就普通的朋友 公安局工作的同事 刚好顺路接送我下 他急忙解释道 Sara 不用解释 那么大的人了 也该找对象了 对方性格怎么样 家庭条件不错吧 你们感觉如何啊 沈豆光也是一脸期待地问道 八字还没一撇呢 我们就普通的朋友 情侣都是从普通朋友做起的 沈珊珊补了一刀 沈亿三然后就不说话了 他知道自己妹妹的性格 在家里就是个小魔王 这种事情最后听他的描述 肯定会越来越黑 一顿风卷残云之后 沈亿三逃命似的离开了餐桌 匆匆洗漱完之后 关上了房门 一个人在屋里 他心中那颗悬着的心 终于是放下来了 真是心累啊 沈亿三躺在床上 对这种家庭教育式的讨论 丝毫没有办法 今夜 沈亿三睡得格外早 那么热的天 加上今天跑了三处地方 解决案件 他从来没那么忙碌过 九龙阁 一栋独栋别墅 陈木卿吃完饭 洗漱完毕后 穿着一身清凉的蕾丝睡衣 苗条的身形此刻 显得格外诱人 喂 爸妈 你们国外那边怎么样呀 他躺在按摩椅上 喝着一杯无糖咖啡 正和自己的父母 视频闲聊 一阵轻松愉快地问候 寒暄之后 刚才接到你舅舅电话了 说是你最近 今天表现非常不错呀 陈木卿的母亲面容 出现在屏幕中 虽然四十好几了 但是视频中 能看得出来 他保养得非常好 白皙靓丽的身影 有着一股淑女特有的风范韵味 那可不是 也不看看 你们的女儿有多优秀 从小到大 可没让你们失望过 陈木卿拧了口咖啡说道 是是是 我的母亲那么优秀 能干陈木一顿夸赞 听你舅舅说 局里来了个少年 和你年纪一样大 好像你们两个的关系 也非常不错呀 听他说 你们最近几天走得很近呢 陈木卿画风一转 忽然道 陈木卿煞时脑海中 浮现出一道 年轻帅气的身影 随后面旁 如同红透了的水蜜桃 慌慌张张解释道 没有 不是 我们刚认识几天 不熟 一顿否认三连 哈哈 老陈 看来咱们闺女的心 被拐走了 陈木对着视频那头 陈木卿的父亲喊道 妈 我有事先挂了 陈木卿赶忙挂了视频电话 而后跑进了卧室 把头埋在了枕头中 内心一阵胡思乱想后 不知何时 也睡了过去 星期六 今天是个休息日 沈一三和沈珊珊都没有要起 沈珊珊补习 原本就是学校 占用他们假期时间 怎么的周末 也得休息下 劳逸结合 沈一三现在 不做兼职之后 靠着系统给的每日 礼包每天开出来的钱 都足以让他 这个年纪躺平了 中午 二人随便吃了点饭之后 沈珊珊和同学 安排了下午 去逛街陶冶下青操 沈一三也是大手一挥 赚了他五百元 当作活动经费 沈珊珊觉得 自己的哥哥 这几天变化好大 经济条件 比以前好了不少 再三确认后 他还是收下了 这笔活动经费 但肯定不会乱花 沈一三 趁着记忆卡的失效 这些天 疯狂在找书籍在看 因为他问过系统 记忆卡虽然在 任务结束后会失效 但是其中他所学的 任何知识经验 依旧会保留在脑海中 记忆下来 午饭过后 他打了个车 前往川平路 文化广场附近的一家 复习图书馆 这里是先最大的 免费图书馆 而且距离晚上 约定吃饭碰面的地方 不行只要五分钟 他一下午 在图书馆迅速地 翻阅各种书籍 尤其是他大学 所学专业金融方面的书 那翻页 急过的速度 一本又一本的书籍 被他看完记忆了下来 直到下午几人 商定的五点半块到了 他才将一本 书翻完最后一页 归还准备离去 一下午时间 他在他的恐怖记忆下 看了三十本书 特别是大学 金融相关专业的书 他感觉自己 接下来的两年大学 专业学习 已经不需要去上课了 看来得抽时间 多来看看书 争取记忆卡结束之前 把这图书馆 对我有用的书 都过一遍 沈一三在心中感慨道 就在他将走出 图书馆时候 正前方一个声音 叫住了他 哎哟 这不是小三吗 文声还未见人 沈一三内心 就产生一种厌恶的情绪 定睛一看 果然是他讨厌的那个人 只见他前方站着一个 身着花短衬衫男子 一头火山造型的短发 身旁挽着一个 花枝招展的浓妆少女 正迈着 六亲不认的步伐 朝他走来 他的语气 有些轻挑和不屑 来到沈一三面前 端向了一番 冯天龙 几年没见 你还是那副扫包样啊 沈一三表情厌恶地说道 则则则 当初的穷小伙 最近似乎过得不错吗 这上了大学 感觉气质 都提升了不少吗 冯天龙讽刺地说道 我过得好不好 不劳费心 倒是你一副 纵于过度的样子 这些年 身边女的换了 没有几百也有 几十了吧 当心年少 不知宝贵 老来空流泪 沈一三思吼 不给面子回道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 不过 你都上大学的人了 还来图书馆读书呢 哦不过也是 以你家的经济状况 看来只能期望读书 来改变命运了 冯天龙调侃道 说完不自觉把手搂到了 他身边的少女腰间 天哥 这是你同学啊 怎么不给介绍介绍呢 那个少女 看起来也不是什么正经的人 扭了扭腰 给冯天龙抛了个魅眼 哈哈 倩倩 只不过以前 恰巧分到一个班而已 人家虽然穷 但是认不认 我这个同学 还不知道呢 以前人家 可是学霸 最看不起 我们这种有钱家庭 冯天龙嘲笑道 特意在最后 四个字上 加重了语气强调 哎呀天哥 好歹是同学嘛 既然他这么困难 要不你 给他介绍个工作 听说你爸 他给你打理的皇冠会所 缺少服务员 要不给个机会 让他也赚点钱 叫做倩倩的女孩 也会迎合冯天龙 听得冯天龙心情愉悦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等我晚上 好好奖励奖励你 冯天龙一副色色的眼神 看着倩倩 右手不自觉地 在他身上游走 对了小三 刚才倩倩的提议挺好的 要是缺钱 我可以给你安排工作 凭你这皮囊 就有那皇冠会所 每天赚个几百没问题 万一被富婆看上了 那可就一步登天了呀 他哈哈一笑说道 倩倩还十分配合地 扭动着身躯 看得沈亿三一阵恶心 冯天龙 不用这么来恶心我 我这辈子 不可能帮你做任何事 还有 别叫我小三 我和你不熟 说完便 不再理会他们二人 绕过了冯天龙就要离去 喂 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叫沈珊珊的 冯天龙忽然喊住他说道 沈亿三豁然转身 双目怒视着平天龙 发出低沉的声音道 可别打他什么主意 要不然我绝对会要你好看 嘿嘿 看来还真是你妹妹啊 不过 我可不会打他主意 毕竟他是我堂弟看上的 而且都还没成年 咱可是 守法奉公的良民 就是和你说下 毕竟我堂弟 可是光明正大的 追求你妹妹呢 说不定过段时间 你妹妹就接受了 那样子以后 我们不就成了亲戚了 冯天龙饶有趣味地说道 索梦 你堂弟这辈子 都别想 我绝不会让他得逞 沈亿三目光阴沉地 看着平天龙 要不是这里人多眼杂 他真忍不住上去 揍他几拳 最后 还是忍住了冲动 虽然沈亿三 很想教训冯天龙 但他知道 他的力量 相比冯天龙家来说 普通皮肤汉大叔 冯天龙家里 是县里 数一数二的富豪家庭 他父亲 已经把产业 往事里面扩展 近几年 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沈亿三和冯天龙 是初中开始认识的 就读于同一所初中高中 虽说 沈亿三从小 一直学习很好 深受老师的喜爱 但冯老师成绩 一直在班里排垫底 上学对他来说 只是一种任务 至于学不学得好 冯天龙根本不在意 冯天龙 仗着自己家里有钱 一直牵不上 沈亿三这种 毫无身份背景家庭的人 在听说 沈亿三父亲没了 母亲跑了之后 更是根据他的名字 取了小三的绰号 这个绰号 不像沈豆光 那种长辈的亲切问候 更是一种嘲笑 在校期间 冯天龙不敢 明着找沈亿三麻烦 却也是处心积虑 让他那些 同流合污的狗腿子们 给他挑刺 引起同学之间的纠纷 只要没有什么 实质性的伤害 但是老师也不好 管这些事 毕竟人家家里有钱 能解决很多事情 冯天龙当初在学校 也是出了名的好色 喜欢骚扰各种同学校友 也有很多受害者家庭 但是最后 都被他家里给摆平了 听说冯天龙家的起家 也伴随着黑暗 之前干的都是案里的够当 只是这些年 他父亲将自己的产业 逐渐洗白 把资产都转化为合法的以后 迈开的脚步 朝着势力扩张 这些年的经营 冯天龙家明里暗里 在川平县 经营了不少关系网 犹如这里的地下土皇帝一般 所以 沈亿三知道 隐远才是正确的选择 现在是无论如何 斗不过冯天龙的 但是如果他真的敢做出 什么不利于自己妹妹的事情 沈亿三就是拼死都绝不会 让对方好过 要是放以前 要对抗冯天龙家 沈亿三感觉一辈子机会渺茫 毕竟自己再怎么出色 成绩再好也是白手起家 怎么比得过人家家里 积累了几十年的权力和财富 但是有了系统之后 他觉得 这是不再渺茫 定 感受到宿主心中强烈怒火 发布特殊任务 特殊任务 复仇计划 任务描述 宿主需要将冯远山所有产业 包含 但不限于川平县连根拔起 使得冯天龙家族破产 同时 宿主需要搜集冯远山 违法犯罪证据 将其交由公安机关绳之以法 本任务根据宿主完成情况 进行特殊奖励 另外 本任务不设时间期限 任务固定奖励 体制点十 精神点十 高级智能生物保镖一 技能升级卡三 钱币盲盒金额 永久提升十倍 任务随机奖励 高级随机技能卡三 高级物品转盘抽奖次数三 特殊能力觉醒卡一 沈亿三看着脑海中 突然出现的星红任务 突然停在街上一动不动 他猛啊 这特殊任务是啥玩意 沈亿三知道 任务中的冯远山 正是冯天龙的父亲 不说这堪比地狱难度的任务 光是看着任务奖励 就是两个字 豪华 除了高级奖励 还是高级奖励 甚至其他的奖励 也不会比高级差哪里去 要是这个任务完成了 他的各方面综合能力 绝对能翻好几倍 但是冷静下来之后 这任务的难度 目前对他来说 可想而知 虽然 他也想报复冯天龙家 但是一切都得从长计议 绝非短时间能完成的 要知道 目前的主线任务这些奖励 对他而言也是个挑战 更别说 如此豪华奖励的任务 好在特殊任务 没有设定完成期限 沈亿三完全可以通过 多完成些任务之后 提升了自己的实力 再去慢慢谋划 想着想着 他刚才有些暴力的心情 逐渐平静了下来 浑然没发现 自己已经走到了 和陈沐晴他们约定集合的地方 喂 我说沈弟弟 想什么呢 那么入神 沈亿三像是被惊醒一般 身躯一阵 看着前方出现的两个女孩 郑萱萱虽然身材有些微胖 但今天打扮了一下 也有种异样的美 而一旁的陈沐晴 在吞去工装制服 好好打扮了之后 更让人眼前一亮 见他身着一件巴宝丽最近款短袖 一条过西黑色短裙 脚上一双闪耀的高跟鞋 一头绣发披落在肩 脸上 画着恰到好处的迷人淡妆 手上一个紫色包包 沈亿三不由的眼睛 直直地看了好几秒 喂 眼珠子都要出来了 看来是在想我们的沐晴大美女了 郑萱萱笑着调侃道 萱萱姐 没有的事 就是刚才路上碰到了点事 想入迷了 沈亿三辩驳道 哦 这样啊 那看来你一点不想沐晴了 萱萱姐 别闹了 陈沐晴翘脸微微一红 拉了拉郑萱萱的手 哎 怪我了 我那么好心 你们咋都不领情呢 郑萱萱一副无可救药的口吻 对二人说道 对了 我们去吃点什么呢 陈沐晴岔开了话题问道 我都可以 沈亿三率先说道 聪明的男人 从不在问女生吃什么问题上 替他们做决定 一点没有大男子主意 郑萱萱有些不争气地看了沈亿三一眼 最近新开了家火锅店 叫做天上捞 要不我们去试试 据说总体评价很不错 服务也很好 陈沐晴提议道 对沈亿三来说 自然是没问题的 反正他负责买单 就是了 三个人再怎么吃 也不可能把他的钱包吃空 这两天的每日礼包 他开出来的钱币 使得他龙行卡内的余额 已经到了的数字 有钱使得沈亿三的底气足了不少 于是 三人结伴进入了文化广场边上的 一达商场内 来到了天上捞火锅店 但是他们没发现 前脚刚走 冯天龙带着女友倩倩 也跟着他们 朝着同一方向走去 天哥 你是看上那漂亮姑娘了吧 倩倩有些吃醋地蹭了蹭她 娇声说道 嘿嘿嘿 这么极品的女孩子 我还真没怎么遇见过呀 冯天龙舔了舔嘴唇 露出一副诸葛表情 哼 那你是不是就不要人家了 哈哈 只要你听话懂事 我还是会照样疼你的 冯天龙没有明说 倩倩也没有说什么 他们俩都心照不宣而已 都知道对方图自己的什么 倩倩也是个心机表 之前用手段帮上了冯天龙 他也知道冯天龙是什么德行 但也确实从他那里得到了 不少实质性的好处 对这么个摇钱术 他才舍不得和冯天龙耍脾气翻脸 天哥要不要我等会配合你 试着拿下他 倩倩媚眼一抛 说得冯天龙心里一阵火热 我就喜欢你的懂事 冯天龙哈哈一笑 捏了捏他的脸 说完便带着倩倩紧跟了上去 天上捞火锅店 碰到晚饭点和周末结合的黄金时间 简直是人满为患 火锅店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沈一三几人一看着阵势 算了下 如果排队等待 估摸着至少两个小时起步 要不咱换一家 郑萱萱看着人流量 忍不住劝道 沈一三也觉得 浪费时间在这没有必要 同意换一家地方 稍等一下 我去沟通下 陈沐晴说完 朝着前台服务中心走去 只见他和服务人员沟通了两分钟 而后见服务人员对着电脑一顿操作之后 打印出了一张小票给他 好了 我们进去吧 陈沐晴挥了挥手中的票 对二人说道 二人还没反应回过神来 便在服务员的带领下 跟随陈沐晴 走进了天上捞的一个包厢内 包厢里面 一张供四人入座的四方桌 边上还有流水柜 食品柜 郑萱萱将陈沐晴 安排到沈一三临坐 自己坐在他对面 这是才有的待遇吧 沈一三也知道 这肯定是特权 不由得敢看到 我在天海市那边 经常吃天上捞的 所以有个会员 全国连锁店里面都可以使用 无需排队的 陈沐晴简单地解释道 几人自然明白 像一般的餐厅酒店 都会留有固定的包厢 供特殊人员使用 一般不会对外开放 只有一定的身份 或者核心高档会员 才能享用 陈沐晴接过平板菜单 问沈一三道 你有什么想吃的没 我都可以 你随意点 沈一三丝毫不忌口 从小到大就不挑食 陈沐晴和郑萱萱二人 讨论了会 下了好些菜品 也不管价格多少 过了一会 服务员就根据 他们的下单上菜了 沈一三充分发挥了 绅士精神 给二人端茶倒水又下菜 就差亲自喂了 当他们吃到 差不多一半时候 只见他们包厢 锁在的门被打开 随后一个年轻女性 服务员礼貌地说道 几位 这里有两个人 说是你们的朋友 要来一起进餐 陈沐晴眉头微皱 他在前台报的时候 就说了他们三人 可没告诉服务员 还有朋友需要过来 不等他们思考 沈一三听到了 那道令他厌恶的声音 我就说 他们在这儿吗 冯天龙挽着倩倩 丝毫不管沈一三 他们的态度 不喊我们一起 是不是不厚道 冯天龙轻浮的语气调侃道 用一种贪婪的目光 看着陈沐晴 这是你朋友 陈沐晴见冯天龙 认识沈一三 不由地问道 虽然他第一眼 见到冯天龙那副调 锒铛顽裤 而又轻浮的样子 就不自觉地感到十分厌恶 但也不好直接发作 沐晴 我可没他这样的朋友 倒是你冯天龙 我们在这吃饭关你什么事 而且我们并没有请你一起 所以 你还是出去吧 沈一三说道 而后他靠近的陈沐晴 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 简单解释了下 他与冯天龙的关系 陈沐晴听完之后 忽然神色一变 而后用一种冷烈的语气道 服务员 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这两人并不是我们的朋友 你怎么让他们过来的 不愧是锦校的学生 他威严起来的样子 仿佛和沈一三 平时接触时候 完全不同 我那女性服务员 一听 心里咯噔一下 吱吱吱半天 哎哟 这位美女 不要为难人家吗 自我介绍下 本人冯天龙 穿冰线是我的地盘 很高兴和你认识 冯天龙笑着伸出手 想与陈沐晴握手 此刻他的目光 只有陈沐晴一人 另外三人 被他选择性地忽略 陈沐晴冷眼看着他 丝毫不理会他的动作 依旧对身旁的服务员道 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不然我会向你们的经理投诉 这个服务员也是知道 能坐在这种包厢的人 肯定有一定的身份 或者是高等级的会员 但他不能说自己 被冯天龙收买了 带他们过来的 此刻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美女 是我叫他带过来的 不要难为人家了 我忘了说下 这家天上 窝是我们家开的 我进自己家的地方 应该没问题吧 冯天龙解释道 算是给服务员解了围 他再次开口道 就当交个朋友吗 你们在这的这餐费用 我给你们打对折怎么样 看起来挺厉害呢 竟然是你开的这家店 郑萱萱风趣地问道 呃 我家开的就是我开的 没区别 哈哈 美女怎么样 要不一起吃点 这顿就我请了 吃完饭再去逛逛街买点东西 所有费用我承包了 冯天龙豪气地说道 是啊这位姐姐 龙哥可是很有钱的 就交个朋友而已嘛 一起逛个街 他会买好几万的 包包礼品给你呢 倩倩在一旁附和道 以为用金钱 能打动陈木琴 陈木琴也是怒火中烧 好好一顿饭 被这么一个好色之徒给搅和了 也算知道 冯天龙是怎么样的人品 带着一个女伴 还肆无忌惮地调戏别人 那个女伴还一脸笑意地助攻 简直是一对肩夫淫妇 看来这家店 需要好好整顿整顿 陈木琴带着冷意道 见陈木琴不搭理自己 冯天龙也没脑目 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配合着道 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提出来我马上安排人改进处理 沈一三在听到这里 竟然是冯天龙家开的 也是没有了吃饭的兴趣 要是他提前知道 这是冯天龙他们家开的 打死他都不会来这 木琴 萱萱姐 要不走吧 我们不吃了 我去买单 沈一三起身对陈木琴说道 干嘛要我们走 我们是花钱过来享受服务的 被这么骚扰 憋一肚子气算怎么回事 郑萱萱脾气也有些上来说道 喂 你们两个走不走 再骚扰我们 就算你们妨碍公务人员 把你们抓起来 冯天龙扑斥一笑 拍了拍胸口 一副怕了样子 正要嘲讽 看见郑萱萱的手中 掏出了一张工作证 正是川平县公安局 正是工作人员的证件 显示着他的警察身份 倩倩看到郑萱萱的证件之后 不由慌张起来 没有人会怀疑 他的证件是假的 这年头 谁都不敢冒充 机关公务人员 他可不想进橘子 哪怕冯天龙家 在川平县全力滔天 可很多事情 都是上不了台面的 真的较真涉及到法律层次 没人会愿意 因为这么点事 出头帮忙 反倒是冯天龙 惊讶了一下之后 调整了情绪 然后坐下来说道 我可没有骚扰几位呢 只是想要正常地 和这个美女交个朋友罢了 这也违反吗 她是我的同事 郑萱萱说道 也是告诉冯天龙 陈沐勤也是警察 哎呀 竟然是警察同志 不过我也没犯事 我相信 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冯天龙虽然惊诈陈沐勤的身份 却也没有惧怕 冯远山能将产业逐步做大做强 可不会让自己的子女 得罪重要人物 给抄了后方 哪些能惹 哪些人不能惹冯天龙 还是心中有数的 不过在这川平县 她还是没什么惧怕的 只要做得不太过分 她家都能想办法出面摆平 陈沐勤自然知道这种身份 也护不住冯天龙 只见她掏出了手机 拨出号码后 对沈一三说道 这事还是我来摆平吧 嘟嘟嘟一阵响铃之后 赵叔 帮我查下川平县一达商场天上捞电 投资占股比例分配情况 还有这里的实际负责人信息电话 陈沐勤的话语 清晰地在包厢内响起 众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美女警官 虽然不知道你打给的是谁 但你要人家调查的可是商业机密 就算不想交朋友 咱也不会勉强你嘛 你要是真的一个电话就查出来 我道理着从这出去 冯天龙翘着二郎腿 丝毫不慌 陈沐勤默不作声 过了一会 她的手指迅速地在手机屏幕上滑动 像是浏览什么重要东西 期间 沈一三和郑萱萱 两人都靠近了陈沐勤 不知道她接下来如何做 天上捞川平县一达分店 天上捞华国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66 川平县乐居餐饮集团 持股34 其中乐居餐饮中 冯远斌投资入股30 王华明持股55 郑小川持股15 陈沐勤将这家店的持股信息 和其他一些基本信息 缓缓说了出来 冯天龙原本轻松的神情 随着她的话语后 第一次露出凝重的表情 自家人知道自家时 至少她父亲的持股信息 她心中知晓 是完全正确的 这家店 是由天上捞集团总公司那边 直接控股的 华国所有的天上捞都是一样 由于经营范围 地域性质等各方面原因 总公司那边 都会拿出一部分的股份 交给当地的企业投资加盟 总公司那边享受分红 进行人员培训企业文化管理等事项 不直接参与 当地分公司的内部管理 也就是说 乐居餐饮的持股信息中 冯天龙的父亲冯远山 也不是这家店的大股东 而是那个叫王华明的人 提起王华明 他可是川平县上级省会市 龙阳市的投资大亨 在整个川省都享有盛名 还没等陈木晴再次开口 忽然他的手机 来了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显示号码归属 是川省龙阳市的 而且号码后六位都是六 这一看 就是个大佬的电话 陈木晴看了看 沈亿三和郑萱萱 在他们的目光注视下 疑惑地接听起这个号码 而后开了免提 你好 请问哪位 他轻声问道 哈哈 是木晴侄女吗 我是你父亲陈总的 好兄弟王华明啊 那边一开口 就把除了陈木晴外 在场的几人吓一击鸣 是王叔叔啊 以前我听父亲提起过你 我刚才跟赵叔打电话 哈哈 可不就是你赵建刚 赵叔给我打的吗 他说 你要川平县一达天上捞的资料 我寻思 这不是我了 那边王华明的声音 爽朗而有劲 一副长辈对晚辈 关怀的样子问道 有事和叔叔 在这川省范围内 叔还是有几分薄面的 王叔叔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这边和你合伙投资的 冯远山你认识吧 陈木晴美眸一亮 瞥了冯天龙一眼 冯天龙内心咯噔一下 第一次心跳加快紧张了起来 嘀咕道 谁知道是不是你找人 在那唱双簧 啊 巧了这不是 他又好久想请吃饭 今天给他个面子 再和他喝酒呢 对面传来王华明爽朗的笑声 那还确实巧了 陈木晴提高了声音道 我和我朋友在这里吃饭 有个叫逢什么龙的 非要来和我认识 又是要吃饭给我们打折 又是要给我买礼物的 最重要的是 我在的是 内部贵宾预留的包厢 我记得集团里面有规定 除非东道主允许 不然无关人员不得闯入吧 看来王叔叔的 让人加强这家店的服务 宗旨培训呢 陈木晴没有提事情的起因经过 只是简单描述了下 对方在商场打拼那么多年 怎么能分析不出过程的原味 电话对面 一名温文尔雅的中年男性 对面坐着一个 和冯天龙有七分相像的男子 二人身边都陪着一个 身材面貌娇好的年轻女孩 悉心地服务 两个男子正是王华明和冯远山 王华明电话 一直免提放在桌上 原本二人在这喝酒谈事情 一片和谐欢乐的氛围 直至陈木晴说完之后 空气仿佛被冻结了一般 瞬间降到了冰点 冯远山瞬间一身冷汗 他知道 对面陈木晴说的 绝对是自己的儿子 对他儿子什么德行 他比谁都清楚 在川平县那地方 他自信他能帮冯天龙摆平 绝大部分事情 只要不去招惹那些少数人 他锻炼了冯天龙那么些年 自信冯天龙识人能力 应该不至于给自己惹祸 却没有想到 这次碰到硬查了 看着眼前 王华明那冷冽的眼神 冯远山知道 自己不给他个满意的交代 以后别说朝龙阳市发展 就算是自己打拼 那么多年的川平县 都会一片坎坷 王总 能不能让我 和陈小姐说几句 冯远山 一脸期盼地望着王华明 王华明冷哼了一声 对电话那头道 沐晴侄女啊 冯远山说想和你聊聊 你看 行啊 王叔叔 陈沐晴一脸幸灾乐祸地 看着冯天龙回道 你好 陈小姐 我是冯远山 对面传来了 冯远山谄媚又小心的语气说道 冯天龙原本还抱有侥幸心理 此刻怎么会听不出对面 正是他父亲的声音 把他颤抖地喊道 对方没有回应 似乎在强忍着怒火 过会才开口道 陈小姐 可否将电话给我的儿子 我想和他说几句 保证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陈沐晴答道 好啊 然后 把手机放到了冯天龙面前的桌子上 冯天龙身体有些颤抖地朝着电话说道 爸这是 你给我闭嘴 臭小子 如果不能给陈小姐一个满意的交代 我回去后 亲自打断你双腿 然后把你逐出家门 冯远山极力克制自己的怒火 不让自己在王华明面前失态 冯天龙一时间也不敢回话了 恭恭敬敬地拿起手机 回答道 我知道了 而后便将手机还给了陈沐晴 冯先生 刚才你儿子说 要是他便倒立着出去 我也是个警察 不好带头 用事逼人 只要你儿子 给我和我朋友道个歉 然后说道做道 那么这事就接过了 你看这样可以吗 陈沐晴虽是询问的口吻 态度却表现得不容置疑 好 感谢陈小姐宽宏大量 我相信我儿子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他俩的对话 双方几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冯天龙就算再蠢 也知道怎么做 沐晴侄女啊 还有啥不满意的事情 尽管和叔叔 那边再次传来王华明的声音 谢谢王叔叔 这样已经够了 陈沐晴和那头寒暄了几句 便挂断了电话 忽然只见冯天龙 狠狠地扇了自己几个大嘴巴子 然后说道 对不起陈小姐 我不该过来 不该得罪你的 我保证以后 见到你就绕道 随后他忽然 也给了倩倩几个大嘴巴子 说道 赶紧向陈小姐道歉 倩倩脸上瞬时被扇花了 显现出几道红色印子 他强忍着泪水 只能随着冯天龙 一起向陈沐晴道歉 好了 赶紧走 我也不想看到你 恶心死了 陈沐晴像是赶苍蝇一样 驱逐他们 冯天龙连连点头哈腰 带着倩倩朝门外走去 慢着 我听某人说 要道理出去的 冯天龙闻言 身体一僵 露出一副 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支支吾吾道 我我 做不到也可以 陈沐晴说 玩遍眼神 示意沈一三和郑萱萱 重新坐下 没有继续说下去 冯天龙脸色一阵变幻 内心深处 即使一百个不愿意 但他知道 若是自己不能做到 陈沐晴事后提起来 他爸那边都饶不了他 无奈之下 冯天龙竟真的倒立了起来 以手带脚 一下一下地 往天上捞的门口摸去 只是他的体质薄弱 倒立了一会 便忍不住颤抖倒下去 倒腾了休息了好几次 还让倩倩提住他的脚 最终才出了 天上捞的大门 周末的晚饭高峰期 天上捞的大厅 和门口位置坐满了人 这一路自然引来了 许多吃瓜群众的围观 纷纷好奇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谁啊 暴力走路 六啊 哥们真有勇气 赶紧拍下来上船 这种新鲜事 肯定能赚一波流量 这是玩游戏呢 还是被整了 各种各样议论的声音都有 冯天龙从小到大 哪里受过这委屈 但此刻 他只能吞下牙齿王李燕 最后 他飞速逃离了天上捞 脸色胀红 脑袋有些充血 生怕被熟人认出来 那名带冯天龙进去的服务员 也跟着出来了 此刻他的脸色 也是非常难看 和经理招呼了下说 自己身体不适 便急匆匆下班离开了 另一边 冯远山与王华明相视而坐 气氛依旧有些沉默 希望你儿子是个懂事的人 王总放心 我相信 我儿子会说到做到 冯远山开口保证 他自己出面说的那些话 就是让自己的儿子明白 他的用意 那就好 不希望再有下次了 有些人 你我都得对不起 王华明抿了一口茶 冷声说道 冯远山内心一紧 能让王华明 那么重视对待的后背 陈木琴的背景 恐怕比他想象的 还要恐怖 只见冯远山眼神 一阵变幻 而后开口道 王总 关于西电地块开发的事 我出资依旧不变 占比减吃食 哦 王华明微微抬头 看了一眼冯远山 而后笑了笑 好了 这是 就这样过去了吧 冯远山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他知道 自己不付出 都非常困难 好不容易 抱上王华明这棵大树 他可不想那么容易放弃 这次只能破财消灾了 送出去时的资金占比 至少让他 少赚数千万 木卿 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那种 大老家的富家千金 专门来着体验生活的 郑萱萱拖着下巴 盯着陈木卿双眼 怎么会萱萱姐 就是恰好碰上 我爸妈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我才能联系到 陈木卿此刻 没有了刚才那种霸气 一眼虚心地回到 姐 谁姓呢 不过 你也就暑假来实习下 等你开学以后 怕是很难再接触到你了 要是我碰到了什么麻烦 你可得帮帮我 郑萱萱说道 放心吧萱萱姐 咱们是好姐妹嘛 这段时间 还多谢你的照顾 来我敬你一杯 而后 两人以饮料代酒 互相碰杯畅饮 沈弟弟 你不表示表示 郑萱萱对他说道 本来我请吃饭 是件开心的事 没想到 会碰到这事 幸好有木卿你出面 我也敬你一个 沈一三先干为敬 哟 都叫得这么亲密了 郑萱萱一脸坏笑 萱萱姐 你别乱说 沉默情道 我先去上个厕所 你们等我下 沈一三借口出去了下 却是去买单了 再怎么不愿意 在冯天龙家的店吃饭 但毕竟自己消费了 买单还是得买的 这位先生 你们那桌不需要买单 前台结账人员 对他微微一笑说道 我记得没有人 给我们免的啊 你是不是搞错了 沈一三再次确认道 不会的先生 那个包厢订的会员证编号 是集团的至尊会员卡 在我们任何一家天上捞店面 都是能免费就餐的 服务员和他耐心地解释道 沈一三也是想明白了关键 挠了挠头 便不再坚持了 真诚吃软饭的了 他自语道 回到包厢之后 沈一三看了眼沉木晴 只见他挑了挑眉 似乎猜到沈一三去做什么 已经结果了 嘴角微微上扬 沈一三没有说出来 两人心照不宣 接下来终于吃饱喝足之后 离开了 接下来三人 在一达广场内随意逛了逛 临近晚上九点 沈一三身上 挂满了大袋小袋之后 几人便回家了 沈一三回去 自然坐上了沈木晴的车 郑萱萱一脸暧昧地 看着他们两个 缓缓远离自己的视线 车上 今天谢谢你了 沈一三开口道 客气什么 那个逢天龙我也非常厌恶 只是简单地教训了他一顿 沈木晴不在意地说道 能说说和他之前的往事 沈木晴开口问道 沈一三沉映了一会 便在车上讲起了 他与冯天龙在学校期间 那段恩怨过往 看来这冯天龙一家 有空了得好好查下整治下了 沈木晴听完沈一三的讲述之后 若有所思 还是别了 虽然看得出来 你家在其他地方 有巨大的影响 但是强龙不压地头蛇 在这川平线 把冯天龙他们一家逼急了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这次已经给他一个教训了 我想以后 他也不敢来骚扰你了 他这人心眼特别小 万一发起疯来伤到 你可得不成事 沈一三思所道 你这是关心我 沈木晴美眸 一笑忽然问道 算是吧 沈一三也不否认 继续道 还是不要冒险了 反正你也在这 待不了多长时间的 那他之后 把气出道 你身上怎么办 你都说了他牙子必爆了 对付不了我 还不能给你使绊子吗 沈木晴也明白 他们之间的恩怨 担心沈一三之后 受到报复 沈一三沉映了一会道 虽说我和他关系不好 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冯天龙也就敢做点小动作 要是一些小麻烦 我现在还真不怕 要是真遇到什么麻烦了 和我说 沈木晴看得出来 沈一三并不想 把自己牵扯进去 这个你放心 你的大腿 我肯定的好好报警 沈一三一扫阴霾 沈木晴驱车 将他送到桂院小区后 摇下车窗道 明天好好休息 下周开始估计 有的忙了 既然答应了帮我 就不许中途 退出反悔的 沈一三求之不得 爽朗答应道 放心吧 怎敢放你的鸽子 有嘴滑舌的 沈木晴轻轻一哼 便驱车离开 回到家 哥 今天约会顺利不 沈一三刚到家 妹妹那娇美的脸庞 出现在他眼前 一阵笑意地问道 瞎说什么呢 我怎么会去约会 沈一三否认道 那这是什么 说完沈姗姗 从她的手机中 打开一张照片 递到沈一三面前 这张照片 虽说隔着拍摄的距离 有个几十米 但还是能看出来 沈一三和陈木晴 他们在文化广场 那边碰头的情形 你拍的 嘿嘿沈姗姗 脚侠一笑道 我和我同学 刚好从那边路过 准备回家 看远处就看到你了 作为董事的妹妹 怎么能破坏 亲爱的哥哥约会呢 只能远远地看着你们了 沈一三无奈 摸了摸她的头 笑着摇头 别乱说 我和人家清白着呢 就是那天 赚钱了答应 请人家简单吃饭而已 你猜我信不信 沈姗姗说完转身 蹦蹦跳跳地哼着小曲 回到了自己的屋 就是那个 接送你回家的女生嘛 哥你要加油哦 沈姗姗关门前 还不忘对她 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待沈一三到家 洗漱完毕之后 已经是夜晚十点多了 她躺在床上 静下心来 回想这短短几天内 发生的众多事情 系统啊 我还是太弱了 要是今天 我有足够的实力该多好 沈一三多么希望 自己能有足够的实力 来应对各种困难局面 一时的失忆不算什么 从来没有一步登天 难得地给予了回答 是啊 我都有系统了 再抱怨 确实探得无厌了 我得努力完成任务 相信过不了多久 定能加倍奉还 沈一三心中暗道 冯天龙 希望这段期间 你不要给我整什么幺蛾子 回想起冯天龙 今天的话 沈一三心中充满了怒火 第二天星期天 沈一三和往常一样 时间起来 和妹妹简单说了几句 就出门往图书馆过去 她要抓紧时间 在记忆卡的帮助下 每天学习大量的知识 来拓展提升自己 成果也是显着的 一天时间下来 她足足翻阅 记住了八十多本书籍和内容 这下不仅大学相关专业的 都学会了 一些行政推理的案例 也学习了不少 这样 就算公安局那边人 再怎么问 她也有这方面 相关专业的知识储备 可以应答 时间很快过去 星期一 早晨起来 沈一三先开了钱币礼包 自己的龙行卡余额 来到了园 重要的是 她有一个每周礼包可以开 获得初级守护卡一张 初级守护卡 可有宿主 指定附着在一个人身上 进行守护 当所守护之人 遭受危险信号恐惧时 宿主可激活守护卡 根据心中想法 进行守护 使用次数 零妖 好东西啊 沈一三眼前一亮 瞬间想到了 这张卡片的用途 听冯天龙说 她的堂弟 正在追求自己的妹妹 按照沈姗姗的性格 是不可能同意的 她也怕这帮顽固子弟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有了这张守护卡 至少可以帮妹 摆脱一次危险了 虽然这初级守护卡 只能使用一次 但也是沈一三 目前所需求的 后面肯定还有中级 高级守护卡 自己慢慢也会得到 沈一三迅速使用了这张卡 将其绑定为自己的妹妹 绑定之后 沈一三心念一动 脑海中出现了 她妹妹身形的 虚幻光影 目前这光影显示为绿色 表示安全状态 一旦光影逐渐变红 则代表着沈姗姗 遭受惊恐害怕 遇到危险了 光影颜色越红 表示危险程度越高 这道光影 被沈一三保存在脑海中 以便她时刻 感知到她妹妹的状态 起身收拾一番之后 沈一三来到小区门口 坐上了陈沐晴的车 一起开始了 新一周的工作之旅 接下来的日子 沈一三的日子 过得无比充实 在经历了她一起帮忙 整理案件之后 川平县公安局的 出警速度频率 上升了好几个档次 沈一三化 做后方军师一般 对一件件案件的 处理方向和建议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和解决方案 陈沐晴和郑萱萱二人 负责上报 每天会议结束以后 安排执行办理 局里这些日子 把他们三个当做宝一样 好吃好喝的供着不说 出情外出 也派了个专人接送 生怕那么热的天几个人 劳累过度中暑 局里派出去的 办事人员效率也不低 除了个别案件 实在无能为力之外 将近七成的都员满结案 沈一三几人 偶尔被局里 请出去安排处理那些 难啃或者奇葩的案件 但有时候遇到的人 他也觉得无能为力 从而放弃了 毕竟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有些人的脑回路 不是正常人能揣夺的 都不在一个频道上 连沟通都是个问题 第一个星期 局里办结了18个案件 第二个星期 办结了20个 第三个星期 办结了23个 第四个星期四结束前 竟办结了26个 算上沈一三之前的三个 在30天的任务期限内 总计办结了90个 终于来到了 8月份任务期限的最后一天 这一个月的时间 沈一三和陈沐晴 可以说是朝夕相处 每天不仅一起上下班 竟然经常一起 很晚才回家 当然不是两人 去做什么事情了 纯粹是因为 加班忙工作 一个月下来 陈沐晴对沈一三的好感度 已经涨到了88点 这种好感度 完全可以做 男女朋友的标准 在好感度提升到80的时候 任务已经显示可以完成了 但是沈一三 没有选择完成 而是继续发展 看能达到什么程度 在周五最后一天上午 沈一三想 想还是把好感度提升卡给用了 用完好感度提升卡 当他早上见到陈沐晴的时候 陈沐晴眼中的那抹深情 让沈一三心动不已 这么多天接触下来 要说 沈一三对陈沐晴 没有感觉 那是不可能的 谁能拒绝一个 又漂亮又有钱 家里各方面 都那么优秀的女神呢 系统 这么搞的话 以后我觉得不止 会有这么一个吧 你这是让我当偷心渣男的节奏 93点的好感度 已经让沈沐 情情跟身种了 害得沈一三一时间 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份感情了 今天是周五沈一三 在局里的最后一天 也是陈沐晴 在这里实习的最后一天 两人像是约好了一般 打算下个星期不再过来了 局里也知道 还有十天左右时间 二人就要开学了 而且他们 也只是暑假来帮忙的 即便如此 得知他们 今天过完就走了 几乎所有人都不舍 二人的各方面 能力众人都看在眼里 这一个月局里的案件 积压减少到历史最低 原本局里案件 总共有108个 经过这一个月下来 现在只剩18个了 而且这18个案件 哪怕解决不了 上面都不会说什么 这段时间下来 局里增加了景气十六面 每周都被上面表扬 杨文祥去局里 开会那叫一个春风得意 其余局里的人员也是 受到各种表彰 今年对他们来说 绝对是大丰收 沈一三和陈沐晴周五 这一天也不再处理案件了 都打算最后一天轻松点 留个美好的回忆 哎 马上就看不到你们 俩在我面前撒狗粮了 还真是有些不舍呢 郑萱萱此刻的心情 也有些忧郁 对于二人都即将离开 满怀不舍 萱萱姐 别乱说 我们哪有撒狗粮 陈沐晴低声说道 还不忘看了严沈一三 哎呀 某人的脑袋 跟个木疙瘩似的 人家回天海市 那么多追求者 难道一点就不担心吗 郑萱萱盯着沈一三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沈一三不敢正视陈沐晴 自欺欺人道 我们只是好朋友 而且还早 算了不管了 我出去了 你们俩个自己忙吧 郑萱萱不等沈一三说下去 起身朝着门外走去 刚到门口 他就碰到了 杨文祥和他的秘书少君 木晴和沈同学在里面吧 杨文祥笑着问道 在的杨菊 说完郑萱萱给他们让出了路 杨文祥一早开完会 便过来了 杨菊 沈一三和陈沐晴 见到杨文祥 起身喊道 哈哈 我们觉得郎才女帽 马上就要离开了 我这座局长得好舍不得呀 杨文祥笑着道 这段时间 城门关罩了杨伯伯 沉慕情称呼道 杨局长 这段时间打扰了 沈一三感谢道 哈哈 你们俩个 这么谦虚干嘛 这段时间 还不是靠了你们 龙阳市局里 奖励我们不少 沈同学 你不是我们正式员工 局里 没法给你名誉上的表彰 这是我们局里 商议给你颁发的 协助办案奖金 只见少君 将五万元的奖金 送到沈一三面前 收着吧 杨文祥笑着对他点头 沈一三也不矫情 和杨文祥少君握手致谢之后 便收下了 沈一三 局里 给你颁发了一个荣誉证书 还有你的实习证明 这些资料手续 已经全部办理完成 评价也是最优 希望你不要觉得寒陈 随后 少君将一份封口的 档案文件带 递给陈沈一三 谢谢杨伯伯 这就足够了 陈沈一三来这实习 为的就是这个 面旁服 献出灿烂的微笑 接过档案带 以后有空 记得尝过来看看 杨文祥和他们两个 寒暄了一会 就带着少君 出去处理政务了 随后 沈一三和杨沐晴 今天在无所事事中 和这里认识的朋友 同事告别后 便收拾好了办公桌 准备离开了 一三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陈沐晴忽然对沈一三道 正正地看着陈沐 请那如出水芙蓉般的容颜 沈一三展颜一笑 好啊 陈沐晴转身 面颊飞红 心脏不由得的快速跳动 我先去方便下 你稍等我下 说完便拎着小包跑了出去 沈一三看着陈沐晴的背影 助力许久 像是心中下定了某个决心 露出了坚毅的神色 幸好郑萱萱今天借口 出差办事去了 不然看到这画面 定会露出老父亲般 欣慰的笑容 叮铃铃 忽然 沈一三的手机响起 打开一看 是妹妹沈姗姗来电 喂 哥今天你就结束了工作了吧 叔让我问你 晚上想吃什么 庆祝一下 沈一三微微一愣 随后笑着回道 晚上我和朋友吃饭 吃完再回去 明天我带你和叔出去 吃大餐庆祝吧 这样啊 朋友 我懂了个 晚上不节啊 你慢慢来 还莫等沈一三回话 对面就赶忙挂了电话 去哪吃 车上陈沐晴始终倾着一脸笑容 带着几分羞涩问道 去空中花园餐厅吧 沈一三说道 这是他刚才搜索了好一会 才定下来的地方 这空中花园餐厅 位于川平县中心第一高楼 华阳写字楼的最顶层 因其能够俯瞰整个川平县 买至川平县以外的靓丽风景 被定为高档的餐厅 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这个餐厅被评为川平县 最适合情侣吃饭的餐厅 陈沐晴也是听说过这家餐厅 此刻听到沈一三的提议 先是差一而后 内心不由的欣喜 表面却丝毫不露 只是轻轻点头 回答道 嗯 虽然这里对普通人来说消费高 但是沈一三丝毫不在意 钱包股了自然有底气 除去今天局里奖励的五万元 经过一个月每日礼包和每周礼包的积累 除去日常开支 他的龙行卡余额与日俱增 已经达到了元 每周礼包除了两次开出终极钱币盲盒 另外一次开出了张 初级技能卡 初级外语精通 这个技能卡是非常实用的一张技能卡 却只让挑三门外语掌握 沈一三思索了以后 挑选了日语 德语和法语 掌握了以后 他已经能看得懂这三门外语文字 并进行简单的沟通了 他已经掌握了不是很正常吗 空中花园餐厅 这里就餐区围绕顶层天台布置 周围都设有坚固围栏 餐厅上方是一块块透明玻璃星空顶 各种柔和的七彩氛围灯交相闪烁 给这里增添一种异样的风情 沈一三在登记信息之后 服务员安排他们两个落坐到一个 靠着天台边缘的双人桌 在点单之后 二人相对而坐 静静地看着对方 不一会 他们点的菜端了上来 虽然每分量不多 却做得格外精致 主要就凸显出那份心意 陈沐晴身着一件白色连衣裙 三千青丝 轻轻浮动 配上那窈窕身材 一平一笑间净显动人风情 沈一三此刻的穿着也大有不同 来之前 他叫陈沐晴特意去陪自己购买了一套着装 美其名曰作为自己辛勤劳动的奖励 在挑选时候 却一直让陈沐晴把关 跟着他的喜好来 最终花了三千多 配了一套 从小到大还没穿过一身 对他而言这么贵的着装 却依旧丝毫没有心疼的感觉 一件时尚短袖 一条丝质七分裤 一双休闲鞋 虽没有名贵品牌 但搭配在他修长的身上 显得格外英俊帅气 沐晴 你真美 在双方的静默之后 沈一三忽然开口 对眼前丽人说道 真的 陈沐晴展颜一笑 周围的景色 都在这一瞬黯然失色 真的 沈一三发自内心地回答道 这些天真的谢谢你 不仅帮我忙让我 沈一三声道 既然答应了你帮你的 我肯定要说道做道 可本来是让你 帮我十天左右就行了 是吗 可能你说的时候 我没有听清 沈一三善善笑道 真没有听清 还是说 后面你想来帮我呢 沈沐晴追问道 虽然当初 确实是为了系统的任务 沈一三能通过 帮助沈一三来完成 不过 此刻他的内心 更倾向于另一个回答 是我想 为什么 沈沐晴亲咬红唇 深情而又期望地 盯着沈一三问道 看着他再次上涨 达到九十五点的好感度 沈一三挣了一会 开口道 因为 我喜欢你啊 听到这个回答 沈沐晴捋了 捋额前刘海 笑容如玫瑰绽放 道 这算是表白吗 是 我喜欢你 沈一三毫不犹豫 坚定地答道 原本是觉得 自己的家庭条件差 配不上他 还是觉得自己还小 感情还不成熟 无法带给他好的未来 自从有了系统 他潜移默化地 变得自信了许多 觉得上面的阻碍 都将会不复存在 那既然爱了 为何要藏 想通了的沈一三 不再隐藏自己的感情 继续道 如果今天再不说出来 我想以后 就很难再有机会了 我不想错过 沐晴 我喜欢你 你呢 沈一三虽然知道 高达九十五点的好感度 对方已经属于 情根深种 无法自拔的程度 却依然希望他 亲口承认 沈沐晴静 凝望着沈一三号 汗深邃的眼眸 开口 我不喜欢你 沈一三听到这几个字 大脑如同遭受雷击 好像瞬间失了魂 还没来得及等他反应 沈沐晴继续道 因为我爱你 只用了短短几秒 沈一三体验了什么叫做 从地狱到天堂 也是当局者迷 九十五度的好感度 可是做不了价的 陷入爱情中的人 或许就是这么敏感 爱比喜欢更纯粹 看把你吓的 沈沐晴轻声笑道 沈一三傻笑一声 紧接着伸出右手 说道 你好女朋友 沈沐晴的柔仪伸了过去 与沈一三的手紧紧牵住 柔声道 请多指教男朋友 随后 两人不约而同的相识一笑 随后分开了紧握的双手 第一次来这 赶紧尝尝这里的菜 沈一三瞬间化为贴心男友 不停地投味给陈沐晴 你自己多吃点 这里的菜 本来分量就不多 等会你吃不饱的 挑这里 难道是为了吃饭来的 你这是蓄谋已久 不 只是将计就计 二人敞开了心扉之后 变得无话不谈 之前的正经和矜持在这一刻 都消失不见 气氛无比的甜蜜 呀 都吃完了 我再加几个菜 沈一三看着空空的盘子说道 不用了 你还没吃饱吧 我们去附近逛逛再吃点 陈沐晴提议道 沈一三自然没有意见 叫服务员结账之后 主动牵起了他的手 陈沐晴没有拒绝 会心一笑 也主动紧握住沈一三 这顿饭总共花了两千多 沈一三丝毫不心疼 反而转了 二人出来之后 漫步在街上 走着走着到了附近 人流涌动的中央步行街 这里有各种小商品和小吃 沈一三和陈沐晴 在这出现 如同神仙眷侣一般 引来了不少的注视目光 沈一三二人丝毫不在意 一路逛下来 陈沐晴 想吃这个想吃那个 买了以后 就吃了一口 剩下的都给沈一三 秉着不能浪费的原则 沈一三化 身为陈沐晴的食品垃圾桶 来者不拒 后面实在是撑不下了 笨蛋 吃不了 就丢掉吗 非要逞强 陈沐晴鸣嘴笑道 没办法 从小养成的习惯了 食物可不能浪费 陈沐晴也知道 沈一三小时候家庭条件 比现在艰苦多了 与他实质紧扣柔声道 以后不用那么艰苦了 大不了 我养你啊 那可不行 虽然我们的状况 现在差距很大 但我很快 就能给你更好的生活 相信我用不了多久 有了系统的帮助 沈一三自信满满的 对满眼都是爱恋的女孩承诺道 我相信你 陈沐晴选择 无条件的信任 这对刚进入热恋期的情侣 不知不觉就逛到了晚上八点 正在二人走到 步行街的尽头时 忽然迎面走来一个 右手吃最新水果手机 左手拿着一个 麦克风的少女 身后跟着摄像师 和几个助理 少女身着一套 休闲运动装 身高约一米六五 身材前秃厚翘 一头棕色的长发 也是妥妥高颜值 美女一个 只见她来到 沈一三二人面前 对他们喊道 这对帅哥美女 我是斗音直播的一名主播 网名泡泡龙 现在直播间 在做一期户外专访 能简单采访一下吗 简单介绍了后 她将自己手机上的直播间 和个人信息 给沈一三二人看了下 事已没有骗人 叫做泡泡龙的主播粉丝量 也有个五十多万 此时开了直播后 观看的在线人数 也有一千多人 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主播 她也是刚过来这边步行街 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 颜值气质 那么出众的两人 于是果断锁定目标 想要采访他们 来提升自己的流量 不得不说 沈一三和沈沐情刚 出镜在直播间中 直播间的情绪 瞬间被带动了起来 哇 好高的颜值小姐姐 虽然男的也不差 但我觉得配不上 为啥我现实中 碰不到这样 漂亮的小姐姐呢 一连串弹幕 出现在直播间的公屏上 看那些弹幕内容 基本上都是一些男性观众 毕竟男人都爱看美女 泡泡龙虽然在直播圈名气不高 但是颜值也算出众的 自然九成以上都是男粉丝 又上涨了几百人 看得泡泡龙一脸惊喜 可不能放过这赚流量的机会 生怕沈一三二人不同意采访 他接着道 二位不用担心 我们不会涉及到个人的隐私 而且二位可以自己选择 是否回答 沈一三眼神询问陈沐情 见他没有拒绝 便回答道 行吧 于是 泡泡龙一脸欣喜地开始采访道 请问二位是情侣吗 沈一三握着陈沐情的手 嘴角翘起 笑着反问道 你觉得呢 哈哈 对不起不该问这么幼稚的问题的 那么能说 下二位是就业了 还是上学呢 我们俩马上就要大三了 沈一三回道 同一所大学吗 不是 其实我们这个暑假之前 都还不认识对方 哦 那请问二位在一起 多久了呢 这个问题问出来 沈一三没有回答 反而看向陈沐情 陈沐情笑了 那动人的面庞 引得直播间一阵欢呼 女神笑起来真好看啊 这么漂亮的小姐姐 不应该有男朋友 在线求女神联系方式 我想去挖墙角 楼上 陈沐情替沈一三回道 我说 我们今天吃晚饭时候 刚确认的关系 你们信吗 啊 不仅泡泡龙猛了 直播间也是 被一连串问号 疯狂刷屏 此刻直播间 观看人数 已经达到了三千多 还在继续上涨 这个回答 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泡泡龙收敛了情绪 笑着说道 那是谁表白的呢 这种是怎么可能 让女生主动呢 沈一三没有正面回答 却是说出了答案 看二位的颜值 是祝福你们 希望你们能一直走下去 另外照你们刚才的说法 二位不是一所大学的 又暑假刚认识 你们是通过 怎么样的途径 认识对方的呢 泡泡龙和直播间的观众 也是十分好奇 我们是在公安局认识的 沈一三的回答 识破天惊 直播间瞬间一片寂静 公安局 泡泡龙仿佛有些跟不上 这对情侣的回路 每次回答 都出现在他的预料之外 对啊 确实是公安局 陈沐情也是再次确认 方便透露下具体过程吗 泡泡龙追问道 抱歉 这个问题无法回答 沈一三神秘一笑 拒绝了 啊 肯定是这个男生犯事了 去公安局 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这波我战小姐姐 选人要慎重啊女神 不能因为人家长的帅 就那么草率啊 没有等到他们的答案 直播间的吃瓜群众脑补 出了一幅幅场景 以为二人相识 是犯事了以后 才有机会的 不会是你们 想的那样的 我们可是良民 而且是情投意合的那种 沈一三也不愿意做过多解释 好了 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走了 沈一三觉得 接下来也没必要 继续浪费时间 对泡泡龙礼貌地说道 嗯 这是你们的自由 不过我还有 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二人 各自在哪里上大学呢 泡泡龙对着麦克风问问道 天海市 沈一三二人 齐声答道 而后便不顾直播间的热情 对着屏幕 做了下挥手告别 牵手转身离去 天海市 还真是巧 泡泡龙喃喃道 见二人离去也不再强制挽留 本来这种街头 采访直播就是讲究随缘 遇到脾气好的会搭理你一回 遇到脾气差的有时候 还会恶语相向 泡泡龙虽然刚入直播界不算太长 却也见过不少风浪 哎 女神就这样走了呀 我要看男神 人能去哪了 果然漂亮懂事的姐姐 都是别人家的 看着直播间 此起彼伏的弹幕 泡泡龙喉 一阵安抚 对着直播间的观众们道 各位亲友们 接下来我们再去寻找其他人采访 今天刚来就碰到 颜值这么高的俊男靓女 相信这条步行街 还能碰到这种资源的 看着直播间 已经上升到 五千多的观看人数后 泡泡龙信誓旦旦地说道 就短短十分钟左右的采访 泡泡龙的粉丝数量 又涨了好几万 让他兴奋不已 可惜接下来 注定要让他失望了 要不接下来去看个电影 沈亿三看了眼时间问道 今晚已经很开心了 明天我还要早起去外公那里 要不后天 陈沐晴商量着说道 行 都一你 沈亿三宠溺地说道 那我送你回家 而后陈沐晴轻盈地迈着步伐 将车开了出来 沈亿三坐在车上 问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天海呢 你呢 我还没确定 反正我们九月一号开学 沈亿三回道 那一起回去 陈沐晴说道 好啊 他似乎就等着这句话 连忙答应 谢谢 就知道 你在等我开口 就下周吧 不过具体哪天 我还得看看 得问下我爸 你爸妈不是去国外出差了吗 对啊 他们也快回来了 我想 等他们一起到天海 陈沐晴有些想念 自己的父母说道 那行 我这几天收拾准备下 沈亿三说道 机票的事 我来订吧 到时直接发你 二人闲聊着 没过多久 就到了沈亿三的小区 沐晴 将要下车之前 他忽然喊道 陈沐晴疑惑地转过脸颊 忽然受到了袭击 一双温润的唇轻轻地 印在他的双唇上 使他的脑中 瞬间空白 沈亿三没有继续 只是轻轻 吻了下陈沐晴便分开了嘴唇 在陈沐晴还没回过沈之前 匆匆下车 陈沐晴的娇嫩面容 一片飞红 过了许久才退去羞涩 陈道 坏蛋 带着一抹幸福的微笑 回到了家 沈亿三开门 便被妹妹堵在门口 一连串问题不断 哥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约会顺利不 是不是和沐晴姐姐 你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沈珊珊这段时间 早就知道了陈沐晴 毕竟 每天车接车送的 蹲点桌间这种小事 对他可是小菜一碟 他现在 是我女朋友了 沈亿三受不了沈珊珊 那续道 只能说出了事实 哇 太好了 这个嫂子 我可满意了 准备啥时候带回来 沈珊珊期盼道 行了 这才当成为女朋友呢 以后的是谁说的准呢 你要是辜负沐晴姐姐 我就不认你这个歌了 沈珊珊威胁道 去 小孩子别乱讲 主要是 我想给她最好的生活 心中做好了计划 二哥你加油 我相信你可以的 说完便 不再缠着她 回到了自己屋 沈亿三 今晚洗漱完了之后 静静躺着等待凌晨到来 今天是主线和支线任务 最后一天 她需要 守着等待结算和奖励 凭着超级记忆卡的持续时间 沈亿三学习 消化了上千本书籍 她的知识 可以说是学富五车了 这次的主线 和支线任务完成 奖励肯定相比之前 加起来 所有的还要丰厚 凌晨零点 主线任务完成 正在根据完成情况 进行评价 按键数量完成90 完成底力83 难度系数 简单38 普通36 困难12 极难4 综合完成评价 优秀 评价等级S 经验奖励500 点经验 固定奖励 初级体质卡3 初级精神卡3 终级钱币盲盒10 随机奖励已抽取 获得初级购车卡一张 倒霉卡一张 精美食品专用调料配方一份 支线任务已完成 由于宿主好感度任务 超额完成 获得额外奖励 原任务奖励 易经验100点 二好感度探测仪 三 随机技能卡一张 四 钱币盲盒背数卡 一张时效30天 额外奖励 解锁钱币盲盒 背数卡永久使用 超级记忆卡提升为 永久时效 看着系统空间中 密密麻麻的奖励提示声 它赶紧将那些任务 奖励领取并使用 钱币盲盒背数卡开启 钱币盲盒开启金额 提升至10倍 这意味着初级钱币盲盒 以后开出来的数量 相当于之前 终极钱币盲盒了 终极钱币盲盒 可开启金额数量元 获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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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个终极钱币盲盒 让沈亿三报复 总计开出了元的钱 获得随机技能 初级烹饪技能 此刻 获得了600点经验后 自己的系统等级 已经提升至4级 一连提升了2级 一鼓作气 他提取了连续升级 带给他的升级礼包 获得终极钱币盲盒2 技能提升卡两张 信息预知卡 一张时效30天 获得终极钱币盲盒3 终极技能卡一张 美白护服品 配方一份 钱币盲盒 又给他带来了的收入 技能提升卡 能够将他的一项 初级技能提升至终极 沈亿三选择了下 将这两张 卡给了推理和追踪技能 这两个技能 对他此刻有着特殊的意义 而且提升 以后他的思维能力 和观察能力 又有敏锐的提升 精神点也顺势提升了一点 现在的沈亿三绝 对可以成为 国家级别的办案资深人物 终极技能卡 则是开出来一张 比较特殊的技能 名为透视 没错 就是透视 虽然每日只有10次使用限制 但绝对算是目前为止 他获得的最好技能 而后 沈亿三查看了 这次奖励后的自己 面板信息 宿主 沈亿三 年龄 体质73 精神73 技能 终极推理 终极追踪 车辆驾驶精通 初级外语精通 初级烹饪 透视 道具 信息预知卡一张时效15天 信息预知卡一张时效30天 初级购车卡一张 初级消费 反线卡一张 倒霉卡一张 精美食品专用调料 配方一份 美白护肤品配方一份 好感度探测仪 等级 4 升级经验 10万零400 用了许久 沈亿三才将这波 这波提升消化完毕 超级记忆卡提升至永久之后 已经化作一项被动的能力 因此不再显示在技能中 上涨的体质点和精神点 一方面让他的身体素质再次提升 甚至能看到胸前八块腹肌的轮廓 另一方面他的精神思维也更加的灵活 视力 听觉 嗅觉等各方面感知大幅度提升 沈亿三看着那些道具卡 躺在床上思索 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 系统 信息预知卡可以预知未来金融方向走势吗 沈亿三问道 可以 空间面板上显示出两个字 沈亿三心中对于信息预知卡的使用 迅速就有了规划 初级购车卡是一张能在买车时候 只需支付购车价一半的费用 车辆原价上限不超过一百万 这张卡和消费 反线卡似乎绝配啊 沈亿三打算自己回天海之后 就使用这两张卡去购车 买辆百万级别的好车 都不需要花钱 还能倒赚两百万 沈亿三终于感觉到 系统的逼格开始 真正的显现出来了 至于精美食品专用调料配方 美白护肤品配方 这个的好好谋划下 怎么样使用啊 一个是食品行业的 一个是美容行业的 就是不知道 效果如何 想来系统给的东西 不会差 带着满足的神色 今夜沈亿三难得的失眠 直到第二天临近午饭时间 才被沈亿三从睡梦中叫醒 哥 看来昨晚激动的没睡着 沈亿三也不是小孩了 看着沈亿三那样子调侃道 快开学了 想了些事情 做了些计划 沈亿三便解道 七 你敢说 没想沐情简 沈亿三沉默了 沉默就代表默认 虽然他很大部分原因 确实是因为系统奖励提升 思考未来的方向 而难以入睡 但说不想沈亿情 显然是假的 热恋中的双方 恨不得天天黏在一起 沈豆光今天没有活 因此今天他也在家里 等沈亿三起来 之后就闻到厨房传来的 阵阵香味 三人一阵忙碌后 便吃起了午饭 说 这里是五万 你拿着吧 沈亿三不忘拿出了 昨天局里奖励给他的钱 交给了沈豆光 哥 你这是去当赏金猎人了 沈珊珊看着他 又拿来了五万元 直瞪瞪看着他 Sara 你是不是去做些危险的事了 不然哪能一个月 赚那么多钱 沈豆光也有些不可思议 说了你们也不信 就是和沐青一起 帮局里处理了许多堆积的案件 局里特别感谢而发放的 处理这些案件 都不用我出面 只是提供了思路和判断 没有什么危险的 沈亿三简单解释道 真不是像电视里那样 靠着抓捕罪犯 去局里领取赏金的 沈珊珊电视 看得有些多 不断地怀疑 少看这些乱七八糟的剧 这钱来路很正 不信你去局里自己问 沈亿三美好气地瞪了妹妹一眼 Sara 这钱说 就不帮你收着保管了 自己留着上学用 去投资也好 去消费也好 你自己赚来的支配 沈豆光 这次没有收这钱 给拒绝了 说 我现在能赚钱了 比你们想的还能赚钱 现在不缺这五万块钱 沈亿三想起龙行卡 目前的余额 自信道 哥 那是不是你 可爱漂亮的妹妹以后 都能躺平了 沈珊珊美眸一亮 期待道 沈亿三宠溺地 捏了捏她的面庞 道 也不是不可以 随后她话锋 一转严肃道 还有一年时间 你要是能考上 全国前十重点大学 我就满足你 要是不能 就还是照旧 她可不想看到 妹妹荒废学业 变得不思进取 给她提了个条件 一言为定 沈珊珊自信满满地保证 三 压力别太大 踏踏实实做好自己 哪怕赚不了大钱 叔也会继续养你们 沈窦光关切地说道 只想二人平安幸福 叔 你就放心吧 对了 晚上咱们不在家里吃了 我们去外面吃一顿吧 最近赚了钱 偶尔也需要改善一下伙食 沈亿三提议道 会不会有点浪费 沈窦光节约惯了 不忍浪费这钱 叔 以后不用那么节约 我真的有钱 而且下周就要回天海了 就当给我剑行吧 沈亿三劝说道 那要不喊夏木卿姐一起 给叔过过眼 沈珊珊灵机一动说道 珊珊 咋回事 沈窦光还不知道这事 于是沈珊珊 果断出卖了自己的哥哥 简单地告诉了叔 沈窦光听完 不禁乐了 三 听珊珊说 那女孩长得很漂亮 家庭条件也不错 你可不能亏了人家 咱家最终 还是要靠你的 不过你要结婚 叔就算砸锅卖铁 也要给你半个 风风光光的婚礼 他外公那里了 等下次放假回来了 有机会我带回家 沈亿三承诺道 这样啊 沈珊珊有些失望 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一天 三人晚上 去一达广场逛了一回 吃了顿不错的家常菜 沈亿三坚持给沈窦光 和沈珊珊买了几套衣服 美其名曰临别赠礼 也不管他们拒不拒绝 付了钱就走 一晚上沈亿三 花费了将近五千元 花钱速度 看得沈窦光一阵肉疼 但沈珊珊知道 自己的哥哥 他节约 后面主动要求沈亿三 给他买点小商品 沈亿三也是乐得其中 反正这些东西 也花不了多少钱 毕竟自己的存款 将近有八十万了 有钱 任性 星期天 沈亿三在家里闲不住 便去了图书馆看书 顺便等待 与陈沐琴的相约 有了过目不忘的 永久记忆力 他也依旧充实着自己的知识 二人见面时候 轻轻相拥了下 便开始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约会 吃饭 逛街 看电影 最后还是在互相恋恋不舍 目光中各自回家 临别时 陈沐琴和沈亿三约定 二人 于下周五下午 两点从龙阳市机场 坐飞机回天海市 时间一天天过去 沈亿三难得闲下来 放松了几天 这几天 他去了学校那边张阿姨的店 和他寒暄了一会 也去了自己 曾经母校 看望曾经的老师 顺便接自己的妹妹放学 他始终记得冯天龙 说过他的堂弟在追求沈珊珊 也是想看看妹妹 在学校里 有没有什么麻烦 虽然他之前 问过沈珊珊 也得知 沈珊珊对冯天龙的堂弟 冯小华没有感觉 并一直拒绝 好在冯小华 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沈亿三 也不好无缘无故 去找人家麻烦 有自己 给妹妹的守护卡在 想必暂时 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快了 我很快应该会有实力来 真正对抗冯远山一家了 沈亿三心中暗道 周五上午 沈亿三整理好了一支行李箱 轻装准备出行返校 由于川平县并没有机场 需要到龙阳市的机场 去坐飞机 他需要上午 就出发赶往龙阳市 与陈沐琴会合 陈沐琴提前告知了 沈亿三他到了龙阳市 车辆留在了 九龙阁的家中 因此就不能和沈亿三 一起过去了 一大早告别了 妹妹与沈斗光 在二人一一不舍的目光中 沈亿三踏上了 返校的路途 一阵转车之后 他终于在中午 临近十一点左右 赶到了龙阳市机场 抵达机场后 与陈沐琴在微信上 甜蜜沟通了一会 等了将近半小时 终于在机场门口 等到了好几日不见的女友 那么热的天 很热吧 刚见面 陈沐琴便歉意地说道 而后拿出了纸巾 帮沈亿三 失去额头上的汗水 看得周围的路人 一阵艳险 几天不见 你变得更漂亮了 沈亿三牵起他的手夸赞道 今日的沈亿 琴身着白色衬衫 与一条皮质紧身裤 显得格外成熟诱人 沈亿三忍不住 用好感度探测仪 查看了下陈沐琴 又上涨了一点 达到了96点 你好像也帅气了不少 陈沐琴回道 任由他牵着自己的手 走进了机场 一路过了安检 办完手续 终于 在等候中 二人顺利递上了飞机 你定的是商务座 沈亿三跟随陈沐琴 来到二人对应的座位时 感慨道 反正也没贵多少钱 坐得舒服点不更好 陈沐琴笑着落座 沈亿三也不在矫情 便在旁边坐了下来 二人的座位 是挨着的 再走到左边 陈沐琴的靠窗 在乘务员温馨的提醒下 飞机缓缓升空 朝着天海式飞去 看不出来啊 你身材那么好 都有腹肌了 陈沐琴此时 正靠着沈亿三肩头 御手无意中 碰到他的肚子 惊叹道 不喜欢 沈亿三轻腻地问道 陈沐琴摇了摇头 慢慢闭上双眼 感受着他强健的身体 这位先生和女士 请问需要喝点什么 只见一位五官端正 凤梅柳妖的乘务员 脸上带着职业微笑 询问他们道 二人随意点了茶水之后 那乘务员便去询问 另外的乘客了 高空中 飞机正一点点靠近天海市 二人享受着 这静谧的时光 都慢慢睡了过去 将近三个小时的飞行 各位乘客你们好 飞机即将抵达天海市 广播中 传出了乘务员甜美的提示 沈亿三和陈沐琴望着窗外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知道马上就要降落 天海市机场了 飞机平稳着陆 沈亿三带着陈沐琴踏出了舱门 一阵热浪迎面而来 果然 还是熟悉的天海 沈亿三吐槽道 天海市夏季的温度 通常都比自己老家那边 要高出23度 亿三 忽然听到 陈沐琴喊道 我爸妈在机场等我 等会我们过去碰面 能不能先不和他们说 我们俩的关系 陈沐琴美眸 深情地盯着沈亿三 似乎害怕他生气 没事 我懂你的 换作 要是自己的宝贝闺女 一个暑假 不见被人拐跑了 我也会生气 沈亿三表示理解 对不起 不过我很快 会和他们说的 让他们适应 慢慢接受你 不 这种事情 怎么能叫你去做呢 我相信不会有多长时间 我会亲自获得他们的认可 沈亿三正重承诺道 二人简单地拥抱了下 便分开了 为了不让陈沐琴的父母误会 二人 就像是普通朋友那样 一前一后朝外面走去 爸 妈 走出天海市机场大门之后 沈亩琴望着前方两道身影 小跑过去 露出笑容喊道 只见前方一处停车等待区 站着一对抗力 二人正笑盈盈地看沈亩琴 回来了 只见那个男子 梳着大背头 一身公务衬衫和西裤 面旁威严 而又慈祥 对沈亩情宠密道 旁边是一个风姿绰约 穿着气袍美妆的 一位中年妇女 保养得十分不错 看年纪最多也就三十岁出头 爸 好久不见了 他拥抱了下父亲 然后投入了母亲的怀抱 撒娇道 妈我可想死 你了你们回来到机场多久了 我们也就比你们 早到半个小时下的飞机 已经叫了司机过来接了 陈沐琴母亲 柔声对女儿道 陈沐琴的父亲名为陈永明 母亲名为李凤燕 这是陈沐琴早 就和沈亿三提过的 叔叔阿姨你们好 沈亿三提着行李箱 过来给他们二老打了个招呼 李凤燕和女儿 寒暄了一回 二人并排 站在一起 简直跟姐妹一样 陈沐琴跟李凤燕 有七分相像 定是遗传了他 母亲优秀的基因 爸妈 这是我的朋友沈亿三 他刚好也在天海上学 我们就一起坐飞机回来了 陈沐琴有些心虚地解释道 沈贤侄你好 我是沐琴的父亲 陈永明 陈永明礼貌地 和沈亿三握了握手 简单介绍道 沈亿三给他的第一印象 就是阳光向上 长得也清秀强健 给陈永明的初始感觉还不错 沈亿三沉母李凤燕 喃喃了一下 而后看了眼低头 心虚的女儿 像是想到了什么 李凤燕一副丈母娘 看女婿的神色 笑着道 听母亲说过你 最近她在那边 还要多谢你的帮助了 举手之劳而已 沈亿三彬彬有礼地回道 叔叔阿姨 那就不打扰 你们一家团聚了 我要先回学校了 有机会再见 你在天海哪个学校 要不我们送你一程 李凤燕试探着问道 我现在就读于天海大学 叔叔阿姨 不用那么麻烦 我和同学约好了见面的 沈亿三找了个理由 对他们道别 打了专车 离开了机场 我们也走吧 陈永明叫上了妻女 一辆劳斯莱斯幻影 来到几人身边 开车的是一名中年男性司机 看样貌就是经过的风霜洗礼 显得沉稳可靠 陈董 夫人小姐请上车 他开口对几人说道 李凤燕用手肘戳了戳沉母亲 想什么呢 人都走了 我们也该回家了 哦好的 他像是刚回过了神 将不多的行李放车上后 便跟随父母上了车 劳斯莱斯幻影宽敞的车内 陈穆勤和他母亲坐在后排 陈永明坐在副驾驶 老陈啊 咱们女儿的心呢 怕是被勾走了 车上 李凤燕道 刚才那小伙子 陈永明也是丝毫不意外 虽然沈一三二人 没有表现什么过分的举动 但是热恋中的人 很多动作细节 就会出卖自己的神情 陈永明夫妇 都是阅历 丰富识人无数 怎么能感受不出来 是啊 我哥最近些日子 也会跟我汇报 沈一三他也经常提起 怕是错不了 李凤燕笑道 爸妈 你们别乱说 我们俩没什么沉默情慌了 心跳不由的加快 那小伙子 给我的演员还不错 而且天海大学 也是国内排的上名的 看来成绩也不差 陈永明没有表态 乐观地说出了 他对沈一三的评价 嗯 我哥也说了那小伙子 虽然家底不好 但是其余各方面都没得挑 沈一三 爸妈不反对 你叫男朋友 但是也希望 你能找到好的归宿 李凤燕没有因为 这是说陈沐晴 反而握住女儿的手 给他鼓励 我妈 我们目前算是 很正常的男女朋友 陈沐晴还是承认了 他没有感觉到 父母反对 心里一下子无比地轻松 爸只对你提一个要求 就是自重 等他天真的定下来了 才能你明白 我的意思了吗 陈永明威严地说道 虽然他没有反对 但其实心中 还是有一丝芥蒂 那就是 当才听到沈一三的 家庭条件不怎么样 像他们这样的家庭 一般都会找门当户对的 除非沈一三 能够迅速崛起 拥有一定的实力与地位 不然 他始终对这件事 保留着一定的余地 只是 毕竟陈沐晴 是他从小宠到大的 不想让女儿伤心 才没有反对什么 就提了个这么个要求 陈沐晴自然明白 父亲指的什么 放心吧 我们相敬如宾的 我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陈沐晴坚定地说道 另一边 沈一三来到了 阔别已久的校园 天海大学 位于崛起的东浦新区 占地面积将近5000亩 这对寸土寸惊的 天海市来说 绝对是巨无霸一般的校园 进了校门 发现原本还有五天 才开学的校园 主到两周 已经布满了红毯 和各种迎新的桌椅道具 校园内 已经有许多志愿者 在忙碌 各种车辆来来往往 虽然夏季天气炎热 依旧挡不住 这校园内独有的青春活力 老三 沈一三漫步在 通往宿主的道路上 忽然听到身后 传来一声呼喊 只见两道身影 小跑来到了他身后 一左翼又搭上了他的肩膀 老大 胖子你们咋 也这么早回来了 沈一三转身 和两个人来了的 大大的拥抱 开怀笑着 其中一人 戴着腹黑矿眼镜 长相斯文 身高和沈一三差不多 是他们宿舍的老大 叫做程东泽 另一人 身高一米七出头 体重约180多斤 脖子上 带着一根大金链子 妥妥的土豪气息 他名为钱多多 虽然在宿舍排名老二 但并不喜欢这个称呼 宁愿别人叫他胖子 人如其名 就连外号也一样 是个有钱的胖子 这不马上开学了 我怎么的 也得来迎接 迎接新的学弟学妹啊 胖子一本正经地说道 切 把学弟两个字去掉 你这想学妹 老大程东泽 鄙视地看他 搞得你不是为了 新学妹来的 胖子毫不客气地反击道 我连学姐和之前的学妹 都忙不过来 哪有精力 找新学妹 程东泽的自身条件 也算不错 虽然没有胖子有钱 长得也比不上沈亿三 但综合评分打起来 绝对比他们二人高 对了老三 你这次咋来这么早 胖子搂过沈亿三的肩 一边朝着宿舍走去 一边问道 他们宿舍四人关系都很铁 并没有因为家庭 或其他方面的原因 有排挤的情况出现 反而因为沈亿三之前 条件并不好 对他特别照顾 按照原本的情况来看 沈亿三 每次都是开学前一天 才会回学校 都忙着兼职赚钱 没想到这次 这么早就过来了 我呀 暑假赚了点钱 就懒得打工 挣那几个子了 这次就提早过来了 沈亿三得意一笑 戳了戳胖子圆润的肚子 卧槽 不讲武德搞偷袭 胖子见沈亿三 如泥丘一般逃走 追了上去 你们两个 那么热的天想死啊 程东泽在后面跟着 喘着气一副肾虚模样 几人在一阵嬉笑打闹中 来到了他们的宿舍 武状三零九世 老大 你也太虚了吧 比我还不如啊 胖子竖起终止笔事道 这个假期看来 时间管理大师 又忙不过来了呀 沈亿三身知诚 东泽花花公子般的生活 调侃道 乱说什么 我都是和妹子 进行友好的艺术交流 你们的思想 太肮脏了 信你我是狗 胖子点了根烟唾气地道 戳戟人休息了一会 坐下之后 沈亿三开口问道 老四呢 你们知道 他几号回来吗 老四他明天到 胖子开口回道 那几天我和他联系 说和他师父 在啥沙漠里考古 一个暑假都泡在那里了 好像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他师父又带他去哪里考古了 程东泽好奇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 听他说是 叫拉什么干的沙漠 鸟不拉屎的 胖子摆了摆手 你说老四这人 好好的金融学他 平时都不看不学 整天矿课研究 各种古董啥的 我都怀疑他 是不是选错专业了 沈亿三吐槽道 妈的 说起这事我就来气 这小子不学算了 偏偏考试一次 没有挂课 我去年期末挂了一课 差点不考都没过 程东泽愤愤道 算了 人个有志嘛 反正等他回来了 言行逼供不就行了 胖子嘿嘿一笑 等他明天天回来 咱哥几个去搓一顿 沈亿三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 忽然问道 呀 老三 这次回来 我咋感觉你变了个人 胖子压抑地 看着沈亿三问道 胖子你也觉得是吧 我说刚看到他时候 感觉他变帅气了 也就算了 好像人也自信了许多 程东泽附和道 说吧老三 暑假是去哪里发财了 不然你可不会变这么多 胖子追问道 发财 谈不上 就是赚了些钱 反正我来请客 之前测你们的太多了 这次谁都不许跟我抢 沈亿三一拍胸脯 豪气地说道 海中州饭店 胖子随口问道 我靠胖子 你这么坑老三 程东泽吓道 毕竟海中州一顿饭打底上千 正常情况下 上万都有可能 对一般学生来说 是一家去不起的饭店 更不用说他们认知的沈亿三了 可以啊 只听见沈亿三 给出了这么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 程东泽和胖子沉默了 二人家庭条件虽好 但是也控制着他们 在大学期间的消费 程东泽家里正常情况 只给他每个月一万的生活费 钱多多要给的多点 每个月有三万 但是让他们去海中州饭店 请吃一顿饭 也是伤筋动骨的 不是请不起 只是没必要 原本胖子 只是打趣的随口一说 却没想到沈亿三同意了 老三 你肯定是发财了 程东泽无比确信地说道 得了 吃一顿海中州还是没问题的 咱哥几个友夫通想 沈亿三说道 好 既然这样 我们就不客气了 二人也不矫情 捶了捶沈亿三的胸口 没一会 忽然听到程东泽的微信视频 通讯铃声响起 喂 宝贝程东泽接通后 直接喊道 呸 你真恶心 叫谁宝贝呢 我室友都在看着呢 对面一道萝莉音响起 当然是喊你了 谁没室友看着 你看我们宿舍的老三和胖子 都没说过什么 说完便把摄像头 对准了沈亿三和钱多多 二人默契地朝着程东泽 比了个中指 你看 你两个室友都在比试你了 对面脸微微红了一阵 萌萌的声音说道 他们俩作为单身狗 那是极度 程东泽一点也不在意 傲娇地回到 宝贝也回笑了 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不是想我了 谁会想你 对面否认道 那我挂了呀 程东泽见状 装腔做事就要挂电话 哎 好了 是这样的 因为马上大一新生就要来了 今年的新生数量比往年多不少 学校安排我们大二的宿舍 要换 你不是有车吗 想让你帮忙搬运一下东西 当然 要是你的室友 他们肯帮忙就更好了 当然不是白帮 我们宿舍一起请你们吃饭可以不 对方解释道 就这么个小事啊 早说嘛 我替他们同意了 程东泽爽快地答应道 真的吗 那太好了 不过我们东西有点多 有我们几个大男人帮忙 怕什么 对了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班 明天学校 有安排我们去 参加一些接待新生的培训 要不就后天吧 那真巧了 明天老四那力气 王也回来了 正好多了个苦力 程东泽咧嘴一笑 那辛苦 你们帮忙了 后天班完了 我们两个宿舍一起聚个餐 我们请你们 对方软萌萌的声音 让人生不起一点脾气 而后 二人在周围室友的鄙视眼神下 暧昧了好一会才挂断 我说老大 你这个女友交往有些久了 都有一个多学期了吧 还不分呢 胖子见二人挂断了通话 不由地吐槽道 我是那样的人吗 这可是我的真爱 不会分手的 程东泽否认道 你信不 胖子问沈一三 他这坏女朋友 比换衣服还勤快的人 心态有鬼了 他的德性 你又不是不知道 王玉萌他现在是老大的正牌女友 但老大外面 还有几个临时女友 我们哪里晓得 沈一三回道 有道理 胖子点了点头问道 程老大 外面还有几个 一二三没仔细算 反正刚好能管理过来 程东泽一点不避讳 佩服 时间管理 大师实至名归 胖子朝他竖起大拇指 你还有脸说我 你那干净的洞 不比我少吧 我那每次都是纯粹的感情 是 纯粹的一次性感情 二人在那里 互不相让地 白扯互相的黑历史 看得沈一三一阵摇头 他掏出手机 准备和陈沐晴聊会天问候下 却发现 手机发烫卡顿 是该换个手机了 毕竟这手机当初买的时候 只是个最普通的智能机 才花了几百块钱 能用两年多 已经不错了 老大 胖子 咱一起出去下 沈一三对着 还在接短的二人说道 干啥去 二人不约而同地问道 陪我去买个手机 倒点了一起吃个晚饭 哎呀 走起 听到沈一三 竟然要去买手机 胖子率先说道 你准备去哪买 买什么手机 陈东泽好奇道 华星手机 沈一三早已有了决定 不买水果机 咱必须支持国货 而且现在华星手机挺好的呀 我前段时间看了新品发布会 他们的手机各项性能遥遥领先 同样的价格 为啥不选华星呢 沈一三解释道 老三 我赞成你 胖子激动道 我俩老头一直就用的华星手机 和我经常讲支持国货 你要买华星手机兄弟 怎么也得赔一个 行啊 觉悟很高啊 要不我也换华星呢 陈东泽也有些异动了 这只是个人喜好 毕竟手机只是个商品 想用啥就用啥 没必要附和别人 沈一三劝道 那赶紧走吧 开我车去世贸大厦那边吧 那里我说 各种品牌都有 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家华星旗舰店了 胖子掏出了钥匙 率先走了下去 来到武装楼下的路边停车位上 他解锁了车门 陈东泽与沈一三先后坐了进去 胖子的车是一辆宝马X7 落地价款就要百万 看得出来 他家条件也是十分富裕 胖子一开车 整个人气质都变得气宇轩昂 在校园路上引起了不少女孩的回头 开车还不忘物色美女 陈东泽美好气地吐槽道 胖子也不理会他 一脚油门加速驶出校园 朝着世贸大厦去 约莫二十分钟车程 几人终于抵达 停完车直奔大厦里面的 华星旗舰店去 请问几位需要什么 刚进门 一位成熟的女性导购 上前询问几人 陈东泽自己去看了下其他的产品 胖子则是在门口接起了电话 华星手机最新型号的M60P有吗 沈一三直接精准问道 先生你好 这款手机目前内存512G的没货 只有256G和ET的 导购带领他们礼貌地来到样品机前 就ET白色的吧 沈一三说道 好的 ET的白色M60P价格是8999元 先生没问题吧 没问题 沈一三思毫不在意 来到收银台 掏出龙形卡结账后 导购已经将新手机打包好 交给沈一三 沈一三即刻将数据转移到新手机上 淘汰掉了旧的杂牌机 嘖嘖嘖 老三看来真发达了 8999花出去都不带眨眼的 程东泽调侃道 却见胖子手中也提了一个同样的手机过来 竟然在二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下单了 看啥 这手机我爸专门给我报销的 刚还夸了我一顿 见二人吃惊的眼神 胖子嘚瑟道 这该死的土豪 程东泽愤愤道 几人整理了下东西 便朝着大厦内的餐饮区域走去 毕竟此刻快接近六点 已经是饭点了 沈一三 还没等他们走几步 有三道女性身影 站在他们前方机密处 其中一个长着瓜子脸 擦着厚厚的粉底 颜值看上去有七分的女子开口喊道 原来是你啊 胡静 沈一三说道 哟 这不是我们的外协会会长吗 又骗两个学妹出来 陪你逛街买单了 一旁的程东泽也认了出来 嘲讽道 切 话可不能乱说啊 成大官人 对面胡静也是丝毫不给面子 反驳道 胡静和成东泽 都是同年级一个专业的 二人都算是专业中的名人 成东泽不用多说了 时间管理大师的名号可非浪得虚名 专业里面认识他的人 送了他个成大官人名号 胡静善于心计 本身家庭条件平平 却十分会忽悠人 在学校里一步步做到了 外协会的会长位置 被他看上的不管男女 他都有各种办法 让他们为自己花钱 除了沈一三这个例外 外贸协会主动贴上去 都被沈一三拒绝了 便恼羞成怒 散播沈一三的谣言 想让沈一三道歉 赔偿点他的精神损失费 沈一三可不搭理他 除了学习 就是打工兼职 每次学校里碰面 也当做普通同学 后面这事就不了了之 咋的 看我们老三好欺负不是 胖子此刻上前笑道 哼 不和你们计较 不过我搞不懂的是 两位有钱的少爷 为啥要和他这个穷人一起玩呢 你们俩看 还是最新款的滑行手机 前少爷那么大方 舍得送他那么贵的手机啊 胡静一直贬低沈一三 企图破坏沈一三几人之间的感情 我们兄弟之间的事 你个外人在这唧唧歪歪的干啥 胖子也是来得气 况且谁说老三的手机 是我给他买的 难不成还是他自己买的 他买得起吗 胡静依旧嘲讽道 我记得我也没认你吧 胡静 至于一直在这狗叫吗 沈一三现在也是有了底气 往前逼近 哎呦 还想打人不成 文文 娜娜 你们看这人一点风度没有 以后步入社会 可要长点心 千万不能和这种人交朋友 胡静缩了缩脚步 躲到了另外两个女孩身后 这两个女孩 一个叫做方文 身高有一米七 皮肤显白 身材不错 就是面向普通点 另外一个叫做姚丽娜 虽然只有一米六的身高 但是有着一对大凶器 穿着JK制服 脸蛋也是水灵萌萌的 算是一个八分以上的漂亮女孩 沈一三在胡静三人前方 一米距离停了下来 对方文和姚丽娜说道 两位学妹 我这人怎么样 你们不用管 但是对其余人 可要擦亮眼睛啊 要不然被当成提款机的可不好 说完还瞥了一眼胡静 他是我们的会长 平时对我们都很不错的 方文有着自己的主见开口道 严禁于此 胖子老大 我们逛我们的 肚子都饿死了 沈一三没有多说什么 静止朝着前方走去 选择性地忽略了胡静 成东泽和胖子也跟了上去 在路过姚丽娜的时候 二人目光停留了一下 而后便转移开了 胡静有些气急 轻轻跺跺脚 对方文和姚丽娜说道 别打理那人 走 今天这顿晚饭我请了 为了打消沈一三 刚才那番话 给二人的疑虑 胡静也是准备破费一次了 带他们前往餐饮区域 姚丽娜从始至终 一直没有开过口 眼神滴溜溜一转 露出一抹隐晦的笑意 便跟了上去 老大 刚才那大兄蒙妹 你看上了 胖子碰了碰成东泽的手臂 低声问道 你看上了 成东泽反问道 嘿嘿 是有那么点心动 胖子也不否认 那我就不掺和了 我家的萌萌 和他差不多类型 而且更好一些 成东泽大度地说道 那我抽空地去打听打听 胖子目光一转 思索了起来 这家吃点 沈一三走到一家烤肉店门前 问到身后二人 好啊 我就喜欢吃肉 胖子一点没意见 于是 三人进去点了一大堆肉 坐等上菜 巧的是 胡静他们也选择了这家店 而且 服务员给安排的座位 正巧在他们隔壁 真是晦气 胡静进来 看到他们想要离开 却没想姚丽娜 也坚持想吃烤肉 无奈之下 还是留下来了 这顿饭 沈一三和胡静吃得尤其别扭 胖子和姚丽娜二人 倒是狂炫 哟 这位学妹 也喜欢吃肉啊 胖子找了个机会 对隔壁桌的姚丽娜问道 姚丽娜见有人问自己 一双大眼疑惑地 看了看胖子 见他满嘴流油的样子 仿佛看到了知己一般 瞬间笑成月牙回道 可喜欢了 而且怎么也吃不胖 胖子听了后 看了看自己的身躯 有些心塞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怎么那么大呢 为了撩妹 她继续说道 有空可以经常一起吃啊 好啊好啊 姚丽娜就像是个 不安适适的少女 听到吃的就连连点头 加个微信吧 有空可以联系你 说完 胖子掏出了刚买的手机 打开了二维码 喂 娜娜 他们那个宿舍的 可都不是傻好人 你可别被骗了 胡静拉了下姚丽娜 提醒道 静姐 我的爱好就是吃了 放心吧 我可没有那么笨 被人骗 姚丽娜坚持到 扫了扫胖子的二维码 添加了好友 胡静心中不是滋味 但他也知道 胖子家庭条件很好 可不敢跟这种人作对 便没再过分要求 牛P 那么快就加到联系方式了 成东泽在桌底下 给胖子竖了的大拇指 几人吃饱喝足之后 胖子主动去买了单 却在收银台那边 碰到了同样买单的姚丽娜 学妹 我帮你买了吧 眼看既然是姚丽娜买单 胖子就要帮她付掉 不用了 我不缺那么点钱 有机会下次 吃饭了再说好了 姚丽娜付了款 而后回到座位 再次消灭剩余的食物 胡静依旧自顾自地吃着 还不忘吐槽 下隔壁的沈一三 果然跟着土豪室友 能吃香喝辣 方文听到 胡静这么说 想起了 他刚才说的请吃饭之事 却在姚丽娜去买单时 一点没有表示 不由的眉头一皱看了他一眼 沈一三没有理会胡静 和胖子二人提起东西 便离开了 回学校的路上 我打算买辆车 哥俩的明天 有空陪我一起去看看 沈一三这句话 犹如惊雷 震得胖子和成东泽伴上 说不出话 姚姚三 你是被富婆包养了 先是请吃饭 又是买手机 现在还打算买车了 胖子有些猛 不由的减慢了开车的速度 我严重怀疑 你的钱哪里来的 老三可别走错路啊 成东泽提醒道 哥几个放心 我的前来路很正 暑假炒股投资 赚了不少 沈一三早已准备好了理由 为他资产 迅速增加埋下的伏笔 炒股 这玩意是人能够玩的 胖子有些不敢相信 事实不就知道了 沈一三神秘地笑道 你打算买多少价位的车子 品牌参数 性能这些有没有要求 成东泽接受了 沈一三有钱的事实 问道 奔驰S系400的咋样 沈一三这几天 简单了解了车 对于百万价位的车辆 他还是觉得奔驰好些 不太高调 又能最大限度地 给自己消费反例 啥玩意 胖子嗓门一吼 有些不敢置信 哇靠 老三我还以为 你要买的是一二十万的车子 还在帮你想性能什么的 你这骑手奔驰S系 都比胖子的车好了 你到底现在身上多少钱啊 成东泽也目瞪口呆 咋样吗 沈一三不回 继续问道 你都想好了 你校园里辽妹了 成东泽有些羡慕了 我可不像你们 沈一三鄙视他道 嘿嘿 老三啊 等你踢车之后 有空借我开开 咱哥几个都好说 沈一三无所谓道 反正对他来说 买车只是顺势而为 用不了多久 肯定可以换更好的 老三啊 你现在有钱 以后是不是可以 和我们一起泡妞了 胖子黑黑一笑 露出一副 同道中人的猥琐姿态 你以为我和你们一样啊 我有女朋友了 沈一三如实回答 啥 啥 胖子二人不知道 这是第几次 被沈一三给惊到 不是 老三 你这就回去了个暑假时间 不会换了人了吧 这不是 我们熟悉的你啊 成东泽摁住他的肩膀道 也没什么变化吧 有啥值得大惊小怪的 沈一三打了个马虎眼 虽然知道系统的出现 确实给他短短一个多月时间 带来了许多变化 但也不会和任何人说 你女朋友长啥样 胖子忽然问道 我意思是 别到时候自家人碰到了不认识 我和老大给避避雷 沈一三想起了那娇美的容颜 脸上不由自主浮现出微笑 刚才因为换手机 一直没什么时间给送去问候 此刻立马给陈沐勤发了消息过去 对方几乎是秒回 问起了沈一三的状况 就这样 在成东泽和胖子嫉妒的眼神中 沈一三一路和陈沐勤文字聊天 不知不觉回到了宿舍 几人洗漱完了之后 躺床上进行了几个小时的夜话会 终于在后半夜入睡 周六 胖子驱车带几人 来到了东浦新区的 奔驰唯一旗舰店 欢迎光临 进去销售店大门以后 一位约四十出头的身材 有些丰满的女性 销售人员走了过来 不过 当他看到进来的是 三个样貌那么年轻的学生 顿时失去了兴趣 但出于职业素养 还是招呼道 我是本店的金牌销售员吴玉婷 几位是需要购车吗 沈一三现在的感知和精神十分敏锐 察觉到他那忽视的眼神 也就没直接说购车的目的 只是回道 我们先随便看看 正巧此时 门外一位大富翩翩的半秃顶中年男子 带着一个身着紫色连衣裙 身材修长的女子走了进来 吴玉婷见状 双目一亮 而后对沈一三几人道 既然如此几位先生 可以在我们的展厅内逛逛看 我这边有客户要去忙下 说完便撂下了几人 朝着那中年男子迎去 周总啊 您怎么来了 吴玉婷一脸笑意地接待道 吴经理啊 我这不是来支持你的业绩了吗 中年男子周总伸出手 与吴玉婷握了握 还不忘开了下游 吴玉婷也不恼怒 威衬了一眼道 这次是准备买个什么系列的 给他配辆CC的吧 周总看了眼旁边颜值 将近九分的女子说道 CG好啊 小姑娘 都喜欢这车 那是漂亮 还有面子 吴玉婷说完 带着他们二人 朝CC展车区走去 七 我还以为奔驰的销售素质有多高 也是狗眼看人低的货 程东泽轻拓一声 你们好 就带几人自己准备逛逛看时 一旁小袍走过来一位身着制服 身高165左右 柳叶凤梅的苗条女子过来 我是这里的实习销售员孙瑞雪 能为几位先生服务吗 孙瑞雪看上去年纪不大 估计也就比沈亿三几人 大个一两岁 颜值却有九分出头 绝对算是难得一见的美女了 程东泽和胖子 这两个LSP 看到美女就走不动到了 只是孙瑞雪的目光 一直放在沈亿三身上 那就劳烦你了 孙小姐 我想买个奔驰S系的 能带我们看看吗 沈亿三问道 听到既然是沈亿三要买车 还是奔驰S系列 孙瑞雪微微惊讶了一下 而后露出甜甜的微笑 道 没问题 叫我小雪就好了 怎么称呼你呢 我叫程东泽 那个是胖子 这个叫沈亿三 你喊他老三就行 程东泽率先抢答道 那沈先生 请跟我来吧 孙瑞雪的业务经历 确实没有那么丰富 在给几人介绍车的时候 经常卡辞 有时候自己都会尴尬地要命 好在沈亿三几人自己 本来就有目标 倒也没有因为他的不专业 而难为他 这辆S400配置豪华版 全套下来落地 需要多少钱 沈亿三心中已有决定 问孙瑞雪 这个麻烦 等我下查下价格 孙瑞雪脸微微一红 拿出报价单 算了约一分钟 他对沈亿三说道 这车下来全款110万 这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了 我们还会赠送 两年免费保养 一套高档车室 一套 好了 这个价格可以 有没有限车 沈亿三问道 我得去问下我们经理 这辆是商务型的配置 豪华版的配置 我们店好像没有现货 孙瑞雪带他们到休息室稍等 泡了杯茶 便去找他们的经理了 沈亿三正在休息室闲聊等待 见吴玉婷带着那个周总 和紫色连衣群女孩进来 哎 老大老三 这不是我们学院 采管系的位移吗 胖子对沈亿三和程东泽低声说道 好像是啊 之前距离太远没认出来 也是点头确认道 二人都是学校里面的小蜜蜂 哪个学院 哪个专业 有哪些漂亮的女生 他们基本上都知道 魏姨底子很好 是采管系有名的美女 沈亿三倒是不怎么熟悉 毕竟她之前 可没意思关注花花世界 听说之前 她在当主播 看来 这是被大哥给看上了 肯定是 不然怎么会带她来买车呢 哎 又一个滑稽少女堕落了 胖子和程东泽俩 人压住了声线 你一言我一语 并没有让魏姨听到 只是魏姨见到他们三人之后 神色微微变化 显然是知道这里人 也是自己学院的同学 不自觉地往边上走了走 挣脱了 被周总搂着的那咸猪手 小姨啊 今天这CC可满意 周总也不在意她的动作 笑眯眯地问道 哎呀周总 CC可是多少女生 梦寐以求的车呢 我都想要一辆 这位小姑娘 肯定满意啊 吴玉婷在一旁复合道 春哥 谢谢你 就是让你破费了 魏姨心中挣扎了一会 对那秃顶男子说道 周总全名叫周立春 是一家自媒体 和短视频的老板 身家也有个千万以上 魏姨当初开启直播后 由于强大的美颜功能 在直播间中 颜值更是突出 因而被烈焰的周立春 给盯上了 在之前两年时间 成东泽几人 也没听说过 魏姨有什么拜金绯闻 也就是这两个月直播后 在周立春不停地理务公事下 她前前后后 刷了有十几万 魏姨竟慢慢沦陷了 至于二人 具体发展到哪一步 外人无法知晓 想来都给买车了 关系肯定是无比亲密了 喜欢就好吗 那晚上 你可得好好表示表示了 周立春丝毫不顾忌 别人在场 话语中的意图 简直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去给办理下手续吧 说完周立春 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 交给了吴玉婷 去办理购车手续了 魏姨见状 神色一变 放心 过段时间 就把车过呼到你名下 似乎察觉到了魏姨的想法 周立春对她画了个饼 吴玉婷可不理会那么多 周立春的证件去忙活了 周立春一把蓝固魏姨的细腰 在沈一三他们斜对面 坐了下来 魏姨似乎有些反感 却忍住了 嘖嘖嘖 我还以为多大方呢 这饼花的管宝波 胖子看不惯周立春 那小气的样子 嘲讽到 毕竟胖子 虽然喜欢一夜风流 却一点都不小气 和他触过的女生 他都给了很实在的物质 没有什么感情纠葛 所以在学院内 胖子的名声不算差 小子 你说什么呢 你以为买奔驰这种 豪车买大白菜呢 周立春气 不打一处来 指着胖子怒道 沈一三在一旁 默默玩着手机等待 忽然脑海中 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临时任务 打脸 任务介绍 根据周立春的话语 进行反击打脸 任务奖励 经验一百点 初级随机技能卡一张 初级消费 反线卡一张 这突如其来的任务 让原本安安静静的 沈一三挣了一回 系统 你这是给我送奖励来了 看着那么简单的任务 他不由地怀疑到 毕竟他就在买车 要完成这任务 还不是手到擒来 奔驰车 可不就是大白菜吗 沈一三本想低调的 为了完成这任务 也无奈开始装了起来 蛤 小子我没听错吧 看你一身一件上的 了台面的品牌衣服都没有 哪来的胆子 在这大言不惭呢 周立春见对面又一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 嘲讽自己 不禁怒了 不就落地价 三十万左右的CC吗 有什么好吹的 送人的东西 还搞那么多套路 真是丢男人的脸 沈一三不客气地回道 嘿 我说现在学生口气 那么大吗 三十万 好像说的三十块一样 你见过 三十万那么多钱吗 周立春气冲冲地 走到他们休息的座椅 前置问道 你管我见没见过 我又不是你爹 凭什么告诉你 沈一三对道 把胖子和程东泽 看得一愣一愣 好好好 你要是能买得起CC 我叫你升爹都行 并且我立马从这滚出去 但是 你要是买不起 你就跪下 给我磕十个响头 并扇自己十个耳光 周立春气急道 就凭你自己的本事 不问别人借钱凑钱买 你敢不敢 他又补充道 程东泽和胖子的穿着它 还是有数的 看上去家庭条件还可以 要是沈一三 问他们借钱来装逼 说不定还真能买 因此 他把沈一三的后路给堵了 周立春本 就以为是胖子 或者程东泽来买车 沈一三只是陪同 要是其他二人 他也不会说这个赌约 好啊 我接了 不过 我可没你这么个儿子 丢人 沈一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哈哈笑死我了 等会等吴玉婷来了 我看你怎么买 周立春冷笑一声 坐在了沈一三对面等待 卫宜从刚才就坐在那 内心似乎一直在挣扎 此刻愈发低眉沉默 大约五分钟之后 吴玉婷匆匆忙忙地跑了回来 对周立春道 周总啊 各项手续都没问题了 你看合同上签的字 把钱付了 周立春接过合同 快速签署自己的名字 然后刷了下卡 将钱给付了 吴玉婷笑容满面 就要接过文件走开 周立春开口道 这个小子刚才 说要买辆CC 你看给他也弄一样 周立春没有解释 他们打赌的事 不过吴玉婷听到 可不管那么多 有业务送上门 提成哪能不接 哎呀 那真是感谢周总 给介绍的业务了 吴玉婷挺了 挺他那傲人的双锋 对周立春谢道 小伙子 你要买车的话 我 他刚开口 却见沈亿三 明了口孙瑞雪炮的查说道 阿姨 我并不打算通过你买车 不通过我买 吴玉婷愣了下 随后吃笑道 还是说你买不起 故意消遣我们呢 哈哈 小子装不下去了吧 老老实实 给我磕几个头衫 自己几下 下次注意没实力 少出来外面装 周立春站了起来 得意地笑道 仿佛胜利将军 居高临下看着沈亿三 老三 没问题吧 成东则虽知道 沈亿三 不会打肿脸充胖子 但也是有些担忧 沈亿三朝他 投去一个放心的眼神 也站了起来道 就是单纯的 不想给你这单生一把了 你什么意思啊 吴玉婷的眼神 冷了下来 就是字面意思 而且我的服务人员 已经过来了 沈亿三望着休息室 前方通道 一道亮丽的身影 一步步快速接近 身后还戴了个西装 鼻挺富态可居的随和男子 沈先生你好 这是我们销售店的店长 也是我们区域经理 蔡强蔡经理 孙瑞雪喘着气快速介绍道 您就是沈先生 真是年轻啊 听瑞雪说 你要购买S系400的 豪华配置车型 蔡强主动和沈亿三握手 而后示意他坐下来谈 蔡经理 你怎么过来了 吴玉婷健壮 有些不解的问道 哦 听瑞雪说 有位客户需要选购S系列的车 我查了下 目前的车库 没有这个配置的 就想过来解释下 蔡强可不知道 几人间的事 对吴玉婷解释道 蔡经理 就是一个上学的穷三小子 他连C系都买不起 你还真信他 买得起S系列的车呀 那可是百万级别的车 周立春在一旁嘲讽道 也不敢相信 沈亿三起步 就是购买百万级别的S系 不管怎么样 人家客户来了 我们就应该做好认真的接待 蔡强没有看不起沈亿三的意思 毕竟他入这行十多年了 职业素养还是有的 有些大佬喜欢装穷 又不是没见过 过来看看 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要是成交了 又是一笔业务 蔡经理你说的对 难怪那么年轻 就是这边的区域经理 沈亿三夸赞道 就是现在我要的车型 没有现货是吗 是的 只能预约 我们可以给你 加快安排发货 不过提车时间 需要十天左右 蔡强如实说道 沈亿三沉吟了会 那我就不要了 十天他觉得有些长了 要是一两天还能等 哈哈 小子装不下去了吧 蔡经理你 也别被他忽悠了 这小子 就是买不起车 故意消遣你们 给你们找麻烦呢 周立春原本看到 蔡强过来以后 沈亿三沉着冷静的表情 也是心中发出 听到他不要了立马嘲讽 麦巴赫GLS600呢 有吗 沈亿三甲装沉撕了一会 在脑中问了下系统几个问题 忽然笑了下 开口说出震惊全场的话 哈 老三 你脑子没坏吧 成东泽忍不住 摸了摸沈亿三的额头 觉得他是不是疯了 S系的不要了 转眼又问麦巴赫 这起码在翻好几倍啊 胖子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蔡强也是被他这话挣了好一会 你确定 蔡强有些颤抖地问道 确定 沈亿三点了点头 哼 还在那硬撑 周立春见状更加不慌了 毕竟GLS600价格至少300万起步 他不信沈亿三买得起 蔡强没有理会其他人的看法 对沈亿三正重道 这个车 我们这边确实有量线货车 目前正在车展 要今天下午结束才能开走 不知道是否愿意等 沈亿三看了看胖子和成东泽 老三你能买下来 我们陪你等通宵都没问题 胖子眼睛都红了 对沈亿三吼道 成东泽也表示没问题 借我开开装个杯 既然如此 那我就等等吧 对了这款车 全部落地价多少 沈亿三直 接定了下来问道 不需要去看看试价 蔡强问道 不是在车展吗 晚点签完和同空了 再去试价都行 我相信 麦巴赫配得上他的名钱 沈亿三说道 既然这样的话 本来这车落地价 将近370万 因为当作展车放了一段时间 让沈先生等那么久 我做主全款 360万如何 蔡强直接给了的定价 当然 该送的礼品都不会少 而且我们给你免费服务上牌 不说免去了 将近十万的购车费 天海市的牌照 平常近拍 都要五万一块起步 蔡强都给赠送了 确实给沈亿三省 据不少费用 蔡经理 合作愉快 沈亿三笑了笑 主动伸出了手 哈哈 这是我的荣幸 以后 有需要随时可以找我 在这天海市 如果我找不到的车 我朋友 一定能想办法导当 蔡强真诚地和沈亿三握了握手 随后拿出手机 添加了沈亿三的联系方式 作为奔驰这种店的店长 加区域经理 他肯定积累了不少 自己的资源途径 那麻烦蔡经理准备下合同 和付款流程吧 对了 我要多分几次刷卡 银行卡单笔交易有限额 改天我去银行调整下 沈亿三准备动用 购车卡和返现卡 为了最大限度的获得返利 他编造了这么个理由 而且系统也同意这样使用 只要是正常消费就行 不止现一笔交易 虽然目前 沈亿三龙型卡中 只有85万左右的金额 但是他第一笔百万消费 只需花费50万 就能进账250万 这样卡里就有285万 足够支付剩余的钱260万了 而且他相信 合同签了之后 自己第一笔百万金额转过去 系统的打脸任务就会完成 届时他又有张返现卡可以使用 这个当然没问题 蔡强开口道 只要金额付足 就算刷几十笔 他们都得全程服务陪着 哦 还有件事 这辆车的销售提成 分给他吧 沈亿三指了指孙瑞雪 蔡强看了眼孙瑞雪 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 看着沈亿三道 当然可以 而且按照正式员工标准 全额给他提成 沈亿三连忙狡辩道 别误会 就是我感觉他的服务态度好 值得 我懂 瑞雪呀 还不先感谢沈先生 蔡强也是老油条了 急忙说道 孙瑞雪被这送来的大礼 一时间搞得不知所措 孙瑞雪满头大汗的 抱着资料跑了进来 却难以掩饰他激动的情绪 沈先生 请 蔡强是一道 沈亿三看都没看合同 直接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他相信这种店 不会在合同上搞什么文章 而且他是全额付款 待孙瑞雪拿出POS机时 沈亿三按照他的要求 先让刷一百万 随后初级购车卡 和初级消费返线卡同时使用 丁的一声短信提示音 他的银行账户扣出了五十万的费用 紧接着又进账了二百五十万 当机器消费流水单顺利出来 表示百万消费成功 周立春和吴玉婷的心理 比吃了苍蝇还难受 周立春知道他栽了 毕竟百万就这样花出去了 沈亿三的消费早已超过了 打赌了奔驰CC三十几万的价格 剩余的二百多万消费还重要吗 周立春此时默默地准备离开 他并不想兑现赌约丢这个人 哟 这就准备跑了 刚谁说老三连三十万都没见过呢 成东泽阴阳怪气地朝着 卖不出去的周立春说道 愿赌服输呗 本来一个大男人那么计较扣扣嗦嗦嗦的 就够令人恶心了 要是输不起耍赖 还不如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胖子在一旁打助攻 哼 这件事我认灾 不过你们也别太过分了 有些事还是退一步的好 不然出了社会不懂得吃亏会很危险的 周立春面色阴沉地看着几人 有些威胁的意思 好了 胖子算了吧 人家本来就是这种人 你勉强他干啥 而且我也没有这样的儿子 丢人 沈亿三挥了挥手 表示这事就过去了 还是你善良啊 胖子对沈亿三说道 周立春面色铁青 重重冷哼一声 随后放了句狠话 你们给我等着 然后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出 末一会便再次返回 对卫仪吼道 你还在这干什么 和我回去 今晚我火气很大 说完就准备去拉卫仪的手 卫仪见他图穷笔线的样子 面色有些惊恐 惊叫了一声 却是避开了周立春 我不想和你走了 你自己回去吧 卫仪像是挣扎了许久 艰难地说道 你再给我说一次 不跟我回去 老子给你花那么多钱白花的 周立春有些发狂 再次朝着卫仪扑去 啊 卫仪见状尖叫一声 朝着沈亿三 他们的方向跑去 不好意思几位同学 能不能帮帮我 我错了 他声音哽咽 求助沈亿三他们 都是一个学院的同学 放心吧 沈亿三率先开口 胖子和程东泽也表示 愿意帮忙 你真不愿意跟我走 周立春见卫仪找到了靠山 冷声道 我不走 卫仪坚定地回道 好 行啊 你把老子 给你花的那些钱都还回来 我就允许你不跟我 并且以后不骚扰你 周立春提出了条件 你在直播间 给我刷的那些礼物 都是你自愿的 不算我问你花的要的 至于其他的吃饭什么 满打满算下来 最多一万块钱 我过几天想办法 还你 卫仪开口道 你说一万就一万 五万 一分也不能少 不然老子就去你学校 给你传播传播 周立春威胁道 你这兔头老鸟 真不是个东西 小气吝啬又说话不算数 还威胁人家女生 他今天就不和你总能咋地 胖子一拍桌子 站起来指着周立春鼻子骂道 哼 我不想和你们计较 一句话 拿出五万 救了这件事 周立春依旧不依不饶 周先生 这里是我们奔驰销售店 不是你公司 请你不要在这里闹事 蔡强也听不下去了 皱着眉头说道 蔡经理 这是我与他之间的事 对你们店没有任何损失吧 给我个面子 你别掺和了 蔡强正在开口 沈一三直接说道 五万我替他给了 拿了钱 马上给我滚蛋 好啊 你倒是给啊 周立春气急道 给我你的卡号 沈一三也不废话 莫过一分钟 看着提示到账声 周立春面色阴沉 怒失了沈一三一眼 头也不回得出去了 周立春走后 吴玉婷觉得 待着也不合适 面色难看的 悄悄离开的休息室 沈一三几人也没去在意 卫一被沈一三今天的举动 震惊了好几次 终于诚恳地开口道 谢谢沈同学 之前是我这乡了 以后我会改的 这五万就当我欠你的 我会慢慢还你 不用 我也不缺这钱 你能迷途知返 我就很开心了 人吧 不能为了钱 抛弃自己的尊严 和感情盲目做出决定 沈一三笑着说道 谢谢你 还有谢谢成同学和谦同学 卫一再次诚恳感谢 等会我请你们吃个饭吧 哈哈 看来沈老弟 还是个英雄 就美得热心人 不嫌弃的话午饭 就由我做东吧 大家一起吃 蔡强开口道 魏同学 在这吃顿饭吧 等下午提车了 我们送你回去 沈一三开口提议 这我今天 也确实没其他事 魏一内心波动了下 咬了咬嘴唇 点头同意了 同时 沈一三脑海中 想起了系统任务 完成的提示音 只是有些变化 因宿主的善良之行 导致任务超额完成 不仅打脸周立春 还拯救 即将完全堕落的魏一 奖励叠加升级发放 任务奖励提升 经验300点 高级随机技能卡一张 终极消费反线卡一张 我去 沈一三看着这奖励 内心狂喜 这奖励 不仅一下子提升了 自己的系统等级 还获得了 第一张高级的技能卡 稳了稳心神 他找了个借口 跑到了厕所中 安心地提取系统奖励 首先是升至五级的系统奖励 恭喜宿主升至五级 开启魅力值系统 当前宿主魅力值72 升级奖励 终极闭盲盒4 技能提升卡1 终极随机技能卡1 证件卡包1 临时任务的高级随机技能卡 和终极消费反线卡 也已经到位 新增的魅力值 能让沈一三的魅力凸显出来 更容易获得别人的好感 尤其是异性 四个终极钱币盲盒 开出了总共22万左右的钱 沈一三卡中余额 来到了302万 两张随机技能 卡开出了一个 终极歌唱技能 一个高级战斗技能 让沈一三最惊喜的 就是高级战斗技能 因为这技能 让他的武力值 瞬间达到了这个世界人类 能理解的巅峰 各种战斗技巧 烙印在他的脑海中 他感觉 现在打之前的自己 100个都不在话下 附加带来的好处是身体 被强行提升改造 这其中包括力量 敏捷 判断力 战斗经验柔弱的体质 可适应不了 他暴涨的武力值 经过足足10分钟痛苦的改造 沈一三的体质 长到了恐怖的85点 他的身材 也产生了些许变化 肚子上的八块腹肌 已经显实 透露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 身高也长高到了1.81米 面旁变得更坚异棱角分明 高级战斗技能 带来的武力值 还没完全消化完毕 等他体质提升 还会跟着提升 其次 证件卡包 也是个非常实用的道具 因为这个社会很多 都需要证件来证明 开车需要驾驶证 开飞机需要机长证 医生需要资格证 警察需要警官证 而这个卡包的作用 就是在你需要用证件的时候 直接生成出相关证件 并且所有的证件 都是合法可查的 沈亿三突然想起来 自己来买车 好像还没驾驶证 都忘记这事了 虽然他有了车辆 驾驶精通技能 但是无证上路 被抓了技术再好也没有 这个证件卡包 可是给他减了燃眉之急 然后 他心中默念道 生成驾驶证 忽然 只感觉口袋中 多出了一个东西 掏出一看 正是一本正规的驾驶证 终极消费返现卡的返现额度 则是提升到了500万 返现倍数为10倍 沈亿三冷吸一口气 可惜 他目前卡上余额 距离500万 还差不少 不能最大发挥出 这张卡的价值 但他也没在意 反正十倍足够 让他报复一波 用了也就用了 钱莫了再赚就是 另一张技能提升卡 他用来升级了透视 现在透视能每日使用次数 来到了50次 宿主 沈亿三 年龄 21 财富值 体质 85 精神 73 魅力 72 技能 高级战斗 终极歌唱 终极推理 终极追踪 车辆驾驶精通 初级外语精通 初级烹饪 透视 道具 信息预知卡一张 时效15天 信息预知卡一张 时效30天 终极消费反线卡一张 倒霉卡一张 精美食品专用调料 配方一份 美白护肤品 配方一份 好感度探测仪 证件卡包 等级 5 升级经验 0500 沈亿三没想到买个车 不仅能报复 还能提升那么多 简直是秦始皇 摸高压线迎妈了 在厕所待了20分钟 沈亿三才回到休息室 沈兄弟 你这是怎么了 蔡强看着他 满头大汗的样子 好像连身形 都有些变化 奇怪道 老三 你看上去很虚 程东泽也十分疑惑 刚拉了回肚子 有点虚脱 沈亿三摆了白手回道 体质提升 让他一下子 失去了大量能量 他自然一副 筋疲力竭的姿态 众人也就没多在意 简单关心了几句 就接过去了 剩下的费用 一次帮我刷了吧 刚我查了下 好像限额提升了 沈亿三的龙行卡 还在孙瑞雪那 对他说道 好的沈先生 孙瑞雪迅速地输入 剩余的二百六十万 沈亿三在使用的 终极消费 返现卡之后 刷了出去 宁伟号8888龙行 卡消费源 剩余金额源 宁伟号8888龙行卡 境外投资收益 转入源 剩余金额源 两条同时出现的短信 将沈亿三的财富 提升到两千六百多万 当消费凭证 打印出来那一刻 所有人的心都放了下来 老三 不 三哥 以后你是我哥 老三现在有钱又有盐 我能想象到以后 各种妹子 投怀松抱的画面了 胖子也一片哀嚎 在普通人眼里 麦巴赫不仅是一辆豪车 更代表着一种身份地位 蔡强更是满面笑容地 和沈亿三 称兄道弟起来 走 各位肚子饿了吧 我们去吃饭 蔡强将沈亿三三人 包括魏怡 孙瑞雪带着他们店 专用的餐厅包厢 半个小时之后 蔡强贡 安排了十二个菜上桌 众人纷纷落快 沈亿三也是一一碰杯 包厢内一片谈笑之声 沈同学 今天真的谢谢你 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开口 魏怡真诚地说道 随后主动加了 沈亿三的微信 沈先生 我也得感谢 你咱们也加下微信吧 以后车辆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找我 孙瑞雪见蔡强那鼓励的眼神 鼓起勇气说道 沈亿三自然乐意 虽然已经有了女朋友 但并不影响 他交朋友不是 待吃饱喝足之后 沈亿三在蔡强的带领下 来到了他们店的展厅 沈兄弟 可以去先试驾体验下 你的车感觉如何 蔡强和工作人员交流 安排好了之后 帮沈亿三打开了车门 看着眼前这霸气的SUV车型 沈亿三心中 不激动是不可能的 他坐了进去之后 坐着真皮座椅 感受宽敞的空间 智能系统等 心想真值 那557马力4.0T的发动机 更是给这动力系统 增添了狂野质感 享受了一会之后 他下车和蔡强握了握手道 我很满意 感谢你蔡经理 嗨 以后叫我蔡哥就行 那么客气干嘛 蔡强今天没有接待 其他客户 一直静静地陪着沈亿三 程东泽和胖子二人 在沈亿三同意之后 也去感受了 下麦巴赫的魅力 简直是爱不释手 摸了老三的麦巴赫 我都不想 开我那破X7了 胖子感慨道 得了吧 那我的雷卡萨斯 是不是可以当垃圾丢了 程东泽鄙鄙试地说道 几人坐在展厅休息闲聊之时 胖子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老四答来的 他对沈亿三和程东泽说道 喂胖子 不是说你们三人都到了吗 宿舍里面都不见你们影子 对面传来了一道的声音 询问道 我们啊 在奔驰店买车呢 胖子回道 买车 奔驰店 你爸给你换车了 你猜 胖子逗了逗他 难道不是你 那是老大换车了 答错了 没有奖励 程东泽接过话回道 啊 那你们去买啥车 气氛一下子沉默 我寂静了 你们该不会告诉我 是老三买车吧 对面像是受到了惊吓 发出尖锐的叫声 震得胖子有些耳鸣 你说话声音轻点 咋的 看不起老三 程东泽问道 不是就是有些蒙你们现在 哪个奔驰店 准备回来了吗 在东浦新区这家旗舰店 等车展结束呢 毕竟是一台线车 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吧 程东泽简单回复了下 等我 只听见对面传来这两个字 便挂断了电话 不到半个小时 奔驰店的门口走进来一个身高约172 身材小巧精炼 皮肤暗黄的寸头男子 穿着一件花衬衫和宽松短裤 踩着人字脱四处张望 老四 这里 沈一三目光锐利 感受到了他的到来 对他喊道 介绍下 这是我们宿舍的老四 名叫向洪宇 带向洪宇过来以后 沈一三对蔡强和孙瑞雪介绍道 向洪宇和几人打过招呼之之后 一脸好奇地盯着沈一三 微微皱眉开口道 老三 笑着承认道 不仅气质变化了好多 你的身体好强 向洪宇注视了他一会 惊讶地说道 这次轮到沈一三惊讶了 他的改变虽然多 但是都是系统给的 一般人都感受不出来具体哪里变化 然而向洪宇却十分敏锐 看来老四不简单啊 沈一三看着向洪宇 想起他那不拙边的师傅 感觉向洪宇也有自己的秘密 不过 这并不影响他们宿舍之间的兄弟感情 暑假发生了点事 确实对我影响挺大的 沈一三简单提了下 向洪宇见沈一三的目光 还是那么熟悉 便没想那么多 点了点头 何止是大 用脱胎换骨 形容都不过分 胖子哀嚎道 你知道老三过来买刹车吗 承东则问道 向洪宇一副玩事不恭的样子 点了根烟 不在意地说道 奔驰吗 A系C系还是一系 都不是 胖子嘿嘿一笑 不会是S系吧 向洪宇不确定地说道 你又猜错了 没奖励 好了胖子 别打雅米了 是麦巴赫GLS 沈一三回答道 可嗨嗨向洪宇一口烟卡在喉咙里 被枪的泪水都出来了 卧槽 最后 发出了长长的惊叹声 得了 这次我真服了 老三这两天 给我们带来的 惊讶不止这一个 我们都已经麻木了 承东则叹了口气说道 向洪宇的好奇心 一下子被引起来 于是 趁着等待的时间 承东则和胖子 将沈一三 这两天做的试轻声 说了出来 听完之后 向洪宇久久不语 毕竟短短一个暑假 变化这么大 太令人疯狂了 老三 听说今晚海中粥 请吃饭 向洪宇消化了以后 就没继续在意 不由地问道 藏啊 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 沈一三回到 蔡经理 卫衣还有小雪 你们也一起吧 反正多几双筷子的事 那可沾了老弟的服了 我就舔着个脸 去蹭饭了 蔡强也没有拒绝 看沈一三 那明显是不差钱的主 他主动结交 肯定乐意之志 瑞雪 既然沈老弟那么邀请 你也别拒绝了 就当今晚陪客户应酬了 怕孙瑞雪拒绝 蔡强也是发挥了领导的特质 替他决定了 原本孙瑞雪 是不适应这种应酬的 不过既然是沈一三请 好像也可以 他的心中 不由地加快了心跳 不得不说 沈一三现在有了 帅气的魅力之加成 配上他有钱多金 简直是女神收割机 我要不就不去了吧 晚上 我要回去直播 今天白天都耽误了 晚上不喝酒 就吃个饭 不会太晚的 吃完送你一起 回学校就是了 沈一三劝道 卫宜想了想 顺势就答应了下来 车展结束 因为各项手续 在蔡强的催促安排下 都已经办理完毕 正式牌照 还要过两天才能寄过来 因此 这车暂时先挂了个临时牌照 当沈一三正式开上路那一刻 车辆驾驶精通的能力 让他无比地顺手 车辆音浪响起 这辆SUV 如同野兽行驶在街头 一行人开了三辆车 沈一三的麦巴赫带头 向洪宇坐在胖子车上 程东泽主动打开了 沈一三副驾的门 坐了进去 魏宜和孙瑞雪 则被众人安排在了 沈一三后排 蔡强开了他自己的S 寄警随其后 两位美女 麦巴赫的后座舒服吧 都说坐奔驰的 比开奔驰的舒服 今天体验到了吧 一路上 程东泽惬意地倚靠着 对魏宜和孙瑞雪说道 只见魏宜靠着车玻璃 单手拖着下巴 不知道在想什么 孙瑞雪心情愉悦地开口道 上路之后 确实更能体验出来 在店里试驾 坐上去都没什么感觉 那你可得抱住老三的大腿 以后就可以经常坐了 程东泽打去道 沈先生 是我客户 能有今天的体验 就很不错了 孙瑞雪微微低头道 一行人开车 将近一个小时 才到天海市 有名的海中洲饭店 当然是路上下班 高峰堵车引起的 到达目的地后 只见一栋20层高的大楼 住立在众人面前 这栋楼就是海中洲饭店 这里一只六层 都是招待厅 用来宴请吃饭 七八两层 以娱乐休闲为主 再上去的楼层 都是酒店客房 沈一三 在下午 已经预定好了包间 众人停完车 进入了这家饭店 金碧辉煌的大厅门口 有四个迎宾小姐 在七人进入的时候 同时恭声问候 宽敞无比地接待大厅处 一位身材奇长 面容俊秀的年轻男子 迎了上来 在询问他们 预约信息之后 带着到了三层的 3888好包间 沈一三 让众人点菜 却没有人愿意 无奈下 只得他一个人来 带三菜上来 总共有20个菜品 老三 会不会点太多了 我们才七个人 胖子问道 对啊 大家在一起 开心就是了 没必要浪费那么多钱 菜墙也是附和道 沈一三笑了笑 举起杯中的果汁 对众人道 大家今晚吃喝尽兴 就是了 按照原本计划 今晚是我们宿舍 兄弟四人之间聚会 却意外地买了辆车 结识了菜经理 和二位美女 也算是一种缘分 来大家干杯 干杯 众人举杯一饮而尽 只有不开车的 程东泽和向红雨喝酒 当然也在这热情的氛围下 逐渐放开聊得火热起来 当然这里的菜 也非常的可口美味 很多厨师聘请的 都是米其林大厨 自然物有所值 吃了一会 卫一忽然开口 对众人说道 各位同学 之前因为直播的原因 被金钱迷住了眼 要不是遇到沈同学相助 改变了我的价值观 让我能醒悟 或许我今晚已经失身了 在此 我要特意感谢沈同学 说完 他站了起来 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单独进沈一三 几人文言都很诧异 以为卫一早 就被周立春拿下了 此刻竟然说 自己还未失身 沈一三与卫一碰了一杯果汁 而后轻声问道 能和我们说说吗 卫一自嘲一笑 也没什么避讳 和众人简单讲述起来 暑假在同班同学 将输赢的说服下 我踏进了直播的圈子 开始只是个 默默无闻的小主播 在直播间的美颜下 虽然颜值出众 但没有大哥 没有流量和观众 最多只有几十个观众 在直播间 刷的也是免费礼物 我是个佛系主播 起初也不在意 靠直播挣多少钱 但是 暑假我家里发生了点事 我爸突然重疾住院 花了家里几十万积蓄 后续又急需一笔手术治疗费 我妈问亲戚 借了钱取出来之后 却在回家路上被人抢劫 五万元救命前就这样磨了 这对我们家庭 是毁灭性的打击 那天我妈哭诉着和我说了之后 我也着急 想挣点钱补贴家里 恰好碰到了 光顾直播间的周立春 他给我一下子刷了 好几万的礼物 虽然被直播平台扣 除了一半 但也有两万左右到手 算是解了我燃眉至极 这两万元 给我爸先做了手术 每隔两天警方 带来消息说 可以为我们家先垫付医疗费 等犯罪人员抓获 追缴回被抢走的钱 再还给他们 这样我们家算是 度过了这次难关 当时我对周立春心存感激 在他要求 加联系方式 后就同意了 从那天开始 他会经常光顾我的直播间 给我刷礼物 几百几千都有 渐渐地我放松了警惕 家庭条件因为这是急转直下 比以往都渴望赚钱 他给我刷的礼物 我从平台那里 也陆续获得了好几万 偶尔他也会买些礼物 给我寄过来 平时聊天多了 周立春也显示出了 对我的急于态度 为了得到我 他一直话言巧语 并继续给我送礼物 无奈之下我提了个要求 就说想买台奔驰车 原本我没想到他会同意的 结果他答应了 但是邀约我见面之后再谈 我自己说 的话也不好反悔 只能同意 便在开学之前回到了学校 和他约定今天碰面 其实在碰到他的时候 我第一眼对他没什么好感 但是当初 燃眉之急的恩情在哪 加上最近功力心太重 还是跟着他过来了 后来的事情 你们也就清楚了 听得众人一阵沉默 像魏小姐 最终能抵抗住诱惑的人 真的不多了 蔡强敢凯道 对魏仪的印象 发生了大大的改观 本来我还以为 财管的女神 堕落了对不起魏同学 程东泽自罚一杯 表示歉意 众人知道了 魏仪的经历后 纷纷举杯 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你是川省龙阳市 川平县人 沈亿三沉默了一回问道 对的 不过我高中 是去市区里面读的 魏仪回道 你妈被抢那天 是不是7月15日 晚上7点左右 你怎么知道 魏仪忽然瞪大了眼睛 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这个她刚才 可没说过 警方联系你们犯人 抓获的时间 应该是7月20日吧 沈亿三再次开口 魏仪像见了鬼一样 看着沈亿三 哎呦 我都差点忘了老三 不就是川平县的吗 胖子一拍脑袋 提醒道 啊 魏仪粉唇张大 忽然想到了什么道 我妈后来还告诉我 那天有个小伙子 帮她阻拦了抢劫犯 却身受重伤 她过些天 去医院看网 却被告知她 已经出院了莫菲尼 沈亿三目光复杂地看着魏仪 最终感慨道 真是缘分啊 那天阻拦抢劫犯的人就是我 整个包厢内再次寂静 卧槽 胖子打破了 这平静氛围 开口就是国粹 缘分这东西 当真是妙不可言啊 饶氏蔡强比他们年长一些 经历许多事情 听了这故事后续 也是不敢相信 听我妈从警方那里得到的消息 当初被抢劫犯伤害的小伙子 在抓获那几个人 所起的作用鞠躬至尾 才是警方大大 缩短了抓捕时间 我们家被抢劫的钱 他们还来不及 用就都还回来了 卫仪继续说道 一双明眸盯着沈亿三 沈亿三没有回答 喝了一口果汁 但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 算了 别说了 要是哥古代 女的一般就以身相许了 像洪雨看热闹不嫌是大 这才是英雄救美啊 而且还是两次 忽然发现里面的桥段 也会在现实遇到 孙瑞雪有些憧憬地说道 仿佛希望事件中的女主 就是自己 卫仪文言 只是脸红了红 沈亿三鬼使神差的用好 感度探测仪 对卫仪使用 好家伙 就相识一天 好感度85点 这是明显的动情了 好了好了 别那么大惊小怪了 我只是凭自己的本心做事 大家今天聚会 好好吃饭 能聚在一起 都是缘分 沈亿三再次带动氛围 只是在接下来的吃饭过程 总有双目光时 不时看向沈亿三 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这顿饭终于落下了帷幕 沈亿三叫来 服务员结账 总共花费了两万二左右 沈老爹 那我就带瑞雪 先回去了 走出了海中州饭店大门 蔡强和沈亿三 握了握手告别 通过刚才吃饭闲聊 几人也知道 孙瑞雪是蔡强的远房表妹 正是她安排孙瑞雪 来奔驰店里工作的 因此并不担心孙瑞雪 买些物资 众人便往停车场方向 走去准备等她 忽然 饭店大门处 出来了一拨人 沈亿三感知敏锐 一眼就看到了最前方的 正是周立春 周立春喝了些酒 面色有些微红 抬头见到了 还没隔十米远的沈亿三等人 小崽子 还有那个贱员 这要巧啊 周立春 原本就因为白天的事 火气有些大 找了几个道上的弟兄 来这里吃饭 顺便放松放松 没想到此刻 见到沈亿三和魏怡 一起在这 不禁怒火涌上心头 快步朝着他们走来 你们怎么出现在这里 来吃饭 周立春酒精 有些上头 凶狠地问道 他后面八个精壮的男人 也一起跟了上来 春哥 你和这小子 有过节 一个寸头马脸青年 见状开口问道 呸 一个哪里来的爆发户小子 抢了老子 花了好多钱 快搞定的女人 周立春恨恨说道 还有这是 春哥我们帮你 教训教训他们 就是 必须给他们颜色看 还得让他们 赔偿我们春哥 周立春身后的狗腿子 都纷纷开口附和 必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不过那个女的 不要伤了 老子今天火气很大 必须要让她 好好陪我一伙 周立春 贪婪地盯着魏怡 魏怡见状 不自觉地靠近了沈一三 发现对方人多势众 对沈一三道 沈同学对不起 今天还是我连累了你们 他们人多 你们要不赶紧离开 瞧你说的 别说老三 不会袖手旁观 我们也不能看着你 落入这种人渣手中 胖子早已对魏怡 摸了芥怡 安慰道 放心吧 就比我们多几个人 老四马上回来了 我们不会有事的 程东泽自信地说道 放心 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 沈一三回头 对魏怡露出微笑 不知怎么的 见到沈一三 对自己笑 魏怡一阵莫名心安 妈的 还跟那装 弟兄们给我揍 有事我帮你们摆平 周立春怒道 好嘞春哥 马脸青年 第一个冲了上来 挥舞着拳头 朝他们招呼过去 身后其他人 也紧随其后 向沈一三他们扑来 哎哟 好汉不吃眼千亏 先避避风头 胖子虽然不怕 却也不傻 不会白白挨走 老四 你可快点啊 程东泽一边跑 一边喊道 沈同学 你赶紧跑 魏怡此刻 不禁双手握住 他的手臂 急切喊道 别担心 没事的 沈一三的声音 有种魔力 传入魏怡脑中 他放下了魏怡的双臂 看着扑面而来的 八位凶悍男子 老三 暂时撤退 等老四啊 程东泽和胖子健壮 停下脚步吼道 见沈一三无动于衷 似乎打算 独自面对众人 他俩咬了咬牙 还是放弃了逃跑 折返回来 真慢啊 沈一三看着周立春 那帮人 在他的超级技艺 和精神力捕捉下 配合那高级战斗技能 这八人的速度和力量 在他看来 和小孩子一样 正好找你们 试试我现在的实力 沈一三双目 闪过一道金光 血液不由地沸腾起来 砰个一个踏步 电光火时间 直接迎上马脸青年 左手抓住他的拳头 右手一拳 直击他的胸口 马脸男子 只觉得自己的拳头 被钢铁束缚住了 随之而来的是 胸前炸裂般的疼痛 只见他双目 瞬间充满血丝 身形往后拱起 飞出两三米 远重重摔在地上 还莫等其他人反应过来 马脸男子 已经在地上哀嚎不已 想爬都爬不起来 沈一三忽然如猛虎出山 仿佛感到一根铁棍砸在手臂之上 隐约能听到自己手臂骨折的声音 另外几人见状 迅速围攻其沈一三 却见他从容不迫对应 战斗感之下 这些人到处都是破绽 砰砰砰 只听见一声声 拳拳到肉的声音 伴随而来的是一声声哀嚎惨叫 沈一三出拳 劈掌 扫腿 一招一试都结结实实 给予敌人重创 要不是 他收敛了一些力量 怕控制不住自己 极有可能闹出人命 毕竟他现在的战斗技巧 包含的可有不少杀人技巧 还没过去两分钟 对方八人齐齐躺在地上 面色痛苦 有的脸上 一片肿胀口中都是鲜血 有的捂着胸口蜷缩 有的抱着双腿使劲打滚 沈一三却跟个没事人一样 稍微调整了下气息后 连喘都不带喘的 身后不远处 位移几人看着沈一三的背影 站在原地仿佛被定住了 打人啊 有人在这行凶啊 周立春被眼前这一幕 吓得肝胆剧烈 一屁股坐在地上 原本微醺的酒意都没了 率先贼喊捉贼 大声呼唤 老四向洪宇此时 匆匆忙忙地提着一袋 生活用品回来 看着自己的几个兄弟和位移 又看了看前方 躺着的几人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老大 这是啥情况 向洪宇拍了拍成东泽的肩头问道 成东泽身体猛一击灵 回过神来 颤颤巍巍地说道 太猛了 老三太猛了 啥呀 哎呀老四 以后你估计 不是我们宿舍的第一怪物了 胖子感叹道 在向洪宇惊异的目光下 胖子简单叙述了下事情经过 听完后向 洪宇沉默了下 刚开始他也有些不可置信 但是想到 今天白天刚见到沈亿三时 仿佛自己在面对一头 庞然巨兽 他信了 别嚷嚷了 只听沈亿三 走到周立春面前 俯视他讥讽道 这里可是有监控的 你带人来找事 我出手是正当防卫 而且他们也没受什么重伤 哪怕你找警察来 人家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周立春面色铁青 此时已经有不少人围观了过来 有人甚至拍下了 沈亿人的战斗画面 这难道就是武林高手吗 八个打一个都被反杀 会不会玩 我想跟他学功夫 总之刚才注意到这事的人 没有一个指责沈亿三的 周立春只能说是自己活该 此时周立春仗红了脸 觉得大庭广众之下太丢人了 慌忙起身跑了出去 也不管自己那几个兄弟 开他今天刚买的奔驰CC跑了 沈亿三没有阻拦 默默地掏出了电话 魏警察叔叔 我举报有人酒驾 临时车牌 收起电话 沈亿三看着有人朝自己走来 赶忙一六言跑了 走吧 没事了 他不管胖子几人的眼神 坐进自己的车启动 过了一会 魏仪打开了车后门 坐到了他后方 就你一个 沈亿三问道 魏仪脸色微红 紫色连衣裙配上他那精致的面庞 那副害羞的模样 别有一番风味 可惜 沈亿三没有往后看到 他们三个都在前同学的车上 魏仪轻轻地回道 既然如此 沈亿三一脚油门踩下去 直接朝着学校开去 天海大学宿舍楼七状楼下 沈亿三的麦巴赫停了下来 魏仪正式住在这栋楼 与沈亿三他们的五状隔了一个楼 今天真的不知道如何感谢你 以后有需要我帮的 我不会推辞 魏仪下车前对沈亿三说道 而后逃一般地跑回了宿舍 沈亿三轻轻叹了口气 要不是自己有女朋友 做男人真难啊 系统 你这让我以后如何是好 这该死的魅力 因为魏仪对他的好感度 已经达到了九十点 回到宿舍 刚打开房门 见胖子三人像门神一样 堵在他的身前 老三 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们 程东泽直接问道 一个暑假 再怎么变化 也不可能变化这么大吧 胖子也问道 我们还是不是好兄弟 向洪宇发出灵魂拷问 那个 沈亿三开始编了起来 我暑假遇到一个人 他说我根骨七家 连续碰到好几天 后来不知咋的说 临走前传我一身功力 还给了我他的 毕生继续说我是他的有缘人 你这话骗鬼呢 胖子白了他一眼 冷哼道 真的 他说他的心愿已了 功力和钱财 都乃身外之物 沈亿三说的 有些头皮发麻 编的这些话 自己都不信 房内沉默了几秒 却听见向洪宇开口道 老三 能不能陪我简单过几招 沈亿三不明白他的意思 也没多想 点头同意了 二人走出房间 向洪宇确实很强 即使自己没用权力 但向洪宇也能下来抵挡 虽然对方有些吃力 但终究是挡住了 反观向洪宇 拼尽全力全身肌肉紧绷 越打越心惊 发现自己 完全不是沈亿三的对手 战斗节奏 完全跟着对方在走 不打了不打了 向洪宇气喘吁吁 忍不住开口道 沈亿三也就停了下来 我相信老三说的话了 向洪宇 擦去了脸上汗水 深深看了沈亿三一眼 对胖子和程东泽说道 喂 你们俩个啥情况啊 咋都说胡话了 进去和你们解释吧 向洪宇表示 外面不方便 带着几人进了宿舍 关上了房门 你说你信了老三刚才的话 胖子盯着向洪宇问道 老三 我们兄弟之间 没必要撒谎 你刚才都说的真的 向洪宇 郑重地看着沈亿三问道 没办法 既然不能暴露系统的存在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不过 听向洪宇的意思 他能把这事给圆回来 且看他怎么说吧 你们都应该清楚 我的力气大 但是不知道原因吧 向洪宇问道 几人都点了点头 其实这世上 确实存在武林高手 被称为舞者 你们也知道 我有个师父 虽然平时老是不着调 但需要我的时候 我都会去 你说的武林高手 是会轻功水上飘 弹指伤人那种 胖子问道 没那么夸张 但是 他们常年练体 身体素质达到了非常高的地步 加上有些古老的药方 能增经墙谷 使得舞者的身体素质 异常强大 金钟照铁不删 总听过吧 横练功夫到极致 一般的冷兵器 确实奈何 他们不得 只是现在这个时代 他们没法抵抗热武器 一把小小的手枪 就能让他们毙命 舞者自然越来越少 还有些流传下来的门派 大部分都是 以舞者修炼的传承为主 只有小部分门派修炼道法 和一些旁门左道 你们看的里面 像是雷法 古术 奇门遁甲这些 是存在的 有些是被夸张化了 有些甚至 有过之而无不及 修炼道法的人 练到极致 能够将自己 毕生所学功力 通过秘法传承下去 这秘法 被叫做提湖灌顶 很显然 老三这是被高人灌顶了 像洪宇 带着毫不掩饰的 羡慕眼神 看着沈一三 我去 我咋听着 那么像里面的故事呢 胖子说道 有些本就是源于现实 只是人们不愿相信罢了 舞者 本来自古就有 虽然修仙 这种事情子虚乌有 但是修道 还是有传承的 像洪宇解释道 我小时候 在田间就过一位老爷爷 说是旧 其实也没做什么 就是给了他几个馒头吃 没想到过段时间 他就来找我 叫我习武 给我泡药玉 增强我的体质 后来 我就拜他为师 练到现在 差不多十年了 才有这种实力 之前展现在你们眼中的力量 和打架能力 只是表面功夫而已 真正的核心 战斗技巧 从来没显现过 后来他告诉我 他是一个古墓宗的门派中人 在门派中 当代排行第二 是掌门的师弟 我拜他为师 自然进入了古墓宗 能够获得 武者的修炼传承机会 这或许就叫奇遇 毕竟我自己经历过 自然相信存在的 不过 老三你这遭遇 我听了都觉得离谱 刚仔细想了下 你救的那人 是不是一个老头 沈亿三见像洪宇 都给自己圆到这地步了 只能顺着杆子 往下爬 点了点头 在华国宗门中 有个门派 叫做上清宗 这个宗门传承下来 大概有两千多年了 无论在古代 还是当代 都是当之无愧的盗门第一 只因上清宗 是盗门正统 盗门领袖 很多门派 其实在现代并不必识 也一直在招收学院门徒 毕竟他们也是人 需要吃饭喝水 免不了和山门下的 社会接触打交道 招收进去的门徒 只有极少部分人 能进入内宗 获得正统的 炼体传道机会 能进入内宗的 都是有根骨的人 至少和常人相比 他们的修炼效率 要高出一大截 只不过这种人 在每个宗门内的比例 基本不会超过一成 上清宗在当前社会 招收的弟子 都至少有三千之数 若不是宗内控制 人数还要更多 而且 每年都有很多富豪权贵 想通过各种手段 和上清宗结缘 而就在这个月初 上清宗的上任天师 竟然先世了 根据我师父说 每任上清宗天师 都是一里挑一的绝世道才 一身修为 已经达到人类极限 他们的气 能够让自身延年益寿 每任上清宗天师 正常先世的话 都至少有百岁高龄 有些天师 甚至能活到 一百五十岁左右 而上任老天师先世时 还不到九十岁 这是整个修行圈内的大事 据新任天师 也就是老天师的师弟曾说 老天师之前 外出云游 是想要突破一身 大宗境界的修为 但是回来时 却已经散去了 一身功力 最终交代了几句 便走了 走得很洒脱 那几天 上清宗的门槛 被各种吊咽 追到之人 差点踏破 其中很多 都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大人物 你们说得到这种 可以说到门第一人的醍醐灌顶 获得他毕生修为 会有多强 向洪宇说着 说着自己颤抖了起来 卧槽 老四你没骗我们 程东泽捏了捏大腿 发现并不是在做梦 是痛道 大宗是什么样的实力 胖子问道 在我们舞者中 划分为外境 内境 化境 金刚以及战神这五个境界 每个境界 还有初期 中期 后期划分 我现在 也只是内境中期的实力 至于修道之人 则划分为 炼器 巨灵 宗师 大宗 以及陆地神仙 和舞者的五个境界 差不多对应 前面两个境界 舞者要强些 毕竟舞者横练体制 前期能得到体现 而修道前面两个 是积累的境界 修道只有达到宗师境界后 才能压舞者划进一头 因为宗师之后 能够使用一些道门术法 比起我们这种 纯粹的舞者手段更多 至于战神和陆地神仙 听名字就知道 包含了一个神字 已经不是我们 能理解的范畴了 只不过 这两个境界 都是传说中的境界 现在应该是没有人达到的 而老天师身为道门第一人 早已经达到了大宗后期 无限接近陆地神仙 这么解释 你们明白了吧 那就是说 老三应该是 得到了道门老天师的 醍醐灌顶 胖子激动问道 应该错不了 刚才我和老三交手 处处被压制 一点还手余力都没 而且我看得出来 他还没用出一半的实力 向红瑜有些苦涩地笑道 按照舞者的划分 他目前至少有些 划进后期的实力 这是很多宗门掌门 才能勉强达到的 不是说老天师是修道的吗 和你们练体的不一样吗 老三怎么用舞者的标准来衡量 程东泽不解地问道 这么说吧 老天师有大宗修为 至少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修道本就比练武难得多 凭他的天宗之才 大宗修为的他去修武 简直是事半功倍 老天师修道境界 是大宗后期巅峰 舞者境界 至少也达到了金刚七 而且极有可能 也达到了后期巅峰 不然心愿天师也不会说 老天师出去云游想要突破了 应该是多年舞道双修 都达到瓶颈 竟无可敬了 才想去追寻内部 向红瑜猜测到 虽然老天师的真实实力 他从没公开承认过 但是这是外界 绝大部分人的一致认同 老三 老天师应该没有传承过 你什么道门秘法这些吧 没有 沈一三见向红瑜 给自己圆得这么圆满 直接回道 那就是了 不过这也算一件好事 毕竟门户之间 自古以来就有 你一个外人 得到了道门第一人的修为 不被人知道 倒也没事 要是连宗门秘法都学会了 那可就不是机遇 而是危机了 向红瑜郑重道 胖子和成东泽文言 面色沉重点了点头 只有沈一三心里门清 压根就不是这么回事 只是现在这样的解释 是最完美的 他也不会再多说什么 影响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既然老三得到老天师的传承 金刚和大宗修为 只继承了画镜后期吗 胖子不理解地问道 你以为醍醐灌顶这是 能百分百传承修为啊 要是这样的话 每个绝顶高手作画之前 把功力代代相成 门派哪会衰帖 到了金刚和大宗这个境界 每个绝顶高手都有自己的路 一般无法通过灌顶直接达到 能继承画镜后期 是不知道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了 说不定 老三后续再发发力 靠自己的努力 也能达到金刚或者大宗境界呢 向洪宇打趣地说道 虽然他认为这是不大可能 沈亿三只是走了狗屎运 几人接下来问了 向洪宇很多 也大致清楚了 社会上门派相关的事情 还有一点 这是只有我们弟兄四人知道 打死不能再有第五人知道 不然就没得做兄弟 向洪宇一改平时的第二锒铛 严肃道 放心 打死我都不会说出去 我们是一辈子永远的好兄弟 胖子和程东泽郑重点头承诺 沈亿三成步承诺都一样 毕竟这事的直接人是他自己 他有病才和别人 出去乱讲给自己找麻烦 胖子和向洪宇点了一根烟 过了许久平静下来 那我们昨天 问你发财的时候 你还骗我们 是投资赚来的 程东泽坐下来 随后想起了什么 对沈亿三道 我有钱了这事 是投资赚来的可信 还是被人送的可信 沈亿三翻了翻白眼回道 几人想想 确实是这么个事 要不是向洪宇的科普 打死他们都不会信的 哎 看来以后 我们得靠老三照着了 我现在的实力 不再是我们宿舍最强了 向洪宇有些唏嘘道 毕竟自己苦练了 十几年的内境实力 人家一次灌顶 就达到了这辈子 绝大部分人都达不到的高度 想想心态都容易崩 老三 你说说 老天师送了你多少钱 胖子凑了过来搓了搓手 眼冒心光问道 多少亿 对啊 我也很好奇 你到底有多少钱 连卖八鹤都直接买了 想起这事 向洪宇好像又受到了打击 呃 几千万 沈一三也没说出个具体数字 比我想象的少啊 胖子有些不解 这也正常 老天师的地位 虽说是盗门第一 世俗的钱财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只要他想要 就会有无数人给他送 好吧 胖子想了想也是 便不再纠结这事 不过沈一三现在的资产 妥妥几人中最多的 哪怕胖子每个月生活费有三万 整个大学加起来都没他多 看来 晚上这顿吃少了 胖子恋恋不舍地说道 得了 以后我们宿舍的伙食费 我包了行吧 沈一三美好气地笑道 那 这可是你说的 这样以后 我的辽妹专项资金 又能多不少了 程东泽露出了一副 银剑的表情 都说了是兄弟 这话还能不算数 沈一三拍着胸脯保证 他每天日常礼包 进账至少一千元 几人也不是那种 天天吃山珍海味的人 别说包剩下两年的伙食费 包他们一辈子都可以 已经晚上九点多了 程东泽接到了视频电话 宝贝程东泽 又发出了欠奏的声音 那个明天上午九点 我们要搬宿舍了 对面软萌的声音响起 放心吧 这是记着呢 明天一早 我们就过去 好搭 我们要从两状搬到八状 对面和程东泽说了下 包了回视频电话周 将近一个小时才挂掉 还是去年那个杨宇萌 等程东泽结束通话之后 向洪宇问道 那当然 我是个好男人 程东泽有些自恋道 不吹牛逼能死啊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确实是 你们面上最长的一个了 以前都是假期必分的 向洪宇和他们 分开了一个暑假 不仅沈一三脱胎换骨 难道就连程东泽也转性了 还没带他说下一句 程东泽忽然对他们几人道 刚临时有约了 出去下晚上就不回来了 明天一早赶回来 隔几个记得早起 明天还要帮学妹们干活呢 说完 整理了下自己的仪容 换了件衣服出了宿舍 草帅了 向洪宇吸了口烟道 看吧 时间管理大师的名号 可不是白起的 胖子毫不在意地说道 几人都知根知底 程东泽大晚上出门这种事 早已见怪不怪了 沈一三和陈沐晴 互相发了几句消息 倾诉思念 不过他并没有把 今天买车的事情 告诉陈沐晴 想要过几天 去他的学校给他的惊喜 9月1号之后 他返校也就有自由时间了 这几天都在家里陪伴父母 不方便出来 第二天早上8点出头 程东泽出现在宿舍中 只是看上去 身体有些憔悴 这是被榨干了 沈一三早已经起床 叫他回来了调侃道 切 咱京枪不到 喷了点香水 进行着掩盖 胖子和向洪宇二人 见他回来了 也从床上起来 洗漱准备 8点50左右 到了他们宿舍 楼下停车位 沈一三见他的麦巴赫边上 围着不少人观看 有过的一些同学 也时不时打量着这车 我们学校来了哪位少爷 一两百万的跑车 我也见过开学校的 这三百多万的麦巴赫GLS 我还是第一次见啊 快看 校园论坛上 已经有人发了这车信息了 就是不知道车主是谁 胖子老大 你俩去开车吧 两辆车开去帮杨宇萌他们宿舍 搬东西应该够了 沈一三看着车辆周围的人 有不少还是自己认识的 决定不出面了 等几天热度过去了再开吧 毕竟打开校园论坛 目前最火的帖子 就是这辆麦巴赫的事 几人看了看这场面 也觉得暂时低调点好 便只开了胖子的X7 合成东泽的雷克萨斯 杨宇萌他们宿舍 两状在他们五状的斜对面 八状距离两状 则有个200米左右路程 光靠人搬走过去也挺累的 有车就方便多了 萌萌 刚见到楼下已经打包好 行李的杨宇萌宿舍四人 乘东泽走上去轻易地喊道 杨宇萌身高只有一米六 身材娇小 却有着一对傲人的双风 有着一张粉嫩的包子脸 一副萌萌的软魅养 标准的萝莉 在外人看来 整体颜值也能有个八分 据乘东泽说 他就喜欢这种类型的 辛苦你们了 杨宇萌似乎比较内向 对程东泽说道 他的三个社友 名为李诗诗 韩丽月 刘嘉欣 三人中也就刘嘉欣 颜值出色点 能达到八分 而且一副郁姐打扮 和杨宇萌形成鲜明的反差 其他二女化妆之后 也就七分样子 程东泽接过杨宇萌的行李 扛上了后备箱 沈亿三级人 也是帮刘嘉欣三人 将行李扛上了胖子的车 四人一共14个行李箱和行李袋 将两辆车的后排 和后背相似的满满的 开车来到了八状宿舍楼 由于这状楼 今天之前还是空闲状态 并未派出宿管阿姨 男女都能上去 程东泽四人 开车过来后 将行李卸下后 刚好杨宇萌宿舍四人 也走到了这 程东泽率先扛起行李袋 朝着杨宇萌 他们分配的611走去 这状楼总共就六层 却没有设置电梯 纯靠人工搬运 程东泽走到四楼 就已经有些喘了 上走 没一会便来到611宿舍放好 胖子 你说咱俩要不要 也去找个门派拜师练武去 程东泽看着 和自己差不多状态的胖子 喘着粗气问道 老三那种特例 咱就不考虑了 你没听老四说 练武中途的苦啊 我可受不了 胖子擦了擦汗水回道 二人搬了一趟就摆烂了 却见沈亿三和向洪宇 每次两件 共跑了三趟 就把所有的箱子都搬了上来 向洪宇放下行李之后 也是喘着大气 虽然很快便调整了回来 但看到沈亿三 连大气都不喘一下 愈发郁闷了 这么快 杨宇蒙四人 还没来得及开始 清扫新的宿舍 看到所有东西 都已经上来了 都一副吃惊的样子 哈哈 我们宿舍 有两个武林高手 这种力气活 小菜一碟了 程东泽嘚瑟地说道 武林高手 韩丽月感兴趣地问道 别听他乱讲 就力气大点 以前体力活 干多了习惯了 向洪宇瞪了程东泽一眼 对吉女解释道 可嗨嗨 对了萌萌 中午你们请吃什么呀 程东泽转移话题问道 火锅怎么样 刘嘉欣开口问道 好好啊 我没意见 看起人 似乎都没什么意见 于是就这样定了下来 那就金泰商城那家 天上捞火锅店 刘嘉欣询问道 沈亿三一正 回忆起上次川平县天上 捞发生的事 内心笑了一下 川平县的天上 捞有冯远兵的股份 这天海市的肯定 和他没关系 见众人没有意见 刘嘉欣预约好了信息 帮助众人一起收拾了起来 此时才九点办不到 几人打算十一点左右出发 过去金泰商城 沈亿三忽然想起来 自己的道具中 有一份精美食品 专用调料配方 他脑海中默念使用了之后 一个火锅调料配方 说明出现在系统空间里 他凭借过目不忘记忆力 一下就记住了各种材料 及成分配比 调制步骤等信息 脑海中一个计划 也逐步酝酿形成 你们先忙下 我下去买点东西等会过来 花了将近五分钟 他跑到学校附近一家大型超市 购买了火锅调料配方的相关材料 足足二十五种 共花了五百多元 而后 他提着一大袋东西 来到了学校门口 一家明君师傅的餐饮店 何老板 沈亿三进门喊道 哎呀 这不是沈亿三吗 你那么早过来做兼职吗 里面出来一个三十来岁 身高一百七十五 微胖的眼镜男子 沈亿三之前 做兼职 经常来这里帮送外卖 和何老板也是熟络得很 不是 你的厨房能不能借我用下 我这边有点东西想熬制下 沈亿三问道 借下厨房 何老板一愣 随后笑了下道 没问题啊 现在学生还没多返校 这个点还早厨房很多 灶台都空着 你用呗 谢谢何老板 沈亿三便提着他那材料进了厨房 何老板也没去在意 和沈亿三接触了一两年 对他也是放心的 相信他不会倒破坏 等会记得清理一下 何老板朝里面喊道 放心吧 沈亿三回到 却已经在厨房内忙得不亦乐乎 下料 搅拌 配比 熬制 他将一份份材料 根据比例完美配备 然后放进不同的器皿中 进行烹煮熬制 其中还要注意时间和火候 沈亿三在厨房 一待就是将近一个小时 再将两份胡状汁水倒在一起 进行最后的一阵 搅拌形成酱料之后 传来了一阵提神的清香 这标志着 他的这份调料配方 调制完成了 用筷子先蘸了点酱后 他的双目一亮 嘴中回味许久 真好吃啊 他自己感叹道 随后看了眼时间 好像快十一点了 便匆匆忙忙 将锅碗瓢盆都清洗了下 并把配置好的调料 放进了一个大玻璃瓶 带着出去了 剩余的原材料 还有将近一半 不过他也不要 就留给何老板了 不过他忘记 将最后放置调料的 那个不锈钢丸也刷了 残留了一些调料在上面 何老板谢谢你 已经收拾好了 沈亿三提这个玻璃罐 装进了塑料袋 和何老板告别 小事一桩 需要做兼职了来我这啊 何老板目送着沈亿三离去道 有机会会的 沈亿三回道 宿舍巴撞楼下 老三 你买什么去了 这么久才过来 程东泽见他提着一个塑料袋 不禁好奇道 沈亿三见七人 在这里等他 也有些不好意思 回道 临时去做了份调料 等会带去火锅店吃 你去做调料干嘛 胖子问道 火锅店有调料啊 虽然要收费 不过也就几块钱 没必要替我们省的 王雨萌说道 他之前 听程东泽提起过他们宿舍 条件不好 很多钱都能省则省 以为自己弄调料 是为了省钱 但沈亿三目前的状况 程东泽还没告知他们 不是 我这调料味道好 等会吃了 就知道了 沈亿三神秘一笑 几人便没多在意 毕竟这是个小差距 两辆车载着 八人朝天海大学 西北方向 两公里不到的 京泰商城驶去 这里也是附近 天海大学 学生最喜欢来的商场 吃喝玩乐应有尽有 还未开学 京泰商城 便充斥着满满的学生气息 一行八人 幸好提前预约了天上捞 才等了十几分钟 便能进去就餐 要不然现场 排队今天 就不用吃了 众人点完不少菜之后 纷纷去调料区调 自己喜欢的料了 沈亿三拿来一个味碟 将自己做好的 蘸料玻璃瓶打开 瞬间他这边的座位 弥漫着一股清香 这香味入鼻 众人感到精神 都有些活跃起来 这是什么味道 好香啊 调料的香味散发出去 引得周围的食客 一阵好奇 等程东泽他们 调好蘸料回来 闻到这股清香 也不由地看向沈亿三 你们要不要试试看 好不好吃 反正都不要钱 沈亿三很大方地 拿出玻璃瓶 那丢我来点 胖子本就喜欢吃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程东泽和向红宇 也拿了的味叠成了点 杨宇蒙四人 倒是不好意思 要这蘸料 毕竟和沈亿三不熟 而且出来 吃火锅 还自带蘸料 难免会被人笑话 他们这粥的香味 更浓重了 待菜品陆陆续续上来下锅 像牛肉羊肉 这些菜 不需要几秒钟 就能捞出来吃 胖子先用天上捞的调料 蘸了点吃了一口牛肉 和平时 吃的火锅味道 没什么区别 然后 用沈亿三给他的蘸料 蘸了下吃了一口 瞬间一种氢气 冲上脑门 刺激着他的味蕾 仿佛达到了高潮 卧槽 他赶紧加了 几块其他的菜 蘸上的蘸料大块朵移 根本停不下来 太好吃了 这蘸料 简直是绝了 他一边往嘴里 色各种食物 一边赞叹道 有那么好吃 成东泽疑惑着加了一口 然后也占了点入口 最终还是逃不过真相定律 包括向红宇 沈亿三虽然知道 这蘸料的味道 但是配上菜 吃时候心中也连连感叹 看他们四个男生 吃得那么香 杨宇蒙几人 也有些好奇了 东泽平时 见你都没这样吃的 这菜和平时 也没啥差别啊 杨宇蒙说道 他们四人都自己配的天上捞调料 没有吃出和平时 有什么区别 那是当然 菜还是那菜 配上老三的蘸料 才是绝品 成东泽口齿不清地回道 那我们能要点试试不 李试试问道 拿去自己倒 沈亿三也不吝啬 拿出玻璃瓶 杨宇蒙四人都倒了点蘸料 一口入喉之后 仿佛吃到了人间美味 停也停不下来 将近半个小时 他们桌上摆满了空盘子 虽然都吃得有些饱 但众人依旧意犹未尽 于是乎又默契地叫服务员 拿来菜单加菜 服务员 他们这桌的那个蘸料在哪 给我也来点 沈亿三这桌的蘸料香味 让隔壁桌也忍不住了 一个 和他们差不多大的男生问道 不好意思这位先生 这蘸料是他们自带的 本店并没有 一位女性服务员抱歉地说道 听完这回答 隔壁桌的男人一正 挠了挠头 厚着脸皮问沈亿三道 兄弟 你那蘸料能不能给我点尝尝 实在是太香了 好啊 没问题 沈亿三爽快道 刚才他们八人 加的蘸料 还不到这玻璃瓶的十分之一 里面还有满满一罐 他递过瓶子给隔壁男子 那男子结果也是拿出一个未碟 到了点就还给了沈亿三 真香 还没过一会 就听到隔壁桌传来的赞美声 兄弟 沈亿三见隔壁桌的那个男子 拍了拍他的肩头问道 我还想要点这盏料行不不白要 我付钱 十块一碟行不不 二十一点 见沈亿三一时没回 他觉得是不是给的不够 继续道三十一碟也行 沈亿三听闻 赶忙摇头道 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拿去自己道就行 不收钱 那男子接过罐子 然后有些不好意思道 这样白拿我也过意不去 你微信多少 我加你转你点钱 真不用 我不差那么点 这颤料我自己闲事调制的 你喜欢就行 沈亿三坚持道 那这样 我加你下微信 就当交个朋友吧 以后 有需要帮忙可以找我 行吧 沈亿三拿出手机 加上了他的微信 沈亿三剑加他的男子 请求名字为斯文涛 便通过了请求 添加了备注信息 同时把自己的名字 发了过去 沈兄弟 我们是天海大学 大四的信息学院学生 斯文涛给他同桌的 另外三人 加上战料 还给沈亿三后介绍到 他们那桌 算上司文涛 两男两女 其中一个女的 名叫陆清平 是斯文涛的女朋友 另一对情侣 名为毛国 平和白飞飞 这要巧 我们也是天海大学的 不过我们大三 承东则回道 哈哈 这金泰商城 本来就天海大学的学生多 能碰到学弟学妹 也很正常 斯文涛笑道 承东则简单介绍了下 他们八人 两桌人 算是熟悉了下 沈学弟啊 你这蘸料 真是太美味了 我从来没吃过 这么美味的蘸料 斯文涛吃菜过程中 不停赞叹 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大家喜欢就行 不够我这还有 继续加 沈亿三也不吝啬 不够吃的 就继续给他们 终于又过去了 大半个小时 众人实在吃不下去了 只能无奈选择结账 这顿饭开始八人 点了六百多的菜 后面夹着 夹着来到了一千出头 为了避免杨宇蒙 他们接下来开支的窘迫 承东则上了个厕所 就把单买了 为了消化 八人下午 在金泰商城 玩了好久 什么捉娃娃 台球 溜冰等等活动 都快完疯了 晚上商场里 又找饭店吃了顿饭 再次品尝了 沈亿三的蘸料 准备回宿舍的时候 都已经晚上九点了 说好了我们 宿舍请客的回去路上 杨宇蒙脸色红红的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咱俩客气什么 说完开车途中 还不忘摸了 下杨宇蒙的小手 见杨宇蒙并没有反抗 承东则巧声 在他耳边说了什么 随后看见杨宇蒙面色 如同熟透的苹果 一片通红 带两车回到宿舍之后 胖子把杨宇蒙 另外三个室友都放下 看到承东则的车上 指下来沈亿三和向洪雨 他二人拉开胖子车门 坐了上来 回宿舍吧 这家伙跟个泰迪一样 今晚回不来了 向洪雨点了根烟 唾了一声道 胖子瞄懂 然后就在这二人 回到了宿舍 晚上 几人躺在床上 还未入睡时候 忽然 神医三脑海中 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叮 发布第二条主线任务 主线任务 资本积累 任务描述 宿主通过自身资金的使用 获得收益 根据投入的初始资金数量 以及收益比例判断 任务完成程度 进行结算评分 任务实现 两个月 经验奖励 五百万一千点 固定奖励 终极钱币盲盒5 终极随机技能卡3 终极体制卡5 终极精神卡5 终极奖励 系统奖励池中 抽取终极以上等级奖品3 任务道具 图真记实现两个月 宿主当前 需设置初始资金投入 初始资金 投入将锁在资金池 任务之中的资金使用 从资金池中流出 后续不得追加资金投入 沈一三想了想 反正任务结算 是根据收益比例来判断的 不是根据资金数额 设置高低到没太大区别了 他将任务初始资金 投入设置成100万 紧接着 他的龙形卡中 转出了100万的资金 进入一张新的卡号中 还没来得及等他细看 系统接着传来了提示声 主线附加任务 味觉享受 任务描述 宿主将所拥有的 战料配方引入市场 该战料超过10万人认可 即可判定任务完成 最终根据认可人数 进行判定实际完成度 主 本任务为主线附加任务 任务时长与主线任务同步 不单独设置任务奖励 根据最后完成度 与主线任务评分 进行附加计算 发布支线任务 生日惊喜 任务描述 宿主的女友生日即将到来 为了女友有一个终生难忘的生日 宿主需要给女友制造惊喜 任务时间 至宿主女友生日那天结束 任务奖励 根据女友的惊喜难忘程度 进行奖励发放 任务道具 资格卡一次性道具 沈亿三看到 这一下子出现的三个任务 有些猛逼 主线任务早已在她的计划之中 甚至附加任务 她也已经有了想法 可以说是系统 顺以为之 至于支线任务 她完全没想到 自己的女友不就是陈木晴吗 她的生日 作为男朋友的自己 竟然没有关注过 那不是显得很失败 不过 好像自己从来也没问过陈木晴的具体生成八字 只知道她的年龄 平静了会 她在心里 给了个自己个大嘴巴子 当做惩罚 查看了下任务的两个道具 图真记 每日能使用一次 持续时间十分钟 效果 被使用之人 对宿主的询问 都会做出最真实的回答 资格卡 宿主想要的东西 都会具备相应资格 很简单的一个描述 但是效果 非常不简单 有些东西 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到的 而且需要一定的资格 比如说一些 限量版的车 一些名贵真品 一些私密不允许流通的东西 资格卡就是在你想要的时候 获取这个资格 至于有没有实力得到 那就不是她能管的了 一想起生日 惊喜这个任务 沈亿三就有些头疼 不知该怎么给她惊喜 而且不能提前让她知道 不然也就称不上惊喜了 越没有征兆 效果越好 当务之急是需要知道 陈木晴的生日时间 才好进行安排 可是沈亿三真的不知道 忽然 她想到了一个人 拿起手机 找到了微信里面一个好友 发送文字 萱萱解在吗 直男士起手 没过两分钟 对方便回了消息 没错 沈亿三想到的 正是郑萱萱 郑萱萱虽然和陈木晴 接触时间也就两个月不到 但是当初 暑假她进公安局时候 办理各种手续都是 经过郑萱萱的 她肯定清楚 就算郑萱萱不清楚 身为公安部门的她 想要知道 一个人的身份证号码 还不简单 又不是去做什么坏事 只是单纯地 查个身份证号而已 也不至于让她为难的 沈弟弟怎么会想起 姐姐来了 对面回道 这不是好久没见姐姐了 想姐姐了吗 沈亿三套了下近乎 切 自打你 和木晴走了 可把我忙得够呛 你小子 从来没给我发个消息 今天找我肯定 无事不登三宝店 直接说是 郑萱萱看出了 沈亿三的心思 嘿嘿嘿 不愧是萱萱姐 少拍马屁 这几天加班忙着呢 没事我就去忙了 郑萱萱吐槽道 是这样的 你知道木晴的身份证号码吗 沈亿三问道 你问这个干啥 自己问他去要啊 郑萱萱见就是这事 有些无语 这不是不方便直接问他 所以才找你吗 沈亿三也没直接说原因 咋了 你俩闹别扭他不理你了 我说追女孩子要细心吗 本来我看得出来 他对你有意思 你得稳住啊 郑萱萱还不知道 他们两个在一起的事 不禁劝道 那个我们已经是男女朋友了 沈亿三还是告诉了他 只见屏幕上 瞬间闪过一排问号和探号 啥时候的事 你们都不和我说下 郑萱萱似乎有些恼怒 这不是想着低调点吗 而且木晴的家庭 和我的家庭你也明白的 沈亿三解释道 想到了陈木晴 和沈亿三后面的难度 郑萱萱也就不再怪他们 不通知自己了 三十二万零九百一十 郑萱萱打出了一串身份证全号 哈哈 我明白了 我说 你要他身份证干嘛 原来是知道 他生日快到了 就是不知道 具体日期吧 郑萱萱一眼 看出了端倪 对沈亿三回道 萱萱姐慧眼如炬 沈亿三拍了拍马屁 得 你这么偷偷摸摸的 肯定是不想让他知道 准备给他的惊喜 弟弟加油 我看好你哦 放心 这事 我肯定会守口如瓶 郑萱萱几句话 就把沈亿三的目的都说了出来 让沈亿三无话可说 牛批 沈亿三回道 哈哈 知道就好 我就不打扰你的计划了 忙去了 拜 郑萱萱回了这句话后 便不再发消息 沈亿三看着手机屏幕 露出了笑容 这段时间得到了 9月10日 还有两个星期不到 而且那天刚好星期六 思索了一会 沈亿三对于这个任务 也有了初步的想法 脑海中 沈亿三此刻 启用了两张信息预知卡 两张卡同时使用的时间 是可以叠加的 使用后的时间 叠加到了45天 系统 预知信息指定为 未来国内股市 所有股票走向 沈亿三定 向选取了股市的信息 进行预知 毕竟 在华国内 股市可是众多股民 想赚钱的地方 但具体是被当作韭菜哥 还是被当韭菜来回哥 那就看资本的心情了 总之一句话 散户想从股市赚钱 想辟吃 使用信息预知卡后 一条条股票K线图 出现在他脑海中 足足有几千条线 每条线都有 未来日期标注 及涨跌幅度 凭借超级记忆力 他将这些图的信息 都烙印记在脑海中 凭这些图 未来45天之内 赚个几十倍 应该轻轻松松吧 哪怕最后半个月 当闲鱼都没问题了 就是后面赚的资金越多 我这个散户 不可能每次交易 把所有鸡蛋丢一个篮子里面 不然个人资金量越大 越容易引起资本的注意 得建立多个账户 多线操作 虽然跟着信息卡走 事情简单 但是比较繁琐 每日还得盯着 时间点买进卖出 沈亿三在心中想到 感觉一阵麻烦 得找人帮忙一起弄 不过最好信得过的 或者自己搞家公司招聘 一个个想法 在他脑海中闪过 忽然 沈亿三有些欣喜到 你说呢 怎么都不想见到我 那头陈沐晴问道 那明天我去接你 沈亿三兴奋地说道 我去接你吧 你在这边又没车多不方便 陈沐晴说道 沈亿三刚想说 自己买了麦巴赫 但是转念一想 这两天校园风波还没过去 而且一下子买了这车 该如何和陈沐晴解释 也是个问题 就没坚持 回道 好啊 那我明天上午 天海大学门口等你 好啊 那就明天见了 今晚我早点睡 明天早起 陈沐晴心情显然非常好 说完就给了沈亿三一句 晚安挂断通话 我靠 老三你谈恋爱了 向洪雨反应过来 猛地从床上坐起 震惊地问道 对啊 我们刚在一起 没多久 沈亿三也不演示 那啥时候 给我们过过演 过几天吧 马上要开学了 等忙完后空了 我安排下大家认识下 好嘞 能被你看上的 肯定不会差 向洪雨肯定道 对了老三 向洪雨想起今天的战料说道 你那战料好像不简单 不只是味道好 好像还有药效功能 对人的身体 有好处 是吗 我这战料有25种材料 配合而成 其中包括了枸杞 白勺 山药 铁皮湿糊等几位药材的 沈亿三说出了 战料中的几个材料 你虽然身体素质比我高 但是灌顶的原因 对自身身体细微变化感受 可能不明显 我这十几年来 经常炼体 服用过不少药材 对自身身体部位的变化 感知清晰一些 目前 我最感受清晰的 就是眼睛和精神方面 向红宇分析出了 这战料带来的好处 沈亿三若有所思 照你这么说 我这战料长期服用 能改善身体 尤其是眼睛和精神方面 这个不好说 毕竟我们今天第一次服用 不过光凭这美味 就可以在市场中 独占凹头了 你有没有考虑 将它流入市场 向红宇问道 你也这样想啊 我刚才 就在想如何处理 这战料的事 既然大家都喜欢 最好能推广开来 做成一个专门的战料品牌 应该能有不少利润 沈亿三说道 那感情巧啊 我家就是做广告运营方面的 咱哥几个一起合计 合计做点生意 胖子也来了精神说道 这战料 我可以让我师门 鉴别下具体的功效 这些宗门 在这些方面的判断 比社会上那些部门的检验 更为准确 机构部门的鉴定 只能判定这玩意的成分 有没有好处 大致的功效用途 更直观的人体收益 详细数据 宗门之人更能辨别 那战料明天我寄点 回去给我师傅 向洪宇说道 行 你自己捞 反正这么大一罐 大表吃完了 再做出来 就是了 沈亿三也不磨叽 等老大回来了 我们一起合计合计 胖子建议道 成 兄弟有钱一起赚 向洪宇和沈亿三都 欣然同意 第二天 8月30号 也是沈亿三 正式开学前的倒数第二天 他起来之后 等待着股市交易所 开盘时间到来 然后将自己资金池内的 百万资金 全部赚了进去 随后 开盘选了一个 SF药业的股票 将钱全部买了这个股票 因为今天这只股票开盘 稍微跌了点 但到下午收盘时候 会涨停 对沈亿三来说 目前的资金量 还没必要多账户分入购买 直接缩哈短线 操作就行 省时省力 大约9点半后 他换上一套 干净的鸡饭系男装 原本就帅气的他 精心打扮了后 配合上的该死的魅力值 简直是人形少女收割机 和还在床上的 两个室友招呼了声 和陈沐晴 约定十点左右到 他学校门口 他掐着点 提前十分钟左右到了校门口 沈亿三等待的时间 靠敏锐的感知 察觉到胖子二人 躲在百米开外的 一根柱子后面偷窥 却也不动声色 以前他也是偷窥的一员 经常看成东泽和胖子 见各种妹子 后来几人 慢慢习惯了 也就不感兴趣了 但是沈亿三 可是第一次出去约会 胖子他们怎么可能不凑 这个热闹 莫多久 一辆挂着海A车牌的 劳斯莱斯幻影 停靠在了校园门口 哇靠 劳斯莱斯幻影 哪家的土豪 这豪车是来接人 还是送人的 肯定是哪个中年大叔 来接我们的校园女神了 离开学还没两天 不管是新生 还是老生 都陆续到达 此刻校园附近 人流量有不少 当然停车接送的 各种车子也多 不乏一些富家子弟 开着超跑过来 在人群中 好一阵装备 不过 那些百万级别的超跑 露出了一道 淡装素抹精艳 亮丽的动人女子身形 沈一三瞬间 与那女子目光交接 随后相视一笑 不用等陈沐琴开口 他自己走了过去 哇塞 几品美女啊 没想到是个美女 开劳斯莱斯幻影 等等 那个男生干嘛 想去泡妞 快看看 女神都有效了 沈一三 不管外人的目光 自然地打开了 副驾驶车门 坐了进去 见沈一三坐近之后 陈沐琴没有恼怒 反而和他有说有笑的 众人明白过来 这车竟然真是来接沈一三的 随着车辆缓缓离开天海 围观的不少男生 仿佛听见了自己 心碎的声音 哇靠老四 老三的这个女朋友极品啊 胖子把自己新手机的 摄像头焦距放大了好几倍 清晰地拍到了 沈一三上车的全过程 给我看看 向洪宇凑近脑袋 看了胖子刚才拍的视频 女神富婆 向洪宇有些不敢置信 这小子到底走了 什么狗屎运啊 胖子也是被惊了好一会 等他回来了好好审问审问 好久不见了沐晴 沈一三上车后开口说道 哪有 这不才几天吗 没听过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啊 这都隔了好几个秋了 沈一三的土味情话 让陈沐晴风情万种的 撑了他一眼 什么时候学会 油嘴滑舌了 嘴油不油舌滑不滑你不知道 那得让你体验下了 沈一三的话 让陈沐晴一下子 面红耳赤 说道 再不正经就不理你了 哈哈不逗你了 今天怎么开那么豪华高调的车 过来接我 不像你低调的作风啊 沈一三打趣地问道 你以为我想啊 这辆车是我爸的 平时都是司机开的 我自己又没有车 陈沐晴说道 不会啊 你的家庭条件 穿平线都给你买了辆车 你自己家这边还没给你买 沈一三有些不解了 那边的车是我外公 让我爸妈给我买的 为了我实习 上下班方便 也就买了个X7 我爸妈对我什么都好 就是在车辆方面 大学期间一直卡着我 说我上警校不能那么高调 想出去他们 会让司机来接送我 还说我一个女孩子 不能学那些 富家子弟开跑车沉默情 忍不住吐槽 说起自己的父母 没听过你有开跑车的爱好啊 沈一三神色一动 不禁问道 我这人对不亲近的人 都不愿意分享自己的兴趣爱好 不过现在 你是我男朋友吗 告诉你也无妨了 说完朝他甜美地笑了笑 那你的兴趣爱好 都有哪些呢 身为男朋友 连这些基本的都不知道 不是太失败了 沈一三似乎无意地问道 当警察说以后 人生的方向和目标 不过 我父母怕我受伤 不让我以后去一线 对衣服 包 表这些 我都没什么感觉 毕竟从小到大 都不用我提 都有各种款式 不断给我送完 我的喜好 就是挑战和冒险 像是各种极限运动 赛车超跑这种 我都喜欢 就是因为危险 我爸妈看得眼 都不让我碰 就连我的武术 和跆拳道等级 也是他们帮我操作得来的 虽然我也学了好些年 在别人眼里 是个带刺的玫瑰 但我也知道 自己的实力 肯定配不上我的段位 可惜找不到好的对手 给我提升 我爸妈找来的 也只是混工资 教不了我什么 我知道他们对我好 可是这样 没有了挑战 不能随心所欲地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人生多无聊啊 说着说着 他似乎情绪有些低落 是啊 人生不断地完成 梦想和挑战 才是精彩的人生啊 你喜欢超跑 还喜欢练舞 神一三提取了 刚才话语中的信息 问道 嘿嘿 是不是很惊讶 我一个女孩子 喜欢这些 陈木琴散去了 低落的心情道 我陪你练练 神一三心中 思索了一会说道 啊 你陪我练 那你肯定打不过我的 要是被女朋友 做了多没面子 打女朋友 被人知道 不是更没面子 陈木琴说完笑了起来 我陪你卫招 试试看又不要紧 反正今天也没什么 紧急的事 神一三坚持道 本来二人 今天见面 就是昨晚临时确定的 没来得及计划去哪玩 就朝着金泰商城那里 过去玩点情侣的日常任务 不过 听神一三这么坚持 陈木琴也就不好意思拒绝了 对他来说 确实练武 比逛街啥的有意思多了 哪怕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提升 至少能做他 喜欢做的事 恰好 金泰商城里面 就开了一家武术馆 虽然这里的武术徒有虚名 就教教一些 小孩子简单的强身健体操 但至少这里的练功房 还是有用的 省得他们 去另外找场地 神一三二人进了商场中 频繁引发回头率 毕竟这种神仙 眷侣般的颜值组合 男女通吃啊 金泰武术馆 这个武术馆 是金泰商城的旗下产业 因此用金泰命名 武术馆占据了一层楼 将近一千个平方 里面能看到 不少学员和教练 正在一朝一世地学习 沈一三和陈木琴 先在附近随便挑了个店吃饭 然后去边上的店 各自挑选了一套练功服 便走去金泰武术馆 二位好 请问是首次过来 我们武术馆吗 前台一个女性 接待员舰 竟来这么一对俊男靓女 微笑地迎接道 这边有空的练功房吗 我们下午想租用一间 沈一三直接问道 稍等我查下 有的二位 不过就剩剩一间面积最大的了 租赁费用按时间计算 一个小时一千元租赁费 不满一小时按一小时收费 接待员介绍道 就这间吧 沈一三直接订了 请先预付定金一千元 剩余款项等结束了进行结算 还不等陈木琴掏出手机付钱 沈一三就已经支付了 陈木琴嘴角微扬 虽然他不缺钱 但是自己男朋友买单的样子 还是很帅的 二位这里是 我们的教练员的资料 有跆拳道 武术 散打接待员正要 拿出一本资料介绍 不用了 我们不需要教练 沈一三笑了笑拒绝了 随后拿上了练功房的钥匙 带着陈木琴找到了他们的练功房 奇怪 去练功房不需要专业教练教学吗 接待员嘀咕道 他也是第一次见 毕竟他见过的包练功房的客户 都会请个专业教练教学 不过 他也没多想 客户的要求他 尽量满足就是了 这个练功房 有将近百来的屏 占据了武术馆 将近十分之一面积 确实算大的 沈一三二人关上了房门 在换衣间 换上了练功服 不得不说 换上了练功服 盘上了头发的陈木琴气质大变 给了沈一三一种风锐感觉 仿佛一把即将出鞘的利剑 一三 你真的要陪我打 等会我出手打伤了你怎么办 陈木琴不确定地问道 哈哈 你放心没事的 这样吧 今天要是 你能击败我 让我服输 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反正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就行 沈一三和陈木琴说道 哟 看来对自己很有信心 陈木琴美眸一亮问道 就问你敢不敢接 明显是我占便宜的事 为啥不敢接 你说了以后 别耍赖就行 陈木琴自信道 沈一三 在宽敞的练功房内 闲听信步 而后随意地说道 那我们便开始吧 你怎么一点 没有陪练的样子 陈木琴摆出姿势严阵以待 却看到 沈一三一负轻松的姿态 你尽管出手就是了 我早已经准备好了 沈一三回道 哼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陈木琴似乎有些 看不惯沈一三 随意的态度 只见他美眸 瞬间透露出一股灵力气势 几个踏步 闪身一个 飞踢直击沈一三胸口 沈一三也不慌忙 右腿提膝格挡 身形胃后退一步 陈木琴见自己的力量 仿佛碰到了一座大山 难以撼动 有些惊讶 立马调整了心态 一掌弓向沈一三胸口 沈一三左手一抬 牢牢扣住了他的玉手 陈木琴竟然正脱不开 你 陈木琴没想到 两次攻击都被这么轻易化解了 另一只手 化作了一拳直取沈一三下盘 怎么的 准备让我断子绝孙啊 沈一三抓住他的手 笑着问道 陈木琴见双手都被他扣住 使劲往回抽 却纹丝不动 沈一三见状 双手一用力 将陈木琴拉了过来 扑在他的胸口 诺 这下被你攻击到了 沈一三温热的语气 在陈木琴耳边响起 此刻 陈木琴靠在沈一三胸口 仿佛泻了气一般 身体都有些软了 面色飞红 呼吸沉重 这么暧昧的氛围 二人还是第一次 之前 在车上被沈一三偷袭的那次不算 二人平时 基本上也就牵牵手 简单拥抱下 就这样 靠了一回 陈木琴忽然一把推开沈一三道 刚才不算 再来一次 沈一三依旧是从容不迫的姿态 陈木琴注意力比刚才还要专注 改变了策略朝着沈一三攻击 一拳 被沈一三轻松躲过 迅速劈掌 被沈一三一击弹开 碰 碰 二人来回间 交手了数个回合 只不过沈一三都是在防御 从没主动出手攻击陈木琴 而陈木琴的每次攻势都被沈一三轻描淡写地化解了 就这样十几次交手后 陈木琴的那股惊气仿佛泄完了 胸口微微起伏喘着粗气 他停止了进攻 后退了几步 与沈一三相隔击米 一脸挫败地看着他 你不行了 那接下来换我了 沈一三觉得差不多了 咧嘴一笑 陈木琴瞳孔放大 刚还和自己有好几米距离的沈一三 电光火石之间出现在身前不足一米处 见他轻飘飘地一找 抓了过来 陈木琴来不及多做反应 双手抓住了他的小臂 沈一三猛的一用力 手臂竟然震开了陈木琴双手 只取陈木琴胸口 啊 陈木琴惊叫一声 沈一三的手在将要触碰到陈木琴的胸口时 停了下来 距离只有几毫米 怎么样 服不服说 沈一三就这样看着陈木琴问道 陈木琴轻咬了嘴唇 有些不甘心就这么简单地认输 这时沈一三手掌往前伸了伸 竟然碰上了他的胸 然后 他轻轻地捏了捏 嗯 很软 沈一三在心中评价道 陈木琴发现又被偷袭了 一阵面红耳赤 拍打开沈一三的魔掌 道 流氓 沈一三也不惯着他 两下便制服了陈木琴 一阵挣扎后 陈木琴像失去了力气一样 贪软地靠在了他身上 过了许久 陈木琴终于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 我认说了 他此刻和沈一三坐在休息堂椅上 靠在沈一三肩头 你怎么那么厉害 他好奇地问道 发现更加崇拜沈一三了 原本他就因为 沈一三的推理 断案能力之强 佩服不已 此刻在武力之方面又被免压 崇拜强者的他 算是彻底被沈一三征服了 我可是武学奇才 那么厉害不是很正常 沈一三自吹道 那你得好好教我 有你这个教练 比起任何人都管用 陈木琴有些撒娇地说道 以后 有我保护你不就行了 有我再不会 让任何人伤害到你的 沈一三摸了摸他的秀法 一脸宠密 我可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陈木琴坐直了身体 憧憬地说道 我也想有独当一面的能力 毕竟当警察后 有了实力 才能更好的执行任务 保护自己 来吧 我休息好了 接下来请多多指教了 陈木琴给沈一三行了个礼 一脸笑意地看着他 沈一三也不磨叽 起身迎了上去 速度太慢了 角度方向不对 时机不对 判断错了 沈一三陪着陈木琴 在练功房内不停地挥洒汗水 陈木琴也孜孜不倦地 进行学习和改正 一个教 一个学 二人都乐在其中 最后陈木琴率先体力不支 累趴下了 反观沈一三 除了喘几口大气 跟个没事人一样 陈木琴休息 许久才缓过来 虽然耗尽了他全部的力气 但收获也是巨大的 沈一三在他每次出手 被抵挡下来后 都会提出自己的看法 指出他的各方面的不足 并示意他应该如何做 陈木琴也在他的一次次未招下 进步显着 木琴 我看你的身体还不够强 技巧的提升 也得配合体质的提升 不然身体会垮的 沈一三也发现了 陈木琴的问题 虽然前期会提升很快 但到达临界点之后 便会停滞 主要还是身体强度不够 我也知道 可是身体素质 不是那么好提升的 陈木琴摊坐在地上慢倒 这个我会提你想办法的 你不用担心 沈一三想到 体质卡可以给他人使用 以后得到体质卡后 给陈木琴用几张 就能提升他的体质了 这个你都有办法 陈木琴不禁好奇地问道 嘿嘿 自然是有的 等以后再告诉你 沈一三笑着回道 陈木琴缓缓起身 感觉双腿有些发软 在沈一三的搀扶下 才逐渐正常 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么累肯定饿了吧 我们吃饭去 沈一三有些心疼地说道 不 忽然自己的右边脸颊 一张温润的双唇印在上面 又快速离开 这是奖励 陈木琴柔情似水的眼眸 看着沈一三道 那不行 你这是偷袭 我得反抗 沈一三也不等 陈木琴反应 双手搂住他 吻了上去 陈木琴瞪大的眼睛 在这一刻紧紧闭上 开始还有些不自然 但渐渐地他也陶醉了 二人在练功房内 静静地拥吻 气氛逐渐升温 沈一三的双手 不自觉地往下方移动 陈木琴忽然身体一机灵 似想到了什么 正脱了开来 对不起一三 我答应过爸妈 在他们正式同意之前 要保持 陈木琴忍住了冲动 含情默默地 对沈一三解释道 沈一三也不责怪他 摸了摸他的面颊 道 相信我 我很快 就会得到你父母的 彻底认可的 陈木琴重重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 那到时候 你可得 沈一三忽然奸笑 你又不正经了 陈木琴撑了一眼 随后朝着换衣间走去 探测了下好感度 又上涨了两点 已经达到97点了 沈一三回味了下刚才的感觉 自语道 难怪胖子和老大乐此不比 我开始有些理解了 随后 他也去简单擦拭了下汗水 换上了衣裳 金泰武术馆前台 二位下午 一共待了四小时三十八分 共计五千元 还需支付四千元 前台的接待员 打印出了单子 给沈一三过目 沈一三爽快地截了账 牵着陈木 请找地方吃饭去了 看他路都有些走不顺畅的样子 这二人 一下午难道在里面 接待员看着他们 离去的步伐 不禁响入非非 沈一三可没功夫 去理会别人的想法 牵着陈木 请找了一家辣菜馆 沈一三 尝尝我自制的蘸料 沈一三从口袋里 掏出一小包 密封塑料袋包裹的蘸料 给沈一三倒了点 这是什么 好香啊 沈一三原本有些微米的精神 闻了之后 煞食感觉神清气爽 在上完菜之后 忍不住夹起食物蘸酱 往嘴里塞 沈一三看着他那狼吞虎咽的样子 一边给他夹菜 一边说道 从没见过你这样吃的 看来真的是累饿了 你这蘸酱太好吃了 太能引起食欲了 陈木晴擦了擦嘴角的油道 这还有两包 你也拿走吧 下次带点给你 陈木晴连连点头 收起后 小心地放进包里道 带回家 给我爸妈尝尝 二人这顿饭吃得飞快 还不到半小时 就结束了 这次陈木晴吃得 比沈一三都多 摸了摸自己 略微鼓起的肚皮 他问道 要回去了吗 还是在逛逛 看了眼时间 晚上六点都还没到 沈一三道 去做个按摩推拿吧 你今天这状态 需要活络活络经脉 不然这几天 都会腰酸背痛的 陈木晴看沈一三 那么为自己着想 心里暖暖地 点头道 好 这单自然由沈一三来买 找了家精品按摩店 花了两千元左右 体验骨髮按摩 二人觉得 确实物有所值 全身都轻松了不少 晚上九点不到 开着劳斯莱斯幻影 将沈一三送到学校门口 此刻的陈木晴 大方主动地吻别沈一三 幸好晚上校门口 没什么人 光线也不像白天 那么耀眼 都没人注意到这里 沈一三下车后 迈着欢快的步伐 回到了宿舍 刚进门 三双锐利的目光 射在他的身上 胖子几人 似乎等了他很久 你终于回来了呀 我打赌说 老三晚上肯定回来 你们偏不信 听胖子他们说 你绑上了土豪级别的女神 还不老实交代 三人关上房门 将他逼坐 再作为上审问道 有什么好交代的 谈恋爱犯法 沈一三没好气地回道 可是 那女孩那么漂亮 那么有钱 我不平衡啊 程东泽有些眼红 他回来 就被要求 看了胖子拍的视频 看了之后 发现他自己接触的 简直都是雍之俗粉 和陈木晴 完全没法比 切 漂亮怎么了 我不帅嘛 我们可是 两情相悦的 而且他家里有钱 和我们恋爱 有什么关系吗 沈一三的话 虽然无法反驳 却依旧让几人咬牙切齿 就说你 该怎么补偿我们吧 胖子不甘心地说道 带你们赚钱搞不搞 沈一三说道 怎么赚钱 程东泽瞬间来了兴趣 炒股 沈一三神秘一笑 炒股 狗都不碰那玩意 胖子吼了一声 有些无语 原本大一的时候 胖子意气风发地 想要在股市 去叱咋风云 没想到 一个月三万的生活费 都不够他造的 搞的那一年的胖子 虽然钱最多 但比谁都穷 幸好胖子大二十后 及时止损 他的小金库充足无比 经常出去和女性朋友 探讨一晚上人生 靠谱不 程东泽却是问道 他的想法和胖子不同 他虽然每个月生活费 一万也算在同学中的富豪了 但他时间管理大师的成本也高 一万有时候都得数着花 生怕哪天需要用在刀刃上 而且沈一三 最近给他们带来的感觉 变化太大了 听他炒股 好像很有信心的样子 他觉得也不是不能试试 放心 坑不了你们 肯定不会亏就是了 至于能赚多少 就全看你们自己了 沈一三道 带我一个 向洪宇也参与了进来 这样 反正每天我都在我们群里 分享几只第二天的行情股票 八十可能性涨 至于怎么操作 你们自己弄 沈一三保守地说道 要不是怕几人不信 他直接说百分百了 还有一点 我是带你们炒股 你们别流传出去了 他提醒道 放心 这是我们兄弟间的事 二人信誓旦旦地保证 看得胖子的内心 也蠢蠢欲动起来 不过 他准备再观望两天 不是他不相信沈一三 是他经历过 明白股市里面的谁有多深 随后沈一三 从自己得知的股市信息中 挑了五只明日会长的股票 发在几人的小群 几只股票涨幅不一 就看他们 自己选择的运气了 但每天肯定不会亏就是了 查看了下自己 股票账户中的信息 今天 SF要业的股票 他买进时 还是跌一个点左右的 今晚收盘时 果然已经十个点涨停了 扣除了交易手续费 他股市中的资产 有110万出头点了 此刻他的资产 已经随时可以 转出提取到卡中 但因为系统的设置 初始金额只有100万 若是此刻全部提取出来 再进入股市资金的一切收益 后续结算 就都不算在内了 他决定不动这笔钱 要用这两个月的时间来 不断生钱 上了床后 他想起了白天 和陈沐晴交流的事 跑车 沈一三难难道 看了眼龙行卡的余额 还有2500多万 买超跑足够了 虽然有些真正限定的神车 2500万也不够 但那些车全球发行就几辆 哪怕沈一三有资格买到 定做 运输 采购等待这些时间成本 肯定来不及 毕竟 距离陈沐晴的生日 只有11天了 想了想买车的渠道 他打开了微信 找到了蔡强 蔡哥 在吗 没过几秒 那边就回话了 沈老弟啊 有什么事情想到我了 蔡强发了句语音消息 我想买辆跑车 你那有渠道 沈一三问道 发出去这句消息 蔡强直接打来了语音电话 沈一三接通之后 那边一脸热情地问道 沈老弟 跑车有什么要求没 配置参数 价位 品牌这些 保时捷918 Spider 麦凯伦P1 或者法拉利 LAFerrari有吗 沈一三问道 蔡强那边沉默了 估计考虑到有点难 沈一三再次问道 兰博基尼 Revuto呢 那边依旧沉默 蔡哥 你还在不 沈一三试探着问道 沈兄弟啊 你这是给我出难题啊 蔡强苦涩一笑 你说 你要保时捷911 法拉利 SF90 麦凯伦 Archura啥的 我都马上能给你联系到 可你上来张嘴 就是跑车界的三大神车 这个我现在还真没资源 毕竟全球限量款的车 首先需要的是 购车资格 我能帮你问道 但是不能给你弄到 至于兰博基尼大牛 我还真有听说 最近天海市有一台 沈一三本来是 抱着试试的心态的 没想到蔡强 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他上来开口 就是三大神车 也是探探口风 毕竟全球限量版的车 市场价比官网价肯定要高 哪怕是二手车也一样 他卡里2500万 还真不一定够 但是还是要试试的 毕竟他希望给陈木晴 一个最难忘的生日礼物 兰博基尼大牛 也并不比三大神车 没有差多少 只是相对容易买些 整车下来 也得千万往上 蔡哥先帮我问问神车的路子 实在没有的话 就兰博基尼大牛好了 沈一三说道 蔡强听着一阵无语 说道 感情大牛当备胎 你都觉得嫌弃 你知道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车吗 他的落地价 也得千万以上啊 是吗 沈一三尴尬笑了笑 好了 我先帮你联系一下 有消息马上回复你 对了 你的麦巴赫车牌已经到了 明天我去你那跑一趟 你把位置发给我 沈一三将他宿舍的位置 发过去之后 对方表示收到 然后挂了通话 老三你又打算买车了 三大神车 兰博基尼大牛当备胎 我和你们跟着老三炒股 刚才沈一三和蔡强的通话 他们一字不漏 都听在耳里 三人心态不淡定了 像看着怪物一般 看着沈一三 咳咳咳 沈一三刚大了下 解释道 女朋友快过生日了 准备送个礼物给他惊喜 那个老三你 还缺女朋友不 向洪宇问道 介意 我去做个变性手术吗 承东则一脸期待地 看着沈一三 谁家男朋友 送生日礼物起步 千万级别的跑车 胖子对天哭泣道 好了 哥几个当天还需要你们帮忙 于是 沈一三简单地将之前 做的计划说了下 顺便让他们帮忙策划策划 几人听了之后 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总体而言 觉得没啥问题 无非就是花钱嘛 但沈一三现在有钱 不怕糟 几人交流了会 沈一三的手机响了起来 喂 珊珊啊 哥 你在干嘛呢 那么几天都不给我发消息 是不是忘了 你可爱的妹妹了 对面沈珊珊灵魂拷问道 怎么会呢 沈一三急忙否认 虽然事实确实是这样 这几天忙着忙那地 忘记自己的妹妹和三叔了 说她今天脚骨折了 沈一三忽然说道 怎么回事 沈一三的心中 咯噔一下问道 今天做工太累了 书下班时候 没注意被一根钢筋压了 沈一三耐头解释道 现在怎么样 沈一三有些关心 我刚从医院回来 医生说不碍事 住院两天 回家休养些时间就行了 就是后来医生嘱咐我 输上了年纪了 这些年有些暗伤积累 让她以后少做些重体力的活 听到三叔没有事情 沈一三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不过妹妹后面的话 让她沉默了会 珊珊 你还是以学业为主 哥先给你转个十万过去 你花点钱 小区里面找个邻居阿姨 叔出院了 让他帮忙照料一段时间 不够花了 和我说再给你转 不用担心花钱 哥现在不缺钱 家里以后都不会缺钱 等过些天哥回去下 和叔好好谈谈 他也该退休好好享受生活了 沈一三心情有些复杂 打算让妹妹和三叔 立刻过上好日子 好 我知道了 哥你在外面也要好好的 沈珊珊叮嘱道 珊珊妹子 你哥现在好着呢 她的生活 我们都羡慕死了 胖子忽然对电话告状道 啊 是胖子哥哥呀 我哥他怎么了 他 忽然胖子的嘴 被沈一三捂住 发不出声音了 珊珊 没事哥 先挂了呀 你也早点休息 有事和哥说 沈一三急匆匆挂了电话 切 哥他肯定有什么秘密 沈珊嘀咕道 随后看着卡里赚过来的十万元钱 心中微微起伏 在联系了陈穆琴后 确定他也安全到家 沈一三不忘打了个视频电话过去 沈一三穿着一身粉色的居家蕾丝睡衣 如出水芙蓉 为了避免胖子等人的骚扰 沈一三主动出去阳台 和陈穆琴打情骂靠了 过了半个小时 陈穆琴怕他外面着凉 互相给了个非吻到了晚安 便挂断了通话 明天他的父母回来 后天就正式开学了 陈穆琴到时候不用每天回家 自由时间也会多起来 8月31日 今天也是天海大学开学前最后一天 一大早 校园里已经人满为患 进校园的道路两旁 被各种新生和家长占据 大二和大三的不少学姐学长 充当引路人 带领这些新生熟悉校园 叮叮叮 沈一三的电话铃声响起 沈兄弟 我到你们宿舍楼下了 蔡强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 蔡哥 你有点早啊 9点 还没到就过来了 沈一三迅速穿好衣物 下楼见到蔡强 蔡强手中拿着两块 用塑料膜包裹的车牌 要不我帮你上了 他问道 沈一三心想 这几天时间热度也应该过去了 便点头同意了 蔡强取出车牌 号码是海 ASY388 蔡哥 这车牌可以啊 沈一三见到那号码感慨道 SY3不就是他名字的缩写吗 除了那些豹子号 特殊号等价值较高的车牌号 这个号牌无疑是最适合他的 哈哈 是说吧 我去选号的时候 也一眼看中了这号 这号价值不高 但是非常适合你 蔡强笑着说道 多谢蔡哥 沈一三感谢道 说着也蹲了下来 给蔡强当辅助 小事 蔡强一边给他上这块车牌 一边回应 沈一三 你在这做什么 就在二人专心上牌时 身边传来了一道女生 是林班长啊 还有邱同学 你们这是在当志愿者吗 沈一三见走过来四个女生 其中一个叫做林思思 是他们金融一般的班长 虽然算不上顶级美女 但是身材面貌也不错 能打到八分多 还有三人比林思思稍微差些 分别叫黄美玲 赵璐 江玉芬 是啊 我们刚接待一批新生 带他们到了宿舍楼 准备去接下一批 倒是你 大早上在这倒过什么呢 林思思问道 哈哈 没干啥 就陪我朋友上车牌呢 沈一三心中一惊回道 沈老弟这是你的车 是我帮你上牌 蔡强并不知道沈一三的心思 正专心致志 拧最后一颗螺丝的手回道 我的天 黄美玲忽然一手 指着沈一三身旁的麦巴赫 发出惊叹 这不是校园网内 这几天疯传的麦巴赫吗 赵璐说道 沈同学这只车是你的 林思思瞪大了双眼问道 这时蔡强也上好了牌照 站起身疑惑道 沈兄弟 你同学他们不知道 可 沈一三见也隐瞒不下去了 只能承认到 确实是我的 林思思四人 看了看麦巴赫的车牌 又看了看沈一三 毕竟那车牌号码 就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看不出来啊 沈同学 你这是发达了 林思思打趣地问道 沈一三对眼前的班长 挺有好感的 林思思在同学中口碑不错 为人十分和善 平时对待同学也一视同仁 投资赚了点小钱 沈一三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 这哪里是小钱啊 沈同学 你太谦虚了 黄美玲性格比较外向 摸了摸麦巴赫眼 冒金光 几人知道这是沈一三的车后 都摸摸戏看看 沈一三也不矫情 打开了车门 让几人也进去做了会体验了下 沈同学 有机会的话 带我们兜兜风体验下 黄美玲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 行啊 没问题 沈一三说道 好了 我们还要去接待新生呢 就别打扰沈同学了 最后还是林思思拉着几人 迅速离开去接待新生了 沈兄弟 林思思几人走了之后 蔡强开口喊道 关于你要我找的三大神车 我有消息了 哦 沈一三眼眸一辆 煞时来了兴趣 你也知道的 都有个圈子 蔡强娓娓道来 原来蔡强在几个豪车群里 发了沈一三的需求之后 开始都无人问津 不是都不感兴趣 而且三大神车和兰博基尼大牛这种 对一般的富豪来说也是 极为高档的 还真没什么渠道 后来 群里有个叫范熙哲的二代 说他有个朋友 有台保时捷918 范熙哲的家庭是做远洋贸易的 接触的都是国外的大客户 自身背景也非常不凡 他的那个朋友 是首都艳斗一个顶级家族的直系少爷 也收集了不少豪车神车 那个少爷最近得知 国外有个富商 将要把他一台限量版的 兰博基尼毒业 委托国际顶尖拍卖公司 家世的拍卖 但是这个拍卖会设准门槛 只有取得入场拍卖资格证的 才有资格参与这台毒业的拍卖 那个少爷放出消息来 谁能够获得拍卖资格证他 并带他参与拍卖会 或者将资格卖他 他愿意将自己车库里面的车 随便拿人挑选 并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给他 哪怕赠送一辆车也行 要知道 那个少爷收藏的车 都是千万级别的跑车 虽然没有那种绝世限量版的超级跑车 但车库里面也不乏各种神车 听了蔡强的叙述之后 沈一三真的不得不感慨 瞌睡了 有人送枕头啊 这个条件一般的富豪都可能觉得麻烦 毕竟那样的少爷都在为一个拍卖资格发愁 但沈一三不一样 他恰好有资格卡呀 这不就把这个坑给填上了 沈兄弟 虽然这个车的消息有了 但是这个条件 要不我再帮你问问兰博基尼大牛的吧 蔡强也觉得 这个消息有和没有一样 便建议道 能和我说下这个拍卖会吗 却不料沈一三问道 蔡强一正 随即给沈一三说下了这个拍卖会的简单信息 这个拍卖会是 重要拍卖专场 平时加士德拍卖 可能里面的商品价格高低不一都有 但这次的拍卖会 里面的商品 据说每一件起步价至少千万 这样就导致很多人 想要见识这一场难得一见的拍卖会 哪怕开开眼界也好 可是人太多 到时候会场又容纳不下 要知道 这世上不乏各种有钱人 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 但他们的身份财力也是极其恐怖 加士德拍卖会 把这场拍卖会地点 设置在了机械之国德国的柏林 会场能容纳一千人 其中内部邀约嘉宾500人 放出来共100张资格邀请函 每张邀请函除本人外 还能额外携带四人共同入场参与 既然面向整个世界 那这100张资格邀请函 绝对是那些顶级富豪 想获得都极为困难的 这不仅仅是财力的象征 还得考虑身份 地位 影响力等各种方面 提交上去申请 还要经过大量的审批程序 包括验资 审查现金流水等等 不是说你的身价很高 就比人家身价低的 要有资格 更重要看你的银行卡存款有多少 毕竟身价包括各种资产 能不能短期变现都是个问题 在自己手中的钱才是你的钱 目前为止 由于参与报名的人数太多 据说嘉室德发放出去了 邀请函只剩40张不到了 现在验资的要求 在国内更是达到了10个亿起步 要知道 验的这个资 可是公司或者个人账户里 躺着的实打实的资金 听完之后 沈一三不禁扎舌 要不是他有资格卡 能获取这个资格 他目前的资产 连拍卖会验资的门槛都进不去 这场拍卖会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沈一三问道 11月1号开始 11月5号结束 正式拍卖会时间定在11月3号 因为要考虑到前期的入场安排 和后期的付款交货 所以 前后个留了两天时间 这两天 也是给这些人一个结交的时间 毕竟能有资格来参加拍卖会的 定然有着不错的身份背景 蔡强讲述道 谢了老哥 说完 脑海中 资格卡在他的要求下 立刻生成了一张 嘉室德拍卖会邀请函 口袋中忽然多了一样东西 他知道这是邀请函 不过他没有打算现在拿出来 毕竟这时候 拿出来给蔡强看到 也太离谱了些 沈一三此刻正在考虑 要不要去参加这场拍卖会 按理说 他的资产还远远达不到 去参与拍卖会的标准 去了也是当观众 好在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这两个月时间 刚好他的任务结束 能分发奖励 他觉得自己完成任务后的奖励 加上平时的每日金钱 应该也能有不少钱 或许能去拍卖会 见识见识并参与 能帮我联系下范希哲吗 我想和他谈谈 沈一三对蔡强说道 啊 蔡强一脸猛逼 沈一三虽然是学生 但他买车的豪气 让蔡强觉得他底蕴不错 就是没想到这么不错 沈一三的回答 明白着是有办法 搞到这拍卖会的邀请函 不然也不会问出来 看来他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凡 蔡强心中暗道 他那天听沈一三的摄友 了解过他的家庭状况 但是沈一三目前的这些行为 说他没有其他的身份或者背景 谁都不信的 好的 我这就帮你联系 蔡强深深看了沈一三一眼 拨打出去一个号码去沟通了 沈一三趁着空闲的时间 将股票软件打开 根据预知信息卡欧消息 卖了昨天的SF药业股份后 重新买入一只股票 然后坐等涨停就是了 刚操作完 蔡强便一脸笑容地回道 沈兄弟 我刚和范希哲说了之后 他说先去和那个少爷说下 然后约我们吃个晚饭 谈谈此事可以 没问题 沾了老弟的面子 晚上我也能一起过去蹭个饭局了 要知道 范希哲每次请饭局 都是去平安饭店的 蔡强高兴道 那蔡经理 晚点你把地址发我 白天我有点事情需要出去想 沈一三道 好的 那沈兄弟你先忙 晚上见 说完 蔡强开着他的车出了校园 锦绣蓝亭 这是距离天海大学校园 不足五百米的一座中高档小区 是由华国这民房地产公司 碧会员开发成建的 这个小区共13栋楼 目前正式交付不到半年 入住率已经达到了90 这里环境优美 又靠近天海大学这所名校 附近商业配套齐全 房价自然不低 这里也是众多投资者亲爱的房产 许多天海大学的学生 不习惯在宿舍住的 也基本会选择来这租住 沈一三之前做兼职 也跑过这里 来到了这边的物业中心 你好 请问这边还有空房出租吗 沈一三找到物业中心的前台问道 有的 您稍等我让我们的管家接待一下 前台微笑着回道 不一会过来了个约30多岁的 丰满中年妇女 他看到学生模样的沈一三 问道 我是这里的管家 叫傅红艳 你是来这租房的吗 沈一三点了点头道 这里的房源还有多少 我想租一整套 听到沈一三想租一套 傅红艳顿时来了精神 要知道像沈一三这样的 天海大学学生 他接待了有不少了 很多人都是选择和别人合租 毕竟这里的房价 已经超过了三万一平方 整套租赁的费用自然也不会低 合租的生意难做 有些租客本人各种要求又多 对合租的人员也提各种条件 导致合租的生意麻烦是多 又赚不了几个用金 沈一三要求租整套的客户 简直是这些管家心中的香饽饽 有的有的 这位同学不知道怎么称呼 你想要租多大面积的套房 几市几厅 楼层高度 南北朝向 租金这些有没有要求 傅红艳拿出了平板电脑 查看着房源信息 我叫沈一三 面积大小就一百多平了吧 其他条件你帮我筛选下 综合选择最优的几个给我看看 沈一三说道 一听最优的条件 傅红艳满脸笑容地 在平板上筛选着 锦绣蓝亭的房源信息 过了一会 沈同学 目前我挑选了三套好的房源 傅红艳说道 把平板递给了沈一三 这套六栋1502的房楼层 属于中高层 采光也好 坐北朝南 距离天海大学视线距离最近 面积128平方 三室两厅 这套八栋1004的 也是坐北朝南的 主要是安静且距离商业街方向近 还有这套一栋1202的房 条件和那两套差不多 这套房隔壁的 据说都是美女主播 傅红艳不由地看了一眼沈一三 沈一三哑然一笑 说道 能带我去看看这几套房子 当然没问题 傅红艳说着 便去找备用钥匙了 沈一三 你也来租房 沈一三见一个瘦瘦的男性身影 牵着一个颜值勉强达到八分的女孩 走了过来 小嘞 那么巧啊 沈一三对他说道 这男生是沈一三他们金融二班的同学 都是一个专业的 平时上课也一起 自然是熟悉的 我带我女朋友来这租个房 宿舍里面有些不方便 这是我女朋友于冰莲 这是我同学沈一三 萧雷给二人介绍道 顺便给沈一三一个眼神 让他自己体会 于同学你好 我也是来租房 不过不像你还有女友陪伴 沈一三打了声招呼 嘿嘿一笑 明白他的含义 这时 傅红艳拿着三串钥匙过来了 对他道 沈同学 我们过去看房吧 那我先过去了 有空再见 沈一三和萧雷打了个招呼道 好的 我和阿莲也看看 萧雷回道 在傅红艳的带领下 他们先来到六状的1502 看了下房间 和描述的没什么区别 而且装修也是金装 主要是客厅大 符合沈一三心中的条件要求 不过他没有急着确定 还是让傅红艳带他看了另外两套 在11栋的1202看时 时不时能听到隔壁传来的歌声和说话声 起码有三个女生合租 但是太吵了 不符合沈一三安静的要求 至于美女不美女的 重要吗 他又不是没见过 而且自己的女友是个极品美女 一般的雍之俗粉 他真看不上 虽然男人致死是少年 但他沈一三也有自己的原则 不会乱来的 看完了三套房之后 他便有了选择 傅女士 六栋1502 这房租金多少 沈一三直接问道 听这架势 沈一三是看上了那套房了 傅红艳开口道 这套房的出售价都将近500万了 业主的意思是 租就一年一千起步 租金十二万一年 短租三个月起步 租金一点二万一月 沈一三想了想 这房租价格和位置也不算贵 算是市场价了 那我先签一年可以 沈一三问道 当然可以 一年的话 那就是十二万的租金 还需要另外支付两万的押金可以吗 傅红艳问道 可以 沈一三也不磨叽 毕竟押金这事都是行业规则 于是在傅红艳的满面笑容下 沈一三来到了他们物业中心 进行合同签字与付款 一次信付了十四万的租金后 沈一三便带着六状1502的钥匙 准备离开 沈一三 那么快就签完合同了 此时 萧磊牵着余兵连过来 看到沈一三手中的钥匙说道 对啊 看到不错的房子 就赶紧下手订了 沈一三说道 哪套 萧磊顺嘴问了一句 六栋1502呢 沈一三回道 萧磊点了点头 以为沈一三也是和其他人合租的 就没在意 我们也去签合同了 之前看的房间订下来了 我们俩租了十栋803的房 有空可以串门 萧磊道 说完牵着女友的手 一起过去了 沈一三和他们招呼了声 便离开了物业中心 他又来到签脑会电脑商城 在这采购了三台高配的电脑 总共付了三万 叫人装车送往锦绣兰亭他 刚租的房子 又采购了一些生活用品和家具 花费总计不到五万 再专门雇两个搬运工 在出租屋内忙到下午了五点 才将所有的东西整理完毕 此刻他看着客厅里面 并排放置的三台电脑 无比的满意 没错 沈一三忙活了一天 又是租房又是采购的 就是为了接下来有足够的空间 来进行股票的操作 毕竟过几天 他的资金成交体量会越来越大 到时候得有专门的地方来进行操作 有了出租屋 就有了安静又隐蔽的空间 这事也不会流传出去 大不了到时候和导员请个假 反正他已经把大学 所有的专业知识都吃透了 按照他现在的知识储备能力 不说平教授 在天海大学当个讲师都轻轻松松 刚走出了锦绣兰亭来到学校门口 叮铃铃 蔡强的电话打了进来 沈老弟 吃饭的地点我微信上发给你了 你也赶紧过来吧 别让人家久等了 好的蔡哥 我马上就出发过去 沈一三回到 导航到和平饭店 沈一三终于启动了挂上牌照的麦巴赫 快看 这辆麦巴赫放这里这么几天终于启动了 车主来了 这车上牌了 前两天还是无牌的 麦巴赫的音浪响起 再次点燃了附近学生的热情目光 现在才五点多 正是饭点和新老生返校的高峰时刻 沈一三想低调都低调不了 而且今天被自己的同学看到了 早晚两天自己的信息会被扒出来 他索性也不藏着掖着了 好在车辆启动时 没人敢靠近这车 他平稳的驾驶车辆驶出了校园 我怎么感觉 开车的人面孔那么疏险 好像是啊 就是这车贴膜了 外面看不太清 人群中 由沈一三的同学回来路上注意到了他 但是并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沈一三开着这SUV 顶着天海市的下班高峰 终于在六点半到达了 天海市外滩有名的平安饭店 这里一般都是权贵来消费的地方 能在这请吃饭 足以显示出请客之人的补义班 哎呀 沈老弟终于来了 刚进八楼888的包厢 就传来了蔡强兴奋的声音 只见包厢里面 此时做了四男二女 其中一个正是蔡强 这位就是蔡经理口中的沈老弟吧 只见在主座一个长相杨气 身着一身英伦风 面向俊秀年轻的男子 笑着起身说道 我是沈一三 您是范熙哲老哥吧 沈一三笑着走向前去 来到了给他安排的座位上 叫什么老哥 我哪里老了 听蔡经理说你刚上大三 我大学刚毕业 也就比你大两岁 叫范哥就行 范熙哲自来熟地对沈一三说道 范哥 抱歉实在是让你们久等了 沈一三说道 哪里的话 来来来 我介绍下你们认识 这是我妹妹 范熙鱼和你一样年纪 范熙哲指着他身旁面旁 如同洋娃娃 身材娇好的金黄发色 美丽女孩说道 范哥你们兄妹俩 很有英伦贵族风啊 沈一三一眼就看出来 这两兄妹应该是混血 沈兄弟慧眼如炬 我们父亲是天海市本地商人 母亲是不猎颠国的 我们的基因遗传的母亲多显 范熙哲笑道 随后继续给他介绍 这位是乔可 我妹妹的好闺蜜 爱好赛车超跑 听说我组了这个局 有人对保时捷 918感兴趣 就一起过来了 乔可尔的五官精致 身材凹凸有致 是个十分难得的美人 就是一头精练的短发 配上他那紧身衣物 有种暴力美学感 蔡经理就不用介绍了 我们这些家伙 还多亏了他才能认识 范熙哲对蔡强也是比较重视的 这两位是我的兄弟 武斌和赵家明 武斌他家是做大宗商品交易的 赵家明家是品牌服装 系列连锁店 范熙哲把另外两人介绍了下 武斌一身结实的肌肉 身高170出头 体重将近150斤 给人一种暴力感 赵家明则是戴着眼镜的 翩翩公子模样 房间内的几人 除了蔡强年纪 比他们大一点外 其余几人都差不多 要么快大学毕业 要么就刚毕业 都是家庭英识的富二代 沈兄弟 你自我介绍下 范熙哲笑着问道 各位 能认识就是缘分 我来晚了先自罚一杯 沈一三也不含糊 将酒桌上 针满的红酒一饮而尽 而后简单介绍了下 自己的情况 沈兄你好气 来 我们一起欢迎 范熙哲举起酒杯 众人见状 也纷纷举起酒杯干杯 只有范馨宇不喝酒 不过也将杯中的 饮料一饮而尽 就这样 在热身之后 酒桌上的氛围 逐渐浓烈了起来 沈一三 听说你想要个保时捷 918 喝了两杯酒的巧可 有些活跃起来 对沈一三问道 没错 我想倒台跑车 送我女朋友当生日礼物 沈一三说完这话 现场一片寂静 沈老爹 你买车为了送女朋友 你当时没和我说啊 蔡强一脸震惊的表情 兄弟 你这礼物我服 赵家铭竖起了大拇指 送神车是给女朋友的 生日礼物 这我可是头一次见 范熙哲也被他的手笔惊道 喝了口酒压压惊 那个你看 我可以当你女朋友不 乔可也不避讳 直接抛了个媚眼过去 可别闹 知道你酷爱跑车 但是也不能出卖自己的色相啊 范馨宇一脸鄙视 看着自己的好闺蜜 切 她要是送我保时捷918 老娘今晚 就伺候着她舒舒服服的 乔可豪放地说道 沈一三脸微微一红 内心刚才 竟然起了一丝激动的情绪 但很快平复下来 不得不说 乔可确实是女神级别的人 她要是给自己貌似 也不是不可以 不不不 沈一三摇了摇头 内心喊了生醉过 看来是有点酒精上头了 沈兄弟你别介意 乔可儿可是一朵毒玫瑰 别看她叫得欢 真让她干它 可就不肯了 而且很多追求她的男的 被她胖揍过 武兵顿时讲述起了 乔可儿的黑历史 就你叫得欢 乔可儿踢了旁边的武兵一脚 疼得她这壮汉都呲牙咧嘴的 也不看看那些人的样子 想追求老娘 又哭哭嗖嗖的 而且一个个长得 也歪瓜裂草的 都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乔可儿说 顽看向了沈一三 道 要是沈一三 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长得帅不说 身材也好 而且出手 就是送女朋友保时捷 918 这样的男人 哪个女人能拒绝呢 你们说是不是 倒也是这么回事 范熙哲想了想 点头哈哈大笑 要不沈兄弟 你就从了乔可儿 别看她放荡不羁的样子 实际上可是母胎单身至今的 范熙哲你不说话会死啊 乔可儿一点不惯着她 被道 你们可别打去我了 我有女朋友 哪能做出这种事 沈一三喝了口酒压压惊 差点被他们拱起火来 你们看 还专一 老娘要是对别人那么说 早就跟猪哥一样扑上来了 沈一三我单独敬你一个 说完巧可儿 将杯中红酒一饮而尽 沈一三无奈 只能做陪 好了 说正事了 范熙哲见气氛到位 赶紧说出今天的真正目的 沈兄弟我听蔡经理的意思是 你能有办法 搞到家世德拍卖会的那份邀请函 范哥 你认为呢 沈一三黑黑一笑 那就妥了 范熙哲眼眸一亮 既然沈一三这么说了 那就是八九不离十了 是不是这个东西 沈一三从口袋中 掏出了一个 类似信封的金色纸张 打开来一看 正中央 家世德的名称 和凹沟烙印闪烁金光 下方同样用金色的文字 标注着沈一三 这三个大字 边上 主要刻着一些时间 日期 编号等其他信息 整张邀请函 透露着一种奢华气息 而且有独家技术 便色防为马 根本仿造不了 卧槽 真是家世德的邀请函 眼睛都瞪直了 本来略带醉意的脑袋 立马清醒了过来 确实是 哥你看 这记名的 还是沈一三的名字 范新宇也说道 沈老弟啊 这是你的记名函啊 范希哲也反应了过来 邀请函只发放出去一百份 能在邀请函上 直接记名的足以表示 拥有者的身份地位 很多到时候 参加拍卖会的人 都是被记名者 带着过去参加的 像那个燕都大少说的 让拍卖会 邀请函拥有者带他 或者被带人的名额转让的 在二级市场 都一票难求 毕竟有兴趣资格 参与着拍卖会的 谁会把好不容易 获得的名额 转让给他人呢 而且 邀请函的直接记名者 都是在家世德的官网上公布的 这本身就代表一种荣誉 沈一三 得到这邀请函后 才想通了这事 要么缺席 要么参加 至于他想把转让 那就相当于五个名额 一起转让 不可能让他这个拥有者 单独转让 其他他携带 去参加的人员名单 可以随时更换 只要正视邀请函 是他的名字信息 就是他说了算 兄弟 你这邀请函上 除了你这个政主 四个名额 还有几个 范希哲忽然放低了姿态 有些讨好的问道 沈一三见状 心中暗惊 没想到一张邀请函 竟然能让这种富二代 这般讨好 暂时一个 也没有定 沈一三回到 范希哲眼神发亮 兄弟 不瞒你说 我也想去见识见识 能不能带我一个 当然 这个名额我不白要 我给你一千万的购买费用 你看成不成 啥 沈一三呛了一下 一千万购买一个 参与的名额 他有些不理解 哎 兄弟你是饱汉不知恶汉机啊 这也和你是邀请函 拥有者有关系 毕竟你都有邀请函了 自然不会明白 我们这些需要 去二级市场 找名额售卖的渴望了 这么和你说吧 许立军那个家伙 要是知道 你是邀请函的拥有者 可能就不是把那辆 918低价卖给你了 直接送给 你都没问题 拥有者 和被携带参与者 完全是两个概念 被携带参与者的名额 在我们圈子里都能卖一千万 而且 还是有价无市的那种 我敢说 你去找许立军 那家伙 为了让你带他去 会直接 把那辆918送给你 其实 我和我妹妹都想去 哪怕去开开眼也好 你要是卖我们两个名额 我付两千万给你 说到后来 他竟然直接问沈一三 买两个名额 沈一三内心震动不已 现在二代那么有钱的吗 只见沈一三 忽然摇了摇头 范熙哲见状 心中咯噔一下 神色有些低落 他以为沈一三 拒绝了他 我只接受 卖你一个名额 一千万 沈一三说道 范熙哲一听 激动了起来 虽然只有一个名额 只能自己去了 但总比没有好 毕竟初次见面 也不是很熟悉 凭二人的关系 能卖他一个名额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一般的有钱人 哪怕你送给人家钱 人家都不卖你 但沈一三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他震撼不已 我再送你一个名额 不收钱 送我一个名额 范熙哲有些 不敢置信地问道 哈哈 反正这名额 我自己能支配 送你一个 又有何妨 沈一三笑着说道 就不怕我骗你的 倒头就把名额 转手卖了赚差价 范熙哲问道 你要真拿去卖也无妨 本来就是 拿大家当兄弟 再说了 到底带谁去 还不是由我来决定 沈一三说道 哈哈 既然如此 真是太感谢兄弟了 来个再敬你一杯 你随意 范熙哲忍不住 开怀大笑起来 而后将杯中酒 一饮而尽 沈一三也不矫情 直接陪他干了 痛快兄弟 既然如此 许立军那边 就有我出面和他谈 你放心保时捷 918过两天保证 给你送过来 而且不用你掏一分钱 我有信心 把这个名额 卖他一台918的钱 哪怕贴点钱 也都我帮你出了 范熙哲不由地 和沈一三勾间搭背起来 感情迅速升温 沈一三也不矫情 从人家出手 大方的程度来看 人家也不差那么点钱 更何况按范熙哲的说法 他已经占大便宜了 不把这是 给沈一三办得 漂漂亮亮的 他自己都过意不去 谢谢沈哥哥 范熙于此时 也一脸好奇 又崇拜地看着沈一三 哎 沈一三你 真是大方 我把自己送给你 你也带我去下 乔可儿 估计是有些酒精上头了 满脸红彤彤地 看着沈一三 可儿你别闹了 我真有女朋友 而且现在就剩一个名额了 我心中也有安排了 要是这个名额用不到 我再给你如何 沈一三看着此刻 乔可儿暴露的肌肤 按捺住心中的欲望 给他画了个饼 真的 那到时候 可一定要及时通知我 乔可儿说着走了过来 硬搂着沈一三的脖子 和他碰杯喝酒 沈兄弟 我看乔可儿 首次对男人这么主动吧 要不你收了他吧 省得他外面 一直祸害别人 赵家明也添了一把火 男人嘛 总不能用下半身思考 可儿的颜值身材 自然无可挑剔 但是我女朋友 也是个极品美人 而且家庭条件也好 总不能让他伤心不慎 沈一三平静了 下心思回道 我不介意做小的忽然乔可儿 在沈一三的耳边 轻轻说了一句 沈一三瞬间汗毛竖起 苦笑着摇头道 可儿你别闹了 说完将他的纤细玉手 从自己脖子上取下 哥哥哥 真是不惊斗 乔可儿略有深意地 看了沈一三一眼 回到了自己座位 兄弟 这带刺的玫瑰看来 也只有你能驯服了 范熙哲也打趣地说道 对了 我和你简单说 下许丽君那人 和那辆保时捷 918 许丽君家里 是燕都家族 产业遍布各行各业 他本人则经营了一家 超跑俱乐部 他这人的爱好 是收集跑车 但他驾驶技术太菜 被他朋友人 送外号跑车收集者 一些有名的跑车 像三大神车 包括兰博金尼 大牛他都有 就是像独夜这种 爵士珍藏版没有 因此他也动了 心思想要去参加 家世德的拍卖 拍卖那辆跑车是一方面 去见见世面结交 结交世界的名媛 也是他的爱好 徐丽君本身 就拥有一辆银色的918 前几个月 他们几个燕都公子 线下聚会时 他打赌又赢回来 一辆红色的918 车到手 还不到三个月时间 但是赢回来之后 徐丽君也没怎么开过 一直放在自驾的车库 最主要那辆红色的918车 绝对没有任何瑕疵 说是新车都不过分 要是沈亿三选择 他车库里面其他车辆 许丽君说不定 会和你谈谈价格什么的 但要是选择红色918 许丽君绝对拱手相赠 这也是范熙哲 有底气去和许丽君谈 并愿意承诺 沈亿三的原因 介绍了大致情况后 他问沈亿三道 兄弟 红色的918可以 配置方面 绝对都是顶级的你 放心就行 当然 我也觉得 红色很适合女生 沈亿三点头道 哈哈 那就好 我保证帮你办妥 不用你花一分钱 范熙哲再次承诺道 酒过三巡之后 众人都是有幸迷醉 范熙哲搂着沈亿三道 兄弟 今天是哥占了你便宜 以后在天海市 有事情尽管给我打电话 在这儿我还是有几分颜面的 多谢范哥了 我们这次认识 多亏了蔡哥 在中间千桥搭现啊 沈亿三顺嘴提了一句 一旁的蔡强 听这话感动不已 感动地看着沈亿三 正所谓喝水 不忘挖紧人 本来蔡强和范熙哲 也就是普通认识的范畴 要是今天 蔡强带来的沈亿三 没有邀请函 得不到范熙哲的认可 那他以后 估计也会失去这一块的资源 从今天的饭局安排来看 范熙哲 绝对是几人中的领头人 蔡强这次给沈亿三牵头 说是一次赌博都不过分 只是他相信沈亿三 既然他开口 就有把握 气概获得了 他们这里的一致认可 可以想象 蔡强今后裁员滚滚的景象了 沈老殿 不多说了 以后你找我办事 就算上刀山下活还我也去 蔡强直接干了一杯 更加上头了 大家都是兄弟 说那么境外干嘛 范熙哲也懂沈亿三的意思 本来称呼蔡强为蔡经理 以后也以兄弟称呼了 这就是认可带来的改变 这顿酒局 持续到将近晚上九点才结束 原本沈亿三想回宿舍的 却拗不过范熙哲热情的安排 晚上给找了个法师按摩 消除疲劳 只是按道一半 饶饰沈亿三的体质 在酒精上头之后 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随后在他昏睡中 被送到了平安饭店的客房入睡 9月1日 早上7点左右 沈亿三悠悠地从睡梦中醒来 忽然他发现身边多了一个人 还是个身材 凹凸有致曼妙玲珑的极品女人 定睛一看 不正是乔可吗 幸好的是 他此刻穿了衣物 乔可身上虽然褪去了外衣 却也有衣物将他的隐私部分遮挡 不至于春光外泄 就是二人此刻的样子 有些暧昧 乔可侧身 手臂和脚都搭在沈亿三的身上 脑袋靠着沈亿三的肩头 差点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沈亿三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按理说 这么一个绝色女子睡在自己身边 没有哪个男人能把持得住 但沈亿三还是有坚守的 不然不会 现在还保持着厨子之身 另外 就是他们二人昨晚刚认识 尽管乔可昨晚对他说的那些虎狼之词 十分奔放 但都是酒后话语 当不得真 正当沈亿三想要挣脱 偷偷离去之时 乔可慢慢睁开了双眼 在还未清醒的醉意下 他也发现了身边的状况 猛地一起身 他看着身边的沈亿三 再看了看自己 煞食满脸通红 你 为什么会在我床上 他咬了咬牙 恶狠狠盯着沈亿三问道 我也不知道啊 昨晚犯哥 后来安排按摩 我迷迷糊糊 睡过去了 刚醒来 沈亿三如实解释道 你没有对我做什么吧 乔可问道 想起昨晚自己那样撩沈亿三 要是二人真发生了点什么 是谁的责任呢 自己拱得火 自己不灭 难道还要怪沈亿三 看了下床单 又感受了下身体状况 他觉得 应该是没发生什么事 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应该没有 我没有任何感觉 和平常一样 沈亿三如实回道 那就好 我也没有发现 身体有什么变化 乔可知道 要是第一次 自己肯定会见血的 记住 谁都不许说出去 乔可慌慌张张地穿上了 床头褪去的衣物 整理了下 做贼私的慌慌张张 下床出去了 沈亿三摇头苦笑 也是起身洗漱 将乱七八糟的想法抛去 准备返校了 门外 乔可打了闺蜜范兴雨电话 过了一会 才被接通 你在哪个房间 乔可问道 这么大早打电话 扰人轻梦 范兴雨那边抱怨道 随后报了房间号 不远 就在沈亿三这个房间隔壁的隔壁 进了范兴雨房间的门 范兴雨一脸困意地说道 咋那么早从沈亿三那里回来了 事情没办成 啥 乔可大惊失色 你怎么知道 我从她那里 昨晚我带你一起回房的 本来我都要睡了 你在那嘀嘀咕咕的 硬要往沈亿三那里去 我看你那样子 亲自送你过去的 范兴雨说完 一脸笑意地 看着自己的闺蜜问道 咋样 成功拿下了没 听说会很快乐的 话还没说完 就被乔可双手堵住了嘴巴 别说了 我们两个什么都没发生 还有你 可别乱说出去 乔可不禁慌了 听范兴雨的意思 昨晚 还是自己主动找过去的 这要是传出去了 以后他不得被别人嘲笑一辈子 他知道自己的样貌和家庭 条件 从小就有众多追求者 为了摆脱被不厌其烦骚扰的麻烦 他花了那么多年 打造出了脾气暴躁性格 让他在外面 不得不表现出一副 女中豪杰的形象 从而让人知难而退 所以 打死都不能被人知道 是自己主动的 哼 你威胁我 范兴雨可不吃他那套 作为从小到大的好闺蜜 他和乔可知根知底 知晓他真实的性格 不不是我们 还是不是好闺蜜了 乔可也拿他 没有丝毫办法 范兴雨也拗不过自己闺蜜的请求 终究还是答应 帮他守住这事 你对沈一三真有感觉 范兴雨感兴趣地问道 乔可不禁正了正 哇 看来真是爱 这就是一见钟情 范兴雨更加兴奋了 还不算吧 应该是昨晚 酒精上头才那样的 乔可便解道 切 虽然你喝酒次数手 但我又不是 没碰到过 你还是头一次这样的 范兴雨可不信 娜娜又怎么样 她长得帅 对女朋友又那么好 而且她确实没对 我有不轨欣慰 就算喜欢上这样的男人 也很正常吧 乔可挺了挺傲人的胸膛 反击道 范兴雨想想也是 与其自己的闺蜜 便宜其他人 还不如便宜 目前看来无可挑剔的沈亿三 好了 我们赶紧走了 今天你忘了 是我们开学的时间了 乔可提醒道 对哦 范兴雨反应了过来 虽然他们的家庭条件 去不去学校 都是他们自己的喜好 不过大学生活 还是尽量保持 该有的完整比较好 于是 二人也不磨叽 匆匆忙忙收拾起来 此时 沈亿三已经开上了 自己的麦巴赫 飞奔赶往学校 新生入学典礼 在早上九点 他们应该能赶得上 本来沈亿三去 不去都无所谓 学校也没有强制性要求 只不过胖子和程东泽 强烈要求 表示 居热烈欢迎下 学弟学妹们 至于真正目的吗 身为LSP的二人 自然不言而喻 沈亿三和向洪雨 也就这样被拖了过去 到了学校 和几人会合之后 一行四人 便朝着广场走去 老三 你竟然会夜不归宿 胖子也是第一次遇到 昨晚去喝酒了 上都回不来 沈亿三解释道 几人也不在意这事 毕竟沈亿三 现在有钱了 夜不归宿 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嘿嘿嘿 老三我听小道消息说 这些新生质量很高啊 胖子眼神闪烁着金光 估计今天过后 新的校花排行 就会在校园论坛更新了 程东泽也有些期待地说道 九月份的新生开学典礼 在烈日炎炎的气候下 校长致应新词后 氛围达到了高潮 除了大一新生在 巨大的环形操场内战里 大二以上的 都在观众台上围观 一双双 散发着SP气息目光 侯亮 你还带着望远镜看 胖子拍了拍他身边的 同班同学 佩服道 哎呀 人之初 性本色嘛 他二人勾肩搭背的 一看就是同道中人 沈一三 听林班长他们说 校园里那辆 麦巴赫是你的 一个娇小的女生 在沈一三看台后面问道 说完 周围一道道目光 带着惊讶不可思议的眼神 瞥了过来 沈一三没有开口 一旁的程东泽道 你们才知道 要不是老三要低调 我们早就宣传开来了 说完 人群中一顿骚动 程东泽开口 还是可信的 毕竟人家的家庭条件 放在学校中 都是不错的 没必要为这事 帮沈一三撒谎 只不过 他们不理解的是 开学之前的沈一三 明明很穷的 怎么摇身一变成 有钱人了 难道像中的富二代 被迫体验生活 这次回去 继承了家产 只是这个问题 没人会回答他们 他们宿舍 四人知晓其中真相 却不会传出去 老三 这只股票可以啊 进行到上午十点半的时候 向洪宇拿着手机 给沈一三看他的收益 沈一三贴了一眼 那只股票 正是他昨天 下午推荐给他们的 几只中的一只 这个点 已经涨停了 向洪宇的本金 也就投了一万左右进去 两天下来 赚了一千五百多了 不由得 对沈一三五体投地 胖子和程东泽一看 也是打开了 自己的股票APP 看到选的股票 纷纷涨了之后 对着沈一三 竖了的大拇指 几人默契一笑 心领神会 不会将这事 宣扬出去 门声发大财不好吗 忽然一道短信 提示声响起 沈一三的龙行卡 净账了一千万 他立刻明白过来 这是范熙哲 昨晚说的 购买名额的钱 果然 范熙哲的电话 随之到来 兄弟 请我转过去了 收到了吧 范熙哲那边 像是刚起床问道 谢了范哥 刚收到了 沈一三回道 哈哈 那就好 咱们兄弟之间 不用说谢 对了 昨晚送你回屋之后 范熙哲问道 嗯 我昨晚睡着了 今早醒了 就直接走了 现在学校 参加开学典礼呢 先挂了 沈一三以为范熙哲 来问他和乔可的似的 马上就结束了通话 殊不知范熙哲 完全不知晓之事 只是单纯关心他 昨晚喝得怎么样 终于到了新生开学典礼尾声 中午十一点半 学校食堂 迎来了浩浩荡荡的新生群 众多学长学姐 穿插在其中 各自搜索张望 沈一三宿舍 四人在经历了 漫长的排队之后 样貌还不错的 才三个 我至少碰到五个了 胖子和成东泽这时 都不忘讨论这些 甚至还偷偷 在远处拍下了人家的照片 沈一三一看 就失去了兴趣 那些女生 大概也就最多78分 他最近经历的高档局太多 自然是看不上眼的 怎么食堂的饭菜 让人一点食欲都没有了 胖子吃了几口 有些兴兴到 我也觉得 可能是没有带老三的战量 向红宇开口道 这么一说 好像真是那么回事 成东泽也附和一声 对了 老三你那战量的事 有没有计划 向红宇问道 你上次让你师傅 去鉴定看 有没有结果 沈一三回道 还没 本来路途就远 寄过去 到那至少三天时间 我师傅 还得进行品尝 测试这些 估摸着 还至少需要两天时间 能告诉我结果 向红宇算了 算时间达到 那行 我的计划是 咱们几个 就这个战量一起 成立个公司 先把配方的专利 申请下来 后续投入市场的话 就凭这个公司的名义 去操作 所得的利润 按照我们四个占比 来分配 沈一三开口道 好啊 这个想法好 就是占股比例 你打算怎么分 成东则问道 四人评分不就行了 沈一三随口道 那不行 配方是最主要的 没你的配方 这事也操作不起来 我提议 我们三人 每人占股十五 剩余你占股五十五 我来负责市场 推广的任务 老大负责各种手续 和流程的办理 老四主要负责 配方的品控 胖子提议道 众人都熟悉 各自家庭情况和能力 胖子这样的安排 无疑是最适合的 我没意见 我也是 成东则和向红鱼 点头同意 不行 我占比太多了 而且以后 主要交由你们 来负责的 这样你们 一人占比二十 我四十 沈一三说道 几人都是兄弟 便不再扭捏推辞 接受了这项提议 反后 沈一三几人 回到宿舍 将占料的配方材料 和配置过程 都写在纸上 交由胖子他们 胖子几人拿到之后 便商量着 去进行操作 沈一三大方帝 拿出了十万 作为他们宿舍 创业项目的启动资金 几人本来坚持不想要的 奈何沈一三 给他们看了看卡里 目前躺着的 三千五百多万存款后 也只能感叹 一生狗大户 特别是胖子 感觉自己在沈一三面前 成了穷光蛋 以前二人 可是身份互换的 那我出去忙了 事情 就麻烦兄弟们了 沈一三当了甩手掌柜 出了宿舍 没有选择开车 他一路走到 锦绣兰亭的那间出租屋 准备开始进行 股市的一些布局操作 沈一三刚进 一千五百零二的房间 却感觉有些不对劲 凭他细微敏锐的感知力 知晓自己离开之后 这里有人进来过 女的 他看见了门口鞋架上 多出了一双女视频底鞋 皱了皱眉 好在没有什么 其他一场 他往屋内客厅走去 刚进客厅 就看到 身子婉约如同柳絮舞动 轻盈而优雅 她的眉眼如画 流露出独特的韵味与风情 令人难以忘怀 就是此刻脸上 带着那一抹愁容和憔悴的神色 令人不禁想要给她呵护 又一个极品美女啊 沈一三内心震动不已 感觉自从获得了系统之后 自己桃花运有些旺盛 此女的长相 绝对是她见过最漂亮的 甚至比陈木琴和乔可她们 还要高出一两分 女子似乎是察觉到有人进来 转身看向沈一三 四目相对 那如水晶般闪烁的眼眸 映在沈一三心头 久久挥之不去 你你好 你是这里刚进来的租客吗 她的声音成熟而又空灵 是的 昨天刚搬进来 沈一三回道 我是这屋子的房东 她说道 原来如此 沈一三文言心头一松 有些高兴道 我还以为家里进贼了呢 不好意思啊 突然过来打扰你了 我叫骆婉宁 你呢 沈一三 她笑着回道 说白了 我是租客 你是房东 你回来也是应该的 沈一三道 那个骆婉宁 有些犹豫是否开口 虽然有些违背契约精神 但是我想说 这套房 我打算卖掉了 可能无法租给你了 她如实道 能说说原因吗 沈一三没有生气 她觉得 对面这女孩 肯定有她的理由 骆婉宁看着沈一三帅气的脸庞 心中有些微微荡漾 还是这该死的魅力 这几天 高级战斗技能的后续 还在影响改造沈一三的身体 她当前体质达到了86 精神75 魅力75 魅力提升了三点 这和她逐渐改变生活习惯 开始穿衣打扮起来 有密切的关系 随后 骆婉宁讲述起了她的缘由 骆婉宁今年23岁 去年刚毕业入职工作一年 还不到 她本人也非常聪明 大学在海外一所 世界名校就读的 金融投资类专业 她的家庭状况 也算英识 父亲是天海市 做建筑工程的一家承包商 前些年地产行业风投 她父亲接了许多优质项目 赚得也是盆满钵满 这套房是骆婉宁父亲 在她去年生日时 送她的礼物 她平时居住在她公司附近的 一个出租屋里面 主要是这套房子 离她工作地方太远 不方便每天来回 因此就交由物业中心出租 但半年前左右 她的家里出了事情 她父亲不知道怎么的 染上了赌博 前前后后 将家里存的几千万 资产数的分毫不上 为此 她父母前些时间经常吵架 最后 她母亲忍受不了她父亲的行为 和她父亲离婚了 但她父亲依旧没有戒掉赌博 哪怕骆婉宁再三劝说也没用 在继续输掉了两套房产以后 她的父亲名下 已经没有什么资产了 这两年房产行业开始不景气 建筑公司也赚不了什么钱 但外面还欠着不少工人的钱 和供货商的钱 凭她父亲原本的资产 用来偿还这部分欠款 是绰绰有余 可惜 现在都已经输光了 根本发不出去这些钱 就在上个月 有个自称徐伟良的男子找到她父亲 要她归还 欠了将近五百万的借款 要是一个月不还 就上法院起诉 她父亲洛国父自然拿不出钱 就在这时 一个叫金贤德的年轻公子出面 说是 能帮助洛国父 偿还目前所欠的所有债务 但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要骆婉宁 金贤德是个花花公子 洛国父之前风光的时候 有过接触 自然知道是什么样的人 到这里 洛国父也反映了过来 或许自己开始接触 赌博就是他们做的局 怒不可遏之下 洛国父直接上手 将金贤德打了一顿 事后 金贤德自然对洛国父 进行了报复 金贤德家 在天海市的官场 有一定的地位 想要整洛国父 那可太简单了 洛国父随后 就以寻衅滋事罪 被起诉逮捕 后续又曝光出他之前行贿 施工方面偷工减料 这样一下子 洛国父就被判了十年的牢狱 目前还是一审 还可以继续提起上诉 但是这些罪名 确实是实实在在成立的 哪怕上诉 是无心工作 就在昨天最后一天 交接了离职手续 可就是洛国父进去了 债主也依旧找到了洛婉宁 要来帮他父亲偿还债务 甚至那些工人和供应商 也找到了他 所有的这一切很明了 就是金贤德在背后推动 只要洛婉宁成为他的情人 金贤德就既往不救 讲到这里 洛婉宁不禁山然泪下 更显得楚楚动人 没办法 我现在只能卖了这套房子 希望先把我父亲的 赌债借款还清了 至少那些工人和供货商 还不会做什么违法事情来 金贤德找的人 可就没那么手法了 洛婉宁对沈亿三说道 这套房子市场价卖掉 也就最多五百万 偿还了借款之后 你想过后面的路吗 沈亿三问道 洛婉宁摇了摇头 确实没想好后续 该怎么办 洛婉宁从小和父亲的关系轻 母亲那里获得的爱很少 她也找过她母亲 但她母亲却拒绝帮她父亲 似乎最近也新找了个男人 有了新的生活 卖了这房子 你住哪里去呢 沈亿三接着问道 我老家那边有套旧房子 她喃喃道 这时 沈亿三来到她的身边 坐到了沙发上 愿意听听我的故事 她问道 洛婉宁轻轻点了点头 从小我父亲就喜欢赌博 我们俩算是同病相连 我的名字叫沈亿三 我父亲当初给我取名时候 就是借鉴了 明朝巨父沈万三的名字 他期望我比沈万三还有钱 就能看出 我父亲多么喜欢钱了 后来 沈亿三缓缓讲起了 他们家庭的状况 洛婉宁轻听着 发现眼前的男子之前 和现在的自己 何其相似 我痛恨赌博 因为那是个深渊 我父亲的结局 是他旧由自取 你父亲虽然说是 被人下了套 但很大原因 也是在他自己 洛婉宁被沈亿三的话题 引动了心神 想说些什么 却不知如何开口 听说你之前 做金融投资这块的 对股票操作这块 应该很熟悉吧 沈亿三忽然问道 洛婉宁自信地回道 这方面 我自己有绝对的信心 股票 基金 期货等等 只要牵涉到 投资交易的 我都会 看到那边 三台电脑了吗 沈亿三指着 那几台新电脑问道 洛婉宁点了点头 猜不透他想说什么 我想我能帮你 走出接下来的困境 沈亿三说道 啊 你可以帮我 洛婉宁 仿佛溺水之人 抓到了救命的稻草 仙西御守抓住了 沈亿三的臂膀问道 也难怪他如此激动 这些天 他都为这是烦恼 搞得自己心力交瘁 都快崩溃了 那你有什么条件 洛婉宁亲身问道 他也知道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他会不会也提那种要求 洛婉宁 在心中想到 心脏不由地加速跳动起来 很简单 帮我做操盘手 沈亿三说道 啊 就这要求 洛婉宁 有些不敢相信 也有些小小的失望 你以为呢 沈亿三笑着道 洛婉宁 有些羞涩地看了他一眼 沈亿三内心一阵荡漾 没问题的话 等会我会给你一千万 让你将所有的欠款 都还了 专心为我工作 沈亿三道 一千万 洛婉宁 有些不敢相信 对 不过是当作 预支给你的工资 你替我打工 慢慢还 从这里面扣 当然 平时生活缺钱了 我也会给你钱 沈亿三说道 太多了 我偿还所有欠款 八百万就够了 那我将这房子 四百万卖给你 我借你四百万可以 洛婉宁说道 这套房子 正常价格 朝着五百万去的 不过洛婉宁愿意 这么低价出售 给沈亿三 也是看他真心 想帮自己 不用 房子还是你的 本来我就租来这边 当平时操盘的基地的 有你帮我打工了 我也就不用 每天来这了 这里给你住着好了 沈亿三回道 洛婉宁咬了咬红唇 眼泪似乎止不住了 你之前每月工资多少 沈亿三继续问道 一万五 洛婉宁回道 那这样 我给你每月 开两万的工资 你帮我 专门在投资市场上 进行操盘 盈利了 另外给你分红 亏损了算我的 年终奖什么的 另外算 不会少于你每年的年薪 这样的条件可以 沈亿三抛出了诱人条件 洛婉宁 也被沈亿三的条件震惊了 按照沈亿三的说法 自己年薪24万 年终奖都至少有这么多 不考虑分红的情况下 每年都五十万了 他之前的公司 虽然在行业 内薪资也不算低 他平常花销 也不大足够用了 不过沈亿三的条件 让失业的他 收入涨了一倍多 他觉得有些不真实了 但是我有个要求 就是关于这个事情 必须要绝对保密 不得对任何人提 你做得到吗 沈亿三严肃地问道 洛婉宁正正地看着眼前 充满魅力 又帅气男子 目光有些吃了 嗯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把你的银行卡号给我 沈亿三说道 洛婉宁此刻 仿佛中了魔一般 沈亿三怎么说 他就照做 于是 他爆出了自己的银行卡号 沈亿三进行龙行卡转账 他这张黑金龙行卡 每日交易不受限额 直接给洛婉宁转去了一千万 看着自己手机中 提示到账的声音 洛婉宁觉得 自己是不是做了个梦 梦里自己遭遇了 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梦醒后 却出现了一个 生命中的白马王子 带他走入了天堂生活 这钱太多了 八百万就够了 洛婉宁难难道 多的就当预支给你的工资 平时生活 也要用的不是 沈亿三挥了挥手 对他说道 此刻 洛婉宁昏暗的内心 煞时充满了阳光 面旁上的 忧郁愁容一扫而空 露出了风情万种的甜蜜微笑 小女子见过老板 他给沈亿三作一 一千万我可是 要给沈老板 打工至少二十年呢 希望年纪大了以后 不会遭到嫌弃 洛婉宁开了开玩笑 显露出 他真实的性格 放心 时间不会很长的 沈亿三笑道 好了 接下来我和你说下任务吧 于是 沈亿三将他股票投资的事 告诉了洛婉宁 要求他按照自己 给的路线和推荐 进行操作 沈亿三给洛婉宁的股票 都是一个星期以上的走势 虽然最终肯定是长的 但是他也想看看洛婉宁 是不是真有这方面的才华能力 洛婉宁也是个聪明人 知道了之后表示 会严格按照沈亿三的指示做事 不会让他失望的 打开了电脑 洛婉宁 进行一阵准备工作之后 便进入了今天的工作状态 进入状态的他 目光锐利 全神贯注 仿佛没有外界的因素 能影响他 老板 今天的布局都已经完成 你账户里面的钱 要明天才能操作买卖了 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忙碌 洛婉宁终于 完成了今天的任务 沈亿三点头表示很满意 这样的话 就不用愁 接下来交易操作的事了 饿了吧 我点些吃的 沈亿三说 晚拿出手机点起了外卖 虽然才下午四点多 二人这顿饭吃得格外的香 尤其是洛婉宁 他今天一早过来以后 便焦躁不安 一整天没吃过东西 现在萦绕心头的事情 能解决掉 他便再也没有什么压力了 沈亿三看着一顿狂吃的洛婉宁 用好感度探测一一看 好家伙 九十点好感度 恐怕就算自己 现在提些过分的要求 洛婉宁也会答应 沈亿三末念了阿弥陀佛 再次忍住了冲动 他不喜欢趁人之威 不屑于做这种事情 老板 后天周六周末两天时间 刚好股市休市 我去把欠款的这些事 给处理掉 洛婉宁说道 平时你的生活都是自由的 我不会干涉 你要做什么就去好了 只需要把工作做好就行 沈亿三笑着道 放心吧 你会经常过来吗 洛婉宁擦了擦嘴 有些期待地问道 看情况吧 这里交给你了 我就不用担心了 沈亿三说道 洛婉宁有些失望 然后说道 身为老板 经常来视察员工的工作情况 也是必要的吧 沈亿三扑斥一笑 道 好吧 有空了 我就过来 不过 会不会不方便 沈亿三问道 按理说 这套房现在是抵押给你的 你是房东 我是租客 洛婉宁笑道 身份互换 一下子还没适应过来 沈亿三道 这时 范希哲的语音 通话打了进来 兄弟 跑车的事搞定 范希哲开门见山说道 那么快 沈亿三惊讶道 哈哈 我就给许丽君那家伙 打了个电话 简单说了下 这家伙见我有两个名额 立马急了 然后 我就简单地忽悠了几句 说我三千万问你买的 见你需要那辆 红色918 他就毫不犹豫地说换了 一分钱没花 哈哈 范希哲忍不住大笑 范哥有一套 沈亿三公围了下 对了 后面去拍卖会碰到那家伙 你可别说漏嘴了 就说 三千万卖给我名额啊 范希哲忍不住提醒道 放心 不会出卖兄弟的 沈亿三毅然保证道 对了 那车他明天 安排给你空运过来 到时候会有专业的人员联系你 你安排收下车 范希哲说道 好嘞 麻烦范哥了 沈亿三道 客气啥 弟妹生日那天 方便请我们一起播 范希哲问道 定然不会让范哥缺席的 安排好了到时候 提前通知你们 沈亿三说道 那就行 有空长联系 范希哲说完 就挂断了电话 沈亿三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这辆保时捷 是918到了他亭内去 学校 肯定不妥 一辆麦巴赫 就已经够他成为风云人物了 再来一辆918 那不得炸 蔡强那边的销售店 也不妥 这车太过贵重 最好停在隐地点的个人车库 用车布折盖住 对了 你这房有没有配备停车位的 沈亿三忽然想到 锦绣兰亭的地下车库 问洛婉宁 我听你说918 是保时捷918吗 洛婉宁问道 没错 明后天从雁兜那边空运过来 需要有个地方暂时停放下 沈亿三回道 我这确实有个私家车位 买房时候就配备的 你想用就先用着好了 洛婉宁笑道 那就谢了 沈亿三说道 我就是个打工的 老板太客气了 况且老板 那么有钱开保时捷918 作为员工的也自豪不适 洛婉宁一点 也不合沈亿三身份 你没有买车吗 沈亿三不由地问道 之前工作离住的地方进 就没考虑买 他回答 我学校现在有辆麦巴赫 你想用就先用着 等过些天给你配辆车 沈亿三不在意的道 洛婉宁微微一愣 低声道 算算了 我已经受你恩惠太多了 不用给我破费的 老板给员工发福利 不是很正常 沈亿三回了句 还有 别喊我老板了 明明比你还小两岁 把我都喊老了 以后叫我名字就行 沈亿三说道 那好吧 老沈亿三 洛婉宁终于改口了 好好工作 我得回去了 有事情的话 及时联系我 互相加了联系方式后 沈亿三离开了这里 屋内 洛婉宁望着空荡荡的房间 感觉好不真实 再次确认这不是幻觉后 他全坐在沙发上 嘴角扬起微笑 喃喃道 沈亿三 回校路上 他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何老板 怎么找我来了 我暂时没有 做兼职的打算了 沈亿三直揭开口道 沈同学啊 不是这事 来电的正是那天 他去制作战料的明军 石府老板何晓林 那天 你不是借我厨房用啊 后来是不是有个不锈钢的 碗没有刷 何晓林那边问道 好像是这样 走得匆忙忘记了 不好意思啊 沈亿三道欠道 不是这样的 后来我们厨师来上班 建那碗里的蘸料很香 就在做菜时候加了点 顾客的反响 非常好 店里生意爆满 只是这两天 没了那蘸料之后 顾客来点菜总说 没有那位了 后来我问了厨师 才了解他加了 你制作的蘸料 起初 我寻思店里的采购 都是我经手的 没有什么特殊的蘸料 细细推敲之后 才发现了这事 你那还有这种蘸料吗 我想从你这进行渠道购买 何晓林 有些激动地问道 啊 这是啊 小事 沈亿三边走边随意回到 对你来说是小事 对我们店来说 就是大事啊 沈同学 你可得帮忙 何晓林急切 又期盼 哈哈 我现在是个甩手掌柜 你可以联系我们宿舍的胖子 我们一起 合伙搞了个公司 现在都由他在负责这块 沈亿三说道 胖子 是前同学吧 何晓林问道 没错 经常来你们店里 吃猪脚的那个 沈亿三道 那好 我马上联系他 谢谢你沈同学 何晓林说 完便挂了电话 回到宿舍 建成东泽和向洪宇都不在 只有胖子一人 老三 刚何老板给我来电话了 胖子说道 我知道 是我和他说的 你决定就行 沈亿三道 那行 定价方面等老大回来了 再商量下 他和老四下午 去注册公司 进行工商登记啥的了 估计也快回来了 胖子道 晚上 几人碰头之后 又将战料方面的事情 详细聊了聊 主要确定了 战料的名字 老三调料 很土 却又很实在 价格方面 还是准备按量来计算 具体的定价 要先根据市场反馈 和成本来进行调整 几人商讨到半夜 十一点才散去 9月2号 周五 今天沈亿三 没什么事 跑车今天刚从宴都空运出来 要明天才送到 学校里面 他们的课程 要下周才开始 今天就完全空了下来 想到陈沐晴也开学了 应该有时间了 就找到陈沐晴的微信 发了消息过去 想我了 手机界面上 出现了陈沐晴的回话 今天有空没呢 沈亿三问道 刚起床 和宿舍同学们聊天呢 今天好像 也没什么事情 陈沐晴那头回道 那出去一起练练 沈亿三诱惑道 咱啊 那头陈沐晴 愉悦地答应了 好 那我马上去接你 你准备下 接我 我还是自己过去吧 你那边坐车来我 来来回回挺麻烦的 陈沐晴说道 我刚买了车 放心一点都不麻烦 沈亿三回道 陈沐晴有些发愣 问道 什么时候买的 我怎么不知道 嘿嘿 等会见面 就知道了 说完沈亿三挂断电话 朝着陈沐晴所在的大学 开车驶去 天海市武警指挥大学 这也是天海市的一所 全国重点大学 这里走出了一位又一位军官 被称为 华国军官摇篮基地 校园门口 陈沐晴穿着一身运动休闲衣物 没有多做打扮 但也难掩 她是这里笑花的事实 一道道目光 在路过时 都会忍不住 多看陈沐晴几眼 她自身 就成了一道风景 麦巴赫 在她身前停车 车窗摇下 一张俊秀的面庞 映入她的眼前 上车 别愣着了 沈亿三露出阳光的笑容说道 陈沐晴赶忙上车 在一道道破碎的目光之中离去 笑花有主了 哪家的少爷 能开麦巴赫身份 肯定不定 我失恋了 一声声好奇 而又不甘的声音 充斥着校园 唐少 不好了 一道高瘦的身形 迅速跑到学校的健身房中 只见一位身材魁梧 肌肉壮实的短发青年 正在挥洒汗水 一拳拳的击打沙袋 唐少 陈小姐 刚上了一个陌生男子的车出去了 被称为唐少的青年 名为唐宣宇 是天海市军方的 一位大佬的儿子 自幼便在军中大院长大 有着非凡的身份 和不俗的武力 豹子你说什么 唐宣宇听闻陈沐晴 跟着一位陌生男子出去 收手转身看着他 这是我刚才拍下来的 你看看 豹子将陈沐晴上车的手机 照片递给唐宣宇 这是他的男朋友 唐宣宇眉头一蹴问道 还不知道 但是从没见过他上 其他年轻男人的车过 应该八九不离十 豹子回道 让人去查下这车的车主信息 唐宣宇对豹子道 随后他结束了锻炼 一脸忧郁地走出了健身房 他从大学开始 就一直在追求陈沐晴 而且他家 从郑军方背景墙 陈沐晴家庭 经商抵御浓厚 唐宣宇家里 也支持他追求陈沐晴 没想到自己 追求了两年多无果的女子 竟然在不知不觉 中交了男朋友 这可让他心中 无比难受充满怒火 车上 你什么时候买车了 还是卖巴赫 陈沐晴开口问道 上次见你时候刚买 只不过 那会还没上牌 刚好你能开车 接送我就没开 沈亿三摸了摸 陈沐晴的御守回道 好好开车 陈沐晴撑了他一眼 放心吧 我驾驶技术好着呢 沈亿三自信笑道 看来上学以后出去 都得让你接送了 我上学了 可就没那么自由了 陈沐晴笑着道 那必须接送 沈亿三道 二人在一路及时中 来到了金泰商城的 金泰武术馆 今天 又是指导陈沐晴的一天 直至下午五点 以陈沐晴体力 不知宣告结束 二人吃了晚饭后 沈亿三驱车 将陈沐晴 送回了他的学校 因为是警校 对各方面 管控都比较严格 所以陈沐晴平时 还是很遵守学校的 作息时间 对了 亿三 下车前 陈沐晴想起了什么 对他说道 怎么了 沈亿三问道 上次你给我的那蘸料 我带回来 给我爸妈尝了之后 他们赞不绝口 陈沐晴说道 你也知道 我家里有一块 餐饮行业的业务 我爸想和你找时间 谈谈那个蘸料配方的事情 你看可以吗 陈沐晴此刻也是 当起了传话筒的作用 替他父亲 邀约沈亿三 这样啊 蘸料配方的事情 我已经和胖子 他们成立了个公司 在运作了 配方除了我们几人之外 我并不打算卖掉 但是要谈合作 经销这些 还是可以的 你帮我和叔叔说下 看他怎么说 沈亿三说道 这种生意上的事情 还是先把底线明说了好 那行 我回去和我爸说下 看他的意思 说完沈亦勤正 准备下车 沈亿三黑黑一笑道 就这样下车了 是不是忘了什么 沈亦勤面旁微微一红 在沈亦三脸上 轻轻一吻 下了车回笑 唐薛宇 沈亦勤走在回宿舍的路上 忽然一道身影栏 在他前方 沈亦 你今天和谁出去了 唐薛宇 开门见山地问道 和我男朋友 沈亦勤毫不掩饰 他对唐薛宇道 没什么厌恶感 人家也是光明正大的追求他 没做过什么 令人不耻的行动 至少在人品方面 唐薛宇作为军方的后代 自有正气 不会做出 有辱家风的行为 你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 唐薛宇问道 前段时间 我追求你两年多了 你都还是对我不冷不热的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 唐薛宇今天有些急躁 不符合平时的性格 也是 自己心中的女神 一下子说有主了 任凭谁都会失态 唐薛宇已经算控制得不错了 这个我没什么必要告诉你吧 陈慕琴回道 可是我唐薛宇有些急了 其实你是不差 不过你拥有的那些 都是靠你们家庭的实力不是吗 陈慕琴反问道 我自身的实力 却是我一步步锻炼出来的 完全是我自己拼搏来的 唐薛宇没有否认 只是对自身的武力 这块很有信心 你的实力 在我们学校确实不错 连老师都夸你 有特种兵的实力 我承认我是比不上你 但是 你这实力在我男朋友面前 就是个渣 他能轻松秒杀你 陈慕琴有些骄傲地说道 不可能 唐薛宇根本不相信 沈一三那年轻的模样 也差不多和他一样打 他不认为 同龄中有人能秒杀他 陈慕琴说的 肯定是夸张了 你就算拒绝我 也不该用这么低级的谎言 唐薛宇冷冷道 信不信有你 但是 你最好别搞什么小动作 不然别怪我瞧不起你 陈慕琴说完这话后 也不管唐薛宇的反应 静止朝自己的宿舍过去 唐薛宇站在原地 胸膛不断起伏 握紧了拳头 慕琴 他男朋友那么大的事情 都不和我们说 就是就是 还瞒着我们 要不是今天听到学校传闻 我都不敢相信 陈慕琴刚回到宿舍 便看见三个摄友 一脸好奇的目光盯着自己 三女是陈慕琴的闺中好友 分别名为 习戎雪 吴芳 黄雅云 三女颜值都不错 虽然比不上陈慕琴 但也算八分以上的美女了 她们宿舍四人的性格 都比较投缘 平时聊的话题也相似 刚谈的男朋友 还没来得及和你们说 陈慕琴也不藏着 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哇 今天你们出去干啥了 席荣雪躺在床上 头往下叹号奇道 爱慕琴你一脸憔悴的样子 不会和你男朋友 去黄雅云捂着小嘴惊呼 乱猜什么呢 陈慕琴白了他一眼道 我们去金泰武术馆 指导训练了 去武术馆来啊 自己请的教练 吴芳也好奇道 几人倒是没有怀疑 陈慕琴话语的真实性 毕竟认识这几年 还是知晓彼此性格的 陈慕琴平时 也确实喜欢习武锻炼 没有请教练 我男朋友给我卫招 陈慕琴得意一笑 啊 你男朋友 不会给你揍趴下了吧 席荣雪好奇地问道 我在他面前 毫无还手之力 好不 纯粹是被训练的那个 陈慕琴随后便和他们 简单讲述起来 听得他们几人不敢相信 另一边 唐轩宇回到了宿舍 唐少 你要我调查的那个人 信息在这了 豹子拿出了打印出来的资料 递给唐轩宇 沈一三 年龄二十一 天海大学大三学生 家庭住址 川省龙阳市川平县贵院小区 一条条沈一三的基本资料 显现在纸上 难道目前骗我 唐轩宇看着沈一三 平平无奇的家庭条件和简介 眉头皱了皱 唐少 要不要我找人教训那小子 这么普通的一个穷小子 敢打嫂子的主意 豹子殷勤地说道 你见过哪个穷小子 买得起卖巴赫的 而且 车主信息也是他本人 说明不是租来的 这些基本资料算不得全部 肯定有什么东西 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唐轩宇人比较沉稳冷静 此刻正思考着什么 实力 他喃喃道 豹子站在一旁不敢说话 静静地等待 豹子 唐轩宇沉思了一会后叫道 唐少有什么吩咐 你帮我去 唐轩宇交代起事情来 豹子连连点头表示明白 沈一三回到天海大学 才下午六点半 他没有立马回宿舍 转头走向了锦绣蓝亭 六状150二世 叮铃铃 门铃声响起 洛婉宁穿着一身粉色薄衫问道 谁啊 是我 沈一三回道 旋即 一阵匆忙的脚步声过来 打开了房门 老一三 你怎么过来了 洛婉宁似乎心情还不错 问道 沈一三看着眼前 单薄衣物的曼妙女孩 恍惚了一下 便笑着说道 来视察下员工工作不行吗 欢迎老板 洛婉宁让出了一条通道 甜美地说道 今天收益如何 沈一三问起了正事 老一三 你是不是有内幕消息 发给我的股票 就没有一直是跌的 全部是涨的 无非就是涨多涨少的问题 洛婉宁问道 这可是秘密 你只管操作就行 沈一三神秘一笑 我今天买了两只股 分别是KT实业和WT科技 总收益约9.5 目前账户金额达到132万了 洛婉宁说道 还不错 继续努力 沈一三鼓励道 这个数据很不错了 沈一三自己来能至少保证 10个点的收益 但是洛婉宁可没有他的系统 自然是根据市场做出的判断 能有9.5个收益不错了 这样 你周一开盘时候 把这只股卖了 在这个时间点 买入这只股 然后同时买入这只 大概10点 沈一三坐在电脑以前 给洛婉宁教学起来 不知不觉 洛婉宁听得有些入神 靠沈一三越来越近 就这样 记住了吗 沈一三讲完响 转头看洛婉宁 没想到一转头 嘴唇触碰上了洛婉宁的脸颊 啊 洛婉宁身躯一击灵 像是受到惊吓的兔子 他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一脸娇羞地看着沈一三 沈一三也是有些尴尬 说道 你自己靠过来的 我可不知道 洛婉宁似忧愿地看了他一眼 道 那还真是对不起了 可嗨嗨 今天的巡查结束 我改天再来 说完便急匆匆地往外走去 沈一三怕在这里待着 自己迟早忍不住 老板慢走不送 洛婉宁看着沈一三逃离的窘迫样 送别道 出了门后 沈一三常常呼了口气 平静了下心神 往宿舍里赶 回到宿舍 沈一三先给自己的妹妹发了消息 询问了下这两天家里的状况 听沈姗姗说 没什么异常之后 也放下了心 而后 又给沈姗姗转过去十万元钱 沈姗姗知道 哥哥有钱也不矫情 秒收 随后 沈一三又给陈沐晴打去了视频 双方宿舍内 其余三人都被喂了一嘴的狗粮 恨得牙痒痒 周六 沈一三和陈沐晴今天没有约会 一方面昨天那样的训练 陈沐晴需要休息 另一方面 他的保时捷918也要到了 大约下午4点 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沈先生您好 我是给您送货的 有件货需要您签收 请问您现在在锦绣兰亭小区吗 那边传来业务员的询问声 沈一三表示 即刻就到 离开了学校 匆匆往小区赶去 约等待了十分钟 一辆专用乡市货车 出现在沈一三的眼中 和物业打了声招呼 沈一三让车开到了 地下停车库的专属车位上 安排卸车 只见指挥员穿着工装 安排货车降门打开 随后延伸出一条斜坡通道 一辆红色的保时捷918 出现在沈一三眼中 这是一辆保时捷918 Spyder 车身总重1640公斤 大量采用了碳纤维复合材质打造 除了龙体车舱结构之外 在车顶 尾翼 后视镜 内装饰板 甚至是挡风玻璃框架上 都采用了碳纤维复合材质 由汽油发动机与两台电动机 组成的并联式混合动力系统 使918Spyder 可达到纯电力驱动 引擎独立驱动 或是混合动力驱动等 不同输出模式 理论上只需要2.6秒 就可以完成 大部分男人心中的梦中神车 沈亿三简直太满意了 卸车完毕之后 沈亿三给几个师傅 每人发了1000元红包 几人道谢之后 在交接单上签完字便离开了 随着车门缓缓开启 沈亿三坐了进去 看着车内的豪华内饰 沈亿三都忍不住想去赛道上奔驰 启动之后 一股狂勇的音浪声响起 看着里程数还不到1000公里 沈亿三心满意足地将车开进车库 将这车遮盖住 今天股市休市 而且洛婉宁提前和他说了 今天要出去处理事情 沈亿三便没有去六栋的房 不过就在这时 他的微信弹来了洛婉宁的语音 亿三 你现在能不能来我这帮帮我 洛婉宁在那头 似乎有些焦急地说道 怎么了 沈亿三急切地问道 我今天早上 把我爸欠的供货商和工人工资付清之后 约了徐伟良 把剩余的借钱欠款还掉 本来应该是500万 今天见到他却说 我爸借了他一千万 还给我看了那借条 我爸现在已经进去了 根本联系不上 而且 那借条上 确实有我爸的签字和手印 可我怀疑 那借条根本就是他伪造的 他现在却硬要我还一千万给他 我借口要考虑下筹钱 跑到了厕所 现在只能想到你 你能帮帮我吗 我真的找不到别的依靠了 隐约能听到 洛婉宁在那哭泣的声音 定 临时任务 英雄救美 任务描述 拯救洛婉宁 彻底解决他父亲的债务问题 任务奖励 经验三百点 终极体制卡三张 终极精神卡三张 守护卡一张 人物属性探测仪 都不用系统发布任务 沈一三都会去救洛婉宁 他沉声问道 你现在在哪 岭南路这边的CT酒吧 我现在想走都比较困难 这酒吧是他的产业 周边都是他的眼线 洛婉宁越说声音越轻 似乎有些绝望了 等我 沈一三回到 挂了电话后 他也顾不得去学校 保时捷918 这辆车目前挂的 还是艳多的牌照 只不过沈一三 已经联系过蔡强 让他帮忙给弄块天海牌照 这种事对蔡强来说小事一桩 让他等两天就给送过来 伴随着狂野巨兽的出击 一辆红色918 在天海市的市区道路内 一路狂奔 原本要将近开一个小时的车程 在沈一三不顾速度的情况下 用了半个小时就到了 CT酒吧 老大 那妞进了卫生间半个多小时了 还没出来 手下一个贼眉鼠眼的瘦小男子说道 他面前坐着一个纹身花壁男性 体重估摸着快达到了200斤 脖子上挂个玉坠 一副滚刀肉的模样 他正是徐伟良 也是这家CT酒吧的老板 没事小礼 他总会出来的 金公子想要的人 怎么的也得给他半头了 徐伟良喝了口酒说道 忽然 酒吧门口响起一声轰鸣 一个飘移 沈一三将车完美入库 我的天 保时捷918 燕都的牌子 燕都来的少爷 酒吧门外 看着这神车 瞬间围观一大帮人 经常过来酒吧的玩的 都是有眼力见的 瞬间认了出来 即使常年见各种跑车的人 也很少能见到这种神车出现 沈一三的9181出现在这 那就是全场唯一焦点 这里其他的跑车 在这辆车面前都黯然失色 沈一三下车之后 静止往酒吧里面走去 同时 还拨打了骆婉宁的电话 我到酒吧了 你在哪 沈一三简单问道 说完 只见一道哭红了双眼的绝美女子 飞快朝着她过来 看着她那手足无措的 柔弱的犹豫样子 沈一三也不管了 一把拉过骆婉宁 抱在了怀里 没事了 一切由我 她拍了拍骆婉宁的背 随后轻轻失去了她的眼泪 骆婉宁四哭四笑 轻轻点了点头 仿佛眼前的男人 话语有种魔力 能让人无条件地信任 我擦 那么好看的女神 那男的开918来的 炮女神不是很正常 果然女神和我们这种屌丝无缘 酒吧此时入座率已经不低了 酒吧来了个开宝时节918的 小李匆匆忙忙地进了包厢 对徐伟良说道 哦 我们这地方还会出现这种神车 哪家大少来了 徐伟良也是惊讶了下 燕兜的牌 应该不是本地的 小李说道 既然有土豪少爷来玩 就好好招待 让他玩得尽心 还需要我教你 徐伟良盯了他一眼 可是他进来之后 骆婉宁直接就从厕所出来了 现在二人正在大厅那里腻弯呢 小李的这句话 直接让徐伟良从椅子上惊起 你说什么 徐伟良上前一步说道 那小子搂着骆婉宁 在大厅里秀恩爱呢 小李再次回道 TMD看来是冲着骆婉宁来的 我说骆婉宁怎么一下子 有钱替他跌还了 徐伟良拍了拍桌子 带着怒意说道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小李问道 先随我出去会会他 看看是何方神圣 徐伟良想了想 还是先摸摸沈一三的敌比较好 作为酒吧老板 能在天海市混那么多年 察言观色识人能力还是有的 哪些人不能得罪他 还是能分辨的 说完 二人便走出了包厢 朝着沈一三和骆婉宁过去 沈一三正在安慰骆婉宁时 徐伟良带着三个小弟走了出来 听说我们CT98 来了为开宝时节918的大哨 不知道是不是你 徐伟良如同笑面虎一般 走到沈一三身前问道 是我 沈一三将骆婉宁 护到自己身后 面对着身前四人 哈哈 兄弟既然来玩 就玩得尽兴嘛 其他的事情别掺和 不然影响性质多不好 徐伟良寒沙摄影地提醒道 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万一我真是冲着掺和其他事情来的呢 沈一三毫不犹豫地回道 徐伟良脸上依旧挂笑 只是此刻笑容中带着几分阴冷 方便一架说话 徐伟良说道 前面带路吧 沈一三也不怕 回道 一三你别去洛婉宁拉拉拉他的手 不想他跟着去冒险 傻瓜 员工都被人家这样欺负了 我这个老板 不能保护自己的员工 不是显得自己很没用 沈一三对自身有底气 并不惧怕徐伟良 洛婉宁看着眼前帅气 而又从容自信的面庞 选择了信任 是我让你陷入麻烦的 有什么事我陪你一起面对 他下定了决心 徐伟良的专属包厢内 进来后 徐伟良坐在了自己的老板椅上 对沈一三道 小兄弟随意坐 沈一三也不客气 拉着洛婉宁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不知小兄弟怎么称呼 哪里人 家里做什么的 徐伟良直接问道 沈一三一听 这是探听自己的底细 看看自己好不好惹呢 沈一三 天海市在校大三学生一个 偏远地区农村家庭 沈一三说了句实话 可这话 徐伟良却不相信 沈兄弟这话 未免太敷衍了 哪个学生还是农村家庭 能开得起保时捷918 这车我租来的 你信不 沈一三不慌不忙地回道 看来沈兄弟并不怎么友好啊 徐伟良此时 也是一脸阴沉地说道 洛婉宁他父亲欠款的事情 说说吧 到底欠你多少钱 沈一三问道 同时 他对着徐伟良 使用了每日一次机会的土真剂 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 他问什么 徐伟良都会如实回答 徐伟良本来想说一千万 忽然脑子不知道怎么的 将实话说了出来 他父亲从我这借了三百万 只不过我要求他在借条上 写了五百万 按照五百万来还 多出来的二百万当作利息 和 高利贷啊 一个月时间二百万的利息 厉害 沈一三称赞道 洛婉宁瞪大了眼睛 怎么也没想到 他父亲的局你们怎么做的 沈一三再次问道 徐伟良发现自己像被控制了一般 原本那些事情是不能说出来的 但是他脑海中有股声音 驱使着他说了出来 当初洛国父带他女儿 去参加一场商务聚会 被金贤德一眼看中 为了得到他 金贤德动用了家里的关系 将他父亲公司账户 以涉嫌洗钱为由给冻结 一下子让洛国父失去了流动资金 洛国父开始还有些家底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的那些家底也开始撑不住了 毕竟建筑公司 金贤德让上面以各种借口为由 将他的公司资金 冻结了一个月又一个月 快解冻时 又找理由继续延长冻结时间 最后洛国父终于撑不住 开始找人借钱周转资金 金贤德便在这时出现 愿意借给他资金 借了大约有两千万之后 他带洛国父以商业投资为由 去新普京骗他赌博 前期洛国父并不想碰 但是金贤德短短两天 带他赚了几百万之后 洛国父想来把大的一次性回本 这就中了金贤德的计策 虽然不是一次性输光 但输输盈盈也让洛国父 逐渐急躁起来 慢慢的洛国父也就变了 后来到了还款期限 洛国父还不了款 便想到将自己公司的资产 以两千万抵押给金贤德 并签了份协议 可是那时候 洛国父不知不觉 欠金贤德不止两千万了 这个窟窿已经统大了 金贤德通知上面 将洛国父的公司财物解冻之后 迅速将他账面上 还有一些资产 全部转入了自己名下 就这样 他的建筑公司 逐渐成了个空壳子 最后 金贤德不借给洛国父钱了 就是准备逼他 洛国父就找到了我 毕竟我和洛国父之前 也有过合作 可他不知道的是 金贤德才是我的幕后老板 我能有今天 都是拜他所赐 洛国父从我这借了三百万 想去一次性回本 可是上了赌桌 又怎么可能赢 最后他不仅欠我的钱 还欠金贤德一千万 金贤德找上他 提了想要洛婉宁的要求 洛国父自然不肯 于是 他便卖了自己 其他一些资产 和自己的房子 凑足了一千万 还给了金贤德 我们也没想到 洛国父这般看重女儿 他以为欠我这的钱 可以慢慢还 但没想到的是 我也是金贤德的人 后来的事 洛婉宁应该也清楚了 说到这里 洛婉宁透露出一种 仇恨的目光盯着徐伟良 之后的事情 沈一三也听洛婉宁说过 自然也清楚了 今天我来呢 替洛婉宁还钱给你 他父亲虽然借你三百万 但既然他白纸黑字借条 写欠你五百万 那就还五百万给你 沈一三说道 一千万 徐伟良挣扎着讲道 怎么 这是金贤德要求你的 沈一三说道 是 他今天上午知道 洛婉宁将那些供货商 和工人的钱都结清了 怀疑他有能力还我这的钱 但应该剩余的也不多 毕竟他那套房产价值 算上他能借钱调动的 极限资金 也不会剩下多少 金贤德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让我将金额提升到一千万 这样他的资金肯定不够 就能成为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徐伟良在土真记的作用下 将所有的事情合盘托出 那份一千万的借条 又是怎么来的 沈一三继续问道 当初金贤德给洛国父写欠条的时候 郑文用的笔墨水是特制的 一种写上去 过几天就会自动褪色消除的墨水 洛国父还了钱之后 那欠条上除了洛国父的签字和手印 已经没有了其他痕迹 这就方便我们在上面 重新书写伪造借条了 好计策啊 连沈一三都忍不住感慨道 这时候 十分钟的土真记时间也到了 徐伟良瞳孔微缩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刚才 竟然合盘拖出了事情 可惜是 已至此也没有办法了 就五百万 我现在就转给你 这是我也就不追究了 洛国父他已经被你们弄了进去 我希望你们拿了钱之后 别对洛婉宁再有想法 沈一三站起身来 对徐伟良说道 小子 在我的地盘 你说这样的话 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徐伟良猛一起身 拍了拍桌子 露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一三 洛婉宁虽然知晓了这事情真相 但就像徐伟良所说 现在在人家地盘 人为刀卒我为鱼肉 他们的情况 十分不利 我还是那句话 或许现在我 还能给你五百万 等会可能就一分都没有了 沈一三沉稳不慌 哦 是吗 徐伟良好奇道 只见沈一三的怀中 掏出来手机 刚才他们谈话时候 他竟然全程都录音了下来 有你自己亲口说的话 我想要是拿给公安部门 别说你放高利贷的事情 法律不会承认 就凭你们算计洛伯父的事情 都够让你判刑进去了 沈一三晃了晃手中的手机说道 徐伟良面色一沉 忽然忍不住笑了起来 小子 话是这么说 不过要是没了你那手机 不就没有证据了 要知道 这是我的地盘 你是没看清楚形势吗 说完 徐伟良转头 看了手下小李一眼 小李也是心领神会 拿出对讲机 说了两句 没过一会 从外面进来了 十个黑装领带的保镖 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 对不起 一三 今天是我连累了你 我不该喊你过来的 洛婉宁的泪水 忍不住落了下来 抱着沈一三的手臂 深情地说道 将那小子 给我抓起来 别动死了 我要让他看着他的女人 被送到金少爷的床上蹂躏 徐伟良恶狠狠地说道 洛婉宁那妞别伤了 给抓住等金少爷过来带走 我刚已经通知他过来了 听闻这些 洛婉宁的面色 愈发苍白 露出了绝望之色 我说了 有我在 今天谁都不能 教你怎么样 沈一三的身躯中 散发出一股气势 包厢内的众人无形之中 感到一阵寒意涌上心头 弟兄们 给我上 尽管打 只要打不死就行 反正这里 没有监控 徐伟良一声令下 自己退至几人身后 除了刚来的十人 原本他房间里面 还有三个手下 一共十三人 将沈一三包围了起来 没有监控 正合我意 沈一三露出笑容 稍微离我远点 他们暂时不会动你 沈一三侧过头 温柔地对洛婉宁说道 洛婉宁现在 只能相信 会有奇迹发生 对沈一三道 不要有事 战斗一触即发 却是沈一三率先出动 众人还没看得清他的身影 只见他朝着前方 一个保镖冲去 轻轻一拳 那保镖 身体倒飞出去 砰的一声 砸在前方的桌子上 还默等众人反应过来 他又是一脚 踹在旁边的保镖胸口 再次一道身影倒飞 出去倒地不起 大家一起上 小李说完 拿起一根棍子 朝沈一三砸去 只是这速度 在沈一三眼中 实在是太慢了 他轻轻一闪 便躲避了攻击 随后一记手刀 朝小李身上劈去 小李慌忙拿手一挡 虽然挡住了 但是听到了手臂骨折的声音 他的一只手臂 就这样骨折 垂了下去 与此同时 其他人的攻击 也朝着沈一三呼来 只见他 不慌不忙地闪身 踏步 一拳 每次出手都有人倒下 还没过去两分钟 站在地上的 只有五人 除去沈一三 洛婉宁和徐伟良之外 还剩两个保镖 其余人都躺在地上 痛苦地哀嚎 模样个个 凄惨无比 抓住他来威胁 徐伟良身体颤抖地说道 剩余两个保镖 立刻抓向洛婉宁 找死 沈一三爆发全力 在原地留下一道幻影 一记侧踢 正中一人脸庞 只见那人 瞬间口吐鲜血 顺带着几颗牙齿脱落 在空中转了几圈之后 重重摔在地上 不省人事 还有一人 就在快要接触到 洛婉宁的同时 肩膀被沈一三 紧紧扣住 无法前进分喉 啊 只听一声惨叫 能听到最后 那个保镖的肩膀 碎裂声音 沈一三将它往墙上一丢 就像丢一只小鸡仔一样轻松 十三人至此 全部失去战斗力 徐伟良双腿颤抖 扶着椅子 险些站立不住 看着沈一三的目光 如同看着地狱中的魔鬼一样 他从未听说过 有什么人那么能打 哪怕特种兵王 也做不到在自己 毫发无伤的情况下 如此轻松解决掉 自己的十三个保镖吧 可在洛婉宁的眼中 此刻的沈一三 就是那盖世英雄 就是他眼中的神 他忍不住内心的激动 扑倒在沈一三怀里 你没事他好了 他喜悦地说道 我的员工 怎么能让别人欺负呢 沈一三温柔地笑道 摸了摸他的头发 现在重新谈谈借款的事情吧 沈一三目光冰冷地 看着徐伟良道 我不用还一千万了 就五百他看着沈一三的眼神 心中一顿冰凉 于是改口道 三百万就行 哼 我刚才就提醒过你 现在才说三百万 晚了 沈一三搀扶着洛婉宁 坐下平静地说道 要是我把这个 录音提交给警察那边 你或许能拿到三百万 但是你觉得 你还能置身事外 继续潇洒地过你的日子 我不要了 不要钱了 徐伟良真的怕了 说白了 他也是靠着金贤德这些年 才能赚点钱 本身也不是什么狠人 那些保镖和手下 只是社会上招聘来的普通保镖 本来他以为有金贤德撑腰 哪怕沈一三有什么身份都可以谈 可沈一三不按套路出牌 身手之强简直非人 他真的怕被沈一三曝光录音 把自己弄进去 这是欠条 我马上就销毁 徐伟良双手 颤颤巍巍地从口袋中 取出两张欠条 一张是洛国富界的五百万 一张是他们伪造的一千万 他拿出打火机 当着沈一三的面 将两张借条全部销毁 这下 仗轻了 徐伟良陪笑道 目光深处闪过一丝恨意 嗯 你和洛国富的仗轻了 沈一三看了看躺 在地上的那些保镖们 对他说道 现在该算下我们之间的账了 徐伟良闻言 瞳孔一缩 没想到沈一三如此难对付 我过来 你带人围攻我这是小事 好在我自保能力 还不错 倒是没什么损失 不过 我的员工在你这受到了不法扣留 对他造成的精神损失费 该如何赔呢 沈一三缓缓靠近徐伟良 用手捏住了他的花壁 只见徐伟良额头上 瞬间落下痘大的汗珠 呲牙咧嘴 你这身体长那么壮实 也不中用啊 沈一三嘲讽道 徐伟良当初混混起家 也是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 现在虽然不怎么运动了 但身体底子还是有的 但是没想到自己 在沈一三面前 就跟娃娃一样 根本生不起反抗的念头 实力差距太大了 我我赔一百万 徐伟良强忍着疼痛说道 沈一三没有说话 手上的力气稍稍增加了点 啊 徐伟良面色胀红 改口道 二百万 疼痛感再次增加来袭 五十万零五百万 他几乎是吼叫着出来 终于 花壁上的疼痛感减轻了下去 只见被沈一三捏过的地方 出现了明显的凹痕和印记 婉宁 把收款账号给他 沈一三重新坐下 对洛婉宁说道 洛婉宁被刚才的一幕幕震住了 连忙反应道 这样会不会不好 恶人自有恶人魔 对他这样的人 不用讲道理 沈一三道 洛婉宁便将账户信息发了过去 徐伟良正坐在椅子上消除疼痛 听沈一三道 我没时间和你磨蹭 徐伟良只能忍着痛用手机 将财物喊了过来 让他进行转账 财物进来后 看见这场景一脸惊恐 胆战心惊中 按照徐伟良的说法去做了 收收到了 洛婉宁呆呆地 徐伟良是个聪明人 那这样我也就不打扰了 就在沈一三将要离开之时 房门突然被打开 一个约三十不到的男子 身着商务服 带着金丝眼镜走了进来 徐伟良你说 洛婉宁拿下了 在哪呢 忽然 他发现了现场的不对劲 环顾了一周 看到了徐伟良几人 这是怎么回事 他问道 金金少是他做的 徐伟良看着沈一三 恨恨地道 徐伟良看到金贤德 就像找到了主心骨 内心的恐惧 稍微驱散了些 你就是金贤德吧 沈一三看着出现的男人说道 金贤德看了眼状况 大致猜到肯定是沈一三来找事 现场才这副情况 你是谁 和洛婉宁什么关系 金贤德面色阴沉地问道 他是我的员工 被人欺负了 我做老板的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沈一三回道 徐伟良 怎么回事 金贤德问道 金少 事情的经过他都知道了 我的这些保镖 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徐伟良简单道 小子 你确定 要掺和这件事 金贤德问道 洛国夫现在 已经给你搞进去了 我想这事 还是不要牵扯到洛婉宁 你说呢 沈一三反问道 你确定能承担后果 金贤德见自己的囊中之物此刻 和沈一三那轻腻的样子 不禁怒火中烧 有什么手段 我接着 沈一三拉起洛婉宁的手 朝外面走去 但是 你也要想好 惹我的后果 留下了这句话 金贤德站在原地 看着他们二人 离开了酒吧 金贤德也不是傻子 地上躺着这么多人 他可不会那么冲动 现在去找沈一三的麻烦 我倒要看看 你是何方神圣 金贤德愤愤道 徐伟良 详细和我说 假情况 出门之后 沈一三像是想起了什么 微微一笑 系统空间中 那张倒霉卡 被他使用了 对象自然是金贤德了 他还不清楚 金贤德的具体背景 还是需要找人去调查看 方便自己后续的应对方案 酒吧内 金贤德听着徐伟良的描述 忽然感觉身体凉嗖嗖的 有种不好的预感 保时捷918 载着洛婉宁离开了酒吧 门口一堆烈焰的人 发出仰天长叹 饿了吧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沈一三对洛婉宁道 嗯 洛婉宁如同乖巧的小猫 坐在车上 感受着超跑的 飞速即驰 想了想这几天的经历 仿佛做梦一般 这就是你要停车库的吗 洛婉宁天天一笑 嗯 再有一个星期就不停了 沈一三说道 为什么 洛婉宁有些惊讶 难道沈一三不准备来了 因为这车要送人了 送人 这种神车送人 谁值得送保时捷918呀 洛婉宁有些不可思议 沈一三沉默了会 他不知道该不该说 因为 他刚才探测了 夏洛婉宁的好感度 已经来到了99点 比沈沐晴还要高 自己该怎么做 纠结了许久 他还是如实回答 送我女朋友的生日礼物 洛婉宁心中一个晴天霹雳 没有想到 竟是得到这种回答 那他一定很优秀很优秀吧 能让你送神车 洛婉宁低下了头 目光深处有着些许迷茫 沈一三再次沉默 系统空间中 刚才沈一三和洛婉宁 走出酒吧时候 系统已经提示了任务完成 奖励已经到账 但他此刻并不急着去领取消化 或许是没心情 停车 来到了他学校对面的小吃街 下来吃点吧 沈一三对洛婉宁说道 嗯 洛婉宁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沈一三点了一些小吃 洛婉宁接过之后 吃了几口就交给了沈一三 顶着不浪费的原则 沈一三将剩下的都干完了 洛婉宁见状 嘴角微微上扬 就这样 二人在校门口的小吃街吃完 闲逛了会 走吧 我送你回家 沈一三说道 我自己走回去吧 也没几步落 洛婉宁目光闪烁地说道 我要去你那车库停车 一起吧 沈一三说 晚便启动了车辆 锦绣兰亭地下车库 二人将车辆遮住 沈一三正准备回学校 上去坐会吧 洛婉宁轻声对他说道 沈一三内心一动 看了眼时间 晚上八点都还不到 也就答应了 1502屋内 洛婉宁给沈一三泡了杯茶 挨着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 不然我都不知道 将会遭遇什么 洛婉宁深吸一口气说道 都说了 你是我的员工 老板需要保护自己的员工沈一三 侧过脸 看着那近在咫尺的绝美身姿 说不下去了 就只是员工吗 洛婉宁双目 紧紧凝视着沈一三 一点也不躲避 忽然 他身体前倾 一双粉嫩的双唇 印在了沈一三的嘴唇上 洛婉宁闭上了眼睛 主动而又轻柔地 一步步攻破沈一三的防线 沈一三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主动地回应了起来 二人粗重的呼吸声 在屋内回荡 两久 沈一三轻轻推开了洛婉宁 我有女朋友 她有些不敢支持洛婉宁的目光 我知道但 我不介意 洛婉宁鼓起勇气 像是心中酝酿了许久 爆发出了自己的情感 有个人在刚认识的那天 就愿意给我一千万 让我度过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他还给我工作 让我不至于流离失所 他在我最绝望的时候 及时出现 像童话中的英雄拯救了我 他是我此生遇到的唯一一个 我相信也是最后一个 不管最后结局如何 我都无怨无悔 洛婉宁看着沈一三 坚定地说道 我可以不要任何名分 只求你心里 有我一个位置就足够了 婉宁沈一三没想到 他会这样说 伸出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脸庞 要了我吧 洛婉宁再次贴近了沈一三 这一刻 洛婉宁放下了所有 沈一三一如是 他抱起洛婉宁 朝着卧室走去 天雷勾动的火 战斗一触即发 二人在这个夜里 卸下了所有防备 身心完全合一 屋内传来阵阵此起彼伏的声音 一场又一场 周日 早上八点多 当阳光照射进来 一道苗条纤细 极具诱惑的身形 抱着身边的男子 嘴角挂着满足的微笑 二人都只穿了一件 单薄内衣 还不起床 沈一三一条手臂 环绕着洛婉宁 另一只手轻轻 抚摸他的脸庞 还不是昨晚你害的 我都没怎么睡好 洛婉宁一脸娇羞地 看着沈一三 看着床单上的一抹鲜红 下身隐隐的疼痛感 却是一脸幸福 二人昨晚都是彼此的第一次 从开始的生疏 到后来的默契 灵魂和肉体充分交融 沈一三发现 洛婉宁的好感度 达到了一百点 这是第一个好感度 达到一百点的 那就再睡会 今天是周末 也没有什么事情 我陪你 沈一三宠溺地说道 嗯 洛婉宁点了点头 靠在他怀中 甜甜地睡了过去 这时 沈一三终于有空 查看昨天 到现在的系统消息了 昨晚的疯狂 脑海中 系统不断的提示声 都让沈一三忽略了 首先是英雄救美的任务奖励 经验三百点 终极体质卡三张 终极精神卡三张 守护卡一张 人物属性探测仪 都已经到了 终极体质卡和精神卡 更能提升五点属性 沈一三暂时先不用 至于这张守护卡 沈一三想了想 就直接给洛婉宁用了 毕竟这是他今生 第一个女人 而且洛婉宁的危机 还没完全结束 守护卡给他用更好些 虽然有些对不起沈沐晴 但沈一三不后悔 系统明摆着 让他做海王 他也没有办法呀 只不过 他绝不做不负责任的海王 人物属性探测仪 则是能探测出对方的属性 以前 沈一三只能查看 自己的身体属性 现在有了这 就能查看对方的属性了 这样哪怕遇到敌人 他都能判断自己 能不能对抗 他对洛婉宁使用了下 显示出了他的属性 洛婉宁 体质58 精神65 武力值23 怎么多出了个武力值 沈一三难难自语 他觉得肯定和系统有关 于是接着看系统的提示 果然 检测到宿主 首个异性好感度达到100点 奖励道具 兄弟保护伞 一年有效期 奖励称号 致死不渝 兄弟保护伞 使用后 一旦宿主与异性发生关系 对方将不会受孕 有效期一年 每增加一个好感度 达到100的异性 有效期可增加一年 每一年期到 宿主可选择 是否启用兄弟保护伞 系统 你这是妥妥的 让我当渣男 沈一三内心 疯狂吐槽 致死不渝 当异性好感度 超过95点时 该称号会自动作用到异性身上 异性将对宿主好 感度不会再降低 且不会有任何背叛行为 检测到宿主出赐爱之体验 体验 互相满足度 及交融度达到100 开放五粒值 数据显示 同时将对宿主 进行身体潜能激发提升 沈一三看着出现的 五粒值数据 及密密麻麻的介绍 大致明白了 就是将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及战斗能力 具现转化为数字五粒值的一个数据 有关数据 是经过体质 精神 及各项指标 及其他东西判断 能直观体现对手的强弱 沈一三刚看了自己五粒值 820 是否进行潜能激发提升 沈一三看着这个选项 没有马上确定 他将睡着了骆婉宁轻轻移开 来到了卫生间 进行激发提升 沈一三对系统道 忽然 一种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疼痛 剧烈冲击着沈一三 他全身清精爆起 汗水瞬间湿透身体 紧咬着牙关 不让自己的疼痛嘶吼出来 默默地承受着 这潜能的激发改造 老公老公你在哪 隐约中 沈一三听到了 骆婉宁的呼喊声 他缓缓睁开了双眼 看着自己的身体上 布满了黑色的杂质 散发着浓浓的臭味 我在卫生间 等我下 沈一三感受着 自己空荡的身体 对骆婉宁回道 看了下时间 距离他近来 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 身体已经提升改造完成 肚子里却一阵鸡肠碌碌 激发潜能提升的同时 也消耗了他大量的能量 沈一三觉得 自己现在能吃掉一头牛 不过感受到身体内部 那比之前充满爆炸的力量来看 他的实力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宿主 沈一三 年龄 21 财富值 体质 101 精神 101 魅力 82 武力值 2020 体修 金刚初期 法修 宗师初期 技能 终极歌唱 终极推理 终极追踪 车辆驾驶精通 初级外语精通 初级烹饪 透视50次 道具 美白护肤品配方一份 好感度探测仪 证件卡包 人物属性探测仪 兄弟保护伞一年 等级 5 升级经验 30万零500 这数据 把沈一三都看待了 技能中 原本的高级战斗已经不见 出现的是 体修和法修两栏 原本按照向鸿宇的判断 沈一三练体达到了化境后期 现在直接突破到金刚了 而且自己的体质和精神 双双达到了101 自己对法修方面 都没任何感觉 难道和精神力有关 法修也达到了大宗初期 加上自己体修的金刚初期 自己在现实中 不是快无敌了 在那些宗门门派中 单单体修或者法修 达到自己这个境界的 都寥寥无几 更别说体法双修了 现在自己是老天师传承人的身份 说出去 估计绝大部分人都会信 可惜自己 现在还不知道法修的修炼 和关于精神力的运用 正在这时 检测到宿主提法达到境界 获得双修功法金光咒 沈一三正正看着那些 浩如烟海的金色文字 如同一个个蝌蚪 涌入他的脑海 煞时 沈一三就初步掌握了金光咒 原本还是个修炼小白的他 此刻在金光咒的修炼法觉下 也清除了一些运气的应用 和舞者力量的使用 金光咒 是专门提法双修者 才可修炼的 以气化作全身护体金光 包裹于身体之上 可用来防护 也可用来淬炼强化肉身 以气化金光外放 可用作远程攻击 金光咒 牛逼 沈一三心中狂喜 作为上青宗秘书 这功法的强大 无庸置疑 这下他这老天师传人的身份 实锤了 哪个外人能得到 上青宗宗门秘法的 沈一三尝试着运气 发现自己的精神此刻 犹如细丝一般 化作一根根细线 在他体内游走 他运转口诀 将这些细线 化作了金光在体内凝聚 只感觉浑身上下火热了起来 虽然感到身体压力大了许多 但他的身体 也在不断淬炼 有种莫名的舒适感 试试看金光外放 沈一三神色一动 于是 他操纵着金光 朝着体外迸发 忽然 金光离体像是发疯一样 四处乱窜 在卫生间发出一阵撞击之声 沈一三没想到 这些金光离体 那么难控制 强忍着精神的巨大消耗 集中精神将那些金光暂时控住 附着在全身皮肤表面 没过一会 他察觉到自己的精神力 像是空虚了一般 忽然贪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老公 你怎么了 洛婉宁这时走了进来 他到了一片狼藉的卫生间 和坐在地上 浑身散发着淡黄色光芒的男人 不禁捂住了张大的嘴 他匆匆忙忙过去 扶起了沈一三 沈一三停止了运功 体表的金光随之消散 摇了摇头 发现精神有些违靡 但是身体状况却异常的好 看来金光咒对精神的消耗很强 操纵起来 一旦大量运气 精神力不够强大 根本支撑不了多少时间 沈一三也终于明白了 精神力的重要性 老公 你刚才 洛婉宁问道 刚练功行气出了点叉子 还不是很熟练 没控制住 就搞成这样了 从二人坦诚相见那一刻 沈一三对这个女子 就没有保留了 而且 洛婉宁对她此刻一百点的好感度 加上至死不渝的称号作用 沈一三可以毫无保留地信任她 除了系统的秘密 只有自己知道 其他秘密 她都可以告诉眼前这个自己的女人 刚才你全身散发金光的样子 好帅气啊 练的什么呀 洛婉宁给她擦去脸上的汗水 一脸温柔地问道 金光咒 一门十分强大的功法 沈一三说道 强大 那你现在怎么看上去那么软弱 洛婉宁呵呵一笑 软弱 那就给你看看 我软不软弱 沈一三双目一正 抱起洛婉宁往卧室走去 啊 老公我错了 救命啊 洛婉宁无力地求救声响起 紧接着 就是一阵欢愉又动人的身影 下午两点 老公 你太强了 我不行了 洛婉宁一脸红润的蚁靠在她胸膛 哼 看你以后还说我软弱 沈一三装作威胁道 我错了 洛婉宁想起 刚才将近两个小时的蹂躏 赶忙认错 老公晚上我做饭给你吃吧 好啊 沈一三闻了闻她的秀法说道 那我现在就去准备 洛婉宁起身 露出了她曼妙的魔鬼身材 穿好衣物之后便去准备了 唉 果然色这东西 沾上就入水啊 沈一三感慨道 她看了看自己的属性 体质精神和魅力点都没变 就是武力值已经长到了2448点 卧槽 她忍不住惊呼道 学了个金光咒 长了那么多 沈一三有些震惊 不过冷静下来 细想也是 武力值不只是单靠体质和精神来评判 也是重要的手段 一个不熟练的金光咒 就能让自己的武力值上涨这么一大截 足以建金光咒的强大 婉宁 沈一三穿好衣物走到客厅喊道 怎么了老公 洛婉宁正准备出门买食材 我和你一起去吧 刚好买些东西 教你做蘸料 她说道 好呀 洛婉宁甜甜的道 楼下商铺超市内 这里日常的生活用品和食材应有尽有 二人正是热恋中的情侣 手牵手推着车扫荡着各种东西 完全不用在乎价格 想吃什么 直接买就是了 过了半个小时 二人将采购完的物资结账完毕 走出了超市 总共花了一万多元 小钱 回到家后 沈一三便将她的蘸料制作配方 交给可洛婉宁 洛婉宁仅仅一遍就记住了 两人合力 不仅制作出了十几斤的蘸料 还做了八个菜 忙完这些事 已经临近下午五点了 好香啊 老公 洛婉宁闻着满桌的菜 一脸幸福感 二人都几乎饿了一天了 此时都急肠碌碌 这蘸料真好吃 比我之前吃过的 所有都要美味 洛婉宁嘴里塞满了食物 忍不住感叹道 配方告诉你了 以后想吃就自己做 就是不要流传出去 毕竟这个蘸料 准备商业化的 沈一三说道 放心吧老公 我都不会和任何人说的 洛婉宁道 就在二人吃饭进行到一半时 陈木晴忽然给沈一三 打来了语音通话 沈一三身体一僵 看了眼洛婉宁 洛婉宁见状瞥了一眼 随后笑了笑董事的轻声道 放心吧老公 你接就是了 幸好不是视频电话 沈一三心中暗道 随后他接起了陈木晴的通话 一三 周末这两天很忙吗 都不见你消息 陈木晴的开场白 就给了沈一三一记重击 嗯 是有点 公司员工出了点事情 正帮他解决呢 沈一三半谎言半真实地回道 洛婉宁笑看着他 脸上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 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这样啊 你开公司了 本来还以为 你会带我训练的 陈木晴有些沮丧地说道 他最近被沈一三调教的进步飞速 恨不得天天待在武术馆练习 你的身体承受不了那么高强度的训练 每周一次就可以了 不然你的身体会留下病患的 沈一三关心地对陈木晴道 这样 那好吧 那以后 周六你都陪我训练可以吗 刚好周六我们休息 嗯 好的 当然没问题 沈一三硬着头皮答道 毕竟陈木晴才是他的正牌女友 嘿嘿 对了 沈一三想起了什么道 上次和你说的 我爸想和你谈谈战料配方的事 他那边怎么说 沈一三问道 我爸说 还是希望和你当面谈谈这事 他还有一个星期回来 大概周末你方便吗 陈木晴问道 应该方便的 沈一三回道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忽然说道 木晴 第一次训练时候 你答应我了一件事 你还记得不 有有吗 陈木晴有些装傻道 放心吧 不是什么大事 下周六晚上 也就是九月十号晚上 我准备 带我朋友同学和你认识一下 你一定要来 这就是我说的事 可以做到吗 沈一三说出了一件 在陈木晴看来 不是事的事 这 就这个事 陈木晴那边 有些惊讶地问道 当然 你必须来 地点就在外滩明珠大厦这边 饭店我都订好了 沈一三道 那可以啊 周六你 带我训练完 刚好可以过去吃饭 陈木晴毫不犹豫地说道 那就这样订了 你有朋友要带的 也可以一起 带朋友 陈木晴脸红了红 难道是他想要正式公开我们的恋情 不然又是带同学带朋友的 陈木晴心中带着一些欣喜 道 那我问下 随后 二人简单聊了会 沈一三以有事为由 挂断了电话 哈哈 老公 这种滋味不好受吧 洛婉宁如同精灵一般 一颦一笑 勾动着沈一三的情绪 敢嘲笑我 晚上再惩罚你 沈一三装作狠狠地说道 我错了 洛婉宁飞速道歉 不过沐晴妹妹可真幸福 生日都被你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还有保时捷918送 文言 沈一内心一阵 看了看眼前的绝美女孩 就算不能给你证明 我也要给你最好的生活 沈一三心中发誓 虽然洛婉宁对她的好感一百点 也不会背叛她 但作为女人 该有的极度本能还是会有 婉宁 明天带你去买个车吧 你喜欢什么样的 沈一三问道 啊 买车干啥 洛婉宁一正 问道 当然是给你的了 平常出门不得用吗 况且 你是我的人了 给你买车 不是应该的吗 沈一三说道 不 不用了 我现在卡里一千多万呢 你不要我这钱 我完全可以用来自己买的 洛婉宁拒绝道 昨天徐伟良那里没有还钱 反而额了她五百万 洛婉宁现在卡里 躺着一千二百多万 她本来都要还给沈一三的 但是沈一三却说 这是给她的生活费 坚决不要这钱 洛婉宁无奈 只能自己留着 不行 必须买 听我的 沈一三用不容智慧的语气说道 好恩 洛婉宁想着 无奈之下 她只能说出她喜欢的车子类型 以前我就想着我毕业了 买辆奥迪开开就好了 之前觉得 A6不错 洛婉宁真实地说道 会不会太便宜了 沈一三一正 问道 老公 你是不是对便宜有什么误解 洛婉宁笑着说道 你有钱当然觉得这便宜 可是这车在众多普通家庭面前 就算豪车了 沈一三善善地摸了摸鼻子 想了想觉得自己最近确实有点飘了 不用考虑别的了吗 她问道 不用了 我又不需要车用来干嘛 不想沐琴妹妹喜欢跑车 这车足够平时用了 洛婉宁乖巧地说道 那简单 我打个电话就行了 沈一三毫不犹豫地拨给了蔡强 奥迪 那边蔡强的笑声响起 蔡哥 奥迪 八顶配的 给我搞一样 沈一三简洁明了地说道 哈哈 这个小事 明天就给你办妥 蔡强爽朗地回道 对了 证件还有地址发我个 给你办妥了 直接送到家 省得你跑一趟 那就麻烦老哥了 沈一三客气道 咱俩客气啥 这种小事都搞不定 岂不是显得我很无能 二人寒暄了一会 沈一三便将事情安排好了 老公 不是说好A6的吗 洛婉宁说道 A8更好不是 给你的不能吝啬 沈一三回道 二人吃完饭收拾好之后 洛婉宁坚持去收拾家务了 沈一三短暂地空闲了下来 既然无事 他想了想 准备使用新获得的三张体质卡 和精神卡 可没想到的是 此刻的体质卡五点体质 作用在自己身上 只能提升一点体质 精神卡也是一样 看来到达一定程度之后 体质卡的提升会大打折扣了 想想也是 若是他目前的体质和精神 还跟之前一样 用体质卡和精神卡 能轻松达到的话 那就太变态了 要知道他目前的体质和精神 已经超过了普通人极限的范畴 严格意义上来说 已经不能算普通的人了 他给自己用了张体质卡和精神卡 想看看自己的武力值能长多少 使用以后 他的体质和精神都来到了102点 武力值来到了2468点 看来一点体质或精神 能提升10点武力值 剩下两张体质卡和精神卡 每张给洛婉宁使用的话 依旧能提升5点属性 略微思索了下 他决定先将一张体质卡和精神卡 给洛婉宁使用 不过不是现在 趁着此时空余和安心的空间 他在客厅中修炼起了金光咒 白天消耗的精神力休息了半天左右 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这次沈一三在修炼起来 他没有一下子调用全部的精神化作金光 而是局部汇聚金光 这样 他操控起来的精神力消耗也小 而且也更加容易了 渐渐熟悉了之后 他将金光外放 随后附着在身体的各个部位进行试验 他发现 汇聚在体表部分的金光 能防御绝大部分的冷兵器伤害 就像穿上了一层厚厚的防弹衣 这样 就可以防止别人偷袭他 在他将金光外放的时候 他发现 随着距离越远 金光的控制难度增大不少 威力也随之减弱 他目前能在控制范围之内的金光 大概只有五米范围 超过这范围 就对别人没什么伤害效果了 而且距离越远 消耗的精神力也越快 看来 想要将金光咒修炼至完美 还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精神力 基本掌握了金光咒的修炼方法后 沈一三便停止了修炼 因为此刻 一道性感又妩媚的身形 已经从浴室里出来 慢慢靠近了他 今夜 注定又是炮火连天的一夜 在出场滋味之后 二人都食之入水 疯狂地汲取着对方 此时 在天海市一座三层别墅内 金少 你要我找的人 信息都发给你了 电话中 说完了这事便挂断了 只不过 此刻的金贤德身上 并不怎么好看 他正趴在床上 一只手静静地翻着电话 那头发过来的资料 全身都挂了彩 自从昨天沈一三 从CT酒吧离开之后 不知怎么的 他的运势仿佛没运附身一般 首先 是在许伟良的包厢中 坐着的他 忽然椅子塌了 好巧不巧 椅子上一根木条断裂以后 插在了他的后眼上 他顾不得疼痛 赶忙叫许伟良开车 送他去医院 然而 车辆行驶途中 碰到一辆大货车侧翻 将车上满满一车黄沙 倒在了他们车顶上 二人因此险些被活埋 好不容易被救出来之后 叫了辆救护车 救护车却在半路上 因为紧急闯红灯 被一辆正常超速行驶的跑车掀翻 金贤德的脑袋 撞在救护车上 流出了鲜血 差点就脑震荡了 好不容易到了医院 在被担架抬进去时 一个医闹者的家属 带着人和医院争吵时 动起手来将金贤德压在了地上 他的左手 还因此被压骨折了 原本看外科的他 不得不连骨科一起看了 好不容易做完手术 将后眼中的刺拔出来 脑袋包扎 手骨矫正了之后 金贤德以为医院客他 便坚持 出院并叫了私人医生 给他护理 没想到今天用药时 竟然将护理加速 伤口愈合的药用错了 用成了带有刺激 腐蚀性的药物 此刻他的后庭可是遭罪了 金贤德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会有这一天 一切都是这个 叫沈一三的出现带来的 看完了沈一三的资料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从他得到的资料来看 沈一三是个 再普通不过的大学生 至于为什么有保时捷918 这种事金贤德也调查不到 毕竟范希哲的局 可不是一般人能打听到的 金贤德他家不动用关系的情况下 也都差点意思 或许是沈一三走了什么狗屎院 反正他肯定没有什么后台就是了 金贤德一想到 自己谋划已久的女人 和这样的人那么亲密 心中涌出一阵无名怒火 小子 你很能打是吗 金贤德恶狠狠地自语道 你那么能打 我就叫人打断你的四肢 让你一辈子做个废物 此刻的他仿佛有些癫狂 想到这 金贤德忍住全身带来的疼痛 找到了手机中的一个号码 拨了出去 莫过几秒 那边响起了一道男性声音 喂表哥 怎么给我打电话了 那边问道 阿姐 表哥碰到点事 我的一个女人被别人抢了 金贤德说道 不会吧表哥 长那么大我 还是第一次听到你的女人 还有被抢的 不都是你抢别人的吗 那头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不可思议的表情 这你就别管了 帮表哥来打断这个人的四肢 我就给你转五百万过去 金贤德说道 这种事还要找我 那头疑惑地问道 这小子很能打 我手下亲眼看着他一个人 不到两分钟 就干掉了十几个保镖 金贤德提醒道 然后将他调查的资料 简单说了下 切 就你那种保镖 别说十几个 丢一百个 我都能干掉 那头的声音自信地说道 这个忙你帮不帮 金贤德有些不开心了 哎呦 我也没说我不帮啊 那头道 按照你资料说的 我估计那人 可能也是有宗门的 不然也无法解释他 短短时间有这种车 肯定是从宗门中 获得的好处还来的 那头分析道 按照我的判断 他的实力 大概有外境的后期了 不过在我眼里 我一只手 就能碾压他 那头自信地说道 你能做到就好 需要几天过来 我给你安排 金贤德问道 表哥 我出手可以 不过这钱我最近练体 快要突破 需要买些药材 那头说道 你想要多少 金贤德皱了皱眉 一千五百万差不多 你要真能做到 我给 想到骆婉宁的样子 金贤德气愤地 咬了咬牙说道 好嘞 先把钱转过来 我突破后 就过来 大概需要一个 星期到十天左右时间 那么就 金贤德有些不悦 刚好碰到瓶颈期 我们五者练体 关键时期 可不能断 你放心 我一旦突破 就马上过来 说完 那头就挂断了电话 金贤德忍痛 平复了下心情 脸上一片阴质地倒 沈一三就让你 多舒服些时间 说完 拿出手机 将一千五百万 转过去给自己的表弟 他的表弟名为耿杰 今年二十四岁 从小就在武学方面 有些天赋 在耿杰十二岁那年 被一位 外出游历的宗门之人看中 从而带进了 宗门之中修行 转眼过去了那么多年 金贤德听上次耿杰 提起自己的修为时 说是到了什么内静中期 如果这次突破的话 那应该就是内静后期了吧 虽然金贤德 对宗门里面的事情不清楚 但他见过耿杰出手 之前金贤德 曾邀请过一位战场 退伍下来的特种兵王 在一次吃饭聚会时 恰巧耿杰也探亲回来 参加饭局 二人不知怎么的 想要切磋一下 然而 并没有势均力敌的场面 耿杰只出手三次 就将那个特种兵王打趴了 而听耿杰说 他在他们宗门里面 也只是中游的水平 自此之后 金贤德也明白 自己这个表弟的可怕 对宗门中所谓的习武之人 有了深深的敬畏 既然沈一三那么能打 那就找个比他更能打的 来对付他不就行了 想到这 金贤德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一抹微笑 在距离天海市 两千多公里的一片山林中 一条蜿蜒的小路 延伸到一座楼墙之外 楼墙上方的木扁上 刻着三个金色 大字天舞格 在众多阁楼林立的一间木屋内 一个体型精壮 皮肤有黑的长发 年轻男子盘西坐 在一个蒲团上 他看着自己手机中 到账的一千五百万 咧了咧嘴 表哥这钱送的 还真是及时 他说道 这人正是刚和金贤德通话的耿杰 既然如此 也不能让表哥久等 赶紧突破去办完事 顺便也该回家探亲休假了 耿杰难难道 他可不认为 金贤德给自己的任务会完不成 世俗的那些人 在他眼里就是菜 要不是个大宗门 严禁门人 去世俗中出手 他早就去圈地称霸了 只见他一个弹射起身 打开房门 朝他们的宗门的丹药房走去 周一 又是新的一周了 他已经在洛婉宁这儿待了两晚了 此刻也有些流连忘返 恨不得泡在这温柔箱中 从此君王不早朝啊 他感慨道 先领了每日的钱币盲盒和每周的礼包 这回每周的一次礼包 给他开出了一张 30天的信息预知卡 真是贴心的系统 沈亿三脑海中对系统说道 他直接使用 将未来的股市详细信息预知时间 增加了30天 这样 他主线任务时间内 每天都能稳定赚钱 不用怕后面的两周没钱赚了 昨晚他们战斗结束带洛婉宁睡过去之后 沈亿三给他使用了一张体质卡和精神卡 此刻洛婉宁的体质点达到了63点 精神也达到了70点 婉宁 我得走了 今天开始的上课去了 沈亿三摸了摸睡眼朦胧的洛婉宁温柔说道 只见洛婉宁睁开着心松的眼眸 在他脸上亲吻了下 有些疑惑道 怎么感觉睡醒了之后 我的身体强了许多 而且思维也清晰了好多 沈亿三自然知道原因 不过他还是说道 可能是这两天被我滋润的 一起双修提升了 洛婉宁白了他一眼 道 没个正经 也不在意自己身体的事情了 随后温柔地说道 你尽管去忙吧 对了 晚上还过来吗 还不清楚 来不来我都会提前和你说 沈亿三说道 嗯 股市的操作就放心交流吧 洛婉宁也没打算赖床 虽然沈亿三这两天将他折腾得够腔 但他也是回味无穷 甚至十分期待 不过 他也清楚自己应该做的事 必须将沈亿三的大本营给守好了 洛婉宁亲手给沈亿三整理好了着庄 目送着他离开了这间他们的家 早上八点 沈亿三到了阔别两天之久的宿舍 这是他首次破天荒的记录 胖子等人看着他回来了 不禁调侃道 你还知道今天开学第一天 要回来上课呀 说吧 这两天去干啥了 程东泽也一脸玩味地问道 我说 去修炼了你们信不 沈亿三神秘一笑道 修炼 向洪雨顿时来了兴致 忽然沈亿三体内涌出一股庞大的气息 这股气息仿佛猛虎般 将宿舍众人吞噬 胖子和程东泽二人 只感觉见到了地狱魔王 连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 哪怕是像洪雨 也神色大变 要是之前 他在沈亿三面前还能够有还手的能力 那么此时的他 恐怕连反抗的念头都生不起来 金金刚 他晦涩地开口问道 沈亿三刚才并没有显露出大宗的精神方面实力 只是用了舞者的威压 然而就是这样 他那金刚的舞者压迫力就已经让向洪雨震惊不已 要知道一些小门派的宗门都没有金刚的存在 哪怕是那些中大型宗门拥有金刚实力的也是凤毛麟角 拥有一尊金刚强者 就有成为大宗门的资格 哪怕你是金刚初期 应该是金刚吧 反正我就觉得在突破之后身体强大了数倍 沈亿三说道 娘的 这TM没天理啊 向洪雨养天长叹道 21岁的金刚 我这辈子还没听说过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确实是那万中无一的天才 沈亿三说道 向洪雨沉默了 要反驳 反驳个求啊 这都不算万中无一的天才了 这他娘的是一中无一的天才啊 老四 你现在是内境中期吧 沈亿三用属性探测仪 看了眼向洪雨的属性 体质75点 精神66点 武力值358 沈亿三当初体质86点时候 和向洪的差距并不大 但是实力差距很大 向洪雨说他有化尽后期的实力 主要原因是沈亿三的精神力也高 配合上他的入微级别记忆力 才能将向洪雨步步压制 实力差距宛如鸿沟 要是单单靠体质和精神的差距 当初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差距 体质和精神的叠加下 可不是11等于2那么简单了 不过 沈亿三的体质突破了100之后 哪怕单属性 也能做到对内境的绝对碾压了 100点体质上 河下完全就是两种境界 也是金刚境界体质的一个分水岭 嗯 距离后期还有些距离 向洪雨点点头道 过些天我想办法帮你提升下 达到内境后期 沈亿三说道 向洪雨瞬间抬头 目光充满稀迹地看着沈亿三 要是别人说这话 他还不信 要知道修炼本就没有捷径 别人的帮助终究只是辅助 突破这种事还是得靠自己的 不过沈亿三嘛 21岁的金刚说的话 向洪雨信了 三哥 你是我亲哥 向洪雨差点给沈亿三跪下了 一脸真诚地抱着他的腿 沈亿三道 好了 别这副死样 我取向很正常 而且没那么快 帮你达到后期 稍等两个月 service unavailable the server is temporary UO service you will request due to AT&T or capacity probes Peace try all got a tear 胖子 你对这种实习有想法 程东泽问道 不去 胖子直接回道 你不去 那我也不去 程东泽说道 既然你俩都不去 那我也不去 向洪雨接着回道 老三就更不用说了 肯定也不去 程东泽替沈亿三回道 就在这时 他们几人 身前响起一道 不和谐的声音 呦 在吹什么牛呢 说什么去不去的 你们有那实力 获得实习机会吗 沐远东 关你屁事呢 程东泽 毫不客气地回道 刚才坐他们前面 开口的是二班的同学 叫做沐远东 家庭条件一般 最看不惯的 就是像胖子这样的富二代 一个个说的 好像实习的机会 已经是你们 囊中之物一样 沐远东回道 嘿 闲吃萝卜蛋操心 我们几个 要是得不到这机会 就更不用说你了 程东泽说道 你哪来的自信 比我有这个资格 沐远东大声说道 他这一说 周围的目光 瞬间转了过来 聚集在他们身上 论平时学习成绩 你比不上我 校园奖项我也拿过很多 专业课室操我 都有学院的教授教导 我怎么可能 在股市的投资上比你差 沐远东骄傲地说道 他的说话声 越来越大 最后吸引了 导员苏妹的目光 敢不敢打个赌 程东泽见这么多人 看着自己 也是表现了起来 你说怎么打赌 沐远东丝毫不惧 就赌我们宿舍四人 这学期的投资收益 每个人都能排名前十 说完程东泽看了 严沈一三 见他一副 无所谓的样子 心中底气更足了 实在是 最近赚钱太香了 跟着沈一三 给的股票 他怎么买都是赚的 一个星期的时间 已经获得了 三十多的收益 这两天 他还问家里 拿了点钱当做股本 资金池越来越大了 现在沈一三 在他们宿舍 就是核心 绝对的话语权 卧槽 程东泽吹什么牛逼呢 宿舍四人 每个排名前十 他哪来的底气 敢打这个赌的 周围的同学 发出一阵阵 不可思议的议论之声 就连台上的苏妹 听了之后 也不由地皱了皱眉 程同学 做事还是脚踏实地的好 股市风云变幻莫测 谁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收益 苏妹提醒道 既然是打赌 要么就来点赌桌 沐远东觉得 这是个在苏妹面前 表现的好机会 当然可以 程东泽回道 如果我们宿舍 四人做不到 我请我们金融专业的 127个人 包括苏导员 一起去海中洲饭店 吃一顿饭 程东泽道 卧槽 程东泽 这是疯了吧 他哪里来的自信 120多人得十来桌了 每桌上万块 就是十万元的花费啊 一阵阵哗然之声 在教室内响起 班长 你说程东泽 怎么会这么自信 黄美玲坐在 林四四的身边 低声问道 我也不知道 按理说 金融市场风险 那么难预估 他们宿舍四人 都排名前十听起来 就匪夷所思 林四四思索地说道 哎 是不是因为沈亿三 边上赵路相 是想到了什么 你是说 林四四若有所思地说道 沈亿三之前的条件 并不好 但不是突然买了麦巴赫吗 我之前 听成东泽 他们好像说 沈亿三在股市里面 赚了不少钱 赵路道 那也得看有多少本金吧 本金高的话 收益一个暑价 翻个几倍 兴许能赚到这么些钱 如果本金少 那得有多少回报率 才能赚到啊 林四四瞪大了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 你们看 成东泽说这话的时候 沈亿三他们三人 都没什么反应 好像觉得 这很正常 黄美玲提醒道 确实是 看他们那镇定的样子 他们宿舍 四人窃窃私语 依旧觉得 很难置信 我的赌注说出来了 你的呢 成东泽 居高临下地 看着牧远东问道 成同学 你就这么有自信 在我看来 你们四个一起进入前十 这是必输的 没必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苏妹看着台下的成东泽 感到有些不理解 虽然成东泽家里也有点钱 但是请整个专业的同学 去海中州饭店吃饭 还是重败价的行为 你不就仗着家里 有点钱吗 要是你真能做到 我就认输 我也请全班同学 去海中州饭店吃饭 牧远东豁出去 一般说道 这个赌注 对他来说非常大 一下子至少 要花十万请吃饭 但他依旧结了 因为牧远东觉得 他不可能会输 东子放心 我们专业那么多人 一定会将他们宿舍 四人踢出前十 是啊 不要有压力 就跟他们赌了 牧远东的室友不断附和道 洛哥 小马 放心他们输定了 牧远东道 好了 大家都是同学 我不建议你们这样做 成同学给大家道个歉 就当开个玩笑算了 这事就过去了 苏妹想了想 还是站出来 给成东泽打圆场 苏导员 男人说出去的话 怎么能言而无信 哪怕真说了 请大家同学海中州 吃一顿饭 还是没问题的 大不了把我的车卖了吗 成东泽依旧自信地道 苏妹建成 东泽依旧我行我素 也十分无奈 那就麻烦苏导员给我们 做个见证了 导员 你就给我们见证下吧 成东泽和牧远东要求道 是啊 谁耍赖谁就是孙子 太好了 不管他们 谁输谁赢 我们都能去海中州 吃一顿大餐 很多同学 都是抱着看戏的态度 对他们来说 谁输谁赢并不重要 能去蹭一顿 高档饭店的餐就行 苏妹想了想 撩了撩自己的秀发 微微一笑道 好吧 既然你们执意如此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对成东泽来说 请吃饭 确实也不会有 啥经济上的困难 对牧远东来说 虽然输了 他能不能兑现都难说 但是他输的概率太小了 苏妹看来 几乎不可能 于是 这场打赌 就成了本节课堂的 一个小插曲 老大 看你那嘚瑟的样子 在导员面前 落脸刷存在感很兴奋吧 向洪宇 对他比了个中指道 操 早知道这个逼 就让我来装了 胖子一拍大腿 有些后悔道 你们啊 还是低调点好 沈亿三无奈地摇了摇头 嘿嘿 老三你说得对 这能不能实现 不还得靠你吗 成东泽碰了下 沈亿三的肩头 谄媚道 你装逼让我来买单 这个生意 做得真不错呀 沈亿三吐槽道 嘿嘿 你的虚拟股市 我们来帮你操作 这样 你就不用担心了行不 成东泽说道 那好吧 能省这点 繁琐的事也好 沈亿三点了点头 那就好 你尽管把资料发群里 剩下的交给我们 成东泽拍拍胸脯保证 到 对了同学们 苏妹在讲台上说道 明晚 我们和采馆有个联谊晚会 地点 就在学校文化礼堂 这次的联谊会 有人全程赞助 希望增进我们两个 专业之间的交流 大家有什么才艺展示的 可以报名节目 并不强制 采馆专业啊 可以 那边的女生 数量比我们金融的还多 有组团表演节目的门 一道道议论的声音响起 老三 明晚一起去那边看看 胖子凑了过来说道 哦 对了 这次采馆的不止 我们这一届的 还有新生大一 苏妹再次提醒道 去 必须去 大一学妹 必须认识一下 甜甜的邂逅正等着我 苏妹的一句句话 如同重磅炸弹 彻底点燃了 他们的兴趣 终于 今天的新学期 第一堂导员课结束了 午饭时间 沈一三他们四人 坐在食堂内 随便点了些菜吃 老三 上次何老板那边的蘸料 第一批昨天交给他了 这次先弄了200斤给他 看看效果 各种成本 加起来大概3000左右 我们按照 6000元的价格给他 他的销售价格 暂定为9.9100克 后续根据市场反馈 再跟进调整 胖子给沈一三 说起了蘸料的事 嗯 你们把空就好 不要将配方 泄露出去就行 沈一三不在意地说道 亏损就是了 但是市场目前还局限在 我们学校周边附近 想要扩大的话 接下来需要打广告 这是一笔不少的金额 成东则道 闻言 沈一三想到了 沈沐晴他父亲的约见 或许到时候 可以谈谈合作 这个我会给你们解决 你们保证好产品的 质量和口碑就行 沈一三和他们说道 老三 我师父那边的报告结果 也出来了 这蘸料 虽然不像灵丹妙药 但是当作食材佐料 这些长期服用 确实有明目 提升效果 而且还对精神有好处 虽然提升的效果甚微 但绝对比市面上的 战料都要好 我师父都让我给 批量寄点过去 向洪宇补充了下 嗯 那我就放心了 这个战料只是个开始 后续如果有其他的好配方 我们就能凭借 积攒的口碑 迅速打入市场 所以开头至关重要 需要绝对把控质量 沈一三提醒道 明白 几人就这样闲聊着 准备吃完回宿舍 快看校园论坛 新的天海大学 校花排行榜出来了 不知道是哪个LSP 发出的尖叫 食堂中就餐的人都听到了 胖子迅速地拿起手机 打开了校园论坛 程东泽和向洪宇 瞬间将脸凑了过去 沈一三也是好奇地 向胖子手机瞅去 天海大学校园网 此时最上方置顶的 是一篇名为 天海大学校花最新排行的文章 文章发表的时间 为今天上午十点左右 过去了短短一个小时 这篇文章的校内浏览量 已经破万了 底下评论超过了几千条 这篇文章开头还是和以前一样 介绍了天海大学的专业分区 和人数比例都成 然后就是个专业的男女比例介绍 接下来才是个人关注的重点 大一校花 公孙子涵 年龄19 身高173 体重98斤 而后 则是两张以路人角度抓拍的照片 照片上能看得出 公孙子涵那S型身材的曼妙身姿 一头褐色秀发 垂落至腰间 凤眉柳叶目若灿心 仅仅是抓拍 就能感受到他的美 沈一三在内心 给这个新晋大一校花点了个赞 他的颜值都快赶上洛婉宁了 和沉默 请比都不皇多让 在后面就是个人信息简介 这些都是大部分人不关注的信息 不得不说 写这篇文章的人 能把控住绝大多数人的心理 将最重要的信息优先告知 不重要的信息附着最后 在公孙子涵之后 也是大一的 不过算是校花候选人 一共有三个 分别名为张玉莹 吴小彤 苗燕云 他们三人 虽然颜值没有公孙子涵 那么独树一致 但也算是极品的美女的 评分也能打个九分以上 重要的是 公孙子涵和张玉莹二人 是大一采管专业的 吴小彤是计算机信息学院 苗燕云 则是艺术学院的 后面 还有十来个颜值算是 比较出众的大一新生 但是在公孙子涵四人面前 还是有些差距的 接下来则是大二的校花 这几人沈亦三 都有所耳闻 胖子和程东泽 更是熟悉 大二校花 王琪 年龄 二十 身高 一百六十九 体重 九十五斤 而是多张清晰可见的 艺术照和生活照 毕竟大一新生刚来 和学长学姐们 接触也不多 想要获得比较高清的 正式照片比较困难 而大二以上的学生 在校园的这些时间里 接触得多了 流传出来的艺术照 和生活照也就多了 王琪的风格 从他的照片中 能看出来比较洒爽 平时应该经常健身 能看得到他的马甲线 配上他那魔鬼般的身材 已经稳坐大二校花的宝座 这个榜单出来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文章编写者 只是将信息汇总起来 像公孙子涵的排名第一 也是短短一个小时多的时间 被大家疯狂点赞 刷到第一的 王琪作为大二学姐 在这一年时间里面 早就牢牢占据了 大二榜单第一 在他后面 也有两个候选人 侯敬 于洪飞 二人的点赞数差不多 比王琪 却是少了许多 王琪在体育学院 侯敬在音乐学院 于洪飞是他们 工商管理学院 国际贸易专业的 和大一榜单一样 三人之后 也有十个次一级的女生 接下来的就是 沈亦三他们 这届的大三校花排名了 大三的胖子和程东泽 就更熟悉了 甚至能背出基本信息 大三校花 曹月 年龄 21 身高 170 体重 95斤 后面当然附上了 他的生活照与艺术照 值得一提的是 胖子在刚进大一的时候 追求过这个当时的校花 可惜曹月有些败金 胖子当时沉迷股市 身上没有几个闲钱 当然没有如愿 据传曹月 换了好些男朋友 不过也许是他眼光太高 目前为止 还没有被谁真正得手过 另外两个大三校花候选人 则是魏仪 潘娜娜 沈亦三难得看到 有个自己熟悉的魏仪 说是熟悉倒也是谈不上 只是上次买车的风波 认识了 其实沈亦三 他们上次见到的魏仪 并不是他最好看的样子 魏仪是那种 轻装美女 过于艳丽的装扮 对他来说过犹不及 看着魏仪的这些照片 沈亦三也觉得 魏仪的印象分还能提升几分 难怪能成为他们 大三的校花候选人 重要的是 曹月和魏仪 还是一个宿舍的摄友 至于潘娜娜 是理科电器专业的 被称为理工女神 最后当然是大四的校花 大四校花 刘静 年龄22 身高165 体重92斤 看着后面附的照片 沈亦三发现这面孔 自己竟然见过 这不正是当初 他和陈沐晴 确定关系那天 在街头采访的 那个女主播吗 刘静 直播网名 泡泡龙 这还真是巧啊 沈亦三内心说道 刘静是他们 社会人文学院的学姐 之前的沈亦三 没有时间关注 这花花世界 自然当时也不认识 这位大四的校花学姐了 听说刘静 最近再斗音直播 做得风生水起 程东泽说道 是吗 我还真不知道 胖子只起了身子说道 他的直播间名称 叫泡泡龙 你们去搜下应该没错 沈亦三说了出来 老三 你不对劲 胖子他们三人 豁然转头看着沈亦三 你是不是瞒着我们 经常去光顾他直播 程东泽问道 你们啊 每天想着什么呢 我暑假 那会碰到过他的街头采访 当时不认识 现在看到 他照片才想起来 原来见过 所以知道 他直播间的名称 沈亦三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 胖子恍然说道 大四的两名校花候选人 名为赵亚廷 兰杰琼 二人分别是市场营销专业 和计算机专业的 除了每一届的校花 和校花候选人 排名在 他们之下的那些 八分以上女生 也是非常瞩目的 通常校花 都是高高在上的女神形象 很多屌丝 只能远观而不可卸完 校花和校花候选人 虽然很招人喜欢 说着 要追求的人很多 实际付出行动的 却寥寥无几 毕竟除了要看对方的颜值 还得看自己的颜值和条件 因此 很多男生就会把目光 转向那些校花候选人 这些女生才是 如同大学生眼中的香波波 沈亦三看完大一 到大四的主要校花 排名之后 便不再关注了 除了公孙子涵 能让他惊艳一下 其余的那些女生 他此刻 也已经有了 极强的免疫力 谁让他不仅有 陈木琴这种 不弱于他的女友 还有金屋藏娇的 极品女孩 洛婉宁 不过也不难看出 这次的大一女生质量 确实比他们学校之前的高 要不是除了公孙子涵 这独一档的存在 张玉莹 吴小彤 苗燕云这三人 都不比其他界的校花差 而且大一的校花候选人 有三人 其他每界只有两人 正当食堂里 到处讨论着这篇 关于校花的帖子时 食堂门外 有一道靓丽的身影 所过之处目光 皆自动汇聚到她的身上 白皙的皮肤 褐色的长发 那前凸后翘的极品身材 穿着一双半高跟鞋 一步步走了进来 这不是新进的大一校 花公孙子涵吗 哇擦 刚还在说她 人就来了 女神来了 校花也来食堂吃饭了 一道道LSP的目光 随着公孙子涵的身影 不断移动 有些男生 有女朋友的 不仅自己目不转睛 连带着他们的女朋友 也注视着公孙子涵 实在是这身影 配合那充满朝气的 青春靓丽气息 哪怕女生都会心动 喂 老三你看 她就是公孙子涵 胖子只向那个方向激动到 沈亿三宁谋一看 看到了那道身影 她的气息沈亿三感受了下 微微皱眉 随后 她用人物属性探测仪 观察了下公孙子涵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公孙子涵 体质82 精神80 武力值586 公孙子涵不仅是宗门之人 还是个体法双修的天才 沈亿三凝聚精神 汇聚到公孙子涵身上 感受着她的气息 内境后期应该还没到化镜 不过也快了 按理说 武力值达到500 就是化镜或者宗师了 不过公孙子涵是体法双修 互相加持之下 武力值在突破化镜 或者宗师之前超过500点 也是很正常的 沈亿三根据公孙子涵的情况 有了自己的判断 不远处 公孙子涵感觉有道目光 在审视自己 这是作为修炼者的一种直觉 她的眉头一挑 说着自己的感觉方向 朝那道目光的来源看去 刚好迎上了沈亿三的目光 只不过沈亿三 已经收起了精神力 此刻表现出来的 就是普通人的气息 二人的目光短暂交汇后 公孙子涵便移开 看了看别处 奇怪 难道是我的错觉 公孙子涵难难道 他再次移动目光 朝着沈亿三看去 只是这时沈亿三 拉着胖子他们 不顾他们的反对 强行将几人带离了食堂 留下了一道背影 老三 我要看笑话 你拉着我不让我看几个意思 就是 你怕我们和你抢 胖子和程东泽 骂骂咧咧的 有些不理解沈亿三的做法 沈亿三也没说话 带着他们回到了宿舍 你们若是不想死的话 以后不要打公孙子涵的主意 回到宿舍 沈亿三莫名其妙地 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老四 你有什么发现没 沈亿三问向洪雨的 什么 向洪雨有些摸不着头脑 公孙子涵 沈亿三说道 他 确实很漂亮 向洪雨笑了笑说道 他虽然不像胖子他们一样 是LSP 但爱美之心 还是和男人一样的 看来你也没察觉 沈亿三笑着摇了摇头道 他的舞者 修为有内静后期 沈亿三说出了一句 另向洪雨震惊的话 可沈亿三还没说完 他的法修也有 距离后期修为 听闻这句话 向洪雨如同被雷击中一般 呆滞在原地 胖子和成东泽 虽不像向洪雨 但也是一脸震惊 老老三 你说的是真的 向洪雨有些不敢相信 骗你们干嘛 凭我的实力 能探测到他的修为 不是很正常 沈亿三道 可他这个年纪 走的还是提法双修内静 后期加剧灵后期向洪雨喃喃道 每个词单独拿出来还没什么 但是整合在一起 就太变态了 那不是说 公孙子涵现在能吊打我 向洪雨问道 应该是的 你达到化境初期 都不一定打得过他 沈亿三点头道 向洪雨沉默了 沈亿三目前的实力 已经是天方夜谈了 不过有其余倒也能理解 公孙子涵这样一个 比他还小两岁的大义女新生 竟然也能吊打自己 让向洪雨不由得有些怀疑自己了 师父说我不是天才吗 怎么我感觉自己是个废物 这么说 这是个带刺的玫瑰啊 胖子感叹道 何止带刺 这是吃人的 我们学校 没人能驾驭得住 程东泽吸了口凉气 我倒是有些 期待哪些人会上去找死了 胖子摸了摸下巴笑道 哎 颜值这么高的女孩 却是没有人能降服 真是遗憾啊 程东泽叹道 几人看过公孙子涵的 基本信息介绍 从他近来这几天的衣着穿戴 出行情况等来看 绝对是一个 有钱人家的小姐 而且他的实力放在宗门里面 肯定当作核心中的核心来培养 他的家庭情况 自身实力 身份地位 颜值在现实中单拎出来 都是很多人一辈子 引以为傲的事情 现在这些条件 聚集到一人身上 公孙子涵 绝对是万众瞩目的天之娇女 可想而知 他的目光会有多高 我觉得 还是有人 能降服公孙子涵的 向洪雨盯着 沈亿三开口道 哈哈 对呀 怎么把老三忘记了 胖子笑道 按照老四的说法 老三的实力 可以把公孙子涵他 按在床上蹂躏 成东则说道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沈亿三拖了他们一口道 我可不会去招惹他 就在几人闲聊之时 宿舍门外 一阵嘈杂之声 咋回事那么吵 胖子打开门露出头问道 胖子 你们几个都在宿舍呢 一个瘦小的身影 见状问道 竹竿 啥是能那么嚷嚷 胖子问道 那个瘦小男子 名为方曲 因身材太过瘦弱 被同学们送了个外号竹竿 我还以为你们还在食堂 刚才公孙子涵出手的事 你们知道吗 竹竿说道 几人一听顺势来了精神 具体啥情况 成东则感兴趣地问道 竹竿一脸兴奋地 和他们讲起了 刚才发生的事情 刚才公孙子涵在就餐时候 还真有人上去搭讪 那人名为江泽鹏 也算是个富二代 比沈亿三他们小了一件 平时仗着有些钱 大学期间在外面花天酒地 甚至在学校里 都欺负过女性学生 不过家里基本上都帮他花钱摆平了 倒也没有捅出什么大的篓子 今天看到公孙子涵 江泽鹏瞬间惊为天人 色心顿起 在公孙子涵吃饭的时候 带着几个狗腿子 坐到了他餐桌对面 起初面对江泽鹏的骚扰 公孙子涵都置之不理 到后面江泽鹏见自己 被人这样无视也是忍不住了 他掀翻了公孙子涵的餐具 并威胁他 让他陪自己出去吃饭 不然就让他好看 公孙子涵终于动怒 一拳打中江泽鹏的面门 直接昏了过去 江泽鹏三个小弟见状也是 出手想要制服公孙子涵 可是公孙子涵出手没几下 就将几人全部撂倒 随后潇洒地离开了食堂 讲到这里 竹竿不禁手舞足蹈地比划起来 哎呀可惜 当时忘记拍视频了 不过肯定有人拍到的 到时候校园论坛里面去找找 竹竿有些遗憾地说道 楼道间陆陆续续走过来的同学 好些都在讨论同样的事情 胖子 这个公孙子涵身手可不简单 肯定会马上传遍校园 这是个带刺的血玫瑰啊 竹竿最后提醒了下 随着他们设有进了屋 胖子几人听完后 也回到了宿舍 关上房门 这下信了吧 沈一三悠然坐在椅子上 问道 他的感知远超众人 刚才门口的那些谈话 都一字不落地听在耳中 得了老三 要不你出手 收了这个妖念 程东泽玩味地问道 去去去 我有女朋友 而且不比她差 沈一三得意地说道 切 女朋友谁会嫌多吗 程东泽发了个白眼 你以为老三和你一样啊 向洪语道 也不看看自己外面 找了多少个零食女友 说起来 老三你女朋友 这个星期六的生日礼物 你准备好了没 胖子想起来了 忽然问道 已经好了 对了其他事情 麻烦你们的也好了 沈一三确认道 放心 这种事做兄弟的最在行 胖子拍拍胸脯说道 闲聊了会 挤人 准备了下 就出发去下午的课程了 下午的课程有两节 是投资风险与战略管理 不过大学的课程 对于沈一三来说 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他有时候空于时间 依旧看书学习 早就掌握了大学的 所有课程知识 甚至知识面 比专家教授还广 等今天的课程结束以后 已经来到了下午三点 刚下课 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一看 是洛婉宁打来的 他走到无人的地方 接起电话 率先说道 婉宁 怎么了 对面一听 道 老公 刚才有人送车来了 手续牌照什么的 都齐全了 二人的称呼 是他们商量过的 在外面时候 沈一三要是方便接电话 会先喊下洛婉宁的名字 要是不方便 沈一三会直接问 而不喊她的名字 洛婉宁听到 就会称呼她为老板 那么快 沈一三一愣 想到蔡强只花了一天 不到就全部搞定 不禁赞叹了下 是的 只不过送车来的是个 很漂亮的女孩哦 还问我 你在不在呢 洛婉宁明嘴在 那头笑了起来 女孩 沈一三一正 她说叫孙瑞雪 洛婉宁提醒道 哦 原来是她啊 蔡哥手下的销售 我买卖巴赫 就是她接待的 沈一三解释道 哥哥老 老公你慌张什么 我又不会说什么 人家见你不在就走了 洛婉宁道 行 不过你那房 只配备了一个车位 去物业再买个吧 沈一三道 好的老公 我等会就去办 洛婉宁答应了下 最后说道 那你今天晚上过来吗 想起那妖精般的身姿 沈一三还是有些把持不住 说道 哎 哥哥哥 那我等你哦 过了一会 沈一三给自己的妹妹 打去了个电话 询问了沈多光的情况 得知她明天就出院了 二话不说 就给沈珊珊 转过去十万元钱 沈珊珊表示 最近钱太多了 花也花不完 秒收 随后沈一三询问陈沐晴 最近两天的安排 陈沐晴表示 开学这几天 他们训练课程比较多 也比较忙 后面问到周六 有没有告知她的摄友时 陈沐晴顿了顿 似乎忘记了这事 于是表示 挂了电话 就去询问 沈一三看了眼时间 到了下午四点半了 收拾了下 朝着锦绣蓝亭走去 时间管理大师 确实是门学问 沈一三内心感慨道 陈沐晴宿舍 姐妹们 这周六 我男朋友说 一起聚个会 哈 沐晴 你终于肯带 我们见见你男朋友了 席荣雪 转头兴奋道 哎呦 那必须有空 就是就是 必须得去会会 看什么样的男人 能把我们的校花 给拐走 吴芳和黄雅云附和道 那我和他说下 他们宿舍四个人 也都一起过来 陈沐晴红了红脸 哎 等会 席荣雪忽然说道 怎么了 沐晴 我记得你的生日快到了 是九月几号来着 席荣雪问道 啊 九月十号 陈沐晴一正 他平时 不是很在意自己的生日时间 那周六 不就是九月十号 席荣雪说道 他们宿舍 瞬间安静了 你男朋友 刚好在你生日那天叫你爱 吴芳笑道 还有你看 自己本人生日都没在意 你男朋友 都直接给你安排好了 席荣雪说道 不不会吧 也没和他说过生日时间啊 陈沐晴觉得 这是个巧合 你觉得巧合的事情 定然是在人家计划中 安排好了的 黄雅云 有些羡慕地看着陈沐晴 或许吧 陈沐晴心中 也是有些窃喜 自己不在意的是 沈一三 如果真的是因为 生日请他过去 那也太细心了吧 而且 自己真的没有 和他说过生日时间的 看看人家男朋友 再看看 我们几个单身狗 席荣雪 有些羡慕地说道 好了 该想想给我们的沐晴 准备个什么生日礼物了 吴芳说道 不 不用的 我去年生日都没过 你们不用那么在意的 陈沐晴赶忙拒绝 当姐妹的去年 没有记得你的生日错过了 是我们的失职 今年的必须给补上 黄雅云 搂住陈沐晴的肩头说道 见自己宿舍 几个姐妹那么热情 陈沐晴也是难以拒绝 就是不知道 这场安排是不是巧合呢 夜深了 沈亿三在洛婉宁的房间里面 刚大战三百回合 消停下来 看着他那疲惫的样子 沈亿三贴心地 给他煮了点夜宵 吃完之后 二人又战斗至凌晨才停下来 宝贾 你太厉害了 感觉我一个人 以后顶不住啊 洛婉宁面色羞红 又疲惫地躺在 沈亿三胸膛上说道 沈亿三 却是个没事人一样 依旧精力充沛 没办法 我的身体素质太强了 沈亿三也有些无奈地说道 洛婉宁没一会 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趁他熟睡 沈亿三将剩下一张体质卡 给他使用 洛婉宁的体质点来到了68 精神力依旧是70 这样 洛婉宁的耐力 应该能提升一些吧 第二天 沈亿三回到宿舍 再次被嘲讽了一番后 脸皮也厚了起来 结束了一天的课程 他们一行四人吃了点饭 就来到了文化礼堂 原本以为六点 才开始的联谊活动 他们来得已经够早了 没想到 早已经是人满为患 礼堂中央 一男一女的两个主持人 穿着晚礼服 正在翻阅着活动台本 由于这场联谊组织的 比较匆忙 台本上的一些节目 也是刚才送到他们手中 这很考验主持人的临场水平 好在这两个主持人 是天海大学 大四的知名主持人 在他们 播音主持专业中 是名气最高的 男的名为卓伟定 女的名为孟丹帝 礼台周围 有许多学生在忙碌 其中很多是自愿来的 就是为了 一睹金融专业 和采管专业的美女 主要是采管大一 专业有公孙子涵 和张玉莹 大三专业 有曹月和魏仪 光是校花 和校花候选人 就占了四个 原本这个文化礼堂 能容纳五百人左右 他们两个专业 加上大一的采管 加起来也就三百多人 可是按照这架势 五百都不止 除了这两个 联谊专业的人 来得基本上 都是其他专业的男生 目的自然不言而喻 这次的联谊晚会组织者 包括了每个专业的导员 苏妹此时 也在其中忙里忙外 为了控制人数 他们不得不在门口 设置了审查 尽量不让外来专业的人进来 虽然引起了很多不满 不过审查人员 也不是吃素的 都请得体育专业人员 硬生生将这不满压了下去 果然没有白来啊 胖子眼急手快 带着沈亿三 他们三人来到了靠近边缘 却有众多女生的一块聚集地 找了四个座位坐了下来 从左到右为沈亿三 胖子 成东泽 向红宇 真不错啊 成东泽环顾四周 赞叹道 你们看 那就是张玉莹 胖子目光在人群中 找到了这个大衣笑话候选人 张玉莹身着天蓝色裙子 笑起来脸上带着小酒窝 显得十分可爱 很多道目光 汇聚在她身上 或许是习惯了 被万众瞩目 张玉莹神色自然 依旧和周边的女生 有说有笑的 怎么不见公孙子涵呢 胖子再次搜索了一圈 却没看见人影 应该还没来吧 向红宇说道 此时 门口又走进来了 几道身影 这是四个女生 刚过来就吸引了大部分的目光 其中两个人最为耀眼 一个沈亿三认识 正是卫一 还有一个 就是她的摄友 曹月 沈亿三他们坐的位置 比较靠边 卫一的刚路过他们这 就看见了沈亿三 她的面旁带着微笑 指了指方向对身边的摄友道 我们坐那边去吧 哎 老三你看卫一 和曹月他们 往这边来了 胖子对沈亿三道 得了 肯定是卫一冲着老三来的 成东泽很有自知之明地说道 果然 卫一在经过沈亿三身边的时候 停了下来 沈同学 我可以坐这 卫一甜甜一笑问道 随便坐 这里又不是我的地方 沈亿三点头回道 卫一今天身上 妆容就普通的淡妆 确实比之前的浓妆 要顺眼耐看许多 于是 卫一就挨着沈亿三 坐了下来 看吧 我就说 冲着老三来的 成东泽说道 也不看看老三现在 美女倒贴 上门不是机操 向洪宇道 这就是你 这两天在宿舍 经常提起的沈亿三 曹月挨着卫一的另一边 低声在她耳边问道 嗯 她对我家有恩 卫一瞟了一眼沈亿三 见她一副 若无其事 完全不在乎自己的样子 卫一的眼神深处 有些黯然 可是周围其他人的目光 看着沈亿三 都带着些怒气 人家好歹 也是笑话候选人 你那云淡风轻 不在意的态度 到底是装呢 还是装呢 是沈亿三吗 就在此时 有个皮肤 有黑体型精壮的男子 走到了沈亿三身前问道 你是 沈亿三抬头冷漠地问道 我叫万海灵 是来向你下战书的 她说道 战书 沈亿三一正 啥玩意 胖子教道 兄弟你 电视剧看多了吧 为了她 沈亿三看了眼旁边的魏仪 以为是因为 她而过来找茬的 我不认识她的 魏仪怕沈亿三 引起误会 赶忙说道 那你来干嘛的 沈亿三看着万海灵 无语地说道 我是替唐家的唐薛宇 来下战书的 不过 我认为 你不配被她挑战 所以就由我来挑战你 万海灵居高临下 看着沈亿三 唐薛宇 不认识 没事的话别烦我 沈亿三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这不是武术协会的 副会长万海灵吗 她在和沈亿三说些什么 战书 武术协会的副会长 挑战沈亿三 人群中 有不少人认出了万海灵 窃窃私语道 沈亿三听在耳里 也明白了这个男子的身份 天海大学 武术协会副会长 大三体育学院的 曾获得过多项事例 武术奖项 你是谁不管我是 今晚是我们金融专业 和财管专业的联谊 你一个外人进来 找是是不是有病 沈亿三 接受我的挑战 莫夫行为 万海灵刺激道 沈亿三听闻这话 有些被气笑了 什么阿猫阿狗来挑战我 你也太把自己 当回事了吧 卧槽 沈亿三敢这么和 武术协会的副会长说话 武术协会 本来就是一群流氓聚集地 打着协会的名头 天天打架找事 可为什么万海灵会 突然找上沈亿三呢 边上的人群 被这里的骚动 吸引了目光 一阵怯怯思语 万海灵握紧了拳头 他真想直接出手 可是毕竟是 大庭广众之下 真的把沈亿三 打伤了会受到处分的 不敢就直说 在那里 找什么理由 万海灵继续激道 看给你狂的 打你这个王八犊子 还需要三哥 亲自出手 一旁的向洪宇 忍不住了 坐了起来 你是谁 万海灵咒没问到 我是你爷爷 向洪宇看着他 如同小丑一样 走 爷爷陪你去外面 练练 哼 你是打算让别人出手 当挡箭牌 万海灵不想理会向洪宇 继续问沈亿三 哎 你这人怎么那么烦呢 这样吧 你能在他手中撑过三招 我就接受你的挑战 沈亿三说道 你在羞辱我 万海灵快气炸了 你说是就是了 这样吧 我也不让你为难 你在他手上能撑过三招 我不仅接受你挑战 还给你一百万 如何 沈亿三系看着他说道 这可是你说的 万海灵目光中露出贪婪之色 我怎么相信 你能给我一百万 我有两麦巴赫 要是没钱就卖了给你抵债嘛 沈亿三轻松地说道 买巴赫 最近校园传的那辆 麦巴赫是你的 万海灵有些不信 是真的 我可以作证 身旁的魏仪突然开口了 魏仪 你们这是 曹月感觉信息量有些大 看着魏仪问道 听到沈亿三说 自己有麦巴赫 她的眼眸中 闪过一抹亮光 魏仪没有解释 只是对沈亿三 有辆麦巴赫的事情 做了个证明 好 那我信你 万海灵有些激动 仿佛已经拿到了这一百万一样 老四 交给你了 别让我失望 沈亿三说道 放心吧 她要是能撑过三招 我任由你惩罚 向洪雨下了军令状 可笑 我可是武术协会副会长 势力散发武术格斗的奖项拥有者 三招就把我干倒 准备好你那一百万吧 万海灵对自己也是充满自信 不过 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会联谊会的时候 增加一个武打项目 我们上去在 所有人见证下比试 省得你们赖账 哟 这是给自己挖好坟 顺便叫人给自己编尸呢 向洪雨一听也乐了 那就一年 沈亿三也乐意给这种人 一个难忘的教训 她刚才已经用属性测试仪 看过万海灵的武力值 才75点 比普通人是强不少 不过在宗门那些人眼中 也就勉强达到外境的实力 向洪雨单手碾压她一百回 这也是 她对向洪雨的信心所在 见沈亿三他们同意了 万海灵终于离开了这里 往主持人的方向走去 沈同学 这样会不会不好 魏怡问道 倒不是担心 沈亿三或向洪雨 当初在海中州饭店门口 她可是见过沈亿三 那一身恐怖的战斗力的 之前听他们说 向洪雨是他们宿舍最强的 那肯定也有沈亿三那种实力 她只是怕事情闹大了 不好收场 毕竟武术协会 虽说是学校里面 承认的一个组织 可里面的人 很多都和混混流氓一样 名声并不好 要不是里面有些人 确实有打斗本事 给学校拿过不少奖项 学校也不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了 放心吧 没事 沈亿三自信地说道 金刚与大宗修为了解下 约某过去了半个小时 此时的文化礼堂 已经人满为患 不是两个专业的学生 只能在外面观望 临近连衣晚会开始前 门外传来一阵骚动 只见公孙子涵 穿着一身古风 素衣走了进来 他的出现就是焦点 此刻的公孙子涵 颇有一种侠女风范 原本已经坐无虚习的礼堂 不知何时 多出了许多空位出来 公孙子涵 却找了个他同学边上 一个男生的座位 那人见公孙子涵过来 自动让座 晚上六点 连衣晚会准时开始 各位同学 晚上好 卓伟定开场道 今天晚上是 大三金融专业 和大一大三采管 专业间的联谊晚会 很高兴呢 孟丹帝上来 就是一阵客套发言 逐渐带动起来 众多学生的热情 本次联谊晚会 要感谢大家的 踊跃报名参与 经过导师们的筛选 将节目名单 控制在了20个 卓伟定接着介绍了下 本场晚会的节目安排 接下来 让我们欣赏 由大三采管一班 陈宇童同学 带来的钢琴独奏 WDY Hi 孟丹帝率先说出了 第一个节目的名称和人员 引起人群中一阵欢呼 身着晚礼服的陈宇童 迈着轻盈的步伐 走上了舞台 舞台上已经架起了一台钢琴 她的容颜 虽然不像笑话那般出色 却也像一个出尘的白脸 非常甜心耐看 陈宇童在钢琴前坐下 先长细手摸了摸钢琴案件 深吸了口气之后 一阵阵动人的音符 逐渐在现场回想起来 这种纯音乐的钢琴演奏 需要静静聆听品味 每个人都能从这首低外 嗨中听出不同的感受 有人欢快 有人哀愁 有人孤独 有人狂欢 众人皆陶醉在这音乐的享受之中 曲终 梦醒 陈宇童的演奏结束 她朝着礼堂的同学们 鞠了个躬 表示谢意 煞时间 一阵排山倒海的掌声 淹没了文化礼堂 陈宇童神色有些激动 能够获得那么多人的认可 她感到无比满足 虽然她的钢琴弹奏技巧并不是出色 和那些大事比起来有很大的差距 但她身为大三学生 有着记忆和流畅的熟练度 已经颇为难得了 感谢陈宇童同学带来的精彩开场 卓伟定说道 那么接下来 是来自我们大三金融专业的节目 由宿舍四人一起表演的小品兄弟 背后统一道 接下来的节目 能看得出来 也是用了心的 小品演出过程中 礼堂里面一片欢声笑语 接下来的节目 有唱歌 有跳舞 还有魔术表演等等 这不比某春晚有意思多了 就是就是 人家这些节目 还是这两天临时安排的 看来我们专业人才众多呀 联谊晚会的各个节目 不断被台下的学生所认可 这样 举办联谊晚会的目的也达到了 原本互相陌生的一些学生 此刻都不断地熟络起来 苏妹他们几个导员 看着这一幕幕 仿佛看到了几年前的自己 也是这样青春靓丽朝气蓬勃 脸上露出了怀念的笑容 此时将近二十个节目演出完后 将近晚上八点 但礼堂内依旧人满为患 几乎没什么人走 都期望完整参与这场晚会 最后这个节目 是晚会开始前临时增加进来的 孟丹帝看着节目名单 对大家说道 演出者是我们学校武术协会的 副会长万海玲 他希望发扬我们华国的传统武术 因此还找了名学生配合 让我们一起欣赏这场武术表演 话音刚落 台下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武术这种东西 在现代社会很难见到了 但是在大学生心中 都对习武非常感兴趣 武术表演绝对是难得一见的节目 万海玲迈着步伐来到台上 见沈一三那边还没动静 不由地开口道 刚才说要上来的同学 请赶紧上来 别让大家久等了 礼堂内众人环顾四周 都在找是谁会配合万海玲 来进行这场武术表演 老三 那我过去了 向洪雨起身 对沈一三比了个放心的手势 沈一三一脸笑意 轻松地看着向洪雨走到台上 竟然是向洪雨 你们说他们两个是真动武 还是表演 我觉得会很精彩 希望你们刚才说的话还算数 万海玲直接将这件事搬到台前 省得沈一三赖账 哼 放心 我说三招之内不能把你打趴下 那一百万给你又何妨 向洪雨直接替沈一三 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了承诺 哈哈 我好歹是武术协会的副会长 拿了市里这么多奖项 别说三招把我打趴下 就连赢我都是个奢望 真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 万海玲自信道 挖草 他们在说啥 一百万 三招不能打趴下 要给一百万 我怎么感觉 这武术表演完全不是那么简单一回事啊 二人的对话再次引爆全场 就连公孙子涵都宁眸看着台上二人 武术协会 一群三角猫的功夫而已 向洪雨一句话引起轩然大波 这是要将整个武术协会得罪啊 你会付出代价的 万海玲怒火冲天 随后一个飞踢直奔向洪雨胸口 向洪雨冷笑一声 轻轻一个侧闪的同时 一掌反洪在万海玲胸口 只见万海玲倒飞出去两米远 一屁股坐在地上 不可能 她不幸自己会被一击击倒 忍着胸口的疼痛迅速站了起来 只见万海玲面色猙獰的 再次朝着向洪雨出拳 向洪雨身形一侧 抓住了她的拳头 而后一个转身用肩膀再次顶在万海玲胸口 万海玲气血冲脑 瞬间面色血红 见状向洪雨也不再磨蹭 放开了她的拳头 一记回旋大逼都甩了过去 干脆利落 万海玲身体在空中转了两圈 同时吐出一口鲜血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许久都没起身 卧槽 见血了 身人快打 绝对不是表演的 帅啊 向洪雨 导师 出人命了 赶紧救人啊 看着台上的情景 台下此起彼伏地 发出叫声呼喊声 主持人和导师见状 赶忙上去查看万海玲的情况 终于 见她艰难地缩了缩腿 有了动静 却依旧起不了身 只能半趴在地上不停地咳嗽 三招打得你趴下 说到做到 向洪雨轻蔑地看着万海玲 连我都能虐你 真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挑战老三的 那个叫唐什么的 要挑战老三 就让她自己来 别什么阿猫阿狗都派过来 哪有那么多时间陪你们玩 一道道目光汇聚在她身上 她却从容不迫 万同学 需不需要叫救护车 大三采管的导师 吴旭辉关心地问道 万海玲虽然很想叫救援 但最终挣扎着 慢慢起身坐在地上 艰难地说道 不用了 我没什么大碍 稍微休息会就好了 谢导师关心 她不得不这么说 不然被这么多人盯着 三招被打趴下 直接叫救护车过来 以后还怎么在学校里面混 只要我不承认有事 那我就没事 以后出去别人提起这事 我可以找理由说 当时大意了没有闪 被偷袭了 在身体和面子之间 万海玲果断地选择了面子 可是 你刚吐血了 吴旭依旧道 既然万同学说没事 那就行了 让她自己休息吧 此时苏妹开口了 她这么做 无非就是 不想让自己的学生惹上麻烦 万一现场真有事情 学校给向洪宇 安排的打架斗殴的罪名处分 对她来说也不是件好事 自己的学生 还是得护着的 在几位导师的安排下 万海玲还是被上来的 两个体育学院学生给搀扶下去了 感谢万同学和向同学 刚才带来的精彩武术表演 卓伟定最后出来原场 虽然谁都知道 刚才的表演真实情况 万海玲完全是被摁在地上摩擦 但身为主持人的她 还是得给人家台阶下 这次联谊晚会举办得非常成功 感谢大家的踊跃参与 接下来 大家可以去门口 每人领取一份纪念品 梦丹蒂的一番话语 宣告了联谊晚会活动的落幕 随后 现场爆发出排山倒海的鼓掌声 在场的人都成群结队地往外面走去 可以发现 原本晚会之前 男女精卫分明的状态 此时很多男生女生混在一起 有说有笑的 有些大胆点的 已经开始动起手来 进一步试探了 不过一般这种男生都是 颜值还不错 或者家里有钱的 那些普通的屌丝 那就是告你性骚扰了 回到座位和沈一三 他们打了个照面之后 向洪雨也开始随他们一起收拾东西 准备离场 干得漂亮老四 程东泽搂着向洪雨的脖子说道 这种垃圾小意思了 向洪雨不在意地道 走吧 沈一三 他率先往外走去 他瞥了一眼不远处的公孙子涵 早已发现 他在注视着自己这边 也没去在意 如果礼堂门口 领了小礼品后 四人对刚才最后发生的事 毫不在意 各位同学 身后传来了魏仪的声音 几人顿足 见魏仪和曹月他们 快步走上来 有什么事吗魏同学 沈一三问道 也没什么事 刚才向同学太厉害了魏仪找了个借口 沈同学你好 我是曹月 可以认识一下 忽然见曹月主动地伸出了手 包括魏仪在内的几个人都挣住了 沈一三也没想到 曹月会那么主动 不过想起了专业中流传的消息 他对曹月这种海后的行为 也没啥反感 毕竟没有什么不堪的历史 自身也算洁身自厚 无非就是想找个有钱的人 凭他的颜值 确实有这个资本 赚钱嘛 不寒陈 沈一三伸出手和曹月轻轻握了握 就放开了 目前都还不怎么认识 还是保持距离好 月月你这是 魏仪似乎产生了那么似醋意 问道 就是认识下这个就你家庭的同学而已 我很佩服这种建议勇为热心的同学 也不知道曹月说的是真是假 一脸自然地微笑看着沈一三 魏仪审视地看了曹月一眼 内心不由自主地有种危机感 胖子等人见状 识趣地离开沈一三几个身位 带着佩服崇拜的神色看着他 是啊 老三有钱了之后 仿佛世界都变了 胖子和程东泽羡慕又嫉妒地说道 沈同学 武装那辆麦巴赫真是你的 众人结伴行的路上 曹月开口问道 他的另外两个室友 也是一脸好奇地看着沈一三 你还不信我的吗 魏仪接话道 看车牌号SY388 这不明显的吗 曹月一正 随后恍然大悟的样子 有空让我们坐下体验体验 曹月仿佛一点都不怕声地问道 沈一三有些无奈 但也只能点头笑道 好 老三 你那车要不弄个出租的业务 反正 你平常不怎么开 出租出去 让人家体验赚点钱 胖子顺着问道 虽然我最近都不怎么开 但我也不缺那点钱 沈一三道 那明天给我开下 胖子终于说出了他的目的 一成东泽附和道 行吧 我需要用了 给我就行 就是别搞得太乱 沈一三拿出了钥匙扔给胖子 还不忘提醒道 放心吧 我对他 肯定比对我儿子都好 胖子接过钥匙 笑呵呵地答道 剑沈一三将这种豪车 毫不犹豫地借了出去给室友 曹月的眼光深处更亮了 就在众人回宿舍一半的路途中 前方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 身着白色古风素衣的苗条身影 站在他们面前 我去 公孙子涵 胖子一个机灵 他虽然美丽 但在胖子看来 就是一个不可招惹的母老虎 畏惧万分 曹月和卫一二人 在看到公孙子涵时 一瞬间 有种自残行贿的感觉 他怎么会在前方 沈一三皱了皱眉 依旧往前走去 几位学长 打扰你们了 公孙子涵亲历的声音宛如天籁 给人一种舒适愉悦的感觉 有什么事吗 公孙学妹 沈一三问道 刚看那位学长在台上的战斗 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 不知道方不方便一架 公孙子涵看着向洪宇问道 向洪宇知道 刚才自己的行为 在同事宗门之人的公孙子涵面前 没什么好掩饰的 回道 去那边说吧 随后 在几人的目光下 公孙子涵和向洪宇 走到了前方一片绿化林中交流起来 曹月他们几人站在原地 有些不解地看着二人离去 想问什么 却不知道从何开口 而且 天色那么昏暗 根本看不到他们二人在里面交流什么 他们可不会认为 像公孙子涵那样的女神 会在这种地方 和一个大三学长 有什么暧昧的事情 只有沈一三 依靠自己的精神感知和透视能力 轻松穿过重重遮挡 看清里面的情况 学长修为内静中期吧 待确认周围没人之后 公孙子涵直接问道 向洪宇已经猜到了 公孙子涵大致会问什么 不紧不慢地回道 学妹好眼力 不过 我这点修为在学妹内静 和聚灵双后期的实力面前 不堪一击 什么 公孙子涵面色一变 问道 你是怎么看出来 我修为的 按理说 以你的实力 和我没有交手过的情况下 根本看不出我的底细 公孙子涵仿佛变了一个人 神色凌厉地 看着向洪宇问道 很多时候 凭对方的形体动作 和呼吸吐纳等平时习惯 仔细观察就能看出来 她是不是宗门之人 但是要看出一个人的具体修为的 那可不仅仅用眼睛就能辨别出来 有人告诉我的 向洪宇回道 谁 公孙子涵上前一步追问道 喂喂喂 学妹虽然你比我厉害 但是也不能这样逼迫人家吧 把你的威势收一收好不 向洪宇不慌不忙地回道 倒不是公孙子涵逼迫向洪宇 实在是自己身份和修为的事 很少有人知晓 在没有和她交手的情况下 能直接看出她修为的 哪怕是金刚或者大宗都很难做到 而且她出现在天海大学读书 本就是抱着小心翼翼的态度 生怕被其他宗门的对手发现 她是觉得 在外面碰到了敌对宗门 会很麻烦 你放心了 至少我不是你的敌人 向洪宇像是看出了她内心的猜忌说道 像你这种绝世添骄 我猜应该是 你们想让你来俗世避避风头对不 向洪宇问道 公孙子涵眉头一皱 不知道该如何回 我是古墓宗的人 虽然还不知道你是哪个宗门的 不过能培养出你这种天才 肯定不会是小门小派 向洪宇继续说道 听到向洪宇是古墓宗的人 公孙子涵略微松了口气 至少这个宗门的不是他们的敌人 也是一个中游偏上的门派 不过她依旧不敢大意 我只想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我修为的 究竟是谁告诉你的 公孙子涵刨根问底地说道 这个嘛真不能说 向洪宇依旧回道 那我就打的你说 公孙子涵直接出手 朝着向洪宇抓来 喂 你不讲武德呀 向洪宇也是战意滔天 虽然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却也不能弱了气势 瞬间 二人就出手数回合 在绿化林里面战斗起来 向洪宇前面还能略微 和公孙子涵斗得平分秋色 但随着时间过去 她的状态下降比公孙子涵要快 而且公孙子凭她的精神压力 让向洪宇时刻有种沉闷的感觉 十分实力只能发挥出八分左右 就这样交手了还不足两分钟 向洪宇终是不敌公孙子涵败下阵来 还不肯说吗 公孙子涵问道 只见向洪宇滩躺在草地上 然后问了她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怕我把你的修为泄露出去 有人找你麻烦 让你参加不了下界的天罗大交 公孙子涵眼眸一鸣 道 你很聪明 不过我现在的行踪 对我们宗门而言都少有人知道 为了让我能安全参加下界的天罗大交 不能有人泄露出去 我最近也没听说过 什么宗门有你这样的天才啊 按理说 以你的实力不应该岌岌无名 肯定是上了天罗榜单的 难道是我孤陋寡闻了 向洪宇躺在地上 疑惑道 公孙子涵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只是回道 这次天罗大交 意义非凡 很多宗门培养的天才 最近都消失了踪迹 或许和我一样 有些隐于红尘 待天罗大交开始时再回去 而有些人或者是失踪了 要么被软禁了起来 要么就是真的出事了 所以现在各宗门木派的前辈师傅 他们应该会告诉你的 说到这里 公孙子涵像是想起了什么 忽然道 难道是你在台上讲的老三 向洪宇顿时汗流加倍 公孙子涵看出了这状况 终于乐了 他猜对了 而后便转身离开 他的步履轻盈 转眼间便出现在 沈一三他们几人面前 向洪宇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赶紧起身追过去 沈一三将这全过程看在眼里 从二人的淳语中 读懂了他们交流的内容 内心叹了口气 看来这公孙子涵 对自己的实力 被发现很在意啊 不过沈一三 没什么畏惧的 请问学长 问道 从他食堂第一眼和沈一三对视 到刚才见面之后的细节 他觉得 这个男生和别人有很大的区别 女生的直觉 往往都是很正确的 是我 沈一三大大方方地承认道 公孙子涵一副 欲言又止的样子 他实在看不出来 沈一三的实力 也无法相信 沈一三能一眼 看出他的实力 至少今天之前 两人是没有任何交集的 沈一三对胖子和曹月他们道 要不你们先回宿舍吧 我和老四 还有学妹去聊点事情 每个人都有秘密 显然接下来的事情 不方便被他们听到 早点回来 胖子和程东泽 拿着麦巴赫钥匙 快步离开 曹月和卫宜几人 看了一眼后 也是很识趣地离开了 沈一三挪了挪地方 没有在主路上 来到了小路边 向红宇也跟随了过来 公孙学妹 有什么事情吗 沈一三问道 你能看出我的修为 公孙子涵 直接问道 是的 沈一三也不藏着 直接确认了 我有点不幸 除非是我熟悉的那些人 和一些高手前辈 而且我来这里 那些人都不知道 你又怎么能看出来 见到沈一三后 公孙子涵 直觉告诉他 眼前的人 至少不会是他的敌人 你修为才内静 和距离后期 有什么看不出来的 沈一三回道 才公孙子涵瞪大眼睛 一脸不可思议 要知道在宗门中 他都是万众瞩目的存在 天罗榜单上 都赫赫有名 竟然被眼前这个 比自己大一两岁的男子说 自己才这么看清自己 你是什么实力 公孙子涵感觉自己 受到了冒犯 咬牙问道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沈一三直接回道 见像红宇一副 幸灾乐祸的样子 很时序地退到了一边 公孙子涵心中 疑惑更甚 只见他直接单掌 劈向沈一三 沈一三伸出左手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他的御手牢牢握住 不得寸进 你 公孙子涵心中大害 努力汇聚力量 想要挣脱 却发现自己的力量 在沈一三面前 如同泥牛入海 一般消失不见 没起到半分作用 见自己使出了十二分的力 配合上精神上的威慑 依旧无法撼动 沈一三一点 他的内心是崩溃的 能不能放开我认输了 最终 公孙子涵 还是低头求饶 沈一三 也不为难他 放开了他的御手 留下了一抹余香 你到底是哪个 宗门培养的妖念 公孙子涵问道 我没有宗门 沈一三如实回答 不可能 你的实力 至少有化尽后期 以你的年纪 没有宗门力量支撑 怎么可能达到这种实力 公孙子涵一点都不相信 你不信也没办法 事实就是这样 放心吧 你的实力 我们都不会泄露的 学妹安心 在这读书就行了 沈一三说完这话 便准备转身离开 你真没骗我 公孙子涵 似乎也只能选择相信 有什么意义呢 沈一三反问道 娜娜你能不能 加入我宗门 公孙子涵期待的 看着沈一三 加入你们宗门 凭什么 沈一三问道 公孙子涵一正 内心道 是啊 凭什么 难道就因为 想让他加入宗门 提升自己宗门实力 可是 这样的天才放哪里 都是绝对的核心抢手货 为什么非要选择 自己的宗门 你是哪个宗门的 沈一三问道 我我是公孙子涵 内心似乎挣扎了许久 还是没有说出来 或许是顾忌说出来了之后 他们能猜到自己的 真正身份吧 你看 你都不坦诚 等什么时候 想好了再说吧 而且一个人 无忧无虑不好吗 非要加入什么宗门 过那种束缚的日子 沈一三说道 看着沈一三离去的背影 公孙子涵咬了咬唇 他长这么大 好像还是第一次被人拒绝 却见向红宇走到他身旁 说道 既然答应 你就放心吧 还有 要是真在这里 遇到了什么宗门之人 觉得没法对抗的 可以找他求助 找他 公孙子涵疑惑道 有些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你看到的 只是他想让你看到的 向红宇神秘一笑 没有说透 留下公孙子涵一人 在原地宁私 学妹碰到什么事情了吗 看你一个人在这 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了 需要帮助吗 走过来三个大二学长 对公孙子涵 嘘含问暖地问道 刚才他们老远就看到 公孙子涵和沈一三三人 主动过来 看到公孙子涵 对沈一三出手 以为沈一三 想对公孙子涵图谋不轨 准备来个英雄救美 可还默等他们 赶到这里 沈一三和他聊了两句便走了 以为是沈一三 欺负完了公孙子涵 跑了 于是便上来刷个存在感 帮公孙子涵 讨个公道 公孙子涵正思索着事情 见三个油腻的学长 打扰自己 冷着个脸 从他们身边经过 完全不搭理他们 几人见被无视了 不禁怒火中烧 不过 昨天公孙子涵 出手教训人的事 已经传开来了 他们也有所耳闻 加上这是在校园里面 此刻还有同学 陆陆续续经过 几人只能作罢 兴兴地离开 操 装什么装 就是 别看成的这么漂亮清纯 说不定已经被多少人 玩过都不知道 公孙子涵还未走远 听到了这番话语 原本他就恼怒 刚才自己的实力 被沈亿三摁着摩擦 还憋着一股气 那三人还没反应过来 忽然都被放倒在了地上 等他们忍着疼痛起身时 却发现周围 已经空无一人 宿舍内 沈亿三给陈木晴 汇报了下今晚的情况 不禁提了一嘴 被挑战的事 当陈木晴 听到了唐少唐轩宇 几个字的时候 问道 你确定那个人 说的是唐轩宇 怎么 你认识 沈亿三心中 已经有了猜测 嗯 我们学校的 之前一直追求我 陈木晴回道 那我就明白了 沈亿三恍然大悟 自己苦苦追求的女神 成了别人的女朋友 怎么的 都会发火 沈亿三倒不生气 毕竟这是人之常情 只是他怎么会找 我们学校的武术协会 副会长来挑战我 沈亿三有些不理解 唐轩宇 是天海市武术协会的 青年比赛冠军 很多学校的武术协会学员 都参加过 市里组织的比赛 他和你们学校的武术协会 成员认识也很正常 陈木晴解释道 原来如此 沈亿三明白了这事 不过他找的人 也太差劲了吧 人也不咋地 哼 你以为 都像你一样那么变态啊 能去市里 参加武术比赛的自身实力 不会差的 至少在这些协会里面 陈木晴还补充了一句 倒也是 沈亿三没有说 今天是向洪雨出的手 他的修为实力 去和这些人交手 简直是降维打击 我虽然不是 唐轩宇的对手 不过也能和他手上 交手一段时间 可跟你比起来 只能纯粹地挨打 陈木晴有些微称地 在那头说道 嘿嘿 下次我出手清点 沈亿三赶忙道歉 那倒不是了 有足够的压力 才能激发我的进步 陈木晴道 不过 以我了解的唐轩宇 他本身也不是什么 卑鄙阴险的人 做事都是光明正大的 这次估计 也是实人不准 等他知道了情况 应该会亲自过来 挑战你的 到时候 麻烦你下手清点 将他击败就行 毕竟家里 在天海市军方势力不小 真要输得太难看以后 少不了你的麻烦 陈木晴半代 请求地提醒道 我明白了 放心我知道 怎么做了 挂断电话后 一看时间九点半左右 去还是不去呢 沈亿三心中 思索着 去哪 当然是洛婉宁那里 纠结了半天 沈亿三还是不争气地 出了宿舍 老三 你天天夜不归宿当心 我去举报你啊 门后传来了 沈亿三才不管他们 出门给洛婉宁发来的信息 便一路小跑 还没过十分钟就到了 打开房门 见自身米色 单薄睡衣的洛婉宁面 含秋波地凝视着自己 沈亿三一个闪身暴起 然后 就是战斗的开始 天海大学一间宿舍 万海灵已经回来修整了一回 终于觉得 气血顺畅了许多 带着愤怒和不甘 他拨通了手机上的电话 宝哥 你交代我的事 我没做好 万海灵对电话那头说道 什么情况 那边问道 于是万海灵 将今天晚会上的事 描述了一遍 听完之后 那边传来一声冷哼 谁让你擅作 主张自己出头的 唐少本就是让你带个话就行 嗯 宝哥 难道不是让我出手 先教训教训那小子的意思吗 万海灵明白 似乎是自己会错意了 算了 你也不算做错了什么 本来我也想替唐少出手的 敢抢唐少的女朋友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不过既然这样 至少话也带到了 那个人 最后说他的话 也会转告给唐少 直接挂断了电话 万海灵刚想说 并不是沈亿三和自己说的 而且向红宇击败了自己说的 想了想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便不在意这事了 先把自己的伤给治好 才是最主要的 而且今天丢了那么大面子 以后得想办法找回场子 哼 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羞辱 我们武术协会 定不会轻易放过你们 清晨 阳光明媚 沈亿三从洛婉宁床上起身 亲吻了他那诱人的红唇 看着他那疲惫 又幸福的面旁 出了房门 给洛婉宁用了两张体制 卡掌了十点体制之后 洛婉宁昨晚的战斗力 也持久了许多 看来以后的多做任务 多拿些体制卡 沈亿三心中暗道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沈亿三过起了规律 而又平淡的生活 上课 宿舍 锦绣蓝亭三点一线 空余时候 也会修炼下金光咒 在他的多次尝试下 已经能很好地控制金光咒的大小 和范围用于作战 不过 目前将金光咒 用来锤炼他的体制 是最好的 要知道 现在提升一点体制 相当于过去提升五点体制 而金光咒的作用下 沈亿三感觉自己 在一个星期左右 就能提升一点体制 这种效果 绝对是恐怖的 大一新生的军训时间 也在星期三正式开启 将持续十天 军训那些天 操场上自然少不了 大二大三大四的学长学姐关注 一个个素颜流淌着汗水的新生 才能更好地判断 真实的美貌 胖子他们也经常去操场观看 却没有发现 公孙子涵的身形 后来 多方打探得知 他早已办理好了手续 不需要参加军训 这让前来观看的学长们 一阵失落 虽然玫瑰带刺 但仰仰眼也是不错的 周五中午 胖子和成东泽二人 出去外面 忙活战料的事情了 最近一个星期 他们二人忙得不亦乐乎 毕竟赚的钱多啊 他们的战料 已经在天海大学 周围打出了一定的名气 这其中也有不少 要归功于 明君师傅的何小林 最近一个星期 他们的战料配方 除去各种成本 和人工开支以后 净利润有三万多 胖子这些天 招了好几个大学生 做兼职 来进行战料材料的采购 制作和送货等等工作 不然凭他们几个 还真忙不过来 只是目前公司的正式人员 还是他们四个 并没有招收新的职工 相当于也是个空壳公司 胖子他们按照比例 这周 每人分配了6000块钱的收益 其余的 都打到了沈一三账户 算上他们 按照沈一三的推荐 股买的股票 几人 闭着眼睛都能赚钱 胖子的本金 投入最多 将近10万元 这也是 他尝到了甜头后 问家里 软磨硬炮要来的 此刻盈利 将近4万 程东泽和向洪宇的 相对少些 但也有 将近1万左右的收益 钱包鼓鼓的程东泽 最近累并快乐着 白天忙完晚上忙 搞得自己面色憔悴 却又乐在其中 沈一三刚吃完午饭回宿舍 忽然接到了一个 陌生的电话 看来店所属地 是天海市之后 他就接了 是沈一三吗 那边传来了 一道浑厚的嗓音 是我 沈一三答道 我是唐薛宇 对面简单地介绍了下 我知道 那天你叫人 来挑战过我 我从沈一三说道 那天派人去挑战 你是我做得不妥 这次 我打电话给你 就是想要战你 唐薛宇说道 凭什么 沈一三问道 从陈沈一三的描述来看 他并不是一个 卑鄙阴险的人 能主动开口认错 并亲自邀约自己看得出来 也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沈一三对他并没有什么反感 如果每个人 约战我都接受的话 我哪有那么空 沈一三说道 我追了沐清两年 自认为各方面条件算优秀的 但对我自身 引以为傲的武术方面 沐清却说我 远远不是你的对手 我不信 唐薛宇说道 沐清说的本来就是事实 沈一三道 除非你能亲自出手打败我 不然我劝你 还是离开沐清的好 若者是不配拥有他的 唐薛宇沉声道 哈哈 说得好 若者确实不配拥有沐清 你的腰战我答应了 为了让唐薛宇死心 沈一三还是决定 花点时间处理下比较好 你若是输了 就离开沐清 唐薛宇电话那头说道 若是你输了呢 沈一三反问道 那我以后就不去打扰他 唐薛宇说道 这本来就是 对我不公平的挑战 沐清现在是我女朋友 我输了就得离开他 你输了却 是以后不骚扰他 是不是好事都让你占尽了 沈一三笑问道 那你想怎么样 我输了还是一样 你输了除了以后 不再打扰他 还得答应以后 帮我办一件事 这件事会在你能力范围之内 不会让你为难和违法犯罪 沈一三道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唐薛宇道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下午吧 我刚好有空 地点你来定 沈一三道 那就两点 天海事武术协会那边吧 唐薛宇将地点定好 行 我准备一下就过去 沈一三回道 随后结束了通话 天海事武术协会 坐落在靠近天海事中心的 一座商务写字楼内 沈一三如约而至 进了大门 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紧身衣裤的 精壮男子 正在前方等着自己 正是唐薛宇 他的身边 还有两个 和他年纪差不多的男生 一看 也是经常健身锻炼的 沈一三吧 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唐薛宇开口道 找个地方开始吧 沈一三一脸轻松地说道 唐薛宇带着他 来到了武术协会的 一间空旷练武厅 此刻的武术协会里面 隐约能看到不少人 正在搏击训练 这不是唐家的少爷吗 他今天怎么也过来了 他已经连续三年 拿了市里武术比赛的冠军了 周围的窃窃思雨声 并没有影响到唐薛宇和沈一三 四人进了练武厅内 将门关上 但周围一道落地的玻璃 强能清晰地照射出 他们的身形和里面的状况 见唐薛宇似乎是准备 和另外一个少年比试 周围的人都逐渐过来观战 还需要准备什么吗 唐薛宇活动了下筋骨 一脸战意地看着沈一三 开始吧 随后 唐薛宇快步朝着沈一三出手 沈一三见状 直接挥手和唐薛宇硬碰了上去 当然沈一三已经收了大部分力量 碰 一声碰撞之声响起 二人像是势均力敌 僵持在原地 唐薛宇迅速抽身 调整姿态朝着沈一三一顿猛攻 他完全用出了120%的力量 不敢大意 沈一三见招拆招 一阵拳拳倒肉的碰撞之声 不断在练舞厅中响起 交手了数十个回合后 唐薛宇面色沉重 身上流淌出不少汗水并喘着粗气 沈一三也是微微喘气 似乎也有了很大的消耗 当然 沈一三都是装出来的 答应过陈木晴击败他就行了 也不能让人家大庭广众之下 说了那么难看不是 唐薛宇调整了下自己的呼吸 再次朝着沈一三攻去 差不多了 沈一三心中想到 这次出手 他加重了力道 二人碰撞之时 唐薛宇感觉身前如同一座大山 朝着自己压来 他刚刚没有用全力 这是他内心此刻的想法 随后 唐薛宇重重地被轰飞出去 躺在了地上 他艰难地起身 双臂上一阵剧痛 还想继续 却怎么也抬不起手 我说了 虽然很不甘 但他只能苦涩地 宣布了自己的失败 侥幸而已 承让了 沈一三来到他身前 伸出手将唐薛宇 从地上扶了起来 唐薛宇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要不是刚才那一击 他才知道 沈一三一 只没有动用全力的话 他还真信了 要是直接上来出全力 唐薛宇估计 自己撑不了五个回合 会输得相当难看 此刻 看上去自己是膝败 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我答应的是 一定会做到 唐薛宇缓过进来以后 对沈一三道 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只要我做得到 会帮你完成 暂时还没想好 想好了再告诉你 沈一三说道 至少在武力方面 我不如你 希望母亲没有看错人 不过要是 你伤害了他 我也不会放过你 唐薛宇说道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 我自己的女朋友 宠还来不及呢 沈一三说完 往外面走去 围观的人群 立马散开了一条通道 看着沈一三离去的背影 唐薛宇一阵苦涩 不过 随后他的目光 重新坚毅了起来 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刚才那人是谁啊 真猛啊 竟然能把市里的 武术冠军给击败 看上去两人 应该一样大 真是厉害啊 沈一三也不在乎 周围人的眼光和话语 开了车便往回赶 明天是陈木琴的生日了 他得回去 准备准备了 今晚他没有在 洛瓦宁那里过夜 不过去了之后 硬生生交了一次凉彩出来 来到地下车库 掀开了那辆 尘封了好几天的保时捷 918折布 咦 什么时候 这里还多了一辆法拉利拉法 沈一三看到了 保时捷的对面 一辆黄色的超跑停着 正是 三大神车之一的 似乎车主还是个女的 沈一三通过一些细节判断道 不过他也没在意 正要启动自己的车辆离开之时 拉法的车灯亮了 沈一三看到车主过来了 也是凝神看去 他的 沈一三一阵惊恶 一道恶魔多姿的身影 缓缓走来 不正是公孙子涵吗 公孙子涵来到拉法车前 见到了正对方的保时捷 918和车内的沈一三 也是十分惊讶 沈一三摇下车窗 对公孙子涵道 学妹 你也住这里 沈学长真巧啊 没想到 放在这里那么多天的车棚布下盖着的 竟然是一辆保时捷918 更没想到车主是你 公孙子涵甜美一笑说道 马上这车库就没这辆车了 沈一三回道 哦 是吗 公孙子涵也不在意 对他来说 车辆只是个代步工具 拉法或者其他车 在他眼中没什么区别 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眼界也不一样 沈学常住哪一栋呢 公孙子涵问道 呃 六栋 沈一三回答 具体哪个房 他没有说 真巧 我也是 公孙子涵道 二人稍微聊了一会 公孙子涵便出去办事了 沈一三也将保时捷918 朝着天海市外滩那边开去 生日的吃饭地点也是巧 选择在了平安饭店 哈哈 兄弟这么早就过来了 沈一三将车停好 进了平安饭店的门口 就见一个穿着花衬衫的男子 迎了上来 来人不正是范熙哲 他的身后 今天只有范欣语 沈一三前两天 将吃饭的地点 选在了平安饭店之后 通知了范熙哲 范熙哲立马表示 这次这里的消费他包了 沈一三当然不同意 拒绝了好久 最终还是范熙哲强烈要求 听他的安排 沈一三才无奈同意 按照范熙哲的意思 那么些人 在这吃个饭住一晚 能花几个钱 都不够他出去 消费一次的 范熙哲搂着沈一三的肩头 来到了楼上的包房 请了专业的技师 给按摩放松 范哥 你这平时 天天住平安饭店了 沈一三有些好奇 哈哈 切 待天海是时候 一大半时间都住这里还不算啊 范熙哲脸上敷着面膜 忍不住吐槽自己的哥哥 我毕竟包年了的 不住也是浪费不是 范熙哲说道 主要是回家太不自在 我爸妈在家时候 老是在我耳边唠叨 他轻声在沈一三耳边道 沈一三沉默了一回 或许这就是成长带来的区别吧 范熙哲不喜欢回家 把父母的关怀当作唠叨 而他自己却没有父母陪伴 自己相依为命的妹妹和三叔 是他心中永远的港湾 夜晚 在范熙哲的安排下 沈一三在平安饭店的 豪华客房入睡 9月10日 老大 你看我穿这身怎么样 胖子问道 人母狗样 成东泽白了他一眼道 赶紧的 就你那身材 穿啥都是一副猪哥模样 向红宇说道 嘿 瞧你们说的 这不是老三给女朋友过生日 我得形象好点 不能丢了我们宿舍的脸吗 胖子嘀咕道 他们一副正装打扮的模样 不知道的以为是去参加婚礼呢 在成东泽一阵催促后 几人吃完了午饭 坐着胖子的宝马 来到了平安饭店 你们这是闹哪呀 见面沈一三吐槽道 胖子的主意 说不能在妹子面前丢了颜面 成东泽说道 得 就一起聚会吃个饭 过生日至于吗 赶紧换身衣服去 我看了都不自在 沈一三嫌弃道 就是 穿得我难受死了 像红鱼也道 于是 几人去买了一身 休闲的衣服换上 看上去比之前养眼多了 将胖子几人 带上去跟范熙哲兄妹 打了个招呼认识了下 众人合力 将包间好好装扮了一番 各种气球 分为灯 鲜花不满 让人眼花缭乱 穆青 我们也该过去了吧 席荣雪在寝室里问道 说的是下午六点的 现在还有一个多小时呢 陈穆青有些 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的穆青小姐 今天是你生日啊 你就这么不在乎的吗 而且周末这个时间 点路上堵车 你不知道吗 一旁的黄雅云说道 不就去吃个饭 认识认识吗 平常也都这样 不用急啊 陈穆青说道 我的天 吃饭地方 选的平安饭店爱 谁生日聚会 认识去那里吃饭的呀 肯定是给你庆生的呀 吴芳说道 打个毒 你男朋友 没有给你准备生日礼物 不是去给你过生日 接下来一年的宿舍卫生 我包了行不 席荣雪道 我好了好了 那就过去吧 陈穆青可不敢打这个毒 他的内心 也是非常期待的 看着他的舍友们 一人拎着一个 礼品袋的包装出门 沉默情道 不是都和你们 说了不用买这些的礼物的 再说有劲 席荣雪一句话 就说得沉默 情哑口无言 而后四人一起坐上 席荣雪的车 前往平安饭店 果然不出所料 路上堵车了 磨蹭了将近一个小时左右 才到达平安饭店 此时 饭店包间里面 都已经整理完毕 这个包间 面向外滩有名的湘江 正对着天海市的标志建筑 明珠大厦 喂 我们到了 你们在哪个包间呢 沈一三接到陈沐晴的电话 回道 你们大厅等一下 我下来接你 随后 给了胖子他们一个眼神 便下楼了 包间内的胖子几人 立马会议 忙碌了起来 至于为什么那么默契 以前都是沈一三和向洪雨 给胖子和程东泽打配合的 今天换了下而已 为首淑二 平安饭店一楼大厅 沈一三再次见到了一个 星期未见的女友 今天的陈沐晴 穿着一身淡紫色裙子 和高跟鞋三千发丝 垂在肩后 脸上一抹红玉 似乎是第一次将男朋友 带给自己的闺中好友认识 显得有些羞涩 沈一三笑着走到 沈一三身旁 张开双臂拥抱了她 沈一三在闺蜜们面前 虽然害羞 但是依旧反手拥抱了她 哎哟 这么快就撒狗粮了 喜荣雪笑着道 沈一三推开沈一三的身体 对她说道 这是我的宿舍好闺蜜 随后将他们三人 简单介绍给了沈一三认识 这是我男朋友沈一三 他挽着沈一三的手臂道 阳光 帅气 多惊 三个闺蜜每人说了 沈一三的优点 像是给陈沐晴把关 他们三人相视一笑 然后喜荣雪道 这门轻视我们同意了 学姐 别闹 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呢 陈沐晴称道 哈哈 迟早的是 喜荣雪笑道 我带你们上去吧 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沈一三对他们和善友好的说道 坐电梯来到八楼888包间 没错 依旧是上次和范熙哲 乔可吃饭的同一个包间 沈一三走到门口 咳了一声 轻轻地敲了敲门 而后间大门两侧被迅速打开 而后李花喷射在他们上方 陈沐晴站在沈一三身旁 看着眼前的景象正主了 前方一条红红的地毯 铺在地上 两边铺满了各种鲜花和鲜花拱门 墙上装饰着闪烁的氛围灯 顶部各种色彩气球漂浮 对面的墙上 还立着将近两米高的四个金色 大字生日快乐 请吧我的公主 生日快乐哦 沈一三如同绅士一般 恭身示意 生日快乐 胖子三人齐齐大声喊道 里面 范熙哲和范馨宇 刚收拾准备完餐桌和礼物 出来看到了陈沐晴 哎呀 没想到 是陈大小姐的生日 我说 怎么能让兄弟念念不忘 范熙哲看样子 和陈沐晴认识 惊讶了下 迎了上来笑道 陈姐姐 竟然是给你准备的生日啊 范馨宇走了过来 拉住陈沐晴的手往里走 生日快乐 范熙哲和范馨宇 也不忘补充道 是馨宇和哲哥呀 没想到今天能碰到你们 陈沐晴也是略微惊讶 而后欣喜地说道 看吧 我就说今天这么特殊的日子 肯定是给沐晴过生日来的 就是就是 沐晴还一直不信 喜荣雪他们 看着眼前的场景 心中早就有了准备 大家赶紧里面坐 胖子看到了陈沐晴身后跟着的 颜值不低的女子 殷勤地说道 沈一三也给陈沐晴 他们四人介绍了下 自己的好兄弟 这样大家都算是认识了 至于范熙哲他们 沈一三就觉得没必要了 没看见陈沐晴和范馨宇 正聊得火热呢 正好十人全部入座 今天陈沐晴的生日 他坐在主位 沈一三坐旁边 其余的人则是男女 混合穿插着坐 这也是范熙哲的意思 这样才有欢乐的氛围嘛 范哥 你们看来和沐晴很熟啊 沈一三问道 哈哈 兄弟 我们两家也算老朋友了 我们两家 是合作了十多年的生意伙伴了 以前小时候聚会 我们父母都会带着我们参加 一来二去就完得很好了 不过 我们和陈小姐也有快一年没见了 范熙哲给沈一三解释道 沐晴姐姐 今天你的生日 我都没想起来 真是对不起 范馨宇笑嘻嘻地说道 别说你了 我自己都没在意这事 陈沐晴道 看看别人家的男朋友 郑主都不记得的事 人家早就给安排好了 席荣雪起哄道 沈兄弟早一个星期 就计划好了 待会还要有惊喜哦 范熙哲卖了个关子 是什么惊喜 席荣雪瞬间来了兴趣 等会你们就见到了 范熙哲依旧不说 一道道饭菜上桌 众人边吃边聊 显得十分欢乐 临近六点半 他们这个包间的 落地玻璃窗帘 缓缓拉开 呈现出了湘江的美景 和夜幕下的天海 在这个地方 这个角度欣赏天海 绝对是一种视觉盛宴 沈木晴边就餐 边欣赏着外滩边上的美景 加上沈一三 无微不至地照顾 心中无比的甜蜜 六点半 忽然 正对着他们 这个包间的明珠大厦 由高清智能屏幕 组成的大厦外墙 缓缓挥聚出了几个字木晴 生日快乐 这几个字 从上至下 占据了明珠大厦 整一面大屏 不只是沈一三他们 哪怕在下方的 外滩散布的人群 还有附近的人 都能看到 随后 明珠大厦顶部 升起了一架价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 在空中排列 逐渐汇聚成 一张微笑的脸庞 虽然 只有沈木晴 简单的面庞轮廓 但熟悉 认识他的人 都能看得出来 同时 一道道烟花 腾空升起 汇聚在空中 呈现色彩缤纷的颜色 化作一块 巨大的生日蛋糕 浮现在那些 由无人机组成的面孔前 无人机对形 再度发生变化 如同少女 再对着蛋糕许愿 缓缓将面前的烟花 形成的蜡烛吹灭 这一幕幕 将下方欣赏夜景的游客 和附近的住户目光 都吸引了过来 哪家的公子那么浪漫 这是在给那个 教木晴的过生日吗 这阵仗也太豪华了吧 明珠大厦的 播放屏幕价格 可是按秒计算的 这已经持续五分钟了 还不结束 一声声羡慕极度的声音 已经形成了风暴 不断扩散开来 很多在这进行 户外直播的主播们 也蹭起了热度 进行着播报 此时 有个户外女主播 正在此处 进行户外直播 各位粉丝们 今天在外滩 能碰到这样的生日手笔 绝对不往来这一走 若是沈亿三在此处 能认出这正是上次 在川平线采访 他们的女主播泡泡龙 也是他们天海大学的 大四笑话 包间内 陈木晴看着 室外的一幕幕场景 眼角不知何时 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哎呀妈呀 太浪漫了吧 这个就是惊喜吗 木晴你也太幸福了 我也想要这样的男友啊 陈木晴的三个摄友 此刻酸溜溜地看着陈木晴 恨不得把沈亿三 给抢过来 生日快乐陈小姐 这是给你的礼物 范熙者此时 率先拿出了一件 准备好的礼物给她 里面是一只包装精巧的 女士腕表 品牌是世界名牌 百达斐力 这块腕表表盘淡蓝色 周边镶嵌着 一颗颗闪耀的心钻 身受颜值党的喜爱价值 大概有上百万了 这百达斐力的腕表 太贵重了 陈木晴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不敢接受范熙者的礼物 陈姐姐你就收下吧 你知道对我们而言 这种腕表不算什么的 范熙宇说着 手中也拿出了一件礼物 她准备的是一款特制的香水 市场上几乎没有这款 是法国皇室的特供香水 如果真要有个价格 不会低于二三十万一瓶 这香味很清淡 我很喜欢 陈木晴也不矫情了 知道今晚都是大家 精心准备给自己的惊喜 便收了下来 这是我们宿舍三人 共同准备的礼物 陈东泽将他们的东西 拿了出来给陈木晴 竟然没有想到 是一套赛车服 碳纤维的材质 轻便又安全 这是老三和我们说的 你喜欢超跑 开车的时候 总要有件合适的 专业赛车服不是 陈东泽笑着解释道 这虽然很想说 这只是自己的兴趣爱好 自己并没有超跑 但他们的心意 陈木晴还是很感动的 尤其是那天 自己和沈亿三的谈话 他将那些话 都记在了心里 似乎想到了 陈木晴的想法 范熙哲再次开口道 别急 惊喜还在后头 趁此 汐荣雪他们三人 也将礼物 塞到了陈木晴手中 几个姐妹之间 都互相了解 送的东西 虽然不是很贵重 却都是最实用 且恰到好处的 陈木晴感觉从小到大 从未像此刻的生日 那么开心幸福过 看 木晴 沈亿三指着前方的 明珠大厦说道 将近播放了 十分钟的生日快乐页面后 大屏上的字幕再次闪烁变换 你的生日礼物 准备好了吗 这个问题 在大屏上显示了半分钟左右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看 在期待着 那么倒计时 字幕再次切换 十 九 三 二 一 倒计时结束 而后 屏幕上展现出一张 巨大无比的保时捷 918图片 一辆红色保时捷 918超跑 在画面中 仿佛从远处奔驰而来的战车 由远到近 逐渐放大 仿佛听到了一阵 发动机轰鸣声和刹车声 画面定格 一辆散发着狂野讯息的 红色保时捷 918占据了整个大屏 并360度旋转 就在你的脚下 喜欢吗 大屏上最后闪现出一条文字 还有一根箭头 直指他们平安饭店的门口 陈木琴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迅速跑到他们包厢的 玻璃窗门口 朝下望去 只见平安饭店门口 一片空电 被清理了出来 正中央放着一辆红色的跑车 和刚才大屏上 那出现的保时捷918一模一样 车辆周围10米范围 已经被拉了一圈警戒线 并派了专门的保安监护 陈木琴的额头贴在了玻璃窗上 双眼缓缓地闭上 幸福地哭了 两行泪水顺着玻璃窗流了下来 而后 他转身 不顾一切地投入沈亿三怀里 亿三 这是我此生最幸福的时刻 也会是永远 陈木琴紧紧贴着沈亿三的胸膛 笑着流泪道 只要你开心就好 沈亿三闻着他的秀发 温柔地说道 我非常开心 陈木琴不断地点头 而后 在众人的目光下 他不再羞涩 主动吻上了沈亿三的唇 沈亿三回应着 二人无视了周围的酸味 两久才分开 不远处犯心语 看着这一幕 忽然想起了自己的闺蜜乔可 不禁有些担心 今晚吃撑了 席荣雪拍了拍自己的肚子道 谁不是呢 狗粮味的 陈冬泽也附和道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陈木琴好不容易平复了下心情 终于恢复了刚才那种羞懒的样子 沈亿三牵着他的手 对他说道 走吧 去领取你的生日礼物 随后牵着陈木琴往饭店楼下过去 身后众人一起跟随 饭店门外 除了保时捷车辆 警戒县内没有人外 周围已经站满了人 而且女生数量比男生还要多 今晚这场生日宴 也是让普通民众 见识到了有钱人的生活 包明珠大厦玻璃外屏半个小时 需要花费将近60万 无人机表演和烟花秀 至少也得30多万 这就将近100万了 更重要的是 生日礼物送的还是 保时捷918这三大神车之一 目前二级市场上的价格 将近1500万啊 谁家女友过生日 男朋友送保时捷918的 今晚你们就见到了 沈亿三牵着陈木琴的手 来到了楼下 范熙哲和保安打了个招呼 警戒围栏被打开了的口子 放他们一行人进去 这就是郑主吗 果然是女神级别的容颜啊 那个挽着她的是男主吧 好帅啊 谁家的富二代 又花家里的钱作秀呢 人群中各种各样 得的声音都有 有羡慕 嫉妒 嘲讽 这时 泡泡龙也看到了 沈亿三和陈木琴 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怎么会是他俩 对哦 他们好像是说 在天海市上学的 泡泡龙不由地回想起 暑假采访过他们的事 此刻再次遇到 这一对神仙眷侣般的人 内心一阵复杂 进去试试你的车吧 沈亿三给陈木琴 打开了车门 嗯嗯 陈木琴有些激动 他家里爸妈不给他买 竟然是自己的男朋友 帮自己实现了梦想 而且来得那么迅速突然 随着车辆启动 陈木琴整个人风格都变了 不过 目前这场地 暂时不适合开 他仅熟悉了下车矿就下来了 怎么样 这车满意 沈亿三笑着问道 非常满意 就是今晚 让你破费了 陈木琴感动地说道 哈哈 我还真没花几个钱 沈亿三说道 吩咐了下保安 叫来了专业的驾驶人员 将这辆车 暂时停到附近的车库 这场节目算是 差不多闭幕了 人群也逐渐地疏散开来 只不过很多主播 为了抓住这波流量 在保安将警戒带拆除的时候 朝着这对主角围了过来 如同记者一般 这位同学 方便出个镜吗 这场生日秀 会不会太过了 帅哥 能交个朋友吗 沈亿三看着这阵 胀头皮发麻 转身急忙 带着陈穆琴逃离 范熙着一个眼神 附近的保安 充当起了保镖的角色 将那些骚扰的人员 给拦了下来 喂 凭什么不让我们过去 就是 这条路又不是你们的 见接近沈亿三 获得流量的机会被挡住 那些主播都愤慨起来 沈亿三也懒得理他们 带着陈穆琴 往饭店里走去 刚才吃饭吃到一半 生日蛋糕还没分呢 许愿这种仪式感 也是必须要有的 同学 饭店门口 沈亿三见到侧边 有一道目光期待地 看着他们 一看他身形 沈亿三笑了笑 道 是刘学姐啊 随后 示意保安 不要拦他 主播泡泡龙 就是他们学校 大四的笑花流镜 又见面了二位 泡泡龙 开着直播摄像头 走到他们二人身前 笑着打招呼 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泡泡龙 不好意思地问道 陈穆琴也认出了 当初在川平县 采访他们的这个美女主播 问道 这位是你们学姐 对啊 这不是我们大四笑花流镜吗 程东泽看着那熟悉的面容 说道 你们认识 胖子问道 于是 沈亿三和他们 简单地说了下 当初采访的事情 哇擦 当初你们刚确定关系 碰到刘学姐采访 今天过生日又遇到 看来是缘分啊 胖子说道 确实是 几人都这样觉得 泡泡龙的直播间 因为沈亿三和陈穆琴的 再度出现 热度再次涨了起来 还有一些泡泡龙的老粉 看过当初那次直播 此刻在弹幕上 疯狂发言 这就是上次 那对高颜值情侣啊 没想到今天这场豪华的生日 会是他们的 主播那么有缘 赶紧抱紧大腿啊 泡泡龙看着直播间的弹幕 此起彼伏 觉得自己浪费了他们的时间 便不好意思地 对沈亿三他们道 十分感谢二位的出镜 我就先不打扰 你们的聚会了 等等学姐 沈亿三忽然叫住了泡泡龙 要不一起来吃个饭吧 多个人也热闹些 陈穆琴开口说道 二人简直是心有灵犀一般 这不用了 我也没带什么礼物 去蹭饭不好 泡泡龙拒绝道 不碍事 大家都是一个学校的 而且那么有缘 没必要那么客气 沈亿三坚持道 泡泡龙内心挣扎了一回 随后对他们道 那我把直播关了 后颜去蹭个饭了 别呀主播啊 我们想看土豪的生日 直播间一阵哀嚎 泡泡龙却没有在意 打了个招呼 便结束了直播 这次 包间里面多了一个人 不过 他们这桌足够宽敞 多个人多双筷子的事 而且 泡泡龙的颜值也在线 在这里 仅次于陈沐晴 不然也不会被评为笑话了 多个美女一起吃饭 众人都是很乐意的 祝你生日快乐 末一会 在氛围灯的闪烁下 他们唱起了生日歌 一个十二寸的三层大蛋糕 端上了餐桌 给陈沐晴戴上了纸质王冠 见他闭上双眼双手和时 随后吹灭了生日蜡烛 由寿星切分蛋糕给了大家 每个人都品尝一块以后 蛋糕还剩一大半 正当几人玩得尽兴时 陈沐晴的电话铃声响起 他看到来电之人 是他的母亲李凤燕 喂 妈 陈沐晴喊道 走到了边上安静点的地方 沐晴啊 我和你爸回来了 你现在在哪呢 需要我们去接你不 李凤燕说道 不用啊 你们回家吧 今晚我在外滩平安饭店这里 等会就和学姐他们 一起回宿舍了 陈沐晴回道 你社友也在啊 今晚怎么去那里聚会了 李凤燕问道 今今天我生日 陈沐晴轻声说道 那头沉默了会 老陈咱们女儿的生日 咱得忘记了 李凤燕和那边 陈永明说道 沐晴啊 爸妈最近忙的都忘了这事 我们现在 马上赶过去 你们还方便吗 李凤燕有些自责 赶紧问道 不用了吧 我们估计 很快就结束了 陈沐晴看了 严沈一三回道 那我们去接你 你等着啊 李凤燕和电话 那头司机说了声 便挂了电话 魏妈陈沐晴喊道 却没有了回音 刚阿姨来电话了 回到座位 沈一三笑着问道 嗯 听说我在这 他们过来了 陈沐晴道 那就等会呗 叫叔叔阿姨 一起来吃点 沈一三道 对啊 今晚不急 而且你的生日 他们肯定想过来 陪你一起的 喜荣雪也说道 好久没见叔叔阿姨了 范新宇也说道 陈沐晴有些感动 点了点头 等待着父母的到来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李凤燕表示 他们已经到了 饭店楼下 叔叔阿姨好 等陈沐晴带着他父母 走到这包间时 里面的众人 齐齐开口喊道 陈永明和李凤燕 看着眼前豪华的布置 也是惊讶了下 陈叔叔 李阿姨好久不见了 范新宇 朝着他们甜甜一笑 叔叔阿姨 范熙哲也是非常有礼貌 是小哲和新宇啊 真是没想到 我和你们爸妈前几天 刚碰面提起你们呢 李凤燕看到了他们二人 亲切地说道 是你们给沐晴办的生日 陈永明笑着问道 我们是过来蹭饭的 给沐晴办生日这种事 当然是他的男朋友 全程操办的 范熙哲帮沈一三道 哦 陈沐晴父母同时 惊讶地看着沈一三 虽说他们之前 和沈一三有过碰面 在女儿面前 也提起过几次 但这次 对他也是另眼相看了 毕竟自己都忘记了这事 却是女儿的男朋友 给惦记着 还搞得这么奢华 足以看得出 他对陈沐晴的用心 叔叔阿姨 沐晴宇说道 什么意思啊 李凤燕问道 说不定 你们晚点 刷痘音热搜 就有关于今天的生日之事了 范晴宇道 为了不掉他们二老的胃口 众人七嘴八舌地 将刚才的过程 叙述了一遍 刘靖甚至还将 刚才直播时候 拍到的视频 画面播放给他们看 了解了之后 陈沐晴父母 这次真的被震惊到了 这得花不少钱啊 李凤燕感慨道 其实也没花多少 沈一三谦虚地说道 还说没花多少 光送沐晴的这辆跑车 就价值一千多万了 还不算你那些 安排的项目 陈永明 也是深深地 看了沈一三一眼说道 这个金额 对他们来说不算多 但是对沈一三 这种身份背景的人来说 绝对是一个 难以想象的巨款 他们之前看的 沈一三资料 并没有显示出 他多么有钱 就短短几个月时间 变化那么大 不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他们也不会去问沈一三 只要他确实真心实意地 对自己的女儿好就行了 至于他的钱来源 合法不合法 要是不合法 这么大的金额 早就进去了 陈永明此刻 终于认可了沈一三 这个女儿 男朋友的身份 和初次见面时 简直是两种叛别 哎 我们一直都在 控制着沐晴这方面的需求 没想到 还是沈一三 你帮他实现了 李凤燕 有些唏嘘地说道 爸妈 我也那么大人了 有些自己的 追求爱好很正常 你们不应该束缚 应该让我过 自己想要的生活 陈沐晴健壮 趁机拉住 李凤燕的手臂说道 你这孩子啊 一三他那么宠年 以后我们继续这样 还有用吗 李凤燕笑着说道 一三啊 好好对沐晴 我们就这个女儿 李凤燕对沈一三道 看着沈一三的目光 越来越满意 认了这个女婿了 放心吧叔叔阿姨 我向你们保证 永远对他好 沈一三说道 陈沐晴见沈一三 得到了父母 真正认可 转身挽住了他的手臂 深情地凝视着沈一三 好感度100 沈一三探测到 沈沐晴的好感度 在此刻终于到达了100点 系统的提示声响起 他获得了兄弟保护伞 一年的有效期 而且在称号 致死不渝的加成下 沈沐晴这辈子 算是跟定他了 他顺便也用探测仪 看了下其他那些女生的好感度 没什么意思 单纯的好奇 李凤燕对他的好感度 有75 算是很高了 毕竟再高就不对劲了 也能看得出来 是对自己相当满意 范新宇对自己60的好感度 算是正常朋友 喜荣雪他们三人 对自己也是6070之间 看得出来 他们宿舍之间的感情 确实不错 另外刘静竟然对自己的好感度 达到了82 这就有些高了 沈一三不动声色地 看了刘静一眼 而后收回了目光 叔叔阿姨赶紧入座 尝尝今天的菜 范熙者赶忙说道 等他们二老入座之后 餐桌上再次一顿风卷残云 陈沐晴也给二老切了一块蛋糕 期间陈永明 也对陈沐晴进行了说教 让他以后开跑车小心些 巴拉巴拉说了一堆 陈沐晴也是有气无力地答应着 至于听没听进去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哦 对了 一三啊 陈永明叫道 他和李凤燕 对沈一三的称呼都改了 显得无比亲切 叔叔怎么了 沈一三问道 刚好今天你们宿舍的都在 我听沐晴上次 说你们那个占料配方 现在成立了一家 自己的公司在经营室吧 陈永明问道 是的叔叔 至于这个配方 我们没有转让出售的想法 上次沐晴应该也和你说过了 沈一三如实答道 我明白 占料的配方是最核心的部分 我们也不会强人所难 就想问问你有没有考虑融资 陈永明刚好 趁着今天人都在 打算和他们沟通下这事 反正这事也算不得什么商业机密 怎么融资 沈一三问道 你们现在只是在校大学生 这个占料配方确实很不错 但是没有一定的资本扶持推动 想要广泛地流入市场 至少需要你们好几年的打拼时间 而且公司的运作没有那么简单 需要大量的人力 物力 时间等等资源配合 我想以你们目前的状态 应该也就小范围能推广 想要扩张出去 也是有心无力吧 陈永明徐徐说道 不愧是上海打拼了多年的人物 一眼就能看出 他们公司目前的运转情况 胖子他们都很认同陈永明的话 这些天使事都要亲力亲为 而且时间明显不够用 找人来帮他们管理 又不太放心 只是在天海大学附近周边商户 市场小打小闹 真要踏足天海市乃至全国 确实需要强大的助力 叔叔 那你说的融资是什么意思 胖子问道 很简单 就是你们公司 接受我旗下公司的融资入股 投资之后 由我们公司来控股 剩下的一系列商业操作 全部由我们来安排 陈永明简单地说道 那么 你们的投资进来之后 想要持有多少比例的股份 沈亿三问道 六十陈永明说道 我知道公司是你们四个人的 你们四人 可以每人持有十的份额如何 胖子几人对视了一眼 然后看了眼沈亿三 叔叔 既然是做生意 我也就不掺杂其他情感了 实话说 你们想要投资 入股没问题 但是需要有我们的公司控股 其余运作方面的事情 还是交由你们专业的人来运营 我们只享受投资分红 沈亿三说出了他自己的想法 你要知道 商业上的事都要看中立的 现在你这战料虽然不错 但是打入市场之后 没有创新 没有新品的研发 没有更好的产品流入 是慢慢会在市场 失去竞争力的 要知道 我们华国在仿制方面 是很出色的 你的配方时间 一场总有人 能模仿出差不多的类型 到时候 市场份额下降 也会影响收益 我们肯投资入股 是看收益何风险的 若是你们的持股比例 高于50进行控股的话 对我来说是一笔不划算的生意 陈永明站在商业的角度 忠正地说道 他们这些人 听了之后 也没有觉得 他的说法 有什么错误 叔叔 我知道你的担忧 沈亿三微微一笑 随后继续说道 如果我能不定期 拿出新的配方呢 我说的不仅仅指 战料这种 甚至包括 各行各业其他方面的 效果 绝对是行业顶尖的那种 你说什么 陈永明目光 忽然凌厉地问道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次 我能不定期的 拿出一种 能够吊打市面上 同款产品的生产配方 这个不定期时间嘛 就是每年至少一款 沈亿三有些保守地说道 要知道他的系统 给出了战料配方 可是初级的配方 上面 还有中级和高级的 随便抽中 一个拿到市面上去 都是王炸 亿三 你要知道每种配方 都是一个产品的核心机密 多少公司 视若珍宝 就是因为难以获取 你这种说法 我还真有些怀疑 李凤燕也说道 要知道 世界上最大的 可口可乐公司 最核心的配方 保护堪比国家军事基地 这个配方为他们公司 创造了数万亿的收入价值 沈亿三知道他们不幸 此刻取出了一份系统中 封存已久的美白护肤品配方 阿姨 这份配方 是一种关于美白护肤的 绝对比市场上 任何美白护肤产品要好 不信你 可以试试检测下 沈亿三说道 美白护肤 不仅是李凤燕 在场的所有女孩子 都惊讶了 提起女人 她们最重视的 就是自己的容颜和皮肤 要是有一款产品 真的能有效地 起到美白护肤作用 相信不仅是她们 全世界的女人 都会因此 而疯狂购买使用 我知道你们不信 制作出来 试试效果 不就知道了 沈亿三笑着说道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么我可以考虑 你的提议 陈永明此时 也是改口了 正如他所说 在商言商 只要能够创造 长久持续的盈利 牺牲部分利益 又何妨 最怕的就是自己 辛辛苦苦扶持的产品 最后给他人做嫁衣 亿三 你这些东西 都是哪来的 陈沐青问道 这也是很多人 好奇的问题 等以后你会知道的 沈亿三神秘一笑道 既然他不肯主动说 大家也没必要追问 在场的都是朋友 有些事情深究 反而会影响 彼此间的信任和感情 如果你们控股 你们公司 想占据多少的股份 陈永明问道 这个胖子他们来定吧 我不擅长这方面 只想安安静静 躺着收钱 沈亿三 想当个甩手掌柜 真是服了你 胖子朝他比了个中指 而后 何成东则向红宇商量了下 我们公司占比60可以 胖子问陈永明道 太高了 这样吧 我们各退一步 你们控股占比55 我们投资占比45 陈永明说道 所有商业上的事情 都有我这边来运作 产生的成本和利润 按照我们实际的持股比例 来分摊 这个条件下 连范希哲都忍不住劝说 沈亿三他们同意了 陈永明已经算是 很有诚意了 胖子几人 想了想 也同意了这个提议 他们不知道的是 一座未来的世界工厂 就在这生日会上 闲聊诞生了 明天我就找人 做下商业计划书 去我名下的餐饮行业 首发推广 除了天上捞餐饮外 我还有许多连锁餐饮品牌 到时候占料 将会供给这些餐饮店 去给打出名声 陈永明说道 沈亿三几人听了 这才知道 陈永明他家世 多有钱了 明下投资公司投资的 上市餐饮企业 都有数价 还不包括其他行业的 李凤燕主要负责 是国际大牌化妆品的 华国代理 明下化妆品公司 也有好几家 陈沐晴是个名副其实 的千金大小剑 那那就麻烦叔叔了 沈亿三此时 才知道自己几人 占了大便宜了 有这么实力雄厚的公司 做背景 他们这占料占领市场 简直是指日可待 不过这一切 也来源于 对配方的足够自信 这顿饭在陈沐晴父母 加入之后 持续到九点半才结束 除了几个 开车的没喝酒外 其余人都多少喝了点 包括陈沐晴父母 毕竟今天自己的女儿生日 他们做父母的 没记起来比较愧疚 而且有司机开车 也不需要怕什么 沐晴 今晚回家 李凤燕问道 在自己几个 闺蜜的眼神下 李沐晴看了眼沈亿三 有些失落的低头回道 嗯 李凤燕看了看女儿 再看了看沈亿三 摇头笑道 女大不中流啊 回家吧 多陪陪叔叔阿姨 沈亿三劝说道 虽然今晚是很好的机会 将陈沐晴彻底拿下 但毕竟 陈永明夫妇在这 这么明目张胆的也不好 反正以后 有的是机会 那我想自己开车回去 陈沐晴说道 这一下真的是管不了你了 李凤燕道 注意安全 陈永明淡淡说道 二人先后下楼 去坐司机开来的 劳斯莱斯欢迎了 陈沐晴 挽着沈亿三的胳膊道 今晚我送你回去吧 沈亿三揉了揉他的秀法 要是今天 陈永明他们不来 说不定都直接在这住了 现在 只能无奈地说道 好啊 哈哈 你们两个急什么 范熙者也看出了二人的意图 打趣道 就是就是 别撒狗粮了 来日方长吗 看看我们这群单身狗 其余人 也一同打趣地说道 终于这场生日宴 落下了帷幕 刘静坐着胖子的车 合成东泽向红宇 一起返回了天海大学 喜荣雪 则是载着吴芳和黄雅云 至于范熙者兄妹 这里包年的 还会哪里去 陈沐晴 真正开启这辆保时捷 918的时候 内心还在颤抖 待沈亿三回校的路上 特意上了高架奔跑了一圈 亿三 今晚我很满意 谢谢你 车辆停在了天海大学门口 陈沐晴深情地看着沈亿三道 你高兴一切就值得 沈亿三温柔地回道 二人四目相对 陈沐晴主动献上了拥吻 车辆停止了 将近五分钟 没有动静 许久 陈沐晴才依依不舍地与他分开 下次吧 他说 没事 我等你 他回道 关上了车门 沈亿三看着陈沐晴 驾驶着车辆 快速奔驰离开 正在原地许久 随后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支线任务 生日惊喜完成 宿主的准备 使得这场生日 给女友陈沐晴 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陈沐晴生日 惊喜难忘程度 100 令生日时宿主 将陈沐晴好感度 提升至100点 进行附加评分计算 生日惊喜任务 综合评分 SSS 正在进行奖励计算 请宿主稍等 大约过去了一分钟 重新出现了 系统的提示音 奖励计算已完成 奖励发放 终极体制卡3 终极精神卡3 听到系统提示的声音 沈亿三证了证 体制卡 精神卡和随机技能卡 已经不算新鲜了 沈亿三并没有什么期待 但是最后 那个特殊能力 觉醒卡 还是第一次得到 虽然之前的出现的特殊任务 提到过这个奖励 但他还未完成那个任务获得 但是 从特殊任务的奖励来看 那绝对是比得上 高级奖励的特殊存在 他给自己使用了两张体制卡 和精神卡 将自己的体制和精神 提升至了104点 无力值也来到了2540 这几天 他抽空训练使用金光咒 还是有效果的 另外剩余的一张体制卡 和精神卡 他给了陈沐琴使用 陈沐琴此时正开着车 不知怎么的 突然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而且脑中一阵轻盈舒适 晃了晃脑袋 他集中起精力驾驶着超跑 却发现 比刚才更容易掌控了 沈亿三上次 还剩一张精神卡 想了想 给选在川平线的妹妹使用了 沈珊珊精神力再提高一些 他的学习成绩也会更好 睡梦中的沈珊珊 忽然做了个梦 梦到自己 好像生鲜了一般 整个人的意识 都轻飘飘地 仿佛快飞了起来 至于两个随机技能 开出了 终极医学和终极乐器演奏 两个技能医学 对他来说还好些 他此刻的医学方面 知识和治疗手法 至少达到了 国内顶尖专家级别的能力 最后 这张特殊能力觉醒卡 不知道能开启出什么 他看了看介绍 发现里面所说的 特殊能力 就像X战警里面那些人 有操控各种元素 变身 破坏等等能力 他期待地使用了这张卡片 不知道会开启出什么能力 恭喜宿主 获得特殊能力自愈 自愈 沈亿三惊呼一声 这个能力 不像其他的能力一样 是主动能力 而是一个被动能力 自愈 听名字就知道 能自动愈何受到的伤害 而且只要你一息尚存 自愈能力 就会存在 直至彻底复原 除非 有人能够 持续对沈亿三造成伤害 并且伤害程度 高于自愈的恢复程度 不然理论上来说 沈亿三是杀不死的 就如同X战警里面的 金刚狼一般 还有一种情况 无法发挥自愈的能力 那就是沈亿三被顺秒 被顺秒了自然自愈能力 就起不到作用了 这个能力 对于沈亿三来说 目前来说 无疑是最好的 因为他有金光咒修炼 而金光咒的修炼作用 于自身之时 对自身的肉体 要求很高 稍有不慎 但是有了自愈的能力 他相信 哪怕金光咒修炼时 会损伤自身 他的自愈速度 也足够快能够恢复过来 这任务转大发了 沈亿三心中暗道 为了尝试下 这自愈能力 沈亿三在学校外面 无人的路边 先试着用一把小刀 给手指画了到不深的口子 在伤口出现 血液将要流出的一瞬间 伤口竟马上自动愈合了 连一滴血都没落下 随后 他就逐渐放开 大胆地试验了起来 过程中 他全程都没有用金光咒 做任何防护 虽然有些试验做的时候 比较痛 但在强大的自愈能力下 试验的每种伤势 完全恢复时间 不会长于十秒 当然这些都是外伤试验 想要试试那伤自愈试验 还得修炼金光咒 来刺激破坏身体 为了修炼金光咒 沈亿三当然不能 往宿舍走了 转个身 就到了锦绣兰亭 他这次回来 没有通知洛婉宁 此时 洛婉宁正身着 一身丝质薄衫 趴在沙发上 哼着小曲刷视频 忽然 他感到身后 被人触碰了下 瞬间寒毛竖起 随后 一双有力的双臂 搂住了他的腰 洛婉宁呼吸都凝制了 大脑一片惊恐 我有那么可怕吗 沈亿三抱着他的身躯 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瞬间 洛婉宁的胶躯 瘫软下来 你吓死我了 洛婉宁一个 转身搂住沈亿三的脖子 看着他 鼓起的腮帮 紫气呼呼地说道 回来也不告诉我 害我差点以为 坏人来了 嘿嘿嘿 不就是坏人来了吗 沈亿三说完 一把抱起 洛婉宁朝着卧室走去 今天这样 都没有拿下陈慕晴 他血气方刚的年轻兄弟 已经充满了血液 急需发现 于是 卧室里 再次传来了 地动山摇的动静 和此起彼伏的 喘气声音声 修炼金光咒 先双修完了再说吧 星期天清晨 今天洛婉宁没有那么疲惫 似乎被沈亿三 多次训练有些成果 老公 我感觉 我最近身体各方面 都比以前强了许多 洛婉宁如同八爪鱼一般 缠在沈亿三身上说道 是吗 那我就不用担心 你的身体受不了了 沈亿三坏坏一笑 讨厌 洛婉宁风情万种地瞥了他一眼 道 是不是你做的 你猜 沈亿三也不避讳 目前沈亿三 最信任的人 就是他了 有些事 也不怕他知道 会说出去 虽然陈沐晴对自己的好感 和洛婉宁一样了 但毕竟 还没有身体上的融合 总是觉得 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我就知道 洛婉宁甜甜一笑 充满了幸福 你女朋友 肯定很幸福吧 我昨晚刷豆芸视频 看到了好多热搜 什么关于某赌豪包下明珠大厦 生日宴会 送保时节918 高颜值高质量 情侣生日会 我都羡慕死了 洛婉宁忽然笑着说道 他当然知道 昨晚沈亿三 去给陈沐晴过生日的事情 他应该很高兴 沈亿三 只能这么回答 在洛婉宁面前 有些自责 毕竟洛婉宁心甘情愿 处于暗中 但哪个女孩子 不希望自己和心爱之人 也能光明正大地出现在街头 成为别人 眼中羡慕的情侣呢 婉宁 相信我 该有的以后 我一定想办法 给你补上 沈亿三承诺道 他觉得 有系统存在 或许以后 真有办法 让自己摆脱这种窘境 毕竟系统 你想让自己成为海王 总不能老是点火 不负责灭火呀 嗯 我等着 洛婉宁坚定地说道 二人吃完午饭之后 沈亿三接到了 陈沐晴的电话 陈沐晴 昨晚感觉自己 瞬间提升了很多 想要试试自己的实力 因此迫不及待地 想让沈亿三陪 他去练练 在洛婉宁 善解人意地送别下 沈亿三驱车 前往金泰武术馆 练武房内 沈亿三正在给沈沐晴做指导 今天的陈沐晴面 对同样实力的沈亿三 已经能多撑一分钟了 这对他来说是个 巨大的进步 沈亿三也用人物属性探测 遗查看了他的属性 体质76点 精神69点 武力值126 之前的陈沐晴 算有外境初期实力的话 那么现在的他 已经有外境中期的实力了 他只要有 宗门的一些基础修炼之法 实力还能上一个台阶 你的实力 已经提升了很多了 我感觉 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了 需要系统的 修炼体系 和才能进一步提升 沈亿三看着相悍淋漓的 陈沐晴说道 系统的修炼体系 陈沐晴问道 没错 就是各大宗门 传承的一些修炼之法 不然世俗的社会之人 能有你这样外境的实力 就算顶天了 想要突破到下一个阶段 几乎不可能 沈亿三说道 随后 他便从根据向红宇 那得到的一些消息 讲述了下 关于宗门和修为境界划分的事 陈沐晴听着听着 双眸泛起金光 却只是摇了摇头道 暂时我也没和宗门 这些人打过交道 老四他的宗门 显然也不适合你 一些宗门吸收外面的人加入 都不会公布时间和条件 很大情况下 都是宗门长老级别的外出游历 路上见到好苗子 直接带回去的 不过 我会想办法的 也不一定需要 加入宗门 就能让你突破变强 沈亿三信誓旦旦地说道 就像你一样吗 陈沐晴期待地问道 沈亿三点了点头 他刚才和陈沐晴说了 自己没加入任何宗门门派 但是一身实力修为通天 肯定有自己的方式 二人在这里继续闲聊了会 便收拾好结束了今天的训练 今夜 沈亿三没有去洛婉宁那里 当然也没有和陈沐晴一起 昨晚氛围都达到那种地步了 都没有拿下 沈亿三一时 半会也不会急 毕竟刚在洛婉宁那 交了粮不久 沈亿三此时也是个君子 今夜 沈亿三出去 找了个五星级酒店入住 昨晚和洛婉宁双修了 金光皱和自愈效果的事情 都忘了 要是再去他那 会不会修炼都成问题 至于回宿舍 地方太狭小 动静也大 也不适合修炼 是不是得去买个大点的房子住了 沈亿三觉得 还是得买个大的房子 最好是独栋别墅 私人空间大 也方便以后自己用 不过 天海的房价很高 要是想买面积大的别墅 至少需要上亿 沈亿三现在身上 没有那么多钱 过些时间 应该就够了 股市里面每天 按照稳定百分比赚钱 后面增长的速度 可是很恐怖的 今夜 沈亿三修炼金光皱的时候 加大了力度 他将金光全身覆盖 大幅度刺激身体的同时 精神力也消耗飞快 直到身体内部 传来撕裂般的痛苦 精神也忍不住昏尘时候 才停止下来 不过 他身体上的疼痛 还没持续一分钟 就消失了 这自然是自愈 带来的效果 也让他对于自愈的治疗速度 和能力 有了具体的了解 一句话 对别人而言的致命伤 沈亿三都能快速恢复过来 只要他没被顺秒 他就很快会没事 唯一的缺点 就是自愈能力 也是需要消耗能量的 他体内的能量 要是消耗完了 无法为自愈提供 治疗所需能量时 那自愈效果 也会暂时失去 因为刚才极限地使用 金光皱强化身体 沈亿三觉得 刚提升到104点的体质 照这样修炼几次 不出三天 就又能提升了 要知道 他现在提升一点体质 相当于普通人提升5点 每天修炼下金光皱 就能提升之前的一点体质 绝对是骇人听闻的 凭他目前的修为 配合上这自愈的能力 他觉得自己 就算没有无敌 世上也少有对手了 带着满意的修炼成效 沈亿三疲惫地睡了过去 又是新的一周 每日礼包的几千块钱币 对他来说 已经可以无视了 这周的礼包 开出了一张技能提升卡 沈亿三想了想 将他用在了车辆 驾驶精通技能上 这个技能进阶后 成了完美车辆驾驶的技能 这还是个终极的技能 已经能完美驾驭 市面上所有车辆了 不知道高级的车辆 驾驶技能是什么样了 沈亿三退了房后 回到天海大学 路上他听到很多人都在讨论 关于前天晚上那场 天海的浪漫生日夜 男生褒贬不一 女生则大部分都是羡慕嫉妒 可惜他们不知道的是 郑主刚从他们身边路过 来到教室 胖子他们三人 已经站坐在等候着自己 他们也是慢慢习惯了 沈亿三晚上不回宿舍的事了 老三 你老丈人办事效率 也太速度了 沈亿三刚入座 胖子就凑过来跟他说道 生日聚会离去之前 沈亿三和陈永明 说明了他们公司的事情 都交由胖子和程东泽打理 他只负责提供核心配方的事 这两天陈永明公司那边 自然找上了胖子来对接 短短一天时间 那边就注资过来500万 而且将合同都拟定好了 持股比例按照约定的 我们公司55 他们公司45 占料的加工生产线也是说今天就位 让我把配方输入他们的系统程序中 实现自动化配比和调制 还有那个美白护肤品 已经按照配方做出来了几分 送去检测机构检测和进行效果测试了 估计还得一个星期出去正式效果报告 胖子简单交代了下 这两天公司方面的动作 沈亿三听完后 拍了拍胖子的肩膀说道 以后你们决定就行 不用和我汇报 我只负责提供配方和分成 剩余的事情我不管 你这甩手掌柜说起来 可真轻松 程东泽说道 沈亿三也不尴尬 反正他们几人宿舍之间 没必要那么见外 哟 各位不知道 一个星期过去了 不知道 你们虚拟股市 投资收益情况如何了 正在沈亿三 他们闲聊之时 前方传来了沐远东 那嘚瑟的声音 关你屁事 这才刚开始呢 程东泽直接开队 哼 就是提醒你们下 不然到时候 输了别不承认就行 沐远东 坐在人群中说道 管好你自己就行 程东泽懒得理会他 哼 我们几个班 上个星期 有一半的同学收益 都有十个点以上的盈利 当然其中 少不了我的建议 魏远东 有些得意地说道 他这副样子 在沈亿三他们看来 就如同小丑 无所谓 不用跟他一般见识 胖子和程东泽说道 就让他蹦跋一个学期 看到时候 被碾压的时候 还会不会有这副嘴脸 程东泽忍住了 对魏远东的想法 胖子他们几人 在沈亿三每日精准投胃下 上周随便买买 每个人的收益 都至少有将近三十个点 他们现在 也没必要去争论 一切等学期结束 上报数据 自有分销 转眼时间过去了一周 沈亿三基本上 就是三点一线的生活 空闲时间 要么修炼 要么双修 和陈沐晴 打打视频 电话聊聊天 生活好不滋润 这周他们的占料 在经过陈永明的公司运作后 上线了天海市 各大品牌 连锁餐饮店 饶食他们有所准备 短短一周时间 生产车间 差点也因为供不应求瘫痪 无奈之下 陈永明 只能增加几条生产线 增加产量 实在是这占料的回购率太高了 原本各大餐饮业 对于一般的自制调料价格 定在五元左右一份 而且按人数收费 并不限量 而这兄弟 占料因为太好吃了 定价十元一份 依旧销量不减 而且 每一份只有一百克 想要多吃 就得再花钱买 商业营销手段 陈永明他们这种资本公司玩得 明明白白的 这一周 他们的占料 仅天海市的连锁餐饮店 都卖出去至少十万份 由于原材料大批采购 实现了机械化制作 占料的生产成本 也比胖子他们之前 少了将近三十 至于机械设备 和运营方面的成本 都是前期一次性投入 后续成本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 就这一份占料 综合成本 一份五元不到 售价十元一份 净利润将近有一百 沈一三他们的公司 一个星期的收益 就来到了二十七万多 虽然那边的财务 都是每个月进行 并不是每个星期 将收益打给他们 但这也足够成东泽 他们兴奋了 以后 他时间管理大师的资金支持 更加充足了 甚至不需要问家里要钱 周六白天 和陈沐晴在武术馆训练结束 晚上八点多 沈一三前往 锦绣兰亭小区 忽然 他的眉头微皱 发现不远处的昏暗灯光下 有道男子身形 如猎豹一般注视着自己 他不动声色地 继续朝紧秀兰亭小区走去 假装没有发现 那道男子 那男子 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 始终和沈一三 保持着二十米左右的距离 沈一三 故意绕了一圈 在一处阴暗的小路拐角口 那男子 似乎觉得时机成熟了 突然就朝着沈一三出手 沈一三似乎是没有意识到危险 忽然停在了 原地一动不动 那身形 迅速靠近沈一三 想要先将他制服 右掌直接贴在沈一三后背心 他不觉得这样 就会将他打死 毕竟按照给的资料来看 他还是有些实力的 但当他击中沈一三背心 有的不是惊喜 而是惊恐 因为他发现 被自己打中的沈一三 依旧在原地一动不动 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而自己的这一掌 换作外境内境 甚至化境的舞者 都会有所反应 绝不可能像沈一三这样 一点动静都没有 你的实力很差劲啊 当那身形听见前方 传来的声音时 犹如听到了 魔鬼的一语 这不可能 那身形瞳孔收缩 似乎想到了 什么想要逃跑 却发现 不知何时 自己的手掌 已经被牢牢地锁住 你是谁 沈一三问道 同时使用了 吐针剂的效果 耿杰 他回答道 是谁派你来对付我的 沈一三 虽然心中有了猜测 但依旧问道 金贤德 耿杰简单地回道 你们两个什么关系 他是我表哥 你是哪个宗门的 天武哥 他为什么让你来找我 沈一三每次发问 耿杰都会不由自主地 如实回答 他此刻的内心 充满了惶恐与绝望 等到沈一三 了解了事情的全部之后 吐针剂的效果 也差不多到了 你 耿杰发现 自己恢复之后 想要做些什么 但瞬间 被沈一三一记手刀 给打昏迷了过去 金贤德 还以为你会失去点消停下来 看来是得想办法 对付你了 沈一三自语道 不过当务之急 还是想办法 如何处置耿杰 毕竟对方 乃宗门之人 而且算是结了仇 若是放他回去 无疑是放虎归山 他绝对能判断出 自己的大体实力 给泄露出去 自己接下来会迎来 许多麻烦 但若是不放回去 自己该如何做呢 就在此时 系统声音响起 发布选择任务 生死抉择 任务描述 宿主正在经历人生中一次 重大抉择 该如何处置对待敌人 宿主需做出选择 放生或处死 任务选择时间 12小时 任务奖励 根据宿主的抉择 进行发放 任务很简单 选择却很艰难 因为系统 只给了他两个选择 没有第三个选项 要么放耿杰一条生路 要么杀了他 这是对沈一三的一道考验 毕竟沈一三 从出生到现在 不管在学校 还是家里 都是表现良好的优异青少年 别说杀人了 就连打架斗殴 都没参与过 而此时 系统给的一个选择 是让他杀了耿杰 这是让沈一三一时间 难以接受的 他有想过 直接放弃这个任务 但是系统 这个选择任务 显示的是 无法放弃 并且任务选择 已经开始了 12个小时的倒计时 沈一三看着躺在地上 昏迷不醒的耿杰 一时间尽不知 如何是好 幸好周围没有人经过 不然以为沈一三 将耿杰怎么了 他不放都得放了 思考了会 他还是先扶起了耿杰 假装喝醉酒的朋友 将他搀扶着 抬到了自己的车里 而后 他开车在天海市 漫无目的地急迟 最后不知不觉 来到了天海边缘 靠近大海入口的 湘江边缘 路上 他思考了很多 始终难以抉择 毕竟如果真的杀了耿杰 自己该如何处理后事 警方知道了调查起来 又该如何应对 可要是放了他 以后自己的日子 绝不会好过 要知道 沐秀与林峰必摧之 他这种实力 若是没有足够的 后台背景和人脉 目前很难和这些 大型宗门碰撞 即使他单枪匹马 不拒他们 但宗门一旦发力 谁会和你单挑 动用世俗中的力量 都能玩得你怀疑人生 耿杰的武力之 有四百出头 依旧是天武宗的 内门弟子 连核心弟子都不算 可想而知 这些宗门的实力 比像红于口中说的 还要恐怖 古墓宗这种 在宗门中 算不上大型门派 和那些真正的大宗门 比有巨大的差距 而天武宗 也是这些大型宗门中 实力比较强的一个 沈一三 将车停在湘江边 坐在车上一言不发 边上的耿杰 依旧没有醒来 不知不觉到了 早上六点 迎着吹来的海风 沈一三的精神 像是被风吹拂 得到了缓解 他忽然笑了 我有系统 我怕什么 他忽然自嘲一笑 系统既然给他 这么个选择 肯定已经有了 应对的后路 至于是什么后路 那肯定是系统奖励 能带来的 而且他知道 自己以后的路 注定不会频繁 既然要走上巅峰 避免不了 发生一些 阴暗的事情 想想看那些 富可敌国的财团家族 谁家的发展史 不是一路鲜血铺就的 这世界有光明 就有黑暗 只有在光明和黑暗中 找到那平衡的节点 方能如鱼得水 扶摇直上 想通了这一点之后 沈一三无奈地道 人生总要有第一次 既然你我为敌 那么只能对不起了 说完 他下定了决心 将金光 骤汇聚于右手之上 一掌震在了 耿杰的眉心 耿杰在昏迷中 发出了最后的 轻微抽搐 便彻底贪软下来 失去了生机 宿主已做出了选择 根据选择 进行奖励发放 宿主获得 华国神祖成员身份 身份代号 雷龙 没有其他任务 那般各种道具 或技能奖励 只有一个身份 但是 沈一三相信 这个身份 绝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 他看了下系统的介绍 神祖 华国绝密级别组织 神祖成员 一共12名 没人知晓 神祖传承了多久 也没人知晓 神祖12人的具体身份 神祖12成员的位置名额 都是上代神祖成员 退下来选中的 指定继承者 神祖的每一任继承者 不仅需要上代 该位置神祖成员的认可 还需要其他 神祖成员 认可总数 至少达到8人 当然 若是觉得 有成员不能够胜任 也必须要8人以上决定 才能卸掉 其神祖成员身份 其他任何人 或者组织 都无法干预神祖 内部之事 每一任神祖成员 在自身某方面实力上 都是绝对意义上的王者 神祖虽是华国中央 官方直属组织 却没有一个 华国至尊能单独命令 只有华国至高权力位置上的 九位至尊 共同签文的任务 他们才接受 但是这种 要碰到这种情况 几年都未必会出现一次 这种任务 一旦出现 都是影响整个华国 乃至全世界的巨大风暴 至于华国 为何会允许这样一个 掌控之外的组织存在 究其原因是因为 这神祖为华国开国 提供了重要帮助 而且神祖的首要宗旨 就是不得背叛华国 不得做出有损国家利益之事 因此 神祖成员 是值得华国 九位至尊无条件信任的 由此也能看出 神祖十二成员 身份和实力 在华国的地位有多高 神祖成员的身份 只有华国权力巅峰的 九位至尊 才有资格查看 但是由于他们的特殊 隐秘性质 不能公布在众人面前 华国于是在许多年前 设置了另外两大组织 虽然也是绝密级别的组织 但和神祖比起来 还是差了一个档次 这两个组织名为 天罡和地煞 天罡成员 三十六名 由华国九位至尊任命 可直接调动 地煞成员 七十二名 由华国三十六省 各自挑选推荐 经过重重考核 获得华国至尊认可 并由中央军部 签发任命文件 华国三十六省市 每个省都配备了 一名天罡成员 与两名地煞成员 由这三个人牵头 组成了每个省之中 最为神秘的部门 疏密组 疏密组的组长为天罡担任 副组长为两名地煞 其他疏密组的成员 都是经过层层 极其严格的筛选进入的 哪怕是一些高官政要 都想将自己的后代 塞进疏密组之中 只因疏密组 拥有极高的权限 甚至在各省市 能直接调用 当地的警方与军方 高于其他部门 乃至军方 哪怕是先掌后奏 都不为过 更为重要的一点 一旦有神组成员 在当地联系疏密组 疏密组所有人 包括天罡地煞 都必须配合 也就是说 神组成员 是疏密组的上级 沈一三看着这个身份 愣了许久 实在是系统的介绍中 神组的成员 这个身份 牛逼大发了 神组成员 能命令疏密组 疏密组的权限 高于当地其他任何部门 那也就是说 自己神组成员的身份 在当地 就是至高的 获得了神组成员的身份之后 沈一三发现系统的空间中 多了三样物品 取出来之后 一个是冰丝制成的面具 能够遮挡自身 原本样貌 且贴合在皮肤上 没有任何不适感 反而很轻盈 这是每个神组成员 都有的一件 根据代号制作的面具 这即表示 自己神组成员的身份 也能隐蔽自己真实的身份 另外还有一个 青铜制式令牌 上面刻着古文雷龙二字 最后一个是一个 特制手机联络器 里面储存的号码很少 号码的名称 都是代号 其中包括 华国九位至尊的号码 其他神组成员的号码 以及36位天当的号码 可以说这些号码 在华国 就是权力之电 只是华国至尊 和神组 其他成员的号码 一般都是黑色 标志着 不可通讯状态 平时有事情 只能留言 待对方看到后 才能回复 而36位天当的号码 是绿色的 表示随时在线 神组成员 采用的是钛合金材质 极其坚硬不说 内部的系统 更是不可能被入侵 这手机必须是 身份代号经过确认的人 经过指纹 同纹和面部识别之后 才能解锁使用 不然就是一块砖 这也杜绝了 其他人捡到 或者偷到拿去使用的可能 沈亿三 将这几件物品收好之后 心情瞬间 变得无比轻松 原本自己忧愁的事情 系统 一下子就给搞定了 而且给了个 那么牛逼的身份 想到这里 他拿出手机联络器 找到了天海市的 那名天罡电话 打了出去 天海市是华国所属的 四大直下市之一 和其他省级地位相同 因此也有一位天罡 和两名地杀 就在他电话 拨打出去的那一刻 天海市一个蜿蜒的山区 这里到处静言 让人以为里面 是华国重要基地 里面有一座 近万平方的园林院落 这座园林 按照古风布置建设 除了居住的房屋以外 各种景观绿化 小桥流水应有尽有 在院落中央的一个池塘边 摆了一张棋盘桌 此刻一位 约六十多岁的老者 正和一个二十多岁女孩下棋 老人身着一身中山装 有着一张和蔼的面庞 戴着一副老花镜 手中捏一串佛珠 女孩一身洁白的长裙 一头乌黑 秀发用发际盘柱 身材容貌 绝对是人间角色 哈尔 你又输了哈哈 老人看了看棋盘 放下了手中的黑子 笑着说道 爷爷爷 我输了 这么多年 你的棋益 还是那么厉害 少女也不恼怒 放下手中白棋回道 哈哈 你这小妮子 心思都不在这上面 哪是我厉害 老者说道 忽然 她的一代中 传出了手机震动 老者神色一变 因为她知道 自己这一代的手机 不是平时使用的那只 而是那些人 能够找到自己的定向手机 她拿出了这只手机 示意眼前的少女 不要出声 喂喂喂 那边传来了一个青年的声音 老者眉眼一挑 有些没想到 不过依旧开口问道 你是 不能怪老者不知道 这号码的人身份 因为联络器里面 虽然是定向拨打的 但是每次拨打过去 都是经过转化之后的 虚拟号码 接听者每次收到的 来电号码 都是随机不一致的 后台对每次通话 都有个记录备份 因此 杜绝了里面的成员之间 经常互相沟通 从而密谋办事的情况 所以 一般不会有成员之间 通过这个联络器 经常联系 除非是碰到了什么事 是天闲 对面问道 一听对方说出了 自己代号 老者沉声道 是我 我是雷龙 沈一三那头道 什么 老者忽然神色大变 惊得一瞬间 从椅子上弹起 你说你是谁 老者颤抖着问道 雷龙啊 那边沈一三 也是有些惊恶 不知道 为什么那边 听闻自己的代号后 会有那么大反应 两头沉默了一会 老者率先开口道 终于听到了 新雷龙的消息了 他似乎有些感慨 与意外 雷龙 你找我有事吗 老者问道 那个我在天海市 确实有个事 需要帮个忙 沈一三也不拐弯抹角 直接道 他们这种级别组织里面的人 只要不做叛国行为 一般的事情 都是小事 你在天海 老者再次惊恶 不过想想也是 自己是天海市的天刚 沈组成员 在这联络自己 不是很正常 有什么事 需要帮忙吗 老者以为他遇到了 什么麻烦的事问道 杀了个人 应该说是 派来对付我的 被我反杀了 是个宗门之人 沈一三说道 老者长叙了一口气 心中暗道 还好还好 这都不算是 知道那人身份吗 老者为了保险 起见再次问道 天五阁的 一个内境弟子 叫耿杰 沈一三直接回道 老者想了想 发现没听说过 那就是一只宗门的 小拉卡米 更加放心了 老者也算是 华国至高职位之一了 仅仅赐予九大至尊 而他之前 也是宗门之人 对宗门之士 也是十分了解 入了华国官方势力之后 他也经常过去 宗门那边喝茶交流 对于一些 大宗门里面的 重要人物 或者核心弟子身份 他都有印象 耿杰这人 他都没听过 那肯定不是 天五阁重要人物 退一步讲 就算是重要人物 去对付人家 被反杀了 有什么话说 而且人家 是神祖成员 杀你怎么了 想到这里 老者重新坐下 悠然了起来 丝毫没有刚才 紧张的形态 我这也是第一次 碰到这事 想让你帮忙 处理下没问题吧 沈一三问道 当然可以 小事一桩 不过神祖成员在天海 不知道方不方便 给我一个面子 让我尽地主之意 老者试探着问道 神祖成员 各个身份神秘莫测 老者也不是刻意想知道 沈一三的身份 去做什么 只是单纯好奇 想见个面罢了 毕竟 他可是继承了 雷龙这个代号的 至于这个代号 有什么问题 就不是他能管的事了 他们这次通话 肯定有被记录 其他神祖成员 和至尊们 应该很快会知晓 方便吗 沈一三也是个刚 加入神祖的小萌星 问道 神祖雷龙肯赏脸 我就算不方便 也得方便啊 老者说完大笑了起来 那行 就今天晚上吧 沈一三说道 华海路666号 胡同口王里 走20米 一座红木大门院落 届石宫后阁下 老者笑着说道 好 我会准时道 不过这个人 该如何处理 沈一三问道 你抱下位置 将杀死之人 放在那里 然后离开就行 后续事情 你就不用管了 老者轻松地回道 好 我明白了 沈一三说道 随后便挂了电话 他下车将耿结的尸体 丢在湘江边缘的 一个空地上 便驱车离开了 至于后续 会发生什么 他也不管了 不过他相信 刚才通话的那人 会处理好的 果然 待他离开 还不到十分钟 两辆面包车 开到了他的抛尸位置 虽然沈一三整夜 没睡 但他的精神状态 依旧很好 只是昨夜 开车开得太远 光回市区 就开了两个多小时 路上他给洛婉宁 发了个信息 说 昨晚自己临时有事 就没过去了 洛婉宁也是叮嘱他 注意安全就没在意 毕竟沈一三的事情 他从不主动过问 临近晚上六点 沈一三来到了 老者所说的那个地方 刚进入红木大门 里面是一个 私房菜一般的地方 您好 严先生 已经在里面等候了 一个熟妇 穿着服务员的背心 恭敬地将沈一三 带到包间 缓缓打开了房门 沈一三见到了 客座沙发上 坐着一位精神绝朔的老者 老者身旁 还有个一袭白衣 布染烟衬的绝美女子 雷龙 老者看着沈一三进来 不确定地问道 是 您就是天闲吧 沈一三面对老者时 还是拿出了 晚辈的恭敬之态 哈哈 没想到 心愿雷龙竟然是如此年轻 我想这应该是 所有人都没想到的 老者笑道 这位是 沈一三看了下 老者身旁的绝美女孩 问道 不妨猜猜看 老者笑道 地煞成员 沈一三问道 好眼力 老者问道 不难猜 毕竟我们两个的 私下会面 能让你放心带来的 只有组织里面的了 天罡每个省市 只有一位 而且不允许随意走动 那么只有地煞成员了 沈一三说道 没错 他是我们天海市的地煞之一 代号的会 老者简介道 二位都是宗门之人 沈一三问道 他刚才用探测仪 看了下二人的数据 老者体制120点 武力制2050 是个金刚七的体修 不过数据 不是绝对的 老者的功法能力 什么他都不清楚 而眼前的这个女子 是个法修 毕竟体质不高 只有62 精神却达到了86点 这是刚达到 宗师境界的精神了 她的武力值598 这个女孩 也算得上天才了 沈一三试着 将她和公孙子涵做对比 公孙子涵走的 提法双修的路线 虽然内静后期 但是也有化境初期的战力 而这女孩 走的法修 达到了宗师境界 二人应该算旗鼓相当 孰强孰弱 真不好分 雷龙慧眼如炬 老者说道 既然大家都是组织的人 在天海市 也别那么生分了 我叫沈一三 一个大三再读学生 沈一三 直接自我介绍起来 老者没想到 眼前的神组成员 竟然会那么爽快 丝毫不在意 自己的身份 暴露之事 哈哈 雷龙既然如此敞亮 我们也没什么好隐瞒呢 我是阎伯青 这个是我好友 孙女叫方汉 阎伯青爽快地介绍道 我之前宗门 是华山派 你应该知晓 我们华国华山派 阎伯青说道 如雷贯耳 阎大师 喊我一三即可 沈一三点头道 华山派 作为华国 家喻户晓的门派 拥有着 极高的人气声望 绝对算得上 顶尖的宗门 好啊 看来一三你 也是个痛快的人 我就喜欢 你们这些年轻人 有招气肯拼搏 不过 我这个糟老头子 到年龄了 就退休找了个 清闲的职位 养养了 你要是不嫌弃 也和哈儿一样 称呼我阎爷爷就行 阎伯青温和的笑道 沈一三自然知晓 这些宗门门派 和华国高层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很多关系网 在里面盘根挫杂 宗门和官方之人身份 转换是很平常的事情 听爷爷爷说 历代的神组成员 都是亿万中 挑一的天才人物 我想见识见识可以吗 方瀚忽然开口问道 他的神色清冷 表情淡漠 仿佛一个不敬世俗的 冷艳仙女 话语中带着一丝 怀疑和不服 嗯 看来是个冰山美人 沈一三在内心判断道 你想怎么见识 沈一三问道 他探查了方瀚的好感度 竟然有68点 这个数值表示友好的态度了 刚听他的话 沈一三还以为 他对自己有意见 目前看来方瀚单纯的 就是那样的性格和皮性 也就放心了下来 得罪了 方瀚忽然出手 他并非像体修舞者 一般近身上前 而是右手 将桌前一朵鲜花一阵 那鲜花瞬间爆裂成几十块 如同锐利的刀片 朝着沈一三呼啸而来 颜柏青微笑地 看着这一幕 并没有阻止 他也想看看 能当上神祖成员的人 是何等人物 沈一三将金光皱负着 在体表进行防护 身体散发出淡淡的金光 淡不明显 叮叮叮 那些鲜花碰到了 沈一三的身体 像是金属胶织 发出了清脆响声 而后缓缓落在地上 不错的手段 沈一三赞道 方瀚地露出了一抹古怪的神色 不知道 是不是觉得 沈一三在嘲讽自己 好强劲的身体 颜柏青拍手称赞道 根据方瀚的术法 攻击程度 和沈一三的抵抗强度 他大概判断 有化尽后期的实力 却没敢 往金刚境界去想 不愧是神祖成员 比哈尔还小两岁 竟然有化尽后期的实力 颜爷爷过赞了 沈一三谦虚道 也没解释什么 你很强 能让我见识下 你的攻击手段吗 方瀚说道 哈尔 你是修炼精神力的 一三体修内进后期的实力 你身体扛不住的 颜柏青劝道 方瀚表情执着 没有回答 见他这样 沈一三忽然精神上 散发出一股强烈威压 将方瀚笼罩进去 方瀚感到自己的呼吸 有些凝质 还没看五个呼吸 便面色苍白 沈一三逐渐散去 精神威压 方瀚终于脱身喘气 只是此时 他看着沈一三的目光 和刚才截然不同 踪大踪 他像是看到了 什么怪物难难道 没错 方瀚自然能清晰地辨别强度 大踪 听闻方瀚这句话 颜柏青豁然起身 不可置信地看着沈一三 因为刚才沈一三的精神力 控制在 针对方瀚一人身上 颜柏青 没有直观感受到 沈一三的精神力 虽然略微惊讶 他是体法双修 但没想到 他的法修会达到大踪 体修化尽后期 法修大踪 这难道就是神祖的人 之前自己见过的神祖成员 有沈一三这么变态的存在 没有吧 颜柏青倒吸 一口凉气 看向沈一三的目光 此刻有些敬畏 毕竟按照真正的直级划分 他是沈一三的下属 之前刚见到沈一三 那么年轻 他并没有那么重视 毕竟虽然直级 差了一级 但自己的修为和身份 摆在这 沈一三那么年轻 还不值得他敬畏 但此刻他的实力 配上他的年龄 就着实有些恐怖了 真是没想到啊 颜柏青忽然朝着 沈一三抱拳 而后到 见过雷龙组长 每个神组成员 都能被天罡地煞 称呼为组长 但是有没有 那个实力 就得看你自己争取 来获得认可了 方瀚平稳下心情 整理下 自己的怡荣姿态 也随着颜柏青朝 沈一三抱拳 无关其他 这是对他的实力 和身份的认可 他们这种宗门中人 世俗的金钱权利 都不是追求的重点 自身的实力 才是唯一 有傲视一切的实力 其他的 自然会随之而来 方瀚原本 冰山美人的性格 此刻似乎有些融化 二位不必如此 沈一三赶忙抱拳回道 希望二位 将我的身份 及信息保密 这是自然 组长本就拥有 国家最高权限 保密等级 只要你不想 没有任何人 能查到你的相关资料 颜柏青说道 我的雷龙代号 获得不久 太刻意了 反而不好 将我大三之前 的简单身份 资料保持 大三开始 全部隐秘抹除 沈一三道 我明白了 颜柏青说道 还有 颜爷爷和方姑娘 春户我一三就行 我可没有那架子 不然就显得太生分了 沈一三道 此时 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颜老 可以上菜了吗 门外传来问询之声 哈哈 当然 颜柏青说道 来 一三这里上座 颜柏青此刻 将他恭迎到主座 尽管沈一三万般推托 依旧拒绝不了 颜柏青和方瀚的要求 无奈只能上主座 一道道精美餐品 被端了上来 冒着腾腾热气 并散发着香味 来 尝尝这家私房菜的味道如何 这可是祖传的秘方 一般不对外开放 想吃都吃不到呢 颜柏青极力推崇道 红烧排骨 清蒸鲁鱼 麻婆豆腐 一道道家 尝菜在这里 被做出了另外一种风味 难怪颜柏青 这种级别的大佬 也会经常光顾这里 并选择这里 招待自己 方瀚尽量控制自己的食欲 维持自己的人设 每一道菜都潜尝辙止 颜柏青和沈一三二人 却吃得不亦乐乎 几人都没有饮酒的事后 因此 哪怕碰杯 都是以茶代酒 约莫进行到一半 沈一三开口道 早上那件事 麻烦二位了 颜柏青赶忙道 哪里的话 以你的身份地位 哪怕不麻烦 我们也不会有任何事情 我是第一次 沈一三说道 方瀚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问道 第一次杀人 沈一三点了点头 不应该啊 以你的年纪达到这种修为 竟然之前 还没杀过人 要知道 在宗门内 杀人斗争 是很常见的 虽然明面上 和和气气的 但一路崛起走来 哪个人身上没有过 背负几条人命 方瀚说道 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规则永远是给弱者制定的 约束不了强者 一三你要学会适应 颜柏青相 是在教导自己的后辈一样 我明白了 多谢二位 沈一三瞬间想通了很多 原本并没有适应 自己今天第一次杀人 心中始终有那么一丝阴霾 经他们这样 提醒终于释怀了 并非叫你施杀 这个社会 总有法律规则约束着我们 也需要保护普通百姓 对待滥杀无辜者 我们国家组织和宗门 也不会放过这样的人 但若是对待敌人 就不需要仁慈 不然失去的 就是自己的性命 颜柏青化作 一个慈祥的长者 对沈一三尊尊教导 对了 颜爷爷 有件事 还需要麻烦你帮忙 沈一三想起了 金贤德的事情 上午那个派来 对付我的人 是受一个叫做 金贤德指使的 他之前和我一个朋友 有过矛盾 沈一三讲述起 金贤德对洛国父 和洛婉宁 所做的那些事情 颜柏青和方瀚听闻后 都有些气愤 方瀚听到了 更是杀意浓重 曾经的他 也是因为自己的美貌 遭到过觊觎 所以他才一心求到攀登高峰 对于这种建设 其用各种卑鄙手段的人 他深恶痛绝 二人心中知晓 事件中的洛婉宁 和沈一三的关系 绝非一般 但和这件事情 并无关联 这是我来帮你 不过如你所说 他本人并没有什么 明显的违法行为 要重置他 还需要花费一些手段 和功夫 方瀚主动开口说道 沈一三一正 随后哑然一笑 他倒是忘了 眼前这个 比他大一点的女子 是地煞组织的一员 身份地位 在天海市 也先有人能比 方瀚帮自己 比炎薄青更好 你尽管按照 正常流程进行 到时候通知我去 我有办法 让他全部交代出来 沈一三道 方瀚深深地看了 沈一三一眼 倒不是怀疑他说的话 只是不知道 哈尔你明天就去 我会和天海市 那边的部门 打招呼的 严博青说道 多谢严爷爷 和方姑娘 沈一三现在 才知道身份的重要性 有些事情 让官方出面 做简直不要太轻松 叫我方瀚就行 方瀚难得 露出了笑容道 加个微信的 联系方式和电话吧 平时还是用这个方便写 沈一三道 二人自然欣喜同意 一般的神组成员 哪有那么容易结交的 不像沈一三一点 都不保持神秘性 这顿饭的氛围 到后面越来越融洽 沈一三那清静一点 没有高傲的态度 让严博青二人 倍感舒适 临近结束 严博青开口问道 一三啊 你说自己的雷龙代号 最近刚得到 但你知道 你的上任雷龙是谁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而且 历来神组成员的来历 若是他们自己 不想暴露 是绝对保密的吗 按理说 应该很少有人知道吧 沈一三问道 你说的没错 但是上代雷龙是个特殊 只因他的名气太大 在我们华国高层之中 无人不晓 他也无需刻意隐瞒 因为他的实力 在明面上 乃是当时宗门第一人 严博青尘声道 说到这里 沈一三心中 忽然咯噔一声 他的脑中 想起了一个名字 张顺天 上清宗上代老天师 之前向洪雨提过 乃是公认的宗门第一人 难道上代雷龙是他 看他的表情 严博青就知道 沈一三想到了是谁 毕竟宗门第一人的名字 而且是被公认的第一人 无论是体修 还是法修 都应该知晓 没错 就是张顺天 得到严博青的确切回复之后 沈一三的心中 顿时无数个卧槽 系统啊 这是你的杰作 先把老天师弄死了 然后 我的修为蹭蹭蹭上涨 再传我金光咒 现在连老天师的雷龙代号 都继承了 接下来 是不是让我去上清宗 做新一代天师啊 不用你觉得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老天师 正统唯一传人 我的上代雷龙 真是老天师 沈一三再次确认问道 没错 老天师的雷龙代号 还有一位代号奎牛的将军 沈祖只有这二人的身份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 是知道的 其余十人一概不知 当时 我接到你的电话 听你说 你是新任雷龙之后 非常震惊 你也知道 老天师上个月出现事了 他最后的联络器中 只传出了一个讯息 雷龙已传成 他日会相见 所以 不仅仅是我 其他沈祖成员 来自九位至尊都好奇 新一任雷龙是谁 不过没有人 会去查你的身份信息 除非你愿意公开 这是我们这组织中的明文规定 至于你联系我的通讯 已经在后来有数据了 所以接下来 你要应对的是 沈祖其他成员的考核与认可 你应该知晓 要成为被认可的雷龙 这一步必不可少 哪怕是九位至尊 都无法在这方面给你帮助 严伯卿 一字一句地对沈一三说道 看得出来 他是非常关心沈一三 言言言 你说的沈祖考核 会以考核什么为目标 若是考核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那不是为难人吗 沈一三问道 这个你不用担心 每一位沈祖成员的某项能力 都是站在世界之巅的 所以考核的东西 就是根据你自身最擅长的东西 来进行 看你能不能力压群雄 获得沈祖和这方面 其他人员的认可 严伯卿说道 沈一三陷入了沉思 不疑会他问道 如果我擅长的是武力方面呢 哦 严伯卿双目绝朔 似乎就在期待着他这么问 那么你的实力 严伯卿期待着问道 他们刚才的判断算不得数 虽然知晓沈一三的精神力法修方面 已经达到了大宗 但是体修方面 还没个明确的答案 沈一三看着严伯卿 和方瀚那期望的目光 开口说道 金刚初期 大宗初期 思严伯卿吸了一口凉气 方瀚目光瞳孔急剧收缩 沈一三才多大 21岁啊 向严伯卿追求了一辈子的境界 也才体修方面 武道境达到金刚初期 可沈一三21岁 就完成了他这个 60来岁的人了路 更重要的是 他的法修境界 也达到了大宗初期 要知道两条路 同时提升本 就耗时耗力 天赋不够者 更是终其一生 都无法同时走两条路 当初张顺天 也是法修达到了大宗后期巅峰 才去将体修之路 也走到巅峰 可这个时间饶 是他这般天纵之才 也耗费了将近60年 怪物 非人 这是二人此刻心中的想法 看来传闻老天师 走之时 和张维新说的心愿已了 应该就是你了吧 他给你啼呼灌顶 将你的修为提升上去 回归时自身修为静散 还将雷龙代号 也传给了你 严伯青自认为 已经发现了事情真相 沈亿三的情况 在所有人看来 都理性如此 张顺天或许明白 自己看不到 下个境界的风景了 所以将期望 寄托在了你的身上 现在我也很期待 你能否达到 传说中的神之境了 严伯青自顾自地说道 对传说中的神之境界 产生了一丝向往 听严伯青这么一说 他觉得 沈亿三修为事 获得老天师传承 心里好受了些 不过他又想到 一个问题 可灌顶 不是只能将修为 提升到化境 或者宗师没听说过 灌顶能打破这种极限 严伯青再次凝视着沈亿三道 那就说明 他是靠自己 在短短两个月 不到时间里 提升上去的 无论是灌顶来的境界 还是自己突破到这个境界 亦三都是毫无疑问的 天纵之才 方寒内心 再起波澜 是啊 外力终究是辅助作用 沈亿三打破了 世俗的认知 自身潜力和实力 你就以武力修为 去给神祖那些人看看 我倒是想看看 谁会不认可 你的雷龙代号 严伯青大笑一声 原本应该早就结束的饭局 几人聊到了深夜 十一点左右才结束 沈亿三也从 严伯青方汉二人那里 得到了很多 关于宗门和他们 华国一些组织势力的事情 他的见识面 也大大扩展 将这边天海的麻烦解决之后 是时候抽空回趟川 平江冯天龙他们家的事情 解决了 沈亿三心中暗道 原本他觉得 这个特殊任务 完成过程会比较崎岖 毕竟要求 扳倒冯天龙一家 而平天龙的父亲冯远山 在当地势力 盘根挫杂 之前的事情 因为陈沐琴的关系 冯远山不得不低头 仅凭沈亿三自身的人脉和力量 想去撬动冯远山的根 也非常艰难 不过 今时不同往日了 现在沈亿三有好多种方法 对付他们 哪怕杀了他们一家 自己都不会出事 有了第一次的经历之后 沈亿三如同释放了心中的恶魔 新的一周 恭喜宿主获得体魄丹配方一份 这周开出来的一份丹药配方 这是沈亿三所没有料到的 看了介绍 这个体魄丹绝对是个好东西 因为它有真正的强健体魄 提升体质的功效 虽然服用多了 有抗药性 但是对普通人来说 比市场上那些 挂羊头卖狗肉的 保健品好了不知己许 它能缓慢提升 一个成年人35点体质 哪怕那些 宗门习武修行之人都一样 要知道 很多宗门里面体修舞者都是 要用各种药材 配合自身训练 才能缓慢提升体质 要是让他们知道 有这么一种丹药 没有任何副作用 且稳定提升35点体质 那还不得抢风 收敛的心神 沈亿三决定 先按照配方 做点出来 自己试试效果 然后再和胖子 他们商议如何投入市场 沈亿三一如既往 悄无声息地出了 骆婉宁的房间 来到了学校 进行新一周的学习课程 因为大一新生 军训刚结束 学校道路上 充满了大一 新生期待 又欢乐的效语 沈亿三在上课期间 和胖子他们 说了下新的丹药配方的事 不过 他只告诉他们这种药 能够强身健体 提升体质 并没有说 具体的提升效果 胖子和程东泽表示 他们会和陈永明那边的公司 负责人沟通这事 毕竟需要 长期服用 见效的配方 需要时间 来进行验证和试验 这些事 都得由专业的团队 和公司来运作 课程结束后 沈亿三利用空闲的时间 采购了制作体破单的材料 耗费了近三万元 毕竟体破单的成分 很多是药材 沈亿三为了保持效果 哪怕是简单的材料 都挑选质量最好的 而且 真正制作起来 他发现体破单的流程 和手续 比他想象中的复杂多 算了下 一个流程下来 就要花整整一天时间 主要是熬药时间 占了一大半 今夜 洛婉宁家中 到处充斥着各种药材的味道 简直令人难以入睡 大河茶 理由是反腐畅联 因此 在这突如其来的河茶面前 各行政部门 一位为刚下班的高层 如坐针毡 但是都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明白 现在要是轻举妄动 即使没问题 也会成问题人员 天海一座高档别墅内 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 身旁正搂着一个艳丽的淑女 赤身躺在床上 她的样貌 和惊贤得有七八分相似 此刻眉宇间 透露着一丝忧愁 怎么会突然 上面来人河茶了 她喃喃自语道 随后猛吸了一口烟 希望没事 她祈祷道 忽然 门外传来一阵 急促的敲门声 谁 她大喝一声 听着敲门声 她的内心 有种不祥的语感 见门外没人回应 她穿了件短袖 捏手捏脚地 朝房门口走去 此刻身边的女人 也睁开了眼睛 有些疑惑地问道 金局怎么了 男子比了个禁声的手势 正要到达门口 忽然门被破了 男子吓了一大跳 只见门外五名身着警服的公安 和巡检人员 注视着她 一位中年警官 走上前来 道 金友善 金合查你在职期间 贪污腐败 数额巨大 且作风不正 现在正式对你 实行强制拘留 进行审查 那个中年警官 边说 边掏出了自己的证件 随后取出了一副银手镯 还不带金友善反应 便给考上 金金局 屋内那名女子 穿着单薄的衬衣出来 看着这场面吓坏了 这是你的情妇吧 中年警官看了那女的一眼 命人带着金友善 走出了房门 金友善明白 她完了 被考上那一刻 面色煞白 走路都有些虚浮 她想不通的是 怎么会那么快 按理说 盒查需要搜集证据 且由上面批文 进行逮捕 可她收到这消息过去 还不到两个小时 就有盒查对待人 上门逮捕自己了 而且 是自己的情妇家里 难道他们是冲着自己来的 金友善瞬间想到了 这其中的关键 可是 自己有得罪过谁吗 她坐上这个位置以来 都是诚信收钱办事的 没有印象中和 哪位闹僵了 会给自己使绊子的 可是 此刻是已成定局 她只能想着怎么 把自己的罪责 捡到最轻 早晨六点 沈一三正在客厅内 修炼金光咒 体表正散发着淡淡金光 在她多天的努力下 对金光咒的控制 和运用愈发 熟练了起来 而且脆体效果 也大幅度提升 老公洛婉宁 打着哈欠 从卧室内走出 哇 老公你这是 变身超级赛亚人了 洛婉宁看到 沈一三满身金光的样子 瞬间眼眸亮起来笑道 沈一三停止了功法 对洛婉宁道 是啊 帅不帅气 洛婉宁上前 搂住了她的脖子 亲了一口道 老公是最帅的 昨晚没睡好吧 沈一三看着洛婉宁道 药材太香了 不习惯 洛婉宁如石道 抱歉 下次我会注意 找别的地方呢 沈一三道 前面的 我都已经配好了 今天只需 再熬煮十二个小时凝固就行 你给帮忙看一下 放心了老公 我会看住的 反正白天股市 也没啥大动静 我还是有时间的 洛婉宁说道 那就交给你了 我出门了 沈一三 简单整理了下 准备出门回校 注意安全 洛婉宁 也习惯了这种生活 幸福地说道 中午吃完午饭 喂 方瀚姑娘 沈一三接到了方瀚 打来的电话 金友善已经落网 正在等待 相关部门整理罪证 现在正准备 去抓捕金贤德 方瀚在那头说道 哦 这么效率 沈一三 不禁对方瀚的办事 速度大感意外 沈一三已经知晓了 金贤德的父亲 名为金友善 是天海市税务局的副局长 这才过去了一天啊 一位公职人员 就已经落网 并且罪证 都已经搜集完毕了 不愧是地煞成员 果然有能力 沈一三赞叹道 能得到组长的夸赞 真是受宠落惊 那边似乎有些窃喜 金贤德不是公职人员 无法用体制内的办法 进行拘捕 而且我们也没搜集到 他真正犯刑事责任的罪证 一些普通的民事纠纷 也无法对其造成什么影响 只能先将他传唤配合 后续还需要你过来了 方瀚说道 我明白了 沈一三回道 挂断了方瀚的电话 沈一三的也不由得开心了起来 身份带来的好处啊 他之前从没想到 自己一个要求 能让整个天海市的官场 抖三抖 昨晚的行动 按照方瀚的要求来的 核查是个幌子 真正的目标 自然是金友善 先将金贤德依靠的家庭 后台给扳倒 才能让他恐慌 不过行动 还是抓了几个 其他的行政人员 这算是意外之喜了 此刻那些还未犯事 或者有些小问题 却没被揪出来的官员 都庆幸不已 天海市松户区 善雅小区 一一栋1501市 金贤德的住所 前几天自己的表弟耿杰 和他说 已经下山来到天海市 他高兴了好一会 并将最近调查到的 沈亿三信息都发了过去 期待他能带来好消息 可是 距离现在 已经快三天时间了 却没有了耿杰的任何消息 他发信息 那电话都没有回信 就仿佛耿杰 直接消失了一般 他也想过 耿杰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 不过想想耿杰的实力 他觉得不大可能 难道是在哪个地方信号不好 临时有事离开了 没空回 金贤德正在家里夺步 神色中有一抹焦虑 此时他并不知道 自己的父亲落网 平时他和他父亲 并不是每天联系 咚咚咚 一阵规律的敲门声 金贤德也没多想 正带着一肚子火气 准备去臭骂敲门之人 没想到打开门 瞬间被两双 强有力的手臂摁住 金贤德 我们怀疑你 和一宗谋杀案有关 请配合我们回去调查 门口传来了一道女生 放开我 你们凭什么抓我 金贤德抗拒道 我们接到举报 举报说谋杀案 你是主谋者 请你回去配合调查 若你是无辜的我们 并掏出了自己的警官证件 叫做梅丽 金贤德冷静了下 冷哼了声随后道 我可是守法公民 愿意配合警方 梅丽示意将金贤德放开 请跟我们回去吧 金贤德见这形式 只能乖乖配合 不过他已经在心中 想好了各种说辞 来应对警方 正如调查的一样 虽然金贤德平时 有些不入流的行为 但是都上升不到刑事案件 其他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在他看来都不算事情 只要自己不承认 以前做过的那些违法之事 就没人能拿捏他 毕竟他都不是 直接出手之人 通过一层层马甲 将自己包裹得很好 天海市松户区警局 金贤德被带到了一间审讯室 在我的律师过来之前 我有权保持沉默 金贤德丝毫没有慌张的神色 此刻 中央视频监控台内 方瀚被众星拱月 坐在中央 看着金贤德的审讯室视视频直播 虽然众人不知道 这个年轻的绝美女子 适合来历 但就凭他们局长 都毕恭毕敬的样子 我们无法强制拘留他太久 若是拿不到实质性的证据 或他本人证词 过了时间 我们就得无罪释放 方瀚此刻 正在和电话 那头的沈亿三汇报 虽然他很想用宗门的办法 来进行审讯 但他明白 这是现代法治社会 不能按照他的意愿来 只能按照规定流程进行 我明白了 沈亿三那投挂了电话后 想了想 还是给洛婉宁拨通了电话 喂老公 洛婉宁酥脆 而又妩媚的声音响起 今天家里还有事没 沈亿三问道 该做的都做好了 现在看你熬的样子 洛婉宁说道 没事 那里不用管了 没什么问题 你现在开车 来天海大学门口接我 沈亿三说道 怎么了 要出去办事 洛婉宁觉得 沈亿三肯定有什么事 算是吧 等你到了和你说 那好 等我马上过来 洛婉宁挂了电话之后 迅速穿好了衣物 还没十分钟 就到了天海大学门口 沈亿三戴上了口罩 防止被熟悉的人认出来 转身坐进了洛婉宁的车 老公 我们去松户区警局干嘛 洛婉宁按照沈亿三给的目的地 导航途中好奇地问道 金友善已经落网 被双开了 沈亿三开口道 洛婉宁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但是一时半会想不起来 金贤德是他儿子 沈亿三再次开口 洛婉宁闻言 瞬间身体紧绷 金贤德现在在警局 我打算过去 让他交代一切 让他得到该有的结局 你说呢 沈亿三说 玩笑着看向洛婉宁道 老公洛婉宁正在开车 不敢过于激动分心 但他明白 沈亿三所做的一切 是为了自己 他相信沈亿三说 让金贤德交代一切 那就绝对能交代 在警局 一旦他亲自交代了 那么就是最强烈的证据 洛婉宁怀着激动的心 开车将近一个半小时 来到了警局 警局这样 把人扣留在 审讯室不管不顾 恐怕会有所形象吧 审讯室内 金贤德一脸淡定地坐着 被晾在这里两个小时 没有动静 他认为警局 一定是找不到自己的罪证 心安了许多 队长 金贤德说的有道理 如果还不开始审讯 到时候一旦无罪释放 这样对待他传出去之后 会有损 我们支队的名声 监控室内 几个年轻的新人警察 对梅丽低声说道 梅丽文言 走到方汉前面 刚想说话 便听到方汉的话语 有什么事情 我担着 梅丽文言 咬了咬嘴唇 无奈只能重新退回去 他们这行要求 服从命令 过来之前 就被他们局长告知 这里所有事情 必须听方汉的指挥 这时 方汉的电话响起 我到门口了 沈亿三开口道 待人接沈亿三 和洛婉宁进来之后 方汉便出了 监控室迎接 当看到洛婉宁 那绝美的娇艳面容之后 方汉也不由得多看了两眼 忍不住将 自己与对方比较了下 看到洛婉宁 搂着沈亿三 一脸爱意的模样 方汉也是明白 沈亿三为何 会对洛婉宁的事 如此上心了 组长 我直接带你 去审讯室 方汉在公众场合下 称呼沈亿三道 组长 洛婉宁 和其他警局人员 都非常疑惑 方汉的身份 已经够让他们的局长敬畏了 这个男生 还是他的组长 那是什么身份 方汉也不对众人解释 见沈亿三点头后 便带他们二人 来到了金贤德的那间审讯室 方汉 带他去监控室等我会 沈亿三道 方汉点了点头 洛婉宁也是懂事的 跟随他而去 监控室的画面 都对准了金贤德的那间 方汉直瞪瞪 看着画面 想看看沈亿三 如何让金贤德交代的 审讯室房门 被缓缓打开 金贤德 怎么也没想到 会是沈亿三进来 你怎么在这 金贤德站起来怒视道 你爹都已经落网了 你也被带来了这里 想必不好受吧 沈亿三开口道 什么 沈亿三开口 就让金贤德大惊 是不是没想到过这一天 沈亿三细血地 看着金贤德 你不是平时 都依赖你父亲的位置 作威作福 但那些 见不得人的勾当 习惯了吗 怎么你爹落网了你 就不适应了 沈亿三自顾自 坐在审查方的椅子上 你金贤德 差点暴走 准备说些什么 想到自身处在监控之下 忍住了 你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 我父亲落网了 和我有什么关系 而且我平时洁身自好 哪里有凭他的关系 作威作福 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胡乱诬陷 金贤德镇定地说道 还有 这里是警局 你怎么能够进来 还当审查官来审问我 警局的公正呢 我要投诉举报 金贤德对着摄像投袍笑道 监控室内 围观人员听闻 不禁再次骚动起来 今天的流程 本来就不符合规律 他们虽说 听指令行事 但还是担心 方梅丽忍不住 醋梅开口 我说了 有事我一人承担 我承担得起 方汉透露出 一种辟腻之事 将所有声音压了下来 周围人只觉得 监控室内气氛沉闷了很多 仿佛有无形的压力 笼罩着他们 渐渐地 各种声音都淡了下去 洛婉宁在方汉一旁 也是打量这个美貌 且如同冰山一般的女子吉野 对他和沈一三的关系 好奇起来 放心 我能出现在这里 就是符合规矩的 你投诉也没用 沈一三说道 不可能 你就是个普通的大学生 金贤德依旧不敢相信 确实 我就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不过呢 你自己做的那些事情 和我什么身份 没有关系吧 坦白说出来 不就行了 沈一三道 哈哈 我可是个奉公守法的好人 你说什么我都不知道 金贤德依旧回道 洛国父和洛婉宁的事 你不知道 哦对了 我这里 有你手下许伟良的录音 你可以听听 沈一三将那天 他和许伟良的录音对话 播放了出来 过去了五分钟 播放完毕 哈哈 你这是什么东西 想污蔑我吗 许伟良是谁 我不认识啊 而且 这录音中所说的人 确定就是我 这世上同名同姓的人 多了去了 金贤德翘起二郎腿 依旧嚣张 哎算了 不陪你完了 沈一三 看他那副嘴脸 直接用了土真剂 金贤德忽然觉得 自己脑袋一沉 把当初 你对洛国父和洛婉宁 所做的那些事 一五一十地交代出来吧 沈一三 再次问道 监控室内的那些人 则是露出了奇怪的神色 刚才这样问 人家把你给嘲讽 回去了啥都没说 难道你现在 再问一次人家 就会说了 方汉也是有先 疑惑 沈一三难道并没有什么办法 让金贤德交代 却没想到 当沈一三问出来的时候 金贤德便已经不受 他自己想法的控制了 当初 我和洛国父认识 金贤德依旧徐徐到来 包括对洛婉宁的觊觎 与他之后一系列的布局 和刚才录音笔里面 徐伟良说的大致无差 甚至细节更加详细 内容更加详尽 毕竟他才是 一手策划的当事人 当他说完全部过程后 土真剂的时间才过去了一半 不过此时 监控室里面的众人 都已经惊呆了 这是啥情况 就这样全部交代出来了 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不存在言行逼供 金贤德就像在回忆一般 平静而又详细的叙述过程 等金贤德交代完之后 沈一三再次问道 你还做了哪些违法犯罪的事情 或者指使人家去做的 也说说吧 金贤德仿佛犹豫了两秒 终于还是开口 五年前 一个少女不遂我的心思 我叫人将她给轮了 后来她疯了 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有一次皇朝 KTV里面一个陪酒小姐 不愿意陪我 我便将她给抢了 事后赔了她点钱 将事情压下去了 去年我外出爬山完 在江省看到一对情侣 那个女孩很漂亮 我动了心思 在夜里找了几个当地的地痞 将大男的弄死摔下山崖 事后给判定了个士族坠落 那女孩后来我发现 也是很风骚啊 说着说着 金贤德露出了猥琐 而又迎见的表情 和平时斯文模样 简直判若两人 沈亿三没有打断她的叙述 而是不停地发问 并询问事情的详细细节 不过很多细节 就连金贤德也没去在意 只是知道这件事 等到土真记的时效一到 金贤德像是瞬间清醒了过来 他瞬间面色大变且猙獰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是魔鬼 他看着沈亿三的面容 指着他忍不住不停颤抖 他现在想起来 徐伟良当初和他说的 沈亿三当时问什么 他就答什么 像是嘴巴完全不受自己控制 自己刚才这情况 不是和徐伟良一样吗 你说的 只不过是你自己做过的事情而已 和我有什么关系 沈亿三面色嘲讽地看着金贤德 随后起身往门口走去 剩余的事情 交由警方来调查吧 不过 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了 我和你拼了 金贤德此刻已然顾不得一切 汇聚全身力量朝沈亿三冲去 反正自己都要完了 就算是死 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见他冲过来 沈亿三只是抬手一个巴掌 精准地扇在金贤德脸上 金贤德被山中的脸半边血红 被山退几步扑通 坐倒在地上 这还是沈亿三控制了自己的力量 毕竟这是在警局 不然他能一巴掌删死金贤德 沈亿三打开门离去之后 只剩金贤德一人 面色绝望地瘫坐在地上 不是的 刚才不是我说的 我要等我的律师来 我要上诉 金贤德依旧不敢相信 是不是真的 我们自然会派人去逐一调查 你刚才说的那些事情 接下来 因你涉嫌参与谋杀案 强奸案 危害社会公共安全 我们将依法对你正式逮捕 待搜集完毕证据后 再进行认定 梅利走了进来 对金贤德说道 他也没想到 过去了短短十分钟不到 事情就这样全面反转了 金贤德交代的罪行 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多 虽然还没完全证实 但金贤德刚才说了那些犯罪事件 时间 地点等信息 要是他们警方还查不出来事情真相 那就不用吃这碗饭了 他究竟用了什么魔力 能让金贤德前后 仿佛变了一个人 催眠术 不像啊 我看他讲述的时候 意识状态很清醒 梅利心中不由地浮现出沈一三的样貌 对这个连方瀚都要恭敬的人 愈发好奇起来 组长 佩服 方瀚带着骆婉宁 从监控室出来 由衷地说道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 沈一三说道 放心 监控录像和录音都有 剩下的事情 警方一定尽快调查出结果 给你一个交代 方瀚道 哦 对了 关于骆国父的案件 你觉得还能挽回多少 沈一三看了看骆婉宁问道 虽然骆国父的行为 有金贤德操控的原因 但他本身也不是很干净 那些事情经调查 也确实存在 梅利出了审讯是 刚好碰到沈一三问这个事情 给回复道 能争取下轻判吗 沈一三问道 方瀚没有开口 若是沈一三想 他派人将骆国父释放都行 不过这样也会留下诟病 被人觉得 他假公济私 梅利也很识趣地回道 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 可以为他做二审的辩护 只要他坦白 且认罪态度良好 还是能轻判一点的 沈一三微笑地说道 感谢梅警官 今天的事 还需要麻烦你们了 这是我们的职责 梅利正色回道 好了 那我们也不影响 你们下班了 也得回家了 沈一三看了眼时间 发现已经不早了 便对众人说道 嗯 我也得回去了 方瀚同样回道 于是 在警局人员的目送下 沈一三带着骆婉宁离开了 方瀚自己也开车回家 没对 接下来 梅利 今晚加班 将那些案件迅速整理出来 明天开始 以最快的速度 进行调查走访 梅利对身后的几名警务人员说道 老公 谢谢你 回去路上 有沈一三开车 洛婉宁在一旁深情地注视着他 要不是怕出事 沈一三当即就把这个魔人的小妖精 就地正法了 咱俩还那么兼顽 要感谢的话 留到床上再说 沈一三厚着脸皮道 讨厌洛婉宁撑了下 这样看来 我爸的行器能减少了 洛婉宁不由得露出了微笑 嗯 金贤德父子已经伏法 以后他不会再有机会了 沈一三也说道 嗯 洛婉宁心中所有仅存的忧虑 在这一刻终于完全消失 老公今晚我们去酒吧喝点 洛婉宁忽然问道 你怎么有这个想法 沈一三停车问道 就是一下子轻松了 想去放松下吗 洛婉宁笑着道 酒吧可是鱼龙混杂的地方 你不怕再碰到金贤德那种色中恶鬼 沈一三打趣道 哥哥哥 这不是有老公你吗 我相信你会保护我的对不对 洛婉宁抱着他的手臂撒娇道 行 既然开心 今晚就陪你去 沈一三也不矫情 搜了下附近的酒吧 刚好 天海市最大的酒吧 离这并不算很远 开了将近三公里路程 他们二人来到了Space酒吧 这是天海市内 号称消费最高 明星帅哥靓女最钟爱的聚集地 当然 这里的富一代二代 也比其他酒吧要多得多 听说每天晚上的流水 Space酒吧都能到达千万 身上不揣着几万块钱 都不敢来这号称 天海消禁窟的地方 将车开到了Space酒吧门口 好不容易找了个车位挺好 门口的接待人员 见他们开的是奥迪A8 也没关注 这个车在这里不算好车 当然也不算差 毕竟每天光跑车 他们酒吧门口 都能见到几十辆 不是特别名贵的车 这些接待人员 不会多看你一眼 沈一三和洛婉宁的颜值 倒是令两位接待人员 多注意了会 尤其是洛婉宁 他们觉得 最近来这里的人 好像没有人能比 洛婉宁的颜值更高 出于礼貌和职责要求 二人面带微笑地朝沈一三道 欢迎光临Space酒吧 请问先生女士有预约吗 还没 刚过来 你们这有包间或者卡座吗 沈一三问道 卡座还有几个 不过有最低消费要求 其中一个接待人员回道 给我们安排个好点的卡座吧 沈一三也不问消费要求是多少 好的先生 A08卡座可以吗 不过这个卡座的最低消费要求员 这是我们这卡座位置最好的一批了 没问题 沈一三毫不犹豫地说道 在服务员的带领下 沈一三携着洛婉宁来到了A08卡座 一路上 洛婉宁不知吸引了多少男性同志的目光 只因他太美了 这位先生小姐需要点些什么 一位服务员走了过来问道 你来吧 我对这些不是很了解 沈一三对洛婉宁说道 其实我也不了解 洛婉宁接过酒水单 翻了下看看 拉菲 福特加 白兰蒂 人头马 路易十三 各式级维酒这些品牌的 这个Space酒吧里面都有 您听我同事说什么拉菲和黑桃A 要不我们点个试试 洛婉宁看了一圈下来问道 拉菲酒庄的拉菲红酒 世界上最著名的红酒之一 由法国波尔多地区的拉菲酒庄生产 口感浓郁 醇厚 带有浓郁的黑莓 黑醋粒和草味道 至于黑桃A这款香槟产自法国 由卡迪埃家族酿造 是世界上知名的奢华香槟品牌 其特点包括纯手工制作 和独特的瓶身设计 通常被视为身份和品位的象征 服务员 那就来两瓶拉菲古堡 和两瓶黑桃A 沈一三也不看价格 直接说道 先生小姐 称呼我小宋就行 古堡的单价格是 黑桃A是8800 请问确定搁来两瓶吗 小宋神色灿烂笑着问道 确定 另外小吃果盘也给来一点 沈一三点了点头 好嘞 小宋马上去给他们安排 没一会 两瓶拉菲古堡和黑桃A 就送到了他们这 先生请付下款 一共圆 其余的都是赠送的 小宋说道 沈一三和洛婉宁他从未见过 想必是刚来 第一次来这里 就能消费十万元 绝对也是个富二代 沈一三痛快递刷卡结账 并叫小宋先给打开黑桃A针马 老公 尝尝看 洛婉宁端起酒杯和沈一三相碰 少喝点 沈一三温柔地说道 嗯 开始有点桃 杏 红姜果的香味 再品是蜜茎柑橘 香橙花和奶油的香味 洛婉宁说道 沈一三倒是没多大感觉 他今晚就是陪洛婉宁来的 他开心才重要 不一会 一杯酒被洛婉宁灌下肚 他的面色微微有些红润 在酒吧的氛围灯下 看起来更加诱人 二人听着台上的DJ 不断调动气氛 播放着金属朋克风音乐 也逐渐嗨了起来 已经临近八点 正是Space酒吧 开始最热闹的时候 不论是卡座 还是散台 都几乎坐满了 就在沈一三和洛婉宁喝酒之时 一位带着眼镜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 二位 我是天海娱乐公司的执行经理黄海涛 请问二位有没有兴趣 朝着娱乐圈或者主播的方向发展下 黄海涛虽然是对沈一三二人说的 但是目光一直游离在洛婉宁身上 像是看到了极品猎物 天海娱乐 是天海市最大的一家明星网红等主播孵化基地 在国内的娱乐公司内也占有一席之地 他们公司培养了不少百万粉丝以上的网红和明星 在各大平台上都有着不错的口碑 没兴趣 而且他已经看到这个男人的目标其实是洛婉宁 就更加没有好感了 这位小兄弟 娱乐圈和直播界现在可是一个赚钱的好去处啊 二位点的酒水也不便宜 应该不差钱 但谁会嫌弃钱多呢 而且进了这个圈子 人脉和资源大把大把的啊 黄海涛劝说道 他是Space的常客了 常年喜欢来物色一些优质高颜值女生 这里经常来的有钱人富二代他基本上都熟悉 由于沈一三和洛婉宁从没见过 他觉得二人并不是那种豪门 估计也是偶尔来玩的小资家庭 若是给洛婉宁美好的前景愿望或者经济条件 说不定人家就心动了 黄海涛也见过不少美女 但是他物色的那些加入他们公司的 都没法和洛婉宁相比 自己若是能拿下洛婉宁 那不是人生一大成就 听不到我老公说没兴趣吗 洛婉宁见黄海涛那死气白赖的样子 白了一眼 他自然知晓黄海涛打什么主意 去娱乐圈直播界 想要出众少不了扶持 但人家为何要扶持你 还不是一种价值交换 洛婉宁的价值就在于他的绝美容颜 足以让男人心动 因此黄海涛打的什么主意 他也是一清二楚 这位小姐不要这么急着拒绝嘛 凭你的条件 只要肯加入我们公司 我保证你获得的资源将会是最顶级的 黄海涛也不恼怒 依旧劝说道 想当一个猎人 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 条件呢 洛婉宁喝了酒之后 似乎开始有点上头问道 黄海涛以为洛婉宁心动了 心中一喜道 这个的话小姐方便还是去我们公司戏谈比较好 那我老公呢 洛婉宁饶有兴趣地问道 黄海涛见沈一三在一旁悠然的品酒 想了想到 二位都可以 只不过详细情况 还是私下里聊比较方便 他想着洛婉宁到时候进公司了以后 找人分别谈合同和条件 自己在上面设置点陷阱 到时候找机会将他们二人经常分开 自己则带着洛婉宁投入大量资源 给沈一三少量资源 甚至边缘化 时间长了 不就一切都在自己的安排下了 到时候沈一三恼怒 也有合同的约束 相信他也不敢乱来 在娱乐圈和直播网红圈 哪怕是真正的夫妻 都有各种方法 让他们产生嫌隙隔阂 里面各种潜规则 可不是说着玩的 这是我的名片 要不我们加个联系方式 明天我来安排碰个面详谈 黄海涛想趁热打铁 再次说道 洛婉宁亲晃手中酒杯 灯光下那妩媚的样子 让人难以把持 只见他嘴角微微扬起 啊 这个我可做不了主 要问我老公 黄海涛看了下沈一三 却迎上对方冰冷的目光 那种眼神看得他身体冒出冷汗 仿佛被凶兽盯上一般 滚吧 别影响我们喝酒的兴致 沈一三无情地说道 本来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 洛婉宁来这也是想麻醉自己 让紧绷的神经得到放松 碰到这种事 是沈一三不乐意的 你 你叫我滚 黄海涛似乎没有想到 眼前的年轻人 竟然这么不给自己面子 脸色阴沉了下去 不然呢 还想让我们送你啊 洛婉宁笑了笑 说道 你们公司 那套去骗骗别人吧 我可不想被污染了 黄海涛这才明白过来 洛婉宁从始至中都没有想过 接受自己的提议 刚才一直在斗自己呢 你们 很好 黄海涛怨愤地看了他们一眼 冷哼一声也不再自讨没趣 离开了这边卡座 凡人的蚊子终于走了 洛婉宁伸了身懒腰 将他凹凸有致的身材 展现得淋漓尽致 老公 我们去上面挑会舞 洛婉宁看了看舞台上蹦迪了人 酒一上来也逐渐胆大了起来 好啊 沈亿三虽然喝了酒 但是头脑一直是清醒的 这么点酒 以他现在的精神力根本不碍事 今晚陪洛婉宁开心就是了 洛婉宁牵着沈亿三的手 吸引了许多目光 来到台上 沈亿三如同完美的绅士 搂着他的细腰 配合着洛婉宁随着音乐舞动起来 二人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虽然比较声色 但光凭颜值 就是舞台中最亮眼的存在 好些男的都不知不觉 往洛婉宁的方向靠 似乎想在无意中 触碰他的身躯 沈亿三每每发现这个状况 就会和洛婉宁的身形转换 自己迎上去 那些人见状都恨得牙痒痒的 却都不好发作 亮哥 你看上面那个妞级品啊 舞台下 几名男性包了一个卡座 其中一道目光 看到了舞台上的洛婉宁说道 哦 被称作亮哥的人 顺着目光看去 见洛婉宁在舞台中央 眼里露出了惊艳的神色 等下来了 我们过去探探底 他说道 洛婉宁和沈亿三 在舞台中央舞动了将近十分钟 洛婉宁最后还主动地吻上了沈亿三 让周围的男同胞们各种咬牙切齿 刚回到A08卡座 亮哥带着三个人走了过来 哈喽美女 认识一下 我叫高亮 带头的亮哥自称道 又来了烦人的苍蝇 洛婉宁也是无语了 今天原本应该是开心的事 怎么老是碰到这种人 呵呵 见洛婉宁不搭理自己 高亮尴尬地笑了笑 美女 我们亮哥可是很有诚意的 陪我们亮哥喝点 保证少不了你的好处 旁边的小弟说道 至于沈亿三 则是被他们无视了 沈亿三那么年轻 没有什么光鲜亮丽的装扮 除了人帅了点 以为洛婉宁看中的是他的颜值 婉宁 我们走吧 今晚的性质都被搅坏了 沈亿三道 酒吧果然还是各种人恋恋的场所 他以为来Space这种酒吧的素质会好些 没想到也是一个样 你可以走 这位小姐可得晚点走 今晚 怎么说 也得给我们个面子 喝点再说 高亮直接说道 这位小姐 去我们那卡座吧 喝两杯就可以了 高亮说完 正要去伸手拉罗婉宁 啊 忽然高亮发出了 杀猪一般的叫声 只见他伸出的右手 被沈亿三攥在手中 手腕都有些变形 仿佛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猴子 小鸟 皮蛋 你们三个丢上啊 高亮痛苦中吼道 高亮刚才这一惨叫 甚至盖过了酒吧的音乐声 瞬间将周围的目光汇聚过来 有人闹事 谁呀 叫这么惨 A08卡座那边出什么事情了 人群中不乏看热闹的 酒吧的安保 正拿着甩棍飞速走来 小子 你放开 敢对我们两个动手 还想不想在天海混了 那个叫做猴子的手下说道 果然是一群禽兽 就连称呼也是 沈亿三冷眼看着他们 手中的力度再次加大 高亮惨叫的声音 又提升了几分 听得众人头皮发麻 你小子 我爸可是长龙集团董事长 我不会放过你的 高亮嘶吼道 长龙集团可是天海市 数一数二的大企业 资产几十个亿 亮哥作为家里独子 不是你可以惹得起的 猴子再次开口 朝着沈亿三抓来 滚 沈亿三也是来了怒气 另外一只手 直接甩了一巴掌 将猴子掀翻在地 先生 酒吧里面禁止斗 请赶紧放开 这时 安保也到了 哼 是他们先找事的 沈亿三并未放开高亮 对安保人员说道 维护酒吧的秩序是我们的职责 不然请别怪我们了 几名安保人员拿出甩棍 一副严阵以待的态势 沈亿三也不退步 对高亮道 你赔礼道歉 这件事就算了 放屁 你休想 给我等着瞧 高亮此刻还在嘴硬 面色已经仗成了猪肝色 高亮另外两个小弟 拿起边上的椅子 朝着沈亿三砸去 沈亿三也是真正动物 依旧抓着高亮 同时转身干净利落的两机飞腿 将另外二人踢飞 连同椅子一块碎裂 我去 这是高手啊 这要牛逼 一脚把椅子干碎了 还将人踢飞了 围观的吃瓜群众 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先生 对不起了 那几名安保健壮只能出手 就在这时 等等 不远处传来了一道制止的声音 兄弟 你怎么在这 只见范熙哲走了过来 他身后带着三个人 其中两个沈亿三见过 是武兵和赵家明 还有个体态肥胖的男子 却是第一次见 范哥 你也在这啊 沈亿三说道 哟 高亮啊 怎么变这副得性啊 范熙哲认出了沈亿三手中之人说道 兄弟 给我个面子 先放了他吧 有我在出不了事 沈亿三点头道 既然范哥开口了 你的面子自然得给 说完 他放开了高亮 那几个安保健壮 也就不再动手 高亮忍着剧痛 看着沈亿三道 你给我等着 啪 一声清脆的耳光响起 高亮猛圈了 范少 你打我干啥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 高亮不知道 范熙哲为何打他 说起来 高亮他们家长龙集团 很多产业都依托范熙哲家庭 高亮家几十亿的市值 在范熙哲家族面前 就是小拉卡米 这是我兄弟 你说我为何打你 范熙哲冷眼看着高亮 我高亮心中顿时慌了 能和范熙哲称兄道弟 沈亿三的家庭背景 肯定比自己的要好 毕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什么样的人 在范熙哲面前也只能当小弟 沈兄弟 出什么事了那么大火气 武兵问道 他让我朋友陪他去喝酒 简单的一句话 众人就已经联想到了事情的原因 几人都明白高亮是什么样的人 自然不会对这种事感到意外 不过骆婉宁的面貌确实出众 哪怕他们也有些心动 沈兄弟 好福气啊 范熙哲走到沈亿三面前 笑着对沈亿三道 呃 范哥见笑了 沈亿三此时有些尴尬 自己上次还带着正牌女友 和范熙哲一起庆生 转眼自己带着骆婉宁 就又被撞到 哈哈 我懂 放心 范熙哲给他投去了个眼神 男人吗 不是很正常 谢了范哥 要不来一起喝点 沈亿三示意道 而后招呼武兵和赵家明过来 这位怎么称呼 沈亿三看着 另外那个胖胖的青年问道 好人啊 他自我介绍道 叫他外号好人就行 范熙哲笑道 刚好也没别的位置 那老哥今晚就蹭你的卡座了 是一几人入座之后 几人似乎遗忘了高亮的存在 范熙哲高亮见状 忍不住开口道 刚我兄弟怎么说的 就怎么做 还用我教 范熙哲冷声道 是事我不对 有眼不识泰山 这位兄弟对不起 高亮自然明白状况 警告他的同时 也有救他的意思 沈亿三说道 我可没你这样的兄弟 还有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 是他 高亮赶忙对洛婉宁道 这这位小姐 今晚是我喝多了有点伤头 不该来调戏你 说完咬了咬牙山了 自己几个大嘴巴子 凝冷冷说道 对高亮充满了厌恶 觉得他和金贤德 是同一类人 滚吧 范熙哲挥了挥手 像是在驱赶蚂蚁一般 高亮见状 连连点头哈腰 随后带着三个受伤的小弟 一瘸一拐地离开了 周围众人 见事情结束了 也都纷纷散去 毕竟这种喝酒上头 见色起义的是 在酒吧氛围下时有发生 已经不是很新鲜了 无非就是结果如何 范少 今儿有兴致过来了 此刻酒吧 一个打扮妖艳的成熟女性 穿着包囤裙走了过来 哦 萧经理啊 刚才出了这种事 怎么不见你人影 范熙哲认识 眼前的淑女说道 刚在那边陪几位客人 收到消息赶忙过来 却没想到范少在 将事情给解决了 萧经理陪笑道 算了 给我这边上 一达拉菲古宝 寄我账上 范熙哲说道 放心 马上给你安排 萧经理喜笑颜开地说道 他最喜欢和这种扩哨打交道 来这里消费根本不差钱 他们伺候好了 少不了好处 哦 这是我兄弟沈一三 以后他来了消费 都记我头上 范熙哲指了指沈一三 对萧经理道 放心范少 萧经理 深深看了眼沈一三 将他的样貌牢牢记住 不仅仅是为了 他能常来这里消费 还得让人照看着点 不然得罪了这种少爷 可没好果子吃 戴伊达拉菲古宝上棋之后 范熙哲让人 全部打开醒酒 沈一三简单地介绍了 夏洛婉宁 范熙哲带来的人 这方面肯定是有保障的 来 今夜让我们不醉不归 范熙哲豪气地举起酒杯 干杯 除了洛婉宁 几人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那种甜中带酸 和谐而又圆润的滋味 让人不禁连连赞叹 在范熙怒加入后 他这阔少的身份 似乎许多人都认得 过来骚扰的诸葛少了 装扮时尚的艳丽少女 都毛遂自剪来了不少 敢于过来的 都是对自己姿色有自信的 起码七分以上 经过打扮后 妥妥的八分往上美女 范熙哲几人 自然来者不拒 送上门的猎物 怎么能放过 无非就是酒后 如何安排的事 几个公子哥 会差那么点钱 洛婉宁 一直静静地陪在沈亦三身边 沈亦三 也是没有理会周围 那些阴阴奄奄的女人 毕竟洛婉宁 这样的极品陪伴 那些雍之俗粉 如何能入了她的眼 夜深了 将近十二点 洛婉宁终于不胜酒力 倒在沈亦三怀里 熟睡过去 只要沈亦三在身边 哪怕在酒吧里 她都能安心入睡 沈亦三带来的安全感时 再太足了 由于二人今夜都喝酒了 自然不能开车回去 沈亦三拒绝了范熙哲 接下来的活动安排 带着洛婉宁去边上的 五星级酒店住宿 这里的服务人员 对这种事也是见怪不怪了 以为沈亦三 也是酒吧中 简师带来的 这么一个极品美女 第二天 沈亦三没有去上课 这也是她大学首次矿课 没有翘课的大学生活 是不完整的 在洛婉宁的家中 昨天就熬好的体魄丹的药液 已经彻底在锅中凝固 虽然迈向不好 但药力还是一样的 沈亦三进行简单的分割包装之后 将一块体魄丸吃到了嘴里 没过一会 她就感觉身体 有种莫名的力量涌出来 凭她的体质 都能明显地感受到药效 更别说普通人了 确实是好东西 她忍不住多吃了几口 虽然后面的效果越来越轻 但是她也能感受到 短短的一会时间 她的体质就差临门一角 就能突破到105点了 沈亦三也不管浪费不浪费 再次塞了几口 等药效彻底不产生作用 才停止 此时 她的体质点也突破了105点 叫来洛婉宁 给她喂了两口之后 洛婉宁的体质来到了69点 洛婉宁感受着火热的身躯 昨晚因为喝醉 没有好好办事 此刻彻底化作了洪水 朝着沈亦三宣泄而去 体质再次提升的洛婉 名占斗力也是渐长 持续了快两个小时结束 都没有像之前那么劳累 沈亦三打电话 将这份丹药配方告诉了胖子 让她联系陈永明的公司进行生产 当然 她给的丹药是西式版本 药效不像她这般那么强 需要服侍几个周期 才会彻底失效 商业方面的运作交给专业人士去办 她相信 后面这体魄丹 肯定会迎来疯抢 接下来的几天 都在平静中度过了 再过两天 就十月一日了 这也是华国的诞辰 举国放假七天 沈亦三准备 在这个时间回趟老家 看望妹妹和三叔的同时 顺道赶紧 将冯远山一家的事情解决了 她可是 看上这个任务奖励很久了 此时觉得 已经有能力去做这事了 沐青 国庆有空陪我去穿平线吗 沈亦三在电话中问道 这次没时间了 我爸妈带我去雁斗的爷爷家里 我很久没过去 爷爷也想我了 陈沐青在那头说道 那好吧 下次吧 沈亦三道 好 下次一定陪你回老家 陈沐青承诺道 没办法 沈亦三只能准备收拾行李 买了九月最后一天的机票 这段时间 那一百万股票本 在骆婉宁的操作下 已经涨了将近二十倍 开始时候 沈亦三还让骆婉宁自己选择 每天时候 大概收益只有十个点左右 后面沈亦三专门挑选一些的天板 在最低点买入 第二天涨停卖出 一来一回 每天收益将近二十个点 到后面几天 资金量超过一千万以后 骆婉宁觉得操盘的难度 和精力大了许多 毕竟散户在股市中 只有化整为零 才能钻控子吸血 不然一大笔资金流入 会被资本方察觉 从而影响收益 骆婉宁后来 建议等过了国庆之后 让沈亦三开一家投资管理公司 自己去替他管理把控 招聘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操纵 骆婉宁之前 工作有这方面的操作和管理经验 而且他也想成为 一个在事业上能帮助沈亦三的人 不想整日待在家里当一朵鲜花 沈亦三欣然同意 这段时间以来 跟着陈永明公司 专门负责这块的经理 胖子和程东泽二人 在商业管理经营方面 有了十足的进步 月底财务报表上 兄弟占料短短大半个月时间 总计盈利六百多万 去掉各项成本费用 按照比例他们的公司 能分得350万左右 除去沈亦三 胖子三人每人70万的分成 这是他们以前都不敢想的 哪怕胖子家里很富裕 他也没想过 自己大三一个月能赚70万 程东泽更是兴奋 夜夜升哥 正计划着下个月换辆 百万级别的好车 沈亦三简直是他们的再生父母 到后来 沈亦三学校里有一点点事 胖子几人都给他办得妥妥当当的 此外 美白护肤品的第一期试验 已经出了结果 经过半个月的人体试验 发现这款美白护肤品 效果吊打市面上其他各种产品 这款美白护肤品 不仅美白效果显着 更能驱除面部粉刺黑头 甚至还能驱疤痕 当测试报告 放在李峰燕面前 他作为商业中的女强人 都忍不住震惊 他知道 光这一款产品 足以将一家不起眼的公司 做成国际品牌公司 连夜和陈永明说起此事 陈永明也沉默了许久 最后感慨自己的正确选择 沈一三他们注册的公司 经过商业白皮书发布 已经正式更名为 天翼管理公司 天翼 天翼 沈一三便是公司的天 终于 时间来到了9月30日 收拾好行李之后 沈一三让洛婉宁送他到天海机场 老公 假期注意安全 进站前 洛婉宁整理了他的衣领 温柔地嘱咐道 沈一三不是没想过 带洛婉宁回老家 但是被他拒绝了 洛婉宁想在这段时间规划下 投资公司的事情 名字也已经定了 叫做天翼投资公司 洛婉宁希望以天翼投资公司为基础 打造出一个商业帝国 将沈一三的天翼管理 和日后其他板块连接 形成一家集团公司 虽然这还是个雏形 但见识到沈一三各种神奇的能力后 洛婉宁有巨大的信心 在国庆这段时间 恰好股市也修饰 因此 洛婉宁正好有时间 整理规划下未来蓝图 有事随时打电话给我 沈一三亲吻了 下洛婉宁额头 目送着沈一三进入机场 洛婉宁心里在这一瞬有些失落 不过这情绪很快就消散 转身 他离开了机场 回家的飞机 起飞 飞机上 沈一三正在找自己的座位 刚走到座位旁 忽然旁边响起一声呼喊 是你啊 沈一三看到 叫自己的人后 笑了笑说道 眼前的女子是魏仪 好巧啊 沈同学你也回家 魏仪有些欣喜地问道 上次他们吃饭时候 得知了双方老家都是川平县的 自然亲切了许多 是啊 刚好国庆回家看看 妹妹和我说 沈一三说道 随后 他直接在魏仪身旁坐了下来 一看机票 他的座位是14D 魏仪的正是14F 两人的座位是挨着的 魏仪见状高兴不已 说道 真是太巧了 我也是回家看望我的父亲 我妈说他最近身体状况 稍微好了些 沈一三点头道 挺好的 至少我的努力还是值得的 还是要谢谢你 不过你借我的那五万 我短时间内还没法还给你 再过短时间可以吗 魏仪问道 沈一三摆了摆手回道 都说了不需要了 我又不差那么点钱 你能及时止损 就是最好的回报了 魏仪的脸微微红了下 说道 放心了 以后我会注意的 二人闲聊着 关系再次亲近了许多 沈一三查看了魏仪 对自己的好感度 93点 好家伙 这是妥妥地暗恋自己啊 沈一三感觉自己 是不是在渣男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了 对美女的抵抗力越来越低 飞机缓缓升空朝着 龙阳市飞去 沈同学 这几天方便的话 能请你吃个饭吗 我爸妈得知 你是我同学之后 一直想感谢你 魏仪问道 有些期待地看着他 有空的话可以 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沈一三说道 那行 到时候我提前联系你 魏仪有些欣喜 飞机抵达龙阳县 二人又一同坐了辆短途大巴车 回到了川平县 咚咚咚 哥 是你回来了吗 屋里传来了沈姗姗的询问 是我 沈一三在门口道 不是他不能自己开门 实在是手上提满了各种东西 回家之前 他去县里最大市场买了些补品 带给沈姗姗和沈多光 门被打开 露出了一张青涩靓丽的少女脸庞 哥 我来拿 沈姗姗知道 哥哥是个土豪了 顺手就将他手中的东西 一落全给提了进去 说呢 沈一三问道 在里屋呢 给你收拾房间呢 沈姗姗回道 果然还是自己的家里温馨啊 Sara 你回来了 沈豆光没一会出来了 带着慈祥的笑容 看着沈一三 买那么多东西干嘛 浪费 说 哥现在有钱 不差钱 沈姗姗道 知道你哥不差钱 但是咱该省 还是得省 沈豆光交道道 没事 说你先将就吃几天 明天我给你熬个药 能增强你的体质 让你的身体 快速恢复 沈豆光前段时间 受伤住院 虽说现在 已经没什么大碍 但这个年纪 去医院动了手术之后 难免会留下些后遗症 他准备熬一锅 体破单的药液 给二人服用 足够二人用的就行 多了也没用 一顿温馨 而又丰盛的晚饭过后 说 明天有空去看看房买一套吧 沈一三说道 沈豆光仔细一想 确实是的买了 两个娃都长大了 沈一三更是谈了女朋友 得有个自己的房 将来好结婚用 总不能下次 带对相来的时候 到这么一个拥挤 而又老旧的家里吧 我们一起搬进去住 沈一三补充道 那不得 你买房是给你结婚用的 书咋 能搬进去 和你们住一起 沈豆光拒绝道 书 我又没说只买一套 沈一三道 餐桌上沉默了下 珊珊也得有自己的空间不适 我的妹妹 怎么能比别人差 哥 我爱死你了 沈珊珊听闻 赶忙在沈一三脸上 亲了一口 书 咱是一家人 以后换我们来回报你了 上次我让珊珊和你说过 不用再去工作了 我现在的钱足够养你们下半辈子的 沈一三道 沈豆光眼眶湿润 心中无比的欣慰 说道 书把给你们存的钱都给取出来 买房可是一大笔花销 不用说 钱不是问题 我有 沈一三道 川平县的房价在贵能贵哪里去 普通点的一万一平都不用 好地段的也就两万不到 他账上躺着两千六百多万 够他在这买一千多平了 要是钱不够 那就再等一个月 等主线任务结束 他股市赚的钱起码过亿 哥 你现在卡上到底有多少钱 沈珊珊好奇道 卡上暂时两千六百多个吧 沈一三道 哦 两千六百多沈珊珊道 不对 你给我每次转账都十万的 两千六百多万 是啊 暂时只有这么多 再过段时间就上亿了 沈一三不在意地说道 沈珊珊和沈豆光都呆住了 他们哪里见过这么多钱 而且沈一三说过 段时间上亿 他还没大学毕业 就资产过亿了 三二钱正经吧 沈豆光颤抖地问道 放心吧 我现在天海那边 有自己的公司 而且投资了一些东西 绝对合法 沈一三给他吃了个定心丸 好好啊 我们沈家终于出去了 沈豆光老泪纵横道 若是他们家有族谱 沈一三现在 就能进去占据首页 沈珊珊一脸惊喜 为了帮沈一三 减轻点资金压力 他主动要求出去 逛街购物 沈一三欣然答应 吃完晚饭后 二人朝着 传平线最大的商场过去 这家商场也是 在文化广场 人流量特别的大 沈珊珊先拉着沈一三 去买了些衣服 要不说女孩子的一瓶好呢 沈珊珊给沈一三 挑的几套衣服 试穿都很大 也不管花多少钱 二人买了十来套衣服 寄存在储物柜 才结束 总共也就花了万把块钱 不仅他们二人的 就连沈豆光 得都有 接下来去了超市 买了许多用品和吃的 沈一三也顺道将蘸料 和体魄单的主材都买了 专门叫了辆出租车 将一大波战利品装车之后 才结束了今天的行动 哥 早点睡觉 回到家后 沈珊珊回到了自己的屋 却一夜难以入睡 10月1日 华国国庆 这一天 街上到处张灯结彩 一片欢乐祥和的氛围 沈一三他们三人 换上了新衣服 来到了川平县 最大的房产中介所 爱我家房产 欢迎光临爱我家 里面走出来一个 身着西装功夫的年轻女子 王倩倩 见到过来之人 沈一三一正说道 沈一三 王倩倩也是认出了他道 二人是高中同学 不过王倩倩心思没再学习 高考不理想 索性就没上大学 毕业后就开始工作了 你来这看房 王倩倩打量了沈一三他们 有些不敢相信 作为同学 基本上对方的家庭条件 都有所了解 沈一三他的家庭情况 在班上是出了名的垫底 他有些不相信 能在爱我家房产中介 见到沈一三 见到沈一三他们的穿着 都是一身干净整洁的品牌服饰 难道发财了 倩倩 怎么了 走出来一个西装革履的男性问道 张经理 这是我高中同学 王倩倩说道 这样啊 那你好好接待 我要出去签个合同 张经理笑着道 而后便出门了 里里面请 王倩倩将沈一三领进了门 让他们在接待区坐下 并倒了杯茶水 沈同学 今天是来看房的 王倩倩再次问道 嗯 你们这好点的房源 有没有推荐的 别墅排屋 或者大平层都可以 沈一三抿了口茶问道 哥你要买别墅 沈姗姗吃了一斤 Sara 别墅多贵啊 沈逗光也说道 他们可没想过沈一三过来开口 就是要别墅排屋这种 哪怕是大平层 也觉得奢侈 没事 同学你帮我找找看 沈一三说道 王倩倩深深地看了沈一三一眼 依旧有些不敢相信 不过为了介绍费的提成 他还是卯足干劲 去帮他搜索了 大约过去了15分钟 王倩倩抱着几张 刚打印出来的 只走了过来 现在在售的别墅 我一共找到三套 排屋两套 大平层五套 你们可以先看看 王倩倩将资料递给了沈一三 哥我看大平层吧 沈姗姗拿过去了 那五套大平层的资料 沈逗光没有去看 他文化程度也不高 还是让两个孩子 自己挑选好 龙井别院 别墅占地208平方 三层楼高 配备两个车库 清风雅院 占地185平方 带后花园及地下室 白马府 占地256平方 3.5层 临江风景 配套园林院落 自带两个车位 沈一三的过目不忘能力下 还没一分钟 便浏览完了别墅的信息 看了看排屋 都差了些档次 就没再注意了 此刻沈姗姗还在对比 大平层的五套住宅 想挑个性价比最高的 白马府 这套还不错 大概在什么价位 沈一三开口问道 王倩倩心中一震 这套白马府别墅 绝对是三套别墅中 最好的一座 无论环境 位置 还是景色 都是川平县顶级的 可以说是川平县富人的首选 这套房的主人 因为公司资金困难 又急需出手 所以 价格方面比市面上稍微低了一些 大概2.8万一瓶 王倩倩道 这么贵 沈窦光惊呼一声 他们川平县普通的房价 也就在8000左右 哪怕是核心地段 也就1万5出头 不会超过2万 叔 这是别墅 高点很正常 沈一三说道 能带我们去看看 沈一三问道 当然可以 王倩倩欣喜地说道 取了钥匙 几人坐上了爱我家的接待公车 直奔白马府 这个坐落于川平县市中心 核心地段的别墅群 逛大门修建 都用了近千万 从外面看 就能感受到里面的高端大气 在保安亭那边登记信息表示来意之后 几人来到了一个 巨大人工湖边的一座别墅 路上沈姗珊还在纠结大平层填哪个 沈一三直接给她订了最大的那个 恰好离这里也不远 步行过去 也就10分钟路程 等会看完这里 能直接过去 几人在别墅里面转了一圈 这里的装修大概有五六个年头 但是经常定期打扫 也和新的一样 买下来也无需二次装修 只需更换些硬件家具就行 沈一三还是比较满意的 更别说沈豆光和沈姗珊了 他们从没想过 这辈子能进这么好的别墅 这套多少钱 合适的话我要了 沈一三直接道 按照房主的价格 原价是716.8万 这个价格确实比市场价低了几十万 若不是房主急需资金王千千说到一半 被沈一三打断 一口价700万 我付全款 你问下房主行不行 没问题的话 今天就能打款 沈一三毫不含糊地发出了土豪气质 王倩倩心跳顿时加速 如果这单能成 他们公司的中介费能拿到21万 他的提成也有2万多 比他几个月的工资都要高了 我现在就去联系 王倩倩按捺住激动的心情 赶忙去联系房主 过去了大概10分钟 沈同学 房主同意了 王倩倩激动地说道 他说过半个小时道 我们在这里等会 没问题 沈一三他们在客厅里坐下 还没半个小时 一个大约40多岁的妇女 火急火燎地赶到 这位是新买主 他问道 李女士 这位是我同学沈一三 就是他要买 王倩倩说道 哎呀 沈小弟啊 听说你能全款买 李女士握住沈一三的手 亲切地说道 对 700万全款 沈一三点头 那好 就这么定了 李女士也不磨叽 拉着沈一三坐下 从自己的房间 拿出了珍藏已久的上好茶叶 招待他们 王经理 给办下合同 打印机我这里有 李女士急切道 王倩倩也没意见 自然是越快越好 于是 还没过去20分钟 几人便签订好了合同 期间 王倩倩也联系了 他们中介的财务 让安排收款转账相关事宜 沈一三直接拿出融藏卡 在几人紧张地等待下 刷卡 伴随小票打出 意味着这笔交易完成 王倩倩悬着的心终于尘埃落定 在扣除中介费21万后 李女士的银行卡 竞涨了679万 感谢你啊 沈小弟 这笔现金 可是给我解决了燃眉之急 李女士激动地说道 临近中午 李女士坚持要请几人吃饭 沈一三看她热情的样子 便答应了 酒足饭饱 李女士表示 她很快会清空家里的东西 他们后天就可以入住 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也得一天时间 这是自然就由爱我家房产 全程服务了 去天运小区去看看 那套大平层吧 沈一三对王倩倩道 刚完成那么大一单的王倩倩 此刻看着沈一三 就是看着财主 无比的殷勤 很快 一行人来到了 白马府不远的天运小区 这里也是市中心地段 算是最好的商品住宅楼之一了 而且这里是新房 产权还在开发商手中 更容易办理 二状十层 在物业人员的带领下 电梯直达来到了 这简状的毛坯房 整层面积198平方 对沈一三他们 住了那么多年 七十几平的屋子来说 空间简直太宽敞了 珊珊 这套满意吗 沈一三问道 嗯 沈珊珊如同小鸡卓米一般点头 那就这套吧 沈一三也不含糊 再定了一套 这套总价谈下来三百五十万 在他们这县城 绝对也算豪宅了 叫来物业经理 三方一同办理了手续之后 这套房也被沈一三拿下 至于这套房的房主 则是登记了沈珊珊的名字 今天王倩倩可以说是 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两套房下来 个人提成有三万出头了 光靠他的基本工资 起码得大半年才能赚得到 买完房办完手续 已经是下午四点左右 沈一三他们从房产中介出来 准备回家 沈同学 王倩倩出来喊道 五号高中的同学聚会 你去参加吗 他问道 同学聚会 我没收到过消息 沈一三摇头道 啊 王倩倩有些不解 这场聚会是冯天龙发起的 按理说 沈一三那么有钱 不应该没收到邀请啊 虽然他知道 冯天龙和沈一三之间 上学时间有些小的过节 但现在都长大了 成年人应该都看中利益不是吗 冯天龙没邀请你 王倩倩问道 他发起的 沈一三乐了 是的 五号晚上六点紧张饭店 已经有二十来号人说会去的 有些同学毕业后联系不到 要是能联系到都会邀请的 王倩倩道 有意思 到时候 我有空就过去 沈一三说道 他后面还有一句话没说 那就是 冯天龙会不会去 就是个问题了 告别了王倩倩 沈一三三人 在外面吃了顿大餐 才回到家里 接下来的几天 还要买新的家具 对沈姗姗的房 进行装修设计 感觉事情一下子多了起来 第二天 沈一三率先出门去了趟奥迪汽车店 买了辆A6作为代步车 主要是 这车有现货 可以直接开走 沈一三在老家 也没必要开多好的车 他不在川平线时候 等妹妹考驾照 还可以给他练练手 白天带领妹妹和三叔 去家具城挑选了不少家具 还找了一家装修公司设计装修 总共花了一百多万 虽然卡里金额 一下子缩水了一半 但沈一三 依旧无比开心 自己的努力 本来不就是为了 让妹妹和三叔过上好生活吗 晚上回到家 沈姗姗将这两天的收获 发了朋友圈 迅速引爆了她的好友圈 天贵心吗 我是 我是雷龙 沈一三在夜晚 联系了川省的天罡 目的自然是为了解决 冯远山的事 系统让她搜集 冯远山的犯罪证据 肯定是越详细越好 这种事 当然由官方出面容易 而且 区区川平线的地头蛇 在川省官方面前 还不是手拿把掐 今夜 注定是川省黑白两道不平静的一夜 就在沈一三联系完川省天罡之后 忽然她的联络器 接到了个消息 询问她是否方便 沈组的成员 还是华国至尊 沈一三想了想便回道 方便 于是 一串加密的号码 拨打了过来 雷龙 那头是一个充满雌性的男人声音 我是 你呢 沈一三问道 代号猎豹 沈组成员 那头简单地回道 找我有事情吗 沈一三觉得 沈组其他成员 忽然找自己 不会有简单的事情 你现在川省吗 猎豹问道 对 沈一三确认道 我也是 沈一三一正 没想到在川省 除了自己 还有一位沈组成员 不过也不奇怪 他们这联络器 平时都不怎么联系 一旦联系了 就会有后台数据 根据他们联系的天罡成员 很容易推测出 他们在哪个地方 除非某个沈组成员无聊 在联络器上 跨省联系天罡 但一般正常人 哪会做这种事 那头继续说道 有个事情 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 沈一三没有答应 也没有拒绝 我能问下你 继承了雷龙的代号 需要其他成员 认可哪方面的能力 猎豹似乎想听到那个答案 武力修为 沈一三说道 果然猎豹有些期待地问道 大宗修为的能解决 沈一三倒是好奇起来 对方胃口这么大 一来就是让他 对付大宗修为的人 大宗哪个阶段 初七 能对付 但不一定杀的了 沈一三如实道 他的修为 在应对大宗初七 应该绰绰有余 但击杀别人的话 他还没有那个把握 毕竟他还没真正 和大宗修为的人交过手 能修炼到这个境界的 肯定有自己的本事和底牌 那就够了 猎豹有些欣喜地说道 可我为什么要帮你 沈一三皱了皱眉头问道 虽然同为神组成员 但是二人都还不认识 上来又是问实力 又是要帮忙的 总得有个理由吧 只见对面沉默了会 说道 这可以说是个私事 也可以说是个公事 于是 对面便简单给他解释了下 川省天平市那边 但更多是他们族群内部自治 族群族长比权力 比当地县长还要高 天平市那里 从去年年底开始 就不断出现了人口失踪案 原本少量的人口失踪倒也还好 但随着时间过去 发现好几个县的人口数量 加起来少了五百多人 这就将官方惊动了 但派人去查了之后 却没有什么发现 只因为当地的族群势力太大 官方派去的人员 在那里根本没什么话语权 人家笑着脸接待你 就是不配合你办事 有时候能拖就拖 搞得官方人员都怒气冲冲 没办法 只能求出上面想办法 面对这种几百人失踪的案件 哪怕华国官方上层势力调查 都没有头绪 这就比较可怕了 终于这件事 上报到了川省天罡地霞小组这里 恰巧 这里有一位神组成员猎豹 但猎豹会不会出手管这事 天罡地霞组织都没把握 他们只是留言给猎豹 和他说明了情况 见这里出现这事 猎豹便答应调查 真正刺激猎豹的是 他的妹妹 过了两天竟然也失踪了 这下猎豹于公于私 都得全力以赴调查这件事 好在神组成员每个人 在某一方面能力 都是世界之巅的存在 猎豹的能力就是追踪锁定 各种气味痕迹被他发现后 哪怕隔着千米之外 都能精准追踪定位 这也无愧于猎豹的称号 随着猎豹的行动 调查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天平市 梁田寨 是类似于族群的一个宗门 那些失踪的人 都被带到了梁田寨 梁田寨背靠大山 专门在山里建了个关押之地 来关押这些失踪的人 这些失踪的人作用 就是为了他们的族长修炼 提供新鲜血液 从开始的每天五人份 到后来十人份 二十人份血液 当然 这些人也不是被抽干血液 而是被当作血包 隔断时间来取一次 这样形成了一个不断的循环 只是在这过程中 总有体质弱的人不断死去 这样就又需要增加新的血包 梁田寨的人 不断去外面 偏想要赚钱的人 等到了梁田县后 那自然就失去了踪迹 甚至周边几个关系好的县 都在给他们打掩护 猎豹调查到 梁田寨之所以 需要抓这么多人当作血包 是为了他们的族长贝当骨 修炼一种燃血秘书 等到猎豹调查清楚这件事情时 贝当骨已经通过燃血秘书 晋升到了大宗 虽然猎豹是神组成员 但并不是每个神组成员 都有足够战斗力的 猎豹修为不差 有些化镜后期的实力 若是偷袭 说不定能干掉贝当骨 但是梁田寨 不仅仅只有贝当骨一个修炼者 还有两个化镜高手 和一个宗师高手 猎豹没有自信 能够在干掉贝当骨之后 能安全撤离梁田寨 如果直接闯进关押的地方救人 几把号人造成的动静太大 他直面贝当骨会更危险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沈亦三刚好出现在了川上 同为神组成员 没有提出改变 那就说明他的战力定然不差 要知道上代雷龙 可是华国修炼界 公认第一的老天师张顺天 我请你出手 救我妹妹是一方面 同时也是为了国家考虑 梁田寨的修炼者 基本上都是邪门歪道 铲除他们也是替国家除害 而且一旦完成了这项任务 我直接认可你神组成员的身份 并欠你一个人情 猎豹将前因后果 几条件讲了出来 定 发布临时任务 为民除害 任务描述 摧毁梁田寨将被当骨击杀 拯救被困人员 经验奖励五百点 任务奖励体制点二十 精神点二十 治愈药剂一生 高级功法一 原本沈一三听完以后 就打算答应的 此刻有了系统发布的任务 更得去做了 作为一个五好青年且神组成员 他有责任和义务 帮助国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而不是利用自己的身份 一而再再而三地 让相关部门帮他办事 价值的交换是相互的 之前 天海市已经请颜柏青和方汉 帮自己一次了 这次又请这里的天罡地煞组 帮自己做事 要是自己不能付出点什么 上面也会对他有些微词 谢谢 等会我就联系这里的部门 让他们派紧力配合 光靠我们两个 灭掉梁田寨 拯救那些人 还是很困难的 你就负责牵制被当骨 其他交给我们 猎豹已经和上面联系过 制定好了计划 唯一欠缺的 就是有金刚或者大宗实力的强者 牵制被当骨 沈一三肯帮助 这最后 一块缺口便填上了 明天下午两点前 你能到达梁田县这边吗 猎豹问道 沈一三查了查地图 天平市紧挨着龙阳市 而梁田县和川平县中间 隔了将近200公里 开车的话 估计两个小时左右 就能到达 得到沈一三的确定回复后 猎豹再交代了 其他一些细节事项 便结束了通话 沈一三躺在床上 平复了下心情 这是要第一次 和人真正交手了吗 有些期待啊 怀着激动的心情 沈一三一夜无眠 10月3日 新的一周 今天的周礼包 竟然开到了一个 修炼的秘书 是有关于精神力 修炼的辅助性功法 名为凝神术 它能够极大程度地 进行精神力的凝食淬炼 起到加快精神力 修炼的作用 沈一三自然是十分高兴 不过今天 他暂时没空修炼 按照约定时间 驱车赶往了梁田县 下午一点半 梁田县 一座老旧的民房内 一个一米七左右 猎豹组长 一千名警卫已经武装完毕 正分散到梁田寨周边 进行掩蔽 此时 近来一位身着军装的中年男子 身旁还跟着一个 一身古装炼功夫的老人 好的 二位地霞辛苦了 男子正式猎豹 而刚进来的二人 则是川省的两名地霞 军装男子 名为李自华 代号的猛 老者名为王奇文 代号的阔 二人都是受这里的 天罡胡渊宇的指派 给予这次行动支持 那位神组成员还没到吗 王奇文问道 按照约定的时间 应该快到这了 猎豹说道 不知道这位神组成员 是何方人物 王奇文说道 等会就见识到了 李自华自有一股军人的威严 平凡不惊地说道 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了 一阵车辆刹车之声 几人透过窗户往外看去 见车上下来一个 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这 是神组成员 王奇文不可置信地问道 不知道 不过应该是 猎豹也有些惊疑不定 实在是沈一三太过年轻了 要知道 神组成员是某一方能力 站在世界之巅的 沈一三二十岁出头 哪方面的能力 能真挚世界之巅呢 沈一三像是感受到了 几人注视的目光 朝着里面走了进来 房门打开 沈一三看着眼前三人 目光率先定格在猎豹身上 猎豹 他问道 是我 猎豹几人明白了 这就是神组成员 不然不会知晓代号 我是雷龙 沈一三直接承认 真年轻啊 王岐文不禁感慨 沈一三问道 这二位是 猎豹将二人地煞成员的身份 告诉了沈一三 几人打个照面之后 便算认识了 沈一三进门时 就用属性探测 移扫了扫三人的信息 猎豹 体质98 精神85 武力值1060 李自华的猛 体质92 精神69 武力值890 王岐文的扩 体质68 精神90 武力值850 看得出来猎豹的修为 并没有比地煞成员高多少 但胜在他的天赋能力 追踪独步天下 李自华 是化尽后期实力 王岐文宗师 后期实力 他们组成的四人 便是这次行动的主要负责人 雷龙组长 你真的有对抗大宗的能力吗 王岐文问道 毕竟这关系到行动的 最重要环节 几人容不得马虎 沈一三也表示理解 瞬间 一股庞大的精神威压 笼罩了几人 王岐文 也是修炼精神力的 最能直观感受到 自己与沈一三的差距 对不起 雷龙组长 王岐文艰难地开口道 沈一三收回了这威压 对几人道 这下没问题了吧 哈哈 足够了 猎豹也是喜笑颜开 沈一三用自己的实力 证明了自己 自然也获得 他们的尊重和认可 真是一代新人 胜救人啊 李自华感慨道 沈一三那么年轻 就有这等实力 难怪能成为 雷龙称号的继承者 雷龙兄弟 接下来我介绍下 此次行动的具体计划 和作战思路 猎豹有了底气后 中气十足地说道 沈一三听完计划之后 表示自己会全力配合 几人便一同坐上了 一辆吉普越野车 朝着梁田寨那边开去 一行四人 换上了休闲装 装作来着结伴游玩的朋友 这样不会引起梁田寨 那些眼线的注意 待接近梁田寨 不足一公里距离时 将车停在了一旁的小道上 步行前往梁田寨 几位客人 来我们寨子作甚哪 刚接近梁田寨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 像是个农民 从路边农田里面 朝着几人问道 老爷爷 我们几人是做生意的 假期无事来这边 看看乡村风景 猎豹开口道 哈哈 那就是尊贵的客人啊 我们寨最好客了 那个老人 十分热情地说道 眼神深处 带着一丝阴暗 那我们进寨子里看看 还没来过这种 古风古色的寨子呢 猎豹仿佛天生的表演大师 将表情和神色眼的 入目三分 那感情好啊 我带你们去村里 我在这生活了 快七十年了 这里我说 老人将手中的农具放下 擦了擦手 走上前来 领着他们往寨里面去 沿途一道道 若有若无的目光 从四人身上 不经意地扫过 这些沈亿三 凭借强大的感知 都看在眼里 这里的人 仿佛都是修炼习武的 沈亿三扫过 外面这些务农劳作的村民 最弱的 也比普通人强 差不多有外境初期的武力值 宗门门派当真不简单啊 沈亿三内心道 馆中窥豹可见一般 饶氏良田债这种 只有一个组长 刚晋升大宗初期的人 债里将近三百多号人 都有这般实力 更别说那些 千年大宗门了 老爷爷 你们债的组长 不知在哪 可否带我们认识一下 猎豹忽然问道 老人心中一紧 面色中 透露出怀疑的神色 看着几人问道 几位找我们的组长干啥 猎豹早就准备好了理由回到 是这样的 刚我进来发现 这里的原始风格很不错 适合发展特色旅游产业 因此想和你们组长谈谈 能不能合作一下 共同赚钱 说完 猎豹从怀中掏出一张 伪造好的名片 交给老人 名片上 有猎豹所在的公司 他的职位 及商务电话 这些信息是真的 却也不是真的 对他而言 想伪造成什么样的身份 不要太容易 老人接过名片后 看了几眼 觉得几人那副感兴趣的样子 不似作假 便回道 可以是可以 不过 我得去和我们组长通报下 不知道他有没有空 哈哈 不急 我们来这 完刚好想领略下 这种原始环境的风景 自己看看就行 要是组长肯见我们 直接喊我们过去就可 猎豹笑着说道 那可不行 你们几个 是尊贵的客人 不能怠慢了你们 老人可不敢让几人 随意在这里转 当前还没考虑好 接下来怎么处理几人 于是对旁边不远处喊道 啊 星啊 有客人来了 你先帮我接待下 我要去找下组长 一个肤色有黑 头包棉布的少年 小跑过来道 阿爷 你放心吧 我会接待好几位客人的 老人和沈亿三几人 说了失陪之后 便朝着寨中心 一间五层楼高的木屋走去 几位尊贵的客人 我叫贝小星 你们也可以叫我呀星 我带你们看看寨中的特色 贝小星热情地问道 当然没问题 猎豹笑着点头 几人也就客随主便 在这不大的寨子中转了起来 不得不说 这里的古风 古法保持得确实不错 能看到铁匠铺里 有个粗壮肌肉的大汉 挥舞着锤子 锤炼一把长剑 也有古法熬制烧酒的 传来一阵阵酒香 连家禽家出的饲养 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俨然一片 自给自足的古风 是乡村社会 跟随着贝小星 转了一圈之后 沈亿三便将整个寨子的布局 和路线刻在脑海中 组长 老人进了那间五层木屋 朝着楼上喊道 杰叔 有什么事吗 三楼传来了一道粗广的声音 老人名为贝利杰 在这良田寨 也是一位祖楼 辈分较高 是专门安排在寨口 查看外来人员的 刚寨里来了四个外乡人 贝利杰说道 他缓缓 将刚才沈亿三几人 过来的目的集谈话 一字不漏地说给贝当谷听 而后 只见三楼 跃下一道人影 轻飘飘地落在地面 只见此人身材奇长 身着一身糖妆 双目隐隐 有些血红之色 呼吸之间 仿佛有淡淡 血腥气息围绕 他 就是贝当谷 杰说 你觉得 他们的话有几分可信 贝当谷闻言之后 冷笑声问道 三分可信 七分作假 贝利杰沉思了会说道 贝当谷点了点头 道 最近我们的动作 估计太大 很有可能被发现了 贝利杰问道 组长 已经完成了突破 那些血包须 不需要全部 暂时别动 我的境界巩固 大概还需要一个月时间 见见那几人吧 若是真像他们所说 下次突破时候 需要的血包 可就好抓了 若是他们 真是来调查的 那也只能成为血包了 贝当谷冷冷说道 于是 贝利杰点头 去找猎豹他们了 当贝利杰再次找到他们时 几人正待在 贝小心家边上的 一间茶铺喝茶 不得不说 这里的山茶入口 清香醇厚 比外面的茶不知好了多少 要不是 来这完成任务的 沈亿三他们都想 每人买个百十斤带回去 贝利杰热情地说道 几位客人 组长同意 接见你们了 请随我来 沈亿三几人 暗中交换了下眼神 便跟随上去 李自华一秀 带行进至房屋内 一楼大厅贝当谷点了支熏香 泡好了茶水 等待着几人 哈哈 几位客人远道而来 倒是我怠慢了 贝当谷热情地迎了上来 沈亿三他们走了上去 笑着在贝当谷的热情中就坐 贝当谷抿了口茶 问道 听说几位客人 想进行投资开发这里 猎豹接话道 我们四人看了看这里 有着原始的 古代田园气息 静谧而又和谐 确实是个放松心情 享受生活的旅游好去处 贝当谷道 我们寨子保留着几百年 传承下来的社会风俗 确实是一片世外桃源 那不知族长 是否愿意合作 一起开发猎豹说到一半 贝当谷打断了他 合作是没问题 就是怕你们的目的不纯啊 当他说完这句话 房间内的气氛 瞬间阴沉了下来 不知道族长 是什么意思 我们几个 是做投资开发生意的猎豹心中 有着不好的预感 还想辩解 贝当谷也不急着回答 喝两口茶 悠闲地靠在座椅上说道 几位修为都还不错呀 又是化镜 又是宗师的 这句话一出 猎豹几人瞬间神色一变 贝当谷也不装了 直接起身 一股属于大宗的精神威压 直接朝几人袭来 几人瞬间感觉身体沉重无比 行动都致缓了许多 沈一三也配合着装 做很吃力的样子 很好奇是不是 我怎么会发现的 贝当谷嘲讽地望着几人 也不急着出手 贝利杰早已心领神会 退至门外走向别处 我修炼的秘术名为阴灵咒 外转出去的名字为燃血秘术 这个精神类功法 有在修炼之大宗时 会诞生阴灵 阴灵特点 就是在一定范围内 能感受到对方的修为境界 说完 只见贝当谷的头顶 竟然凝聚出一只淡淡的红色血影 这血影没有形状 但仿佛有自我意识 一般围绕在贝当谷身边 两个化镜后切 一个宗师后切 这个嘛宗师 贝当谷最后扫到沈亿三时 皱了皱眉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他以为沈亿三修炼了什么秘术 能够很好地隐去自己真实修为 他也没敢往更高的境界向 因为沈亿三最年轻 才二十岁出头 宗师修为已经算绝顶天才了 正在这时 贝利杰折返回来 随之而来的还有三个男人 看上去年龄都超过了五十 散发出来的气息却十分强劲 好了 不陪你们玩了 既然过来打我们债的主意 那就都留这里吧 贝当谷终于露出了獠牙 说完一道 凝聚而成的血线 朝着猎豹突然射出 速度之快眨眼间 就到了猎豹胸前 猎豹无愧于他神祖成员之名 在紧急情况下 身形化作一道残影 避开了这次袭击 只是他的左手终究被血线划过 流出了鲜红血液 但这点伤对他来说问题不大 交给你了 猎豹闪身至沈亿三身前 凝重地说道 其他三人我们来对付 寨子里另外三人 一个划进中期 一个划进后期 还有个是宗师中期 抛开贝当谷 猎豹三人绝对能稳赢他们 三位长王 配合我将这四人快速解决 贝当谷开口道 在他刚才用血线攻击猎豹时候 那种精神威压已经解除 已经能正常行动 毕竟精神威压需要消耗精神力 一直使用对自己的损耗也很快 贝当谷双目瞳孔化作了血色 浑身淡淡的血雾环绕 再次凝聚出一条血线朝着猎豹缠绕而去 就在快接近猎豹时 一道金光轰在了血线上 将其击溃 贝当谷瞳孔一缩 如灵大敌地盯着沈亿三 他能看到这金光 是从他的身上出来的 猎豹彻底放心了下来 身上气势陡然一变 如同暗夜中的捕猎者 朝着三个长老中的受高老者攻去 二位出手 猎豹栖身到化尽后期的 那个长老身前 双手成爪 朝着对方抓去 李自华和王岐文也不敢大意 各自找上了对手 场面瞬间混乱起来 这三个老者虽然总体实力略微 弱于猎豹三人 但差距并不是特别大 坚持一会还是没问题的 只要贝当谷能迅速将沈亿三拿下 就能出手帮他们解决猎豹三人 你是大宗 此刻的贝当谷神色十分难看 万万没想到 这个最年轻的男子 竟然是修为最高的 自己的英灵探查不到他的具体修为 说明对方的精神力 要比自己还高 沈亿三通过属性探测仪 了解了贝当谷的属性 贝当谷 体质80 精神101 武力值1200 武力值比正常的高了点 说明他修炼的英灵咒 也有加成效果 不过 沈亿三并不惧怕 看着贝当谷道 让我试试大宗的实力 贝当谷闻言 只能凝聚心神 应战沈亿三 贝利竭见形势 似乎有些不妙 沈亿三的实力出乎了他的预计 悄咪咪地离开了这里 走向了后山 贝当谷周身的血色雾气 在他控制下话 做一道道细丝围绕 So 一道血丝 无声无息间激射而出 直奔沈亿三眉心 沈亿三也不敢大意 金光骤灰聚起 一道金光挡住了血丝 贝当谷见状 调动全身血色细丝 一道道不停地朝着沈亿三而来 沈亿三宁神 体表金光大胜 当每道金光靠近时 一道道金色护盾 形成在体表 阻挡血丝入侵 他没用自己金刚的体魄 去抵挡 想看看自己光平大宗的力量 能否击败贝当谷 也是对自己实战的一种魔力 二人转眼间 便已经交手了几十次 虽然没有体修武者那般 拳拳倒肉的打击暴力感 但危险程度更甚 贝当谷的细丝 发射速度 没一会便慢了下来 脸上不禁滴落出一滴汗珠 秘术功法的使用 对他的精神力 是个巨大的消耗 短短片刻时间 他的精神力消耗 已然过半 沈亿三虽然也消耗了不少 但远没有贝当谷那样巨大 剑贝当谷放缓了攻势 沈亿三剑状 瞬间反手为攻 一道道金光 如同利剑击射 向贝当谷 贝当谷剑状 头顶上的无形英灵 阻挡在身前 仿佛张开了嘴巴 将金光尽数吞噬 咦 沈亿三剑状 也是略感意外 看来各种秘术功法 都有自己的优点特点 就好比这英灵 能将外来的能量 吞噬劲护主 尽管如此 英灵也不是没有变化的 每吞噬一只金光利剑 他的血色身形 就单薄几分 见此情景 沈亿三也不犹豫 再次汇聚出金光利剑 朝着贝当谷攻去 贝当谷尽力躲闪 那些金光没碰到他的 都轰在了附近桌子木墙上 造成了一阵阵范围爆炸 躲避不了的 贝当谷 只能用英灵阻挡 在有五只射中 那英灵 应该就崩溃了 沈亿三通过英灵的 暗淡程度判断道 他也不节省了 一口气汇聚 十余道金光 化作游龙 再次咆哮而去 瞬间 英灵破碎 贝当谷面色苍白 英灵 是以他精神力凝聚 英灵的破碎反噬 导致他的精神力 一瞬间被抽空 与此同时 还剩余的三只金光利剑 结结实实地 轰在了贝当谷身上 贝当谷痛呼一声 右臂 小腿 左腰三处地方 血液涌现 然血术 他忍痛到 运转起了功法 只见那三处地方 涌出的血液 瞬间凝固 回流进他体内 伤口处 形成一道血色薄膜 防止血液流逝 贝当谷带着恨意地 看着沈一三 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 而后房间内 血雾笼罩 让人看不清视线 当雾气散去 却是 不见了贝当谷的身影 跑了 沈一三皱了皱眉 贝当谷被击败的事 导致了猎豹他们的对手 心神不宁 抓住机会 猎豹将那化尽 后期长老双臂折断 随后一掌劈在脑袋上 失去了生机 李自华趁对手心神不定时 一拳轰在对手胸口 对方重重撞在柱子上 口吐鲜血 不省人事 王启文精神一宁 对手抱住了脑袋 痛苦地晕厥了过去 被当谷跑了 沈一三见三个长老 已经失去战力 对猎豹道 我能找到他 猎豹说道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 阵阵警笛和警告之声 房门被推开 一道道身着军装的士兵 走了进来 各个鹤枪实弹 报告首长 梁田寨外围已经全部控制 为首的中年男子说道 蒋将军 迅速控制梁田寨的人 有反抗者就地政法 另外 将梁田寨定性为恐怖组织 请求上级增派人员 李自华吩咐道 是 蒋将军名为蒋卫国 是少将军衔 而李自华是上将军衔 梁田寨外面 还有村民不断地反抗 但在鹤枪实弹的军队面前 不堪一击 哪怕是外境内进武者 敢反抗就给一缩子 被当骨去那边了 跟我来 只见猎豹的鼻腔微动 辨别出了被当骨的方向 对众人说道 这种祸害 留在世上多一刻 就多一个人受到危险 跟我来 李自华命令一声 梁田寨附近近千名士兵 汇聚成洪流 跟上前去 沈一三和猎豹率先开路 他们前往的方向 正是猎豹调查中 那些失踪的人 被关押的地方 不到一分钟 二人就前行了一公里 到达了一处山间洞口 里面就是那些失踪人员 被当骨也在里面 猎豹对沈一三说道 没有犹豫 二人直接踏入 洞口这个狭窄通道 约五十米长 黑暗而又阴冷 就在将要离开这个通道时 沈一三内心一紧 一种危险感涌上心头 小心 他伸手拦住了 前进中的猎豹 自己闪身挡在了猎豹面前 碰 一双宽大的手掌 从通道侧面 偷袭中了沈一三 沈一三被这一掌 轰飞了将近五米 稳住了身形站在地上 只见通道前方 是一片巨大的平坦广场 广场中被铁栏围成 巨大的牢笼 周边有十来名人员看管 被当骨盘西座 在广场前正在运转功法 铁栏里面的人身上 都露出痛苦的神色 一道道细弱油丝的血液 不断从他们皮肤流出 化作雾气 涌向被当骨 燃血密术炼血术 能吸收他人血液 用来滋养自身恢复伤势 被当骨的身边 贝丽杰正站在一旁 冷眼看着沈依三二人 猎豹见状 瞬间怒气冲天 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妹妹 也在铁栏之中 面色苍白 闭着眼露出痛苦之色 他就要冲上前去 侧面一道身形出现 一拳击来 猎豹有所防备 双臂挡在身前 却不由地倒飞 出去数米远 金刚 猎豹面色变得十分难看 从力量上 能判断出刚才出手的 那人有金刚修为 他的右手 在这一拳下已经骨折 此时也是颤抖不已 只见昏暗的火光处 一道留着 落腮湖的老者出现 面色阴沉地看着二人 阿古是你们伤的 他问道 是我 沈依三回道 刚虽然被偷袭了 不过他心有警觉 猝不及防下 金光咒诅挡了 部分掌力 还是有大半力道 击中了他的身躯 但是别忘了 沈依三也是有金刚修为的 那些力道承受了之后 他的气血翻涌了一阵 便被他化去 我叫贝丽强 是阿古的父亲 那老者说道 金刚修为 猎豹身形一阵 目光震撼地看着沈依三 没想到梁田寨 除了一个大宗 还有一个金刚强者 沈依三回道 我已经不管是好多年了 一直隐居在这 刚听闻历劫告诉我 说来了个大宗修为的强者 没一会阿古 就被你打成重伤 更没想到的 是你不仅仅是个大宗 还是个金刚 说到这 贝丽强杀鸡 浓重地看着沈依三 一个二十岁出头 同时拥有金刚 和大宗修为的人 是何等恐怖 哪怕都只是初期 假以时日 定能达到后期 甚至亏是 那传说终神之境界 必须要将沈依三 留在这里 猎豹一时半会 动弹不得 今天的事情发展 已经超出他的估计 梁田寨隐藏了一个 金刚修为的强者不说 沈依三竟然还是 金刚大宗双修 沈依三神色凝重地 看着贝丽强 在他的属性探知下 贝丽强的体质 达到了120点 武力值2000出头 虽然武力值 是靠金刚 和大宗综合加成的 单方面的金刚修为 绝对是贝丽强占据上风的 沈依三经过几次上涨 和金光咒训练 现在武力值达到2700 都不敢轻视贝丽强 战斗一触即发 贝丽强如同一头猛虎 双掌打出阵阵破空之声 朝着沈依三攻来 猎空掌 贝丽强双掌已逼近 沈依三金光咒化 坐金黄色拳套 包裹在双手之上 迎接上了贝丽强 再次出现了几个人影 正是前来的李自华等人 猎豹剑支援到了 对他们说道 去破坏贝丽强的练血恢复 都是身经百战之人 一眼就判别出了局势 李自华率先出击 朝着贝丽强攻去 周围那十来个良田寨 护卫人员迎上前去 给贝丽强拖延时间 阿古 还需要多久 贝丽杰健壮有些焦急起来 那些护卫人员 最高只有内境中期修为 在李自华和王岐文 还有后方涌出的士兵攻击下 恐怕坚持不了两分钟 快了 被当骨豁出去了 加大了吸收速度 虽然这样会有后遗症 但眼下活下去 才是最重要的 那些被关押的人 涌出的血丝越来越多 好些人已经撑不住倒了下去 快 快救人 李自华身为军人 见此情景目自欲裂 这可是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啊 华国竟然还有这种邪术 被当骨这些人死不足惜 不远处 沈亦三和贝丽强的每一次碰撞 都会伴随着剧烈的震荡 二人片刻间已经交手了几十次 虽然沈亦三体质比贝丽强低 但金光骤化作的防护 有效弥补了这一缺陷 贝丽强也是有些焦急起来 没想到沈亦三这么难缠 沈亦三也是起了杀心 有了 沈亦三想到了办法 就在贝丽强再次出拳弓他胸口时 沈亦三的金光防护减弱了几分 贝丽强见此情况 以为沈亦三的精神力不支 于是趁势将全身力量汇聚到了拳上 想要一击绝杀 正合我意 沈亦三心中暗道 他任由贝丽强的这拳弓中自己 破去了体表的金光 打在了沈亦三左肩 沈亦三虽然吃痛 但是右手中金光大胜 一道细长而又凝实的金光化作长剑 直接穿透了贝丽强的胸口 沈亦三身形倒飞摔倒在地上 而被当骨却是胸前出现一个血窟窿 鲜血不住往外飙射 疯子 你想以命换命吗 贝丽强也是被他的疯狂所惊到 沈亦三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站起来 自愈能力开启 沈亦三刚才遭受的伤势 正以极快的速度修复 嘿嘿 不是以命换命 而且 我要你命 沈亦三也不等伤势彻底恢复 冲向贝丽强 贝丽强被刚才一箭破了防 哪怕金刚之体也出现了重大缺陷 虽然凭借强大的体魄 不会有性命之忧 但是实力起码下降了三分 沈亦三则是完全放弃了金光防御 想要凭借金刚之体和自愈的能力 硬吃贝丽强的攻击 贝丽强每次全面进攻 他的防御力量会减弱 被沈亦三的金光力 认割出一道道血口 若是放弃进攻 全面防御 那就只能唇唇挨打 只是几个呼吸 贝丽强身上多出了十几道伤口 身体仿佛成了一个血人 更有几道伤口贯穿前后 给他造成了难以想象的重创 或许是察觉到自己生存无望 贝丽强朝着贝当骨喝道 阿骨 逃出去 好好活下去 只见贝丽强的身形 如同膨胀的气球 死死锁定了沈亦三 同归于尽吧 贝丽强眨眼尖贴到了沈亦三身前 不好 自报 快走 猎豹剑状赶忙对沈亦三道 来不及了 沈亦三道 他迅速凝聚金光化 做一道防御墙阻拦在身前 哄 一声惊雷乍响 贝丽强自报了 沈亦三手当其冲 在巨大的爆炸力和冲击力下 整个人被先飞数米远 重重摔倒在地 他的前身到处是鲜血 有贝丽强的 也有自己的 雷龙 猎豹虽然也受到了冲击 但身前沈亦三拦住了大部分爆炸的力量 他没有遭受多少创伤 朝着沈亦三奔来 沈亦三强忍着剧痛 刚才那一瞬间感觉死亡 距离自己是那么的近 若不是自己有金光咒防御降低了伤害 加上自己金刚的体质和强大的自愈能力 贝丽强的自爆真能要了他的命 那可是金刚强者的自爆 哪怕是金刚中后期的都不敢凭肉身应接 猎豹靠近沈亦三时候 见他身上的几乎没有一块好肉 可只是转眼间 那些伤口竟以惊人的速度愈合 呼 将近一分钟过去 沈亦三才缓缓起身 虽然身上伤口还有很多 想要完全愈合还需要一些时间 但已经不影响他的正常行动 猎豹见此情况 心中惊呼 这踏马是什么能力 不死之身 就凭沈亦三这一战爆发出来的实力和能力 沈组成员的身份根本不需要他们承认 也没人有资格说他担不起雷龙带号 贝丽强的自爆 引起的气浪和震动 将刚才靠的最近的几十个士兵掀翻在地 甚至有五六个士兵被爆炸力冲击 直接失去了性命 李自华和王岐文已经合力将那些护卫击杀 冲到了贝当谷身前 贝当谷也看到了他父亲的自爆 心中早已被怒火占据 也不管恢复了多少 强行停止了攻法吸收 他再次凝聚出英灵 朝着李自华攻去 同时周身缠绕出一条血蛇 直奔王岐文眉心 远处沈亦三剑状 再次催动金光咒 射出利剑击中了血蛇 虽然没有击溃 但剩下的能量不足以对王岐文造成伤害 李自华则是靠着魂后的血气 激战几个回合以后 自己受了轻伤将英灵打散 贝当谷原本伤势就重 而且强行停止攻法再度重拳出击 脸上早已没有了血色 他怨恨地看了沈亦三一眼 转身便伸出跑去 组长 快 见贝利杰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了一个密道口 打开了一扇门 别让他们跑了 李自华大喝道 砰砰砰 一阵密集的枪声响起 贝利杰还没来得及进去 就被射成了筛子 当场死亡 贝当谷再次消失 沈亦三对猎豹说道 你们在这解救那些被困人员 我去追贝当谷 雷龙你的伤猎豹刚想劝阻 沈亦三已经消失在了那密道口 密道中黑暗无比 沈亦三凝聚出金光 照亮了前方道路 他时刻防备着贝当谷偷袭 可是一路走来 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跃 穿行将近三百米路程 前方出现了一抹光亮 沈亦三出来 发现前方是条巨大的河流 河流两侧则是悬崖峭 贝当谷刚坐上一条船 准备离去 沈亦三见状 汇聚精力射出金光 将那艘船洞穿 还没起航 船便已经抛锚 这条后路倒是不错 沈亦三一步步逼近贝当谷 贝当谷见无处可逃 似乎平静了下来 哈哈 没想到啊 竟然被一个棱头青年 逼到绝境 他有些自嘲地说道 你杀了我啊吧 将我们苦心精英的寨子摧毁 我就算是死 也得了你垫背 贝当谷整个人 开始疯狂起来 嘴中念念有词 像是在念什么咒语 他的头顶凝聚出一道 巨大无比 而又凝实的英灵 这英灵比沈亦三击溃的那只 还要大了数倍 贝当谷此时的双目 已经空洞无比 身上像是树木枯萎 整个人就剩一圈皮包裹 这是英灵咒的禁术 凝聚自身所有血液 化作最强英灵 一生只能催动一次 使用后 我必死无疑 哪怕它击杀不了你 它所含的阴邪气息 也会不断蚕食你的精神 让你日后精神修为 无法寸进 且日夜受到阴气轻时折磨 当说完这句话 巨大英灵朝着 沈亦芬飞速射来 贝当谷也在这一瞬游进灯窟 双目呆滞地倒在地上 贝当谷终于死了 可他的临死攻击 却给沈亦三造成了巨大危机 他的金光咒 无法阻挡英灵 仅仅是一个照面 那英灵破了金光咒 冲进了他的精神石海 试图破坏 蚕食他的精神和灵魂 沈亦三知觉的脑中 有数万只蚂蚁在啃食 发出了痛苦的哀嚎 金光咒虽然能保护自身 但是对金神石海这样的防护 远不如英灵破坏那样有效果 虽然金光削弱了部分英灵力量 但残存的力量 依旧让他痛不欲生 且无法集中注意力 哪怕是自愈能力 在精神被重创的情况下 效果都显得有些捉襟见肘起来 刚才连番大战 他的体能也差不多到达了极限 毕竟自愈能力 是需要沈亦三自身能量的 贝利强造成的外伤 修复得七七八八 同时他的能量 也几乎在刚才耗尽 就在此时 系统声音响起 临时任务 为名除害完成 任务奖励已发放 感应到宿主正在遭受巨大危机 高级攻法自动使用转换 宿主获得攻法 五雷正法 哄 空中如同响起了一声晴天霹雳 沈亦三感到脑海中 仿佛出现了一道雷光 不是感觉 确实是出现了 英灵在雷光出现时 仿佛看到了天敌 想要逃离这里 可这雷光直接锁定了英灵 转眼间沈亦三脑中仿佛成了雷电海洋 雷光散去 英灵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沈亦三只感觉脑袋一阵清静 劫后重生 沈亦三对刚才的一幕还心有余悸 大意了 他为了解决被当鼓 差点自己也交代在这 若不是系统任务 完成奖励来得及时 他怕适度不过这一劫了 他好好反省 吸取经验 沈亦三对自己说道 能修炼到大宗境界的 哪个没有点手段 而且人家比他多活了几十年 经验也老到 哪怕是死都要死得其所 吸收了教训之后 沈亦三消化起刚刚获得的五雷正法 上清宗正统敌传秘书五雷正法 俗称雷法 五雷意味着五种雷电的力量 急破云雷 震雷 飞雷 行雷和迅雷 有阵邪魔之效 乃天下邪碎力量的克星 此外 五雷正法还包括雷图 雷诀和灵观诀等部分 五雷正法化成一道道雷电 形成的文字 烙印在了沈亦三脑海中 比金光咒还要难修炼 更加晦涩难懂 对体质和精神的要求也更高 毕竟雷电力量属于毁灭杀伐之力 自身步强根本驾驭不了这股力量 同是高级功法和金光咒相比 五雷正法绝对是高级功法中的最顶端 难怪能成为上清宗不传秘书 只有正统天师传人才有资格习得 感受着体内空空如也的能量和精神 沈亦三从系统空间中 取出了刚获得的自愈药剂 咕噜咕噜 转眼间一生的药剂就被他干掉了一半 自然效果也是极好 刚遭受到的内外伤势 在此刻尽数恢复 连精神力都重新饱满 他趁机想运转五雷正法试试 电母雷弓速降神通 随我除病 轰轰轰轰轰轰轰 无奉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沈亦三口中念念有词 运转起这功法 嘶嘶嘶 一道道细丝雷电出现在他身体表面 还来不及释放 沈亦三全身汗毛竖起 噼里啪啦 那些雷电如同不受控制 一般在他体表乱窜 瞬间将他电成了一只刺猬 皮肤一片焦黑 好在治愈药剂的效果还在 配合他的自愈能力 没过一会便恢复如初 真难控制啊 刚才运转五雷心法的时候 没控制好自身的力量 差点就翻车 他查看了下自己目前的系统资料 宿主 沈亦三 年龄 二十一 财富值 体质 110 精神 113 魅力 84 武力值 3050 体修 金刚初七 法修 宗师初七 功法 金光咒 雷法 凝神术 技能 终极歌唱 终极推理 终极追踪 终极医学 终极乐器演奏 完美车辆驾驶终极 初级外语精通 初级烹饪 透视50次 道具 好感度探测仪 证件卡包 人物属性探测仪 兄弟保护伞两年 治愈药剂500毫升 等级 六 升级经验 30万06百 刚才任务完成 20点体质 点降它 原本105点的体质 提升到了109点 加上刚才大战的淬炼 和治愈药剂的功效 原本 就可突破的体质点 再涨一点 来到了110 精神力 更是因为雷法击溃阴灵 顺带洗涤了下它的精神 涨到了113点 武力值也突破了3000点的大关 主要是金光咒和雷法 两步功法的加成 雷法它现在连基本掌握 都谈不上 若是熟练之后 武力值还会更高 升级至6级的系统奖励 也被沈一三给领取了 10个终极钱币 盲盒开出来的几十万 沈一三已经不放在眼里了 三张技能升级卡 沈一三先给 中级医学使用时 发现升到高级 需要三张才行 想了想还是用了 毕竟技能升级卡 对沈一三来说 相对容易获得 而且高级医学 让它有了世界顶尖医疗水平 不仅自己的生命保障 又多了一分 给别人疗伤 也会更有把握 无数古今中外的 医学知识和经验 涌入脑海后 沈一三可以说 掌握了当时 绝大部分治疗手段 另外三张终极体质卡 和三张终极精神卡 想了想 不如趁热打铁 再给自己提升一波 毕竟雷法的修炼 对自身要求太高 他刚才就是因为 修为还差点意思 才控制不住 于是 沈一三的体质点 来到了113点 精神点来到116点 武力值涨到3170点 若是现在的自己 再次碰上贝当骨和贝力强 沈一三绝对能将他们轻松斩杀 雷龙 沈一三正在消化所获得的提升 身后传来了猎豹的呼喊 沈一三转身看向猎豹 露出了一抹笑容 你没事就好 猎豹说道 忽然他像是发现了 什么惊恐的事情 你的伤势 怎么全好了 你的身体 怎么感觉变化了许多 雷龙的感应十分敏锐 给自己治疗了一番 有所突破 沈一三解释道 沈一三见猎豹刚才的伤势 导致他双臂 还是不能自由使唤 从系统空间中 取出了十毫升的治愈药剂 扔给猎豹道 给你 喝了它 猎豹接过药剂 见他通体经营 也不怀疑 眼睛一闭 直接喝了下去 仅仅过了十秒左右 猎豹睁开双目 惊喜道 我的伤 好了 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用词语 来形容沈一三了 今天的一系列事情 让他对眼前的男子 感到深不可测 仿佛任何事情 都能在他身上发生 多谢 猎豹没有去问药剂 这是沈祖成员自己的秘密 人家不说 自己就不需要去了解 郑小明 猎豹说道 随后伸出了右手 沈一三一愣 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 与他相握 笑道 沈一三 沈祖成员之间 也很少有人互相表明身份姓名的 猎豹的这不仅仅是 认可了沈一三 更是将他当作了朋友 甚至恩人 以后私底下就用名字相称 公共场合还是用代号 猎豹说道 沈一三自然同意 猎豹发现了被当骨的尸体后 对他的死状也是惊讶不已 自己修炼的邪术 抽干了全身血液才这样的 沈一三解释道 猎豹也不多问 扛起了被当骨的尸体 与沈一三一同回返 此刻已经临近晚上七点 距离他们进入凉田寨 到彻底铲除这里 花了将近五个小时 重新回到了凉田寨 或者说 已经没有了凉田寨 所有的人不是死就是被情 猎豹带着沈一三 和几名重要人员 来到了被当骨的那间屋子 里面已经在刚才的交战下 破败不堪 几人找了几张椅子坐了下来 汇报此次的战况 经统计 此次击杀梁田寨反抗者203名 生情125名 已全部关押 解救被困人员482名 另外有52人 已经失血过多死亡 我方士兵阵亡12人 轻伤27人 重伤6人 已安排好后续事项 蒋将军接过手下统计来的数据 逐一汇报 总体来说 虽然此次行动大获全胜 但依旧有着不小的伤亡 铲除了梁田寨这个邪恶势力不假 但他们失去了一十几名士兵 和几十名普通老百姓 需要妥善地处理后事 和进行赔偿 报告 门外响起了一声汇报 进来 李自华开口道 他和王岐文都受了轻伤 此时有些面色苍白 但并无大碍 只需敬仰一些时日便好 搜查发现一本统计名册 请首长过目 那名士兵 将一本牛皮纸做成的书 递给李自华 李自华接过之后 浏览了一会 抓这么多普通人 原来还有这些人在帮助 猎豹接过去这牛皮书 和沈一三一同浏览了起来 原来这牛皮书上记载的 是送来人口的时间 数量 信息 还有赠送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赠送者按照书里统计 一共有十九个组织及个人 少了给梁田寨送来了十几个 多得高达八十几个 这妥妥的贩卖人口欣慰 沈一三更是在其中 看到了一个他熟悉的名字 冯远山 虽然国家同名同姓之人很多 这个名单上的冯远山 不一定是自己知道的那个冯远山 但沈一三还是觉得 九十的可能是同一人 这个人的名字我很熟悉 沈一三对猎豹说道 文言 李自华和猎豹都看了过来 沈一三解释道 我昨天和天罕沟通 就是让他帮我忙调查的 这肯定有过节啊 另外几人都听出了 他话中的含义 几人都心领神会知道 接下来的重点方向 贩卖人口 本就是一件重大刑事案件 如果沈一三指的冯远山 是同一个人 就凭这个案件的罪名 足以让他牢底坐穿 对了 你妹妹没事吧 沈一三看向猎豹道 猎豹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道 好在失血不多 已经让送去医院休养了 并无生命大碍 那就好 我也有个妹妹 要是她出了一样的事情 我也会和你一样 沈一三原本微笑的面庞 忽然间凝制了下来 只见她豁然起身 家里有事 我需要赶紧回去了 这里剩下的事情 就麻烦各位了 沈一三说完 也不等他们几人回应 静止走了出去 外面的车 我开一样急用 屋内猎豹几人面面相去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第一次见到沈一三那副神情 肯定出了什么大事 江将军 善后事情便交给你了 我们也一起去看看 李自华率先起身说道 今天沈一三的实力 他们全部看在眼中 川省是沈一三的老家 自己作为国家的将军 和地煞组成员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能帮到沈一三的 必须全力以赴 若是以后再遇到什么事 沈一三也会念在家乡 和人民的情面上 进行帮助 一位顶尖高手 能左右这种特殊行动的 走向不说 还能大幅度减少人员伤亡 今天如果没有沈一三的参与 这次行动能不能顺利成功 暂且不说 哪怕成功了 他们付出的人员伤亡 也将必定惨痛无比 猎豹和王岐文也心领神会 和李自华一起 调用了一辆军用越野车 一路跟随 路上 沈一三将借来的越野车 马力开足 也不管抄不抄速速 最快速地朝着穿平线驶去 只因刚才他感受到 守护卡的告警信息 自己的妹妹恐惧程度 正在不断加剧 肯定遇到了什么危险状况 沈一三毫不犹豫开启了守护卡 至于在守护的能力方面 他选择了隐藏 这是沈一三 研究守护卡的功能时候 觉得比较实用的一个能力 守护卡无法进行攻击 只能被动防御 若是选择能量护照 等其他防御功能 会被消耗而减弱 除非碰到那种 及时的生命危险状况 不然能量防御照起的作用 其实并不大 若是敌人一直攻击 能量消耗完了 就没用了 刚才沈姗姗的恐惧情绪 是逐渐递增的 应该不是 遇到了那种 及时的生命危险 那么肯定是有人找他麻烦 所以 沈一三选择了隐藏功能 一旦使用 沈姗姗会像消失了一样 无法被肉眼发现 等到能量自然用完之后 才会重新显现 沈一三相信 以沈姗姗的聪明 发现了这一情况后 会隐藏好自己等待救援 或者找到安全的地方 果然如沈一三所料 过了一会 沈姗姗传来的恐惧情绪 没有再增加 但依旧不减 这说明他 应该是暂时找了个地方躲起来了 却还没脱离危险 沈一三一路急迟 赶往川平线 守护卡一旦启用 沈一三能发现沈姗姗的位置 因此 也就不需要费心费力地 去找寻他的下落 川平线边交的一个 农家乐庄园内 一个昏暗的杂物间 沈姗姗正躲在一个大箱子后面 此刻她的内心 充满了焦虑和惶恐 原来昨天她发了朋友圈 买房购物 买家具等等 让她的同学朋友看到了 她班里的人 知晓她的家庭条件 个别人认为 凭她家里条件 买那么大的房子 根本不可能的 她班里几个平时关系 也就一般的女同学 认为沈姗姗是被大佬 给包养了 毕竟沈姗姗正值18年华 容貌身材都是校花级别的 被有钱人看中很正常 有个女生和冯俊凯关系比较好 就将这世纪她的推测 告诉了冯俊凯 冯俊凯 就是冯天龙和沈一三说过的堂弟 她一直在追求沈姗姗 当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不管沈姗姗是不是被包养了 已经无关紧要了 冯俊凯于是叫那个女生 以国庆班级聚会的名义 邀请全班同学 来她家投资的农家乐游玩 这里地方足够大 房间众多 各种娱乐设施齐全 很快就有了一大半同学参与进来 沈姗姗也在同班好友的邀请下 一起过来了 她觉得这么多人一起 没有什么事情 白天 他们近30号人在这里 又是烧烤 又是各种娱乐的 都玩得十分开心 可是吃完晚饭后 冯俊凯安排了一个大的唱歌厅 众人玩嗨了 便喝起了酒 在很多同学都喝多的情况下 沈姗姗依旧滴酒不沾 却也喝了不少饮料酒水 当她想出去上厕所时 却在厕所门口 遇到了似乎早就在此等候的冯俊凯 还有几个她的小弟 冯俊凯终于露出了 她那猙獰的獠牙 说追求了沈姗姗那么久 哪怕被人杰族先登了 今天也必须要得到她 沈姗姗慌忙之下 只能逃跑 也幸好这农家乐里面房间众多 沈姗姗在一个拐角房间 躲进了这个杂物间的大箱子后面 她本以为自己总会被发现 无非就是早晚的问题 心中的恐惧一直在上升 当冯俊凯等人进了这屋之后 沈姗姗差点心脏窒息 最终他们找了下 却没发现自己 沈姗姗疑惑之下 略微心安了些 却也不敢轻举妄动 期待自己的同学朋友 能发现这事 到时候人多了才方便出去 现在这个点 大家都玩得尽兴 哪会管少了一个人 就在这充满焦虑的惶恐等待中 沈姗姗坚持了两个小时左右 差点昏睡过去 可她依旧保持警惕 不让自己睡过去 不然天知道醒来之后 会面对什么 沈一三终于沿着系统中 守护卡的感知 来到了这家 叫做远川农家乐的门口 此刻守护卡 剩余的能量已经不多了 沈姗姗的情绪还算稳定 应该还没出事 沈一三略微松了口气 但她心中的怒火 却更甚了 直接朝里面走去 过了蜿蜒的小径 来到了一座占地500多平方 高三层楼的建筑面前 各个房间几乎灯火通明 传来了学生们的激情澎湃之声 一楼大厅之内 冯俊凯和另外四人聚在一起 凯哥 还没找到沈姗姗 各个房间都找了好几次了 还没发现踪迹 几个小弟正在对冯俊凯进行汇报 冯俊凯那清秀稚嫩的面庞上 戴着一股银鞋的神色 说道 肯定还在这里 外面都有监控和工作人员 他要是出去了 他们早就通知我了 找 继续找 今晚他必须是我的女人 好的凯哥 就在几人重新奔往各层楼找人之时 你是我们少爷的朋友吗 门口两个接待员见沈一三 走了进来问道 沈一三直接开口询问 冯俊凯见状 原本内心就有些暴躁 见进来个男的就找沈姗姗 不耐烦道 我的女人当然在我这 沈一三文言 直接一个巴掌扇了过去 冯俊凯只觉得眼前一黑 差点晕厥 保安 来人啊 他大吼一声 从里面屋内瞬间出来八个保安 将沈一三围住 来我的地盘撒一眼 不管你是谁 给我狠狠地打 冯俊凯也不怕惹事 直接对保安说道 他的大伯是川平县的地下皇帝 自己的父亲这些年 跟着野吃香喝辣 有了不小的产业 在川平县还真没怕过谁 和冯天龙一个货色 沈一三已经猜出了他 就是冯天龙的堂弟 厌恶地说道 哼 不管你是不是和我堂哥有关系 先打了再说 冯俊凯捂着脸推到后方 八名保安拿着甩棍就要上来 凯哥 找到沈姗姗了 二楼传来了一个喊声 沈一三也发现 守护卡的能量已经消耗完了 隐藏功能失效 导致自己的妹妹被发现了 好 我马上来 冯俊凯欣喜地回道 找死 沈一三也没心思和这些菜鸡保安完 那八个保安还没出手 只觉得眼前一道金色光芒闪过 全部躺在了地上 沈一三将他们解决后 一个跳跃 从一楼直接来到二楼 我靠 门口的接待人员 见到这一幕 顿时傻眼了 揉了揉眼睛 怀疑刚才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冯俊凯也见到了这一幕 吃了一惊 沈一三望着前方空荡荡的通道 也懒得一个个房间找人 透视开启 一个个房间的墙和柱子 包括杂物都在他眼中消失不见 只剩下左手边第五个房间中的两道人影 一个是沙马特发型的年轻男生 另一个也是蜷缩在角落中 有些惊慌的沈姗姗 沈一三几个闪身 静止冲到房间里面 沈一三男生 还在为找到沈姗姗而高兴时 脑袋一黑 直接晕了过去 哥 见到下的男生身后 出现了那张熟悉的面孔 沈姗姗惊娇交加 他快速起身 扑到沈一三怀中 放声哭了起来 沈一三轻轻拍打着他的后背 柔声道 没事了 哥来接你回去了 沈一三的话语 化作了最好的镇定药剂 将沈姗姗恐慌的情绪 全部镇压下去 哥 我们快走 这里是冯俊凯家里的产业 只要出了这里 他们就不敢乱来 沈姗姗说道 沈一三丝毫不慌 对他道 放心 哥会好好解决这件事的 随后 他牵着沈姗姗的手 走出了房间 来到了楼梯口 冯俊凯还没从刚才的 一系列变化中反应过来 便看到沈姗姗牵着沈一三的手 无比亲密地出来 心中被怒意与醋意填充 这就是你的相好 看来你真的被小白脸包养了 冯俊凯恨恨恨道 沈姗姗也索性和冯俊凯翻脸道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这是我哥 亲哥 就你这种人渣还追求我 别说这辈子 下辈子我都不可能同意 冯俊凯也不管沈姗姗说的是真是假 说道 好好好 哪怕得不到你的心 我也得得到你的人 不然以后你还想好好上学 做梦去吧 你 沈姗姗没想到 冯俊凯竟然会以上学来威胁自己 确实 今天翻脸之后 若是去学校 冯俊凯天天骚扰她 沈姗姗总会有天再次遇到危险的 沈一三拍了拍沈姗姗的手 说道 放心吧 明天开始 你就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说完这句话 沈一三直接在原地消失 而后出现在冯俊凯身前 冯俊凯大惊失色 还没来得及反应 只觉得双手双腿一阵剧痛 倒在地上痛苦呻吟 她的四肢被沈一三给折断了 救命 救命啊 冯俊凯在地上蠕动着嘶吼 感觉自己快死了一样 里面陆陆续续走出了一些同学 刚才他们就有些被惊动了 只是玩得太高兴 没有在意 听到冯俊凯的求救声 才感觉到出世情了 凯哥 你怎么了 冯俊凯的几个小弟 跑过来扶起他问道 疼别动我 叫救护车 我的四肢被断了 冯俊凯艰难地开口说道 是他做的 冯俊凯怎么会这么惨 这里可是他的地盘啊 那些围观的同学 还不知道事情的经过 只看见沈一三 一脸冷漠地站在冯俊凯身前 你 你对凯哥做了什么 一个眼镜男对沈一三吼道 你犯事了 等着警察把你抓起来 等着冯俊凯家里制裁吧 沈一三无动于衷 嘲讽道 果然是一群天真的学生 也不理会他们的恶语相向 沈一三转身拉着沈珊珊的手 正准备下楼回家 沈珊珊也没想到 沈一三会这么暴力 也有些被震住了 一时间竟有些走不动的 哥这下冯家会 沈珊珊还在担忧 沈一三道 放心吧 冯家马上就没了 这时候 门外再次进来三个身影 猎豹 李自华 王奇文 几人一路跟随沈一三来的路径 比他大概晚到了五分钟 警察叔叔 有人在这里动手打人 学生人群中 和冯俊凯关系比较好的男生 见李自华身着军装 以为他是警察 大声呼喊道 猎豹他们看到了 倒在地上的八个保安 和凄惨的冯俊凯 下意识把目光看向了沈一三 虽然沈一三很强大 但是也不能这样 对待这些普通百姓吧 几人不由地产生了疑惑 你们来得正好 沈一三带着沈珊珊 对猎豹说道 珊珊 和这几位说说 发生了什么事 沈一三都不用了解前因后果 她知道 妹妹绝对是受害者 于是 沈珊珊将她进来之后 冯俊凯做的事和说的话 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你放屁 才不是这样 就是 我们凯哥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那几个小弟 还在为冯俊凯辩解 我猜没有冯俊凯还想推脱 沈一三直接对他使用了土真剂 你自己说 你是怎么安排和打算的 沈一三问道 冯俊凯在土真剂的效果下 断断续续 将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在场的同学和他的小弟听完之后 都震惊不已 冯俊凯平时都不这样 这次竟然会逼迫珊珊 而且竟然是王泽露和她说的 看来 以后得好好远离那些狐朋狗友啊 此时 人群中最慌张的 莫过于叫王泽露的一个女生 她的样貌在班级中也算可以 但是沈珊珊太过出众 导致她对沈珊珊妒忌不已 王泽露 我也没有招惹过你 没想到你坏我名声不说 还和冯俊凯联合起来做局 沈珊珊知晓情况之后 看着她感觉无比恶心 自己竟然会有这样的同学 我说这次王泽露那么好心 说冯俊凯包场 想让大家一起玩开心 让我们多喊些同学来 原来就是场红门宴啊 此时 一个名为张琪的女生 开口道 她和沈珊珊算是关系不错的好友 此刻也为她打抱不平 既然事情的原委都清楚了 猎豹他们对沈一三的愤怒出手 倒是情有可原了 猎豹自己也有妹妹 换作是她 肯定也会和沈一三一样 李将军 这个叫冯俊凯的 和名单上的冯远珊 应该是亲戚关系 不妨好好调查一下 沈一三道 还有 他们的医疗费我来赔 其余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听到冯俊凯和冯远珊有关系 可是把李自华他们一惊 他们也明白这件事的严重性 沈一三和他们告别之后 便开车带着沈珊珊离开了这个地方 路上 沈珊珊终于平复下来了心绪 却有着担忧地看着沈一三道 哥 你打人伤人不会有事吗 我看你叫那个人将军 他不会把你抓起来吧 哼 放心 他不会的 毕竟是冯俊凯有错在先 我大不了赔点钱 沈一三没有明说 若是告诉他 李自华按照身份算是自己的下属时 不知会有个感想 那冯家他们可是这里的土皇帝啊 明天应该就没有冯家了 沈一三嘴角泛起一丝冷笑说道 发生了梁天寨这么重大的案件 今夜警方定然会以最快速度 控制住冯远珊 而且自己和天刚说过 调查搜集冯远珊的罪证 两者配合下 以华国警方的力量 最多一夜时间 就能将冯远珊的牢底扒得干干净净 回到家 沈一三和沈珊珊并没有将进行的事情 和沈多光说 也是怕他担心 今夜 注定是个不眠夜 深夜一点 川平县皇朝 KTV 这是冯远珊的产业 也是县里最大的商务会所 此刻冯远珊正躺在一座按摩椅上悠闲的饮茶 忽然 房门直接被打开 冯总 不好了 有警察来了 一个男子说道 慌什么 在川平县 我们怕什么警察 冯远珊一点也不在意 哪怕他被抓进去了 用不了多久就能出来 不是普通的警察 是武警 而且是龙阳市过来的 那人慌道 冯远珊豁然起身 有些不敢确定 你确定 对啊 这是我怎么会乱说 走 带我去后门 冯远珊不敢大意 龙阳市那边他才刚起步 和当地的官方力量 都没怎么打过交道 若是从那边过来的武警 十有八九十有大事 你走不了了 还没等冯远珊起步 门口赫然冲进来五名 鹤枪实弹的武警 将他包围 一个肤色暗黄 面色坚毅的中年军官进来道 冯远珊你涉嫌谋杀 抢劫 贩卖人口 贩毒等多项违法行为 龙阳市武警 联合川平县公安 正式对你实行逮捕 望着那鹤枪实弹的武装力量 冯远珊丝毫不怀疑 自己若是轻举妄动 恐怕下一秒 就会被打成筛子 带走 疏散所有无关人员 控制这里并进行封锁 中年军官吩咐道 不止皇朝 KTV内 川平县其他地方的冯家产业 都在今夜 遭到了无情的查封扣押 冯远川 冯天龙 甚至其他的冯家人员 都以各种罪名 被强行逮捕 冯俊凯因刚进医院 且实际年龄 还未满18周岁 没有被警方逮捕 却也是在医院中 被控制监视起来 川平县公安局内 此时正灯火通明 局长杨文祥 正陪着李自华 蒋超龙 还有其他龙阳士过来的领导 他自然已经知道 发生了什么 整个公安局 正配合市里来的刑侦专家 连夜对冯远山家族 进行调查 在调查下 冯远山之前所犯的那些罪证 有将近一半都被证实 有些案件 因为证据不足 年代久远等原因 还无法判定 但有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证实了 梁天寨名单上 那个冯远山 就是他 组织参与如此多数量的人口贩卖案件 光这一条 足以让他吃枪子了 冯远川 他的弟弟也跟着犯了不少事 至少能判个无期 冯远山所犯的明事案件较多 刑事案件较少 但也没生命危险 公安局看守所内 爸这是怎么回事啊 冯远山有些颤抖地问道 今夜对他来说 简直是至暗时刻 冯远山靠在椅子上 闭着眼睛缓缓道 我们家完了 爸什么意思 你别吓我啊 冯远山有些不敢相信 二说 你不是和这里的新副局长关系好吗 叫他过来放我们出去啊 冯远川喝道 蠢货 我们都是被龙阳市的武警抓来的 川平县的公安都只能协助他们 恐怕新副局长此刻也自身难保 毕竟摸爬滚打了那么些年 冯远山和冯远川 能判别出当前的状况 和他们关在一起的 还有十几个人 有些是他们家的亲属 有些是为他们家族服务的高管 此刻都垂头丧气 眼中失去了光芒 一夜之间 冯远山家族 在川平县的所有势力 被连根拔起 冯远山心中无比的苦涩 自己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家 就这样一夜之间 化为乌有了吗 只是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0月4日 沈珊珊今天起来的大早 实在是昨晚的事 还是让她担忧不已 虽然沈一三和她说了没事 但她依旧整夜没有睡好 沈一三早起给做了早饭 见妹妹这精神状况 也是有些好笑 忽然 来了个电话 是猎豹打来的 二人已经算是朋友了 所以昨天 行动结束 就互换了电话 方便平时联系 能调查的都调查清楚了 冯远山一家人也已经控制了 你过来看看 猎豹在那头问道 虽然猎豹并非警方和军方的人员 表面上无权指挥这些力量 但李自华这位将军亲自接待的人 其他人还能说什么 沈一三吃完早饭 就驱车前往川平县公安局 他新买的车 昨晚也连夜被军方送到了小区 川平县公安局 时隔一个多月 沈一三又来到了这里 碰巧 进大门遇到了郑萱萱 呀 这不是一三弟弟吗 过来帮忙的 郑萱萱顶着个黑眼圈问道 哈哈 萱萱姐 辛苦你们了 沈一三进门建局里面的人 大多都是眼皮打架的状态 明白昨晚肯定加班到很晚 切 怎么没带沐晴过来 对于这事 沈一三和陈沐晴之前瞒着他 还是有些怨念的 他回宴都爷爷家了 下次来了 一起过来看你 沈一三道 郑萱萱白了他一眼道 算你还有点良心 正在这时 猎豹和李自华走了出来 身后跟着几个人 都是沈一三的老熟人了 李虎兵 杨文祥 少军等局里的人 沈同志 冯远山一家目前关押在这里 经过昨晚连夜审讯 他们基本上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你还要去看看吗 李自华问道 他雷龙的身份 自然不适合在公众场合被人知识 李自华只能这样称呼他 李自华对其他人的解释 就是猎豹和沈一三 是他请来协助的专家 有上将军衔再生的李自华 说出来的话 别说在川平县公安 就是在川省公安都没人敢质疑 李队 杨局长 少秘书好久不见 沈一三对几人打了招呼 杨文祥几人 对沈一三的刑侦断案能力十分了解 笑着回应 而且能被李自华上将请来 几人不由地对沈一三高看了不少 少年英才啊 杨文祥内心感慨道 没有过多寒暄 李自华带着几人来到了审讯室 前方一排共计十六人 穿着清一色的劳改服 每个人面色无光 见几人进来之后 七七抬头看了过去 沈一三 你怎么在这 冯天龙见到他 尖叫道 沈一三瞥了他一眼 并没有理会这个他 跟着李自华他们坐到了边上 沈一三接过调查审讯报告 还没一分钟便已经浏览完毕 冯远山所承认的罪行 记录在内的有三十六条 已经找到确切证据链的二十五条 剩余的缺少证据没法判定 不过没事 沈一三来了 接下来就让他本人亲口叙述吧 沈一三朝李自华点了点头 接过了话筒 各影像设备和记录人员均已就位 冯远山将没有记录在案的 你所做的其他犯罪事实给补充下吧 沈一三说完直接用了土真剂 冯远山本已经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想闭口不言 不过土真剂的效果下 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开始叙述起来 整整过去了十分钟 直到土真剂效果结束 冯远山将其余一些犯罪事项交代了七七八八 记录员在一旁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页纸 累得手都酸了 最后冯远山如梦初醒 然后面如死灰 冯家的其他人也一样 冯天龙更是不敢相信 很多事情他也没听他父亲说过 十一年前 我父亲神秘光原来就是被你害的借钱去赌 最后还是你在那晚将他给杀害 制造成他醉酒摔死的假象 沈一三缓缓开口道 周边众人没想到从冯远山的叙述中 还有这么一档子事 而且被害之人还是沈一三的父亲 妥妥的杀父之仇 冯远山空洞的眼神 难得聚焦看了沈一三一眼 再一次沉默 或许是早些年作恶太多 血已经冷了 审讯室里沉默了将近一分钟 好了 接下来的事 就是你们警方和法院的事了 沈一三起身 率先走出了审讯室 猎豹和李自华也跟了出来 节哀 好歹他也要迎来自己的报应了 猎豹对沈一三道 沈一三突然露出了笑容道 没什么好悲伤的 我对我父亲的印象也停留在十岁那年 他是赌如命也是罪有应得 哪怕没有冯远山 也会遇到其他人 这是他的命逃不了的 作为他的儿子 算是终于给他报仇了 结束这段因果 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他的心境仿佛在这一刻得到了升华 有种说不出的轻松 没人发现的是 他此刻目光之中 有一抹雷光闪过 二人对沈一三的这番话 也有些意外 不过见他如此豁达 也就放下了心来 这次任务算是彻底结束了 我也该回去了 我说过的事情自然算数 出了门之后 猎豹说道 沈祖成员的考核和认可 对你来说已经形同虚设 魁牛和飞虎二人也不会有意见 沈一三也已经了解了 沈祖成员的其他代号 知晓魁牛 飞虎二人是除了之前老天师以外 沈祖成员中站立最强的二人 他们这些人的罪名判定 我这边会让人连夜定夺 明天给组长一个满意的回复 李自华道 李将军可否商量个事 沈一三说道 李自华见沈一三那么询问 好奇道 组长有什么吩咐 沈一三对二人说出了心中想法 听完后 猎豹和李自华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给雷龙组长这个面子吧 猎豹说道 李自华沉默了会 最终还是点头道 虽然不合规矩 但是没什么大问题 我会安排好的 沈一三对李自华表示感谢 沈一三回到家后 和沈姗姗说了下冯远山一家的结果 听完后 沈姗姗都惊呆了 那冯俊凯岂不是 等他医院伤好了出来 虽然判不了 但会被监视 而且家都没了 也就不会失去了最大的依赖 沈一三道 沈姗姗听闻之后 煞食欢呼雀跃 说什么 今晚也要好好庆祝出去吃一顿 沈一三这几天 好不容易将主要的事情忙完 终于能安静会了 躺在床上 和骆婉宁及陈穆晴 汇报了这几天的事情 就是把良天债的事情 给省略过去了 二女也和她汇报了下 这几天的生活状况 陈穆晴陪爷爷奶奶出去游玩了几天 骆婉宁则是将 天意投资的未来方向及发展 做成了规划 公司注册 以及其他事项安排 等国庆结束之后才能进行 过了一会 沈一三接到了魏怡的微信消息 她问沈一三 明晚有没有空去一起吃饭 沈一三本来想拒绝 但还是先和魏怡说了 明天晚上刚好有同学聚会 原本以为魏怡会改时间 但她竟然问 沈一三明晚能不能一起去 这可把沈一三给问梦了 你女朋友没和你一起回来 就一个人过去 不是很没面子 魏怡问道 同学聚会不就是装逼聚会吗 我给你去唱唱辫子也好啊 两句话彻底把沈一三给说动了 自己准备去参加这同学聚会 是刚刚才确定的 本来也没考虑那么多 就是想去汇报下冯天龙的结果 要知道 曾经班里不止她一个人受过欺负 要是那些老同学 知道了冯天龙的结局 大部分都会谈官相庆 而且现在的同学聚会 确实是各种攀比 也没规定 不能带朋友家属什么 沈一三虽没那个心思 却也不愿意被人看清了 人活在世 不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吗 于是 她就答应了卫仪 妈 我和沈同学明晚去一起吃饭 卫仪在家里 对自己的母亲说道 是那个沈同学 卫仪母亲问道 是啊 不带来家里吃吗 我和你爸爸也好感谢她 明晚是他们同学聚会 我让她带我一起过去了 卫仪有些脸红的说道 她母亲愣了会 玄机笑道 那明天给她撑撑场面 有空记得把她带回来 卫仪的母亲也是过来人了 对她鼓励道 而且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女儿 自己姿色也不差 虽然上了年纪 但还是能看出年轻时候的底子 下午 沈一三和妹妹三叔 将一堆家具搬进了白马府的公寓后 便去吃晚饭了 晚上将新家简单收拾了下 沈一三便说出去办点事 沈姗姗和沈豆光自然没有意见 正忙着新家的不知不亦乐乎 龙阳市监狱 冯远山等一行人 已经全部被转移到了市里 进行关押 沈一三在夜里十二点准点到达 雷龙组长 人就在那个房间 李自华向市早已等候多时 对沈一三说道 麻烦了 沈一三进了监狱 走进了关押冯远山的那间 冯远山一天之内白了头 正躺在床上 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忽然 见沈一三进来 你怎么会来 冯远山起身 看着沈一三问道 沈一三没有回答他的提问 静止走到他身旁 这是我刚掌握的力量 今天送你上路 了却这段因果 说完 沈一三周身微弱的雷光闪烁 冯远山见状 惊得后退了几步 你精神力天赋修炼者 沈一三虽敢意外 但攻势未减 你不能杀我 我还想多活些十日 法院还没定我的罪 你不能 话音未落 沈一三的雷光汇聚到掌中 随后一掌印在他的眉心 没有什么华丽的效果 当雷光进入冯远山身体那刻 他的生机被瞬间磨灭 雷霆 寄灭者 拥有毁灭一切生机的力量 这是沈一三下午 心境升华后 发现能掌握的力量 在五雷正法中 名为掌星雷 冯远山的身体 缓缓倒下 瞳孔彻底涣散 在这一刻 终于死去 为座停留 他便离开了龙阳市监狱 多谢李将军 沈一三道 白天沈一三和李自华 请求的事 就是让他自己处决冯远山 虽然于法律而言 这并不符合规律 但沈一三作为神祖成员 在铲除良田寨中 未居守宫 而且 冯远山所犯的罪行 必死无疑 无非就是 程序还没走完 为当众宣判 用一个作恶多端的 必死之人 换神祖成员的一个人情 是非常划算的 目送着沈一三离去 李自华最终感慨道 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李将军 竟然还会对一个年轻人 这么评价 从阴暗处 走出来一个 身着中山庄的老者 他是神祖雷龙 李自华说道 我知道 老者回道 不 我是说 他配得上雷龙之位 李自华解释道 哦 看来神祖的考核 会变得很有趣 老者听出了他话中的意思笑道 走吧 接下来好好擦擦屁股 说完 李自华跟在老者身后 走向远处 这老者正是川省的天罡 名为胡元宇 一日 清晨 川省公安发布了一则通报 犯罪嫌疑人冯远山 多年来拉帮结派作恶多端 犯杀人罪 枪劫罪 贩毒罪 贩卖人口罪 强奸罪 证据确凿 因自知罪孽深重 于昨晚半夜十二时许 在川省龙阳市监狱中 畏罪自杀 其家族人员 参与各种违法犯罪事实 以取证证实 社会影响 极其恶劣 各犯罪人员 择日进行宣判 不得取保 不得上诉 随着这则通告 冯远山家族一案 彻底告结 同时 川平县行政部门内部 也迎来了一次大清扫 之前和冯远山家族 有过勾结 收受好处的公职人员 全部落马 川平县公安局 杨文祥局长 受到了警告处分 并扣除全年级校奖 好在并未被撤职 随着官方通告发布 便正式宣判了 冯远山家族的最终命运 沈一三此刻 正安静地待在 白马府的新家中 看着叫来的家政人员 正忙碌地整理 此刻 系统的提示音终于响起 特殊任务 复仇计划完成 本任务 根据宿主完成情况 进行特殊奖励 宿主任务 完成情况评分 SS 任务固定奖励已发放 提制点10 精神点10 高级智能生物保镖1 技能升级卡3 钱笔盲盒金额永久 提升10倍 因本任务完成程度较高 随机奖励中 奖励品质提升 宿主开出 该等级奖励 终极品概率增加 任务随机奖励 高级随机技能卡3 高级物品转盘 抽奖次数3 特殊能力觉醒卡1 看到奖励到账的一瞬间 沈一三的内心激动万分 这次的奖励 是他做任务以来 最豪华的一次 体制点和精神点 直接作用在他身上 使得沈一三的体质 来到115点 精神涨到118点 钱笔盲盒的奖励 永久提升10倍 说明他每日的金钱 保底收入都过万了 技能升级卡暂时留着 等会看看高级的技能 会开出什么 另外高级智能生物保镖 则是一团银白色的 液态金属颗粒 静静地躺在系统空间中 沈一三对这个东西 十分感兴趣 从系统的描述来看 这个智能生物保镖 能根据他的想法 来生成外形体格 一旦生成后 就不能更改 由于这个保镖 是由宇宙中稀有金属构成 几乎不可能被损坏 受到的外伤 可自动进行重组修复 最重要的是 这个智能生物保镖 只听从于沈一三 一个人的命令形式 绝对忠诚 沈一三想了想 按照自己的想法 将高级生物保镖 生成了一个年龄和他差不多 样貌也和他有 七八分相似的青年 以后你就叫沈金 沈一三看着眼前的生物保镖 给他取了名字 沈金似乎在熟悉这个世界 过了一会 加载完成后 对沈一三道 好的主人 以后称呼我老板 沈一三道 沈金连忙改口 好的老板 让我试试 你的实力 沈一三道 于是 沈金按照他的指令 不断朝沈一三发起攻击 大约过去了十分钟 沈一三叫停 他已经测试出了沈金的攻击力 大概有金刚初期 接近于金刚中期的实力 光凭体修的实力 甚至比沈一三还强 只是沈金 无法修炼精神秘书 没法成为和他一样的 双修修炼者 不过 这已经足够了 整个华国 达到金刚实力的人 又有几人 沈一三带着沈金二人 可以说 在整个华国 宗门内都可以横着走了 更重要的是 沈金的修复能力极强 他遭受破坏后 流出的不是鲜血 而是银白色的液态 这些液态会迅速填充 被损坏的地方进行修复 简直比沈一三的自愈能力 还变态 沈金甚至没有痛绝 各种伤害 都无法让他产生畏惧之心 简直就是个进可攻 退可挡的人形盾牌啊 以后 要是遇到什么危险 直接让沈金 替自己抗伤害 不就行了 完美 沈一三对系统奖励的 这个生物保镖赞叹道 领完了固定任务奖励后 沈一三继续领取 随机任务奖励 首先是高级随机技能卡 开启后 获得了三项高级技能 高级技能 龟西 高级技能 宁谋 高级技能 水下潜行 这三个技能 没有像以前那样 有着等级前缀 但却是实打实的高级技能 龟西 宿主可摒弃五小时 宁谋 开启后 宿主可无视任何环境 拥有看清周围环境的能力 水下潜行 宿主在水中 可拥有和海洋生物般的 灵动和速度 沈一三看着这三个技能 大呼过瘾 这三个技能组合起来 就让他拥有在水中 作战的能力 要知道 人类在水中 能发挥出的实力 实不存一 而沈一三 凭借这三个技能 可让他无视水中环境 以自身圆满状态 作战五个小时 看来经过系统提升后的 随机奖励 开出来的 确实称得上是极品 沈一三 想要用技能升级卡 提升这三项技能 却显示 提升一项需要十张升级卡 珍贵 沈一三按道 不过 确实值得 沈一三决定 攒一攒技能升级卡 毕竟其他技能 对他来说 有些鸡肋 提升不提升 意义不大 紧接着 则是特殊能力 觉醒卡这一张卡了 不知道这次能开出来 什么技能 上次的自愈能力 已经非常变态了 沈一三能在梁田寨 击杀贝利强和贝当古 就依靠了他的自愈能力 不然也是凶多吉少 开启 获得特殊能力 空间跃迁 沈一三一时间呆住了 空间跃迁 看了看能力介绍 沈一三松了一口气 还好不是他想象中 那种想去哪 就去哪的空间跳跃 这个技能 需要他的精神力来催动 依托他的体质来支撑 使用一次 沈一三能无视空间 距离跳跃至周身 十米范围内 任意一点位置 爽 看了能力介绍后 沈一三激动起来 为了验证这个技能 他带着沈金直接出门 开车来到校区 一片荒芜人烟的地方 在这里试验 不会有人发现 帮我盯着周围 沈一三对沈金道 沈金领命 为沈一三环顾四周情况 沈一三看着前方 催动精神力 发动起空间跃迁 忽然他的身形 消失在了原地 出现在前方 距离八米开外的地方 身形出现那一刻 他感觉自己的精神力 消耗了一截 身体都忍不住有些酸痛 难怪需要体质来配合 不然身体弱了 使用一次 怕是就会撕裂 自身血管和肌肉 沈一三自语道 他没有停止 继续进行测试 经过约一个小时的试验 他面色苍白 大汗淋漓地坐在地上 总结了空间跃迁的效果 每次跃迁若 是极限距离十米的话 他最多 只能使用五次 便会精疲力尽 若是跃迁 只有一两米距离 他能连续使用 三十次左右 简单来说 就是消耗 和跃迁的距离范围成正比 而且 和别人战斗时 需要不停地使用 体力和精神力 有时候还要消耗能量 来进行自愈 战斗中使用空间跃迁的次数 也会大大减少 估计每次启用 跃迁一两米的距离 战斗中 能用十次都是极限了 至于跃迁十米 那估计只能用一次 每次战斗的当作 压箱敌使用 因为极限距离的跃迁 他出现了一颗 自身会有短暂的僵直状态 这在战斗中 是很致命的缺陷 一旦被人发现 破绽会很危险 沈亿三休息了好一会 才有力气行动 总结完了空间跃迁的 能力效果之后 他终于看向最后 还没领得奖励 高级物品转盘 抽奖次数三 只见系统空间中 出现了一个 虚幻的巨大转盘 沈亿三也不知道 这个转盘里面 有多少物品 只见到一条条细线 充斥着转盘 将那些物品分隔开来 其中有些物品区域的颜色 还不同 大多是白色区域 但也有少数 蓝色紫色和金色区域 金色区域最少 但是奖品 应该也是最好的 紫色次一点 白色最普通 当然这个普通是对沈亿三而言 转盘里面 随便一件物品拿出去 估计都能造成不小的轰动 沈亿三搓了搓手 内心有些期待起来 这得看我的手气了呀 希望给力点 说完 他开始了第一次转盘抽奖 转盘飞速转动 沈亿三根本看不清 只能随便喊停 最终 只真落在了一块紫色区域 恭喜宿主 获得超级战车 暗夜精灵 一瞬间 奖励出现 只见一辆造型酷似超跑 颜色黑中带子的车辆 出现在了空旷的地面上 卧槽 这怎么那么像蝙蝠侠战车 沈亿三惊道 无论是车身轮廓 还是底盘构造 轮胎方面 都充斥着科技与力量感 沈亿三迫不及待地 坐入驾驶室内 欢迎主人 请为本战车命名 命名后 战车系统将与主人绑定 实现手动 及无人驾驶双重模式 一道不含感情的女性 机械提示声响起 就叫你暗夜吧 沈亿三说道 好的主人 声纹已绑定 指纹 红膜 面部人脸是别一绑定 暗夜系统道 暗夜 这车性能如何 沈亿三问道 回主人 本车全身一体 采用超强宇宙态打造而成 能直面小型导弹的攻击 而不损坏 动力系统 采用小型可控核 聚变发动 能源舱加满水 本车所有系统 全功率运作下 能使用一个月 百公里加速最快 只需1.5秒 最大车 速可达500公里每小时 同时车身配备 微型弹头 激光武器 及能量护盾 可有效抵御 各种攻击和进攻 车辆副驾驶座 可在战斗模式下 切换成控制平台 进行雷达扫描定位 及战斗控制 一连串介绍下来 沈亿三已经从震惊 变得麻木了 总体来说 这辆车拥有世界上 所有最高配车辆的一切功能 个性能方面 更是远远超出 同时也是一辆战车 不仅拥有 比坦克还强的攻击 和防御性能 机动性更是远远超出 绝对是世界上最强之车 有了这辆车 沈亿三以后 都不需要换车了 无论是性能还是外观 开着车出去 绝对是街上最亮的车 稍微收敛了下激动的心 继续转盘抽奖 紫色的物品都那么牛逼了 那金色的呢 当转盘再次停止时 停在了蓝色的区域 恭喜宿主 获得储物空间100立方米 储物空间 可以存放一切非生命类物品 只需一个念头 便可将东西 存放至储物空间所在的次元空间中 若想取出物品 需保证宿主 周围空间有足够大的地方容纳 沈亿三感觉 这个奖励实在是太适用了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东西拿不下了 虽然不好 直接在别人面前使用这能力 但自己会方便无数 星面一动 他将暗夜精灵战车 收进了储物空间 然后再次放出来至深前空地 熟悉使用之后 便将战车收到了储物空间之中 准备带回天海再用 最后一次抽奖 当指针停止 停留在了蓝色区域 恭喜宿主获得行业信息预知卡1 这行业信息预知卡 和之前获得的未来信息预知卡 有所差别 他需先确定一个行业方向 然后能预知整个行业范围内 随即一项信息的未来走势 只不过 每个月只能使用一次 每次预知的信息时间 7至14天不等 好在这张卡并不是现实的 可以一直使用 这样对于沈亿三来说 也是非常有用的一张卡 他当即选择了金融行业 这样 以后天意投资 就能根据信息卡走向 在金融行业内疯狂吸睛 三次抽奖结束之后 那虚幻的转盘也消失不见 两次蓝色 一次紫色 虽然没有抽到金色物品 但这次的收获审议三 觉得足够了 毕竟金色的物品 在那成千上万的总数中 也就占据了几十个位置 虽说这次概率提高了不少 能抽的两次蓝色 一次紫色 已经算是很好的结果了 按照正常概率来说 估计起码两次是白色物品 至此 这次特殊任务的所有奖励 都已消耗完毕 其中特殊能力空间跳跃 智慧生物保镖 暗夜精灵战车 和三个高级技能 组成让他的战力上涨一大截 储物空间更是一个意外之喜 能减少他很多麻烦 总而言之 就是这次的奖励赚妈了 沈金 过来吧 沈一三消化完了收获 让沈金结束警备 对了 你会开车吗 沈一三问道 会的老板 我的数据库里面 这是最基本的 保镖职业 需要掌握的相关技能我都会 沈金回道 沈一三将奥迪车要扔给沈金 道 开车去接人 我要去参加个同学聚会 于是 沈一三一路躺在座椅上 恢复刚刚空间跃迁 枯竭的体力和精神力 询问了魏仪家的位置 沈金驱车来到 魏仪给的位置 是一座小洋楼 门口 魏仪已经提着一个手提包 在等着了 今天的魏仪 穿着那天初次见面的紫色连衣裙 一头黑长直的秀发垂落尖头 淡淡的妆容 更衬托出了他的美貌 不愧能当大三笑话候选人 沈一三越看越觉得 他有种成熟的韵味 走吧 时间也差不多了 沈一三摇下车窗对他说道 你来了 魏仪见到车内的沈一三 欣喜地说道 打开车门坐到后排 他见到沈金问道 这位是 沈金 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现在当我的专属司机 沈一三道 他没说保镖 会容易让人觉得有些顽固 而且沈金和他们 差不多年龄 司机这个身份 对外是最合适的 难怪你们这么像 魏仪甜美一笑道 二人一路闲聊着 来到了景江饭店 今天忙活了一天 二人到达时 已经快到约定的六点了 让沈金停完车 原地等待 沈一三和魏仪 下车朝着饭店走去 沈一三你来了 刚走到门口 王倩倩一眼看到他 高呼道 呃 你在门口专门等我 沈一三有些诧异道 对对啊 我怕你不知道吃饭的包厢 就出来等你 王倩倩说道 麻烦你了 沈一三笑道 王倩倩看到了 和沈一三一起来的位移 见他那女神般的美貌 问道 这位是 我朋友 本来今天是他邀请 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的 想到今天同学聚会 他就和我过来了 沈一三道 这话听到王倩倩里 就是另一个意思了 长那么漂亮 去他家吃饭 那不是妥妥的 男女朋友关系了 不过 沈一三现在那么有钱 人又帅 找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不是很正常 想到这 王倩倩便笑着 对他打招呼道 你好 我是沈一三同学王倩倩 魏仪 魏仪回到 和王倩倩握了握手 王倩倩也没别的心思 他就单纯的 想抱紧沈一三的大腿 想成为他女朋友 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没那个实力和资本 已经到了26个同学了 就剩你和冯天龙了 没想到 你还会带女朋友 王倩倩在前面带路说道 怎么 不能带人过来吗 沈一三问道 也没去纠正 不是不是 同学来了26人 但是实际人数 有38人了呢 加上你们两个 就40人了 好多也是带着男女朋友来的 王倩倩解释道 说着 二人来到了 2666的大包间内 门打开 里面有四张大圆桌 每张圆桌周围 几乎都坐满了人 倩倩 你去门口接冯少爷过来了 看到王倩倩开门 有个女生问道 这时 沈一三和魏仪 才缓缓进门 咦 不是冯天龙 这是沈一三 人群中一个男生回道 老王 那么多年不见 还能认出我啊 沈一三笑道 男子名为王孝云 以前和沈一三关系 还行 是沈一三呀 好久不见了 刚开口的女生 惊讶地吓道 傅轩 鲁士华 陶一航 范静诚大家好久不见 沈一三看着那一道道熟悉的面孔 打招呼道 刚开口的傅轩道 刚倩倩出去 我们还以为他等冯天龙的 没想到 是你先来了 来来来 这边坐 刚好还有两个位置 王孝云说道 指了指 自己身边的两个空位 沈一三领着魏仪走了过去 哎 沈一三 等会冯天龙还要来呢 你要不要坐我这边 让那个美女坐那 有个 男生开口道 是啊 我这也能腾出位置来 你那个位置 让给天龙哥呗 开口的都是之前冯天龙的狗腿子 几人见沈一三 带了这么一个极品美女 心中有些不平衡 他们自己也带了女朋友 只能委婉地说出来 沈一三见几人开口 也是冷笑了声 拉着魏仪坐了下来 你们等到冯天龙 不会来了 沈一三说道 这句话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别乱说啊 冯天龙发起的聚会 他怎么可能不来 对啊对啊 沈一三你别乱说 以前你和冯天龙虽然有过节 但是过去那么久了 就大度一点嘛 王笑云在一旁也开口道 怎么回事 沈一三淡淡地说道 冯天龙一家都已经被抓了 你们应该心里都清楚 他家里是做什么的 冯远山已经在监狱中自杀 冯天龙死不了 但是判个十年八年的 还是没问题的 不可能 开口的名为金城西 站起来指着沈一三道 少在这里说冯天龙的坏话 别激动嘛 沈一三懒得和他们一般见识 道 你们查查今天早晨的公安通报 就知道了 众人将信将疑地 拿出手机搜索起来 过了几分钟 都一脸震惊 和不可思议地互相对视 这什么情况 前天我还看见冯天龙在 KTV唱歌的 对啊 这才两天人就进去了 整个家族都被一网打进来啊 冯天龙家族 不是彻底完蛋了 众人都有些不敢相信 会发生这种事 王倩倩也看到了通报 想起前几天沈一三 对自己说过的话 难道他早就知道 冯天龙家会出事 他内心想到 但他绝不会想到 导致冯天龙家出事的始作俑者 就是沈一三本人 终于 大家都接受了这个事实 有些人这一刻 都有些情绪低落 明显都是冯天龙之前的狗腿子 好些人像王孝云 鲁世华 陶一航等人 差点就开心地庆祝了 这时 服务员一道道菜端上了桌 众人此时才反应过来 这是同学聚会的饭局 反正冯天龙出事 对自己又没有影响 有些人拿起筷子 就准备干饭 等等冯天龙出事了 那他组织的这个饭局 谁来买单呢 名为情道红的男生说道 他和冯天龙没什么交情 只是为人比较精明 特别会算账 话音刚落 现场顿时安静了 这几桌饭菜 都是冯天龙订的 每桌加上酒水 大概五千起 这么算下来 一顿饭都要两万多 这笔钱 谁来买单呢 难道要参加的人都AA 每人起码要出五百以上 这样那些带男女朋友来的 不是得出双倍得花上千块钱 这里基本上都是普通家庭 虽然拿得出这些钱 但是不愿意啊 只有个别人无所谓 看着有些尴尬的氛围 一下子就没人动筷子了 要不我回去了 就不吃了 对啊 反正我餐具都没拆 已经有人打退堂鼓 准备撤离了 卫一见状 拉了拉沈亿三的手臂 低声道 你这同学聚会好戏剧啊 沈亿三笑着摇了摇头道 如果是你会怎么样 既然同学聚会交流感情 大不了AA嘛 大家谁都不占便宜 就那么点钱也没必要 卫一答道 你家里都这样困难了 还能这么想 我算没有看错你 沈亿三赞叹地说道 切 我家 只是因为我爸生病花费比较高 经济才困难一时的 等我爸养好了 身体就好了 卫一道 沈亿三对他露出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微笑 道 晚点去你家 我去看看叔叔 卫一似乎有些会错意了 脸红了红低头道 好 好的 正在气氛沉默 一时间有些僵持之时 沈亿三开口道 大家尽管吃吧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不能扫了兴致 这次的消费我来买单 你们尽管放心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你说什么 真的吗 沈亿三你发财了 众多质疑的声音不断询问道 也难怪他们会怀疑 毕竟沈亿三以前的家庭条件 大家都清楚 穷小子一下子变成高富帅 这是电视剧中才存在的情景 他们一下子都不敢相信 放心吧 你们知道我从不骗人 沈亿三答道 可依旧有人不信 尤其是刚才向着冯天龙的几人 金承熙道 别骗人了 等会吃完了 你借口去厕所偷偷摸摸跑了 到时候 不还是把这个摊子留给我们 沈亿三也看不惯着他 说道 你不信可以出去了 这顿我请 但我不请你 装什么啊 我倒是要看看 等会你怎么收场 说完 金承熙竟然真的出去了 还带着他带来的一个女伴 只是依旧没人愿意先动筷子 沈亿三轻笑着摇了摇头 对卫仪道 赶紧吃吧 等会菜都凉了 卫仪自然不矫情 拿起筷子就开吃 还不忘给沈亿三加菜 看得男同胞们一阵羡慕嫉妒 卫仪可是清除沈亿三的财力的 区区一顿几万块的饭 一点压力没有 王笑云见状 也开始动筷子了 接下来最先动的 还是灵珠的王倩倩 吃了几口 王倩倩开口道 沈亿三前两天 在我那买两套房 一套白马府的别墅 一套天运小区的大平层 全款 尤其在最后两个字上 加重了生意 傅轩看着他道 倩倩 你说的真的 我有必要骗你吗 王倩倩说道 而且我的提成都下来了 两套房公司给了我额外奖金 一共三万五呢 说完 王倩倩还充满感激地 看了沈亿三一眼 那些同学都清楚王倩倩的职业 得知他一下子提成三万五 都能算出成交价有多少 沈亿三买房花了一千万 而且还是全款 这下 没人敢质疑 沈亿三能不能请得起这顿饭了 开玩笑 花一千万全款买房的人 会差那几万块请吃饭 于是 桌子上瞬间一阵公筹交错的响声 一时间 氛围变得无比欢乐融洽 没过一会 到处都是来给沈亿三敬酒的 沈同学 以后麻烦多照服照服老同学啊 我就说沈同学学习那么好 以后一定能赚大钱 果然没看错 沈同学 你女朋友真漂亮 和你很配 果真是人有钱了 什么人都围着你赚 沈亿三这次算是深刻体验到了 哪怕是卫宜 都被不少同学敬酒 女同学们看着卫宜 恨不得取代她 可是他们也明白 自己没有那个资本 酒过三巡 一个个都喝多了 王笑云 搂着沈亿三的肩膀道 兄弟啊 你终于出人头地了 冯天龙也得到了 他应有的结局 我太高兴了 沈亿三拍了拍他 笑着回道 以后有事找我 今晚不醉不归 王笑云有些上头 又干了一杯 沈亿三喝的 比任何人都多 但是他的头脑 却比任何人都清醒 位移在他身旁 都是一副 昏昏欲睡的模样 不知道 是不是有意无意的 脑袋 整着沈亿三肩头 身体紧靠着他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一顿饭 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沈亿三叫了服务员 过来买单 就在服务员进门的一瞬间 门口探出个脑袋 看向里面 竟然是刚才离去的京城汐 他等到现在 现在就是想看到买单时 沈亿三各种推托的样子 好让他来装个逼 只是情景发展的 似乎和他预期的 有些不一样 沈亿三和服务员二人 有说有笑的 一会沈亿三 便拿出了手机扫码付款 服务员带着满脸 微笑退了出来 结账之后 沈亿三站起身 对他们道 大家今晚完的尽兴 想去唱歌的去楼上 有专门的KTV 消费机在我头上 我已经和刚才的服务员说过了 那些没有喝酒 和未喝酒的顿时 一阵欢呼 哪怕是同学带来的那些人 都不由得给沈亿三 比了个大拇指 各位 我就先回去了 咱们以后 有空再去 沈亿三说道 慢走啊 晚上千万注意安全 别导出人命了 哈哈哈哈 在酒精的作用下 他们调侃起了沈亿三 总不能耽误人家 办正事啊 魏依不知道 有没有喝醉 原本红红的脸庞 似乎又红了几分 沈亿三无奈摇头 搀扶着魏依 一步步走向门外 他早就发现了 金承熙一直等在门外 路过之时道 真是难为你了 在门口等了两个多小时 也不等金承熙发怒 沈亿三便带着魏依 离开了饭店 沈亿 去魏依家里 沈亿三和魏依 坐在后排说道 就在这时 魏依忽然开口道 我爸 因为生病 最近都睡得早 这个点有点太晚了 我去酒店住一晚吧 沈亿三也不知道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问道 你确定 魏依像是 做了很久的决定 哦 对啊 你就把我送到附近的酒店就行 我自己住 最后的声音 仿佛蚊子一般 根本听不清 沈亿 去希尔顿酒店吧 沈亿三道 沈亿自然完全按照 沈亿三的吩咐形式 没一会 便来到了川平县 唯一的五星级酒店 希尔顿酒店 给魏依办理了 入住手续之后 看着他 有些虚浮的脚步 沈亿三挑了挑眉 他发现 魏依对自己的好感度 已经长到了95点 还造念啊 沈亿三内心说道 于是 他走上前 重新搀扶着 魏依走向酒店房间 魏依身躯 先是紧绷了下 随后又无比放松 任由沈亿三 搀扶着进了房间 房间内 沈亿三将魏依 放在床头半躺 魏依此刻双眼 含情默默地看着沈亿三 问道 你会看不起我 嫌弃我吗 沈亿三知道 他问的是什么 你有自己的底线 能悬崖的马 是个好女孩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听完这句话 魏依便不顾一切地上前 稳住了沈亿三的唇 沈亿三也非证人君子 有美人这等主动 他还装什么矜持呢 于是 天雷勾动的火 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开启 一日清晨 魏依慵懒地从床上醒来 虽然 昨晚折腾的身心俱疲 还有些疼痛 但他并不后悔 醒了 沈亿三温柔地问道 嗯 魏依娇羞地点头 喝了这个 沈亿三取出了五 治愈药剂 给魏依道 这是什么 魏依好奇地问道 一种能治疗你伤势的药 能提升你的身体能力 沈亿三说道 这么神奇 魏依虽然惊讶 但是没有怀疑 昨晚魏依 把自己给了沈亿三之后 好感度已经来到了98点 至死不渝地称号生效下 魏依已经不会背叛她了 沈亿三对自己的女人 从来不会吝啬 魏依喝了治愈药剂后 没意会所有的疼痛 都消失不见了 甚至觉得 身体素质都强了一大减 好神奇的药 魏依感叹道 谢谢老公 她抱着沈亿三甜蜜地笑着 可是我暂时给不了 你什么名分 沈亿三说道 我知道 某人给女朋友过生日 都上热搜了 我哪敢挣夺正宫之位呢 魏依笑道 你呀 放心吧 虽然暂时给不了你名分 但是该有的 你都少不了 沈亿三道 木马 魏依在沈亿三脸上 亲了一口 回天海了这辆车 就给你了 沈亿三毫不犹豫地 将奥迪给送了出去 至于妹妹 到时候喜欢什么车再买了 魏依甜甜一笑道 那老公今晚去我家 那当然了 都把他女儿吃光了 总不能不认账啊 沈亿三笑道 那我和我妈说下 让她准备点菜 魏依拿起手机 就给她母亲发起了信息 可是那边回的 第一句话就是 舍得回来了 昨晚 我和你爸等了你很久 沈亿三也看到了 魏依不禁面旁一红 看来 昨晚你是骗我的吗 沈亿三业余地笑道 魏依捶了捶她的胸膛 然后就转过去 不给她看接下来的聊天对话 二人过会 又沉练了一番 直到中午才起床 吃完午饭后 沈亿三带着魏依 来到商场 各种买买买 沈亿可就彻底化作工具人 一路上大包小包 挂满了身 不能用储物空间 沈亿这个金牌工具人 再合适不过 沈亿三以后 终于能解放双手了 直至下午四点多 沈亿三才让沈亿 开车前往魏依家 沈亿三跟妹妹和三叔说 晚上不回去吃饭了 可这两天 他们二人 哪有空搭理沈亿三 在白马府的新家忙得不亦乐乎 沈亿三去干嘛 他们都不在意 爸 妈魏依进门后喊道 只见厨房中 走出一个中年妇女 正拿着厨具 见到魏依回来 身后跟着沈亿三 咧嘴笑道 带客人先坐 等会就好吃饭了 已经见桌上 有五六道菜 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魏依招呼沈亿三 在客厅沙发上坐了下来 不一会 从楼上走下来 一个身体瘦弱的男子 主要被病痛给折磨的 导致身体有些营养不足 爸 你当心点 魏依赶忙上去扶住他 魏依的父亲名为魏东阳 母亲名为罗雪莲 魏东阳看了沈亿三 提过来的大包小包 皱眉道 乃有请客人来吃饭 还让他送东西的 爸我也劝过了 但亿三他就是不听 我有什么办法 魏依道 魏东阳似乎听出了 魏依话中的意思 仿佛明白了二人的关系 有些手足无措的样子 看得魏依名嘴轻笑 叔叔的身体 恢复还顺利吗 沈亿三找个话题问道 还好 人老了 动了脑子后 做很多事 都开始力不从心了 魏东阳说道 沈亿三现在有高级医学技能 一眼就能看出来 魏东阳现在的身体状态 让他现在给魏东阳 诊断治疗已经没必要了 现在缺的就是好的药品 康复身体 想了想 从空间中 取出了五治愈药剂 给魏东阳道 叔叔喝了吧 他对你的身体恢复 有很好的效果 魏东阳看了看他手中 和口服液一样 大小的纯净液体 有些怀疑 只是因为 最近用了太多 恢复身体方面的 补品和药品 但效果甚微 他不怎么抱希望罢了 爸 你喝了试试 这东西 确实非常有效果的 魏依保证道 反正自己的女儿 不会害自己 魏东阳就接过了 治愈药剂 一口喝了下去 末一会 魏东阳只 觉得身体 有种说不清的爽感 脑袋中 那种浑浊的感觉 正逐渐散去 思维变得 清晰了许多 他深吸了口气 站起身后 发现自己行动 恢复了正常 再也没有那种 时不时的晦涩感觉 我这是好了 魏东阳 简直不敢相信 老婆老婆 魏东阳激动地 朝着厨房喊去 喊那么大声干嘛 你现在的身体 不知道要轻声细语啊 罗雪莲 有些不悦地出来 鼠落道 哈哈 我好着呢 魏东阳快步 走到他面前 根本看不出来 刚才那种虚弱无力感 罗雪莲见状 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 你你恢复了 嗯嗯 魏东阳激动地说道 夫妻二人 忍不住抱了抱 罗雪莲 有些疑惑问道 什么情况 一下子就好了 魏东阳看了看沈一三 把刚才的事 说了一下 哎呀 这下前人家的人情 怕是还不轻了 罗雪莲也不知道 是不是开玩笑 啊 要不把小姨给她 就当还这些人情了 魏东阳一正 看了眼卫仪 面色飞红的样子 点点头道 我看行 沈一三也有些尴尬 起身道 叔叔阿姨 这是举手之牢 小姨 赶紧让小三入座 饭菜马上好 罗雪莲 如同丈母娘看女婿一般 看着沈一三说道 而后赶忙奔向厨房 魏东阳也过去帮忙 不久 四人坐在餐桌上 来来来 尝尝阿姨的手艺 罗雪莲给沈一三的碗中 盛满了菜 沈一三盛情难却 嘴就没停下来过 小三啊 过多感谢的话我也不说了 反正以后都是一家人 你可要好好对小姨啊 罗雪莲笑了笑道 沈一三不敢看她 毕竟昨晚 把魏仪给霍霍了 难道还能耍赖不成 妈你说什么呢 魏仪有些娇羞地说道 切 昨晚没回来去哪了 妈也是过来人 这方面还不清楚 罗雪莲白了魏仪一眼道 魏仪瞬间捏了下去 不敢与母亲对视 一顿饭很快就在温馨的 氛围下结束了 魏东阳吃到后来 不断叮嘱让沈一三 好好对魏仪 毕竟沈一三的条件那么好 她生怕 女儿抓不住沈一三的心 被别人插足 反正成既定事实了 沈一三便对二老保证 自己不会辜负了魏仪 既然父母都发现 并且同意了 魏仪索性也就不装了 搂住了沈一三的手臂 一副甜蜜的样子 这时 魏仪的好感度来到了100点 兄弟保护伞的期限 又增加了一年 吃完饭后 魏仪一家人 将沈一三送到门口 目送着她离开 她和魏仪已经约定好 明天中午一起出发 去坐飞机返校 至于沈一三带来的一堆东西 作为未来老丈人和丈母娘 哪有将女婿 送的里据收的 只不过这些礼品加起来 价值超过了10万 不得不让二老感慨 沈一三的扩住 定 魏仪手机上收到了条信息 却是沈一三转来了50万 沈一三怕魏仪据收 还特别说明了 让她将家里借的钱给还了 剩下的当作她的零花钱 想了想魏仪还是收了下来 毕竟已经成为了她的女人 也没什么好矫情的 她也十分庆幸 当初自己的选择 不然也不会和沈一三 有这样一段因果 沈一三帅气 多精大方 性格又好又体贴 简直是女生的完美选择 哪怕自己 当一辈子的小三 她也认了 有了这笔钱 他们家的所有压力都没有了 生活也能回到之前 小康家庭的水平 而且魏东阳身体的康复 比什么都重要 沈一三回到白马府的新家时 已经是晚上8点了 沈豆光今晚回了贵院小区去住 毕竟那里住了那么些年 有感情了 老家里面的东西 并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 新家也就全部满新的 沈姗姗这两天 和家政人员的合理下 将所有的大件都安装完 卫生也搞好了 沈一三回家时 她正成大自行 躺在客厅中的大沙发上 哥 这两天可累惨我了 虽然这么说 但她的脸上还是充满了笑容 这是我找的司机 以后会跟着我 给她安排个房间 沈一三说道 沈姗姗随意指了指二楼 到楼上有五个客房 随便住就是了 沈一三带着沈金走上去 说道 明天我就回学校了 天运小区的那套大平层装修 到时候让书给盯着点 说完 给沈姗姗赚了五十万过去 该买什么就买 钱不够了和我说 沈一三来到了三楼她的卧室 看得出来 沈姗姗这几天 确实非常用心 十月七日 国庆的最后一天 哎呀 这个国庆过得真充实啊 沈姗姗在这最后一天的假期时间 终于能够休息了 家里就交给你和三叔了 我有事情和我打电话 沈一三和妹妹吃完午饭 就出门去卫宜家了 有了车之后 他们去龙阳市机场都快了许多 至于车停哪 找个没人看到的地方 王储无空间一收不就得了 当然 和卫宜的解释 当然是托运到天海市了 沈一三 昨天就让沈金订了三张机票 至于沈金的身份 有证件卡包在 安排个身份证 不是很合理 天海市 沈一三和卫宜选择了打车 前往学校 她没敢让骆婉宁过来见 不然回去一趟 就带个女人一起 骆婉宁即使再怎么大度 心里总会有些难受 啥时候能解决这个麻烦呢 沈一三不禁在心中 期待系统爸爸 给自己弄个玩意出来 解决这事 想坐享其人之福 真难啊 告别了卫宜之后 沈一三直接前往 锦绣兰亭小区 悄无声息地打开了 1502的房门 只见骆婉宁正在电脑前 聚精会神地翻阅着一大堆文件资料 手中时不时地在纸上圈圈点点 丝毫没有发现沈一三到来 沈一三见状 没去打扰她 默默地坐在沙发上看着她 过了许久 骆婉宁放下笔 轻输了一口气 啊 她转身看到客厅中有个身影 不由地尖叫了声 但当看清那张脸时 所有的心绪都化成了激动和思念 回来也不说一声 吓死我了 骆婉宁扑到沈一三怀里娇称道 这不是看你在吗 不好意思打扰你吗 沈一三柔声道 骆婉宁道 这个假期总算把天意资本的 未来蓝图和白皮书给完善了 一些细节只能根据市场来调整 辛苦你了 沈一三道 她明白这种事情 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构想的 骆婉宁肯定之前就有所准备了 不由地让沈一三感慨不已 我们之间不需要说这个 还有天意投资的未来 主要方向你决定好了吗 骆婉宁问道 想要打造一个 投资公司总要有一个重心方向 其他边缘业务为辅 金融市场领域 而且是全世界范围内的 沈一三获得了行业信息预支卡之后 便决定了 金融行业包括了股票 证券 基金 期货等等板块 而且是流动资金最大最快 也是最能变现的地方 有了预支卡 即使每个月一次行情 它也能提前布局 获得利润 无非就是赚多赚少的事情 亏 不可能的是 那办公地点的是 这个再过一个月吧 到时候股市里面变现现 既然要弄 总不能小家子气了 沈一三道 虽然身上还有一千多万 但是要在天海市 写字楼买个公司的办公地方 还是需要花不少钱的 沈一三没想过租 买来以后 扩张了再换就是了 洛瓦宁点了点头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他能准备得更加充分 而且 目前的资金体量 他还能操控地过来 再等一个月也无妨 短暂交流之后 当然是深入交流了 等到二人起床 已经是晚上七点了 夏季的末尾 七点时候的天空 也才刚暗下去 让沈金开车来到金泰商场 二人一起吃了饭 看了一场国庆当电影 沈一三将沈金的保镖身份 告诉了洛瓦宁 并给沈金下达了命令 平时替自己保护在家的洛瓦宁 洛瓦宁原本有些抗拒 毕竟沈金是个男的 他一个人在家总有些不合适 但是 当沈一三在车上 将沈金给拆了 化作银白色液体 还能复原如初时 洛瓦宁震惊了 你就当他是一个智能的机器人 而且永远听从我的命令 不会背叛 平时没事 让他站在那里 24小时 他都不会动一下 沈一三解释道 洛瓦宁瑜 是同意了沈一三的安排 而且心中十分甜蜜 正当沈金 开车抵达车库 沈一三 他们刚下车 看到一辆法拉利拉法 急驰而来 随后在车位里停下 下车之后 出来的正是公孙子涵 只不过 他的脸色有些苍白 脚步虚幅有些亮强 怎么回事 沈一三 走到公孙子涵面前问道 公孙子涵见到沈一三 开始有些警惕 见他那关心的样子 不似作假 摇了摇头说道 没事 受了点小伤 沈一三眉头一皱 听出来了他在说谎 随后 也不管什么非礼物事了 开启透视 就将公孙子涵看了个精光 平时他可不用透视的能力 来做这种事 沈一三还是有道德底线的 只不过看公孙子涵的状态 明显地受到了重创 才想要看看 他的伤势 到底有多严重 一旁的洛婉宁见 沈一三对这个陌生的极品美女 那么关心 也没有吃醋 问道 他怎么了 沈一三收回了目光 他刚才看了公孙子涵的身体之后 已经了解了他的伤势 这是我们学校的大义学妹 沈一三先说了下他的身份 受伤了 很重 你怎么看出来的 公孙子涵虽然竭力掩饰 不让人看出自己的虚弱 但看沈一三的表情 明显知道他的真实状况 因为此时的属性数值显示 他的武力值只有200出头 若不是受了重创实力下滑 怎么可能和原本500多的数值 有那么大的差距 我学过一 沈一三解释道 走吧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去我们那里 我帮你治疗 沈一三继续说道 公孙子涵有些狐疑地问道 你能治疗我的伤 我的伤可是 他没有继续往下说 沈一三道 你腹部的那个伤口麻烦点 左腿右臂和后背的三处伤口 伤筋动骨了 不过也就那样 你 你怎么能知道 我受伤的部位的 公孙子涵面色有些红润 惊奇道 要不是 他确信自己穿了衣服 而且这么热的天 自己外面还裹了件外套 他都要怀疑 是不是扒光了 给沈一三看到了 不过 在透视的能力下 可不就是扒光了看吗 沈一三也没有做过多解释 走吧 你这伤明显是人为造成的 又不敢去医院 再不治好你 估计就废了 公孙子涵咬了咬嘴唇 说道 去去我家吧 沈一三看了眼落婉宁 随后道 没问题 于是公孙子涵带路坐上了电梯 让沈一三和洛婉宁无语的是 公孙子涵的家 竟然就在他们的隔壁 也就是1501 这样就有些尴尬了 不过之前 地下车库碰面也没问过他 只能说概率学吧 这里的户型和1502差不多 却布置出了一种 现代化的古风 公孙子涵到椅子上坐下 脱下了包裹的外套 里面穿了件背心 洁白的右臂上 能看到一道 深入骨骼的抓痕 轻轻撩起了背心的腹部位置 公孙子涵只感觉浑身刺痛 能看到腹部中间 有个碗口大小的伤口 血液子的发黑 那块区域的肉 还在时不时抽搐 见状 沈一三从空间中 取出石的治愈药剂 给公孙子涵 喝了吧 他说道 不仅仅公孙子涵 连洛婉宁都好奇 这是什么东西 一种治愈类的药水 我偶然间得到的 能让你身体的伤势 迅速恢复 沈一三道 虽然听闻他的描述 感觉很不可思议 但公孙子涵似乎没得选 接过来 喝了下去 入口清凉 公孙子涵只感觉 自己的几处外伤 哪怕骨骼 都在迅速恢复 右臂的伤口 竟然肉眼可见地愈合 最终只留下了 倒血加险露在外 他又摸了摸 自己的左腿和后背 竟然发现 那两处伤口也好了 这是什么胜水吗 太神奇了 公孙子涵忍不住 激动地站了起来 就连洛婉宁 也是一脸震惊 只是 公孙子涵忽然吃痛一声 低头看去 腹部的那伤口 仅仅愈合了一半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阻挡一半 你中骨了 沈亿三健壮 淡淡地说道 他的高级医术 可不是盖的 骨也是医学的一种 沈亿三此刻 脑海中的知识 认出了这是一种毒骨 能慢慢入侵 公孙子涵的血脉 最后让他全身溃烂而亡 下场将会凄惨无比 公孙子涵听闻 却没有诧异 他应该知道 自己中的骨 只是 刚才的治愈药剂 恢复效果如此神奇 让他以为 能够杀死这骨 却没想到 竟然不起作用 你体内那只骨虫 是活物 治愈药剂 只能治疗 已经受损的伤口 那骨虫 一直在阻止你的伤口愈合 治愈药剂 也不可能一直有效 沈亿三解释道 公孙子涵咬了咬牙 对沈亿三说道 能这样 已经很好了 至少我行动 不会受影响 我要回去家里 让人帮我解决这骨 治愈药剂不能解决 我又没说 我不能解决 沈亿三说道 听闻这话 公孙子涵一时间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就是会有些痛 你能忍吗 沈亿三问道 公孙子涵点了点头 对他们修炼者来说 一点点痛怕什么 只要能治好自己的伤 沈亿三让他平躺 在沙发上 然后 吩咐骆婉宁去拿镊子和刀 同时僵食的 治愈药剂 交给了骆婉宁 让他等会见机行事 待东西就位后 他运转起了雷法 掌心中 缓缓会聚出一丝雷光 见此情况 而女都带志了 骆婉宁 只觉得沈亿三能 掌控雷电 简直太帅了 而公孙子涵竟然颤抖地开口道 雷舞雷绝舞雷正法 话音刚落 沈亿三掌中雷电 打入了他腹部伤口 进入的一瞬间 他散去了雷法 运转起金光咒 将全身金光 缠绕在公孙子涵体内 公孙子涵只感觉体内 遭遇了雷劫 那雷光 让他的体内 一片生机萧条 但在金光咒的困惑下 几处致命的部位 雷光被挡住了 在雷光的作用下 那条蛊虫 自然死得不能再死 主要原因 还是五雷正法 克制天下一切邪碎之物 而蛊虫 也是属于邪碎的一种 刚刚那道雷光 足以击杀他 成千上万次 若不是沈亿三 对雷法的开发 还太少 只勉强掌握了掌心雷 他还能更好地除去蛊虫 公孙子涵也能少遭罪 快 给他用服用药剑 沈亿三 对洛婉宁说道 同时 他迅速地拿起刀 将刚才腹部 被雷法烧焦的几块胶肉割掉 再将公孙子涵体内的胶黑蛊虫 用镊子夹出 洛婉宁也不敢大意 直接将治愈 药剂倒入了公孙子涵口中 药剂入口 公孙子涵觉得 自己终于从鬼门关回来了 腹部缺少的血肉 竟然迅速生成 片刻时间 便填补了原来的空洞 过去了十分钟左右 公孙子涵缓缓地躺了起来 他虽然有些虚弱 但精神状态无比良好 目光和沈亿三交汇 他害羞地低下了头 说道 谢谢你 沈亿三擦了擦额头的虚汗 饶是他现在这般强了 刚才雷法和金光咒的操纵 使用仍势 消耗巨大 毕竟这是救人时刻 不像之前用来对敌那样 必须控制好每一分力道 若是雷法的毁灭 力量太强 或者金光咒的防护力量太弱 都有可能导致公孙子涵的死亡 公孙子涵将自己的性命 交给沈亿三是在赌 沈亿三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公孙子涵明白 若不是沈亿三今晚出手 他最多能处理几除外伤 然后赶紧往家里逃 让家里来帮他 不过路程遥远 他没有信心能够撑到那时候 即使撑到了家里 以蛊虫的侵蚀速度 他的修为根基基本上会废掉 若是刚才沈亿三不给他处理蛊虫 那么他回去疗养 也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而且这段时间内 修为无法寸进 洛婉宁此刻 当做了良好的贤内助 端茶倒水的 将他们两个照顾得无微不至 老公 你刚才的手段真帅 洛婉宁也不必会道 公孙子涵看着这个美貌 不输自己分毫的女子 竟不知怎么的有些嫉妒 散去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心绪 公孙子涵对沈亿三道 你是上清宗天师传人 沈亿三知道 自己就他会暴露 但他没有承认 你不回答我也知道 同时能修炼雷法和金光咒的 只有天师传人了 公孙子涵觉得 发现了沈亿三的身份 有些得意 不过 天师传人怎么会在这里 而且你还那么年轻 这是公孙子涵想不到的点 有时候啊 人还是糊涂点好 明白的越多 死的越快 忽然 沈亿三开口道 公孙子涵一个机灵 感觉沈亿三在威胁他 还是在提醒他 或者 两者都有 也是 反正这次是你救了我 大恩不言谢 公孙子涵再次谢道 说说这次受伤的情况 沈亿三好奇地问道 公孙子涵像是在组织语言 过了一会说道 你身为上 清宗天师传人 应当知道 天罗大交 这方面的内容和细节 就不用我和你说了 沈亿三虽然上次听向红宇提过 但他哪里知道细节啊 不过 为了保持那份神秘感 他还是点了点头 大不了明天回去问下 老四天罗大交的具体事项 咦 我那么关心 这天罗大交干嘛 沈亿三内心道 公孙子涵却是自顾自地继续说道 我是被我们家族的一个对头 乡省的古神教派人暗杀的 除了世仇之外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这次天罗大交的奖励 太丰厚了 而且有件东西 是我们家族必须得到的 一旦有了这件东西 我们可以压着古神教 所以 古神教自然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想让我们家族的精锐损伤 无法参加天罗大交 这次我在天海的宗介 按理说 家族里面很少有人知晓 哪怕是知道我不在家族了 他们也不应该知道我在这里的 我怀疑家族里面出了奸险 不然我怎么会在天海遭到袭击 说到这里 公孙子涵眉宇间充斥着担忧 他今天已经遭遇过袭击了 而且那帮人现在还在天海 哪怕自己向家里求助 都不一定能安全度过这几天 早知道上次的聚会就不过去了 他说道 说不定自己就是那时候暴露踪迹的 对方袭击你的人是什么修为 沈亿三问道 两个内境后期的舞者 一个大概宗师中期的古师 我中的古就是那个古师的杰作 公孙子涵回道 虽然他有内境后期和聚灵后期的修为 但是面对对方三个人 而且有个宗师的存在 肯定是不够看的 这几天尽量少出门 我想那帮人肯定会找你 来确认你的情况 要是知道 你没事肯定也会进行下一步动作 沈亿三建议道 我们是邻居 我老公肯定会保护好你的 洛婉宁在一旁开口道 公孙子涵想了想 似乎也没什么好的安排了 等会和家里联系下 问下那边有没有什么办法 沈亿 沈亿三吩咐道 沈亿三听完领命 直接走到楼层电梯口 如同木桩一样 站在那一动不动 这里的户刑 决定了这层 只有两户人家 不是洛婉宁家 就是公孙子涵家 他们也就不用担心 会不会有其他业主 沈亿三叮嘱了下 便和洛婉宁回到了隔壁的家里 公孙子涵见二人离去 拿出了手机 拨打过去一个电话 可是等了很久 都不见那里有回音 换个号码 显示关机 再换个号码 提示暂时无法接通 这时他才反应过来 自己的家里 怕是出事了 要么就是家里的网络基站 被人破坏了 导致没信号 毕竟他们这种家族 宗门远离市区 附近就一个基站 能提供网络 对敌人来说 破坏一个基站 还不简单吗 但他明白 自己现在不能轻举妄动 对方敢出手 肯定就有所准备 自己再急也没用 现在最需要担心的是 自己的处境 家里那边敌人 哪怕用了什么手段 但是家族 那么多年的经营 总会有些自己的底牌 老公 你帮助他 渡过这次难关吧 回到家 洛婉宁缠着沈一三说道 在他看来 沈一三如果肯出手 那一定没问题的 哦 你怎么会这么说 沈一三有些好奇问道 只见洛婉宁 风情万种地笑了笑 勾起沈一三下巴问道 公孙子涵那么漂亮 我看了都心动 难道老公没想法 嗨嗨沈一三 如同正人君子一般道 我又不是那种人 哥哥哥老公 这话自己相信不 洛婉宁笑道 老公现在太厉害了 找个妹妹 来帮我分担下压力 不好吗 沈一三没想到 洛婉宁是这种态度 竟然有些异动了 不过他还是一副 正人君子的样子道 暂时还不行 我还不至于趁人之危 主要是公孙子涵 对他的好感度才84点 想要拿下 还差了许多 这种事不能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深夜 公孙子涵迟迟睡不着 对他来说 心中那块石头 始终没有放下 自己如果一直这样 当个缩头乌龟 得到什么时候呢 那几个人一日不解决 就如同一炳丽剑旋 在他头上 寝食难安 找沈一三帮忙 虽然见识到了 他那深不可测的实力 但人家已经帮自己 化解一次危机了 有什么理由 再让人家帮自己呢 锦绣兰亭小区楼下 此时出现了三个 奇异打扮的人 三人着装都是 少数民族那种花纹服饰 头上还包裹着一块头巾 蛊虫消失的地方 就在这块区域 三人里面 看起来 年纪最大的一个老太婆说道 这么一座小区 想要一户一户找 难免会打草惊蛇呀 一个男子道 他被蛊虫寄身 肯定坚持不了多久 我们就在周边埋伏 另一个男子说道 我的母骨 和那蛊虫的感应断了 这说明的女娃娃 处理掉了我的蛊虫 有可能再养伤 老太婆说道 不会吧 阿姨娜古婆 她没那个实力吧 比奇 比贝 不要大意 我们的目标 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那女娃娃敢跑回这里 有可能这里有帮手 被称为阿姨娜的老太婆说道 可根据教中传过来的消息 公孙家族已经全部被封锁 他们族内的人 基本都被困在了祖地之中 只有少量的后背 在外面被隐藏了起来 比奇说道 有没有可能是那女娃娃 在外面认识的其他宗门的人 阿姨娜说道 这如果是其他宗门参与 那就麻烦了 万一影响郊内的计划比别说道 那就必须将这女娃带回去 生死不论 阿姨娜沉生道 只见她的怀中 出现了一只 形似无功的蠕虫 谷婆你把母骨都放出来了 至于吗 比奇惊道 阿姨娜不语 只是催动着母骨 仔细地感应着 大概过去了五分钟左右 她的面色逐渐苍白起来 那蠕虫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发出了一阵 难以言明的虫鸣声 而后母骨瞬间消瘦了一大圈 阿姨娜面色煞白 吐出一口鲜血 找到了 阿姨娜亮枪地半跪在地上说道 谷婆你没事吧 比奇语比被二人关切地问道 没事 驱动母骨感应子骨消耗完了 我的精神力量 而且那子骨骨虫 确实已经被灭了 只残留了很淡的气息 所以才会这番 阿姨娜解释道 她在哪 二人同时问道 阿姨娜盯着身前的六栋说道 就在这一栋 而且楼层还很高 她也不能直接感应到 具体的房间号 只不过 一下子缩小了范围 将公孙子涵的位置 基本锁定下来 你们二人 去十层以上 挨家挨户询问看 有没有可疑的住户和人员 阿姨娜说道 不用她提醒 二人明白 如何去做 便朝着楼上奔去 阿姨娜则是坐在楼下的绿花带边 调养起自己的状态 她相信公孙子涵 即使驱除了子骨 但是几人 对她造成的伤害 是实打实的 想要那么快恢复 几乎不可能 比其何比被二人 内进后期的实力 单独对付一个 重伤的公孙子涵足够了 比其二人 从十层开始往上 逐层敲门 他们二人 让人开门的理由 也很奇葩 开门 查水表 当然 效果还是很显着的 只不过每次房门打开后 里面的人 看到二人的模样打扮 顿时一阵破口大骂 将二人 当做了骗子 或者精神病 二人也不恼怒 和这些普通民众 没必要计较 一层层下来 二人丝毫没有发现 有什么异常房间 和异常的人员 如果公孙子涵在里面 肯定会有相应的痕迹 二人作为古神教的人 对一些细节的观察眼力 还是有的 来了 1502内 沈一三晚上 并没有和洛婉宁做运动 他正在客厅内 修炼雷法 精神感知延伸出去了几十米 他看见两个奇异穿着的人 来到了14层 没有什么收获后 就准备上来 不过嘛 15层的电梯口 可是有雕像一般的神经 守着的 正当比奇与比备二人 刚上到15层 发现前方一个年轻男子 正站在楼梯口 像是在等待什么 二人走向前去 比奇问道 你是这层的住户 沈金见到这二人 特征都符合沈一三口中的 陌生可疑人员 和有修为的人 直接出手 二人见状 惊讶的同时 也一阵喜色 他们知道找对了 公孙子涵肯定就在这里 对沈金的出手毫不在意 一个那么年轻的小伙子 能强到哪里去 又不是人人像公孙子涵那样天才 在楼梯里面重点关照的 比奇选择了出手 在他看来一人足够了 只不过沈金那抓过来的手掌 看似平平无奇 但是比奇用手挡住之后 发现怎么也挣脱不开 像是沈金的手 有一种魔力一般 将他牢牢吸附住了 比奇抬腿踢向沈金的裆部 听见叮当一声 清脆响声 就在他准备见到对面的痛苦表情时 看到对面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 仿佛一点是没有 要知道 他内进后期体修的一脚 体中普通人那个位置 绝对断子绝孙了 可沈金没有一点反应 依旧扣住自己的手 而后用力一转 只听骨骼断裂声响起 比奇的右臂就这样断了 比备见状 立马前去帮忙 只是 认他怎么出拳进攻 哪怕结结实实 全部倾泻在沈金身上 他都没一点反应 比奇吃痛着转身想要 配合比备进攻 但断臂传来的疼痛 让他难以有效行动 比备越打越惊恐 仿佛看到了一尊打不死的怪物 你究竟是什么人 比备见深问道 刚好 1502的房门被打开了 沈一三和洛婉宁走了出来 同时 公孙子涵也打开了对面房门出来了 刚才造成的动静不小 公孙子涵肯定感受到了 原本他还在为古神骄那么快 就找到自己有些惊慌 没敢开门 但是 想到沈一三 好像派了人在电梯口守着保护自己 古神骄 对付自己也就算了 可要是对其他无辜的人出手 他自己的心中也会过意不去 主要是他并不知道 沈金的实力 以为他就一个普通保镖 若是他知道 沈金有金刚修为实力 就不会那么想了 见到几人出现 尤其是公孙子涵 完好无损地出现在眼前 比备心中有种难以言明的恐惧 你你的伤好了 他颤抖地问道 比其艰难地转头 看向公孙子涵 而后瞬间对比备说道 赶紧跑 比备还没被沈金给擒住 听闻之后果断准备逃跑 可还默等他走出两步 就感觉全身遭到雷击一般 身体不断抽搐 然后失去了知觉 沈一三缓缓走上前 摸了摸他鼻孔气息 道 没控制好力度 死了 似乎有些懊恼 看来真不好掌控啊 沈一三自语道 一旁的比其感到寒气 直冲天灵概 打不坏的沈金 突然伤势恢复的公孙子涵 还有个都没看清出手 就把比备给弄死的沈一三 这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感觉来到了魔库 这是比其的最后一个想法 然后他感觉全身麻痹 像是雷霆在他体内不断肆虐 双眼一白 口吐黑烟也倒了下去 沈一三走上前 感受了会 继续道 这次比刚才那个久了一些 不过还差一点 他这是再用两个人的命 再试验自己掌握的雷法 从刚刚公孙子涵 见到二人的紧张神情来看 肯定就是袭击他的这帮人了 那就是敌人 沈一三对敌人可不会心慈手软 用敌人的性命 给自己练练手 帮自己 更好的总结掌握雷法的使用 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其实沈一三的本意 也不是想直接弄死他们 而是想麻痹他们的神经和身体 麻痹成功的话 对于驯化来说 能产生土真剂一般的效果 天之道等主线任务完成之后 土真剂效果消失 以后还能不能得到这玩意 最近沈一三的很多任务 土真剂都有着重大的效果 已经让沈一三有些依赖了 所以他才想着 加快掌握雷法的一些妙用 这就是袭击里的人 沈一三问公孙子涵 公孙子涵先是点了点头 然后摇头 说道 还有一个老太婆 估计没有上来 应该就在楼下 沈一三分析道 公孙子涵也觉得很有道理 问道 你打算怎么办 沈一三耸了耸肩道 还能怎么办 量半呗 反正都弄死两个了 再弄死一个 也没什么区别 公孙子涵上前一步问道 还有个能不能先留下 我想问问我家里的情况 他有些焦急 继续道 我给家里打了好几个电话 可是都没有人接 我怀疑是不是古神叫动手 家里出事了 沈一三见他急切的模样 点了点头道 行吧 我尽量给你弄活的上来 不过 他要是宁死不屈 我没控制好力道 就别怪我了 公孙子涵点了点头 道 我能理解 沈一三 你在这保护 我马上回来 沈一三说完 走进电梯直奔楼下 公孙妹妹 老公出手你就放心吧 洛婉宁走到公孙子涵面前 抓住他的御手道 二女站在一起 两幅绝美的容颜 成为了最美风景 要是让人看到 不知道有多少男性 会魂牵梦营 睡不着觉 公孙子涵看着洛婉宁 心中不知怎么的 产生了浓浓的羡慕情绪 看着沈一三离去的方向 她的面庞 忽然微微泛红 若是沈一三 此刻用好感度探测 一查看下 会发现 她的好感度 已经长到了88点 沈一三坐电梯 来到一楼 精神力瞬间全开 一会就发现了 门口不远处的阿依娜 她知道 公孙子涵口中的宗师 就是她了 二话不说 直接用精神力碾压过去 阿依娜原本就用 母骨精神力耗光 此刻空荡荡的石海 哪还有精神力来抵抗 没抗几秒就两眼一黑 晕厥了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时 已经发现自己 正被铁链绑在客厅椅子上 五足里现在怎么了 见她醒来 公孙子涵忍不住急忙开口问道 阿依娜瞬间判断出了情况 看清了自己的处境 认为比气和比辈 应该已经凶多吉少了 嘿嘿 小女娃娃 你在这里有这么一个 帮手是我们没想到的 阿依娜说道 不过 你想从我这里 知道你家族的情况 那恐怕是要失望了 公孙子涵急切 想上前逼问 被沈一三拦住了 算了 让我来问吧 沈一三无奈道 最后还是得用土针剂啊 果然 接下来的问询就很顺利了 据阿依娜的交代 他们古神教 联合了乡省的改师教 对公孙子涵的家族 进行了封锁 胆敢从里面逃出来的 无一例外 都落到了他们手中 不过幸好的是 那些落入他们手中的人 并未被杀死 而是被关押了起来 至于具体有什么计划 以阿依娜的修为实力 还没资格知晓 他只知晓 公孙家族目前的困境 家族人员都躲进了 他们的祖地之中 一时间让两教人员 也无可奈何 当然 古神教除了派人来 捉拿对付公孙子涵外 也派出了其他的人员 去对付他们家族的 其他在外人员 这在外的人员中 有一个人是 公孙子涵的亲哥公 孙灵天 不过好在 暂时没有听到 公孙灵天被抓住的消息 至于最后询问到 古神教和感世教的 高层战力修为时 根据阿依娜的了解 古神教的教主 是一个精神 接近大宗中期的高手 而感世教的教主 是一个金刚初期的体修 其他的画镜和宗师强者 两派加起来 大概有个20名左右 沈一三当然没有权幸 经过了梁天寨的事件之后 他对这些宗门的藏匿底蕴 有了了解 在高层战力方面 肯定有所隐藏 一般宗内成员都不会了解 这也是防止宗门信息呗 我估计 两教的金刚 或者大宗修为人 加起来至少三人 甚至四人 沈一三说道 嗯 小心使得万年传 公孙子涵也是点了点头 他也知道 一般的大宗门 都喜欢藏点实力 他家族也是这么干的 明面上他父亲 有着金刚修为 是宗门内第一人 实际上他还有个太爷爷 还没死去 早已金刚中期多年了 问到最后 阿依娜便没有了什么价值 沈一三再次物尽其用 试验了自己的雷法掌控力 这次的效果 还是很显着的 差点就能麻痹成功了 就差了一点 不过沈一三相信 再试验几个 他就能彻底掌握 弄死了阿依娜之后 他留下来的母骨 也自然死去 古神教的养骨之人 都是将自身和母骨绑定的 一旦主人死去 母骨就会死亡 反之母骨死亡 主人则会重伤跌落修为 一辈子无法恢复 对古神教来说 母骨的生命 甚至比他们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解决了这事之后 房间内一阵沉默 公孙子涵知道了家族被困 族里虽然没什么真正危险 但心中总是担忧不已 让他求沈一三帮忙 且不说 二人没啥实质性的关系 人家帮你疗伤 还把古神教的人得解决了 这已经够人致意尽了 光这种恩情 公孙子涵都感觉难以偿还 更别说请沈一三出手 面对的将是两个大教的联合 试问 当时谁能够凭借一己之力 同时对抗两个教呢 人家教内人数 加起来上千号修炼者 金刚大宗都有数位 自己跟沈一三非亲非故的 自己哪来的脸 在求他帮忙呢 难不成嫁给他 嗯 公孙子涵看了眼沈一三 又看了下骆婉宁 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抛诸脑后 今晚实在太谢谢你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公孙子涵说道 玄疾 他回到了自己的家 骆婉宁也是聪慧之人 能看出公孙子涵的无助 在沈一三耳边道 老公 要不你帮帮人家 帮他解决下家里的事 沈一三美好气地看了他眼道 怎么的 想谋杀亲夫啊 可别小觑了人家宗门 我这点实力 还谈不上当事无敌 去面对两个大教 目前来说还不够实力 这事还得从长计议 沈一三也不是那种 有点实力就膨胀的人 知晓这事 不是目前可以参与的 人家古神教感 联合感世教动手 肯定已经谋划了多年 准备充足 自己贸然掺和这事 怕是会死无葬身之地 我相信公孙子涵 也不是冲动之人 这事还是静观其变吧 沈一三说道 洛婉宁贴心地靠在他胸膛上 道 若是以后有实力 能帮他解决了这事 我不介意多个 这么漂亮的女孩 做姐妹的哦 听闻这话 沈一三有一瞬间的激动 然后装作狠狠的样子 抱起了洛婉宁 看来还是没调教好 敢当面打拘我了 于是 在一声声求饶声中 响起了欢愉又规律的节奏声 10月8日 沈一三一早就和方汉 打了个招呼 让他派人来这里洗地 昨晚干掉的三人 被沈金装在了一个行李袋中 放在楼道 有沈金全天候盯着 不怕被人发现 早晨七点不到 几个包裹岩石的人员来到楼道 在沈金的注视下 将这行李带提走 终于回到学校 开启了假期后的课程 老三啊 现在见你一面 越来越难了呀 成东泽黑着眼圈 有气无力地说道 得 还说老三呢 你哪天不是夜夜生哥不见人呢 向洪宇嘲讽道 咱那是金枪不倒 实力摆在那 给需要陪伴的小姐姐们 送去温暖 成东泽辩解道 课堂上 几人有意无意地聊着 胖子不知道怎么的 一直在那傻笑 他咋了 几天不见 好像丢了魂 沈一三问道 可不是丢了魂吗 你能信胖子谈恋爱了 向洪宇说道 哦吼 这可真是新鲜事 沈一三一瞬间 也来了八卦心思 原来胖子谈的 正是开学之前 买手机碰到的 那个大兄蒙妹姚丽娜 二人都是吃货 这段时间经常约饭 胖子现在有钱 也只冷起来了 带着姚丽娜 天天享受不重样的美食 一下子就抓住了她的胃 一来二去 二人就确定了关系 现在简直说是如交似妻 自从几人的天意管理公司 被陈永明的公司入股后 他们的时间也多了起来 能享受各种生活了 上课现在对几人来说 也只是联络感情 完成学业的地方 成绩好坏啥的 根本无关紧要 下课之后 沈一三拉着向洪宇 单独聊了聊 得知沈一三对天罗大礁感兴趣 向洪宇也是被感意外 老三 你不会对这天罗大礁有想法 向洪宇问道 沈一三摇了摇头道 还没 就是这段时间和宗门势力接触多了 感觉总要接触的 而且天罗大礁老样子 还是场很重要的盛会 提前了解下也好 行吧 不过我也是听我师父说的 有些核心的事也不一定清楚 毕竟我们古墓宗 只是个中等宗门 向洪宇说道 随着向洪宇的介绍 沈一三算是基本了解了 是华国影视的各宗门 每十年一次举办的盛会 由各参赛宗门派出25岁以下的年轻弟子 按照规则进行比试 来角逐名次 天罗大礁最初的意义在于 通过比试交流 弘扬并传承华国的修炼体系 发现天才并加强培养 让古武修炼法得以代代传承下去 可是近千年过去了 天罗大礁逐渐变成了以比试的名义 分配各种资源 在天罗大礁上表现出众的宗门弟子 可以获得大量的奖励不说 就连宗门都能获得大量的资源 毕竟是华国几乎所有宗门联合举办的 所进行分配奖励由 所有参与的宗门 共同出资储存在上清宗库内 然后根据最后的排名开仓进行分配 中小型宗门每次的出资比例少 人才也少 未必能取得好成绩 所以 每次出资都相当于打了水漂 一些大宗门虽然出资多 但每次天罗大礁都能获取好成绩 出去的基本上都能回本 夺取第一的 甚至可以优先挑选库里面的五件物资 这也就导致了大宗门越来越强 中小宗门没有资源的倾斜 很难崛起翻身 这些都是宗门中 天罗大礁被大家所熟知的基本信息 至于这次的天罗大礁 就有所不同了 其实组织方式 参加流程没什么变化 主要是这次天罗大礁的选手和赛制 发生了变化 主要是因为 上一届的天罗大礁未能如期举行 上届天罗大礁开始前 出现了一处上古遗迹 许多宗门派遣出去了一批长老 宗主等核心人物去共同探索 只是没想到 这处上古遗迹非常不凡 有一处困阵 将他们困在里面 长达三个月之久 最后还是在几名阵法宗师的主持 众多金刚大宗的合力配合下 才脱困 在上古遗迹期间内 进入里面死去的人数高达一半 出来时候 仅剩五十人不到 等到他们脱困出来 已经距离天罗大礁时间 过去了一个多月 少了将近一半人 参与的天罗大礁 各项流程都无法正常进行 就只能作罢 但是这些进入遗迹并安全出来的人 每人收获巨大 带出了一批珍贵的天才地宝等资源不说 甚至还有上古修炼之法 据传 他们在遗迹中 窥探到了战神和陆地神仙的力量 而且获得的几部功法 传闻不比上清宗的雷法差 只是这真实性不得而知 毕竟这些功法 都被大宗门的人拿去了 没什么人敢去打主意 上界天罗大礁未能成功举办 导致上次的资源全部累积起来 放到了这次天罗大礁上 最重要的是 经过上次上古遗迹的探索 几个大宗门 为了给这次天罗大礁天点踩头 居然拿出了三部功法 这三部功法是 他们从遗迹中获得的 修炼之后 绝对能让人实力大尽 其中一部名为金刚炼体的功法 让金刚门的宗主 突破了停滞好些年金刚中期的修为 一跃成为金刚后七强者 而这部功法 却还比不上另外两部 足以看出 另外的两部功法 是多么的强 碍于天罗大礁的规则 是所有宗门共同制定认可的 就没有人敢违反规则 去偷抢这次的奖励品 一旦有人这么做了 那么无论是这个人 还是所在的宗门 会遭到所有宗门门派的联合追缴 华国还没有那个宗门 能凭一宗之力 对抗所有门派的 天罗大礁还有一个规定 是逐渐形成的 那就是被各大宗门 认定为邪修和邪宗的 不得参与天罗大礁 只因这些宗门之人为了修炼 太丧心病狂 这个规定没有形成之前 曾经有个宗门 借着参与这个盛会的名义 比赛期间 在暗地里 杀了好多宗门天才子弟 用来修炼邪法 被发现后 这个宗门自然不久之后 便灰飞烟灭了 这次事件以后 几乎所有宗门 对于这个规则 达成一致意见 这就使得像赶世教 古神教这些宗门 都无法参与天罗大礁 因为他们 这些宗门 也被划分到了邪教的名单上 这次天罗大礁的奖励之丰厚 定然是史无前例的 这也让很多宗门培养的年轻一辈 卯足了进修炼 想要在天罗大礁上 获得一个好的名次 一些大型宗门联合 制定了一份榜单 名为天罗榜单 天罗榜单上只罗列99人 能上榜单的 都是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被看好在天罗大礁中 能获得好的名次 听到这里 沈一三不禁好奇地问道 如果我进这个榜单 能排到第几 向洪宇白了他眼道 你这不就相当于成年人 拿着刀闯进小学教室 问我是不是比你们厉害吗 沈一三善善地摸了摸鼻子 确实 凭他的实力 对标的是一中的 掌门长老级别的人物了 和25岁以下的修炼者 去比较 确实有些欺负人 像公孙子涵那样 内静和聚灵双后期的人 向洪宇说 都能排在天罗榜单 至少前三十了 而沈一三打他 却跟月彩没什么两样 想到这 向洪宇眼睛一亮 船多道 要不你去参加 这次的天罗大礁 第一名 不是你囊中之物 沈一三并没有这个想法 说道 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宗门 而且以我的实力去参赛 人家会不会承认 我这个参赛选手的身份 还是个问题 确实 想要报名参赛的话 必须得提前报名 报名时间 已经在开学前就截止了 而且得是宗门之人参加才行 向洪宇说道 你准备参赛 沈一三问道 向洪宇摸了摸额头 说道 没办法啊 我师父救我一个弟子 宗门除了我之外 还有掌门师伯德的弟子和师叔的 总共就三人 其他的人去了 也是浪费时间的 有时候并不是人多就有用的 派没实力的弟子去参赛 输了也是丢人现眼 不过 你到时候可以去观战看看 这个还是允许的 向洪宇说道 虽然带去的观战人员 在社会上要有一定的身份地位 但我推荐下 问题不大 沈一三文言 倒是对这天罗大娇 有些心动起来 不过 哪怕要去观战 他也有很多途径 并不一定需要通过向洪宇 接下来 向洪宇再给他说了 他所知道的一些 天罗大娇其他知识 什么天罗榜单上的人选啊 哪些宗门女弟子出众 哪些宗门师大宗门抵御雄厚 沈一三算是大致了解了 这天罗大娇 至于参赛的时间 说长也不长短也不短 明年六月底至七月底 持续整整一个月时间 算起来 距离现在还有九个月左右时间 这个时间点 这些宗门都已经开始布局 有些蠢蠢欲动了 可见这次天罗大娇的吸引力 是何等之强 二人交谈到下午五点左右 至于晚饭这事 沈一三没去和向洪宇他们吃 也没回锦绣兰亭 而是找了魏仪一起 毕竟二人刚产生了关系 总要多陪陪他不是 接着他和洛婉宁 及陈沐晴都通了视频电话 汇报了下状况 陈沐晴也已经昨天赶回来了 二人约定明天见面去操练 沈姗姗那边也打了电话过来 说今天终于没见到冯俊凯了 而且听学校里面传出来消息 冯俊凯已经被学校除名了 至于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操作吗 不就是沈一三顺嘴提一局的事 反正没了冯远山 冯家势力又被连根拔起 谁还会去在意冯俊凯呢 安排好事情之后 沈一三在时间管理大师的道路上 探索得越来越远 晚上自然是在五星级酒店 和卫仪面对面 操练了 第二天 卫仪差点起步来床 要不是沈一三给他投喂了五治愈药剂 怕是又得在这住一晚了 倒不是怕花费这开房的钱 主要是今天要陪陈沐晴 万一有点特殊情况 让卫仪独守空房也不合适啊 沈一三身上还剩455的治愈药剂 剩这点用暂时应该够了 沈一三现在每天完事之后 都会修炼凝神术 这门功法有凝神静心的功效 使他的精神力修炼速度能翻倍 并且保持充实的精神状态 原本每天睡眠八小时 修炼凝神术后 只需要睡眠四小时 就能达到之前八小时的睡眠质量 沈一三虽然现在已经很强了 但是他也有种紧迫感 充分利用空余时间来进行修炼 中午和卫仪吃完饭 他已经提前将储藏在储物空间的车 取出来停在了学校停车场 把钥匙交给了卫仪 卫仪接过钥匙之后 开开心心地回去看爱车了 沈一三开着麦巴赫 如约来到了金泰武术馆 这里已经成了他和陈沐晴的训练基地 每次一用就是一下午 一来二去和这里的经理也熟悉了 并给他们办了会员 在这里的消费能打八折 虽然沈一三并不差这么点钱 但有免费的便宜为啥不占呢 经过了半天的训练之后 沈一三发现这种训练 已经满足不了陈沐晴了 毕竟上次给他使用了体质卡和精神卡 他的身体有了大幅度提升 而且在这里一旦用力过度 很有可能造成设备和物件的损坏 看来得换个地方了 吃了晚饭 陈沐晴坚持要求开车 带着沈一三沿天海市 外环高架跑了一圈 这是他在释放自己心中的激情 沈一三也陪他一起 有他在肯定出不了事 看着陈沐晴每次开上保时捷918 那心满意足的笑容 沈一三觉得一切都值得 至于暗夜精灵 就没必要拿出来了 他怕陈沐晴看到之后会嫌弃918这辆神车 晚上自然是各回个家了 沈一三也不急 将陈沐晴彻底拿下 就剩了一个契机 今夜回到了洛婉宁的温柔乡 就是苦了公孙子涵了 自从知道了隔壁是沈一三和洛婉宁在住 他时不时地就会精神感知看看那边的动静 二人交战时的激情之声 让公孙子涵一阵面红耳赤 他收起了精神力 透过窗户眺望着前方 心中充满了担忧和心事 接下来的日子沈一三过得无比惬意而又滋润 主要是魏宁和洛婉宁这两个妖精太过迷人 沈一三每天往返二人之间 一折腾就是到了后半夜 因此旷课变成了家常便饭 虽然遭到了有心之人的举报 不过当沈一三大方帝跑到学院办公室 小小的捐赠了二百万之后 一切就变得顺利了起来 学院给他特批了一份说明 大致意思就是沈一三在外面创业有成 学业已经不耽误他的前途 因此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参与课程 当然沈一三也是在学院领导面前保证 期末的考试他不会落下 并且考试成绩会占据专业前十 学院领导看他这么有信心且上道 都非常满意 这算是互相给了台阶下 这个特批的说明 还是导师苏妹在班里当中宣布的 虽然引起了不满之声 但是当他说出 你们要是也能像沈一三一样捐款给学院 并且保证期末考试进前十 一样可以获得特权 这下不满的声音就安静了 开玩笑 别说他们只是学生 让他们拿出200万捐赠有多么不现实了 哪怕参加工作进入社会 让他们拿200万出来 99的人也做不到 沈一三现在每日礼包开出的钱都有几万 每周礼包则是10到100万之间 200万的钱 每天躺着半个月就能赚到 就这样 在平静之中来到了10月底 这几个星期的每周礼包 除了钱币盲盒盒 还抽中了一张技能升级卡 一张终极体质卡 技能升级卡给存了起来 现在系统里面有4张了 他打算存到10张给高级的技能升级 看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等级 终极体质卡则是给了卫宜使用 莫办法 他的体质太低 才62点 太不抗燥了 使用过后来到了67点 每次战斗能多坚持半个小时了 学校里面 二人的关系也没人知晓 他们也很享受这样的模式 就是卫宜的摄友 身为大三笑话的曹月 有些坐不住并怀疑了起来 毕竟国庆回来 卫宜有了一辆奥迪A6不说 还经常夜不归宿 虽然逐渐流传着卫宜被包养了的传言 但没有证据都算造谣 而且卫宜也觉得自己是被包养了 至于包养的对象嘛 则是年轻帅气多金的沈一三 简直是女人心中几乎完美的男神人选 被她包养的话 也算是一种成就吧 卫宜斯毫不在乎其他人的流言蜚语 要是被别人知道了真相 羡慕极度恨 还来不及呢 这段时间 天意管理的几个配方 在资本运作以及产品实打实的效果下 已经迅速占领了天海市市场 占料几乎80以上的餐饮品牌连锁店都有配备 而美白护肤品刚刚上市 客户人群并不广泛 但是能预见的是 未来定能呈现井喷式的爆发增长 至于体魄单 沈一三提供给的是烟歌稀释版的 时间不长效果不显着 但是购买服用了之后 那些人确实感受到了身体素质的提升 于是口碑也逐渐上来 到了每月一次的结账时间 沈一三他们四人的天意管理 分得了将近六百多万的净利润 胖子他们每人一百二十多万 前到卡里的那一刻 胖子等人简直激动地语无伦次起来 那晚 胖子他们变得无比豪气 去了海中洲 叫上了各自的女友 当沈一三带着卫仪出现在几人面前时 胖子几人震惊不已 卧槽 我说 你小子天天逃课 这是把卫仪给拿下来啊 网传卫仪被某不知名土豪包养了 没想到 是你小子 是老三的话 那也难怪了 几人虽然惊讶 但是又觉得很合理 他们几个人一下子能赚这么多钱 不都是跟着沈一三赚到的 不说天意管理这个摇钱术 光是股市里面的钱 他们每个人都翻了好几倍了 今晚 除了像红宇没带女伴 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酒店 沈一三几人 吃完饭都直接上楼 他带卫仪的事情 也不会有人说出去 他们宿舍 都是穿一条裤子的 平时开开玩笑没事 但是从不会做不利于兄弟的事 他们带的女伴 也很自觉 夜里 魏仪躺在沈一三怀里 跟他讲起了 最近直播圈的一些八卦 听得沈一三津津有味 魏仪早在和沈一三 确认关系后 就不再直播了 一来 他当初直播也是 被人带入这个行业 自身并不是很喜欢 二来 他的流量扶持 观众人数 一直都不温不火的 也赚不到什么钱 要不是当初父亲 生病手术 急需用钱 他可能早就退了 现在有沈一三 每个礼拜 给他的零花钱都用不完 自然也看不上直播 赚得这三瓜俩早了 而且 直播圈太乱了 到处都充斥着 糜烂的金钱交易 他也难保不会遇到 下个周里春 等到夜里 魏仪睡去 沈一三来到套房的 客厅内盘西 修炼了起来 这是他最近 每天的功课 打开系统面板 查看了下 自己现在的属性 宿主 沈一三 年龄 21 财富值 体质 116 精神 119 魅力 85 武力值 3460 体修 精当初七 法修 宗师初七 功法 金光咒 雷法 凝神术 技能 终极歌唱 终极推理 终极追踪 高级医学 终极乐器演奏 完美车辆驾驶终极 初级外语精通 初级烹饪 透视50次 水下潜行 龟西 宁谋 道具 好感度探测仪 证件卡包 人物属性探测仪 兄弟保护伞三年 治愈药剂 455毫升 等级 6 这些天 他的体质和精神 在修炼下 各长了一点 没有系统的直接奖励 这种增长速度 也是让人不可思议的 雷法的使用 让他更加的得心应手 不会再出现 商议的情况 随着雷法的掌握 他的武力值 也提升了一些 达到了3460 神医三估摸着 达到130点的体质 或者精神 他就能迈入中期 今晚还有件 最重要的事 那就是主线任务 来到了最后一天 凌晨就是结算 发放奖励之时 24点整 也是新的一天零食 定 主线任务 资本积累完成 宿主出使资金 投入100万 截止完成时 交易资金额元 投资回报比率 216.8倍 投资回报超过100倍 任务评分等级 SS 主线附加任务 味觉享受完成 宿主将所拥有的 占料配方引入市场 该占料当前 获得认可人数人 本任务为 主线附加任务 认可人数 超过系统 给定值10倍 综合评分 附加至主线任务 任务最终评分等级 SSS 由于宿主 首次获得SSS评分 所有奖励 在原基础上 翻倍提升 正在重新计算奖励 大约过去了30秒 经验奖励2000点 固定奖励 终极钱币盲盒10 终极随机技能卡6 终极体质卡10 终极精神卡10 终极奖励 系统奖励池中 抽取高级以上 等级奖品3 所有奖品已发放 请宿主查收 而后 系统的声音终于停止 审一三不由地面露喜色 没想到这次 主线任务 在附加任务的累加下 能获得SSS的评分 经验和固定奖励 在原基础上翻倍 随即奖励 则是升级成了 高级物品奖励 不错 又是一波大丰收 10个终极钱币盲盒开启 540多万的钱到账 6张终极技能卡 抽出的技能 倒是没什么特别有用的 分别是 围棋 画画 说法 外语 黑客 篮球 由于原本就有初级外语 这项技能 自动升级成了中级外语 而且提升至高级 仅需两张升级卡 这样审一三的外语 精通数量 来到了10种 中级体制卡和精神卡 他先给自己使用了5张 剩下的5张 先放着当应急备用 2000点经验等级 让他一下子提升了3级 奖励也已经到账 共获得金钱 1250多万 技能升级卡15张 另外还获得了 100的治愈药剂 一份精力单的配方 一张高级消费 反线卡 技能升级卡来到了19张 不过审一三 暂时也不准备用 先存着 精力单和体魄单一样 只不过这个 是作用于精神力的 服用后 能让人精神力提升 老规矩 先自己做了服用之后 稀释版的 交给胖子他们 高级消费反线卡 上限金额5000万 反例则是20倍 最后剩下3个 高级物品奖励了 像开盲盒一样 审一三一下子 开启了这3个物品 第一个是件衣服 重量如蚕丝一样轻薄 材质有些特殊 穿上它后 能完美地贴合皮肤 一般人肉眼看不出来 而且冬暖夏凉 不用担心嫩坏身体 重要的是 它能够防御 一般手枪子弹的攻击 一些冷兵器 砍在上面都能抵挡 防御神器啊 沈一三忍不住扎舌 不过这件衣服 他并不打算自己用 凭他的体质和能力 现在肉身抗子弹 已经不难了 这件衣服 给自己穿有些鸡肋 他决定给陈沐晴 毕竟自己的正牌女友 而且他喜欢练舞 以后工作 难免会有战斗接触 给他穿上防护 是最合适的 第二件物品 是一副手套 各方面性能 和刚才的衣服差不多 主要有个特点 它能很好的 隐藏手中的能量 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沈一三想了想 这个东西 给自己戴上了 他的攻击 无论是雷法 还是金光骤 使用时 规矩到手上 都会有明显的光彩色泽 有了这手套 进行掩蔽 以后大庭广众之下 用点小动作 就不怕被发现了 说不定还能阴忍 最后一件物品 则是一双鞋子 穿上后 不仅能根据地面状况 自行微调 让脚永远处于最舒适状态 还能够让人剑步如飞 修炼者穿上 更是如虎天意 开出来的这三件物品 很像一套组合物品 不过沈一三 还是决定 手套和鞋子 暂时留给自己 衣服给陈沐晴 万一以后 有更好的了在话吗 至此 不仅清空了任务栏中的任务 自身实力又提升了一截 宿主 沈一三 年龄 二十一 财富值 体质 一百二十一 精神 一百二十四 魅力 八十五 武力值 三千六百六十 体修 精装初七 法修 宗师初七 功法 金光咒 雷法 凝神术 技能 初级烹饪 终级围棋 书法 画画 歌唱 推理 追踪 围棋 飞客 篮球 乐器演奏 完美车辆驾驶 外语十种 透视五十次 高级技能 水下潜行 龟西 宁谋 高级医学 道具 好感度探测仪 证件卡包 人物属性探测仪 兄弟保护伞三年 治愈药剂 五百五十五毫升 终极体质卡五 终极精神卡五 技能升级卡十九 等级 九 升级经验 二十万零九百 沈一三看着最新的自身 面板属性 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身上的资产 来到三千六百多万 翻了一倍多 而且股市里面 还有两个多亿呢 虽然主线任务完成了 股市里的钱 随时可以变现出来 沈一三 依旧决定先放着 因为预知卡的期限 还有半个月 这钱不赚白不赚 行业信息 卡本月的使用 获得的是 国际期货的七天走向 沈一三在此期间 也让洛婉宁投了 五百万试试水 效果还行吧 收益也就翻了个倍 原本沈一三 还打算股市结束时 将里面的钱 取出来再去购置办公地点的 现在有了高级消费返利卡 而且自己的资产暴增 已经可以考虑了 算上洛婉宁手上的资产 二人卡中 已经不少于五千万了 若是再不够 先从股市套点出来 等返利到账了还回去吗 消费五千万 返利二十倍 就是十个亿啊 沈一三从未觉得 钱会这么好来 第二天 沈一三一早起床告别了魏宜 由于今天是周末 魏宜慵懒地躺在床上 没有起床 沈一三也没打扰他 直接赚了五十万过去 给他当零花钱 过了一会 来到锦绣兰亭小区 他提着刚从早市 买来的精力单的材料 来到厨房 开始动起手来 老公 你又在练单了 末一回洛婉宁便 闻到了各种草药的味道 打着哈欠 从屋内走出 沈一三轻轻 抱过他的纤细腰之道 最近真的辛苦你了 昨天 是交易日的最后一天 洛婉宁控制着 两个多亿的资金体量 几乎一整天没闲着 好不容易完成了操作 这也让沈一三 有些愧疚 觉得是应该立马 成立天翼投资 招点人 减轻洛婉宁的负担了 没事啊 这样我感觉 每天过得很充实 洛婉宁感受着沈一 三后时的胸膛 天天道 今天刚好周末 也不需要盯着股市了 我们去物色天翼 投资的办公地点吧 沈一三说道 洛婉宁闻言 煞时来了精神 洛婉宁的困意 一下子消失不见 回到房间内 一阵收拾 沈一三笑着摇了摇头 他看出来了 洛婉宁 绝对是个事业型女孩 不会甘于平庸 只做个金丝雀 这样也好 他也希望洛婉宁 有自己的人生方向 这样才会生活得更有意义 沈一三 只负责全力给予他支持就行 二人刚出门 就看到了 对门公孙子涵 打开了房门 只不过 他现在的状态 有些不佳 虽然身体并无大样 但连日来的担忧 使他精神十分憔悴 早啊 公孙子涵勉强挤出了一抹 笑容朝二人打了招呼 洛婉宁关切地问道 还好吗 要不要一起 和我们出去逛逛散散心 公孙子涵摇了摇头 说道 我去学校散散心吧 说完便走进了电梯 沈一三他们也跟上来 公孙子涵到一楼就下了 徒步前往学校 沈一三和洛婉宁 还有沈金 则是到了地下车库 沈金 暗中保护他的安全 沈一三对沈金说道 沈金收到命令 便化作一道残影消失在了原地 洛婉宁斯毫不在意沈一三的安排 有沈一三在 洛婉宁的安全不用担心 而且 他平时也没得罪过人 不会遭遇危险 沈金去保护公孙子涵更有作用 谁知道古神交 还会不会再派人过来呢 刚坐上洛婉宁的车 沈一三接到一个电话 一看 是范熙哲打来的 兄弟 最近还好吧 那头 范熙哲问道 范哥 今天 怎么想起来给我电话了 沈一三问道 哈哈 我是来提醒你 马上就11月1日了 我们得准备 启程前往的国伯林了 范熙哲提醒道 沈一三一正 似乎将这件事忘记了一般 你不说我差点都要忘了 沈一三挠了挠头道 范熙哲大笑一声 还好我提醒个及时 今天28号了 我打算后天坐飞机过去 你要不要一起 沈一三思考了下 原本给了范熙哲的拍卖会名额后 他还不确定自己要不要过去 主要是不知道有没有钱过去玩玩 现在想想 这两天将办公地点订完 消费反例十个亿 这笔钱够他去玩玩了 于是 他便同意了和范熙哲一起出发 对了 我和我妹妹再算上许丽君 还有一个名额 你有确定好吗 范熙哲问道 沈一三说道 还没 最后一个名额我问下 晚点给你回复 那行 尽快啊 名额浪费了可不好 要是你那边没有人选 我这边还有个 范熙哲道 沈一三表示知晓 车上 他问洛婉宁道 加士德的拍卖 会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洛婉宁刚才已经听到了他俩的交流 摇了摇头道 这种富豪参与的盛会 不适合我 而且订好办公场地之后 公司走上正轨 有一堆事情要处理呢 我也不能走开 见他这样坚持 沈一三便也没有强求 于是 沈一三又微信上问了陈沐晴 他的回答是 马上有学校外派的任务 最近半个月都没空 而且 以前加士德的拍卖 回他父母带他参与过好几场 也早已经没了兴趣 无奈 沈一三也只能作罢 想了想其他的人 比如宿舍里的挤人 或者位移之类的 最终还是都否定了 这种拍卖会 去的人没有一定的彩礼 还是别带了 他给范熙哲发来的信息 表示自己这边没人 让他找个人填充这个位置就行 范熙哲问他 这个名额收费多少 沈一三直接回到赠送 卖个名额也就一千多万 沈一三表示 有些看不上 嗯 有些飘了 等回复完范熙哲的消息 约定好后天出发时间时 骆婉宁已经开车来到了 东浦新区的商务写字楼园区 这里毗邻湘江 能看到外滩的风景 位置地段绝对是 天海市数一数二的核心区 从他们大学那边开车过来 估摸着 也就半个小时左右车程 并不算太远 天海市国际金融中心 这是包括甲级写字楼 酒店 公寓 及商场的综合大楼 有两幢分别高260米 及250米的双子塔组成 整栋写字楼内部以 高贵浪漫的香槟色 及淡米白色为主要色调 装潢设计 突出时尚 高贵与精致等特点 而典雅欧陆市歌剧院的 浪线型镂空设计 增强了室内空间感 营造宽敞的休闲环境 来到这座写字楼的 物业管理中心 这里的物业人员 各个精神饱满 身着工装 能看得出来 培训的极其专业 这位先生小姐 请问有什么需要服务吗 从里面走出一个 身着高跟鞋的物业人员问道 沈亿三一看 嗯 大概能打八十多分 心情也变得不错了起来 这里可以说是 天海市最高档的写字楼之一 哪怕是这里的物业服务人员 整体水平都要比外面 其他地方高好几个档次 我叫猴金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吗 他带着微笑再次说道 这里有空的写字楼曾出售吗 沈亿三直接问道 写字楼出租 现在还有几层的等会 先生你问的是出租还是出售 猴金在确认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沈亿三说道 出售 这两个字出来 一瞬间就吸引了物业中心人员的目光 来着国际金融中心租办公室的 他们经常碰到 来买的有多久没有碰到了 这绝对是个大客户啊 哪怕沈亿三和骆婉宁 看上去那么年轻 他们都不会怀疑 说不定是哪家的公子小姐来投资呢 有钱人的世界和他们可是两个世界 猴金也反应了过来 脸上微笑更甚 说道 这位先生如何称呼 沈亿三 沈先生 要是出租的话 我们这边还有一些楼层 可以供你挑选 要是出售的话 目前还有两层 这两层相邻 是上下层 而且这两层购买 必须整层购买 不像出租的那些楼层 可以划分区域 分开来租 猴金说道 国际金融中心的写字楼一层将近400平 很多公司为了位置便利 和给公司进行形象包装 宁愿多花点钱 在这边租个小点的办公室 因此 这里的写字楼部分 很多都是一层有好几家公司的 沈亿三点了点头道 带我们上去看看 猴金满脸笑容地 给他们打开电梯 领着他们来到了39层 这栋楼总共就60层 猴金带他们过来的 正是39和40层 算是中高层了 从巨大的玻璃木墙望去 湘江和外滩的风景一览无余 猴金边带他们观看 边介绍这里的概况 这里之前是国内一个 有钱人开的投资公司 因为市场变化经营不善 后来破产舍弃了这边的投资业务 原本这两层也是租出去的 经过他们的装修及改造 两层楼几乎形成了一个整体 若是重新装修 拆除原有样式 需要花很大一笔钱 因此 业主方便要求这两层 以整层的形式进行出租或出售 老公 这里我觉得很不错 非常符合我心中的办公厂的要求 洛婉宁在一旁说道 沈一三也觉得如此 他没有拖延的习惯 看上觉得好的东西 就果断入手 什么货币三家 在有钱人面前没有意义 再怎么对比 也就便宜那几个钱 何必苦了自己东奔西跑呢 感觉对了 就行了 这一层如何定价的 沈一三问道 侯金心情激动 回道 这边的市场价格 想必沈先生也大致了解 每平米在十二万左右 整一层下来将近四千八百万 不愧是天海市的核心地啊 比洛婉宁的家要高出近两倍的价格 两层一起有优惠吗 沈一三再次问道 洛婉宁金道 老公 一层就够了吧 你打算要两层 为了长远考虑 现在一层是够了 万一以后业务加大 人数变多 这一层容纳不下了 不还得买 沈一三说道 沈先生 我们经理说过了 有人要是两层一起买 一层可以按照四千七百万的价格 侯金说道 沈一三想了想说道 你问下你们经理 如果我今天就能全款购买两层 能不能以四千五百万一套的价格入手 虽然沈一三每层压价了二百万 但是他相信上面会同意的 沈先生请稍等 我去汇报下 侯金听到全款和今天两个关键词时候 感觉心跳都快窒息了 土豪 绝对土豪 哪怕是四千五百万一套 就要付出去九千万的资金 而且是全款现金啊 和那些分期贷款购买的人 绝对不是一个量级的 侯金相信 他们的经理 听到这个报价 也会同意的 贷款分期可是有风险的 万一以后没钱了 还不上怎么办 而且 若是现在不出售 等这两层乱在这里几个月 光闲置的损失 都有几百万了 过会 侯金通了电话后 过来对沈一三说道 沈先生 我们经理请您二位去他的办公室 你看方便吗 沈一三自然同意 带着洛婉宁 来到了一层物业中心 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内 前方正坐着一个高个中年男性 戴了一副黑边眼镜 沈先生 洛小姐你们好 比人郭聚明 见到二人前来 郭聚明热情地起身迎接 沈一三和洛婉宁 坐在会客沙发上 一旁的侯金 给他们几人端茶倒水 听小金说 二位想买这写字楼的 三十九和四十两层 郭聚明说道 侯经理想必已经和你说过了 我的要求就是 四千五百万一层 没问题的话 马上签合同 并全款支付 沈一三说道 郭聚明原本还担心 刚才侯经的汇报有什么水分 此刻终于放下了心来 说道 沈先生真是爽快 好 我同意了 随后二人相互伸手握了握 一单九千万的生意 就这么短短几分钟敲定了 等了几分钟 侯经便抱着几份 新鲜出炉的合同文件和资料进来 沈老弟 你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郭聚明热情地称呼道 沈一三一目十行 将这些文件资料全部看完 点了点头道 没问题 随后便在合同书上签字 郭聚明也不知道 沈一三是不是真的看了内容 反正对方都已经签了 他也迅速签字 沈一三叫洛婉宁 先赚了一千五百万给他 然后 根据沈一三的要求 先转账过去五千万 当财务那边确认到账以后 沈一三的返利也到账了 整整十个亿 进入了龙行卡账户 沈一三这是第一次拥有过亿的存款 心中也有些激动 而后 第二次转账 将剩余的四千万全部给结清了 双方自然皆大欢喜 沈一三又给骆婉宁赚了五千万过去 当作公司的启动资金 毕竟公司还得进行简易的装修 设备采购 人员招聘等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 都是需要花钱的 骆婉宁虽然好奇 沈一三刚才还问他要了一千五百万 怎么转眼就有钱给自己五千万 虽然好奇 但他却没有问 在郭剧民的盛情邀请下 几人在边上的一家高档餐厅就餐 之后 沈一三和骆婉宁就在办公楼边上 金融中心的利斯卡尔顿酒店住了下来 这里将会是他们的起点 两天之后 沈一三如约来到了东浦国际机场 兄弟 刚停完车走到机场门口 沈一三就听到了范希哲的招呼声 这次出行 沈一三没带任何人 骆婉宁这几天都住在利斯卡尔顿酒店 毕竟公司的成立等等事情比较繁琐 沈一三也不好让他天天上班来回开车跑 索性先住一个月再说 沈金让他派去暗中保护公孙子涵了 他这次出门又不是打架去的 以他自己的实力足够在外面自保了 范希哲热情地将沈一三领向贵宾休息室 兄弟 你猜最后一个名额我带了谁 范希哲问道 我认识的 听他这么一问 沈一三也知道范希哲带的人 他肯定认识 赵家明 武兵还是沈一三猜到 范希哲笑着没有回话 打开贵宾休息室的门 两道身影映入沈一三的眼帘 一个自然是范希哲 至于另一道身影 可不是乔可吗 二人今天穿着打扮都十分性感 正挨坐在一块 如同两朵百合争相斗艳 好久不见啊 沈一三说道 也不知道是对谁说的 范希哲笑了笑 扫了自己的好闺蜜一眼 乔可见到沈一三 虽说心里早已有了准备 脸上的神色微微一僵 然后便恢复了自然道 好久不见 兄弟没想到吧 范希哲拍了拍沈一三的肩膀道 不会怪我将这个名额给渴吧 沈一三笑着说道 没事 反正我这也没人需要带的 范哥 你想带谁都没事 范希哲自然不会告诉沈一三 其实这个名额 是范星鱼让他打听的 二人坐下以后 随意闲聊了起来 对了 许立军没来吗 沈一三自然不会忘了 这个交易对象问道 他呀 前几天就自己先跑过去了 说是给我们探探路 范希哲略带深意地说道 探探路 这个路是正经的路吗 自然明白有些话其中的深意 见范星鱼和乔可没有啥反应 还是将话题带到了正轨中 兄弟这次带了多少钱去玩玩 范希哲问道 几个亿吧 也没多少钱 就是去见见世面 沈一三说道 要不是刚好得到了消费反例 银行卡上现在还剩九亿多 他估计就真的是过去见见世面了 几个亿还少啊 一些资产几十上百亿的公司 现金也不一定拿得出几个亿 范星鱼在一旁道 范哥你们哪 有没有看上什么拍卖片 沈一三反问道 那倒是没有 不过好像 这次有个永恒之心的蓝钻 心鱼他想试试 要是有限量版的物品 我也会出手 范希哲道 沈一三对他们口中的物品 都没多大概念 毕竟他也不是富人圈的 眼界还没开阔 可而你呢 沈一三望了眼安静的乔可问道 他发现 今天的乔可似乎有些拘谨 和他平时豪放的性格大相径庭 我 我呀 希哲他 非要拉我去见见世面的 我没打算乔可似乎有些心虚 你去的 乔可低头不语 沈一三觉得 二人的谈话语气 肯定有状况 只是他也没多问 几人闲聊到将近下午两点半 门外走进来一个机场的工作人员 对范希哲道 范先生 你们的航班准备已就位 可以安排人登机了 范希哲点了点头道 好的 我们马上过去 随后 便招呼几人 拿好自己的行李物品 走出了休息室 走到机场 停靠在沈一三面前的飞机 和他之前坐过的那些客机都不同 这是一架弯流G650公务机 确切地说是一架私人飞机 它机身长度30.4米 高7.82米 一展28.55米 续航里程可达公里 走进飞机内部 里面的客舱可容纳16人就坐 客舱内的装修堪称豪华 宽敞的真皮沙发 红木餐桌 还有配套的娱乐设施 一应俱全 简直是一座移动的空中城堡 他们一行四人 除了驾驶舱的两名机长在 还配备了两名年轻的空姐 沈一三还没坐过私人飞机 放下行李之后 感受着这奢华的金钱气息 不禁感慨 有钱人的生活你根本想象不到 范熙哲在他的一旁坐了下来 餐桌对面是范馨鱼和乔可 在确认好各项安全事项以后 空姐将舱门关闭 这趟旅程将近十个小时 可以在飞机上睡一觉 到那边差不多当地时间的晚上七点 范熙哲说道 沈一三点了点头 飞机正式起飞 伯林 我来了 西奥 德国都城 伯林 随着将近十小时的飞行 飞机终于降落在柏林机场 范熙哲他们几人 在飞机上美美地睡了个觉 临近降落之前才醒来 沈一三则是利用这段时间 进行了修炼 随着体质和精神的提升 他现在哪怕三天三夜不休息 都不会有任何的疲惫感觉 不得不说 私人飞机的体验确实好 比他之前坐的民航客机 强了不知道多少 在空城人员的安排下 几人下了飞机 而后开了一辆奔驰车 前往拍卖会附近的酒店 在德国奔驰就是国产代步车 范熙哲开在路上 就跟国内开着一辆普通的轿车 没啥区别 这当然是酒店给他们提前安排好的 几人也没介意 周济酒店 一行四人刚下车 就看到前方有个戴着墨镜 身着休闲衬衣的男子走了过来 哟哟 你们晚来了几天 可是错过不少活动啊 眼前的男子对范熙哲说道 范熙哲鄙鄙鄙鄙视地看着他 说道 少来 你说的活动我还不了解是什么 而后 范熙哲对沈一三介绍道 这就是送你车的财主 许丽君 少来 也那是花钱的 利益交换董部 许丽君说道 你就是沈一三吧 邀请韩代了吗 许丽君问道 来之前 范熙哲就跟沈一三说过 许丽君这人的态度和语气 就是这样 话很直 符合他的性格 但为人还是挺好相处的 确实 许丽君这种从小养尊处优的环境 有这种性格不奇怪 不过沈一三倒也看不出 他有多大的架子 反而很随意 这种人能处朋友会很舒服 沈一三掏出邀请函 递给许丽君道 这就是了 你确认下 许丽君接过看了看 点了点头道 是正本 范熙哲果然没骗我 切 我会在这世上骗你 范熙哲美好气地说道 哈哈 走走 给你们订好了餐厅 去吃点 许丽君搂着范熙哲的肩头 往里走 不愧是世界顶级豪华酒店 这个周际酒店的大厅 就将近五百个平方 到处充斥着金钱的气息 酒店内部淡淡的香水味道 恰到好处 欢迎光临几位先生女士 许丽君订好的餐厅门口 一位性感女服务员 笑着开口道 只不过 他讲的是的语 进入餐厅之后 满满一桌菜映入眼帘 就是每道菜分量并不多 进屋入座后 几人一顿大块朵衣 别说 虽然这些菜分量小 味道确实可以 吃惯了国内的各种美食 偶尔品尝下 异国他乡的特色 还是别有风味的 酒店 的餐厅 都是请米其林星级 厨师过来掌勺的 自然对得起着食物品质 等到几人快结束时 服务员前来询问道 是否还需要增加其他东西 由于用的是德语 几人并没有听懂 只见范希哲忽然开口 用一口流利的德语回道 非常美味 很感谢 不过不需要了 那服务员微笑着告退 其实沈亿三是听懂了的 他也会说德语 毕竟外语精通给了他十种语言 能够自由交流 德语就是其中一种 行啊老范 那么多年过去了 你的德语还没忘呢 徐立军说道 怎么说一起 在德国读了三年书 怎么会那么容易忘 范希哲说道 这时乔可 似乎找到了机会 和沈亿三道 别看他们都是富二代 给人的印象 不学无数的样子 其实各个学历可高了 范希哲他会 对语 英语三国语言 新语和我一样 也会三文语言 不过不会的语 而是俄语 沈亿三文 也点了点头 那些网上流传的什么 富二代不学无数 每天花天酒地 惹是生非的新闻 很多都是假的 真正有钱人家的二代 学问 家教 礼节都很不错 他们有着丰富的眼界 和国外深造的经验 掌握当地的语言 可以说是必修课 只有那些暴发户的人家 养出来挥霍无度的废柴比较多 九族饭饱过后 徐立军安排了喜悦项目 原本范新鱼和乔可 是拒绝的 以为徐立军 这样的公子安排的喜悦服务 肯定不是什么正经的喜悦 可徐立军坚持说 这服务绝对正规享受 让二人放心 他们二女才同意一起过去 长达一个小时的温泉喜悦 让他们的身体充斥着一股暖流 而后续的按摩更是让人享受 一行五人都彻底得到了放松 使得原本疲惫的身躯充满活力 哪怕以沈亿三的体质 被这些技师熟练而又纯正的手法 服务过后都浑身舒畅 今晚也不早了 大家先回房 好好休息吧 明天去柏林到处逛逛 徐立军安排道 众人见当地时间已经快午夜十二点了 便都回了各自房间 徐立军给美人都单独开了一间房 洲际酒店的客房已经满了 要不是他提前过来安排好 众人也不会那么顺利 他们一行 人光每天的住宿费 换算成国内数字都要十万块一天 更别说吃饭通行等其他花费了 按照范熙哲的说法 除了个人购买的东西自己掏钱 其余这次活动经费全部由他来承担 前前后后能花个几百万顶天了 对徐立军这种家庭条件来说 这是小钱 当然 有实力来参与这次拍卖的 经济条件肯定都不会差 回到房间 沈一三洗漱过后就走开始修炼起来 乔可尔的房间在沈一三与范馨宇的中间 乔可尔刚进房门还没来得及洗漱 就听见门外传来的敲门声 透过猫眼一看 只见范馨宇正一脸笑意地站在门口 打开门 范馨宇一溜烟地就钻了进来 怎么样 晚上几点过去敲门 范馨宇忽然问道 什么啊 乔可心脏不由得扑通扑通 加快问道 范馨宇见他一副装糊涂的样子 坐到沙发上忽然模仿起了 乔可说道 新宇啊 能不能帮我问问沈一三名鹅还在不在啊 在的话能不能带我一起 话还没说完 乔可扑了上来捂住他的嘴巴 别乱说 隔壁有人哪 乔可的脸红彤彤的 有些慌乱地说道 范馨宇挣扎了一会 便放弃了抵抗 乔可见状 才松开了手 哎 我真的怎么会碰上你这种闺蜜呢 真是个恋爱脑 范馨宇有些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你说说 他除了人帅点 有点钱 为人和善范馨宇说着 说着说不下去了 因为好像 他全是优点啊 最重要的 是他有女朋友 你看看人家 给女朋友过生日的动静 你又何必去插足呢 范馨宇说道 乔可坐在沙发上 低头不语 过了许久 他悠悠地叹了口气道 我也不知道啊 或许这就是一见钟情 范馨宇说道 姐妹啊 追你的人多了去了 为了拒绝他们 你平时 在其他人面前 装作一副 大胆咧咧的男人婆形象 一言不合就动手 想让人家知难而退 怎么到他面前 就跟个淑女一样了 乔可没有回答 自顾自地说道 我也没想着 去破坏他的生活 就想着 有这种机会能 和他相处几天 就足够了 范馨宇见状 有些急了 拉住乔可的手腕 往门口走去 走 我带你过去 和他说清楚 你要愿意坐小 母亲那边 我去跟你沟通 范馨宇说道 对他们这种家族而言 父亲不只有一个女人 再正常不过了 为了维护家庭关系 可能家里 就一个正宫 但谁知道 外面养了几个 有多少私生子女呢 这年头 有钱人哪个不是家里红旗 不到外面采气飘飘的 就连范馨宇 和范希哲的父亲 也一样 他们二人 虽然是一个母亲 但也知晓 他父亲在外面 还养了别的女人 只不过 他们的父亲 很秩序外面 没有再弄个私生子女出来 范希哲和范馨宇 从小接受的教育 也比较开放 对这种事 也是见怪不怪了 乔可可可不敢过去 连忙拉回了范馨宇道 别啊 这是 我自己会处理好的 范馨宇对他 也没有办法 最终轻轻地叹了口气道 这次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就看你自己把握了 说完 他便回了自己的房间 乔可回到床上 深吸了几口气 终究还是 没有勇气过去 一夜 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 许立军早早地起来 叫醒众人 一副神清气爽的模样 吃完早饭 在两辆劳斯莱斯的接送下 几人去了柏林大教堂 犹太博物馆 柏林墙等地方 领略了这里的风情文化 范希哲来了 这里不少次 为了照顾他们 这些新人 给他们讲起了很多故事 和文化 下午 几人来到了一家 专门出售高档礼服的店铺 选取并定做了几件礼服 毕竟参加 拍卖会再怎么的 也得打扮得人母狗样 不然很容易被认为 不尊重人家这个活动 至于费用 当然是各自掏钱了 沈一三挑选了一套 纯手工缝制的西装 华夏币价格 大概在30万 范新宇和乔可 挑选了差不多款式 不同颜色的黑白碗礼服 一眼看过去 就像两朵风格 截然不同的姐妹花 乔可穿着那套碗礼服 在沈一三面前 来回走了几圈 不知是不是有意无意的 这套礼服的胸口比较低 然后是沈一三件了 都一阵心神荡漾 嗯 快有地了 平时也没看出来啊 沈一三心中暗道 明晚是拍卖会活动第一天 主办方安排了的晚宴 有很多人会去参加 你们记得过去 徐立军说道 这种晚宴 其实就是种商务活动 只不过算是 顶级规格的了 毕竟这次拥有 邀请韩能 来参加的拍卖会的 都是资产 起码数十亿起步的 哪怕那些被带进来的人 自身家庭条件 肯定也不会太差 共同参加这场宴会 说不定能结交到一些 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甚至有些人 还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也不是没有可能 之前就发生过 好几起这种事情 这也和欧美人 在这方面特别放得开有缘故 11月1日 今天白天几人 自己随意安排活动 沈一三在酒店里面 待了一天修炼 范新宇和乔可尔 则是发挥出女人的天性 来一趟怎么的 也得够些当地特色回去 许丽君不知道去哪了 反正不会在酒店闲着 范新哲找了个金发大波浪妹子 畅谈了一天的人生理想 直到晚会时间快到时 许丽君才回来找到众人 柏林歌剧院 今晚 这里被布置成了一个 巨大的会客厅 里面有大大小小数 十个精致的餐桌 上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食物 还有各种年份的红酒香槟 一个个身着西装 衬衫玩礼服的上流社会人士 在通过门口的检查后 都面带笑容进去 许丽君带着几人来到门口 沈亿三拿出了那份 流金色的邀请函 随着机器检测仪的扫描确定 负责接待的男性 工作人员恭敬地 将邀请函地还给了沈亿三 用的语道 尊敬的客人 欢迎参加这场晚宴 祝您收获满满 沈亿三接过后 用标准的语回道 谢谢 身后几人听闻 先是一证 随后想到这个词 这几天他们都听多了 沈亿三会 简单地说几个词很正常 嘿 许丽君 忽然听闻后面 有个声音 用英语喊道 只见一个金发碧眼的男子 带着三个金发妹 走了过来 热情地拥抱了下许丽君 戴维斯 好久不见啊 许丽君哈哈 一笑说道 这是我在不列颠国 留学时候的同桌 戴维斯 家里是不列颠的 通信行业巨头 许丽君朝几人介绍道 随后 他又将范希哲 他们几人介绍给沈亿三 戴维斯边和众人打着招呼 边将他那份邀请函交过去检查 许丽君 你前段时间 还和我说要一个邀请函的名额 我让我爸 花了好大的劲 前些时间才从一个富商那里 买来了这邀请函 你还缺名额吗 戴维斯问道 许丽君说道 我之前就有了 一直忘记和你说 随后 他目光转向了沈亿三 戴维斯顺着他的目光 重新打量起沈亿三来 嗨 兄弟 这邀请函 是记得你的名字 戴维斯用英语问道 没错 沈亿三照样用英语回道 厉害 戴维斯对他比了个大拇指 他自然知晓这份邀请 含尽名者的含金量 连他都得不到 只有他父亲身为不列颠的通信巨头 有资格去申请获取 但他父亲对于这种活动 没有什么兴趣 也是戴维斯软磨硬泡了好久 他父亲不厌其烦 才找关系 托人买了一张过来 沈亿三和他客套了几句之后 众人一起进入了晚宴厅 可以啊沈兄弟 没想到你的英语 讲得比我还地挡 许立军说道 从刚才沈亿三和戴维斯 短短的几句交流中 就能看出沈亿三的水平 饶视许立军 都对沈亿三的英语感到意外 宽敞的晚宴厅内 此时大约有200多号人 而且还不断有人进来 里面有各种肤色的人群 有各行各业的顶端精英 有经常出现在 电视镜头上的高官政要 还有出色国际名媛 像国外的高官政 要有钱可再正常不过了 他们的背后 都是靠资本扶持的 自身的身家也不菲 那些粉丝众多的名媛 在这种场合下 反而显得不那么出众 毕竟靠资本捧起来的 和资本本身是两码事 在沈亿三的精神探知下 还发现了好几位华国的人 其中有一位他也认识 是经常出现在电视上 热衷于慈善事业的捷克马 不仅如此 沈亿三还发现了好几个 身手实力不错的保镖和参与者 甚至还有个化镜的高手 那个高手还站在捷克马身边 充当保镖 还真是场高端局啊 嗨 古伊斯 威尔斯 戴维斯在人群中 认出了几个人 走了过去 戴维斯 一男一女 见到戴维斯也是很高兴 在他们周围 形成了一个小的圈子 有九个人 看来都是之前 都熟悉的好友 只不过都是外国人 并没有华国人在其中 戴维斯拉过许立军 包括沈亿三几人 互相介绍了下身份 别看这里 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但是他们各个身后 势力绝对算一方豪强 古伊斯家族 是不列颠的奢侈品巨头 掌管着不列颠的奢侈品 对外出口 威尔斯是法国总理的三儿子 有不小的身份地位 其余的几人 家里有矿的 搞能源买卖的 甚至还有卖军火的 当提到许立军时 沈亿三终于知道 他家是干什么的了 华国一家商业银行的巨头 这家商业银行 除了几大国家银行之外 他家的排第一 许立军问起沈亿三的时候 沈亿三只是淡淡一笑道 我就是个小人物 做一点投资生意而已 原本众人听到他 这样的回答 就对他没多大热情了 可是许立军 说出他是邀请 韩记名者之时 态度又不一样起来 沈亿三的回答 肯定谦虚了 这些人 虽然花个几千万买个名额 都很容易 但是想要再邀请 韩上记名的 可就太难了 他们这些二代 都是有家里背景在 能搞到名额 可哪怕他们的父辈 有些人 也是需要去报名审核的 沈亿三口中说的投资 肯定不是一点 而是一点 有钱人 也分为三六九等 当被对方认可时 你才能真正 进入这个圈子 沈亿三 虽说没有 刻意进入这圈子的想法 不过能扩展自己的人脉 结交些朋友 还是很乐意的 谁都会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指不定哪天 这里的人 就派上用场了呢 这也正是家世德拍卖行 举办这次晚宴的生意 也是众人过来的目的 二位漂亮的女孩 可否赏脸喝一杯呢 不远处走过来两个黑哥问道 范馨宇和乔可 今晚在这晚宴上 绝对算是颜值最出众的那批 吸引目光很正常 范馨宇还好 对不同人种没什么感觉 可乔可就不一样了 他是土生土长的华国人 对黑哥可没什么好感 当即便拒绝了 那两个黑哥有些不愿 其中一个道 我叫卢卡丽 这是我弟弟卢卡莎 我们家在黑州那边 掌管着好些大型矿产 他就差把我家有钱四个字 写在脸上了 想用这种方式来打动乔可 乔可也不好和他们翻脸 见沈亿三正和戴维斯 他们聊得火热 靠近了他 他抱住沈亿三的手臂道 这是我男朋友 他不允许我随便和别人喝酒的 沈亿三看了看乔可 又看了眼这两个黑哥 刚才的对话他也听到了 于是便笑着回道 是啊 我的女朋友不和别人喝酒的 和沈亿三交谈的戴维斯 古伊斯等人本和他相谈甚欢 只因为沈亿三无论见世面 知识水平甚至需要的掌握 已经完全震惊了众人 这更让他们意识到 沈亿三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已经将他当作了 必须好好结交的朋友 见朋友被黑哥骚扰了 都是一副目不可遏的样子 而且这些白种人 对黑哥天生就有种种族歧视 古伊斯带头道 这里不欢迎你们两个 想喝酒去其他地方找人 中东一个头戴白布 名为的伊丽丹的也说道 和我们比有钱 你们两个还不够资格 两个黑哥健壮有些气氛 但奈何不住对方圈子人数众多 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要不是这二人脸太黑 还能看到他们面色发青的样子 乔可见二人走了 拍了拍半路的苏兄 随后放开了沈亿三的手臂 谢谢你啊 乔可说道 沈亿三一低头 看见那身不见底的沟壑 挺胸抬头道 没事 应该的 这时 戴维斯从餐桌上 给美人端来了一杯红酒 说道 丹杯 让我们好好庆祝这场晚宴 乔可这回可不拒绝了 一把接过酒杯 和众人一饮而尽 期间 他们这里陆陆续续过来了几十号人 都是看到这边 有熟悉面孔过来打招呼的 直到七点左右 宴会大厅中央舞台灯光闪烁 一位性感妖娃的主持人 走上了台 女士们 先生们 他开口道 晚宴大厅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叫奈贝尔 很高兴今晚这里 能汇聚这么多全球 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 我仅代表加士德拍卖行 向各位表示最热情的欢迎 说完 宴会厅内传来了 盛大拍卖会将由我来主持 今晚我们还有个小小的预热活动 那就是慈善拍卖 听到这里 沈一三的系统又响起了久违的提示声 激活支线任务 拍卖 任务描述 本次加士德拍卖中 宿主需完成两阶段拍卖任务 阶段一 在慈善拍卖会上 拍卖五件以上商品 及拍卖金额 超过华国币一亿以上 任务奖励 高级消费 反限卡二 阶段二 在正式拍卖会上 拍卖五件以上商品 及拍卖品价值超过华国币十亿以上 任务奖励 高级消费 反限卡五 任务奖励 分阶段发放 每一阶段完成 即可获得任务奖励 看到这两个任务出现的瞬间 沈一三眼眸一亮 系统这不是妥妥地 给自己送钱来了吗 瞧瞧这任务奖励 只有消费反限卡 自己原本还担心九个亿的现金 在这里是只小拉卡米 现在只需要参加拍卖 结束之后 他能多七十亿出来 而且 是现金存款 正在沈一三内心欣喜时 台上的纳贝尔再次开口道 本场慈善拍卖的拍卖品 都是由世界各地的慈善家们 捐助出来的 共计五十件物品 作为主办方的家事得拍卖行 将会把本次拍卖的所有金额 捐献给国际慈善基金会 用来助力全球慈善事业的进步 与毕 整个晚宴厅 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掌声 慈善拍卖的物品 肯定比不上正式拍卖的那些物品之前 以这里的将近四百余位的资产巨额 拍下这些东西 不费吹灰之力 而且很多富豪有钱了之后 也喜欢做点慈善事业 给自己积善行得 花钱赚点名声 被他们来说 都是非常划算的事 随着气氛的涌动 纳贝尔趁热打铁地说道 那么首先登场的第一件慈善拍卖品 是一件艺术画 这幅画是当代意大利画家 谢尔顿·惠特林的即兴创作 名为《光明》 说完 一幅被黑布包裹的画框 被搬上了台 揭开黑布之后 是一幅印象派和现实派结合的油画 画作主要以黑白为主 通过为数不多的其他色泽 渲染了画的主题光明 这幅画的底价为十万 每次加价金额不少于一千 纳贝尔说的价格 以这边的通用货币欧元进行计算 沈一三他们虽然没有欧元 但是拍卖成功后 拍卖行会根据实时汇率 进行汇兑结算 瞬间 晚宴厅就燃起了报价热情 十一万 十三万 一阵阵报价声响起 这幅画作的价格被抬得越来越高 三十万 只见一位身着白色衬衫的中年男性报价道 当他说出这个价格之后 便没有人竞争了 大家都是图这个乐和氛围 虽然都是有钱人 这三十万欧元的价格 在他们看起来不贵 但也都觉得是这幅画的极限了 纳贝尔见无人继续报价 倒数三个数之后 便一锤定音宣布了画作的归属 恭喜176号先生拍得这第一件物品 奈贝尔说道 这里目前有400多号人 为了方便 刚才服务员给餐会的每个人都分发了号码牌 用来报价竞拍 这样也能快速锁定报价之人 接下来是第二件物品 这是一件很好的收藏品 折名海盗船长杰克曼的一把配枪 而后 一个玻璃柜出现在台上 出现了一把秀极斑斑的左轮手枪 就如同纳贝尔所说 这把手枪只能作为一个收藏品 并没有什么实质用途 但晚宴中 也不乏很多人对着手枪感兴趣 还是有很多海盗迷的 起拍价十万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一千 和第一幅画一样的起拍价 随后 宴会厅内的男生此起彼伏 不见女性报价 十五万 二十万 这个手枪的报价就长得比较快了 瞬间就来到了四十万的价格 四十二 四十四价格依旧提升着 只不过没有了开始的那般迅猛 五十万 达到这个数字时 饶氏那些收藏爱好家都演起西谷 最终 这把手枪由二百零五号 一位黑人近拍下来 沈亿三对这两件物品没有兴趣 自然没有竞价 虽然有系统的任务 但是他并不急 反正只要拍卖五件以上就行 至于拍卖总价一个亿 他觉得有些困难 慈善晚宴 只是作为正式拍卖会的一个天头 并不会出现特别高价值的物品 因此 商品最终成交价 定然不会太高 接下来的几件拍卖品 确实也就普通商品 有十八世纪印第安人的打猎物 有钢琴大师的创作手稿等等 期间 戴维斯和那帮外国朋友 倒是都喊架了几次 只不过也没拍下 他们也就图一乐何气氛 徐立军也和沈亿三一样 对这些外国人的玩意不敢冒 第九件拍卖品登场 当打开那一刻 一匹陶瓷制作的骏马 呈现在众人眼前 唐三彩 在场的华国人 都一眼看出了这件物品的来历 纳贝尔的话语接着说道 华国有着浓厚的历史渊源 这是他们唐代的陶瓷制品 能看得出色泽和工艺 在当时绝对是世界顶尖 这个唐三彩的骏马 起拍价三十万 沈亿三在见到这件物品时 便觉得自己该出手了 四十万 五十万 岂不就是十万二连长 出生的都是华国人 八十万 沈亿三看着出价的人 正是杰克马 想不到他也会近拍 周围众人瞬间将目光 转移看向杰克马 毕竟一下就提价三十万的 是势在必得的样子 不过当众人看到那张面孔时 也就恍然了 杰克马的名声 在全球也是十分响亮的 想不到在这还能见到杰克马 乔可说道 杰克马的身份 应该能被直接邀请过来参加拍卖会 想不到还会来这晚宴 范希哲也说道 像杰克马这种身份地位的 肯定有加士德的内部拍卖 名额给他 不需要拍卖会邀请函 直接获得邀请的人 来参加这次的晚宴 还是比较少的 杰克马正是为数不多的几个 杰克马开口 便没人继续跟嫁了 沈一三见状 想了想 还是出嫁了 一百万 他举起牌子说道 66号金拍者出嫁一百万 还有人继续加吗 纳贝尔说着 看向了杰克马 杰克马见 竟然有人继续加 忍不住转头看过来 当他看到沈一三那华国人的面孔时 先正了正 随后露出了一抹和善的微笑 这种流失在外的文物 杰克马想拍下来 无非就是家国情怀 包括其他的华国金拍者也是 沈一三既然出嫁了 同是华国人都乐意给他面子 于是 沈一三以一百万欧的价格 拍下了这件唐三彩骏马 沈一三倒是希望有人继续加价 这样 他将价格顶上去 说不定不用拍五件就能完成任务 一百万欧 换算成华国币大概八百万 距离一亿差的有点多 紧接着 又出现的几件物品 也没什么特殊的 价值从二十几万到八十几万不等 到第十六件物品时 一条闪烁着蓝色光泽的宝石项链 出现在台上 这是海瑞温斯顿系列项链 就不用我多做介绍了 它上面镶嵌的是 一整颗天然蓝钻 相信各位女士对它 一定都很心动吧 纳贝尔介绍道 果然 晚宴中的女性 看到这项链 基本上移不开目光 纷纷一副势在必得的模样 起拍价一百万 这件物品 是目前为止起拍价最高的了 岂不就是刚才那些物品的成交顶点 120 150 180 这个价格是范兴雨喊的 也是他第一次感兴趣的物品 希希 我可是叫喽 你不跟一跟 他朝着乔可问道 乔可虽然目光盯着那项链 但摇了摇头道 我这次来就纯粹赔完的 并没有准备多少钱 还是算了 范兴雨看了看沈一三 对乔可道 你觉得会不会有人拍下来送给你 怎怎么可能 乔可说道 那就不知道喽 范兴雨嘻嘻一笑 就在这时 沈一三也加入了竞牌 三百万 他一开口 就直接奔着三百万喊 人群中瞬间飘来一道道不善的目光 谁家的孩子 会不会晚 哪有这么寒假的 有钱也不是在慈善晚宴上这么花的 和我们女人竞争这个项链 还要不要脸了 一道道不善的话语 传入了沈一三的耳中 沈一三也不在意 花钱竞拍才是他的目的 价值只要不超过一亿 他自然希望越高越好 兄弟 你这么好横的吗 许丽君都有些惊了 按理说 这个项链虽然好看 但是基本上250万的价格 已经是极限了 沈一三一下子抬到三百 这纯粹是得罪人 又浪费钱的行为啊 没事 买来送人 我高兴 沈一三仿佛在展示他 顽固有钱的一面 送人 回去送给慕琴姐吗 范星鱼问道 还不知道 都还没拍下来呢 沈一三耸了耸肩道 66号的先生 出价三百万 有没有更高的 纳贝尔都忍不住 多看了沈一三接言问道 我出三百二十万 众人循着声音过去 见到二百四十号牌子 高高举起 近拍的是一位中年贵妇 脖子上挂满了各种宝石项链 手上的手串 满满当当 差点都看不到他的手腕 一看就是个有钱的贵妇 没啥好说的 四百万 沈一三直接喊 他巴不得有人帮他提价 不过他也不敢喊得太过分 如果一下子提到千万级别 也是坏了拍卖会的规矩 属于恶意抬价了 后续会被其他人 共同针对抵制的 那贵妇似乎有些不悦 朝着沈一三 投来了鄙视的目光 可恶的华国人 一点没有绅士风度 他轻声自语道 但即使这样 沈一三的精神力 也捕捉到了他的话语 不管他 爱咋说咋说吧 有本事就继续跟价 不过 这个价就没人继续跟了 已经远远超过 这条项链的应有价值了 这里的都是有钱人 可不是傻子 钱多也不是这么乱花的 于是 沈一三再次顺利拍下这项链 这下沈一三的拍卖总额 来到了五百万 要想达到任务完成条件 还得拍三件物品 而且 价值不能低于七百五十万欧 哎 拍到了 要不你送给我 范馨鱼对沈一三小声说道 为啥 沈一三问道 为我是沐清姐的好朋友 你不给我 我就告诉沐清姐 你在外面有其他女人了 范馨鱼威胁道 沈一三内心咯噔一下 难道自己和骆婉宁的事 范馨鱼知道了 他忍不住看了看范希哲 接到沈一三审视的目光 范希哲摇了摇头 沈一三这才明白 是范馨鱼在吓唬自己 道 别乱讲啊 这种是要讲证据的 切 证据就是 那天晚上喝多了 可儿去你范馨鱼没管住嘴巴 直接就要 把这事说出来 幸好乔可儿 及时捂住了他嘴巴 沈一三像是明白了 范馨鱼想说什么 还好不是骆婉宁的事 不过乔可儿那晚来 自己房间二人待了一夜 范馨鱼是怎么知道的 哎 不给就算了 范馨鱼愤愤地看着乔可儿说道 几人之间的小插曲 自然不妨碍拍卖会地继续进行 这件华国的古代衣服 是从一个收藏家手中出来的 具体是谁我不方便多说 起拍价二百万 奈贝尔说道 这肃杀缠衣一出 华国的近拍者又沸腾了 二百五十万 二百八十万 三百万 一路飙升至五百万 只不过 每次华国人出嫁后 都是被外国人给顶了 他们似乎看出了 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 鼓务重视程度 所以 有些人故意抬价 哪怕拍不下来 最终让这些华国人多花点钱 恶心下他们也好 而华国人在对外时 也特别团结 自己人都不会抬价 五百万 杰克马不愧是 华国顶级有钱人 在一位黑人 加到三百八十万后 直接喊价 五百五十万 又是一道声音抬价 这下 饶式杰克马 都有些不悦了起来 沈一三见状到 八百万 他比杰克马还要狠 这个价格出了 顿时一片寂静 这时 沈一三清脆的嗓音响起 各位 这是我们华国流落在外的东西 我拍回去会归还 给我们国家的博物馆收藏 希望大家能给个面子 给华国一个面子 若是还有人想继续抬价 那么我奉陪到底 他的话质地有声 响彻全场 说得好 却是杰克马股长率先说道 他看向沈一三的眼神 充满了欣赏 没错 我们华国的谷物 应当物归原主 这位小哥说的 也是我们想说的 我们奉陪到底 在场的华国人 瞬间团结在一起 并支持沈一三 在拍卖那些艺术品 奢侈品等东西时 他们是互相竞争对手 但是 一旦碰到华国流失在外的谷物 都会一致对外 将其带回华国 是文化的传承 果然 在场的外国人都掩齐息鼓 不敢再抬价了 一来 价格达到800万欧元 已经够高了 他们提价的目的也达到了 二来 引起的华国人的众目也不好 毕竟慈善晚宴的这个拍卖 惹极了对方 后面的正式拍卖 人家也会给你屎半子 得不偿失 于是 沈一三再次拿下了这件 肃杀禅衣 此刻 他拍卖消耗的欧元 已经来到了1300万 达到了华国B1亿的标准 再拍两件物品 他的任务就能完成了 接下来随便拍两件就行 也没必要追求价格 接下来的拍卖过程 就比较平淡了 基本上成交额都在100万上下 最多的 也就几件拍出了300万左右的价格 直到拍卖物50件全部完成 这场慈善拍卖 才宣告结束 沈一三后面两件 拍了一个限量版的百达斐力万表 和一个翡翠手镯 分别花了120万欧和230万欧 这也宣告着 他的拍卖会第一阶段任务完成 两张高级消费反线卡也实时到账 二位先生请随我来 这时 那边走了过来 邀请沈一三和范希哲 范希哲刚才也拍了件东西 是一台古典钢琴 价格80万欧 他本人也喜欢古典音乐这块 对这方面的乐器情有独钟 拍卖回来的价格也不贵 才100万欧 至于他们这边的其他人 都是重在参与 而且慈善晚宴的拍卖商品 没什么令人动心的 沈一三和范希哲 跟随着纳贝尔来到后台 这边现在被临时布置成了交易地点 那些拍卖成交的拍卖者 都会来这边支付款项 并领走拍卖品 沈一三拍得五件物品 占据了五分之一 是本晚拍的最多的人 他已经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大多数都抱着友好的态度 来跟他结交 毕竟慈善晚宴上出手 就是花费1600多万欧的 肯定有不俗的背景 来这不就是为了结交 更多更强的朋友吗 按照沈一三的要求 纳贝尔让人给他分了三次刷卡 将1650万欧全部付清 差不多价值华国币1.3亿 沈一三使用两张高级消费返线卡后 卡里金额瞬间到账20亿 目前 他卡里余额达到将近28亿 足够他在正式拍卖会上大展拳脚了 恭喜沈先生 纳贝尔走到沈一三面前笑着说道 不得不说 家世德真会选人 也会把控男人的心 近看才发现 纳贝尔充满着成熟女性的诱惑魅力 如同一颗熟透的水蜜桃 让人忍不住上去啃一口 让他来主持拍卖会 部分商品的名单和介绍 沈先生有兴趣可以关注下 纳贝尔说道 沈一三接过他递过来的厚厚册子 用一口流利的英语问道 看来这是特权了 纳贝尔带着职业性的微笑道 只是部分商品 一些压轴和重要的物品 都不会出现在这上面 我们家世德对客户的隐私要求 还是很注重的 看来能被他提前看的这些物品 在家世德看来价值也就一般 没什么需要保密的 不过能进入这场正式的拍卖会 想必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这份资料 那些受到内邀的参与者都会有一份 所以沈先生即使分享出去也没事 纳贝尔再次说道 既然如此就多谢了 沈一三回道 希望沈先生在接下来的正式拍卖中 能有个好的收获 同时慈善拍卖所获得的所有收入 我们会一分不少的给国际慈善基金会 这个请尽管放心 纳贝尔礼貌地说道 沈一三友好的和纳贝尔握了握手 收起了几件拍卖品往回走去 只有那件唐三彩的骏马稍微大一点 其余的四件物品加起来也没几斤重 沈一三在一个阴暗的拐角处 将它们全部收进了系统储物空间中 沈兄弟等等我 身后传来了范希哲的喊声 沈一三差点忘了范希哲 范哥 你怎么那么骂 他问道 哎哟 早知道就不拍那古典钢琴了 好多地方轻轻一碰就掉零件 而且整体又重 刚才若不是忙着叫专业的人员过来搬 也不会浪费那么长时间 范希哲解释道 沈一三道 难怪 我还以为你比我先后 已经回去了 对了 你的拍卖品呢 范希哲问道 哦 我叫人给搬回 住的地方了 沈一三说道 腕表 项链这些也拿回去了 这倒是没有 沈一三假装将手伸进口袋 从中掏出了腕表和蓝宝石项链 实际上是从储物空间中掏出来的 反正这种小物件 没人能发现它的动作 范希哲仔细看了看这两样物品 评价道 虽说你花了不少钱 但却是值得 是吗 那可就太好了 沈一三道 说着说着 二人已经回到了刚才的聚集地 和那些刚认识的朋友 说了会情况之后 戴维斯热情地邀请他们众人 一起去放松快活下 由于有女同胞们在 自然是正经的活动了 此时晚宴也已经接近尾声 很多人都在这场晚宴交流中 结识了想要结识的人 沈一三正待和几人一起离去 沈同学你好 忽然 只见捷克马带着好几个华国人走了过来 马老师久仰大名 今日终于见到本人了 沈一三也是有些受宠若惊地说道 毕竟他没有获得系统之前 捷克马这样的超级大佬 和他完全就是两个维度的人 他也十分尊重捷克马 这个给华国百姓带来便利 改变了华国方方面面的人 哪有哪有 沈同学 今天的表现 才算是我们华国人的榜样楷模 真是年少有为 捷克马主动和沈一三握手说道 哎 同样是二十出头的年节 我家那小兔崽子 怎么就是烂泥扶不上墙呢 我们比你年长 喊你一生沈老弟不过分吧 我最欣赏的 就是沈老弟这样的爱国青年 旁边 一个个华国大佬说道 沈一三见几人都是如此热情 说道 大家都是同胞 碰到这种事 都应当共同进退 派来来的两件古物 我会捐献给国家博物馆 后面正式的拍卖会 如果还有这样的东西 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 哈哈 好 遇到古物 我们一致对外 其他的东西 大家就各凭本事了 捷克马非常欣赏沈一三 对他说道 原本准备离去的沈一三 硬是在六个华国大佬的热情下 多留了十几分钟 众人聊的投缘 互相添加了华国的 个人微信及联系方式 其中一人 还是竟然还是陈沐琴的大伯 名为陈永宏 比陈永明年长了近五岁 只不过确确实实 是一个家族的亲戚 陈永宏得知自己的侄女 竟然是沈一三的女友后 更加热情了 沈老爹 戴维斯都安排好了 我们过去吧 徐立军看到沈一三过来道 哎呀 马老师 陈叔叔 王伯伯 你们都在这里啊 刚进拍视后 距离太远光线不好 都没认出你们来 徐立军见到他们说道 许家二小子 你老爹没兴趣 参加这活动 倒是让你过来了 陈永宏认出了徐立军道 陈永宏主要的经营区域 在燕都 同为一个圈子的顶端家族 互相认识 也就不奇怪了 我老爸 才不会管我这事 我的资格 还是从沈老弟这里买的 徐立军如实说道 几人寒暄了会 徐立军便和众人告辞 带着沈一三 前去聚会地 临走前 杰克马得知 沈一三结束之后 准备回天海市 便盛情相邀 他回国一起 吃个饭交流交流 因为杰克马 最近也待在天海 二人都在一个城市 自然也方便 沈一三毫不犹豫地 答应了下来 刚好可以 带着洛婉宁一起 杰克马一手创立的 商业帝国 前几年在华国风投 一时无二 这位大佬 能传授点 商业经营方面的知识 那肯定能让他们的天意 投资发展更加顺利 等他们出了晚宴厅 已是晚上十点 来到戴维斯安排的场子 众人纵情释放 本来欧美人 就大胆开放 今夜都是同层次的朋友 那玩的就更嗨了 等到夜晚结束时 已经临近一点 众人都拖着 充满醉意的身躯 返回酒店客房 范兴宇和乔可二人 互相搀扶着行走 也是喝得醉醺醺的 沈亦三虽然喝得多 但一点是也没有 在众人面前 还是要装作 喝了不少的样子 回房 洗漱 修炼之后短睡 就这样一夜过去了 11月2日 今天范希哲 叫沈亦三出去聚会 却被沈亦三 以身体疲惫给拒绝了 沈亦三有个想法 就是去的国的高速 上试试车 德国的高速并不限速 它可以试验下 暗夜精灵的速度性能 在国内 不仅道路限速 高速也就100多马 能开 根本试验不了 想要找个足够空旷 宽阔的地方 在天海市里面 根本没有 沈亦三也不耽搁 直接一个人出了酒店 朝着高速的方向过去 当路过一处 空旷无人的地方 那辆黑紫色的暗夜精灵 瞬间出现在他身旁 主人 暗夜个性能正常 准备就绪 当沈亦三坐上车的瞬间 暗夜的机械声 就已响起 手动驾驶模式 沈亦三想先自己体验下 以切换成手动模式 请主人尽情操纵 若检测到危险 本车会自动转换模式 并进行防护 暗夜提示道 德国高速 暗夜精灵 如同一道闪电划过 真厉害 起不到100马不到2秒 沈亦三内心感叹道 完美车辆驾驶的技能加持下 他已经对暗夜精灵的 各种操控了如指掌 仅仅上了高速5分钟 在他的不停加速下 已经将车速 开到了350马 由于沈亦三挑了一条 车辆较少的高速 一路上只有零星的几辆车 那几辆车速度也不算慢 也开到了150左右 在暗夜精灵驶过之时 那些车主还没看清楚尾灯 就失去了他的踪迹 什么玩意过去了 刚才是啥 这是那些车主的共同想法 沈亦三依旧不减速 继续提速 380 400 430 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 目前能设计出来的车辆 极限速度 一方面是材料达不到 这种车速下 对车身的制造材料要求很高 不然安全性能满足不了 另一方面则是这种车速下 对驾驶员的车技考验 绝对是地域难度 一些细微的偏向或者抖动 都会造成车辆的 整体行驶路径偏移 一旦把控不好 就是车毁人亡的碰撞惨剧 可暗夜精灵 依旧是稳稳地抓住地面 沈亦三在座位上 根本感受不到车辆有什么异样 直到500马极限速度 暗夜精灵 就仿佛一道流星划过 不仅是被超过的车主看不清 连路上的摄像监控 都只还能拍到残影 饶使沈亦三的精神力和驾驶能力 对达到极限车速下的 暗夜精灵操控都有些吃紧 忽然 他想起了自己 还有19张技能升级卡 他果断用了 三张对完美车辆 驾驶技能进行升级 致真车辆驾驶 在升级成功的一瞬 沈亦三感觉自己 与暗夜精灵融为一体 能感受到 他的各种细节运动 自己的掌控力 也在这一刻再次加强 道路两侧的风景 在他眼前一闪而过 丝毫不影响 他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力 与观察力 凭借着细微的操作 暗夜精灵的性能 终于完全绽放 不知不觉间 沈亦三就驶出了德国的范围 来到了法国 一个小时的车程 达到了400多公里 跑得有点远了 沈亦三看了看地图 稍微放缓了速度 看了下 暗夜精灵的能源消耗 还不到一 不愧是何动力啊 来都来了 重新上了高速 返回路程 他交给暗夜精灵 自动驾驶 车速控制在300左右 也就一个多小时 沈亦三重新回到了柏林 晚上六点不到 咦 兄弟你今天去哪里了 范熙哲在酒店大堂 碰到了刚好归来的沈亦三 问道 沈亦三见到范熙哲 说道 白天去放松下了 飙车看看风景 哦 去赛车场了 范熙哲问道 哈哈 差不多吧 沈亦三打来的马灰眼回道 吃饭了没 一起去吃点 行啊 沈亦三回道 这时 范熙哲和乔可也下楼过来 今天出去了也不打个招呼 可去敲门好久都没见反应 范熙哲上来直接抱怨道 嗯 前几天比较累 自己去外面放松了下 我还以为你们和许哥一起出去玩了 沈亦三也是有点头疼这个大小姐 似乎这几天对自己的意见不小 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招惹她了 星雨 别说了 走吧吃饭去 乔可拿住了范熙哲说道 范熙哲冷哼了一声 也没再继续 吃完晚饭 明天早上九点 就是加士德的拍卖会正式开始了 今晚养好精神 可别错过了 范熙哲提醒道 放心 到时候敲门就行 反正住得近 沈亦三回道 你这拿来的拍卖会的拍品 我们都看了 相中了其中几个 不知道明天能不能顺利拍中 范熙哲说道 沈亦三倒是对这没什么意外 里面的拍卖品确实是精品 许多东西 他看了都动心 而且许丽君看中的 蓝博基尼毒液也在其中 那个拍卖品的名单上面 罗列了有二百件商品 但还不是全部 据说真正的珍贵物品 被加士德挑选出来的 有三十件 不在那个名单上面 哪怕一些内妖大佬 想要通过关系去打听 却什么消息都没探听出来 这可掉足了 此次参与者的胃口 不得不说 加士德拍卖行 在营销方面 绝对是世界顶级 夜晚 沈亦三在修炼中 似乎听到了外面有枪声 不过 只是短暂地出现了下 过回听到了一阵警笛声 缓缓远去 国外不像国内那么和平 持枪是合法的 出现枪声并不是 什么稀奇的事 只要别影响到沈亦三 他才懒得去掺和国外的事 就这样 终于来到了 正式拍卖的这一天 今天早晨 加士德这次举行的 拍卖会门口 早已经人满为患 以拍卖会场地为中心 周围一公里内都已经戒严 各种维护秩序的保安 和警卫不满了街道 莫办法 今天的拍卖会称得上 最近几十年之最 来的很多人 都是世界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加士德保持他们的 世界影响力的同时 对这些人的安全必须负责 周围一公里内 出入的人都会被检查 有没有携带枪支 沈亿三走在铺满红毯的街道上 也是不禁嘖嘖称赞 能参加这种场面 也算是一种人生成就了 今天到来的人员 比前天晚宴的人 分量更重 身份更多 除了高官正 要和富商之外 还有世界知名财团的掌舵者 超级家族的嫡系成员 地下大佬等等人物 那些私人保镖的实力 也是出类拔萃的 沈亿三看中一个 貌似是黑帮大佬的身边 居然有一个实力 达到宗师的保镖 那个保镖 似乎感应到了 有危险人物在打量他 只不过环顾一圈后 并没有找到 他皱了皱眉 打起了十二万分的精神 真是难得呀 许立军走 在他们几人的最前方敢凯道 诺 那个是意大利黑党 伊菲尔家族的继承人 不列颠国的坎普拉亲王 也来了 还有那个 好像是敌拜皇储哈尔法 许立军对这些人的了解 比沈亿三他们多得多 认出了很多 电视上见不到 实则身份地位极高的人物 沈亿三他们算是开了眼了 饶氏范熙者认识的 都没许立军多 沈贤值 咱又见面了 陈永红的声音在后面响起 陈伯伯 沈亿三亲切地喊道 哈哈 今天注定是个 没有硝烟的战争啊 看来家世的这次的拍卖 会有很多了不得的东西 陈永红感慨道 正在参与吗 沈亿三笑着回道 陈永红点了点头道 确实 大佬云集的拍卖会 咱们这种小人物 只能是陪衬了 陈伯伯你也太谦虚了 沈亿三说道 几人闲聊着 便来到了家世的拍卖会场地的门口 大门口做了两排 也只能打八分以上的 女性接待员 一共十人 正在有条不紊地给入场的人 进行登记和座位牌发放 沈亿三带着许丽君四人 来到了左边中间的接待员面前 掏出了邀请函 递给他 沈亿三先生 那个接待员竟然用华语问道 沈亿三一正 然后也用华语回道 是我 他听了听周围 其他接待员的语言 说英语 德语 法语 俄语等等 国家的语言都有 哪怕说的语言不通 他们也会迅速交换 接待人员进行服务 粗略估计下 这里十名接待人员 加起来掌握的语言 不下于二十种 加式的拍卖行 这次连接呆都费了那么大的心思 实属豪横啊 不过很多人 除了本国语言外 都会说英语 这样沟通起来 也方便很多 毕竟英语会使用的国家最多 是国际通用的语言 那名接待员 进行了沈亿三的身份 审核比对后 看着他身后许丽君几人问道 这是您需要带入参会的四人吗 没错 沈亿三回道 好的 这是您和你朋友的参会 拍卖编号牌 请按编号入座 接待员始终保持微笑道 沈亿三接过编号牌 是831835的连号 他给许丽君几人挑选号牌 许丽君挑了835 范锡哲834 范新宇看了看乔可 果断选了833的号 于是 沈亿三和乔可 分别就是831和832了 沈贤值 我已经登记好了 是753号 你呢 陈永宏和另外四人 一起走了过来问道 四人应该就是陈永宏 这一批一起进去的人员 都是华国人 我们是831835的号 沈亿三回道 那也不远 我们就先进去了 一会拍卖会 可就是对手了哈 陈永宏大笑一声 沈亿三微笑着 何许丽君几人 也一起进入了拍卖会 这场拍卖会的场地 正是座位 其实不只有千人 不过 总有近拍号牌的 刚好一千位 前500个号 都是内腰的人 后面500个号 则是沈亿三这种 有邀请函的人 并不是就说 前500个号的人 一定就比后面500个号的人 地位强 身份高 内腰的名额里面 很多也是一个大佬 拖着自己的后背 或者朋友来的 这次拍卖会 整个会场内 最终出价的人数 大概不会超过300个 很多人都是重在参与 一些年轻人类 似于范希哲的 也并不期望 能从大佬们手中 拍到什么特别珍贵的物品 只能说一切随缘 随着时间不断临近9点 拍卖会场 已经快满园了 周围还环绕着 各种维持秩序的保安 服务人员 医疗队等等 加士德将能够考虑到的意外 突发状况都做了预案 确保这场拍卖 会能顺利完美地进行下去 沈亿三左边 坐了的来自大雄国的金发妹 约25岁上下 颜值能有个八分往上 重点是前途后撬 非常符合战斗民族的特色 右边则是乔可尔和范新宇 两朵娇艳的玫瑰花 金发妹竟主动上来 和她打招呼 名为戈尔巴朵温 让沈亿三间联想到了一个人 于是 她用俄语 简单做了下自我介绍 算是熟悉了 也难怪人家战斗民族的金发妹主动 实在是沈亿三颜值和魅力太高 已经算美少女杀手了 终于 门口不再见到有参会的人员过来 大概有30个左右名额 空余了出来 要么就是有人临时有事赶不过来 要不就是邀请 含着携带的人员没有满员 不过这些都不影响拍卖会的开始 九点整 纳贝尔的身形 再次出现在拍卖会展台中央 今天的她身着 一身紫色低胸礼服 将她的玲珑身材和成熟气质 展现得淋漓尽致 各位全世界尊贵的来宾 欢迎来到家世德拍卖会 纳贝尔开场道 在底下充满期待的注视下 纳贝尔简单地介绍了 下本次拍卖会的安排 本次拍卖会分为上午 下午晚上三场 上午的时间为9点至12点 下午的时间为2点至5点 晚上的时间为6点至9点 共计230件物品进行拍卖 其中30件物品是珍贵保密的 只有在拍卖的那一刻才会开箱 每场都会穿插 安排一些时间拍卖10件珍贵物品 这样能最大的保证参与者的活跃 终于家世的拍卖会正式开始 首先带来本场的第一件物品 这是一块百达斐力 在1933年打造的 18K黄金超负杂功能怀表 这块双面怀表 一共拥有24项复杂功能 其中包括万年力 月项可以同时记录 两项活动的计时计 西敏四中生 日出时间 日落时间 前后一共花费了8年时间打造 包括设计3年 制作5年 这块表最近一次上发条 是在1969年 而现在都还在走时 这枚怀表 曾经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计时器 当然 这块怀表 也是我们这次拍卖会的 30件珍贵物品之一 那贝尔 上来就是王炸 直接将开场首秀 交给了这块怀表 这块怀表 和沈亿三前天拍的万表 可不是一个量级的 这块怀表的制作时间 时长 功能 价值 都远远超过市面上 百达斐力的其他怀表 被家世德拍卖行 当作珍贵的拍卖物品 丝毫不会有人觉得 奇怪 起拍价 一千万欧 纳贝尔 直接讲了个起拍价 好家伙 上来就是千万欧元起拍 比前天的慈善晚宴 最高成交价还高 纳贝尔话音刚落 一千一百万 一千二百万 一千四百万 喊价声 此起彼伏 直到价格 就来到了两千万欧 加价势头 才降下去 这架势 我发现 我是穷逼啊 范熙哲摇了摇头探道 两千万欧换算 承华国币 将近1.6个亿了 1.6亿买块怀表 饶是范熙哲的钱 都不够这么造几次的 最终 这块怀表 以两千三百万欧 被一个美国人 成功派去 是美国摩根家族的 摩根阿斯玛 徐力军看到号牌 便认出了这位 近拍成功的人员 米国巅峰家族财团 掌握着米国经济的命脉 摩根家族 直系成员 摩根阿斯玛 开场就超过 底价一倍的 网上的价格 给这场拍卖回来了的高潮 接下来展现的是 意大利瓜奈里小提琴 由最证明的小提琴 制造家族 瓜奈里家族制作 全世界仅有250把 纳贝尔快速介绍到 玄机 一把红棕色的欧式小提琴 开箱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把小提琴 属于收藏价值 高于实用价值的物品 虽然并不像刚才 百达斐力怀表一样 列入珍贵的物品 但能被加世的 在这次拍卖 会拿出来拍卖 也是非常珍贵的 底价200万欧元 奈贝尔说道 220万 230 240 这把小提琴的价格涨速 没有像刚才那样迅速 出价之人 也就寥寥数个 对音乐爱好者而言 这把小提琴 值得收藏 但是对没有音乐细胞的人而言 就毫无作用 审议三级人 自然也没什么兴趣 最终 这件商品 被290万欧拍走 拍走之人的号码 1644号 一位中年贵妇 紧接着 一件件拍卖品上台 各行各业 不同岗位的人 都有各自的爱好 因此每件商品 都有合适的群体 不至于无人报价 而导致流拍 接下来 是16号物品 也是一件珍贵品哦 纳贝尔卖了的关子道 玄机 一张木桌被搬了上来 上面放置了一个 古式花瓶 这是不列颠博物馆 委托我们拍卖的 据说是华国清时代的坟采 镂空即庆 有语转心评 纳贝尔按照物品的描述 文字说道 好家伙 又是一件华国的文物 这就让底下一帮华国的大佬 坐不住了 不过 他们无法指责 人家拍卖行 这些东西 都是当初被不列颠为首的 联军掠夺过去的 要怪只怪当时的 朝代国力弱 头领都是 软弱无能之辈 才让华国200年前 遭受这种奇耻大辱 这件物品的 起拍价1000万哦 纳贝尔宣布完 竞拍底价后 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 在场的华国面孔 1200万 1500万 1800 一个个报价 疯狂上涨 华国一帮大佬们 都默契地没有给自己人抬价 反倒是国外的不少有钱人 都来插一脚 不管是不是真喜欢 这件陶瓷文物 拍了再说 2500万 这时 只见一道声音响起 众人看着面孔 虽然和华国人差不多 但是下巴上那一撮 瞩目的黑色胡须 显示着他是大和国的人 尼玛的小日子 可不能被小日子民族的人 拿走老祖宗的文物 华国人 天生就对大和国有 种民族敌意 坚决不能让小日子 压在他们头上 3000万 杰克玛 这个曾经的华国首富 终于出嫁了 小日子那人见状 面色一变 随即继续到 3200万 不带杰克玛开口 华国另外一位 花白头发的老者举拍到 3500万 3600万 却是不知道 哪里又冒出来的小日子 继续跟道 这二人是三井 和富士财法的人 有人认出了 出嫁的这两个小日子身份 妈的 我就不信我们华国那么多人 还搞不过这两个小日子 4000万 这时 陈永红也出嫁了 这可不是4000万华国币 而是欧元啊 换成华国币 已经来到三亿多了 三井和富士的两个小日子 脸色都有些难看 他们互相配合 想给华国这些人 一点颜色看看 只不过看这帮人 志在必得的架势 他们二人不仅拍不下来 还会得罪华国这帮大佬 华国人都喜欢隐藏 你都不知道 哪个是真正的大佬 掌握多少财富 4200万 三井财团的小日子 继续咬牙喊道 4500捷克马 继续加价 富士财团的小日子健壮 和三井财团的 交换了个眼神 似乎再说 再加一次价格 若是不行 就放弃吧 此刻 会场中 其他国家的人 都纷纷停止了竞价 全部一脸看戏的样子 看着这两个国家的大老人物斗争 当一件物品的价格 远远超过了 他应有的价值时 有钱人都不会去当 这个大渊种强行购买 若是还有人坚持购买 那只能说明 这件物品本身 还有其他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恰好 华国的这些古代文物 都自带这方面的属性 5000万 富士财团的小日子 再次报价道 他已经决定了 若是这次不成 也就不会继续拍了 让那些华国人 多浪费点钱也是好的 就在他刚报完价格时 沈亿三终于开口了 6000万 他竟然一下子提了1000万 将价格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全场瞬间寂静了下来 按理说越到后面 提价应该越来越小不是 这明显的 就是最后的喊话环节了 你还提价1000万 这是人傻钱多 三井财团和富士财团的人面色铁青 见一个不知名的华国小子 闯了出来 十分气愤 可是又能怎么样 6000万欧 将近5个亿的华国币 难道就为了一口气 去拍这件对他们来说 没有一点实用性的花瓶 几人都位居高层 也不是傻子 利益权衡下 也就放弃了这件物品的拍卖 大不了等会其他物品拍卖时 去抬抬价 给这些华国人难受难受吗 巧了 华国这帮大佬 也是这么想的 那边数了三生 见没有人继续加价 便宣布了831号 沈亿三的竞拍成功 看着那些华国大佬 投来的赞赏目光 沈亿三用华语道 各位前辈 晚辈的财力有限 只能拍这么一件文物了 接下来要是再出现文物时候 就只能倚靠前辈们了 不过等会我会给小日子抬抬价 这话说完 那些华国大佬都和善一笑 对沈亿三的为人处事之道 愈发满意了 果然 接下来的拍卖物品 除了各个国家大佬的竞争 还有华国和大和国之间的竞争 除了三井和富士财团的 两个大佬团组 就只有一个小日子的团组 加起来也就十人出头 而华国这边 足足有三十几人 每次小日子看中物品 想要竞拍时 华国这帮大佬 包括沈亿三 都会友好的提提价 碰到自己也重力的东西 就是一场价格死战斗 虽然最后 要多花几千万 甚至上亿 但争口气也是好的 反观小日子这边 每每被华国这帮大佬 集体抬价后 不得不憋屈地继续加价 有时候 小日子故意对拍卖物品 表示感兴趣 想骗他们出价 可华国这帮大佬 都是饱毒兵法 对小日子打的算盘 可以说了如指掌 一番虚虚实实地哄架下来 让三井和富士财团的小日子 苦不堪言 他们二家财团 共拍卖下三件物品 花出去的价格 比预算要高出了三千多万哦 而华国这帮大佬们 加起来总共也就拍了五件物品 哪怕被抬了点价格 对他们而言也无伤大雅 不知不觉间 上午的拍卖会 已经进行了两个半小时 已经拍卖成交的物品 已经有58件 第59件物品 是一条项链 项链中央的宝石 是由一整个深海蓝钻雕刻而成 重11.25克拉 这条项链名为深海之星 也是我们加世德 这次拍卖会的一件真品 起拍价八百万哦 纳贝尔介绍了下这条项链 展台上出现了一条闪光项链 中间镶嵌了一颗深邃 而又夺目的深蓝色宝石 这件物品 让场中的女性拍卖者心动不已 哪怕是男性 都被她的美丽所震撼 想要拍下来 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 于是乎 一阵激烈的竞价声浪 再次充斥着拍卖会场 九百万 一千万 价格不断上涨 一千二百五十万 范馨宇忍不住也报价道 可儿 这条项链比那天那条还要漂亮啊 我真想拍下来 确实好看 乔可儿也有些心动 此时价格还在不断上涨 范馨宇的报价 如同海里的一朵浪花 并没有掀起什么风浪 等到价格接近一千五百万哦 一千五百五十万 沈亿三平静地开口道 喂 你又拍项链干啥 范馨宇忍不住问道 买来送人 沈亿三对他笑了笑回道 馨宇 沈兄弟拍下来送女友不是很正常吗 你要想拍就自己喊了 范馨哲开口道 他前天已经拍一条了 范馨宇有些愤愤地道 谁规定买了一条项链就不能买第二条了 沈亿三反驳道 妾 范馨宇有些说不过沈亿三 于是和范馨哲说道 哥你先借我点钱 不行不行 我这次来也就比你带了多一点 借给你了我就莫得用了 后面还有那么多物品 我也要用钱 范馨哲拒绝道 小气鬼 范馨宇有些不愿 不过他也没责怪什么 毕竟能来参加这个拍卖会 本来就是他白得的名额 范馨宇也没有准备多少钱 能拿出1600万欧已经是极限了 可这项链明显不是1600万就能拿下的 沈亿三的报价还没过两秒 就又被人以1580和1600的价格压了下去 1650万 沈亿三再次出价 他确实想买这条项链送给骆婉宁 而且顺带也能完成系统的任务 1700万 却是小日子来搅局了 也不管是不是沈亿三真心想要 沈亿三也不耸 继续加价 终于 近拍的人也越来越少 当价格来到2000万欧时 仅仅有三个人了 再拍了 沈亿三也暂时没有报价 这三个有二人是女性 看来深海之心的诱惑 对他们来说确实是大 不过此时的价格 已经每次只有10万欧的提升了 说明价格来到了极限 当2100万欧时 其中一个女性也放弃了 另一个女性也在考虑 还要不要继续跟 2200万 这个报价一出来 沈亿三再次吸引全场目光 沈嫌只花这么多钱 买一条项链有些不明智啊 年轻人还是不成熟啊 明显这条项链 已经远远超过价值了 华国的大佬们 都有些看不懂沈亿三 华国人 你想要这项链 场中唯一报价的男子 用大雄国俄语问道 沈亿三朝着他友好的点了点头 道 咱们公平竞争 我确实看中了 那行吧 给你这个面子 希望接下来一些东西 拍卖你也给个面子 他友好的回道 二人都用俄语交流 场中90的人 都听不懂二人在说什么 直到沈亿三的报价时间过去 再也没人出价时 奈贝尔才宣布 这条项链归沈亿三拍卖获得 这下两件物品已经花出去8200万欧了 距离系统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一半 接下来的拍卖继续进行了约半个小时 来到12点时 已经拍卖出去了65件商品 这样的话 下午和晚上的拍卖时间 看来得延长了 中午家室得给所有餐会人员 准备了丰盛的午餐 还让众人休息 会去外面透透风 实在是这种环境氛围下 时间长了人都会有些疲倦 直至下午两点 下午场的拍卖会开始 果然 开场又是一件珍贵物品来调动参与者的激情 最终 这幅200年前世界知名画家的油画 被米国一位商人花了1.2亿欧元拍走 这个成交价 是今天这拍卖会拍出的最高价格 也点燃了会场的激情 沈亿三简单地出了几次手 虽然都没进拍下来 不过也无所谓 反正后面还有好多物品 当来到79件物品时 徐立军心心念念的兰博基尼毒液 终于出现在了展台之上 不用多做介绍 这辆线两版的毒液 就让众多跑车爱好者打得不可开交 底价500万欧的毒液 还没过去一分钟 就被喊到了1000万欧 虽说这辆车当时的官方定价 才300多万欧 但毕竟是限两版啊 徐立军看着那些人疯狂的样子 也不禁吐槽道 这帮狗大户 真是有钱啊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他也没停下来加价 1020万 1050万 一位金发碧眼的男子 直接把他的价格顶了下去 最终 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价 徐立军将价格给抬到了1400万欧 才力压众人将这两毒液给拿下 妈的 我原本觉得5000万左右差不多了 没想到 竟然超出了整整一倍的预算 徐立军拍下来之后 像是经历了一场艰难的战斗吐槽道 主要还是这场拍卖会的原因 加仕德的造势 将其打造成了全世界富豪的顶级盛宴 汇聚的有钱人实在太多了 如果放在常规的拍卖会上 没那么多富豪来竞争 说不定还真能以5000万左右给你拍下来 范锡哲在一旁分析道 既然都已经拍下来了 徐立军也就不再纠结了 钱都已经花出去了 反悔也没有 他此行过来的目的至少达成了 车库里终于能再添一辆限量版顶级跑车了 之后的物品 徐立军便都不怎么感兴趣了 范锡哲倒是花了1100万欧 拍下了一个帝王绿的翡翠手镯 有意思的是 在那手镯之后 竟然出现了两块翡翠原石拍卖 两块原石都有30公斤多重 却没有切面 保持了完好的品质 这两块原石都是 劳眠翡翠矿场提供的最优质原石 定然能切出大涨的翡翠种来 这种说法 在场的人谁信啊 要是肯定大涨 人家还会拿到这拍卖回来 只不过这两块原石 从外观上看去 确实品质不错 有几个对赌食行业有些研究的人 抱着博弈的心态 开始竞拍这两块原石 沈亿三的知识储备 对这方面的涉猎还是有的 他开启透视能力一看 一块原石里面 竟然都是玻璃种的帝王绿色则 这块原石买回去切了以后 转手一卖肯定能发啊 另外一块 则是灰绿色的翡翠 两块原石两个极端 但从外表来看 却是一般无二 沈亿三果断 对那块玻璃种的帝王绿下手了 起拍价两块 都是五百万欧 玻璃种的翡翠 原石先拍 最终 沈亿三以一千三百万欧的价格 拍下了这块玻璃 种的翡翠 至于另外一块 他就不参与了 给别人的感觉 就像纯粹在赌博一样 但别人不知道 他有透视能力 虽然花费一个亿左右 但是转手一卖 能赚十个亿啊 赌石绝对是个暴力行业 前提是你得赌正确了 一刀天堂 一刀地狱 可不是说着玩的 想到这里 沈亿三似乎对赌石这块 有些心动了 自己的透视能力 就是最好的作弊器 哪怕每天就看个五十次 一天赚几个小目标 不成问题吧 不过 这事他还得仔细研究下 他现在也不怎么缺钱 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 他的财富会以几何速度增加 赌石虽然能报复 但是其中的各种门道和学问 也是需要花时间去了解的 他暂时将这个想法放到一边 继续参加拍卖会 有了沈亿三拍下的 原石价格做对比 另一块原石过了一会 也以1200万欧的价格成交了 只不过那块注定会亏的裤衩子 都不剩 一看拍走之人 沈亿三乐了 是那个三井财团的小日子 似乎感受到了沈亿三的目光 那个小日子回头带着挑衅的目光 看向他 沈亿三不想理会这人 等切出来时候 有你哭的 三件物品下来 沈亿三的总花费来到了8500万欧 距离目标还剩三分之一左右 拍卖会有条不紊的继续进行着 下午场的效率比上午的高了一些 等到结束时 已经来到了162件物品 当然 其中有几件物品是配套 并且同时竞拍的 这也是家式的 得一笔营销 有些人在得到自己想要的物品后 便离开了拍卖场 提前结束了本次拍卖会 下午场结束时 参与拍卖的人员 大概还剩800多点 实在是做了一天 有些累了 用过晚饭后 来到了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场 恭喜158号拍卖者 获得168号商品 恭喜551号拍卖者 获得172号商品 此时场上的拍卖品 还不到60件了 沈亿三终于看中了一个 35.56克拉的蓝宝石 这件物品是17世纪 一位国王给出嫁的女儿的嫁妆 虽然过去了几百年 但是这颗蓝宝石 依旧是色泽光艳 棱角分明 用来制作下 镶嵌在首饰上 不会比深海之心差 于是 在紧张激烈的价格角逐逐后 沈亿三再次以3000万欧的价格 将它拍了下来 当然 这也引来了 场上众多女性拍卖者愤恨的目光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 老是拍这些给女性准备的玩意干啥 沈亿三可不理会他们的想法 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 他拍下来 主要看有没有价值 可以送给自己的女人 那些艺术品之类的他 又欣赏不来 拍回去也是浪费 除了华国的文物外 他只能拍一些 有实用价值的玩意了 哪怕被加士德定位 珍贵物品 让外国近拍者 须之若误的达芬奇名画 沈士比亚的签名 这些东西 沈亿三都丝毫无感 直到第二百件物品 出来之时 再次让华国大佬们坐不住了 赫然是流落在外的华国 十二生肖兽手之一 当初的十二兽手 经过百余年的辗转后 还有四个流落在外 分别是蛇手 羊手 鸡手 狗手 此次加士德拍卖 会出现的 就是剩下的四个 其中之一的蛇手 十二生肖兽手的价值 可能没有沈亿三拍下的 清代花瓶那么高 但是它的意义 绝对比之要高 它的起拍价是 五百万欧元 随着华国大佬们 那不顾一切的近拍态势下 这尊蛇手 被几次提价之后 价格来到了五千万欧 这个价格 已经比之前 世界拍卖会上 其他的兽手价格 高出好几倍了 兴许是吃定了 华国人势在必得的样式 小日子 又开始作妖台价 五千五百万 六千万 价格 已经超过了 刚才的清代花瓶 虽说拍卖会上价高者得 但是小日子的做法 让沈亿三不得不 动用点手段了 他释放自己的精神力 朝着三井 和富士的小日子袭去 小日子几人 只感觉到一阵头晕目眩 恍惚了许久 似乎完全忘记了 台价的事 等他们恢复过来时候 肩内贝尔一锤敲定 最终 这兽手 被华国一位 头发苍白的老人 以六千五百万欧的价格 给拍了下来 沈亿三并不认识那位大佬 但是能被内妖 过来参加拍卖会 足以显示他的不凡 而且杰克马 陈永红等一众大佬 对他看上去十分尊敬 定然是德高望重的 华国前辈 巴格 刚才怎么回事 怎么就让华国人 以这个价格拍走了 小日子 不仅有些气愤起来 只不过听手下的叙述 刚才他们忽然间 神游天外的样子 底下人 以为他们主动放弃了 也没做提醒 虽然不甘 但小日子 也只能作罢 至少让华国人 多出了几千万欧 也算是消了部分的气 只剩下三十件物品了 拍卖会也差不多 正式进入了尾声 此刻 还在拍卖场的人 大约就五百人了 直接少了一半 至于离去的那些人 当然是回去休息了 做了一整天了 一些年纪大的长着身体 根本扛不住 反正都各自留了几名 手下人员盯着 有什么特殊物件 第一时间汇报就是了 来到第218件 拍卖物时 沈一三再次出手了 是华国近代书法家 王石的字贴 上面书写着几个大字 红韵当头 虽然算不得文物 但是为了完成任务 再不出手怕事等 汇的其他物品 更加看不上了 他也不含糊 起拍价五百万欧 被抬了几次后 沈一三直接翻倍 爆出了一千五百万欧的 价格之后 他获得了人傻钱多的标签 东西自然也拍了下来 直至拍卖会结束 他也就拍了五件物品 总计花费1.3亿欧 刚好超过了 华国币的十亿金额 晚上九点半 随着最后一件物品的拍卖完成 这场声势浩大的拍卖会 终于结束了 纳贝尔虽然疲惫 但还是保持着职业素养 正式宣布 此次拍卖会圆满落幕 不过所有的结算 和交付 要等明天才能进行 参与者都表示理解 毕竟他们呆了一天也累 只想回去好好休息下重整旗鼓 在各营兵人员的带领下 参会的人都陆陆续续 离开了拍卖会场 沈一三和顶着困意的同行四人 也彻长往周济酒店的方向走去 哎呀 真是又累又困 范馨宇走出拍卖会场说道 几人被扑面而来凉意 清醒了下头脑 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之后 缓过神来 今天终于见识到了有钱人的出手 乔可尔也不禁感慨道 最有钱的还得是沈兄弟啊 徐立军不禁感慨道 老雪 你就拍了一辆车 花了一个亿左右 沈兄弟五件物品都超过十个亿了 范馨哲也有些惊叹 我都好奇你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能有那么多的现金流 范馨宇嘀咕道 他们几人都是二代 家族的钱财都不掌握在几人手中 身上能有过亿的资金支配 已经是二代中的顶峰了 没想到沈一三拍卖会花出去 十个亿跟流水一样 众人丝毫不怀疑 若是今晚拍卖会还有他感兴趣的东西 他还能继续拍 付不起钱 能参加这种拍卖会的 不会存在这种事的 哪怕真付不起钱 倒霉的也是自己 同时还会被家世的列入黑名单 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会享有名气 这种打肿脸充胖子 百害而无一利的事 傻子才会去干 等众人回到酒店房间 洗漱完毕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 今夜 沈一三又听到了远方传来的枪声 比昨夜好像要多了些 十一月四日 沈一三和许立军二人九点后来 到了拍卖会交货地 范希哲今天带着他妹妹和乔可 去购物了 女生出来一趟 不买点什么东西回去 那算是白来 许家小子 沈贤值 那么早就过来了 进了交货地点后 陈永红看见他们进来问候道 沈一三和许立军面对长辈 也是保持了应有的态度 聊着聊着 杰克玛带着保镖 还有几位其他的 华国大佬也围了过来 其中 昨天那位将蛇手拍走的老人家 赫然在其中 杰克玛将沈一三给那些 不认识的华国大佬介绍了一番 沈一三也了解了那位头发 花白的大佬 是对华国困难时期 有过重大帮助 一位于国家有功的企业家霍佬 虽然今年将近九十了 但是身体依旧健老 在场华国大佬 在他面前 都是一个个恭敬的晚辈 小伙子年轻有为啊 老头子 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候 还不知道再奶昏饭吃呢 霍佬听过几人 对沈一三的印象 经历昨天的拍卖会事件后 也十分看重沈一三 对老一辈来说 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情感 远远重于个人利益 沈一三提出 将所有的文物拍卖品 交给霍佬 让他帮忙 转交给华国博物馆 这可是立功 载入史册的大好机会 你要让我代交 霍佬有些惊奇地问道 晚辈对这方面 没什么门路 要将这些物品 捐献给国家 肯定没有您老人家 来得熟弱和迅速 就当做晚辈的请求吧 沈一三谦虚地说道 这么好的机会 你不要 饶是许立军 都有些搞不清楚 沈一三的脑回路 他花了几个亿 难道不图名图利 只想当的老好人 在场中人 基本上都是商人 都以利益为主 虽然说爱国情怀下 拍了很多文物 最后都是准备交给国家的 但众人心中 还是希望 以自己的名义 交给国家时 能留下浓厚的一笔 这算是一笔价值投资 被国家认可记住 比这钱花出去 肯定要值 麻烦霍老了 沈一三没有解释什么 一就让霍老给代交 好啊 我的年纪 做你的爷爷 都绰绰有余了 就叫你一三吧 霍老说道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尽管来找我 老头子我活着 在华国 还是有些脸面的 不敢不敢 霍老是无备楷模 还有很多地方 值得我学习 以后有机会回国 讨扰霍老还望 不要嫌弃 沈一三道 沈一三的这番话 再次收割了 众多大佬的好感 纷纷添加了私人联系方式 沈一三那么年轻又懂事 而且是个高富帅 这帮大佬 都恨不得她是自己的后辈 我家小子 有你十分之一的出色 我也能省不少心 是啊 沈小兄弟可有女朋友 我家有个 去去去 你家那个姑娘 也是个败家子 怎么能比得上我侄女 忽然众位大佬的 话风突变 竟然都想给沈一三牵线说清了 你们别想了 她是我大侄女的男朋友 陈永红赶紧宣布道 老陈 你家老二的姑娘 这么好的金龟婿就已经有主了 最后 还是货老来控场 让大家不要耽误了沈一三他们的事 于是 沈一三和许立军二人终于能脱身了 兄弟 啥也不说了 以后有事尽管找哥 许立军从一帮大佬中逃离后 也是彻底认可了沈一三 沈一三刚才被那么多大佬重视 足以说明了他的出色 许哥哪里的话 我们本来就是兄弟吗 沈一三的话让许立军舒畅无比 一路上 许立军也碰到了不少面孔 像戴维斯 威尔斯这些人 他都一一打了招呼 来到加士德的交货窗口 沈一三和许立军 在各自的专属工作负责人带领下 来到了收货地点 确保是自己所拍的那几件物品之后 沈一三痛快地办理付款手续 在他的要求下 先刷了五次五千万 将五十亿华国币的消费反例顺利拿到 随后 一次性付清了剩余的尾款 随着交易结束 沈一三的龙行卡中余额 来到了68亿 这次的柏林之行 这些拍卖物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只能看运气 若不是加士德举行的拍卖会 沈一三也都接触不到这些世界估品 更重要的是 他收获了一帮华国顶级大佬们的认可 在华国 人脉与关系才是发展的最重要条件 可想而知 沈一三今后的事业发展 在华国基本上都会顺风顺水 出来后 沈一三和霍老约定 明日将所有拍卖得到的文物物品 给他送打包过去 恰巧霍老也住在洲际酒店 比较方便 霍老欣然应允